男子顺手改装了一下自家生产的拖拉机 挂到网上售价8亿不退不还价 引得各国军方都要加价购买 当我又演示了下拖拉机的飞行机潜水性能后 鹰匠和鹰花国坐不住了 竟然不惜暴露隐藏多年的间谍也要搞到设计图纸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机甲拖拉机只是我随手做出的玩具 而我只是一个普通高中生 由于课堂上睡觉被学校开除 因此只能回家继承一个濒临倒闭的拖拉机厂 分数再高有啥用 咱们南河省也只是自己人卷自己 不如回家帮我多造几台拖拉机 老爹一边开着仰望优8一边跟我发着牢骚 我不想回家听老妈的唠叨 让老爹直接把我带到拖拉机厂 望着一排排分工明确的机械手臂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转头对着老爹说先把这条流水线停掉 这间工厂的使用权暂时先交给我 至于车间里的其他人薪水照发暂时放假 老爹看我神色认真的表情 抽出的嘴角也缓和了下来 得亏是亲儿子不然换作是别人说这话 自己非得开着拖拉机来回碾压两个五分钟不可 不过好在就一个工厂停几周损失也不会太大 随后老爹帮我安排完之后就去忙自己的事去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 我也开始凭借前世的记忆熟练地操作起来 毕竟对于来自8000年后的自己而言 造个拖拉机当玩具我都嫌太粗糙 不如造个别的玩玩 我一个人操控一座工厂 在无数组机械手臂的共同运转下 很多拖拉机的零部件被拆解又重新组装 短短几个小时后 通体闪耀着红色光泽的钢铁巨人呈现在眼前 我尝出了一口气着手最后一道工学 随着机械手的飞快舞动 几乎是一瞬间鲜活的机甲仿佛被赋予了灵质 当然机甲的组装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还是第二步动能测算机腹能喝断 只凭借工厂里的科技想要达成超微型反应堆不太现实 但退而求其次 微型反应堆还是可以的 繁琐的测验之后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抹耀眼的蓝色光芒从生产线上亮起 至此伟岸无匹的钢铁巨人诞生 此时的我已经待在工厂整整一周了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 老爹为了我不被人打扰 每次都是让人把饭送到门口 他本以为我能在里面带上的十天半个年 不曾想才一周时间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老王你快来给你看到好东西 不多会老爹就来到工厂门口 看着气喘吁吁的我 他没好气地说 嫌累就去上学 真以为钱是这么好赚的 别等到你继承了这些工厂 没几天就给祸祸没了 说到底无非就是想让我吃一吃工作的苦 虽说家大业大可历历皆辛苦的道理 总归是要懂的 可当他走进工厂的瞬间身子猛的一脚 就好像被什么绝世凶兽盯上了一板 举步为奸忠 一尊高大伟岸的机甲巨人 处立在工厂的中心位置 高度几乎快要顶到了工厂的顶盘 浑身散发着火红光泽 充满了冰冷的细腻钢铁质感 老王仰着头两眼瞪着滚圆 望着眼前无比壮观的钢铁巨人 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随即两腿一软整个人都塌了下去 此时办公室内 老王一脸无力地依靠在沙发上 两眼无神麻木地喝着秘书地到嘴边的热茶 而我则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老王身边围着工厂的几位主要负责人 正在一个劲地嘘寒问暖 实在是想象不到里面究竟造出了什么 能让自家老板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出来 甚至还直接昏了不去 都出去吧 老王推开嘴边的茶水 冲众人挥了挥手 众人应声迅速退出了办公室 见众人全部离开老王休的一下 从沙发上跳起来 冲着我就呵斥道 臭小子你得我滚过来 什么学校能教这个呀 跟你爹说话还不老实 老王揪起我的衣领子 生怕被外面的人听到 别告诉我这是你在学校里学的 你就说代不代劲 我直接反问 废话肯定代劲了 试问哪个男人心里没有个机甲吗 有这么个大家伙在 七号工厂就别想复工了 停一辈子停到自己破产都没问题 本来还寻思这臭小子 能帮自己守守家业就很不错 没想到居然这么有出息 好儿子接下来怎么办 不知不觉中老王对我的态度都变了 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果断回应 先找几家大的传媒公司造造声势 然后召开新品发布会直接网上售卖 老王听的觉得这方法可行 突然意识到这不光是挣钱的事 更是能打破常人对农机的概念 说干就干老爹也不是含糊的人 拖拉机厂的新品发布会 说出去多少有些好笑 可谁又能想到拖拉机厂 造出了变形金刚吗 每两天铺天盖地的邀请函 发到了各个媒体手中 引得各个媒体纷纷猜测 一个拖拉机厂发这么多邀请函干什么 并且一个拖拉机厂 竟然出300万还去买推广 如此大的动静 就算是傻子也能看出不同寻常 一时间郑青工厂成为了 国内最焦点的新闻 热度低一并且还远超 第二名千万的热度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郑青竟然是造拖拉机的 而且热度是被铺天盖的 舆论骂上去的 拖拉机出新品 还要买热度神经病吧 太搞笑了一个造拖拉机的 还想着要上市啊 知道有多少人吃不上饭吗 白白浪费钱 用这些钱救济山区他不香吗 外面的舆论已经先翻了天 发布会当天在线人数 更是突破了抖手历史记录 达到了恐怖的一亿三千万 看着已经出现卡顿的直播间 老王不禁伸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扭头看向身旁的我开口问道 够了吧 我一脸严肃摇头说还不够 再买两百万 臭小子 老王一边付款一边咬牙大骂 当你跌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人数并不是目的 毕竟这些人里有七成以上 单纯是奔着看热闹来的 我想要的是引起学术界一些人的注意 唯有被他们看到自己所做的一切 才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直到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上涨到一亿五千万后 我整理了一下一零缓步走上了台前 就在我走上台的刹那 不论是现场还是直播间的所有观众 皆是微微疑论 郑青集团的董事长不是王清一吗 这怎么上来了的毛头小 疑惑中南河省的一所专科大学 引起了巨大轰动 不同地方的不同人 在同一时刻发出了无比诧异的惊呼 我插着不是睡什么 这家伙不会是郑青集团的公子哥吧 难怪他天天睡觉 合着特么的就等着回家继承家长 我在千万人的注视下竟没有半点拘谨 反而含着笑意开口致辞 很荣幸能够召开此次发布会 闲话少说 现在就由我来介绍郑青集团最新研发的科技产品 话一出台下掀起阵阵哄笑 直播间里也被弹幕刷屏 科技产品你是在逗我笑吗 拖拉机也配叫做科技产品 哈哈哈哈最新研发 拖拉机还需要研发 上九天揽约下五羊捉鳖的拖拉机见过美 欢迎大家观看郑青集团的最新产品 超越者 话落得瞬间我的手中中一拉 宽大的幕布应声落下 一尊伟岸宏伟的钢铁巨人呈现在世人眼前 风体星红身形高大遮天蔽日 机体整体顺滑造型微恶 现场早已是一片死寂 所有人无不是嘴巴张大眼睛更远 无比惊恐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巨型机器人 现场死寂无声 直播间里却炸开了锅 我看到了什么 变形金刚 你马说好的拖拉机呢 这踏马能叫拖拉机 发布会现场在哪快告诉我地址 我要去现场看 扯下幕布以后 直播间的热度迅速回涨 越来越多的人听到了消息 蜂拥着挤进直播间 镜头外的华国中科院院士急忙通知 把所有能喊来的科研小组统统喊来 全部带上吃饭的家伙做好数据分析 要快立刻马上 而直播间里见到的远远不如 在现场看到的更让人感到震撼 座位上再也看不到有人坐着 不是站的鼻挺 就是吓得瘫坐在地 后台正清工厂的一众负责人 同样是脑袋嗡嗡之响 总算明白那天老王走进工厂后 为什么会吓得连滚带爬得出来 现场的氛围已经炸了 无数的闪光登陆相机 习其冲向台上的超越者 白色的光芒汇成海洋 将本就光得闪耀的机体照射得更加耀眼 我就是一脸平淡 继续不紧不慢地坐着介绍 超越者还搭载了高分辨率基带雷达 背部增设四台三维矢量发动机 空重15000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8万千克 最大飞行时速理论可达4马赫 巡航速度3.3马赫 最大升限2万米 这些话寻常人只听着悬呼却听不明白 可当传进中科院那群人到耳朵里后 顿时就变了脸色 机载雷达 三维矢量发动机 最大时速4倍音速 封了一定是自己封了 合着这玩意儿不是摆设是真的能上天 怪不得要使用热加工塑胶 原来是这个用途 但是这不可能啊 目前国际最强大的几类战斗机中 鹰匠的猛禽绝对是无可争议的空中bug 饶式如此 最大飞行时速也不过2.25马赫 一下就超出了将近一半 这特么能是民营企业 吹牛皮也要有个限度 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 我朝着台后招了招手 一辆升降机来到了台上 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展示 我站上升降台来到机甲的胸口位置时 胸口隐蔽的舱门缓缓打开 我当着无数人的面俯身钻了进去 你嘛别告诉我这玩意儿是真的 居然还有驾驶舱 我的妈现在科技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了吗 肯定是做做样子而已 这么笨重的东西还真能飞上天不成 这要是飞上天 应将每年几万亿的科研资金 岂不是为了狗吗 直播间的弹幕还在刷着屏 我已经带好了虚拟场景头盔 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 果断按下了能源启动键 一瞬间超越者的双目泛起蓝光 随后巨大的涡轮轰鸣声响起 矢量推进已就绪 微型方舟反应堆喝再已就绪 空中数据监测已就绪 实时机体温度监测已就绪 超越者背部的四台矢量推动器 喷勃出湛蓝色的火柱 滚烫的气浪朝着四面八方翻滚了去 准备工作已完成开始起飞 在举世瞩目中超越者缓缓抬头眼望天空 火柱激设下沉重的机体开始垂直升空 速度奇快眨眼间就冲破了云层 安静 初期的安静 不论是现场还是直播间 再没一人发出声音也没有人动手发弹幕 只跟随着镜头 跟随着超越者升空的方向呆呆观望 好一会众人才反应过来 都举着个摄像机拼了命式地对天空拍摄 视线疯狂游走 试图从天空找到超越者的功能 奈何超越者飞的实在是太高了 已经超出了肉眼可见的机械 这时台上的巨大显示屏开启 以超越者为第一视角的实时画面传输了过来 身下厚重的云海在翻滚 耳畔充斥着呼啸而过的飓风 速度之快用肉眼根本看不清两侧快速掠过的物体 老爹站在最前排忍不住发出狂笑 赚大了这次真的是赚大发了 郑青发布会有超级机甲升空的消息 直接引起了华国上下一片轰动 越来越多的人闻讯涌进直播间 或者直接赶来发布会的现场 因为人数过在整个斗手都隐隐出现了崩溃的迹象 华国西北境二号军区内 指挥大厅突然闪烁起急促的红光 紧接着便是一阵刺耳的警报声 警报警报 检测到一架不明飞行物正在快速破底 速度大概在2.5马赫 靠近也不行 更何况速度还这么快足足有两倍因素之多 他迅速来到指挥台看着屏幕上 正在飞快移动的红点 快去查这是什么东西 焦头烂额中有人查出了郑青集团的信息汇报 这是郑青集团一家民用拖拉机厂出的新产品 昨天报备过的今天是发布会首费 等等 指挥官打断汇报 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郑青是做什么的 工作人员同样觉得不对劲 奈何材料上就是这么写的 只好硬着头皮重复了一遍 工厂能生产这种水平的飞行器 更别说还他骂的是一个拖拉机厂 指挥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以威严的语气说道 快锁定他不要让他逃出视线 工作人员急得满头汗水 步行红外雷达无法锁定 指挥官呼吸粗众更加确定了心中的猜想 无法锁定这怎么可能 话音刚落忙碌的工作人员突然开始大吼 不好了红外雷达失去监测目标 弱大的屏幕中原本还在闪烁的红点果真消失不见 没人比他更懂红外雷达监测不到是什么概念 光感防雷达系统 拥有这项技术的博家放眼全球不超过三个 司令部众人下意识地吞咽一口口水 超两倍音速巡航还能防红外雷达 除了自己跟盟友毛雄国就只剩下鹰匠 难道是鹰匠四代战机F22母枪 公然驾驶战机一局始末 华国领通居心和维 而且还是目前全球性能最优 战力最高的超级战机 这不是挑战 这是要宣战 甘铃娘 放弃监测 发布一级戒备 派出战机与其接触 如若执意如此 直接开火击落 双方的局势本就剑拔弩张 时常有暗中的小范围摩擦 今天莫名其妙搞这一出 如果自己退让 对方一定会得寸进尺 势敌已弱也要分时候 这种情况 能强则强 命令下达 两架歼灭者整装待发之时 指挥大厅的电台突然强行挤进一条外来频道 喂喂 可以听到吗 听着这口流利的滑下雨 指挥大厅里的所有人不由得一愣 不是鹰疆 华国人 报警中的眉头依然紧皱 示意手下接通此频道 刚才接受到一条监测信号 特此回复 华国苍江市正清集团新产品超越者正在是非 请收回警戒 重复 华国苍江市正清集团新产品超越者正在是非 请收回警戒 清晰的话语传进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但这些话并没有让众人长松一口气 反而脸色变得愈发古怪 正清集团 没听说过呀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新产品是非能以两倍因素飞行 查 快点我查一查 这个正清集团到底什么来临 报警东脑袋都快要炸了 刚刚还一级戒备准备防范鹰匠的入侵 这怎么突然就蹦出来一个正清集团 焦头烂额中 有人查出了正清集团的信息 回报道 正清集团 总部位于淮湖省沧江市 是一家生产组装拖拉机一体化的大型农用器械制作工厂 董事长兼法人名叫王清一 等等 报警东打断汇报 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 正清是做什么的 工作人员同样觉得不对劲 奈何材料上就是这么写的 只好硬着头皮重复了一遍 是一家生产组装拖拉机一体化的大型农用器械制作工厂 报警东的脸色轻了又紫 紫了又白 白了又轻 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他妈的 一家造拖拉机的工厂 你告诉我说 他们突然造出了台能上天 时速达2.25马赫的机器怪物 报警东竭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 说下去 留下前几天 正清高调召开新品发布会 邀请了国内几乎全部的知名传媒公司造势 脑出的动静很大 经证实 那架不明飞行物 确实是出自正清之手 说着 工作人员已经调出了发布会现场时的视频 弱大的屏幕墙上 一尊冷傲伟岸的钢铁巨人 助力在舞台中央 旋即便看到四道湛蓝色火焰光柱机事而出 紧接着便垂直升空 如同惊鸿一般掠过天际 消失不见 短短20秒的视频 看得众人轻轻抱起 呼吸骤停 这 这踏马 徐树有些站不住了 自己钻研高等科技 钻研了一辈子 最大的突破就是单兵跨区域作战技术 也就是民间盛传的外骨骼装甲 目前能不能搭载动能 实现空中飞行还不一定 只能通过实验来进一步完善 单凭这项技术 一旦问世 绝对能够立足国内外科技水平的最高峰 这怎么一家造拖拉机的民营企业 直接跳过外骨骼装甲不说 还把十几里的大家伙给送上天了 更何况 外骨骼装甲作为新兴技术 尤其费钱 光是国家投入的研发资金 就不下十几个小目标 你一家民营企业 哪来的资金跟成本研发飞天超级汽车人啊 第七章 举世震惊 王正坐在驾驶舱内 虚拟头盔实时更新着各项数据 地球目前的科技水平还是有些落后 机体组装的各类零件很难达到合乎标准的精度与适用性 不过这也足够了 超越者号问世的消息火速在华国传播开来 引起了各界无比巨大的轰动 不只是华国 向来对华国关注十分密切的其他国家也纷纷察觉出了端倪 分别从不同渠道获取了正清集团发布会时的回放视频 在看到超越者升空的场面后 无不禁掉了下巴 我特 飞行速度能达2.25马赫的超级机甲 我的上帝 这不可能 纳尼 能上天的机甲 快快学习地干活 过好日子 帝国万岁 撒浪黑哟 一定是兔子国把我大棒国的专利给盗走了 这原本是我大棒国的技术 萨瓦迪卡 模尼苦奶 是非还没结束 王正已经清晰地感知到 有十几道红外监测信号落在了超越者上 但王正并没有刻意遮掩行踪 毕竟自己的本意就是获得国家层面的注意 受到的关注越多 就越有利于下一步计划的实行 不过仅仅凭借目前所展露出的这些 恐怕还不足以让一众势力趋之若鹜 王正关掉眼前虚拟屏幕的反监测数据 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 是时候下一季猛药了 在诸多国家的监控 以及直播画面的第一视角中 超越者突然将头一抬 整架机体呈站立状 随即便看到背后的湛蓝火柱家具 隐隐呈现出粉红色 凡是明白一点基础知识的人都再也明白不过 这是燃料燃烧极不充分的体现 也就是说 这尊机甲的动能已经达到了近乎恐怖的状态 他 他要干什么 报警东开始抓狂 看这模样 难道还要垂直深入太空不成 太空中的超低温 根本就不是寻常材料能够承受的 届时 一旦发生机在寿冷 造成的后果 必将无法挽回 如此先进的超级机甲 还是出自民营企业之手 不论如何 也一定要加大扶植力度 最起码的 手绣绝不能出现失误 这已经不是寻常企业的发布会了 这是象征一股尊严的重要时刻 接通对方频道 快阻止他 报警东 驳耿处清津明显 私生力竭的喊话 奈何为时已晚 超越者头顶 已然出现了锥子阴障 空气被引燃 使得整个机体周身 都燃起了熊熊火焰 沿途无穷的火海与云海 剧烈的交缠在一起 形成了无比壮观的奇观 反观超越者 宛如一颗从下而上的流雨 速度攀升 声势浩大 无可抵挡 报告 接受不到对方频道 报告 对方时速已达3.7马赫 还在持续增加 对方已冲破中间层 对方已进入增温层 报警东捂着快要炸掉的脑袋 无力地扶着身前的椅背 不住地摇头难难 疯了 一定是踏马的疯了 这时 大厅外又有人员急匆匆地跑来 双手递上一台卫星加密电话 报将军 上级来电 闻言 报警东勉强提了口气 接过了对方手中的卫星电话 正色道 领导 对面的声音虽然极其威严 此刻却也透露着一丝惊奇意味 报将军 刚刚有好几个他国领导人来电 询问超级机甲升空一事 我需要你的汇报 报警东张了张嘴 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如实说 太过惊世骇俗 说不知情 今天的事肯定瞒不过去 思虑再三 报警东咬咬牙 还是决定如实汇报 报告领导 是淮南省济海市一家 叫做郑青集团的民营企业 今天是郑青的新品发布会 说完报警东不禁闭上了眼 愈发觉得头疼 尼玛 真的太扯了 这不扯淡了吗 果不其然 听完报警东的汇报 电话对面沉默了 许久之后才咳了一声 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 民营企业 报警东N了一声 回道 是的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电话那头才悠悠回道 知道了 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还不等报警东想好 该如何把这个即将轰动世界的舆论压下去时 工作人员紧张的声音再度传来 报告 对方时速已达4.9马赫 速度基本稳定 报告 对方已冲破增温层 已进入散一层 踏马的 真是踏马的 报警东差点把手里的电话扔到地上 怒不可饿道 给我联系郑青 告诉我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看这模样 还真是要上太空 机甲超5倍音速飞行 垂直起降 光杆防雷达 太空超低温不激冷 单拎出一项 就是国际顶尖的机密技术 万万没想到 竟然有人能够把这些技术整合到一起 还成功了 想到这里 报警东恶狠狠地看了身旁的徐树一眼 眼中的怒气几乎要喷不而出 一个造拖拉机的民营企业 都能做到这种程度 亏你还好意思 自称是国际顶尖的科研团队 脸不痛吗 好意思吗 事已至此 报警东也不指望能够中途拦截王正王 毕竟就目前的技术而言 能够飞越三一层的战机 还完全没有研发出来 能做的 就只有在心里默默祈祷 祈祷这架民营机甲 能够创造历史 创造奇迹 直至此刻 全球人民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各国各界不约而同地 看向同一个画面 画面中 一尊浑身包裹火焰的钢铁巨人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冲破着云层 即便画面处于静默状态 每个人皆是感同身处 隐隐感到呼啸刺耳的轰鸣 直至最后 漆黑无垠的宇宙之下 无尽且茫茫的云海中 忽然有什么东西 仿佛雨后春笋般探出头来 冲破云海后 超越者周身的火焰瞬间熄灭 重新变回了那身星红色彩 这一刻 举世寂静 直播间里 第一视角从星空下移 透过云海 看向蔚蓝的地球 绿意盎然 湛蓝无穷 令人如痴如醉 所有人皆陶醉在这 不曾见过的美景中 一时间忘乎所以 殊不知在众多机要部门 早已是陷入轰动之中 成功了 原造机甲成功上天 成功进入太空 这一日 举世震惊 举世沸腾 第八仗 上门挖人 成功进入太空后 超越者俨然成为了 全球关注的焦点 连带着郑青集团的信息 都被挖了个底朝天 还不等王正驾驶超越者归来 王清一的手机号 已经被破解 海量的电话打了进来 逼得王清一不得不关机把卡 距离超越者升空不过半小时 原本能够容纳5000人的广场 如今足足涌进了近乎20000人 这还是担心发生踩踏事故 将广场封堵之后的结果 往广场外看去 人数何止十万 王正的目的既然已经达到 这场发布会 也就没了开下去的必要 交由王清一简单致辞后 发布会就此落幕 话是这样说不假 可匆匆赶来的人们 哪里肯认 尼玛 这要牛掰得超级机甲 说结束就结束了 问过我们没有 王清一刚回到台下 突然有人跑到跟前 兴奋地说道 王总 有人想要见你 说着便凑到王清一的耳边 小声补充道 听说是中科院的院士 文言 王清一眼瞳猛的一缩 十分意外 中科院院士 对自己来说 这几乎是在生活在天上的人物 远在天边的大人物 竟然会找到自己 这个小企业家的身上 说要见自己 不过一想到自己宝贝儿子的大手笔 心里的底气顿时就足了起来 但丁丁点点头 说道 知道了 带我过去 还不等被人领走 另一边又急匆匆跑来一人 气喘吁吁地说道 王 王董 刚刚上面有人过来 指明说要找您 王清一听着一愣 上面 看着那人紧张的表情 王清一似乎是明白了什么 没有开口 只伸手指了指天上 那人心领神会 胆忙点了点头 见状 王清一忍不住倒吸了口冷气 表情开始变得古怪 直至此刻 王清一终于才意识到 王正究竟是造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渐海市也好 淮海省也好 无非就是个市里 省里的说法 上面来人 能是哪个上面 王清一拍了拍有些发懵的脸 转身冲头一个人说道 你先把那位院士大人招待好 我先去这边一趟 又不等王清一动身 又有人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王董 牛子国女王访华 在接待团的陪同下 说是要参观郑青集团 要您准备一下 王董 好日子 帝国的巴掌们 说要谈一下投资入股事宜 王董 咱们的大股东来了 还带了两个毛子 王董 看着蜂拥而至的众人 王清一左顾右盼 有些硬箍不暇 旋即仰头看天 俩眼翻白 直挺挺躺了过去 你妈 不伺候了 谁也不伺候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 王清一悠悠醒来 发现王正此时 正笑呵呵地坐在床边 暖流从心底划过 这臭小子 还算有点笑心 被王正搀扶着坐起来 刚准备发挥一下 当老子的威严 突然发现 偌大的病房里 居然坐满了人 无一例外 皆是满脸堆笑 笑迷迷地看着自己 王清一作为 郑清集团的董事长 身价数十亿 好歹也算是 见过大场面的人物 可当见到这一屋子的人后 只觉得心跳骤停 汗毛倒数 这种感觉 就好像耗子 被猫盯上了一样 即便这群人的脸上 都流入着明显的善意 却仍然让王清一 感受到了身上 远超常人的气场 艰难地吞了口唾沫 王清一有些发出 下意识地看向王正 王正 这才不紧不慢地站起身 开始挨个 做起介绍 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位是中科院的院士 袁崇真元老 一位不怒自威的华发老者 从沙发上起身 冲王清一含笑抬手 王清一害得咋舌 奈何两腿发软 根本站不起来 只得把眼神移到王正身上 好似要杀人 逆子 逆子啊 堂堂院士主动 跟你老子打招呼 你也不知道 过来扶你老子 站起来回脸 有瘦了 这位 是华国第二军区的 副总指挥 报警东报将军 一位身着军装气场 强大的金汉男子 暴毙于胸 已在墙边 冲王清一点头示意 王清一张了张嘴 彻底摆烂 一定是自己耳朵坏了 一定是 只是这金汉男子 肩上的大惊心 实在太过耀眼 直接就如同钢针一样 扎进了脑袋里 刺得王清一 整个人都晕呼呼 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晕倒 以至于后面王正的介绍 都已经听不进耳朵里 只剩下麻木的点头回礼 直到王正 把一大屋子人都介绍完 王清一还是迷迷糊糊 彻底猛逼 何德何能 我这小老板 何德何能啊 这还没完 王正做事 就要去拉房门 边拉还边说道 外面还有一些人 屋里坐满了几不开 我现在就叫他们进来 唉 等一下 报警东伸手制止王正 咧嘴笑道 就先不急着介绍了吧 外面那些人 不是老外就是做买卖的 都没什么好心眼 说着 还不忘把目光 看向一旁的袁重真 只一眼 两个老油条 默契地组成了同盟战线 外面的那群人 绝大部分的地位 并不比自己差上多少 而且还都是他国 借着访华交好的名头来的 话虽如此 来干什么 都心知肚明 一窝蜂地往济海市跑 真就是装都不装啊 人现在可是在华国 还能真让你们挖跑了不成 报警东不动声色地锁上房门 拖着一把椅子 来到王清一身边坐下 出声问道 王老板 正清集团前不久公布的新产品 军区方面非常感兴趣 此次之所以找到您 还是希望谈一谈双方的合作事宜 另外 报警东扭头看了身后的王正一眼 尝出了一口气 总算是问出了心中疑惑 能不能告诉我 正清的超越者 是出自正清的什么团队之手 研发了几年 投入了多少 理论报告 以及测试数据有多少 一连串的问题 问的王清一有些不知所措 直直无无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些问题 王清一当然没有想过 毕竟是自己这个大专 没毕业的儿子 花了一个星期就造出来的东西 尽管觉得震撼 着实没觉得这么离谱 不着急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的回答 见王清一状态有些不对 报警东赶紧出声安慰 生怕王清一此时出现什么意外 这些东西 对华国乃至事件都非常重要 请王总一定知无不言 王清一张了张嘴 感受着报警东炽热的目光 属实是紧张到了极点 能被将军问话 真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但问题是 这些自己是真的不知道啊 无奈之下 王清一突然伸手 一指身后的王正 如是说道 不瞒将军 正清就是个拖拉机制造工厂 哪里有什么专业团队 听闻这话 报警东跟袁崇真 乃至角落沉默许久的徐树 一同拧起了脸色 都到了这种时候 举世瞩目了 还想着藏 下一刻 王清一的话语传来 这都是家里的列子 一个人瞎琢磨 胡乱倒过出来的 话出 屋里的一众国内顶尖大佬 如遭雷击 奇奇麻木当场 第九章 王正之名 话落的瞬间 屋里的所有人一同起身 几乎同时将视线移到了 充当小透明的王正身上 看着脸上写满无辜茫然的王正 所有人的表情愈发变得古怪起来 这小子 藏得够深的 要知道刚开始的时候 自己这些人找来正清的时候 都是这小子接待的 不论问什么 都是一句 家父身体抱恙 请一部接待听 等家父醒来后 一一解答 结果呢 合着跟出在你小子身上 报警东瞅瞅王清一 又看看王正 越发觉得抓狂 要不要听听 你们在说些什么 瞎琢磨 胡乱倒锅 多少国际顶尖团队 绞尽脑汁 也取不得丝毫进展的超级科技 这能是什么人随随便便 胡乱倒锅出来的 一个人就能实现如此巨大的突破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眼瞅着报警东这个火药桶要炸 袁崇真接过话茬 走到王正进前 伸出手拍了拍王正的肩膀 眼底的喜意 怎么也止不住 这张面孔 确实令自己印象深刻 毕竟昨天的直播中 超越者就是被此子驾驶者 创造了飞入太空的奇迹 王正 袁崇真施以笑意 对王正的身份信息 早已经打听了一清二楚 不错不错 果真是英雄出少年 华国有你们 想不昌盛都难 王正回笑 表现得不卑不亢 袁老谬赞了 如此重大的科研成果 肯定是不能开口就要的 得先搞关系 再套近乎 然后打出感情牌 听说王小友是在济海市上的大学 还真是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老朽在济海市 也碰巧认识些人 像张崇喜 周瑞峰 孙岩 只要小友愿意 老朽可以做个中间人 介绍小友认识 袁崇真把话说得非常随意 就好像在唠家常 但传进王正的耳朵里 就不是那么随意了 张崇喜是自己所读大学的校长 另外两个 周瑞峰跟孙岩 也不是一般人 一个是科研院的院长 一个是科研院高端领域部的主任 袁崇真的意思再明显不过 只要自己点头 中科院去不了 济海市的科研院 还是随随便便就能进的 面对袁崇真的好意 王正直接摇头拒绝 感谢袁老气重 不过学生才疏学浅 还是不叨扰前辈们了 毕竟上个月 我给济海科研所 投过相关的稿子 应该是水平不够 被拒了 出于无奈 才会选择从自家工厂 进行自主研发的 话出口后 袁崇真脸上的笑意凝固 随即转为错愕 竟然有这种事 被无数势力哄抢的大宝贝 其实早在不久前 就被自家下属单位拒绝过 这么优秀的人才不要 想干什么 一想到周瑞峰跟孙岩 因为级别不够 此时正在门外候着 袁崇真有些待不住了 简单到一声失陪 非也似的走出了病房 刚一走出门外 无数双眼睛 齐刷刷的看了过来 袁崇真将这些目光悉数忽略 在人群中一扫 看到了角落里的周瑞峰跟孙岩 周院长 孙主任 跟我过来 袁崇真甩袖副手 也不等两人跟上 独自朝前走去 感受到袁崇真话语中的冷意 周瑞峰跟孙岩的心里咯噔一下 顿时觉得不妙 硬着头皮跟上去后 随袁崇真来到了一处没人的角落 看着面前不明所以的二人 袁崇真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 当即发出质问 二位还真是对华国的科技进步 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请问一下 二位的眼睛是管着撒气的 还是进食的 用不太这事吗 莫名其妙被劈头盖脸一顿骂 两人委屈又不敢反驳 出什么事了吗 出事 袁崇真冷笑一声 刚刚王正告诉我 他上个月往济海科研所投了一篇稿子 因为被剧才会进行自主研发 文言 周瑞峰跟孙岩耳边嗡的一声 懵了 还有这种事 不到啊 还得是孙岩反应快迅速找到了问题所在 连忙回道 袁老 不对啊 上个月我跟周院长都在省里等着参加学术交流会 根本不在济海啊 周瑞峰擦去额头的汗水 火气呼呼的往上梦 杨伟 一定是杨伟 周瑞峰刚准备联系一下杨伟 却听到袁崇真的话传来 如果因为这件事 导致郑青被别人给争取走 你们两个可以引救辞职了 听到这话 周瑞峰直接把手机塞回了口袋 这是严重了 电话肯定说不清 必须回济海当面说 冲孙岩使了个眼色 二人直接小跑着出了疗养院 踏上了回济海的归程 一眼看过去 病房外的十几拨人正翘首以盼 无一例外 军被报警东派人堵在了门外 毕竟郑青的超越者在科研领域 完全可以看作一场历史性的革新 不夸张地讲 一旦进行大批量的生产投用 完全能够推翻过去的军事布局 这项技术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此事虽然轰动 各方势力却还保留了些许理智 没有盲目地去向郑青靠拢 网络极度发达的今天 在依靠各国各界的情报系统 即便华国有意出手封锁 也根本瞒不住郑青的全部信息 迅速外泄 很快 众人发现了问题 就凭郑青目前的技术水平 想要造出超越者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 作为郑青发布会的主持人 跟超越者的驾驶人 王正被掘了出来 结合种种 各国势力很快便分析出 超越者的诞生 与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青年 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时间 王正这个名字传遍了世界 一场围绕争夺王正 而展开的暗中争夺 就此拉开了序幕 继海科研所内 副主任杨伟估摸着周院长 跟孙主任 这两天就该回来了 十分干脆地 推掉了所有的酒局 此时正坐在办公桌前 摆着一副严肃表情 啪啪敲键盘 认真复合着一连串的数据 旁边的实验室里 一众科研人员 哪里还有工作的心思 全都在讨论 超越者升空的事 正讨论着 周瑞丰跟孙严 一前一后冲了进来 看到表情 异常严峻的二人后 众人不由地一愣 这怎么连声招呼都不打 突然就回来了 回来的第一句话 杨伟呢 有人伸手指了指杨伟的办公室 杨主任在办公 办公 孙严气得咬牙切齿 半个屁 说着便冲到杨伟的办公室前 粗暴地踹开了门 第十章 断刀大赛 孙主任 您怎么突然回来了 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我好方便安排人去接啊 杨伟停下敲键盘的动作 起身去迎孙严 顺势又往孙严的身后看去 周院长呢 怎么没看见周院长 孙严回应都懒得回应 直接发出质问 这些天的投稿 你都是怎么处理的 投稿 杨伟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说道 都是些垃圾 全都销毁了 垃圾 孙严简直被气笑了 好一个垃圾 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知不知道 杨伟眨了眨眼 有些哑口 这些天不是烂醉就是补教 发生了什么 还真一概不知 收拾好你的东西 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周瑞峰站在门口 已经听到了二人的全部对话 冷着脸说道 杨伟身子猛的一颤 完全没有意识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等解释 周瑞峰语气加重 直接吼了出来 滚 超越者事件愈吵愈裂 几乎到了脱离控制的程度 华国这几天的外来入境流量 甚至已经超过了 今年以来的入境流量总和 郑青集团的一切 甚至是打扫卫生的阿姨 都成为了各方势力 争相拉拢的对象 以求能够从中找到一些 关于超越者的蛛丝马迹 焦头烂额之际 郑青发布消息 超越者 对外开售 单台售价三千万 限售十台 消息一经发布 全球再度陷入疯狂 原本还在绞尽脑汁 去弄超越者的各项性能数据 结果现在居然对外开售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只要拥有了超越者 就等于掌握了 这台超级机甲的全部数据 一旦破解 实现量产 显直就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最最重要的 售价仅仅才三千万 三千万 连跟现役战机的锚都买不着 居然能换制一台 远超目前科技水平的超越者 太太太马地超值了 世界各国直接下达最高指令 不计一切代价 务必必须一定要把超越者搞到手 奈何狼夺肉手 只能拖关系 拖着拖着 关系越拖越大 以至于一个民营企业的产品发售 逐渐发展到了国与国的交易 其实王正最开始是打算售卖二十台的 奈何有报警东从中使坏 疯狂递打感情牌 没办法只好把其中十台捐出去 供给华国各大军区 以及各科研院做研究之用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王正以一己之力量产了二十台超越者 虽说消息被刻意封锁 仍是无法阻挡地 传进了部分人的耳朵里 至此 王正这个人彻底跟华国质保 画上了等号 尤其是报警东 恨不能吃喝拉撒 都守在王正身边 生怕出现意外 没办法 这小子曾经当着自己的面 用了三天时间 组装了三台超越者 郑啊 要我说还是价要低了 报警东已经开始跟王正称兄道弟 看着已经乱成一团的国际形势 依旧不嫌失大 继续煽风点火 要我说 一台五十个亿 让他们出出血 报警东给出的价格是重肯的 毕竟这十台超越者 必然会有鹰匠跟毛子的名额 依他们的科研水平而言 破解机甲技术只会是时间问题 花五十亿换国内科技水平大跃升 简直不要太划算 毕竟五十亿与他们 每年往科研领域的投入相比 简直是九牛一毛 不过可惜的是 原本还想着能凭借这项技术 拉开华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这样一来 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似乎是听出了报警东话里的遗憾意味 王正瞥了报警东一眼 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 对外开售 又不是限制消费人群 国家出面 就非得卖给国家 个人企业不可以买 听到这话 报警东搜的一下站直了身子 之所以对外开售 就是因为超越者的出现 太过惊世骇俗 话实在不说 还直接导致现有科技的差距断层 就像鹰匠的猛禽战机 虽然是无可争议的强 却也没达到那种 让人见之绝望的地步 可超越者不同 本身的特项性能参数过于超标 跟现在的所有战机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如此先进的技术 如果只有你有 大家都没有 难免会成为众矢之地 怀必其罪的道理 更古有之 届时 联合抵制是小 群起而攻之是大 但是换个角度 我对外售卖了 我分享了 你们买不买得着 抢不抢得到 那我就不管了 对外开售 样子而已 想到这里 报警东思绪一下就通了 没毛病 对外开售不假 可卖给谁 还是正轻说的算啊 毛子国买也好 牛子国买也罢 谁敢保证 到时候华国境内 会不会突然冒出来 好几家非常有实力的民营企业 一口气买走七八台 也不是没可能 我只负责卖 卖给谁无所谓 报警东诧异地看着王正 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 这小子 坏透了 王正如今已经彻底成了 华国的重点关注 兼保护对象 并表示 今后不论有什么要求跟需要 尽管提 强调 任何层面 对一个能让地球科技水平 进步一大截的超级天才 怎么迁就都不会觉得过分 超越者攻授之后 各国都在想法设法抢购 对王正的关注度 也就弱了下来 趁此机会 王正找到了袁崇珍 在表明来意后 着实让袁崇珍感到疑惑 你要参加断刀大赛 所谓的断刀大赛 就是在会场铸造一把 有着本国特色的宝刀 通过各项比试 绝出胜者 虽说华国自古以来的名刀 不在少数 大多也都是世界诸多刀类的佼佼者 可说到底 古代的冶练技术有限 许多当时有名的宝刀 放在今天也就稀疏寻常 只要袁崇珍愿意 现在就可以铸造一把 比越王勾渐渐 还要锋利的刀 能够独自研发出 超越者这种超级技甲的天才 竟然会对一个只有噱头 毫无技术 可言的比赛感兴趣 不过因为这一届断刀大赛 恰好在华国举办 袁崇珍略作迟疑 也就答应了下来 询问参加断刀大赛的缘由时 王正却摇摇头 表示到时就会知道 就是这份神秘感 令袁崇珍心里微微移动 这小子 想倒是想 原本断刀大赛 也算得上是一起国际性的赛事 出席的选手来自世界各地 如果不是最近的热度 都被超越者事件夺走 断刀大赛少说 也能在热度前时霸占一席之地 毕竟刀剑这种东西 向来跟人人向往的江湖挂钩 十分夺人眼球 很大程度上讲 断刀大赛 也是一国科技水平高低的变相展现 第十一章 断刀大赛 兵器大赛 王正来到时 断刀大赛已经举行了有一段时间 出赛基本结束 目前共有十三把刀进入决赛 会场的人数较多 为了避免被人认出 王正还特意带了个笑脸面具 因为袁崇珍出面的缘故 举办方直接把王正放进了决赛 消息已经宣布 顿时引起了其他选手的诸多不满 尤其在看到这个关系户 还带着面具装神秘时 直接破防开骂 王正对此倒是不怎么在意 毕竟关系硬 被人极度也实属正常 闲来无视 便开始转悠着看看 已经进入决赛的作品们 说是断刀大赛 实际上刀剑不分加 划分上并没有特别细致 从出赛的分数排名来看 第一把 尼泊尔库尔卡弯刀 第二把 好日子武士刀 第三把 大马士革刀 第四把 格萨克骑兵刀 第五把 马来克力士剑 也称马来刀 一连看到第六把 王正才终于见到了 出自华国工匠之手的宝刀 龙拳 欣赏完进入决赛的十三把刀后 王正心里不由地升起一抹尸位 都知道华国历史悠久 诞生的名刀不计其数 可在这段刀大赛上 十三把决赛宝刀里华国 虽然有三把刀上榜 名次却都非常靠后 除了排名第六的龙拳外 还有排在第十一的八面汉剑 以及排在第十三的苗刀 反倒是好日子国 地方不大 竟然有两把刀晋级上榜 一把武士刀排名第二 一把大太刀排名第七 一群小巴嘎 此时正围在两把刀前 几里咕噜的 不知道讨论着什么 不远处 华国的众多参赛者 正冲着那群小巴嘎冷笑 瞅瞅那群独子们 笑得真开心 嘴都裂到娘家去了 之所以不满 还是因为武士刀的祖宗 本就是华国的弹横刀 如果不是华国的锻造技术 大多都已经遗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导致诸多宝刀失传 岂能让这群小鬼子 搁着蹦蹦的呢 尽管心有不愤 却也无可奈何 出赛结束 除王正外 共计有十四把刀 成功进入决赛 当一进入决赛 不少人都把目光落在了王正身上 毕竟是跳过出赛 直接晋级的家伙 即便后台帮帮硬 身上肯定得有点过人的东西 让众人失望的是 王正不仅没有拿出自己的参赛作品 反而在会场悠哉悠哉的乱逛 完全没有要比赛的意思 看这模样 铁定是个关系互无疑了 对王正吃笑过后 众人也就不再理会 把注意力全都落到了其他的参赛刀具上 与以往的断刀大赛不同 这一届更改了决赛机制 不再是通过批砍相同的物体 根据损坏程度来判断得分 而是 实战 威则发布后 众人不禁面面相觑 大为不解 实战 怎么实战 都是断刀大师不假 可会断刀不代表会用刀啊 砍瓜切菜还行 你让我砍人 闹出人命怎么办 就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会场中央有一条幕布缓缓升起 幕布下方是一座宽大的八角龙 龙内赫然摆放着两具充满了科技感的机器人 在机器人的手中 分别握着一把入围决赛的刀具 值得一提的是 跟其他动作生硬的机器人不同 这两具机器人的存储库中 陆入了许多功夫大师的动作数据 能够将这些陆入的动作 进行一比一完美复刻 并且 因为是钢铁之躯 由他们所施展的动作 比前者要更强 更快 更猛 也就是说 这两台机器人 完全可以看作 几百家之常的超级武术大师 就在裁判敲响罗生的刹那 两台机器人 由先前的尽力状态猛的一变 以近乎用肉眼看不清的速度 冲向对方 只一瞬间 两道钢铁之躯 悍然冲撞在一起 发出刺耳的铿锵声之鱼 手中长刀顺势挥舞 齐齐朝着对方劈去 又是一道尖锐的响声 两把长刀与半空交集 力道之重 直接建设出大片的火星光点 仿佛下了一场黄白交错的光雨 这两台机器人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动作上行鱼流水 根本没有半点僵硬的样子 挥刀的手块立成 一刀接续一刀 响声更是一声大过一声 火花星点一片接一片的洒落 并且频率还越来越快 根本没有力竭的可能 在众人的眼中 那完全就是一道道模糊的残影 只能听到耳畔不断传来的刀刃对碰声 就在众人看得眼花缭乱的时候 坑坑不绝的刀刃对撞声里 突然传出了一道清脆的断裂声 随即才看到 其中一台机器人手里的长刀硬声崩断 刀刃斜斜着来不及散去的力道 宛如离弦的弓箭一般 洞穿了八角龙尖石的铁网 砰的一声 嵌进了不远处的墙壁中 只留下一个深邃的坑洞 两台机器人也在瞬间停止了动作 快速站回原地 仿佛刚刚的事情从未发生 现场的众人呆呆地看着八角龙的机器人 似乎已经忘记了此行的目的 满脑子都沉浸在刚刚激烈的打斗中 兰德尔裂刀断裂 法尔基刀进击 直到裁判的声音在会场中传彻 众人这才如梦初醒 好像心里的野性被点燃了一般 激动的大喊出声 卧槽 太牛了 这才是真正的断刀大赛啊 煞世间会场沸腾了 这哪是什么断刀大赛啊 这是踏马的兵器大赛 刀剑 本就是为了搏杀才创造出来的兵器 以往的比赛中 无非是劈劈木头砍砍骨头 看上去噱头十足 实际上一点观赏性都没有 即便最后评出个一二三 又能如何 但今天的比赛就不一样了 在这两台机器大师的手里 每一把刀都能发挥出他们真正的威力 真正把它们用到了淋漓尽致 即便输了 能够见证如此精彩的搏斗 那也不需此行了 在看过第一场的比赛后 众人早已是按耐不住内心的兴奋之意 热切地期待着第二场比赛的到来 很快 第二场的刀具送到了机器人的手中 并且 这一场比赛的看点要更足 出赛排名第四的哥萨克骑兵刀 对排名第五的马来克力事件 第十二章 阁下的武士刀固然厉害 可如果我祭出光剑 刀具入手 两台机器人的机械手臂缓缓抬起 双目陡然泛起红光 在众人火热的目光中 机器人迅速朝前方弹射出去 只觉得眼前有残影闪过 紧接着便听到刀兵相碰的脆响传来 令人意外的是 这场被所有人看好的比赛竟结束得出奇快 双方只对拼了几刀 在强横的力道冲击下 两把刀开始在手中聚颤 随即在四箭的火光中 两把刀齐齐断成了两截 第三场大太刀对苗刀 单从外表来看 这两把刀确实是所有刀具中最长的两把 只不过二者的排名差距有些许的大 使得许多人都更加看好大太刀 从而忽略了排名靠后的苗刀 尽管华国在兑现好日子时会有buff加成 但不得不承认 好日子民族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也真舍得下死本 有时为了进步 甚至会不惜任十几个轻跌 所以 巴噶们在这么多年的学习中 断刀技艺也称得上是师承多门 级数家之长 十分不俗 反观华国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今天 曾经独霸世界的脆冷技艺 反而愈发退步 大不如前了 不出意外的 苗刀遗憾落败 妖西 我们好日子国的刀是最强的 大太刀第二 武士刀第一 看着巴噶们得意的神情 华国的参赛选手 无不是握紧了拳头 愤怒之余 第四场比赛也正式开始 大马士革刀对八面罕见 作为上一届断刀大赛的冠军作品 大马士革刀的热度 鼠式刀的出奇 很多人已经基本认定 此次比赛的胜者 会从大马士革刀 跟库尔喀弯刀中角逐 只不过比赛爆冷 八面罕见的韧性 远远超出了预期 竟然显而又显得 战胜了大马士革刀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同样的 武士刀首战 即战胜了出赛分数最高的尼泊尔刀 甚至于隐隐呈现出了 无可抵挡之势 一连三胜 紧接着又击败了 包括龙拳在内的两把刀具 如此一来 华国的三把刀 已经有两把输给了 好日子的八个们 更重要的是 目前还没有绷断的刀 已经所剩无几 并且每把刀的身上 都或多或少 出现了裂痕及缺口 而武士刀明明经历了三战 刀身竟依旧平滑 鲜少看到伤痕 况且 还有一把大太刀 在其后保驾护航 这样看的话 似乎武士刀夺冠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对于其他人而言 胜了便是胜了 这一届的武士刀 确实有着独到之处 但这对于华国人来说 就如同吃饭吃尽了一只苍蝇 除了恶心 还是恶心 毕竟当初卑躬屈膝 来华国求学的是他们 学成之后 趾高气扬来华国 装背的还是他们 这种忘恩负义 吃里扒外 猪狗不如的混账垃圾 真就是看见一点 都觉得脏了眼睛 可对于华国选手来说 能够进行下一战的刀 就只剩下了八面汉剑 先前与大马士革刀的战斗中 八面汉剑的兽创极重 数不清的崩口暂且不提 最严重的 还要数一条 从行口蔓延至剑身的裂痕 仅凭这把剑 似乎也阻挡不了武士刀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几个小八大 竟然还甜不知耻地凑了过来 以鼻孔看人的表情 用别脚地划下与开口 久恩华国的断刀历史悠久 诞生的名刀无数 今日一看 名不副实 实在让人失望 说着 几个八大还发出一阵 肆无忌惮的笑声 你 一名华国选手直接忍不了 刚准备冲上去动手 被身后还留有理智的同伴 死死拽住 有什么好得意的 数宗忘点的东西 竟然还有脸 在你祖宗面前蹦打 华国选手不甘示弱 直接开口怒对 面对辱骂 小八大不以为意 哄笑着指了指 临近崩裂边缘的八面汉剑 说道 我要你们华国的刀 全都碎在我好日子的手里 哼 华国选手冷笑一声 大放厥词 你也配 文言 小八大又是一阵大笑 毫不在意华国选手们 吃人的凶恶眼神 恕我之言 你们的刀不过 徒有虚名罢了 还是我好日子的刀 最厉害 小鬼杂 你马勒戈壁的 真是活腻歪了 华国选手捏紧了拳头 恨不得现在就往那张 丑陋扁平的脸上来上一下 犹豫再三 还是忍了下来 终究是国际型赛事 八嘎们不要脸 华国的威望在外 还是要表现出应有的涵养 咄咄逼人的小八嘎 还在得意着 被人忽略的王正 不知何时来到了两部人的旁边 笑脸面具下 有话语响起 快去打狂犬一秒吧 等发病就来不及了 话令嚣张的八嘎一愣 随即看向王正 用轻蔑的语气开口 我当时多么大的来头 能直接跳过出赛 原来只是个走了后门的华国人 身旁的众多华国人 同样有些意外 深深打亮了王正一眼 不由得眉头皱气 断刀这个行业很小 小到稍有名望的断刀师 都互相认识 熟悉到不能再熟悉 可看着眼前的王正 却极其陌生 完全不曾在同行业中见过 古语有云 不可眼高于顶 低看于人 可眼前此人 分明就是个岌岌无名之人 连龙泉这种华国名刀都败了 又能指望一个外星人做些什么 看这样子 似乎败局已定 只是输给了小八嘎 实在觉得隔音 面对八嘎的讥讽 王正选择一笑置之 我承认 阁下的武士刀确实厉害 话出 一众华国人表情威宁 诧异地看向王正 随即便有木火生气 什么意思 胳膊肘往外拐 还是拐向小八嘎 不等开口质问 王正竟在全场人的注视下 缓缓走进了八角龙 你 你要做什么 小八嘎惊了 错愕地 看着跟机器人肩并肩的王正 失声发问 挑战你们的刀啊 王正如实回道 最初全场哗然 挑战 挑战你上刀啊 上人干什么 对面的机器人 什么水平 又不是没见识过 别说拿刀了 一巴掌也能把你给拍散架了 看着台上 戴着笑脸面具的王正 所有人笃定 是这货的脑子坏了 赶紧给我下来 是不是闹着玩的 台下的华国选手 开始严肃呵斥王正 毕竟对方是个 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人 下手不会有留守的意识 就凭王正的体格 一下得蹬腿 同为华国人 当然是不愿意同胞无故枉死 怎料王正不管不顾 反而冲满脸担忧的 华国人微微汗手 放心 说吧 王正抬头看向 面前手握武士刀的机器人 冲着远处的裁判 轻声说道 请开始 其实 王正的话只说了一半 我承认阁下的武士刀 确实厉害 可如果我祭出光剑 阁下应该怎样应对 第十三章 例子光剑 寄精四座 疯子 你真是疯子 见王正不听劝 那位华国选手气得不行 本就让小八干弄得郁闷 这么一来 火气更甚 索性不再去劝 任由王正找死 裁判目光复杂的 看了空着手的王正一眼 挑战机器人如此离谱的行为 竟也没有出言阻止 因为就在比赛之前 举办方直接找上了门 告诉自己 不论这个戴面具的提什么要求 一定要无条件的满足 不能有任何的疑问 也不需要打任何的请示 想到这 裁判的眼中流露出 对这个戴面具的家伙 浓浓的好奇与敬畏 举办方特许的 能够无视规则的权利 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的后台很硬 甚至硬到了 令自己无法想象的地步 从回忆中回过神 裁判倾咳了一声 镜子忽略掉耳边的抗一声 出言提醒王正 请选手先出示自己的参赛作品 闻言 王正猛的一拍脑门 恍然大悟 对啊 我说 怎么忘了些什么 听到这话 台下众人的表情 变得更加怪异 这特么的也能忘了 众目睽睽中 王正缓缓从怀里 掏出了一根 大约二三十公分长的 铁棒 掏出铁棒的瞬间 众人顿时瞪大了双眼 这特么是刀啊 不说是刀 还以为手电筒呢 更何况 这里是断刀大赛 不是格斗大赛 再者 格斗就格斗 武器好歹 也拿得像样点的吧 铁棒子 还没人家的刀霸长 怎么打 可笑的华国人 赶快滚下来吧 真是丢人现眼 煞时间 虚声一片 此时 一小部分的华国选手 眯了眯眼 察觉到了些许不对劲 这么离谱的事 裁判怎么还裁判台上 做得稳稳当当 完全没有丁点 要阻止的意思 不太对 十分得有十二分的不对 面对众巢 王正无动于衷 只是在铁棒上摸索了一阵后 轻轻打开按扣 弹出了里面的按钮 不会真是个手电筒吧 呦呦呦 断刀大赛造了个手电筒 轰啸声中 王正按下了按钮 只听刷的一声 一道笔直的橙色激光 从铁棒一端击视而出 强大的光源 所散发出的热量 令周围的气温 都在瞬间升高了不少 答 声音仿佛被人用刀切断了一般 会场中嘈杂的笑声 连带激讽一同止住 一时间 全场死记无声 所有人皆是傻傻的 看着王正手里的铁棒 眼睛溜溜圆 下巴垮到了地上 极数型微波带电粒子流 俗称 粒子光剑 这一幕 直接看待了所有人 光剑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芒 直接照在了台下许多人的脸上 照出了他们无比夸张的表情 无比争鸣的嘴脸 至此 王正扭过头 随意瞥了台下瞠目结舌的小八大眼 阁下的武士刀固然很强 可如果我寄出光剑 阁下又该怎样应对 那 那你 小八嘎如梦初醒 被王正手里的光剑 吓得连连倒退了几步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众人总算才明白过来 这乎为什么能直接跳过出赛了 惊恐中 手持武士刀的机器人已经开始行动 身影快如闪电 眨眼间便已来到了王正的面前 以寻常人根本来不及反应的速度 手中的武士刀发出清脆的颤音 奋力朝着王正劈去 完了 见此一幕 台下的众人忍不住惊呼出声 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是啊 手里的兵器再厉害 那也打不过机器人啊 这一刀下去 且不说防不防得住 但凡砍到身上 肯定是一刀两断的下场 有人失望地摇了摇头 似乎是觉得大局已硬 这个家伙 自信过头了 一众小八大的脸上再度浮现出喜色 恨不得现在就看到 王正被一刀劈成两半 哈哈哈哈 武士刀果然是最强的 华国人 向来只会成口舌之力 实际上不堪一击 在夹杂着嘲笑与叹息的混乱声中 机器人挥出的武士刀 距离王正已经不足两尺 强有力的钢器 吹动王正的发烧 引得浑身的衣物都在速速作响 机器人的速度实在太快 根本就不是人类所能做出应对的 就在武士刀即将砍中王正的刹那 王正动作缓慢 才看看将手里的光剑竖起 就是这么个简短的动作 却刚好让光剑停留在自己跟武士刀之间 只听到吃的一声 就好像冰块扔进了废水中 飞蛾扑进了烈火里 众人眼前猛的一花 待到视线恢复后 却看到王正已经被撞飞了出去 狠狠磕在八角龙的铁网上 旋即又重重弹落在地 看着王正的惨状 小八嘎们不由地放声大笑起来 可除了小八嘎外 其他人表情严峻 笑不出半点 照理说 这一刀下去 他会被砍断才对啊 怎么只是到飞出去而言 疑惑中 王正亮呛着站起了身 与此同时 停在原地的机器人的身上 突然有电流火花急射 在一阵剧烈摇晃后 下半身还助力着 上身却开始从腰间划落 带着疯狂流窜的电流 摔落在地上 火花四剑中 机器人手里的武士刀 同样断成了两截 切口光滑平整 与机器人的下场如出一辙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见此一幕 全场顿感诧异 就连上一秒还在狂笑的小八嘎 也好似吃了苍蝇食 脸色胀红 被噎得迟迟说不出话来 所有人都懵了 奈何发生的一切太快太仓促 根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况且 当才明明是机器人主动发起的攻击 力道声势之迅猛 怎么看都不应该是这个结局才对 作弊 是个可恶的华国人作弊 小八嘎们如梦初醒 直接开启指责模式 一定是华国人用了卑鄙手段 不然武士刀不可能断掉 随着小八嘎的开口 其他人也纷纷对这个结果表示质疑 王正默默擦去嘴角的血迹 只觉得握着光剑的手臂酸痛发麻 这机器人的力气真不是盖的 才挨了一下 就觉得浑身气血翻涌 好像没了半条命 随即指了指远处的大屏幕 冲着不断叫嚣的小八嘎说道 不服 不服就看回放啊 第十四章 王正又火了 看着八角龙里的那张笑脸面具 小八嘎们的脸色 就好像生父去世了一样 气急败坏 张牙舞爪 面对嘈杂的议论声 裁判这才从刚刚令人震撼的场景中 回过神来 看向王正的眼神 已经充满了复杂意味 这台机器人 可是从德意国专门定制的 拥有号称全球最先进的 机械骨骼技术 事实也正是如此 如果不是前段时间 莫名其妙跳出来的正清集团 用超级机甲 成功飞入太空 震惊了世界 这台外骨骼机器人 一定会以跨时代的技术 引起全球各国的注意 奈何超越者的技术更超前 时代的跨度更大 导致这台外骨骼机器人的问世 被忽略了 可即便是这样 也依旧无法掩盖 这台机器人的制造技术 远超当前机械水准的事实 但眼前的问题在于 这妖妞逼到乍天的设备 怎么就成两半了 裁判的手心有点冒汉 举办方买这台机器人的时候 可花了老鼻子钱了 报废成这个弊样 不知道还保不保修 最后看一眼 还在冒火星子的机器人 颤颤巍巍的举起手 示意远处的工作人员 开启直播回放 巨大的屏幕墙画面回溯 用了八倍慢放才 终于分解出了八角龙内的全经过 在场的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死死盯着屏幕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在八倍速的慢放下 机器人的速度显得更加恐怖了 甚至于王正眨眼睛的动作 还没有完成 机器人就已经握着武士刀 剑步冲到了王正的面前 然后就看到机器人举起刀 朝着王正的脖梗斜劈过去 在武士刀离着王正的脖梗 只剩下两三尺的距离时 王正才眨完了眼睛 在这种情况下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从心里认定 王正活不了了 小八大们更是重新戴好了嚣张面具 不住地吆喝着 刀都架到脖子上了 怎么可能有还手的机会 肯定是作弊 卑劣的华国人 为了获胜竟然用下三滥的手段 面对小八大的言语攻击 华国选手还不等出演反击 一旁专心看回放的鹰匠选手 率先忍不住了 谢特呀 不 小鬼子闭嘴 一听是鹰匠单叠开口 小八大们顿时就熄了火 老老实实地闭上了嘴 与此同时 画面中的王正举起了手里的光剑 紧接着便是武士刀与光剑对碰在一起 意料中火花四剑的场面并没有出现 而是武士刀直接从光剑的剑身上穿了过去 那道吃的声音再次响起 因为慢放的缘故被拉得很长 Oh my God 让选手直接捂住脑门 表情被震惊填满 看似武士刀从光剑身上穿了过去 实际上是在与光剑对碰的瞬间 武士刀的刀身就已经被光剑给熔断了 随后 机器人的身体也跟着撞了过来 同样穿过了光剑 撞向了王正 一阵细小的电流猛的冒出 开始从机器人的机体内外钻来钻去 王正也在此刻飞了出去 画面到处结束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任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站着不动 把由高精度合金组装而成的机器人 连带一把世界顶级的宝刀一同给切开了 而且 是不费吹灰之力 煞世间 王正手中的那把 还在散发着热流的光剑 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只一瞬间 会场沸腾 所有人都冲上八角龙 围住了王正 两眼放光 直勾勾的盯着王正手里的光剑 激光剑 这简直就是神技 绝地武士进入现实了 华国已经出现这种技术了吗 面对众人发疯式的追捧 只有小八大门还在死撑 无论如何也不愿放弃 明明已经快要到手的冠军 不可能 激光剑怎么可能真的制作出来 没错 粒子流的形状都是不稳定的 以目前的科技手段 根本无法实现激光剑 你这是作弊 见小八大门还不死心 王正从人群中挤到八角龙的边缘 俯身看去 开口问道 我怎么作弊了 你就是作弊 全球最顶尖的科研团队都做不出激光剑 你以为你是谁 文言 王正忍不住笑了 缓缓摘下了笑脸面具 你们怎么知道我不行 看到那张脸的瞬间 所有人都是微微一正 只觉得分外眼熟 下一刻 所有人只觉得一股热流直观天灵 直接把头发都炸了起来 王正 超越者的研发人 王正 所有人更加癫狂了 对光剑的诞生 连半点一亿都没了 开玩笑 连上天的载人机甲都能研发出来 区区一把光剑 不是小儿科 那你 小八大的眼瞳 骤然缩成脉盲 脑袋里轰鸣一片 脸色直接涨成了猪肝色 完蛋了 为了一个狗屁冠军的虚名 把未来科技世界的上帝给得罪了 苍江市的一栋公寓楼内 有药物在身的报警东 难得离开了工作繁重的军区 百无聊赖地躺在藤椅上 惬意地欣赏着落地窗外的美景 正享受着 怀里的卫星电话急促响起 美好时光被打破 报警东美好气地接起电话 特娘的 谁啊 报将军 对面一道威严肃重的声音传来 听到这话 报警东身子猛的一颤 直接从藤椅上跳了起来 下意识地站好军资 就差行李了 领导 请问有什么指示 电话那头的庄严声音缓缓问道 你在干什么 报警东不敢隐瞒 直接出声回复 报告领导 正在奉命保护王正同志的安全 保护 电话那头传来冷笑 那你保护了没有 报警东呼吸一致 一股寒意从脚底伸到脑门 该死 难不成是王正出事了 我 你什么你 电话那头 毫不留情地打断报警东的话语 让你看着他 把他藏好 你看住了没有 藏好了没有 报警东硬着头皮 还想狡辩 反正出不了国 总不能限制人家的人身自由吧 不限制不限制 电话那头一改威严的腔调 直接开骂 报警东 亏你还是个地方军区二把手 我早晚扒了你的这身皮 见领导动怒 报警东吓坏了 还以为王正真出了事 赶紧小声问道 领 领导 是出什么事了吗 出事 电话里的咆哮声加重 恨不得现在就从电话里钻出来 报答报警东一顿 王正在那什么断刀大赛上 掏了把粒子光剑出来 就是电影里拍的那种激光剑 叫你把王正藏起来 这下好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第十五章 超级直男 什么 报警东被这个消息砸的人都有些傻了 怎么才两天时间不见 王正这小子就背着人 搞了不这么大的动作 粒子光剑 真的假的 那不是科幻片里才有的东西吗 如果王正真的被人挖走了 你就给我一个人 躺着炸药包 去炸东京东吧 说吧 电话那头直接无情地挂断了电话 报警东捂着脑袋 再没了享受美好时光的心思 王正啊王正 你可真是我亲大眼 迅速整理好衣装 非也是的冲出了公寓 王正一只手拿笑脸面具 一只手握粒子光剑的照片 广泛传播开来 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大国 本来就在积极寻找王正的踪迹 这边风声刚一漏 那边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息 看着手里偷来的视频资料 又是全球性的轰动 我特 极数带电粒子流 这个王正脑子里 装的都是什么超级理论 上帝 这一定是上帝的旨意 什么上帝的旨意 这明明就是我们大棒子国的最新科技 被那个叫王正的华国人给偷走了 我们要申请专列 大棒子别说了 地球都是你们的 其他国家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 这个王正不是人类 超越着问世才几天 公寿都还没开始 这边就又搞出了个 远超时代科技的粒子光剑 这么高精尖的编辑技术 破解加研发 也是需要时间的 您的创新术是没冷却吗 如此快的更新频率 这是想让别人死啊 本来还寻思 只要把超越者搞来 技术慢慢研究就好 现在看来 还是得把根给弄到手 先前对超越者问世的兴奋与激动 已经荡然无存 只剩下了难以言喻的忧虑跟恐慌 再任由华国发展下去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能看到一座座由红色机甲 组成的机甲方阵 在自己的头顶遮天蔽日 浩浩荡荡地飞向太空 最最恐怖的 对方不光机动性强 还装备了粒子光刀 砍战舰就如同砍瓜 切战机就如同切菜 况且 这才过了几天啊 谁敢保证 华国后续会不会再拿出什么 惊世骇俗的劲爆装备 拿不出来还好 万一拿得出来 其他人就不用完了 一想到这里 所有的科技大国都慌了 不行不行 绝不能坐以待毙 王正 必须把王正给挖过来 给我上漂亮妹妹 一个妹妹不行那就俩 俩不行撒 强度背上去 堆到他不能拒绝 对此还一无所知的王正 总算找到机会 从被众人围堵簇拥的会场 逃了出来 走在路上 裤子口袋里一阵震动 是王轻衣打来电话 接通后 王轻衣无比兴奋的话语传来 儿子 刚刚有家世界及企业跟我联系 说要投资一千五百个亿 一千五百啊 能换三十个正轻了 王正听着 微微皱起眉头 反问道 你答应了 当然没有 王轻衣乐得已经合不拢嘴了 果真就是负品子贵 这两天的投来的合作一项书 少说也有几百分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在国际上 素有名望的大型企业 不过王轻衣心里明白 从正轻拥有超越者的那一天开始 正轻集团就已经不是一家企业 这么简单了 之所以给王正打这个电话 无非是想告诉自家宝贝儿子一件事 正轻 行了 随意聊了几句后 王轻衣又叮嘱了王正一顿 要他时刻注意安全 毕竟现在的王正也算是国际知名人物 仅仅是理论也就罢了 还是为实干发明家 糖衣炮弹还好 怕就怕有人萌生得不到就毁掉的心理 躲在暗处行凶就坏菜了 挂掉电话 看一眼手机上的显示日期 发现正轻定下的公寿日就在明天 还在考虑要不要过去掺货掺货 耳边突然响起一声急促的呼喊 抢劫啊 王正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恰好看到一个浑身包裹岩石的飞车档 手里攥着个Gucci包包 挡着皱短裙的靓丽女子满脸焦急 正朝着自己跑来 直着一眼 令王正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两条笔直白皙的修长眉腿 细而紧致 肉而风盈 配上一双透明的水晶路纸鞋 珠圆玉润的脚趾半遮半眼 这已经不是腿了 简直精美的犹如艺术品一般 仅仅站在那里就开始发光了 因为是抹胸装 使得本就壮观的胸脯 更加显得呼之欲出 加之正在跑动 导致大片大片的白花花 如同浪涛在剧烈翻滚 直接把王正的眼睛给锁定了 特奶奶的 太勾人了 别说是男人 女人也顶不住啊 恍惚间 女人已经从自己身边跑过 乌黑的长发擦过王正脸庞 留下满鼻尖的檀香 很快 飞车挡已经消失在了道路尽头 靓丽女子因为跑得太过仓促 脚下的高跟鞋没有踩稳 整个身子都倾了过去 只听到一声音鸣 靓丽女子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身后的王正因为女子的短裙够短 角度又刚好 只能十分不情愿地欣赏到了无比美妙的一幕 哦 小熊熊 王正乐了 发出痴汗一般的笑 世界还是那么美好 走上前 轻轻扶起了倒地的女子 触碰的瞬间 指尖传来的柔嫩触感 宛如电流涌进了体内 我 我的包被抢走了 女子泪眼朦胧 任由王正搀扶着 颤抖着声音 听上去委屈极了 低头看一眼 两条腿的膝盖处都被擦破了皮 血正在鼓鼓地流着 还能走路吗 王正好心问了一句 女子试探性地走了几步 缓缓摇了摇头 不 不用管我的 我自己坐在这休息一会儿就好 女子低着头 一只手似是有意无意地抓在王正的肩膀处 壮观的胸脯紧紧贴在王正的胸膛 几得王正都不太敢呼吸了 真的没事 王正继续表示关心 女子摇摇头 秋水一般清澈的美眸 扫了王正一眼 俏脸寒春 妩媚至极 谢谢你 女人真 好 还没说出口 王正直接把女人扔到了地上 啊 女子腿上受的伤还没缓过来 又重重地摔了屁股蹲 吃痛中 王正充满埋怨的声音响起 没事你早说啊 耽误我的时间 说吧 果断抛下满脸错愕的靓丽女子 头也不回地离去 两侧的楼顶上 正在进行监视的两人 在见到这一幕后 着实有些始料未及 顿时陷入了猛逼之中 怎么是 如此极品都不为所动 未灭太直了吧 不是太直 就是弯的 眼看着王正走远 靓丽女子的眼神 从娇弱变得冷峻 镜子从地上起身 伸手按了暗钞微型耳机 低声默然道 任务失败 第十六章 暗杀 王正快步走在路上 即便确认身后没有人跟踪 步伐也依旧仓促 不敢有半点的停留 超越者跟粒子光刀的出现 太过于惊世骇俗 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也无可厚非 想法设法 用尽各种手段来策反自己 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这些手段 自己在前世的时候 就已经经历过一遍了 怕就怕 对方会因得不到 而恼羞成怒 做出过激之举 人心险恶 不得不防 是时候 对自己跟老爹身上的电子设备 做一个高规格的加密处理了 临到一个拐角 碰巧跟来找自己的报警东 撞了个满怀 见到王正后 报警东明显松了口气 旋即又冲王正递了个眼神 说道 你小子真是有本事哈 两天没瞅见 你就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知道全球的人都在找你 说着 还不忘冲王正动手动脚 一边摸一边问 东西呢 拿出来看看 什么东西 王正果断打推报警东的咸猪手 报警东瞪了王正一眼 少跟着在这装算 激光剑呢 王正满脸鄙夷的 看着急不可耐的报警东 法治社会 你要我背着 把管制刀具跑来跑去 报警东脸一搭了 语气变冷 别逼我求你 王正无奈的挥了挥手 回去说 回去说 闻言 报警东总算浮现笑语 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正准备往前走 报警东突然伸手拦下了王正 又怎么了 王正扭过头 看向表情莫名变得严肃的报警东 发出疑问 报警东缓缓摇了摇头 默默扭头 看向寂静的街角 语气略沉 你看这条街 话出 王正也跟着愣了一下 环顾周围一眼 终于察觉出了端倪 这条街虽说算不上多么繁华 可两侧都是居民楼 又是下班点 理应不能这么冷清才对 如果不是报警东的提醒 自己还真没注意 走了这么久 竟然连个人影都碰见过 就在王正愣神的功夫 报警东的眼神皱冷 身影暴动 猛地将王正拽到自己身后 同时咆哮出声 小心 几乎是一瞬间 旁边一座庭院的围墙内 突然有两道身影跳了出来 就在二人站立的位置 又有一道身影 从高处急速跃下 鞭腿凌厉 直奔王正而来 也多亏了报警东的反应迅速 拽着王正推到一旁 悬而又悬地躲开了这几鞭腿 鞭腿扑空 重重砸向地面 力道之强 硬是把几块铺地砖 给踢了个粉碎 呵呵呵呵 三道身影呈现包围之势 将王正二人围在中间 音音的笑声不间断地传来 高处跃下那人抖了抖脚腕 眯着眼睛看向报警东 不愧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人 对杀气的感知竟然如此灵敏 报警东没有说话 视线下移 看向那人的脚下 只一脚 踩碎了四块由混凝土浇注的铺地砖 留下了一个算不得浅的坑 坑里碎石遍布 至此 报警东才正是看向那人第一眼 只见这道身影 穿着一件黑色的帽衫 帽子遮在头上 阴影中 脸上有条狭长的疤痕极为明显 直接把整张脸都一分为二 脸上的笑意明显 却仍能清晰地感觉到 其身上不断外涌的血腥气 这股血腥气 对报警东来说倒还好 对于王正来说 闻一下就觉得胃力再不断翻涌了 反观其他两人 除了体型相仿 长相明明没有丁点的相似 可是给王正的感觉 两人就好像融为了一体 难以区分彼此 东哥 能行吗 王正凑到报警东的耳边 轻声问道 闻得此言 报警东往身后斜了一眼 没有说话 特娘的 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东西 遇到危险了 知道喊东哥了 刀疤脸也不急着动手 不紧不慢地看向 被报警东护在身后 整个人都贴在墙边的王正 王先生 实在是冒昧 既然请不走 就只能请您协会了 报警东听后 发出一声冷笑 朝着身前迈出两步 视线从三人的脸上一一掠过 三个畜生 也赶在这放屁 呵呵 刀疤脸阴逸的笑声再度响起 刹那间 其余二人应声而动 动作一致到离谱 齐齐朝着报警东冲去 报警东赶在二人出手之前 再度踏出半步 身形下压 双手悬于腰间 带到二人临近 双手便做拳势 向前轰出 出拳之余 不忘冲着身后低吼一声 跑 听到这话 王正如欲斥令 没有丝毫犹豫 果断朝着一侧跑去 还不等跑出多远 便看到前方有一道曼妙的身影 正扭动着腰肢 缓缓走来 看着那道身影 王正的脸色沉下 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不认识那张脸 却认识胸前的波涛起伏 靓丽女子连不款款 走起路来 同样韵味十足 奈何王正全然没了欣赏的心思 离着老远 靓丽女子便冲着王正迎迎笑道 小朋友 你很不懂得怜香惜玉呢 往后退了几步 扭头看向 已经跟三人缠斗到一起的报警东 开口问道 东哥 再来一个 还能行吗 话音未落 报警东被三人以伤换伤 一拳轰退一人的同时 胸膛也正中一拳 侯奸当即发出一道闷哼 整个人都被权势 打得倒飞出去 重重地撞在围墙上 又亮腔着跌跪在地 你妈 想活命就闭嘴 报警东伸手擦去嘴角的血迹 重新站直了身子 王正从心里默默叹了口气 看着嘴里喷雪墨子的报警东 担心道 东哥 不行就算了 不要勉强啊 报警东没有回应 以冷笑置之 多少年没有跟人动过手 水瓶当真是有些退步了 不过即便如此 那也不是凭几个臭鱼烂虾就能比你 喜欢以伤换伤是吧 那就要看你们四个的血 有没有劳资 一个人的厚了 报警东尘封许久的血性 刚刚被击起 就听到身后传来刷的一声 东哥 不行就上家伙吧 回头一看 一道光柱从王正手里的铁棍中击事出 炽热的光刺的自己两眼生疼 实不相瞒 确实有点不行了 第十七章 指六为九 死了两个 跑了两个 周围包括车站机场 以及各个街道的出入口 都已经封锁 跑不远 郑青集团大楼最顶层 报警东站在落地窗前 对着手机汇报情况 明明是一次性命攸关的危机 报警东脸上不仅没有半点凝重 反而是嘴角的笑意 怎么止也止不住 原因只有一个 那把激光剑 简直不要太好用 听完报警东的汇报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继续说道 这件事非常严重 能悄无声息地疏散一个街区的人 想必对方的渗透工作 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 报警东立即开口 明白 已经在调查了 相信很快就能出结果 话落 电话那头略做沉默 才缓缓说道 做好最坏的打算 必须保证把对方潜伏在这边的人 全部揪出来 非常时期 为了王正的安全着想 不得不加以重视 隔壁房间内 王正仰头躺在沙发上 盯着天花板陷入沉思 经历了一波暗杀 好在总算是有惊无险 但报警东这家伙 似乎有些不对劲 当时面对三个人 都有点捉襟见肘 很快被对方打伤 嘴里哇哇吐血 眼瞅着第四人加入战局 本着小命至上的原则 王正果断启动粒子光剑 递给了报警东 就能清晰的感觉到 这家伙不一样了 后续的战斗完全就是一边倒 并且光剑也没派上多大的用场 甚至是报警东 一只手滴溜着光剑 一只手抗衡四人 其间更是一拳打断了 其中一人的脖梗 令其当场身死 激光剑交给报警东后 再也没说过归还的事 奈何自己欠对方一条小命 也不好意思再张嘴索要 想到这里 王正隐隐明白了什么 到底是酒精杀法的统帅级人物 对敌人狠 对自己更狠 为了把激光剑骗到手 不惜示弱让对方重伤自己 歪头看一眼挂钟 起身整理了一下着装 公社会开始了 郑青集团大楼的一楼 是整层的会客厅 此时的会客厅里已经围满了人 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国 威望企业的商业大鳄 仔细看去的话 也不难从中发现 几位来自军政两界的巨博 如此多的知名人物齐聚一堂 也称得上是一件不得了的大新闻 在众人的攀谈中 王正出现在了二楼的围栏旁 整个会场顿时变得安静下来 齐齐抬头看去 有些无法想象 眼前这个年轻到过分的青年 竟然先后研发出了太空机甲 跟粒子光刀 显然华国对这个青年重视到了极限 人群中遍布着暗哨与眼线 唯恐王正出现意外 众目睽睽下 王正拿起话筒 朗声说道 欢迎诸位历临正亲 各位的时间都很紧张 我们闲话少说 公社会正式开始 话音落下之际 一楼四周的墙壁上浮现出头屏 赫然是那十台准备公寿的超越者 尽管只是投屏 却足以让众人眼神火热了 超越者只有十台 统一定价为三千万 暂不考虑近拍 因为此行的客户较多 为了彰显公平 正亲决定采用最公平的方式 来选择客户 说着 会场中央的升降台缓缓升起 一台塞满了号码球的透明摇奖机 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看到这台摇奖机后 众人当即就明白过来 原来这就是最公平的方式 摇号 各位在入场时都分发了一张号码牌 待会儿会有专人摇动会场中央的摇奖机 滚出的号码球是几号 相对应的号码客户 将成为正亲的合作用户 获得超越者的购买权 这种方式 绝对公平 公正 公开 话出 场内沸腾 双色球一样的摇号机制 必然做不了价 结果倒也让人信服 唯独报警东 乐得笑出了声 好一个公平公正公开 简单介绍过后 工作人员走上升降台 在所有人热切的注视下 用力拉动了摇杆 机器里的号码球开始剧烈滚动起来 滚动中 一颗号码球挤出机器 沿着透明管道 滑到了另一侧的托盘中 随着工作人员拿起那颗号码球 所有人的眼都快要瞪掉了 呼吸急促 望眼欲穿 22号 工作人员高举着号码球 大声喊道 一瞬间 所有人难掩失望神色 直接泄气 独独一人兴奋地大叫起来 连蹦带跳地冲向升降台 是我是我 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幸运 众人并没有多想 只当其是个不知名企业的小老板 查一查这个人的底细 看看能不能从他手里 把超越者买过来 摇杆拉动 一颗接一颗的号码球滑出 14号 我 33号 我的 我的 18号 是我 一连抽出去四台超越者 会场上的众多大佬 有些站不住了 踏马的 尽抽到些小企业 小公司也就罢了 怎么还都是特娘的华国人 运气再好 也不能好成这样吧 甘林娘的 有内幕 有人暗暗攥紧了拳头 气得咬牙切齿 正准备开骂 又是一颗号码球滚落 9号 工作人员喊出号码后 不少人都愣了一下 对摇杆机的真伪性 彻底没了怀疑 因为9号正是鹰匠国的 超级大家族之一 罗德斯尔家族 鹰匠作为地球 唯一的超级大国 科技水平远超其他国家 如果华国真的想 从摇杆机里动手脚 大可把这十台超越者 全都分给那些小国 或者小企业 绝不可能送给鹰匠 又有一颗号码球滚落 6号 文言 一个身材短小的巴嘎 激动地跳了起来 妖西妖西 我第6号滴干活 哈哈哈哈 天皇保佑 我好日子国 终于要崛起了 说吧 直接小跑着 冲向了升降台 还不等小巴嘎靠近 工作人员突然伸手 拦住了巴嘎 然后抬头看向 二楼的王正 疑惑中 王正对着话筒笑迎迎道 实在抱歉 是我们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 导致摇讲机里 出现了两个9号 说着 工作人员 冲小巴嘎甩甩手 把号码球 扔进了身后的垃圾桶 这局不算 我们继续 纳尼 小巴嘎的笑容 凝固在脸上 天堂地狱只在一瞬间 随即就距离力争到 那明明就是6号 确实是6号 有人跟着出声附和 王正笑得眯眯眼 俯身看向楼下的众人 这么说 是我搞错了 语气很轻 却让在场的许多人 没有来打了个寒战 众人毕竟是行业中的佼佼者 没有人是傻子 迅速反应过来 口径变得出其一致 是9号没错 两个9号一模一样的 哪来的6号 6都是尾巴朝上 尾巴朝下就是9 突然成了众矢之地的小巴嘎 脸色铁青 难以置信地看着在场众人 气得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千言万语涌到嘴边 只变成了一句 巴 巴嘎甩 第十八章 又有产品发布会 气到昏死的小巴嘎被人抬了出去 众人之所以改变口风 无非两个原因 一是郑青集团作为公寿会主办方 事与不是肯定都是他们说了算 在人家第一母三分地固执己见 肯定没有好下场 再者 多一个号码 就多一份抽中的希望 连郑青都不想送出这个号码 自己跟着瞎起什么哄 十个号码很快就被抽走 除了鹰匠以外 毛熊 鸡哥国 牛子国 以及洛哥 都成为了此行的幸运 其他人尽管心有不悦 却也不敢公然发作 只好把目光落到其他五家抽中号码 却不隶属于国家的小企业上 不调查还好 调查后的结果 着实让人有些猛逼 这五家企业 轻易色地来自华国 并且注册日期都在两个月以内 最可恶的是 其中一家甚至连名字都懒得起了 居然起了个东哥公司的奇葩名字 不过 暗箱操作这种事实在正常 也在众人的意量之中 毕竟世界五大亨 除了华国 其余四大亨 都已经把超越者捣到了手 即便自己这些国家提出异议 恐怕也没有多大的分量 至于抽到号码球的五人 早已安排人去现场捣鼓超越者了 异常惹得全球关注的公寿会到这里 也算是收尾了 有人兴奋的要死 有人郁闷的要死 没了超越者的诱惑 这里就没了再待下去的意思 正当有人动身准备离场时 二楼的王正突然又对着话筒开始喊话 今天的人比较全 许多行业的大佬巨额都在 刚好郑青有个小消息要公布 网诸位周知 没有抢到号码的几人 心情十分不清爽 根本懒得去听王正的话 自顾自地往外走 但更多人还是愿意卖王正个面子 秉析抬头静听 5月15日 也就是30天以后 郑青会再召开一次新产品发布会 具体产品将在会上展示 嗯 即将卖出会场的几人 突然把脚给收了回来 新产品发布会 没记错的话 郑青上一次产品发布会 还是超越者问世 这么快就又搞发布会 该不会又出什么好东西吧 缩在顶楼看实时直播的报警东 有些待不住了 这么重要的消息 竟然也不告诉自己 这个救命恩人 报警东瞅着画面里的王正 暗暗下了决心 不行 得把这一次的新产品 从王正的嘴里套出来 是前几天的光剑吗 有人在震惊中举手发问 王正果断的摇头 当然不是 粒子光剑 只是郑青的一件小商品 再过几天就计划量产 届时十分欢迎大家 来郑青洽谈购买 会场炸了 粒子光刀是特苗的小商品 有谁见过砸了几千万科研资金 都研制不出来的小商品 划落的瞬间 所有人都变得激动起来 看来这趟郑青之行 即便抢不到超越者 也并非完全没有收获 不得不说 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后边以前就是不一样 第一次召开发布会时 先后跟好几家大型传媒公司签了合同 又在直播间里疯狂买人气 把热度顶上去后 才得到了部分大佬的注意 如今的郑青 仅仅只需要张张嘴 召开发布会的消息 就好像传染一样 迅速地蔓延开来 三哥国的边境处 一对武装到牙齿的百人特种部队 正伏在山崖的一侧 冲着前方落歌的少界所 虎视眈眈 为首的一名大胡子军官 正在做着最后的动员演讲 对方的少界所里有一个连的兵力 人数大概在120左右 尽管人数上比我们多了些 但是对方的火力装备 跟我们三哥国比 差了不是一心半点 作为世界第三的军事大国 临边的这些小国 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 很有必要依附于我们三哥国 所以这第一战 务必要打出我们三哥国的风采 话落 近百人的队伍 齐齐发出嘀吼 喊出了极为一致的口号 先打落歌 再战华夏 抗衡鹰将 立足超级 听着面前的气势恢弘 大胡子军官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抓起挂在胸前的自动步枪 率先冲出了山崖 行动 命令下达的瞬间 近百号的三哥行动训捷 朝着远处的少界所快速逼近 一切过于突然的缘故 少界所外负责警戒的几名守卫 在注意到这边的异常时 已然被对方闯进了攻击距离 不等拉动警报 大胡子军官举起步枪 枪头火舌喷吐 当场将其击倒在地 刺耳的枪声响起 落歌少界所内的驻防士兵 当即心中意警 迅速穿戴好装备冲了出来 几乎同一时刻 三哥部队已经冲破了防线 大批的涌进少界所 无数颗手雷如同咒语一般 无差别地朝着房屋投掷而去 伴随着一片密集的玻璃破碎声 数不清的手雷 燃烧着浓烈的烟雾 滚进了房内 紧接着就是阵阵爆炸的轰鸣 坚实的房屋 直接从内部膨胀开来 旋即猛地炸碎 带起高高卷起的浓烟 朝着四面八方飞溅而去 轰鸣声中 更掺杂着不少的哀嚎 战斗打响不过三分钟 洛哥的驻守部队已损失大半 少界所也已塌陷半数 大胡子军官端着枪 快速地穿梭在狼音四起的战地中 手上还不停地做着手势 示意身后的部队快速展开 尽快诛杀敌军 取得战斗的胜利 洛哥在人数上的优势 此刻已经荡然无存 加之是被偷袭 那些没有受伤的人 直接被吓慌了神 完全没有了反抗的心思 开始如同无头苍蝇一般 胡乱地逃窜 只有少数人 第一时间抄起了武器装备 奋力朝三个部队反击 奈何在人数以及装备的双重差距前 并不是用仇恨与热血就能弥补的 战斗打响的五分钟 越来越多的洛哥在逃跑时被击中 无力地瘫倒在地 痛苦地哀嚎着 直到少界所几乎沦陷时 有人才终于想起暗响了警报 随着洛哥的最后一人 倒在血泊中 战斗宣告结束 看着几乎成为废墟的少界所 在遍地狼烟中 大胡子军官快速集结部队 请点伤亡人数 报告 我方阵亡七人 重伤三人 负伤八人 报告 击毙敌方七十八人 重伤十八人 俘虏三十三人 未发现逃跑人员 一点十分的战损比 大胡子听得十分满意 首战告结 事实证明 我们的军事力量 已经远超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下一步 通知后续部队全面北进 争取在一个月内 占领洛哥全境 豪言一出 众三哥雄心大震 欢呼中 头顶有一道急促的声响掠过 抬头看去时 天空被划出了一条极长的口子 还没搞清楚什么状况 只听到身后轰的一声 仿佛有什么重物坠落一般 惹得大地都在轻微地颤抖 周围狼烟滚滚 视线并不算太好 众多三哥 循着轰声 响起的方向看去 模模糊糊里 一袭看到了一个 浑身闪烁着星红热光泽的巨大物体 第十九章 催哭拉朽 一阵进风刮过 将浓烈的狼烟吹的歪斜 露出了站立在废墟上的红色身影 一座足足有十几米高的钢铁巨人 浑身被太阳光照射的异义生辉 冷峻伟岸 识货的人 第一时间就认出了这座钢铁巨人的来历 是 是华国的超越者 看着眼前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巨大机甲 大胡子军官眼里流露出一丝巨异 华国公开出售超越者的事 在世界各国的热度非常响 从问世开始 所有国家都是将超越者当作战略及武器来提防的 就连售出的十台超越者的归属 跟使用权落在谁手都打探得一清二楚 尽管超越者超级恐怖的综合性能早已是众所周知 但其表现力终究是没有真正的展露过 凡是没有绝对完美 超越者拥有无与伦比的机动性 必然要抛弃掉其他的东西 活力 这么轻盈的机甲 活力方面绝对不会强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超越者的机体平滑光泽 肢体被动能源挤满 胸口又是驾驶室 根本没有能搭载武器的地方 想到这里 大胡子军官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 暗自握紧了手里的威冲 不过是才灵敏了一点的机器罢了 活力之下 众生平等 一百条步枪 外加数不清的手雷火炮 轰也能轰碎你 看着威额处立的高大机甲 大胡子军官缓缓举起手 然后重重落下 口中顺势低喝出声 开火 顷刻间 严阵以待的百条步枪 对着面前的超越者骑射 白亮的枪火 会成一条笔直的光合 朝着前方倾泻而去 无数颗子弹划破当空 撞在超越者的机体外甲上 发出刺耳的尖鸣 由子弹组成的洪流 直接把超越者给淹没了 化作一团巨大的光斑 除了子弹闪烁发出的光 再也看不清超越者的身影 看似绝对优势的战局 却让大胡子军官脸色猛的一变 以前无往不利的迅猛弹羽 在这台机甲面前 仿佛真的成为了脆弱的雨点 撞上机甲的瞬间就被弹开 甚至连钉点痕迹都没能留下 大胡子有那么瞬间觉得 这密集的弹羽 就是一群群汗不畏死的飞蛾 完命地冲向面前新红色的火焰 下场就只有被吞没 经历过无数场熬战的大胡子 头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浑身不可控制地颤抖起来 猴杰滚动着 拼尽全身力气嘶吼道 加 加大火烈 说着便从腰间摘下了两颗手雷 拔掉保险丝后 奋力扔进了枪火洪流中 只听到轰鸣声响彻 大片的浓烟被高高卷起 奔涌的热浪也显现出了形状 朝着四周席卷开来 趁着气流动荡的间隙 大胡子转身看向 处在部队最边缘位置的几人 高声道 炮筒 闻言 那几人的反应极为果断 迅速拽下背后的包裹 扯开后 露出了里面墨绿色的PRG 七火箭筒 扛在尖头 装弹瞄准发射 一气呵成 数发炮弹从半空中 划出一条条白色轨迹 悉数砸进了 还在飘荡的烟尘里 大胡子的目光 依旧死死锁定在烟尘里 心中仍在犹豫不定 这么大的火力 装甲车都能炸翻好几次了 举起手正准备宣布停火 烟尘突然猛地飘摇起来 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风势 那抹星红的身影 镜子冲了出来 机体外壳 不仅没有受到半点伤痕 反而愈加光泽明亮 这一刻 在众多三哥士兵的眼中 这道身影宛若死神降临 十几米的身躯 这哪是机器人 这是一栋楼 一座山 眼看着一座山迎面压来 你会是什么反应 怪 怪物 有三哥吓得大叫不已 端着枪胡乱地扫射起来 大胡子军官额头 早已被汗水不满 下意识地倒退几步 冲着身后 扛着火箭筒的几人喝道 开火 开火 继续压制 几人慌张地扛起火箭筒 装上被弹 还不等扣下扳机 体型庞大的超越者身影 竟如同鬼魅一般 以众人几乎看不清的速度冲来 一脚 就将扛着火箭筒的几人 踩进了废墟中 唯有实战 才能真正领会十几米的钢铁巨人 出现在面前 是多么令人震撼的事情 尤其当对方是自己的敌人时 震撼已经变成了恐慌 无数双眼睛随后才跟了过来 弹雨也顺势倾泻 可惜不仅没有对超越者 造成任何伤害 好几人反而被箭射的榴弹击中 惨叫着摊在了地上 面对密集的弹雨 超越者没有丝毫的反应 抬起又是一脚 脚下散落的 由金刚打造的火箭筒 连同炮弹都被一并踩碎 火药燃烧产生的浓烟弥漫开来 轰的一声 炮弹自超越者的炸响炸响 热浪将就近的树人先飞 在空中翻了几圈后才摔落在地 挣扎了几下后 再没了动静 手持重火力的百人部队 刚刚在十分钟内 以一点十分的战损笔 拿下了洛哥的边界锁 如此精锐 被超越者催枯拉朽 随意踩杀 甚至不需要动手 只需要在高处快速的脉动步子 每一脚落下 就会有人因躲避不及 而生死当场 看着眼前呈现一边倒的局势 大胡子心如刀脚 万念俱灰 原来对付自己这群 自以为精锐的人 根本不需要动用火力 光是凭借这个体型 就能做到无情碾压 退 撤退 三脚两脚就死伤了数十人 所有人再也没有了 刚刚夺取边界锁的喜悦 部队已经彻底崩溃 哪里还有什么战役 全都在漫无目的地逃命 奈何在行动上 人类又怎么会是 这台钢铁巨人的对手 由洛哥驾驶的超越者 根本没有放跑任何一个人的打算 一脚接一脚地践踏着 听着此起彼伏的哀嚎 是要让他们 跟阵亡在此地的洛哥士兵陪葬 绝望中 耳中的无线设备突然有声音响起 我不已赶至边界处 请及时告知方位 闻言 大胡子心中泛起喜色 激动到无以复加 增援 大不对的增援来了 与此同时 脚下的大地在轻微震颤着 远处 一辆辆坚实厚重的坦克 排成整齐的方阵 正朝着这个方向浩浩荡荡的驶来 远远望去 铺天盖地 宛若黑云压境 第二十章 还是催枯拉朽 哈哈哈哈 大胡子军官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 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死亡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面对无法抵挡的敌人 束手无策地死 对于精神的折磨 远超肉体 六点钟方向 敌超越者一台 距离一万八千米 大胡子军官 躲到一处高高隆起的废墟旁 详细汇报着此地的状况 尽管四处都是丘陵 可超越者的体型 确实太过庞大了 离得很远 就被三哥的大部队给注意到 对于这台举世皆知的超级机甲 三哥大部队先是差一骑 竟然能这么快投入战场 旋即便恢复过来 用无线电跟大胡子交流道 火力覆盖已模拟完成 敌机已锁定 请尽快寻找掩体 避免伤亡 文言 大胡子周身不由的意涵 脸色骤然凝固 因为他知道 自己所率的先头部队 被大部队放弃了 六十辆坦克跟重型装甲车 火力覆盖的范围 是极其恐怖的 寻找掩体 都要火力覆盖了 能躲去哪 大胡子扣出耳朵里的通讯设备 扔到脚下狠狠踩碎 看一眼还在疯狂 涂入自己战友的超越者 一抹苦笑浮现在脸上 不过很快 大胡子便恢复过来 拿自己跟百鱼战友的命 换一台超越者 绝对不亏 不出大胡子所料 大部队根本没给自己 寻找掩体的机会 中断通讯的瞬间 只觉得大地震震俱颤 空中爆发出 无数道闷雷一般的轰鸣声 抬头看去 一道道击射着白光的导弹 划破天幕 顶着锥形阴障 朝这里飞来 带到超越者反应过来时 已经有导弹一面 弹头结结实实地 撞在超越者的机体上 强劲的力道 硬是将十几米的超越者 给顶得倒退出去 继而爆裂开来 在一片腾飞的蘑菇云中 火海如龙 咆哮若雷鸣 一发入魂 只是这一发导弹 就直接把就近 数十米方圆的场地 给移为了平地 听着头顶飞绿而来的导弹声 大胡子无所畏惧 临死之前看向火海 原来所谓的超越者 也不是那么无敌 又是一发制导导弹跟来 轰然乍响后 令本就狂躁的火势 更上一层楼 滚烫的气浪 一波接一波地涌来 卷起大片大片的尘土 扬进空中 伴着呼啸的进风 漫天再难看到半点视野 耳畔也只剩下了嗡鸣 再听不见其他声响 第三发导弹紧随而至 就在即将撞进尘烟中时 尘烟深处 突然有一只巨手伸了出来 一把便扼在了导弹的外壳之上 任由导弹尾焰如何迅猛 竟再也前进不了半寸 紧接着 浑身沾满了尘土的超越者 从烟尘中走了出来 一只手捏着还在喷射马赫环的导弹 闪着红色光亮的双目 看向了远处的坦克方阵 其余的导弹 还在行进过程中 第二轮的骑射已然出唐 毫不费力的一捏 手里的导弹当即就扁了下去 连同尾端的火焰也跟着熄灭了 随手将牙虎的导弹抛在地上 在大胡子惊骇无光的注视下 超越者背部有四条钻石形击波射出 湛蓝色的马赫环 晃得人头晕目眩 继而又是一阵尘土高扬 超越者拔地而起 垂直升空 大胡子浑身颤抖着 眼前一黑 直接瘫坐在地 赢不了 在这台超级机甲面前 所有的科技都成了笑话 绝望中 一颗导弹插进了身前不远处的废墟 轰鸣声响起 热浪裹挟着沙尘 将大胡子吞并 警报警报 敌机正在逼近 敌机正在逼近 炮兵装甲银的总指挥 看着周遭不停闪烁的红光 心里乱成了一团 一万八千米的距离 两轮火炮压制 不仅没能摧毁对方 反而还让对方在如此密集的攻击中 不断地向着几方方阵逼近 尽管心里早就对超越者的威名有所耳闻 却也没有料到 竟然离谱到这种程度 这 这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全体锁定目标 不要让它靠近方阵 总指挥在方阵中央的阵地车内 私生力竭地下达着指令 关闭及时通讯的瞬间 阵地车内突然开始剧烈摇晃 不光是人站不稳 就连两侧的电子设备也在抖动 继而全部衰落 怎么回事 总指挥勉强稳住身形 一边发问 一边透过单向窗看向车外 看到外面的一幕后 直接整个人愣在原地 方阵的炮火骑射 并没有成功阻拦住超越者的脚步 甚至于第三轮的火力压制 还没有开始 对方就已经冲进了方阵 随手抓起一辆坦克的炮筒 硬是将足足有几十吨重的坦克 抡动起来 以身体为原型 疾风扫落液一般 将周遭的数量装甲车 悉数掀翻在地 开 开火 总指挥哪里见过如此恐怖的场面 顾不上是否会有误伤的风险 直接下令 对着正在方阵中 横冲直撞的超越者射击 以超越者庞大的体型来说 锁定起来极为容易 可也正是因为如此庞大的体型 对付这二到三米高的坦克 跟装甲车 完全就跟拎小鸡仔一样 甚至根本不给坦克 调转炮筒的机会 凡是炮口有所移动 那台钢铁怪物 就会在第一时间察觉 随即会以无法拦截的速度冲来 一把将履带扯碎的同时 另一只手拽过炮筒 顺势上挑 那由金刚锻造的炮筒 在超越者的手里 直接成了棉棒 被硬生生掰弯 总指挥看得心都要碎了 把装甲银的全部费用算到一起 一年少说 也得有十位数 一台售价才卖三千万的机器人 浑身上下连点火力都没有 竟然打崩了整个装甲银 想到这里 总指挥用颤抖的手 捡起地上的通讯设备 以尽可能平稳的语气 急促喊道 呼叫基地 呼叫基地 三嫂装甲银遭遇袭击 需要增援 急需增援 听着如此迫切的声音 基地方面认为 是装甲银遭遇了洛哥的主力部队 当即回复道 正在确认你不坐标 请告知敌方数量 敌 敌方有敌甲一台 话落后 双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还 还有呢 基地方面的话语有些迟疑 还以为对方没有把话说完 只好开口追问 就一台超越者 请尽快支援 总指挥的声音 已经有些沙哑了 额头的汗水 止不住地往下躺 什么 电话里突然传来一个 庄严的声音 一台机甲 能打乱你整个装甲银 此时的总指挥 哪里还有心思 听领导的斥责 听着车外越来越近的震动声 几乎用咆哮的声音喊道 超越者 是华国的超越者 第21章 轰动 胡乱的抹去 已经开始模糊视线的汗水 心里早已经问候了 领导的家人一万遍 打乱 还真是看得起我 这能叫打乱 这踏码是摧枯拉朽 是单方面碾压呀 超越者 电话对面 明显感到了意外 对于深谙军事领域的人来说 科技水准有高低之分 装备也有优劣之别 差距或许会有 但再大不会大到 无法逾越的程度 量与质 缺一不可 除了众生平等半 想要抗衡整个装甲银 就只能拿另一个装甲银 一台机甲 就想击溃整个装甲银 不可能 即便是鹰匠 也拿不出这样的科技装备 快点增 嘟嘟嘟 在总指挥急切的呼喊中 通讯信号被强行切断 只剩下了一团紊乱的杂音 三哥基地的参谋长三爷 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即下达一号指令 三旧兵团出动 以三扫装甲银野坐标 迅速赶往战场增援 说着 三爷的语气加重 用手指磕了几下桌面 强调道 另外 给我不惜一切代价 把对方的超越者摧毁 绝不能让他回到洛哥国 绝不能 境外人的三旧军团 从基地出动 浩浩荡荡地奔赴战场 而目的只有一个 竟然只是为了留下 对方的一台机甲 因为是机械化部队 三旧兵团的行军速度很快 没用多少时间便赶了过来 来到战场后 三旧兵团的所有人 不禁愣在了原地 陷入久久的失神 距离指令下达 才过了四十分钟 这边的战斗 竟然已经结束了 那可是六十辆装甲车 拆也要拆几天吧 看着眼前遍地的狼藉 所有的坦克跟装甲车 都被拆卸得七零八落 甚至于绝大多数的机体 都已经严重变形扭曲 根本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兵团长从车上下来 周遭静悄悄 静到只有物体焚烧的声音 再听不见钉点人迹 快步来到一辆 几乎被团成球的坦克前 看着如此骇人听闻的杰作 仿佛自己活在梦里 快 寻找伤员 与此同时 基地的指挥官三爷 也在第一时间收到了消息 在听闻装甲营全军覆没后 同样是变了脸色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团灭了整个装甲营 人员装备无疑幸免 久闻超越者性能的恐怖 可也不该恐怖成这样吧 这时 武装直升机从高空获取的地面影像 传输回了基地 偌大的指挥屏幕里 各处都弥漫着狼烟 遍地都是装甲零件 根本找不出一辆完整的机体 等等 三爷仿佛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开始勒令工作人员将画面回调 一片还算干净的空地上 由火焰焚烧的通红的纹路 组成的国际友好手势 清晰地出现在屏幕里 修长的手指竖在那里 宛如一记重锤 砸在了三爷的心头 三爷的胸口 没有来感到一阵憋闷 旋即狂喷鲜血 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鼻挺地躺了过去 败了 惨败 三哥向洛哥宣战的消息 在国际上传播开来 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三哥国经过十几年 侧重于军事力量的大发展 在国际上的地位 开始突飞猛进 实力强大之后 自然就不满足于现在的资源 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 公然发起战争 也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内 作为邻国的洛哥 首当其冲 成为了受害者 毕竟洛哥自身的科技水平并不高 经济方面也不出彩 既研究不出好武器 也买不起先进装备 一旦开战 必定是权限崩溃 可让国际意外的是 三哥在宣布对洛哥开战后 竟再没了其他动作 放下狠话后 直接演气息鼓 彰显国威的实时新闻也没有 长驱直入的浩荡军队 也不见踪影 就仿佛一切没发生过 洛哥还是那个洛哥 向来喜欢挑弄是非的鹰匠 开始冒头 遍及全球各地的卫星 派上了用场 迅速搜集到了当时的战况信息 在公布了些许零散的视频片段后 彻底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地震 原来三哥跟洛哥的首战 竟然输了 而能够让洛哥在巨大的烈士面前 扭转战局 取得胜利的 赫然是从华国购买来的那台超越者 这些片段 第一次向没有买到超越者的国家 彰显出了超越者真正的实力 看着那台新红机甲 在坦克方阵里跳来跳去的恐怖身影 一拳下去 就会有一辆装甲车 干比成铁皮 对那些没能拥有超越者的国家而言 这就是噩梦 将来如果在战场上遭遇 下场岂不是跟三哥一模一样 一时间 国际舆论四起 要求封禁超越者的声音 带过了一切 太可怕了 没有装载任何一种武器 只是凭借强大的动能 就做到了屠杀整座装甲方阵 这要是装备上武器 还叫其他人玩不玩 就在越来越多的声音 对超越者进行声讨时 鹰匠率先站了出来 在舆论满天飞的时刻 发布了声明 对超越者的研究 实现重大突破 一条消息 掐住了不知多少人的脖子 毕竟鹰匠作为地球 唯一的超级大国 不知道是多少人的干爹 当爹的都发话了 做儿子的 还有什么资格叫嚣 鹰匠之后 其他得到超越者的国家 也纷纷站队 全部都站到了华国这一边 之所以力挺 险些成为众矢之地的华国 还是因为超越者 随着对超越者的研究 逐渐深入 四大亨都已经意识到了严重性 看似廉价的超越者 涉及到的科研技术 直接远超当前的时代水准 只要在其中一项上取得进展 获得的回报 将会是百万乃至千万倍 声讨 拥护还来不及 不过话虽如此 超越者的各个方面 跟现有的设备差距太过巨大 想要全部吃透 确实是件耗时耗力的大工程 当初王正独自一人驾驶 超越者飞入太空 看上去轻盈简单 可实际上 诺哥操控超越者奔赴战场时 机舱里一共有16人配合协同 对于获得超越者的四大亨而言 同样如此 每每想到这里 五国的首脑就会忍不住惊叹一声 哦 真是个古老又神秘的国家 恐怖如斯 第二十二章 发布会来了 全球五大亨中 有四位大亨公开力挺超越者的问世 而被声讨的那位 还是大亨本亨 这样一来 其他国家对超越者的抗议声 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看着国际上越发微弱的讨伐声 报警东不止一次的暗叹 王正这小子心机重 将超越者攻授给其余四大亨 果真是有目的 胳膊再硬也拗不过大腿 五大亨的地位在国际上何其重要 只要他们站在一条线上 其他国家根本不值一提 即便联合到一起 也无非是群报成团的蚂蚁 就是把自己累死 也咬不透大象的脚皮 况且 这群蚂蚁里有绝大多数 还需要大象来给他们撑腰 想开以后 也就释然了 毕竟对于五大亨而言 真想冲自己这群蚂蚁下手 多一台少一台超越者 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 而四大亨当然也不会担心 华国一家独大 装备再强再先进 还能强得过众生平等谈不成 没什么事情 是众生平等谈解决不了的 你想霸占蛋糕 那我就先桌子 把地球炸了 看你怎么玩 声势浩大的联合声讨 因为五大亨的集体战队无疾而终 最倒霉的还要数三哥 白白损失了一个装甲营部说 还让世界各国成功见识了 超越者深不可测的恐怖实力 这也使得本该成为世纪重大新闻的三落战争 变成了小插曲 一闪而过 三哥称霸世界的美梦 刚迈出第一步就彻底夭折 紊乱的国际舆论中 一条备受关注的爆炸性新闻愈演愈烈 以蝗虫压境的速度 直接压过了其他全部声音 郑青的第二场新品发布会 来了 华国高层方面肯定知道了些 关于此次郑青新产品的内幕 竟然强行关闭了各个出入境关口 在郑青产品发布会期间 禁止任何人员以任何借口出境入境 突然搞这么一手 打碎了其他国家高层 想要近距离一堵郑青新品的美梦 纷纷直呼 华国此举不地道 为了防敌特 闭关锁国都用上了 要知道 如今的社会环境 是以绝对的全球性贸易为主 作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家 华国每天仅是海关的进出人流亡 少了说都得有一万计 突然全境封锁 只为了保障 此次郑青产品发布会的顺利进行 单论损失 完全是无法估量的 如此大的手笔 竟然只是为了郑青集团的新品发布会 如此看来 这次的郑青新品 其质量绝对不会低于超越者 华国越是有力封锁 其他国家对郑青的关注度就越高 毕竟全世界都已经见识到了超越者的价值 恨不能立马成为超越者的拥趟 用趋之若鹜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只是不知道 下一次的超越者攻售会是什么时候了 对于郑青召开发布会 最开心的还是广新传媒的董事长邝宇 跟其他传媒公司的一次性合作不一样 广新先前跟郑青签订的战略合同 是以长期合作为目的的 如今郑青的热度已然位居全球前列 哪里还需要靠宣传造势 反倒是广新传媒 完全可以借着郑青集团的热度 给自己造一波大事 最重要的是 华国封锁边境之后 外界想要探寻郑青新产品的消息 就只能从新闻宣传下手 作为郑青唯一的战略合作方 国外宣传这么大的蛋糕 竟然只有广新自己吃 除官方以外 独家直播郑青新品发布会 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 利润之丰厚 显示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尤其在得知郑青允许广新开启国外直播后 更是激动到无以复加 一想到这件事 邝宇就兴奋地睡不着觉 精神亢奋到一天到晚 跟自家妩媒娇嫩的小蜜 在办公室里近身搏动 事后 邝宇叼着香烟站在落地窗前 身后的羊毛地毯上 一丝不挂的小蜜脸色潮红如血 浑身微微颤抖着 摊在地上 连根手指头都动不了 身下的羊毛毯 湿得不能再湿 一捏都能出水 时间很快来到发布会的那天 不同于上次简陋的露天广场 这次发布会的现场规格高到离谱 怀虎省会议厅 一个只有招待外宾 以及上级领导 才会开放的场所 会场也并不算太大 仅仅能够容纳八百人 但这一千人 无不是军政商三界中 名声响亮的威望人物 甚至步伐袁崇真这类 在国际上集聚话语权的顶尖科学家 但拎出任何一人 那就是地方相关领域的核心砥柱 与其说是郑青发布会 倒不如说是华国各个领域 元老级人物的超级聚会 会场的最后方 数十台摄影设备严阵以待 旷语则是满脸 严肃地站在角落 目光紧紧落在会场的最前方 过了不知多久 在众人充满期待的注视下 王正缓缓走上台前 煞时间 头顶的无数灯光齐齐照来 使得王正整个人光辉万丈 极为耀眼 旷语猛地转过头 冲着等待已久的众多摄影师 陈生道 开始 数十台摄影设备齐开 国内外的独家直播 也在同一时间开启 开启的瞬间 无数的观众鱼贯而入 直接将热度顶上了巅峰 卧槽 我看到了什么 马花腾 怎么坐在最后一排啊 往前看 肩膀上带麦穗的都才第三排 能入场就不错了 别说了 马屋子都是大佬 直播间的观众们 还在热烈地讨论着 殊不知更多人 已经把目光放在了最前面 被灯光聚焦的王正身上 相比国内 海外频道的议论声 更为激烈 研发出超越者的 竟然是这么年轻的家伙 不愧是神秘的东方古国 人才辈出 我大棒国有确凿的证据 能证明这个王正 其实是我大棒国人 可悲的棒子 只知道飘窃跟抄袭 不不不 你错了 大棒国还知道跪舔干店 王正站在台上 飞快地环视一眼 看着会场中一甩的权重人物 也不想过多耽搁 直接把别人给自己准备的 演说词一丢 开口道 我宣布 正清新品发布会 现在开始 第23章 空间同屏截获装置 对于这一次的发布会 虽说到场的大佬云集 直播间的热度也持续炸裂 但很多人其实对此 还是不怎么抱有希望的 毕竟上一次的发布会布置 虽然简陋 场地却足够的宽敞 看今天这场地 规格虽然高 似乎容纳不了超越者 这样的庞然大悟 在水准方面 应该也碰瓷不了超越者 想到这里 海外诸国的观众 不仅没有感到失望 反而稍稍输了书心 也对 光是超越者 就足够让世界各国 甚至是四大亨寝食难安 后续又出了 把曾被称为 不可能的粒子光剑 如果再拿出个 远超现代科技水平的东西来 其他国家的科研团队 甭管顶级还是一流 都可以原地下岗了 灯光聚集下的王正 在万众瞩目中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 类似于盘子之下的东西 看着王正手里的简朴物品 直播间里出现了 一阵问号刷屏 什么东西 别告诉我 这就是新发明 好像没有镜子的框框啊 什么好像 这就是装镜子的框架 这也配叫发明 那我一天能发明十个 不同于直播间里的嘻嘻哈哈 在王正掏出镜子之下的瞬间 厂下的一众大佬的眼神 顿时变得不一样了 有肉眼可见的火热流露 甚至于不再刻意 保持威严形象 开始焦头接耳的议论起来 混在大佬队里的张局作 更是满脸惋惜 忍不住的摇头 路早了呀 台上 巨大的屏幕墙顺势开启 将王正连同手里的支架 一并放大了数倍 以便能让所有人 都能清晰地观察到每一个细节 王正将支架举到胸前位置 并没有第一时间介绍产品 而是不紧不慢地讲起了故事 相信各位都有过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想换台时 却发现遥控器 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茶几上 反正我是很懒 让我下去拿遥控器 跟要我的命没什么区别 此话一出 逗得现场哄笑声一片 直播间里同样如此 是我本人没错了 人与人的体质 不能相提并论 你们我不清楚 反正只要我一招手 遥控器就能飞到手里来 还需要动手 我动动嘴皮子就行了 喊妈妈是吧 在满场诙谐的气氛下 一辆摆满了物品的小推车 被人推上台 距离王正少说有无名院 王正指了只小推车上的苹果 韩笑问道 再不走过去 不请别人帮忙 不触碰小推车 以及其他物品的前提下 我想吃苹果 怎么办 话出 现场与直播间里 又是一阵激烈的讨论 意念 求佛 我不吃苹果 讨论片刻后 众人得出了一致的答案 吃不着 听完众人的结论 王正扬了扬手里的支架 说道 我倒是有个好方法 说着 王正手里的支架两侧 攀爬出无数细碎的电流 继而向着中心逐渐汇聚 直至成为一个类似于圆盘的流动木体 直播间的弹幕少了下来 全都瞪大了眼睛 去瞅王正手里的支架 只见那道木体黑漆漆 就好像入夜后的黑暗 只能隐隐感觉到水流一般的波动 这是 反正不是镜子 马德 废话 充满科技感的木体 直接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把好奇心悉数勾了出来 王正一只手平举支架 一只手缓缓伸进了漆黑的木体中 令人诧异的是 王正的手穿过薄薄的木体后 竟然离谱地消失了 甚至是整只手连同半条手臂都塞进去后 仍然没有从木体的背部出现 会场开始出现嘈杂声 神秘木体从侧面看 厚度不会超过两公分 即便是伸进一根手指 都会在第一时间从后面露出来 绝对不应该是眼下的这种情况 直播间里的观众们也开始懵了 这是什么科技 没听说过呀 疑惑中 王正开始摸索 这时 有眼见的观众陷入癫狂 好似见鬼了一般 拼命地发起弹幕 卧槽 卧槽 快看小推车 语初 直播间炸电 一只手毫无争照的凭空出现 孤零零地悬在半空 说不出的诡异 然后便见这只手在一只摸索后 轻轻抓在了小推车的苹果上 随即猛地抽手 又凭空消失不见 见此一幕 直播间瞬间寂静下来 小推车上的苹果不见了 会场中 坐在最前排第一张座位上的 滑洒绝朔老人 缓缓起身 直至所有人如同潮水般一次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一致 站立着看向王正 在无数人的迫切注视下 王正将手从木体里抽出 背后的屏幕墙开始放大 给了王正的手一个特写 直一眼 全场连同直播间内一片哗然 苹果 王正将苹果递到嘴边 重重咬了一口 寂静的会场上 清脆的咔嚓声传进了所有人 不 全世界人的耳中 王正笑了 咀嚼着嘴里的果肉 轻声道 甜 短暂的死忌过后 直播间里掀起了弹幕轰炸 我尼玛 我可能是鲁多了 都露出幻觉来了 这 这特么不是科幻片 上帝 一定是上帝的旨意 把想法送给了这个华国的年轻人 雷鸣般的掌声 从会场内响彻 经久不息 不绝于耳 最后方的矿语 忙得焦头烂额 尽管直播间一再进行了区域加固处理 仍是难以承受海量的用户涌入 一度来到了崩溃的边缘 看着一层叠一层 已经彻底将画面覆盖的弹幕 况与耳边全都是钞票到账的声音 正清新产品 空间同屏截获装置 该产品采用空间区间同屏技术 能够将两个不同空间稳定连通 从而实现超远距离传送 跨越 运输等目的 王正手里的支架外表依旧简陋 却在所有人的眼中变得高大上 变得高不可攀 变得触手不及 空间传送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却求之不得的技术 所有的科幻片里 空间传送绝对是毋庸置疑的标配 不同于国内直播间的疯狂 国外的直播间初期的安静 鲜少有弹幕跳出 守在直播间前的诸多外国高层 脸色凝重异常 流露出深深的担忧与恐惧 总算明白 华国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来封锁国境了 这项技术的问世 已经不能用战略级装备来定义了 试问自家严厉防控的绝密重地 被别人当成后花园一般随意进出 所有秘密在别人眼中一览无余 会怎么样 掌握了空间 就等于掌控了世界 这项技术 恐怕要颠覆目前的世界格局 第24章 蓝天门计划 鹰匠的白宫大殿内 在正清的新产品空间截获装置问世后 鹰匠第一时间 召开了最高层次的圆桌会议 一连出现超越者 粒子光刀 空间截获三项跨时代的超级装备 让身为超级大国的鹰匠 感受到了莫大的危机意识 前两项技术 还算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 加大科研力度攻关 假以时日实行量产 完全有可能 可这空间截获技术 听都没听过 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基础 就算能搞到原装置 研究起来也无从下手啊 这么掉的东西 出现的时代还是太早了 有谁能够告诉我 这个王正到底是什么来临 原装会议正中的位置上 现任鹰匠领袖话一顿 正在愤怒地敲着桌子 如同会星般 猛地滑亮星空的华国少年 已经对世界各个强国 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威胁 再不加以遏制 跟华国的差距 就会越来越大 直至望尘莫及 杀 必须杀 一个体毛旺盛的大胡子 猛拍大腿 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个华国少年的威胁太大 我们潜伏在华国的特务不算手 冒着暴露的风险 哪怕全部暴露 能把王正换掉 也是值得的 大胡子的话刚一说完 临坐体型高寿的军装男子 在第一时间开口反驳 王正的价值 全世界的人都看在眼里 华国方面会让陌生人接近他 得手了还好 一旦失败 后果想过没有 十几年的布局 功亏一篑 说着 军装男将双手放在桌上 语气渐冷 依我之见 直接开战 反正跟华国翻脸 是早晚的问题 趁着超越者还没实行量产 先一步把华国灭掉 二人先后发表意见后 圆桌上位列英将 全力巅峰的十二人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华国的成长速度堪称恐怖 放眼三五十年前 还是一半国民都吃不饱肚子的穷苦女王 不知不觉中 竟然已经能跟自己掰掰手腕了 在王正还没出现之前 就曾经有人提议 要对华国进行多方位的打击 以便能够遏制华国的发展 奈何华国的发展 就如雨后春笋一样 怎么拦都拦不住 直到最后 手段进出的英将 似乎只剩下了开战这个办法 可如今的华国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绵羊了 要想开战 从可能会造成的后果与代价来看 似乎很不划算 能赢 必是惨赢无疑 但是 王正的出现 又不得不让众人 重新把开战的想法提上一程 沉默中 坐在最末的 一名枯瘦勾搂的老者 缓缓抬起了手 英将在地球上 确实无敌了太久了 相对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 我们还是太年轻 取得些成就后 心都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突然出现的对手 不见得是件坏事 合作 就很不错 老者不紧不慢地讲着 却让其他人变了脸色 在此之前 这位老人 可是坚定不移的主战派 众人有些不敢相信 这样激进的人 竟然说出了 如此委屈求全的话语 感受到众人诧异的目光 老人神色如常 似乎是早有预料 继续说道 华国有句古话 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所以这些年来 我曾多次深入研究 华国这座 号称拥有过五千年历史的古国 非常奇怪 在他们的国家 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包容感 足足五十六个民族 相处之融洽 简直让人无法想象 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 他们的团结 更令人无法想象 老人轻轻说着 突然笑着摇起了头 当年在北方 我们把失败归咎为天气 归咎为客场作战 就是不肯承认 我们就是输了 给那群华夏人 他们热爱和平不假 却不代表懦弱 与他们为敌 只能用两个字形容 愚蠢 话语落下 圆桌上的人表情各异 或是震惊 或是沉吟 或是愤怒 却没有一人开口反驳 当年号称世界绝对霸主的英将军队 输给了饭都吃不饱的华国军队 丢人吗 不丢人 在他们的心里 有一股远超宗教 远超生命的信仰 又是一阵久久的沉默 就连先前的那两位主战派 也开始权衡起 跟华国开战后的种种可能 就在这时 会议厅的大门被人敲响 话一顿应声后 秘书捧着的平板走了进来 总统阁下 华国方面传来了最新消息 打开平板后 一条关于王正在发布会上讲话的视频 开始播放 视频中 只见王正开口说道 空间截获装置 理论上能够覆盖到卫星讯号 所能涉及的所有地方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的手机有信号 能够拨打电话 空间截获装置就能够覆盖 文言 圆桌上的12人无不变色 卫星讯号所能涉及的所有地方 那不就是全球各地了 这时 王正的表情微微暗淡下来 无不惋惜地继续说道 就目前郑青所掌握的科技而言 空间截获装置 只能做到穿过一条手臂的程度 想要实现人体甚至更大物体的穿越 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进行试验 听到这里 12人的眼神顿时就焕发出了神采 先前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 就是商讨该如何抵制华国锋的这项新技术 结果这项技术还不成熟 暂时造不成任何的危险 众人在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如释重负 查到了 报警东推门走进房间 将一打资料扔到王正面前 先前偷袭你的那几个家伙 都是小鬼子安插在我国的眼线 那天你参加断刀大赛 他们刚好也在 所以才泄露了你的行踪 说完 报警东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摆出个葛优滩的姿势 仰头朝天道 怎么说 上面叫我尊重你的想法 打不打 解解气总归是好的 王正服在桌子上 专心看着图纸 抬头瞥了报警东一眼 没必要 也没意义 文言 报警东失笑 好奇问道 他们害的你命差点都没了 就打算这么接过去了 怎么可能 王正低着头 在图纸上滑来滑去 这不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报警东起身凑过去 正打算撑着脖子看个究竟 王正突然长出了一口气 完成 报警东的视线 刚好在此刻落到图纸上 看过去的瞬间 整个人如遭雷击 直接愣在了原地 只见厚厚一落的图纸 最上面的一张纸上 画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与图标 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歪七扭八的图形与几何 报警东连半个符号都看不懂 却认得图纸的最上方 有三个工整显眼的汉字 南天门 第二十五章 中文说明书 看着眼前的图纸 报警东的脑袋里突然嗡的一下 下意识地抬头看向王正 以极其不可思议的语气 颤声地问道 南 南天门 南天门是古代神话中 天庭的正门入口 能够直通玉皇大帝的灵霄宝殿 故又称 天门惯 但神话终究是因为古代科技水平不够发达 只好把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归咎于神魔 时至今日 科学现象得以解释 这些个神话传说也就成了美谈 被代代传送 所谓的南天门计划 就是华国对未来迈向太空以后 构筑的宏观蓝图 里面涵盖了星际巡航 太空基地等一系列建设于太空中的超时代科技设备 换句话说 这只是华国方面用现代思想虚构的未来科幻世界 也可以理解为对未来科技的一次伟大设想 公布于民众的一句玩笑 毕竟从目前来看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 地球的科技水平最多属于盘山学部的孩童 刚刚踏出晃晃悠悠的第一步 经意不定中 报警东又试着往下翻了几页 越看越心惊 翻页的速度越来越快 手颤抖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直到最后 报警东重新扣上图纸 用两只手死死地按住 草草浏览了一遍 报警东知道图纸中的规划方案 可行 蓝天门计划 有啊 在死人堆里 爬进爬出过无数次 哪怕是生死之间 也没能左右过报警东的情绪 却因为一张图纸彻底破防失态 原本以为超越者就是巅峰 结果出现了空间截获装置 如今对比这张图纸在看 空间截获装置 俨然成了小打小闹 报警东突然扭头看向王正 眼神深处涌现出一抹浓重的金具意味 从能够深入太空的超越者 到空间跳跃 再到南天门 仔细想来 这些远超现代科技的东西 完全可以联系到一起 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整个完善的南天门计划 报警东擦去额头的汗水 一屁股摊坐在椅子上 低着头 似是对王正 似是低声难难 原本我是不信神的 报警东总算问出了心中疑惑 王正 你真的只是个大专生 王正怂怂间 笑道 实不相瞒 其实我来自八千年后的地球 报警东书弟起身 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 实不相瞒 劳资是恶来重生 点为转世 说着便头也不回地朝门外走去 领到门边 报警东抬手指了指桌子上的图纸 开口道 需要多少研发资金 尽管张嘴 一定无条件满足 超越者歼灭三哥 整个装甲营的事迹 已经从国际上传遍 所有国家都充分认识到了 这台机甲的恐怖 有武大亨的战队支持 想要抵制超越者的想法 必然是无法实现了 但眼睁睁看着武大亨越变越强 其他国家自然是不甘心坐以待毙的 到时候武大亨高高在上 哪里还会有其他国家的事 岂不都成了他们的附庸 而拥有了超越者 即便无法比肩武大亨 最起码也有了抗衡的底气 至少也能拉开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 曾经大放一彩的洛哥超越者上 即便超越者的威名 是由这台洛哥超越者打出来的 但相较于武大亨 洛哥的实力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毕竟单论战斗力 洛哥的军事水平 几乎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 三哥之所以败北 在那些真正的军事强国眼中 无非是因为 看似精锐先进的科技化部队 实则是东拼西凑出来的混合型花裤茶 花枝招展五颜六色的 既不挡风又多不住弹 欺负欺负小家伙 所以只要应对好那台超越者 击溃洛哥只是随手而为的事情 于是乎 一场在暗中谋划洛哥超越者的国际行动 悄无声息的台上日程 就在几大强国联合 准备对洛哥下手时 洛哥突然对外公布了一条 令人惊掉下巴的消息 洛方自我研究出了粒子光刀 消息一出 全世界恶然 无不目瞪口呆 一时间舆论四起 粒子光刀 这玩意儿 郑青不是还没进行攻售吗 攻售个毛 你看没看明白 人家是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的毛 造个二极管都费劲的地方 能造出来粒子光刀 人跟人的体质不一样 造不出二极管 不代表造不出粒子光刀 面对无数质疑 洛哥方面还煞有其事的高调宣布 也要召开一场规模浩大的展览会 粒子光刀技术 虽然比不了超越者跟空间截获 却也是一项 目前尚未攻关成功的棘手难题 所以 洛哥的消息已经发布 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人山人海的发布会现场 洛哥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站在台上 正兴致勃勃地展示竹手里的产品 对于洛哥而言 这其实就是一场 对那些心怀鬼胎的家伙们的示威会 只见主讲人不紧不慢地摆弄着手里的器具 随即一阵赤光闪动 柱状的激光凭空出现 对着面前的死猪轻轻一挥 甚至都不能说是挥 仅仅是往死猪上轻轻一放 后世的猪肉连同骨头一并被切成了两段 两旁的工作人员还不忘将猪肉分开 向众人展示光滑的缺口 会场中顿时传来小片的骚动 没有料到洛哥说的竟然都是真的 莫非是在得到超越者后 许多技术成功实现突破 导致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了 不少人皆是心中意警 但对自主研发这件事仍是将信将疑 超越者果真是受用无穷 现在看来抢夺超越者一事 怕是只能往后拖一拖了 不过大多数人也没有太过眼热 正清的粒子光刀攻兽就在这几天 洛哥有的自己也早晚会有 而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洛哥手里的激光柱没有来一阵剧烈闪烁 然后迅速熄灭 在这么多国家的关注下 洛哥显然是有些慌乱 奈何任由自己怎么摆弄 粒子光刀也没能重新启动 很快洛哥的额头上浮现出汗珠 虽说出现了故障 现场却没有人露出清烈色 毕竟粒子光刀这项技术 除了华国跟洛哥 还没有第三个国家能研发出来 百般操作无果 洛哥立即抬头看向一侧 冲着台下招了招手 另一个洛哥小跑着冲上台 递给洛哥一摞说明书 翻开的瞬间 许多眼见的观众 已经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不经大失所望 当场开骂 日内瓦还自主研发呢 说明书都特么中文的 第二十六章 无偿上交 洛哥自主研发粒子光刀 结果说明书全是中文的消息 在国际上不进而走 但洛哥一再强调 此事跟华国无关 而华国方面 也从来没有做出过任何回应 看似闹出来的大笑话 众人却是心知肚明 华国明明做过强调 粒子光刀还没实行量产 不能开启攻兽 至于洛哥为什么能搞来 用屁股想也想得到 洛哥这丝 仗着家里有油田 绑上了华国的这根大粗腿 华国不开口 不代表众人就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说明书吗 这特么是护身符 本身就是五大亨 是为数不多 能跟鹰匠掰手腕的存在 在研制出一系列超级装备后 如今的华国 可谓是金飞锡笔 在气势上甚至隐隐有压过鹰匠的意思 风头一时无两 您跟鹰匠结仇 别和兔子瞪眼 一言不合科技封锁 到时候超越者大军铺天盖地 跨空间几万人几万人往自家腹地送 哭都没地方哭去 一本平平无奇的中文说明书 就已经表明了华国的态度 这个小弟 哥很重业 好了 几个国家的战略战术都已规划完成 就差冲进洛哥家里 把超越者抢过来了 结果对方整了这么一出 搬出一条这么粗的大腿 尽管心有不甘 也只能作罢 没办法 后台太硬 惹不起 几方人心照不宣的事情 挑明了讲的话 只会闹得不愉快 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 肯定是洛哥察觉到 有人对自己虎视眈眈 不得已去找华国求助 作为世界和平代言人 华国当然信奉和平 对于开战这种事 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持反对态度 可洛哥家里 虽说什么都没有 但是架不住钱多 被洛哥一来二去这么一番 不小心掉了些东西 在洛哥家也无可厚费 手握超越者跟粒子光刀 两张王牌的洛哥 也算是在狼群中 彻底挺直了腰杆 站稳了脚跟 鹰匠航空航天局 一个专攻于太空计划 却不局限于太空计划的 超级科研机构 是国际上最具权威的科研部门 同时也是公认的 代表地球最高科技水平的地方 能够在这里工作的人 无一例外 全都是高端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拥有远超地球 九成九人类的头脑 此时的航天局一阵繁忙 华国超级科技的更新频率太快 已经让鹰匠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不得不进一步加大科研力度 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大型厂房内 超越者鼻挺地处理着 周围搭满了铁架 铁架上站满了人 分工明确地 对着超越者的不同地方 做着架构分析 进展怎么样 贵为鹰匠圆桌十二高管之一的大胡子 名为池德夺 拉德夺 拥有鹰匠近乎三成的军队指挥权 属于主张对外扩张的激进派 先前要不惜一切代价干掉王政 就是他的指示 传闻世界一半以上的战争 都有此人在从中作梗 以此来向开战双方兜售武器 从中谋取暴力 没办法 鹰匠的武器太过先进 一方不满 就会挨打 一旁的项目负责人 赶紧向池德夺汇报 动能方面进展不是特别顺利 超越者的是由一台超微型的核能反应堆 来提供能量 初步推断是采用了核能压缩技术 但这种技术 国际上连理论构图都没能成形 理应实现不了才对 文言 池德夺十分不悦地皱起了眉头 实现不了 现在这台装置就摆在你面前 可以随便碰随便摸 我叫你拆了它 然后照样子仿造 这很难 一个造拖拉机的工厂 他们可以造出来 你们这些每年吞掉我几百亿的家伙 居然舔着脸告诉我 实现不了 感受着池德夺杀人的目光 负责人身体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连忙擦去额头的汗水 急促说道 动能方面进展虽然不大 但是在防红外光感 以及矢量推进上 已经实现了突破 能够确保跟现在超越者的机能持平 总算听到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池德夺这才稍稍应了一声 随即扭头 看向身后的护卫 低声说道 发消息出去 就说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超越者的部分性能 用不了多久 就能实现量产 是 护卫没有丝毫的迟疑 果断转身跑了出去 听着池德夺的话 负责人的冷汗早已经把衣服尽透 用不了多久 也真敢夸下海口 但负责人心里清楚 大话虽然是池德夺说的 可后续出现问题 不过却是只能由自己来背 其实对于池德夺来说 华国的突然强大 只是表面 就拿超越者为例 全世界都知道超越者出自华国 而超越者的各项性能太过突出 以至于全球各国在潜意识中 把超越者当成了华国的新型军事装备 可实际上呢 超越者是作为正清公司新产品出世的 是华国的吗 不是 仅仅是正清的 资本家也好 企业家也罢 池德夺对他们的嘴脸太了解不过 对于他们而言 就是利益至上 什么战争 国家发展 通通都是虚化 只有敛财才是真 丹拿英将早些年的大萧条来说 遍地恶嫖死尸 人人食不果腹 衣不蔽体 反观那群资本家 夜夜升格依旧 根本不会管顾其他人的死活 金字塔顶端的人 1%的人 占据了99%的财富 因为手里 捏着极其重要的财力与权势 关系往纵横深邃 可以说是根深蒂鼓 跺跺脚脚 不要说英将 世界都得颤三颤 毕竟英将的圆桌十二高 包括池德夺自己 本身也是藏在暗处的资本家 所以 在池德夺的眼中 人一定是有私心的 拥有超越者 这项超时代技术 那必然要疯狂引资 先用钞票把自己 喂得饱饱的 毫不夸张地讲 单凭超越者 郑青招招手 就能引来一大堆企业 趋之若鹜 摇尾起连 完全可以在一年之内 达成世界首富的成就 手握如此一张王牌 怎么可能轻易 交付给华国 所以说 华国跟鹰匠 对于超越者的研究 其实是处在同一层次的 而华国的科研力量 要比鹰匠低上一些 研发进度上 甚至还会落后不少 之所以散发出消息 就是要让华国恐慌 就是要让他们感受到差距 把华国逼急了以后 说不定就会对郑青下手了 到时候 双方激化矛盾 自己再趁虚而入 完全有把王正 从华国挖过来的可能 想到这里 池德多极为得意地笑了 郑笑着 刚刚跑出去的护卫 又重新跑了回来 不顾跑得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地说道 报告 我方对超越者研究 取得重大突破的消息 已经放出 华国那边也跟着公布了消息 哦 池德多来了兴趣 什么消息 护卫胡乱抹了一把汗水 急声说道 郑青 把超越者全部的技术理论 无偿上交了 沃德发 第27章 噩梦来了 超越者的制造技术上交以后 我们集中对该技术进行了公关 事实证明 超越者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牛 只是被传得神乎其神了 央视频道 战乎局张局作端坐在镜头前 一本正经地对大众解释 大家千万不要被一些恶意舆论迷惑 超越者确实具有较为卓越的性能 可毕竟只是一家民营企业的产品 还远远没有达到战略级装备的地步 更没有达到传闻中能颠覆世界的程度 年轻貌美的女主持 面含微笑 附和道 所以军事方面 是不打算量产超越者的 对吗 张局作笑着点点头 一脸理所当然地说道 当然不量产 产他干什么 不过 再次我还是想说一句 请大家理性吃瓜 不要被不法分子带了节奏 张局作回答得密不透风 滴水不漏 但超越者的事情早都先破了天 这种跌脚的借口 估计很难起到作用 一旁的主持人 还想着追问追问空间 截获装置的消息 突然就感受到镜头后面 一众得罪不起的大佬 吃人一般的怒视 吓得乖乖闭上了嘴 看着镜头前 张局作那张憨厚老实的面孔 网络上早已炸开了锅 要不是局作出来澄清 我就信了 三哥 我用命来证明 不是超越者太调 是我那一个装甲营太拉姐 讲个笑话 一个打60辆重装坦克 性能只是较为卓越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 局作都说进行公关了 下一步怎么走 还猜不出来吗 一句无心之言 让全网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随即才后知后觉 又统一刷起了屏 局作高见啊 局作配想太妙 看着已经压下去的舆论再度轰爆 张局作皮笑若不笑地咧着嘴 突然起身走到了镜头外 拽过一人 在无数弹幕里 翻出那条无心之言 说道 顺着这个IP 给我查查他 看看这小子是不是敌特 他妈的 明明都快哄过去了 这一句话传出来 功亏一篑 华国南海的广袤海域中 五六艘渔船组成的船队正在行驶 想要前往预定的地方去打捞海货 一号渔船的船长走在最前 一边掌控着方向 一边用无线电指挥着其他渔船 眼看就要临近打捞地点 无线电中突然挤进来一条陌生的频道 只听到频道中一股别角的滑下渔船来 华国渔船 你们已经进入我方海域 赶紧给我撤离 文言一旁的大夫怒了 直接自顾自地骂了起来 踏马的 一群猴子 什么叫他们的海域 老子在这片海打了一辈子鱼 还没听说过这是他们的海域 船长更是冷笑一声 连回复都懒得回复 怎料对方竟然不依不饶起来 继续大放厥词 如若再不驶离我方领海 我们将对你方采取强硬措施 重复 赶快离开 再不离开 我方将采取强硬措施 不只是一号船 其他船上也收到了这条讯息 突如其来的莫名状况下 一号船长不紧不慢地拿起无线电装置 冷漠地回到 这里是南海 华国海域 说罢便毫不客气地扣上了无线通讯 冲着身旁正在掌舵的大夫摆了个向前手势 语气沉稳有力 继续前进 五六艘渔船组成一个人字 直接无视越猴子无礼要求 继续向既定海域行进 行驶了还没有几海里 海的近处突然出现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事舰队 宛若黑潮般浩浩荡荡地驶来 离这还很远 别角的滑下雨便透过扩音器传了过来 最后警告一次 你方已进入他国领海 再不驶离 将被视为引战行为 他妈的 没完没了了 看着逐渐逼近的越猴舰队 一号船长眼里的冷意更重 其他船上的海员也是一样 尽管被火力强大的舰船钉上 表情却没有半点距异 反而流露出一抹凶恶 面对这种问题 寸步不能让 给我驶离该海域 越猴的声音加重 直接开始呵斥 反观华国船队上的众人 脸上竟然涌现出了决绝 马德 看点他们狂大 这明明是我们的海 怎么整 社能人 他们上新闻 我们上足博 群情激愤中 眼瞅着越猴军队呈现包围之势 将自己一对弱小的渔船尽数为拢 敌方的大喇叭还在叫嚣着 无数的枪口炮口已经对准 随时准备开火 危机时刻 一号船长猛的一拳砸在操控台上 冲着对讲机大河道 操他马的 给我撞死他们 一声令下 六艘渔船早已是按捺不住 急速朝着面前的军舰驶去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看着不要命般发起冲锋的华国渔船 月猴子也傻眼了 完全没有料到对方会找这么一出 对面一艘渔船才值几个钱 而且还都是新命舰的渔民 自己这边可都是花了大价钱的军舰 还有一群悉心培养的海上精锐 开火 别让他们靠近 吸尘他们 炮弹迅速装膛 冰冷的炮口已然对准了急速驶来的华国渔船 舰队指挥官露出冷笑 看向渔船的眼神仿佛在看一群蝼蚁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刚好没有借口 占领这片海域 偏偏给送上门来了 炮火正欲骑射之际 远处的云海之上 突然传出了尖锐的破空声 紧接着便是一道划过天际的白线 一台高大的超越者突破阴障 俯冲至海面 背后灼热的气浪将海水瞬间蒸发 沿途升腾起大片的雾气 离着老远 已然听到了无比冷漠的话语传来 你方舰队已进入我华国领海 限你一分钟内使力 不然我方将采取强硬措施 是 是超越者 越侯舰队上有人明显变得慌乱起来 三哥被摧毁一整个装甲营的视频场景 还历历在目 怕什么 指挥官愤怒地训斥道 一架超越者而已 我们是舰队 一轮骑射 灭不掉他 话音未落 守在雷达显示前的士兵突然惊叫出声 吓得脸色惨白 颤声报告道 不 不好了 指挥官简直要气炸了 区区一架超越者就吓破了胆 这怎么跟人家斗 刚准备说几句话 壮壮士气 余光却刚好瞥见雷达显示 只见雷达的正中心 一颗红点在急促地闪烁 这个红点就是超越者 而在雷达显示的边缘处 数不清的密集红点 如同雨点一般挤了进来 惊恶中 头顶的破空声一道接一道 好似进入了雷海 轰鸣声不绝于耳 抬头看去 却看到了此生最不愿见到的一幕 天上 黑云压城 仅仅是沿途留下的白线 就会成了一片云海 远在天边的超越者鸡群 犹如蝗虫过境 直接把阳光都遮盖了 若是不知情 还以为天黑了 眼前的壮观景象 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做遮天蔽日 扑通一声 指挥官害得瘫坐在地 与此同时 无线电传来声音 最后警告一次 再不驶离我方领海 我方将采取强硬措施 噩梦 这就是噩梦 第28章 超越者满天飞 全世界炸了 看着密密麻麻满天都是的超越者 无数条湛蓝色的马赫环 在发出轰鸣的同时 更将一大片海水 灼烧成蒸汽 引得整片海域 都呈现雾蒙蒙的状态 好似人间仙境 可越后的舰队指挥官 已经无心欣赏美景 只觉得身临地狱 呼吸骤停 数不清的巨大人形机甲 铺天盖地 悬在半空 犹如一团厚重的黑云 直接把天空都给挡了起来 昏暗的视野中 一道道明亮的马赫环 喷勃着焰火 照耀的新红色的巨大机体 若隐若现 这一幕照理说 只会出现在科幻片里才对 不得不说 比见了鬼还刺激 明明上午才发了公道 说什么超越者性能一般 不会量产 那你告诉我 这满天都是什么 撒谎 竟然甜不知识的 撒国际大谎 最可恶的是 自己还信了 指挥官强装镇定 低声安慰起舰队的士兵 大家不要怕 超越者并不是无敌的 他们无法装带火力输出 只要我们想跑 他们肯定灭不了我们全部 指挥官的话 虽然铿枪有力 质地有声 却让身后的一众猴哥 久久无言 你奶奶的 这叫什么话 灭不了我们全部 这是古武士气该说的话吗 越猴舰队的士气 全线崩溃 不少人已经下的战 都站不住了 可指挥官却迟迟不肯 下达撤退的命令 倒不是有把握 能跟对方碰一碰 而是觉得 如果现在就退的话 实在有损大跃后的国威 华国几艘打鱼的渔船 都敢跟自己硬碰硬 说撞过来就撞过来 换成自己 被恐吓两句 就乖乖离开 岂不成了笑话 欺软怕硬的名头坐实 以后在国际上 还怎么抬得了头 指挥官暗暗握紧了拳头 对身后众人的哀求 置若罔闻 只想着再拖一段时间 拖到能带着些许脸面回去 之所以 胆这么做 还是因为 指挥官拿准了华国的品性 你不是号称 和平大使吗 不是扬言 绝不优先挑起战争吗 我不动手 你就不可以动手 这可都是你说的 你方 退是不退 眼见越侯舰队无动于衷 满天悬停的超越者 对其发出了最后通牒 指挥官咬紧牙关 思量再三 还是没有下达撤退命令 再僵持十分钟 就十分钟 一架超越者背后的马赫环 突然一阵闪灭 紧接着便彻底熄灭 失去动力后 庞大的机体 顺势从高空跌落下来 而在其身下 赫然是一艘越侯的驱逐舰 双方本来还在严肃地对峙 任谁也不会想到 这超越者飞得好好的 会突然掉下来 最倒霉的 还要数越侯的那艘驱逐舰 根本来不及避让 被超越者结结实实地砸中 一尊几万吨的庞然大物 从几十米的高空坠落 产生的冲击力 丝毫不会亚于巡航炮弹 煞事间 火光冲天 越侯驱逐舰 直接被超越者砸爆了动能士 连同弹药库也遭受波及 只见偌大的蘑菇云冲天起 一股澎湃的能量 从驱逐舰的内部迸发 瞬间就把整艘驱逐舰撕碎 见此一幕 所有人无不经恶骇然 怎么是 这算什么 自杀是袭击 还不等越侯大军缓过神 在熊熊火海中 那本该失去动力的超越者 竟然晃晃悠悠地飞了出来 看那浑身光滑的机身 哪里有半点故障的样子 然后就重新躲进了满天机群中 再也找不见 很快 越侯的指挥官反应了过来 看着还在剧烈燃烧 已经没了拯救可能的驱逐舰 目自欲裂 怒火中烧 狗屁的自杀式袭击 这就是故意的 怒火声腾中 华国的无线通讯传来声音 抱歉 因为这些机甲都还在试验阶段 飞行产生不稳定 实属正常 对你方造成的损失 深表歉意 尼玛 越侯指挥官气到发抖 正准备开骂 突然瞧见 头顶又有数十架超越者的背后 开始闪烁 瞳孔猛的一缩 大感不妙 这尼玛要是都掉下来 还不得把舰队给砸平了 想到这里 指挥官哪里还敢耽搁 当即大手一挥 喊道 撤离 快撤离 南海事件发生后 越侯方率先对华国的行为 进行了猛烈抨击 弄清楚前因后果以后 华国的人们果断进行言语反击 我们在自家海域打鱼 你们无理取闹 还有脸还讨说法 越侯子说 咱们的渔船跑到他们的临海捕鱼 本来还想骂他们 一看海域地图 我脸红了 哈哈哈哈 本来就是我们的 脸红什么 越侯老表确实可怜 在家门口打个鱼 都算出国 就那么点海 养什么舰队啊 越侯自知理亏 索性不从原油上下手 果断从其他方面开喷 首当其冲 便是华国方部遵守规定 明明说好的 不对超越者进行量产 结果呢 得到超越者制造技术 这才几天 撑个场面 就密密麻麻出动了几百架 其次 轰然在海域击沉他国船只 造成了巨大损失 以及惨烈的人员伤亡 随着越侯发声 国际舆论变得汹涌起来 尤其是当越侯晒出了一张 无数超越者满天飞的抓拍照片时 全世界都不淡定了 你不说这是超越者 我还以为候鸟群迁徙呢 这 这得多少啊 怕不是把海都给填满了 眼瞅着舆论愈演愈烈 华国方面不得不派人进行公开声明 果不其然 还是憨厚老师的张举作 首先 我们对越侯方面造成的损失 深表歉意 由于我方制造的超越者 大多是低裂品 电脑系统时常失控 驾驶员的操作水平也非常一般 这才使得超越者发生坠落事件 从而不慎导致了越侯舰船的沉毁 本着人道主义 我方超越者的驾驶员 曾在坠落后 尝试着搭救对方的落水人员 只是缺乏相关训练 未能成功救起一人 这也使得对方巡航舰 二百五十人全部牺牲 鉴于发生性质如此恶劣的事故 我方一定对事件相关者进行严惩 还对方一个公道 第二十九章 急了 鹰匠急了 张举作一脸的痛心疾首 言语间无不是对此次事件的惋惜 而越侯高层在看到这条新闻后 气得口吐白沫 满腔悲愤无处宣泄 直接昏死过去 临婚死之前 还不忘指着电视里的张举作 用尽全身的力气 痛骂一声 你 放 屁 解释完南海事件后 张举作把重点放到了第二件事情上 也就是最受全球关注和质疑的超越者量产事件 毕竟当初还是张举作信誓旦旦的表示 不会量产超越者 结果上午刚发完事 下午就遭雷劈了 不光量产 还踏马产了一大堆 在其他国家眼中 华国的公信力已经大打折扣 低到不能再低 头摸摸发大财 任谁也受不了啊 你这么干 以后别人叫都睡不着了 这边还跟你乐呵呵呢 转头一大群超越者跟被捅了窝的马峰似的 直接把家给抄了 吓人不 太尼玛 吓人了 所以不管华国方面再做什么解释 一定不会再信了 毕竟那一大群的超越者 就是摆在眼前的铁证 所有人目光阴逸 看着一本正经的张举作 心中冷笑不已 编 我看你怎么编 总不能说那都是特效 至于超越者的量产 这单纯的是个误会 是部分国家对我们的恶意揣摩 此话一出 全网炸了 误会 亏你说得出口 超越者都满天飞了 你告诉我 这是个误会 这再不揣摩揣摩 你奶奶的 怕不是已经称霸世界了 大家所看到的那些超越者 其实都是在研发成功之前 制作出来的残次品 以及失败品 因为要统一送去销毁 数量又有点多 运送起来十分不便 所以才会出现 所谓的超越者满天飞 也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 因为全都是残次品 就连飞行时都会出现故障 性能十分不稳定 从而导致坠海事件 听完张举作的解释 所有人的心里 只有一个形容 一派胡言 纯纯放屁 残次品 从几十米的高空跌落 把一艘万吨量级 能抗几十发炮弹的巡航舰 给砸成了渣渣 然后又在剧烈碰撞产生的火海中 完好无损地飞了出来 你管这叫残次品 原本还在为研究超越者实现突破 而沾沾自喜的鹰匠 自认为进度上赶超了华国 在看到月侯方面发布的照片后 彻底炸锅 尤其是作为超越者研究工程 总负责人的池德多 梦中惊作起 连当天的进度汇报都不听了 直奔白宫而去 开会 必须开会 白宫大殿历史上 首次在两天内连续召开圆桌会议 会议内容也是前所未有的雷同 全部都是针对华国展开 开战 必须开战 不能惯着 池德多拉德多坑坑地敲着桌子 语气充满了不容反驳的意味 残次品失败品这种鸟话 是绝对不能当真的 高手军官同样是一改往日口风 对池德多的话表示双手赞同 我同意 最少也要干掉那个王正 画一顿脸色沉宁 想法跟池德多他们不约而同 这个王正 真的不能再留了 十二位阴将高层 同意开战的票数已经超过了一半 尽管如此 所有人还是将目光投向了 坐在圆桌最末位的勾楼老者身上 只见那位资历最深 也是唯一与华国真正交过手的勾楼老人 用手指缓缓扣了几下桌面 略作成瘾 轻声道 打 必须打 只能打 好 画一顿敲定重锤 开始发表最终言论 既然诸位意见一致 这件事就定下了 说着 画一顿站起身 表情罕见地流露出一丝凝重 以极其严肃的语气 缓缓说道 今日起 鹰将对华国断绝一切往来 正式向华国宣战 一语出 圆桌旁的十一人一起起身 神情各不相同 作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国家 对综合国力威力世界第二的大国宣战 这将会是世纪以来最轰动的消息 其影响力 绝不亚于前两次的世界大战 SSS级的绝密文件 很快便拟定完成 就在将要下发到各大军区时 又有一道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看着小跑进来的秘书 画一顿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上一次圆桌会议的时候 也是因为 秘书突然冲进来汇报情况 从而打消了鹰将对华国宣战的念头 这次的工作汇报 总不可能再是关于华国的了吧 就算是 这仗也打定了 想到这里 画一顿冲秘书挥了挥手 是一起可以开始汇报 秘书熟练地打开投屏 如实说道 华国方面刚刚传来消息 外太空轨道系统取得重要突破 凡是与华国有建交的国家 可以无偿提供技术 以及理论数据的共享 说着 秘书快速敲击了几下键盘 一段简短的公布视频 出现在众人眼前 发言人正是华国最高科研机构 华研院的资深院士袁崇珍 只听袁崇珍用他温存身后的嗓音 缓缓说道 外太空轨道系统 进一步加大了我们对宇宙的探索力度 一旦投入运行 就意味着 我们将正式与空间站融为一体 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太空 进入太空 甚至是生活在太空 听着袁崇珍铿锵有力的话语 围在圆桌周围的十二人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一阵失神 忽然间 池德多从视频的角落 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伸手指去的同时 不忘疑惑出声 那是 王正 文言 所有人纷纷朝着池德多手指的方向看去 果不其然 在视频里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 王正躲在一众科研界大佬的后面 低着脑袋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看到这儿 十二位音将高层脸上的错恶神色更重 面面相去一眼 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撼 这个王正 到底是不是地球人 一出手 就是王炸 十二人同时陷入了沉默 不知过了多久 有人抬了抬手 假意咳了几句 试探性地问道 像华国宣战这件事 是不是得往后拖一拖了 话出 众人又是一阵沉默 迈入了两难境地 不说别的 单单这个外太空轨道系统的理论数据 跟相关技术无偿共享 就是一笔后期利润无可估量的好处 只是刚刚才一致通过的议题 突然就临时变卦 是不是显得我们这个鹰匠最高层的会议 有点不那么正规了 一次也就罢了 这可是第二次了 传出去 危言何在 众人还在纠结的时候 画一个默默将你好的SSS及绝密文件 拖进了垃圾箱 第三十章 太空电梯 又名通天塔 呵呵呵呵呵呵 画一顿捧着刚打印出来的文件 笑得合不拢嘴 手里的文件赫然是华国刚刚对外公布的 关于外太空轨道系统的理论数据 最重要的一点 这些数据经过航天局的测试后 发现完全具备可行性 如此一来 地球人进驻太空 在太空中建立新地球的梦想 已经不再遥远 画一顿一边咧着大嘴嘎嘎乐 一边端起桌上的稀释咖啡炫了几口 彻底把敌对华国的计划抛之脑后 正笑着 画一顿像是想到了什么 表情一宁 看着手里的文件陷入沉思 照理来说 这妖牛逼的数据 肯定是要独享的 如此大方的全球共享 实在是不对头 联想到前不久的南海滑跃冲突事件 一切就变得清晰明了 超越者满天飞 太过于惊世骇俗 闹出的动静太大 以至于全球都在出言声讨华国 这种被动局面下 华国不拿点好处出来 不足以平息民愤 不得不说 这个好处 全球没有哪个国家会拒绝 但华国方面也不傻 平白无故拿出一件 能推动地球发展的大宝贝 无限缩进了国家差距的同时 一定得留有后手 没猜错的话 华国能共享这篇理论数据 就说明他们的研究 已经成功跨过了这一步 任由华国这样发展下去 不出十年 鹰将的世界霸主地位 怕是要拱手让人了 想到这里 画一顿有些细思恐急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看来 为了能继续巩固鹰将的霸主之位 对华国的抵制行动迫在眉睫了 思量再三后 画一顿还是抓起了 桌子上的房间听电话 拨通之后 电话那头传来一道苍老的声音 总统大人 又有什么事 这个声音的主人 正是圆桌会议上 坐在最末的沟楼老者 画一顿略微组织了一下语言 缓缓说道 池德耿夺先生 我想适时后 再召开一次圆桌会议了 话出 电话那头陷入沉默 许久后 对面暴跳如雷 毫不客气地对画一顿开骂 尊敬的总统大人 我想请问一下 您的脑袋是被门夹到了吗 半年一次的圆桌会议 怎么到您这里 变成一周三次了 您当我们这群人是什么 游手好闲的富二代吗 开会 开你麻痹 说吧 根本不给画一顿反驳的机会 石德耿夺直接挂断了电话 独留下画一顿举着电话 嘴巴微张 满脸的怀疑人声 其实 事实也正如画一顿所料 华国对于外太空轨道系统的研究 早就进入了收尾阶段 至于是何时进行的 其实在王正跟袁崇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二人就已经开始着手 筹备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了 毕竟王正虽然手握技术跟理论 可资源匮乏 面对这种大工程量的项目 仅凭自己还是无法做到的 三个月时间 外太空轨道系统 从计划提出到完善 再到建成 堪称神迹 华国西北大漠 深入地下五百米的地方 是一处被全面封锁的绝密基地 此时的基地中 几百名隐姓埋名 投身科研计划的科学家 正面卢狂喜 激动得满脸泪痕 眼前 一座百米高的运载火箭 静静处立 体型超过了世界历史上 任何一架运载火箭 堪称历史之最 不仅如此 这座运载火箭所承载的 乃是华国迈向科技星星之路的里程碑 只要进入太空 就意味着成功与太空链接 为日后往返地球与太空之间 提供无尽便利 太空电梯 又称 通天塔 而今天 就是这座运载火箭 开火升空的日子 不只是基地中一片忙碌 远在华国帝都的众多高层 也在紧张地关注着这边的状况 纵使是常年处在国际科研前列 拥有无数顶尖项目研发经验的袁崇珍 也忍不住手心发汗 紧张不已 站在袁崇珍身边的 便是王正 那张略带稚嫩的脸庞 跟这群宝金岁月洗礼的面孔凑在一起 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此时的王正表情认真 正在仔细演算着一系列的数据 胸前佩戴着一枚还算精美的胸章 最后的人看见绝必会惊掉眼球跟下巴 这枚胸章确实不是什么奢侈品 却相当于一件证明 只因这枚胸章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名誉院士勋章 这小子才多大 不到二十岁的年纪 华科院名誉院士 前无古人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也后无来者了 验算完毕 王正如是重负的出了口气 按下实时通讯设备 大声说道 请个小组汇报当前运行进度 故障排查已完成 推进系统运行正常 姿态调整已完成 行进方向已较准 燃料加注完成 氧气加注完成 仪表检查已完成 性能预演测算已完成 汇报完成 王正紧紧盯着面前的显示屏 一只手轻放在了面前的红色按钮上 在无数人期待的目光中 重重按下的同时 开口汇报最后一步工作进展 发动机启动 点火完成 如同高山一般的运载火箭下端 巨大的火焰喷波而出 镜子将底部深邃的水池烘干大半 大量的蒸汽沸腾弥漫开来 直接把整座地下基地都给充斥起来 从地上俯身看去 只见平静的大漠突然剧烈震动起来 紧接着凭空出现一道深坑 周围的流沙疯狂地向着那道深坑倒灌而去 随着流沙倒灌的规模越来越大 深坑也变得越来越大 最后直接化作直径几百米的恐怖漩涡 对着周围的沙石惊犀牛蚁 尘土飞扬中 一股炽热的蒸汽从地下涌了上来 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庞大的火箭头率先从地下冲出 宛若东升的蓄日撕破地平线 巨大的火焰激流迸发出无穷能量 将近百米高的运载火箭推上天空 眨眼间变化为一道白色的光芒 滑破天际 扶摇而上 直冲云霄 各项性能指标正常 速度9马赫 助推器动能正常 程序转弯已完成 抛逃一塔 助推器分离已完成 火箭一级二级分离 整流罩分离 船舰已分离 太空电梯正在入轨 入轨完成 正在捕获地球信息 听着实时更新的飞行数据 在看显示屏上不断更迭的闪烁光点 所有人的心几乎都来到了嗓子眼 大气都不敢喘 不少人更是紧张地握紧了拳头 就连指甲刺破了手掌 也浑然不知 满场严峻的气氛下 工作人员急声道 建立轨道运行姿态 成功并入既定轨道 太空轨道系统已完成 一阵急过一阵的汇报声中 突然有一道声音 激动到颤抖 几乎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嘶吼着喊出声来 太空电梯 一炼接 刹那间的死机过后 狂欢一般的咆哮声 混合着大笑奇奇爆发 整座基地连同远在帝都的指挥部 全部陷入癫狂的喜悦中 通天塔 成功 第31章 超距跨越 上 连续不断的欢呼声中 王正的表情依旧严肃 作为一件能够载入史册的大事 不得不提起十二分的精力来认真对待 不过对王正而言 留不留明倒是次要 在前世 地球能够大规模派人进驻太空 正是跨入星际文明 还是公元3500年之后的事 是自己的到来 让这个时间节点提前了1000年 但这对于地球未来将要面对 甚至是即将面对的外星文明 是完全不够看的 王正心中的规划 远之又远 既然重生一次 上辈子没能完成的维度曲线跳跃理论 这一事一定要完成 可维度跳跃这一理论 乃是宇宙无数顶尖文明 须知若物的东西 一旦问世 必将遭到广泛关注 连8000年后的地球都抵挡不住 更不用说现在的地球了 王正暗暗握紧了拳头 地球覆灭的场景依旧清晰 历历在目 心中早已立下誓约 这一事 绝不能再成为其他文明手中 任人宰割的羔羊 怀避其罪的下场 绝不会再次发生 太空电梯成功并轨 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步骤 才是项目的重中之重 所有人在欢呼雀跃之余 下意识地朝着王正所在的方向看去 准确来说 众人并不是看向王正 而是看向王正身后 一个放大板的镜子之架 是的 郑青第二次发布会的时候 王正一手空解截获装置 震惊全球 惹得鹰将连夜组织高层 召开圆桌会议 意图用开战的方式 来遏制华国的发展 之所以最后无疾而终 还是因为在发布会上时 王正告知世界 该装置的技术还不成熟 只能做到小物体的空间传送 正因如此 鹰将感受不到了华国身上的威胁 这才放松警惕 可实际上呢 对于王正来说 既然能研发出空间截获装置 又怎么可能存在不成熟一说 事实就是 空间截获装置 不仅能够实现大型物体的远距离传送 甚至是吨量级的物体 也能够轻松传输 华越南海冲突 仅仅才发生了几分钟 上百家超越者 就在第一时间迅速赶到了战场 要知道 发生冲突的地方 可是在华国疆域的最南方 距离华国最近的军事基地 有着足足200海里的距离 换算下来就是340公里 即便是音速导弹飞过去 也得飞一阵子 如此快的出兵效率 是巧合吗 当然不是 众目睽睽中 王正推着放大版的镜子支架 来到了发射井的巨大平台上 两台摄像监控时时转动 让王正连同身边的支架 一同暴露在镜头里 以便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华国诸多高层 能够清晰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 华国一座绝密指挥部的最深处 大漠基地所发生的一切 正在被时时转播着 十几位周身无形散发着惊人气场的神秘大佬 分两列而坐 正聚精会神地看着屏幕转播 端坐在正中位置上的祥和老人 看着画面里年轻到过分的王正 脸上的笑意怎么也止不住 这个王正今年多少岁 18 这段时间 全世界到处都是他的新闻 着实把隔壁音将家给羡慕坏了 此话一出 顿时引起了阵阵轰笑声 不少人开始应声 确实难以置信 一个18岁的孩子 先后研发出超越者 粒子光刀 空间跳跃 这些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听说这个王正本身的学历并不高 仅仅在一所普通大专就读 而且并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关科研方面的休息 说着 一位身穿松绿军装 肩扛三心脉碎的威严老人 发出了浑厚的笑声 这可能就是 人们口中所说的 天纵奇才吧 想和老人听得连连点头 我劝天公虫抖擞 不拘一格将人才 华国能出现如此天骄 实属幸事 有劳诸位 一定一定加大对他的关注力补 千万不要让某些人 某些国家有了可乘之机 务必做到 不惜一切代价 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与活动自由 另外 等这件事过去 也安排我跟这个王正见上一面 一片欢愉的气氛中 画面里的王正 已经开始着手启动空间 结获装置 王正一个人 站在装置前独自操作着 被众人围观 多少显得有些孤单 倒不是其他人 不愿意上前帮忙 实在是这个看上去 简陋单调的装置 其机理太过复杂超脱 根本就不是现有的科技理论 所能解释的 连看都看不明白 更别提操作了 不光是这些人 就连袁崇珍这种华科院的院士 也是琢磨不透 无从下手 袁崇珍守在指挥台前 从高处俯瞰忙碌中的王正 眼底流露出复杂的神色 欣慰中夹杂着些许怅然 江山带有才人出 由此添交的横空出世 自己这不忠用的老头子 终于可以退出舞台了 只是说来可笑 顶着个国际领军人物的虚名 学识竟还不如一个半大小子 短暂的恍惚过后 王正如是重负般 长出一口气 面前的截获装置边缘处 涌现出鼓鼓虚幻流光 从中心位置 缓缓汇聚成漩涡 继而向着周围蔓延开来 直至布满整个支架 从正面看过去 这团漩涡深邃如星空 像是包含着无穷可能 一切做完 王正抬头看向指挥台 奋力地招了招手 大声喊道 元老 请开始 一句话将袁崇珍的心思喊回 迅速举起手中的对讲机 沉声道 超越者举阵 做好准备 话落的瞬间 立刻传来回复 超越者一号举阵已就绪 时刻准备出发 文言 袁崇珍果断按下了指挥台上的绿色按钮 发射井的一侧 后重封闭的铁门 发出巨大的震动声 开始缓缓下落 待到其完全落定 十数架超越者飞掠而出 依次降落在王正所在的平台上 旋即便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漩涡中 就此在众人的视线里消失 待到超越者矩阵全部消失不见后 袁崇珍语气急促 连忙通过扩音器出声指挥 快 快把画面切换到太空电梯内部 第32章 超距跨越 下 显示屏的画面迅速跳跃几下 随后就切到了 已经成功进入太空的弱大基地内部 只不过此时的太空基地内部空荡荡 连钉点动静都不曾听到 见状 所有人的心里不免意警 暗道不妙 说到底 这项技术终究只有王正一人掌握 其成熟与否难以概观定论 风险必然是存在的 过了不知道多久 太空基地依旧是一片死寂 所有人的眼神从期待到凝重 再到担忧 直至最后已然化作浓浓的落寞 被无数人寄予厚望的太空电梯 在这最为关键的一步出现问题 超距离传说 失败了 科研之路何其艰难 一次成功的背后 必定伴随着成百上千次的失败 更何况 还是这种远超时代水准的项目 尽管所有人早就做好了 承受失败的心理准备 可这次失败的代价 似乎太大了些 进入截获装置的那对超越者矩阵 可是有着足足81位 国内最顶尖的驾驶员 项目可以再造 人才消失 想要再培养 可就难了 就在这时 画面突然飘出一阵雪花 一条机械手臂凭空钻出 紧接着便是熟悉的钢铁身影 身处太空 饶食几万吨重的超越者 行动起来也十分轻浮 不得不借助背后的助推器前进 继而便是第二道 第三道 直至九架超越者 全部出现在了画面里 报告总部 超越者一号矩阵 成功进驻太空基地内部 太空电梯搭建完成 声音久久回荡在大漠基地中 所有人却沉默不语 片刻过后 有人失声痛哭 有人掩面而泣 太空电梯 成了 这意味着 华国从今往后 可以随意往太空输送人员设备 可以随意建设 扩增空间站 激动之余 所有人的目光 再一次不约而同地 看向发射井 最底部平台上的那道孤单身影 这一刻 在巨大的发射井前 渺小如尘埃的身影 变得伟暗光辉 身于万丈 与此同时 华国指挥部内 想和老人站起身 略作成因后 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随后又深深打亮了王正一眼 说道 把王正名誉院士的头衔摘掉 说完 在座的众人无不面露诧异 大为意外 虽说名誉院士只是挂名 不具备任何的实权 但这可是象征着 华国最高科研水平的最高荣誉 能够入选的人 无不是资历 荣誉 学士拉满的超级大佬 单从年龄来看 王正当选华科院名誉院士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甚至是后无来者了 而且 就凭王正的贡献跟学识 当选名誉院士 完全有这个资格 刚刚才为华国完成了一个 极其重大的科研项目 怎么能过河拆桥 立马把人家头衔给撤了 还不等众人出言反驳 祥和老人不紧不慢地接上了一句 刚好大家都在 临时组织的会议 会议内容 讨论王正同志 是否具备当选华科院院士的资格 一语出 场内哗然 所有人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一号刚才会突然做出 撤销王正名誉院士的决定 祥和老人笑呵呵说道 虽然王正年龄小 许多方面并不符合院士条件 可单从贡献来看 破格王正同志入选华科院的提议 是完全充分的 下面请大家逐一表决 说着 想和老人第一时间举起了手 我同意王正同志当选华科院院士 见状 众人没有任何的迟疑 纷纷举手示意 无意义 同意 表决很快结束 想和老人重新落座 下面公布决议结果 王正同志入选华科院院士的提议 全票通过 我宣布 王正同志正式入选华科院 或华科院院士称号 向一切院士全力与待遇 该决策从极月起执行 臭小子 现在真是牛大发了 你老子想见你一面 都得打请示了 王清一两条腿架在茶几上 慵懒地躺在沙发上 看着刚从外面回来的王正 不仅没有半点的关心 反而一脸阴阳怪气地说道 王正对此不以为意 走到王清一身边 用脚踢了踢王清一的腿 是一自家老子往边上挪挪 给自己疼的地方 怎料王正刚坐下 还没等把屁股捂热呼 王清一开口说道 走吧 前两天老家亲起来电话 说你二一家儿子 从国外留学回来了 听说还专门办了个酒宴 喊咱们回去拒绝 王正听着一愣 无奈道 你去不就好了 非得交上我 臭小子 你这是什么话 王清一有些急了 让你见亲戚是目的吗 老子是想让你散散心 松松脑子 天天搞科研搞科研 劳意结合能懂吗 一天到晚 二十五个小时动脑子 真想让你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见王清一吐露心里话 王正心头一阵暖流涌过 自家老爹 真就是嘴巴出了名的硬 心又出了名的软 挥挥手 站起身 走吧走吧 回老家的路上 王清一为了尽可能的低调 专门搞了辆好几手的大众车开着 更不忘叮嘱王正 你二姨这次是真下了功夫的 老家的亲戚来了一多半 到时候少说话 多听多看 明白不 王正把头扭到一边 看着窗外沿途景色 不厌其烦的回复 知道知道 还有啊 你那超越者 激光剑什么的 我看网上传的挺邪惑 到时候千万别说是你搞出来的 我怕你那些长辈听到以后 再挺不住抽过去 知道知道 还有 我之前跟他们说的是 咱家开了个小作坊工程 没说正清是咱家的 你别说漏了嘴 知道知道 马德 说的 你劳资嘴都渴了 从后座给你劳资大瓶水 知道知道 你这逆子 整天就糊弄你劳资 错了错了 快看路 别动手 从小县城里出来的王清一 本身的学历不高 自从王正的母亲走后 一步步建立起了正清这座钢铁企业巨龙 其艰辛程度可见一斑 十几年来的打拼 使得王清一 从未回过老家看看 这些年来 不乏亲戚们的关心问候 也有不少的冷言冷语 人心就是如此 见得你受苦受难 见不得你飞黄腾达 王清一深谙此中道理 所以对这些亲戚 从未表露过自己的真实身份 只说自己在外开了家小型作坊 造一些浓用器械的零部件 勉强达到小康 日子不好不坏 成就不上不下 对某些亲戚们而言 最舒服 第33章 河州老家 王正的老家 是在山安省一座 名叫河州的小镇 不同于大都市的繁华 这里楼高最多不过五层 空气更是少有的清新 抬眼便能看到蔚蓝天际 一路上车水马龙 临到河州地界附近后 立刻便觉得车辆少了许多 两边的绿意 也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 王清一看着沿途 愈加亮丽的风景 忍不住发出感叹 地方偏真是有偏的好处 一丁点的污染都没有 环境比咱们那边强得多 说着还不忘丑一眼 副驾上快睡着了的王正 继续说道 等老子以后退休 就搬回来养老 郑清跟你手里是死是活 就都跟老子无关了 离得你远远的 省得你光惹老子生气 大概走了四五个小时的车程 王正父子二人 总算来到了家族群链接上的地址 下车之后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一幢恢红威严的古朴大门 大门整体喷染红漆 两侧分别端作一头 微风凛凛的看山兽 这两头看山兽一看 就是经过了金雕细琢的 面容猙獰 体型高大 少说也有两米 或 想不到离家这么多年 河州直接大变样了 看着眼前的庄严大门 王清一深感意外 不由地发出一声感慨 迈进大门 茂盛林立的植被 遍布庭院四周 远处的山石遮掩其中 若隐若现 不是还能听到 震震泉水的叮咚声 走近几步 一片充满盎然意味的 山泉布局显露 很有趋近通幽 别有洞天的意思 木秀灵粹 山石引力 泉水相伴 置身其中 颇有点 惬意陶醉的感觉 不得不承认 这里的布局 当真是下了功夫的 而且也绝对下了票子 不是身有造诣的风水大师 一定做不出 这样疑情养性的高雅布局 站在庭院里 驻足了片刻 正在这感慨 河州远离喧嚣 生活悠哉自得的时候 一道不合十一的 尖锐女鹰传了过来 哟 这不是轻衣吗 怎么才过来 二人循着声音看去 一个体型臃肿的汉腹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见王正跟王轻衣站着不动 胖夫人毫不掩饰 脸上的轻蔑笑意 大声说道 不是发给你们地址了吗 转来转去的 干什么呢 我寻思这地方也不大 这怎么还能转迷糊了 在外头打拼这么多年 也不回来看看 还以为你见过多大师面了呢 听着如此尖酸刻薄的话语 王正的眉头轻轻一挑 倒也没有太过在意 胖夫人念叨完 这才注意到王轻衣身后的王正 仔细打量一番后 见二人穿着朴素 浑身上下连健庄饰品都没有 脸上的蔑视更重了几分 随口问道 轻衣 这你儿子啊 对 我儿子 王正 堂堂正正的正 王轻衣乐呵呵地笑着 开始互相介绍两人 这是你堂叔的老婆 叫张沈 王正微微汗手 开口说道 张沈 行了行了 别客套了 张沈毫不留情地打断王轻衣的话 做事就往里走 快点跟我进去 老二他们一家快到了 准备准备去接人 说完还不忘嘀咕一句 轻衣你也真是的 明知道是老二办的宴席 不能早点过来 一大家子人都等着你啊 是是是 下次注意 面对张沈的斥责 王轻衣没有半点动怒 反而笑眯眯地跟在身后 快步往正堂里走去 兜兜转转地走了一段路 三人来到了一间精致的房院 张沈先一步 推门走了进去 还不等王轻衣跟王正跟上去 屋里就听到一阵 稀里哗啦的起身声 来了吗 是不是老二跟他家的高材生过来了 一通热切的询问声中 张沈尖锐的声音再度响起 是什么事 王轻衣领着他儿子来了 哦 轻衣来了呀 众人难掩失望 却还是笑脸 去迎刚刚走进来的王正二人 屋里的人当真是不算少 偌大的圆桌坐得满满当当 只留下了主兵的几个位置 以及最角落的两个空位 毫无例外 王正跟王轻衣被赶到了最角落 一一介绍过后 众人闲来无视 开始打听起王轻衣这些年的经历 当听到王轻衣在外经营着一家零件制造作坊时 众人顿时就变得趾高气扬起来 纷纷以长辈的语气劝解道 轻衣啊 真不是当哥的说你 你说 你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 勉强糊口吐个啥 连个媳妇都找不着 趁早领着孩子回来吧 没错 河州这几年发展的挺好 随随便便找份工作 不比你那什么小作坊强啊 轻衣开车来的吧 开的什么价位的车 大众 车鼻子薄 发动机也差点意思 赶紧换了吧 人家轻衣要是有钱不早换了 有辆车开着就不错了 听着众人的挖苦 王轻衣点头回应 带步而已嘛 开什么不是开 趁王轻衣癌训的功夫 王正这边也没闲着 直接被几个妇女盯上 开始问东问西 孩子多大了 在哪工作 王正如实说道 18 还在上学 一听王正还在上学 几个妇女的眼神 书地明亮起来 哪所学校 985还是211 王正摇了摇头 大砖 大砖 几个妇女连连咋舌 满是嫌弃 大砖有啥用 现在找工作 哪还有要大砖的了 趁早别上这个学 赶紧下来找份工作 还能早攒个几年前 呵呵呵呵 面对周围几里呱啦的废话 王正索性懒得答话 全程以笑声回应 这时 张沈接到一条信息 突然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脸上肉眼可见的浮现出欢喜深色 来了来了 老二家来了 一听这话 众人哪里还顾得上说教 一窝蜂地冲出了屋 去迎接主兵的到来 房间顿时就变得清静下来 王正斜眼瞅着王清一 有些郁闷地捂住了头 在家呆得好好的 非得跑个挨喷 涂个什么 王清一回瞪王正一眼 臭小子 你还管上劳资了 第34章 一块西瓜 我哪敢啊 王正四仰八叉地摊在椅子上 常常叹了口气 闲听也好 爱父也罢 都是些人之常情 今天无非是充当个loser的角色 贬低自己 抬高他们 让他们找不找不内心的虚荣罢了 毕竟就是再怎么势力 这群人日后跟自己的交集 也不会有多少 不 是直接为零 随手用牙签 挑起桌上果盘里的西瓜 刚咬了一口 张沈从屋外走了进来 见王正已经开动 顿时就火冒三丈起来 还没开始 你怎么吃上了 清一 你家儿子 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趁着别人都出去了 自己在这偷吃啊 王正听得一愣 看看满脸怒火的张沈 再看看手里咬了一口饭的西瓜 懵了 自己吃的是西瓜吧 不知道的 还以为偷了块金子呢 一块西瓜而已 吃就吃了吧 王情一摆摆手 示意张沈萧萧火气 什么叫吃就吃了 张沈更怒了 合着你在外面这么多年 竟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了 怪不得一事无成 大的小的都没出现 吴端端开始遭受人身攻击 王正不免皱起了眉头 这特么叫清浅 吃了块西瓜 直接被骂没出现 王正平静地看着张沈 不紧不慢地 把手上剩下的西瓜 塞进了嘴里 我吃西瓜没出现 你在这泼妇骂街有出息 你 张沈露出诧异的表情 没想到这两个穷酸亲戚 竟然敢出声反驳自己 王清一 丑丑你教育的好儿子 难怪上个破大专 一点尊重长辈的道理都不懂 争执中 外面的人也陆续回到了房间 见有人对喷 众人不明所以 连忙跑过去劝架 方才还有些色力内忍的张沈 见其他人都已经赶来 底气顿时就足了不手 疯狂进行添油加醋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王清一家的好儿子 趁着别人都不在 自己在这一个劲地偷吃 眼瞅着老二一家马上就到 众人自然是不愿生事 连忙去劝张沈 行了行了 人家孩子大老远回来一趟 吃块西瓜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张沈一指气势地 尖着嗓子说道 我求他们回来的 还不是因为老两家说 让大家凑一块拒绝 说完又用手指了指王正 继续说道 喊你们回来 已经够给你们面子了 真当在外面闯荡几天 就是人上人了 能分得清楚次吗 有本事自己办场宴席啊 眼看张沈越骂越起劲 越骂情绪越激动 王正安安稳稳地坐在座位上 对此无动于衷 反观王清一也失去了先前的笑脸 顶着张沈的骂声 突然伸手抓了片西瓜 咔咔两口吃光 当着张沈的面 随手将西瓜皮 丢到面前的盘子里 旋即冲王正笑道 别说 真挺甜 一句话 直接把喋喋不休的张沈 给当场噎住 脸色仿佛吃了屎一样 既难受又难看 犹豫了许久 才从嘴里憋出一句 父子俩人一个德行 注定一辈子发不了惨 王正瞅了张沈一眼 默默从桌上 又拿起一片西瓜开垦 你 你 张沈气得呼吸急促 向来流利的口舌 第一次出现卡顿 以至于身体都颤抖起来 险些抽抽过去 恰在这时 门外传来一阵嘈杂 一位打扮艳丽的贵妇 在不少人的簇拥下 走进房间 贵妇不是别人 正是这场家族宴会的组织者 王荣 走进房间的瞬间 刚好看到张沈气得昏昏绝绝 摇摇欲坠 怎么了张姐 王荣小跑着凑到镜前 满脸关心地询问 他 他 他俩 没出息的东西 张沈指着王正父子二人 又指了指桌子上的果盘 直接开骂 别人都不吃 就他们在这吃吃吃 规矩道理一点不讲 这样的穷亲戚不要也罢 见此一幕 王荣很快便明白过来 桌上的果盘 本身就是为宴席开始之前准备的 待会客人都入座以后 不管吃没吃完都要撤走 为后续的正菜疼地方 肯定是张沈在这自作主张 觉得自己没来 不让其他人动嘴 王荣心里不免有些得意 颇有点人上人的快感 心里虽说十分受用 可该表现出的涵养 还是不能少的 连忙冲张沈说道 张姐 吃就吃吧 都是一家人 这么说就太见外了 在场的所有人里 家庭条件最好的要数张沈 老公经营着一家十几人的工厂 每年少说有七位数的利润进涨 河州并不大 人口也不算多 张沈一家在河州的社会地位 属实比一般人高出不少 如此优渥的条件下 自然得抬着头看人 要不是听说王荣的儿子 在国外的什么什么研究所搞发明 现如今大有作为 还真未必会到场参加这个宴会 所以张沈一个劲的口吐莲花时 尽管周围人怀有劝架之心 却不敢有劝架之心 而王荣被张沈跪舔的 已经有些迷糊 哪里还顾得上劝架 更起劲了 一想起王正刚才还胆反驳自己 心里的火气又剩几分 当即冲着王荣开口说道 荣啊 不是姐姐拆你的台 侄子回国本来也是个高兴事 但是偏偏有人在这搅局 看到这种人实在觉得恶心 反正是待不下去了 我就先走了 说完 张沈扭头做事就要走 其他人哪里还不明白 嘴上说着要走 实际上是在逼王正父子二人离开 果不其然 王荣第一时间就拉住了张沈 连忙说道 姐姐啊 这是做什么呢 你要是一走 这席多没意思了 王荣的挽留 正中张沈下怀 心里暗暗发笑 装作不情不愿的开口 我不走也行 某些人啊 知去一点 听到这里 众人陷入沉默 却动作一致的 把目光头像坐在角落的王正 跟王清一二人身上 都是亲切 谁也不愿意开口当这个坏人 可碍于张沈 又不得不进行站队 走吧 王正拍拍大腿 慢悠悠地站起身 低下头看向王清一 王清一点点头 还是走到表情尴尬的王荣面前 笑道 那么长时间没回来 一回来就给二姐你添麻烦了 我大侄子有出息 以后肯定差不了 二姐有福了 王荣低着头 根本不敢支持王清一的眼睛 止不住地道谢 临走之前 王清一又冲其他人打了声招呼 算是告别 只可惜 一众人只是默默地站着 并没做出任何的回应 二人一前一后地走出门外 清晰地听到 房间里张沈的话语传来 父子俩一个模样 没半点出现 第三十五章 向您学习 王正抠了抠耳朵 仍是不以为意 迈进庭院 刚好跟一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 擦肩而过 这个年轻人衣着得体 身材鼻挺 浑身透着一股自信意味 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是这场宴会的主角 刚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王童 不过这些都跟自己无关了 如此俗不可耐的宴会 实在没有参加的必要 二人短暂对视一眼 随后便彻底错开 王正头也不回地走了 反观王童身子猛地一颤 充满自信笑容的脸上 浮现出一抹错愕 只住脚步疑惑地扭头看去 看着王正远去的背影 心跳不由得快了许多 这两个人明明不曾见过 为什么会感觉这么熟悉 而且内心还会生出一股莫名的悸动 就仿佛老鼠见了猫一样 略微的失神中 王荣已经领着一大家子人冲了出来 哟呵 这就是咱大侄子 真是一表人才 结婚了没啊 不愧是高材生 这气质跟咱们是不一样 听说大侄子在国外搞研究 真了不起 一群人围着王瞳就是一阵狂拍 好一通的阿谀奉承 张沈更是一反常态 露出了面对王正父子二人 从未有过的和蔼笑容 连声问道 听你妈说 现在在美国的一家研究所里工作 王瞳没有回应 只把注意力落在即将走出庭院的王正身上 最后还是王荣替儿子做的回答 是啊 前两天跟我说 他们研究所被国家争掉了 说是在研究什么机器人 叫什么超越者的 一年光是国家补贴 就大几十万呢 听到这里 人群顿时响起一阵哗然 被国家争掉 这是什么概念 对于自己这些世代生活在 河州这个小地方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一时间 众人对王瞳的敬虫更甚几分 几十万 换算成华国币 不得好几百万 光补贴就几百万 听说国外搞科研的薪水都不低 砸七砸八加起来不得小一千了 大侄子是有出息 机器人都能研究了 跟咱们这些大老粗 是不一样哈 众人一通溜须拍马 王瞳突然指着 彻底走出庭院的王正 好奇问道 那位是 听说这里办宴席 来蹭吃蹭喝的 别管他们 张沈翻了个白眼 阴阳怪气道 这种亲切 千万别跟他们有接触 要不然真赖上你啊 跟狗皮高耀似的 死都死不下来 王瞳对张沈的话 置若罔闻 皱着眉头又问 这也是我们亲切 张沈正准备再骂 王容有些听不下去了 赶忙开口 是 常年在外地 你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 也就没见过 也姓王 叫王清一 闻言 王瞳的脑子嗡的一声 顿时陷入一片空白 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 嗓子也在瞬间变得沙哑起来 尽管心里已经猜到了 却不敢相信 世界上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 试探性的又问了一句 那 那个跟在后面的年轻人 王正 算是你的堂弟了 王瞳眼前一黑 身子猛的后仰 若非被其他人搀扶着 直接就躺地上了 缓过神来以后 立马就正开束缚 拼了命地挤出人堆 发疯似地往庭院外跑去 留下原地不明所以的众人 你看我我看你 面面相去 此时的王正跟王清一 已经重新坐在了好几手的大众上 准备起乘回家 等 等一下 还不等车子发动 远处传来一道急促的呼喊 顺着声音的源头望去 方才有过一面之缘的年轻人 正分外狼狈地冲这边跑来 直到年轻人跑到车旁 因为跑得太急 而忍不住弯腰喘起粗气 王正降下车窗问道 有事 听到问话 王同顾不上凶奔气喘 连忙站起身 迅速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装 难掩激动语气 颤声问道 请 请问您是王正 不知不觉中 连静语都用上了 王正略作诧异 扭头看了王清一眼 虽说自己主持了两场发布会 搞得世界震动 引起了无数人的广泛关注 但这种东西 是讲究圈子跟层次的 就好像跟重地的谈书法 跟砍柴的说下棋 人家听不懂 更懒得去听 圈子不一样 强行灌输 无异于对牛弹琴 即使你做出了一件 足以推动世界进程的大事 可在不相关的人眼中 钱还是挣那么多 该几点睡 还是几点睡 毛的关系没有 所以 在河州这种小地方 不认识王正 简直是再正常不过 可眼前的这位 似乎不光认识自己 看样子 好像还对自己非常的了解 点点头 表示默认 见状 王同的神色肉眼可见的激动起来 已经可以确定 眼前的这个王正 就是站在国际舆论顶峰的那位无疑 王 王先生您好 王同紧张到语无伦次 拘谨地站在车边 疯狂擦汗搓手 前不久 您对超越者进行攻授 攻授完成后 我有幸参与了一部分 对超越者的研究项目 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还有您的粒子光刀 以及空间截获装置 着实惊艳了世界 以后有机会 非常希望能跟您学习请教 说完还不忘冲王正居上一躬 恨不得卑微到尘土里 盯着王同的话语 主驾驶上的王轻衣突然有些憋笑 如果告诉他 超越者是王正拿拖拉机零部件 花了一周时间造出来的 那会是什么反应 恰在这时 姗姗来迟的一众亲戚 刚好看到王同对着车里的王正鞠躬的一幕 煞时间 所有人面露错愕 如遭雷击 彻底愣在了原地 什么情况 堂堂海归博士 参与过国外超级科研项目的世界级科学家 竟然冲着一个开好几手烂普桑的家伙 点头哈腰 众人不是瞎子 看着王同此时的神情 再看到弯着的腰 曲着的腿 无疑不再说明 似乎在跟王正简短的对话中 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跟欣喜 就好像猴子碰见了孙悟空 杀民遇到了如来佛 兴奋 激动 紧张 淋漓尽致地在王同的脸上显露 张婶张着嘴巴 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 不是年薪千万的海归精英吗 怎么跑到一个开烂普桑的面前 跪填起来了 第36章 大人物 好侄子 你这是干什么呢 张婶揣着不可思议的神情 缓缓走到镜前 指着车上的王正说道 是不是认错人了 这俩人完全就是来蹭饭的 听到这话 王同顿时一惊 心瞬间凉了半解 回头瞅了张婶一眼 要不是看着王正在场 自己的尽可能地保持谦卑的姿态 不然高低给这胖娘们 脸上整几个八成一 蹭饭 出手就是王诈 随便拿出个发明 就拉动了华国 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发展 多少国家绞尽脑汁 想方设法 想要挖走 偏偏还求而不得 被华国高度重视的 超级无敌国宝级战略人物 只要人家愿意 多少人求着往他嘴里喂饭 而你现在告诉我 他来蹭饭 王同已经不敢再跟王正对话了 值得把目光 落到主驾驶座的王清一身上 尽可能地忽略掉张婶 用尽量平和的语气说道 王叔叔 先前总听母亲提起 有位堂叔一直在外面做生意 只是没有想到 王叔叔如此成功 经营 话还没有说完 张婶再一次凑了上来 好侄子 你真的认错人了 这俩人刚才还趁着其他人 不再偷西瓜吃呢 王同快要被气炸了 这大胖娘们 到底是不是自家亲戚 自己在这一个劲的 卑躬屈膝看不出来 还在这傻了吧唧的疯狂诋毁 自己好不容易刷的一点好感知 都让这胖娘们给败坏了 这什么几把亲戚 欠不得自己好 毫不夸张地讲 自己能被美国官方争调 能有今天的成绩和荣耀 完全就是沾了超越者的光 都能拥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 郑青作为超越者的发布方 其在国际上的影响 更是不言而喻 但是自己身边的这个沙笔 怎么就跟瞎了一样 胡言乱语 胡说八道 满嘴出屁 身后围观的一众亲戚 愣愣地观望着 静若寒蝉 一言不发 没有一个人敢凑上前去 其实到了这种时候 就算是傻子 也能看出王正父子二人的不一般 自己这群人 没怎么见过世面 可眼前的这位海归精英 肯定是见过的 年薪千万可能没什么 很多人都能够做到 可王同事在替美国军方 进行工程研发 单单这一项 在河州这种小地方 别说是用鼻孔看人了 用屁股看人都可以 一旦从美国回来 随随便便从简历上天级笔 国内的各种顶级公司 还不抢着药 这种人 如果不是自家的亲戚 几辈子都不会遇上一个 而就是这样 平日里高不可攀的成功人士 竟然还要冲王正谄媚示好 什么概念 肯定是牛逼到吊炸天的存在了 众人已经彻底明白 什么叫越是牛逼的人 就越是喜欢低调 这叫什么 反扑归真 众人挤在一起 气氛有些沉重 就在刚刚 这位牛逼吊炸天的人物 被自己从宴会上赶了出来 一想到这 众人看向张沈的眼神 就多了几分仇视 站队站队 这下好了 跟着这沙比娘们掉沟里了 反观张沈 依旧是不依不饶 不肯相信眼前的事实 毕竟这一切都是 因为自己而起 也正是因为自己的势力 才导致了王正的离开 现在承认王正牛逼 岂不是在打他自己的脸 事已至此 张沈只能将错就错 硬着头皮驳斥下去 万一这俩人是假冒的 那自己就安全了 这时 这座庄园的经理小跑步来 微微躬身 视线与坐在车里的王清一持平 用极具涵养的语气 含笑致歉 先生不好意思 能不能麻烦您挪一下车子 这边待会儿 有一位重要的客人要来 好的 没问题 王清一痛快地硬下 旋起扭头看向王正 王正摆摆手 走吧 说着又看向窗边满脸嬉迹的王童 轻声说道 以后有机会 可以交流 不凭不断的语气出口 令王童的眼神危安 交流 怎么交流 口头聊聊天 这也叫交流 心里失落的同时 却也无可奈何 毕竟是多少国家领导人 想要约见都约不上的人物 自己能见上一面 聊上几句 也算是上天积德了 更何况 自己还能跟他套上点亲戚关系 以后回了国 逢年过节就不幸见不着面 说不上话 连忙裴笑一声 说道 那王先生 您慢走 不忘再冲驾驶座的王轻一打个招呼 王叔说 路上注意安全 目送王轻一的蒲桑出了庄园 王童的身子才重新站直 脸上的笑意收敛 转作冰冷的漠然 邪你身边的张沈一眼 冷意更甚 至此 王荣才敢走上前来 看着表情严肃的王童 小声问道 怎么 跟你轻一说认识 王童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我认识人家 人家不认识我 十字 张沈感觉到了王童的异样 心里早已是乱到不行 可碍于面子 仍是想挣扎一下 怎料 诋毁王正的话还没出口 王童冰冷的视线就扫了过来 根本没再给众人说话的机会 王童直接拉起王荣的手 韩生说道 妈 走吧 回去了 回去 王荣愣住了 宴会还没开始 怎么就回去了 王童冷笑一声 看着远处好像安纯一般缩在一起的亲戚 没有回应 一群狗眼看人低的视力眼 连王正这种人都能瞧不起 还有什么事 是他们做不出来的 眼见王童要走 张沈自然是第一个不愿意 自家的工厂 看上去每年的营业额都能达到千万 妥妥的合周一霸 可实际上 营业收入不过是对外做的虚张罢了 真实的利润收入 已经连续几年陷入亏损状态 再这样下去 用不了几年 自家工厂就要宣布破产 正是因为听到王荣家的儿子 从国外回来 方方面面的成就都非常了不起 这才想着套套近乎 最好是能框出一笔投资费用 以此来度过工厂的倒闭危机 要是走了 以后还怎么开这个口 刚准备挽留 庄园外缓缓使进一辆黑色的红旗车 山泪0001的车牌号无比眨眼 直接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有人如梦初行 瞪大了眼睛 震惊道 这 这不是咱们杀一把手的车吗 一语出 所有人纷纷愕然 没错 河州作为山安省的新兴乡镇 上级领导曾不止一次的下来视察 这个牌号 自然也就被河州人熟知 红旗车停好后 后座下来一位威严的中年男子 看着那张曾在电视上看过无数次的面孔 所有人不由的汗毛倒数 这还是第一次从县市中见到大人物 就在所有人想要避让的时候 那位中年男子竟然板着脸朝这边走了过来 经意中 中年男子竟主动向王瞳伸出了手 你好 王瞳先生是吧 第37章 大家都是癞蛤蟆 一句话 所有人瞠目皆舌 目瞪口呆 堂堂山安省的一把手 竟然认识王瞳 而且看这架势 极有可能是专程过来的 身后的张沈在短暂的惊恶过后 立即陷入狂喜 不愧是海外精英 就连这么大的人物都要来亲自接见 心里早已是下定决心 跟王荣一家的关系 无论如何也要搞好 搭上这样一层关系 自家的工厂 别说是起死回生了 就是想飞黄腾达都随随便便 就在所有人不约而同 做起日后发达的美梦时 中年男子接下来的话 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头上 王同先生 看你现在的反应 想必也知道 刚刚那位是谁了 中年男子四下观望了一眼 确认没有看到情报里的 那辆桑塔纳后 这才放心的开口 基于你目前的身份较为特殊 所以暂时不能同意 你跟那位的接触 希望你能做到时刻保持距离 不要动一些不必要 且没有意义的歪心思 说着 中年男子的语气加重 态度极为强硬 隐隐有威胁流露 你很清楚他的重要性 如果不听劝告 执意与其接触的话 我方将会采取强制措施 中年男子厚重的嗓音 传进了每个人的耳中 使得所有人的心力 同时掀起了滔天巨浪 无不头脑轰鸣 彻底猛逼 合着这位山安省的一把手 不是专程来找王同谈话的 而是专程来警告王同的 那位 贵为山安省一把手 竟然连对方的名字当众说出来 都觉得有失妥当 这得是什么级别的人物 而刚刚从这里离开的 就俩人 准确的来说 是一家人 为了谁 为了刚刚离开的那位 王清一跟王正父子 还有 中年男子 以极其严肃的口吻 满含不容反驳的语气 缓缓说道 不要试图接近他 你现在还属于 美国的公务人员 一旦被我方发现 你有接近他的意图 我方不介意 将你遣返回国 明白 明白 王同苦笑着点头回应 心里的最后一丝幻想 别彻底打碎 想来也是 对国家建设如此重要的人物 怎么可能会 放任其东跑西跑 肯定是率先做好了 最高级别的监控 以便保证 对方能自由活动的同时 给予最高规格的保护 一听要回老家参加个聚会 各种准备工作 肯定得提前安排 接触什么人 可能会去哪些地方 绝对是早早就打探的一清二楚 甚至是在自己 这个宴会主角回国之前 华国方面就已经着手 为自己进行了严密的监视防控 比他们的政事还严格 估摸着祖宗十八代 都查了个底朝天 听到这里 众人彻底明白了 能够受到实时保护 还不敢限制人身自由 更让封疆大力级别的大人物 亲自出面 勒令他人不得接近的存在 绝不会是只开了一家小作坊 上了所普通大专那么简单 警告完王童后 中年男子又将目光 放在了张婶身上 此时的张婶张着嘴巴 两眼无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张福奇 丈夫王健刚 何州建华器材公司法人 实际持股人 总经理 是第一批接收何州建设资金 也经营的没错吧 张婶不敢马虎 连忙点头 是 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本来上面规定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不能过多牵涉 但是碍于你的所作所为 我不得不跟你提个醒 何州之所以发展 除了地方政策以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找到了投资方 愿意不计成本 不计回报地 支持地方建设 知道投资方是谁吗 面对中年男子的问话 张婶紧张到不行 又不敢不回 知得支支吾吾地说道 回领导 市政 郑青 哼 中年男子发出一声冷笑 知道是郑青 不认识郑青的董事长 这句话如同闷雷 结结实实地 砸在了所有人的脑袋上 嗡的一声 大脑变成了一片空白 郑青集团 市值近百亿的钢铁建材 国内龙头企业 就是因为郑青集团 赤资数十亿 拨给何州政府 用于建设开发 这才推动了 何州近几年的高速发展 而那个开着一辆 烂普桑的家伙 是郑青集团的董事长 起初 郑青集团跟何州 签订战略协议的时候 整个山安省 都掀起了不小的轰动 毕竟何州又小又偏 完全没有任何发展的空间 许多人都直言 把钱砸到何州 纯纯就是烧钱 纯纯就是为了扶贫 现在看来 这分明就是王青一 在回报家乡了 而自己这群 享受了福音的白眼狼 不光没有知恩图报 反而因为一片西瓜 把王青一给赶走了 这不是赶走了亲切 这是赶走了未来 心中悔恨难当 恨不能直接 把自己的脸给抽了 蛤蟆 自己这些人 就是一群一辈子 都活在井底的赖蛤蟆 扑通一声 张沈再也经受不住 如此爆炸性的消息 直接摊在了地上 从一见面 自己就冲着王正父子 遗旨气势 趾高气扬 无不透露着看不起 殊不知 自己家里的一切都是 对方给的 当真是既可笑 又可悲 见所有人脸上 都浮现出了惊恶 中年男子的表情 这才有所缓和 既然目的已经达成 子弟也就不便久留 自故回到车里 在庄园负责人的护送下 缓缓驶离 直到那辆红旗车离开 一众人仍是 站在原地发呆 仿佛活在梦里 走了 王同拽过王荣的手 再也懒得理会 失态的重亲切 做事就往庄园外走 王荣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着王同 紧张兮兮地问道 那 那个 你清一书 真的是正清集团的董事长 王同瞥了老妈一眼 理所当然道 怎么 省里的大领导 专程跑一趟 就是为了讲笑话给你听的 王荣低着头 手再忍不住地颤抖 说吧 拉着王荣的手 头也不回地离去 再也没有看这群 所谓的亲戚一眼 这样的亲情 多少显得有些虚伪无耻了 第38章 自杀是袭击 老王 没事吧 回城的路上 王正看着专心开车 一言不发的王清一 出声问道 王清一瞪了王正一下 骂骂咧咧道 臭小子 我能有什么事 尽管此时的王清一 看上去一脸平静 可任谁经历过这种事 都不会好受 王正不说话 心里透如明镜 十几年没回家 在事业略有小成的时候 就在不停地支援家乡建设 结果把家乡扶上正轨后 不仅没有得到半点的尊重 反而被那些自认为 关系最亲近的亲戚赶了回来 堂堂郑青集团董事长 参加宴会 因为吃了块西瓜被轰否 说出去 多少有点着笑了 只是不知道 如果那些家伙知晓了 自家老爹的真实身份后 又会是怎样的反应 不过想必以后 都没机会看到了 所作所为 大失所望 一次心寒 借地终生 从今以后 河州已是彻底 跟王清一划上了界限 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 老普桑的发动机动静 也愈发的大 王正牢牢抓着头顶的扶手 不时向着窗外撇上一眼 宽敞的大道两旁 一侧是平坎原野 遍地林木与丛草 一侧也是陡峭山崖 抬头望去 见不到顶峰 报告 目标已进入信号屏蔽区 重复 目标已进入信号屏蔽区 崎岖山岩的一羽角落 两道完美隐秘在环境中 用肉眼根本难以辨别出来的身影 此时 正目光灼灼地盯着下方 急驰而过的老普桑 片刻过后 通讯设备中 传出简短的两字 行动 话落得刹那 两道身影相视一眼 十分默契 起身向远处眺望 视线的镜头 一辆重型卡车 等待已久 对此浑然不知的王正父子二人 还在车上 有一句没一句的逗着嘴 在拐过一个急弯后 那辆重卡映入眼中 没有多想到王清一 往左打了一下方向盘 尽可能地为重卡 让出足够的空间 就在两辆车相距不足百米的时候 重卡突然变相 直直朝着老普桑撞来 伴随着雷鸣般的车笛声 重卡与来不及躲闪的老普桑 轰然对撞 过于悬殊的体型 使得重卡摧枯拉朽 当即将老普桑撞的凹陷扁平 继而速度不减 硬是顶着几乎变成一张铁饼的老普桑 冲破了路边的护栏 一头扎进了山崖之中 巨大的撞击 惹得阵阵地动山摇 大片的岩石从高处速速滚落 瞬间就将道路连同重卡 一并掩埋在其中 这还没完 不等岩石落定 一股浓烟从乱石堆砌的缝隙里涌了出来 紧接着便是噼里啪啦的火焰燃烧的声音 只听轰的一声 火光冲天而起 震得周遭乱石横飞 不若是下了一场急促的食欲 硕大的蘑菇云升腾 浓烟加剧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甚至于直接把路都炸得断裂 硬生生被分成了两截 就连高耸的山崖都被炸出了一道缺口 无数大小不一的岩石碎块 疯狂抖落着 很快便把道路给重新堵死 过了不知道多久 碎石抖落的频率降低 直至彻彻归于平淡 待到一切尘埃落定后 高处的两道身影 这才拿起望远设备观望起来 用红外探测设备 再三确认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信号后 这才掏出对讲设备 低声回复道 目标已确认击杀 任务完成 手指松开通话案件的瞬间 一道细如手指的激光 从石堆中击事而出 眨眼便来到千米外的二人所在之地 快到二人毫无防备 激光已是轻松穿透二人的头颅 头体而过之后 只见二人身体猛的一颤 眼神疏地涣散 嘴巴微微张开 正想着要说些什么 两颗脑袋 如同被打爆的西瓜一般 轰得炸碎 两具无头尸体 遥遥坠地 只留下通讯设备中 不间断地传来 微微微的声音 一只手从碎石堆里探出 奋力扒开两侧的碎石 面容狼狈的王正 从石堆里爬了出来 随即另一只手 从石堆中吃力拖拽几下 身陷昏迷的王清衣 也被王正从石堆下拽出 成功脱险后 王正无力地瘫坐在地 大口喘着粗气的同时 将手中的威形术士 高能激光枪塞回怀里 心里仍是不住的激动 这场自杀式的袭击 堪称绝杀 不论是谁 遭遇重刑卡车凸脸 绝对是必死的结局 先是重卡碾压 然后撞山崖 紧接着又是爆炸 如此一环接一环 不要说活命了 就是想留下一句全尸都不可能 可惜的是 王正跟其他人不一样 仔细看去的话 不难发现 王正跟王清一身上 此时正营绕着一团 若有若无的光膜 这团光膜很极浅极淡 就好像一道光运 不加以注意 根本看不到 也正是这团光膜 救了王正父子二人的命 超压缩能量平护罩 在未来 军队普及率最高 覆盖率最广的一件 单兵作战装备 能够在启动的瞬间 将大量的空气填充到身体周围 形成一道短暂的真空断层 并且填充的空气 经过压缩密度极大 能够有效地 将外界的一切物质阻断 经历过上一次的暗杀后 王正早就认识到了 部分国家对自己的虎视眈眈 尽管华国方面 对自己的保护 已经算得上面面俱到 可既想要保证自由 又要保障安全 总归是不可能的 所以为防万一 王正准备了几套 还没有对外公布的装备 时刻带在身边 把王清一拖到一个 还算隐蔽的地方 王正站起身 向着自己刚刚开枪的方向看去 赶到之后 狭隘的崖壁上 是那两具被王正一枪毙命 还有余温的尸体 鲜血躺了大片 尸体旁边放有各类设备 甚至是角落 还堆着两个装有排泄物 跟垃圾的密封袋 看来已经在这筹备许久了 其中一具尸体的手里 至此还握着那台对讲机 接过对讲机 按响之后放在耳边 那头第一时间就有声音传来 小野军 发生什么事了 请尽快按照既定路线撤离 华国方面 预计还有三分钟就会抵达 文言 王正笑了 笑得森朗可不 八嘎人 话出 电话那头顿时安静下来 片刻后 对讲机的信号被掐断 彻底断绝了双方的联系 可王正是什么人 来自八千年后的地球人 这种在现代看上去保密程度 极高的单屏通讯设备 挥挥手就能破译 重新接通双方频道后 王正主动将通讯传了回去 也不给对方挂断或者答话的机会 王正冷笑着 韩生说道 这是第二次 托你们的福 我现在很不开心 小鬼子们 耐心等待 我的回礼吧 第39章 复仇 你们都是饭桶吗 信号接收不到就不管了 报警东独自驾驶着一辆军用越野 以极快的速度在大道上飞驰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终是忍不住冲着对讲机那头破口大骂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的重要性 如果他出了意外 你们跟我都不用活了 报警东的车技着实惊人 在这遍布急弯的路上速度不减 硬是以全速安稳通过 在转过最后一个急弯后 眼看就要抵达事故发生地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爆炸后产生的硝烟味道 使得报警东的脸色更加阴沉 听报告中说 王清一驾驶的普桑车 跟一辆失控重型卡车迎面相撞 并且 因为卡车上装有易燃液体 在冲破护栏撞向山崖的瞬间 又引发了巨大爆炸 从而导致了山体崩塌 将附近一大截路段都堵了得严严实实 因为山体塌方过于严重 即使华国方面第一时间派人赶来 仍被乱石阻隔在外 一时半会儿进不到事发地的中心位置 尽管具体情况暂时无法查明 可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面容严峻 表情十分沉重 遭遇这种连环事故 怕是超人都活不成了 来到事发地 报警东风风火火地从车上下来 看着眼前正在疏通道路的两台大型吊车 直接越过警戒线 迅速爬上了乱石堆 现在是什么情况 山体塌方过于严重 清理工作正在加快进度 因为刚刚发生爆炸 山体稳定性很差 不排除发生二次塌方的可能 报警东冷哼一声 看一眼前方几十米 望不见尽头的石堆 照这个速度清理下去 都饿死了 当即夺过一人手中的铁铲 大手一挥道 来几个人跟我走 直接去事故中心位置啊 报警东带着一队近二十人的队伍 轻装出发 火速往事故发生地靠近 因为是乱石堆成的道路 走在上面极为松动 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下去 强如报警东的身手 也足足用了十几分钟 才勉强抵达勘测位置 就在报警东拎着铁锹 准备开挖的时候 突然听见有人从头顶 冲自己吆喝了一声 哎 顺着声音的方向抬头看去 在一片凸起的崖壁处 王正端坐在那 正斜眼打量着自己 见状 报警东不由地愣住 吓得手里的铁锹都掉了 你 颤巍巍地举起手 仿佛见了鬼 连小汽车都挤成了铁饼 被炸成了一团废渣 你区区一个肉体繁胎 竟然屁事没有 王正朝报警东招招手 报警东心领神会 迅速爬了上去 爬上去的瞬间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随即便看到了地上 已经发映的无头死尸 王正倚靠在崖壁旁 两只手枕在膝盖上 身边是尚未苏醒的王清衣 看样子并无大碍 报警东拧起眉头 震惊问道 怎么做到的 什么怎么做到的 王正没好气地反问 文言 报警东撇撇嘴 没有继续开口 如此严重的爆炸车祸 能够侥幸活下来 就已经够不可思议了 这小子不仅活了下来 而且身无伤势 最最恐怖的是 居然将谋划者给成功反杀 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尸体 颈部以上已经彻底消失 死状十分的猙獰可怖 心中大致有了猜测 一定是王正身上 却有许多还没公布的先进装备 在这次突然袭击中派上了用场 单从尸体的伤口来看 威力极为惊人 诧异过后 报警东重新把视线投向王正 默契地相识一眼 报警东转身朝跟过来的队伍挥了挥手 说道 你们先回去 待到场上只剩下了醒着的两人后 报警东这才低声开口 有发现 王正没说话 镜子把手里的对讲机抛了出去 小鬼子 嗯 报警东眼急手快 顺势将空中的对讲机抓住 诧异道 又是他们 从王正暴露到公众视野到现在 一共就经历了两次暗杀 结果这两次全都是八大所为 如此狼子野心 多少有些欺人太甚的意思 再继续容忍下去 八大怕是只会更加得寸进尺 怎么样 报警东扔下对讲机 面露严肃地问道 这次的自杀式袭击 闹出的动静很大 颇有些孤注一掷的意思 已经不能再当做无事发生了 王正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且说了句眉头末尾的话 换做其他人 是不是已经死了 报警东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穿字 犹豫了片刻 忠实开口说道 上面我去说 王正摇了摇头 表情露出些许笔 就凭你 拿什么跟上面游说 哼 报警东失以冷笑 不懈地说道 华国最年轻的江星 就挂在我的肩膀上 你告诉我凭什么跟上面游说 说着 报警东的腰身挺直 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气场 自体内迸发 从一次次生死搏杀里 积攒出来的杀义化作实质 喷波而出 直接另面前的王正 呼吸一致被压制得动弹不得 脸上浮现出屁腻之意 那是在尸山血海中 蕴养而成的 漠视众生的王霸气 张口便是满含傲然意的惊雷 就凭我是 报警东 聊聊几句 把王正惊得当场失神 什么 开战 不行 绝对不行 华国中央军事基地 一号办公指挥室内 身穿松绿军装的威严老人 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华国事务常任之一 国际上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公然挑起战争 你怎么想的 报警东拘谨地站在办公桌前 面对老人的训话 一声不吭 默默承受 再也没了之前的豪放自意 把报警东训完 老人又看向站在更后面的王正 略做停顿后 这才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王正同志 为了华国的未来 让你受委屈了 一连两次袭击 确实是我们的保护措施不够周密 好在结果总算是有惊无险 可我希望你能明白 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不同于其他国家 老人一边说着 一边时刻注意着王正的表情 至于补偿 只要你开口 在能力范围之内的 一定尽可能的满足 第四十章 东海大阅兵 王正揉了几下鼻子 突然从怀里掏出了 那把威形术式激光枪 随手拍在了桌子上 嗯 什么东西 老人的两斤发直 顿时被激光枪给吸引住了 新发明 王正淡淡地回复 老人将激光枪拿在手里 反复把玩了一阵 并没有急着测试 出自王正之手 一定是好东西 眼见王正想拿新发明 改变自己的想法 老人把颇有些 爱不释手的激光枪 放回了桌子上 刚一放下 一旁眼馋许久的爆锦东 立即把激光枪顺了过来 老人丑多懒得丑爆锦东 对着王正与众心肠道 王正同志 一连遭受两次生死危机 心里有火是必然的 但我还是那句话 一旦由我们华国挑起战争 那么国际舆论就会倾倒 造成的后果将无可估量 对华国的影响 绝对是极其严重的 话语说完 老人看向王正 希望能从王正的口中听到答复 还不等王正有所回应 躲在一旁倒过激光枪的爆锦东 突然发出一声轻疑 只听 刷 得一声 激光横灌当空 一道耀眼的光柱 从枪口射出 直接把墙壁刺出了个窟窿 爆锦东看着那个窟窿愣了一下 默默把激光枪放了回去 老人站起身 同样是看着那个透亮的窟窿尸神 作为中央最高级别的军事基地 都达到了能抗击导弹的程度 这么一把小小精致的枪 如此轻易的 就把嵌有厚重钢板 混合着无数钢筋的墙壁给洞穿了 低头看了看桌上的激光枪 又看了看装作若无其事的爆锦东 这次沉默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也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 随后才缓缓说道 战争不是儿戏 要充分考虑后果以及影响 绝不是图一时之快的 看着老人苍老却坚毅的面容 王正自知 爆锦东这个嘴子是指望不上了 请讲 老人果断回应 对于太空电梯的构筑图纸 已经全部研发完成了 按照计划 预计四个月就能够建成 到时就可以真正实现 批量输送人员入住太空 哦 听着这个消息后 老人跟爆锦东不约而同的咧嘴笑了起来 脸上浮现出掩饰不住的喜色 爆锦东拿手肘顶了王正几下 伸出手开始讨要 快快快 拿出来瞅瞅 王正耸了耸肩 说道 拿不出来 呃 爆锦东愣住了 你不是搞定了 怎么能拿不出来 没了呀 王正回答得满脸无辜 什么 别说是爆锦东了 就连老人都有点急了 太空电梯 可以说是华国这些年来最重要的科研工程 一旦成功 势必会推动地球的整体科技水平 从而使地球文明向前迈出一大步 这么重要的东西 说没就没了 你糊弄谁呢 爆锦东急得跳脚 连忙追问 确实是没了 王正不紧不慢地说道 本来打算今天交给你的 谁曾想来的路上遭到了袭击 图纸放在车里 没来得及保护 已经被毁了 重新推算的话 很难 费时不说 效率也肯定不及之前了 爆锦东还没动目 老人直接愤怒拍桌 一改方才的沉稳平和 气冲云霄 怒声如雷道 塔玛德 打 给我打 必须干死他狗粮养的 华国的海上阅兵行动 在东海隆重展开 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基于陆地战的局限性 未来的大型战争 只会越来越偏向于制空与制海 所以 一国舰队的实力高低 成为了平定一国国力强大与否的重要依据 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强国 华国的海上阅兵行动 势必会显露出一些 过去不曾出现的新装备 通过查看阅兵 即可推演出 华国海上舰队现在的大致实力 从而分析两国的差距几何 只是华国的海上阅兵 大多数都会选择在纷争较多的南海 通过阅兵 能够有效彰显国力 以便震慑南陵的几个国家 而东海作为华国的半个内海 周围仅仅靠着个小巴嘎 属实没有练兵阅兵的意义 如此看来 这就是一场单纯的海上阅兵 并没有其他的隐藏含义 阅兵行动一经展开 着实吓坏了心里有鬼的小巴嘎 果断集结力量 火速前往边防陷处不防 没用多少时候 华国舰队已经浩浩荡荡的出现在了东海的海域中 上百艘军舰呈验阵排开 即使间披衷斩浪 划破倒到金兰 从其他国家的卫星监视画面看过去时 仿佛整片海域都被占满了一般 只能看到一缩缩横行无阻的庞大船体 连海面是什么样子都见不到了 这还不止 在舰队驶入东海之后 无数架飞机硬式升空 仅仅盘旋在几大主舰上空 就如同一片片黑压压的乌云 笼罩了大半的天空 如此阵仗 直接震惊了世界 这特么叫阅兵 怕不是把家底都给掏出来了 有部分国家隐隐察觉到些许的不同寻常 纷纷开始猜测起来 自从华国国力超越毛雄 进驻世界第二的宝座之后 很少会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了 往后的阅兵 基本都是国家重大节日期间 举行传统庆典仪式时所进行的项目内容 形势居多 虽说也极其震撼 但远没有这次来的惊世骇俗 这已经不能算是阅兵了 这分明就是要搞大动作 这让许多跟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担心的不行 生怕这次阅兵是奔着自己来的 不过好在阅兵地点是东海 跟自家的领海并无交集 也就不那么心惊胆战了 除了巴嘎 巴嘎已经快尿了 高层也彻底乱成一团 别人不清楚 他们哪会不知道 这才不是阅兵 这就是冲着他们来的 一连两次的暗杀失败 已经把华国给激怒了 巴嘎高层紧急会议上 一个留着巴嘎湖的巴嘎 拍桌而起 怒声道 巴嘎 都骑到我巴嘎国的头上来了 不行 必须反击 话出 其他巴嘎纷纷附和 一致认同 即便是华国今非昔比 可自己好歹也是世界级强国 绝不会像面团一样 随便任人拿捏 让军舰出海 我们也搞东海演习 急于阅兵 第41章 吓到尿裤 为了避免坐以待毙 巴嘎国从商讨对策 到方案制定到施行 都十分的迅速果断 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巴嘎国各地的海军 先后得到指令 分别从不同的港口驶向东海 前往指定海域聚集 别看巴嘎国地方不大 综合国力着实属的上号 能够牢牢霸占世界前几的行列 其海军部队的影响力 更是曾大言不惭地 号称亚洲霸主 难有出其诱者 待到巴嘎海军集结以后 东海的动静变得更加热闹 尽管规模不及华国那般庞大 却气势汹汹 遮蔽了很大一片的海域 两支浩荡舰队隔海相望 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意思 其余隔岸观火的国家 见此一幕后 总算是明白过来 难怪华国不惜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搞一出声势如此浩大的海上阅兵演习 原来是看不惯自家这个 只会到处认干爹的舰铃了 日向创始后 作为巴嘎舰队的主舰航母 是巴嘎国八艘航母中动能最强 排量最大的主舰 除了自身的战机与火力威猛以外 周围更有数十艘巡洋舰 驱逐舰 护卫舰 潜艇和补给舰 实时护航 能够组织出如此强大的战斗舰群 号称亚洲霸主 确实毫不为过 只可惜 今日巴嘎遇到的 不是另一个亚洲霸主 而是世界霸主 别人还在王国服的时候 你已经称霸州服了 不过不好意思 割完的是世界服 日向创始号的总指挥 名为彻硕池史 曾经在鹰将海军服役多年 最高官拜上孝贤 回归巴嘎之后 率领一支有五艘巡洋舰组成的舰队 于太平洋大战加拉比海盗团 自损失一艘军舰的代价 全舰海贼十二艘海船 共计三千三百余人 此战让彻硕池史一战成名 在巴达国的人气迅速攀升 一跃成为巴达国仅有的三位大将之一 并且还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因其冷血沙发的作风 被无数海贼生物痛绝 从而被贬斥为 齿犬 嗨嗨嗨 彻硕池史 看着卫星传送回来的 关于华国舰队的画面 面露不屑道 不过是阵仗唬人罢了 是缓缓拧动脖梗 发出骨骼碰撞的声响 跃跃欲试道 华国这群耸包 如果碰真碰硬的话 最多三个小时 华洛 彻硕迟迟迟诗语气一顿 嘴角弧度上扬 露出一抹极度自负的笑意 我能全肩这支华国舰队 华洛的瞬间 一道巨大的轰鸣声 直接穿透了厚重的船体 在舱内炸响 紧接着 便见窗外有滔天海浪高高掀起 少说也有千百丈之高 遮天蔽日 把天空都给遮了起来 怎么回事 剧烈的颠簸晃动之下 彻硕迟迟迟着身旁的护栏 勉强站稳脚跟后 连忙出声发问 有人被颠得七扭八歪 在船舱里滚上滚下 断断续续的说道 报 报告 是 是华国的舰队 在座开火演习 彻硕迟迟迟听得愣住 心里无比愕然 两支舰队离着少说 也有二三百海里 离得这么远开火 能让自己这里的海域 翻江倒海 这特么引爆的是什么导弹 核弹吗 彻硕迟迟迟 很快便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抓着护栏 一路跌跌撞撞的来到指挥室 拉起通讯装置 对着舰队其他船只发号实令 进行开火演习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实力 命令才刚刚下达 突然有人急忙忙传回了信息 报告 在空中发现两枚华国舰队 发射的洲际导弹 正在直奔我方舰队来 什么 彻硕迟迟大惊失色 着实没有料到 华国方面 竟然会如此明目张胆的发动攻击 不过这也正宗撤硕迟迟迟的下怀 开战 我不惧你 对自己而言 这是战争吗 这是给自己积攒战功的资历性 况且 还是你主动开战 我属于被动反击 在舆论上更占上风 撤硕迟迟迟狂喜之余 立马下达指令 拦截他 然后发动反击 不 不行 导弹轨迹无法捕捉 通讯器那头 有焦急慌乱的声音 在第一时间传来 闻言 撤硕迟迟迟迟迟迟迟 语气加剧 什么叫无法捕捉 远程击落做不到 那就进防炮拦截 不等彻硕迟时说完 那头的交际声音再次响起 华国发射的导弹消失了 我方所有的监测设备 均无法获得起现在的踪迹 因为无法判断与我方舰队的距离 所以做不出有效的拦截措施 彻硕迟时脑袋轰的一声 直接变得空白 两个大铁疙瘩在天上呼呼地飞 你告诉我监测不到 那可是洲际导弹 这要是砸到身上 还不得砸成自家舰队小半个身家 彻硕迟时终于开始慌了 当即调动所有的军舰 私生力竭道 全体都有 把功率开到最大 务必留保证 在导弹砸中我们之前 把它从天上揪出来 呼喊中 耳畔隐隐传来了破空声 下意识地往窗外看去 直接吓得魂飞天外 屎尿其流 一枚突破阴障 浑身燃着火光的炮弹 划破天际 眨眼便从云海来到了面前 只需刹那 便能洞穿自家的日向创始号 只需一秒 号称亚洲无敌的日向创始号 从此就只能出现在历史书上 彻硕迟时 眼瞳缩成脉盲 只觉得眼前的光无比耀眼 仿佛末日的黄昏 恍惚间 赤光透过窗户 直接把彻硕迟时的身影吞噬 不知过了多久 海面重回平静 一切恢复如常 彻硕迟时呆呆地站在原地 好久才缓过神 伸手用力捏了捏脸 痛意清晰地传进大脑 彻硕迟时 心中不禁陷入狂喜 自己果真是受天眷顾 命不该绝 就是自己大展宏图之时 哈哈哈哈 彻硕迟时狂笑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 旁边一众士兵投来的鄙夷目光 那洲际导弹 确确实实砸了过来 却不是没炸 而是在临近自家舰队的瞬间 竟然诡异地拐了个弯 以一个离奇的角度 在天空划出一个离谱的弧线 掉了个头 飞走了 是的 一枚导弹 掉头飞走了 彻硕迟时 此时正沉浸在天命所归的欢喜中 裤子更是被不知名的液体 浸透了大片 还在滴答滴答地往下露着 其中一个士兵再也看不下去 低声冲身边的战友说道 回去申请退一把 算我一个 第四十二章 别回去了 华国仅仅用了两发炮弹 让巴噶清楚地认识到了 自己跟华国舰队之间的差距 先前的剑文就如同管中窥报 今日过后 如摘帐木叶得见东月山 不仅是巴噶 时刻在关注华国阅兵的其他国家 同样是哗然声响彻 无不是对那两发行踪诡诀的洲际导弹直呼不解 众所周知 任何物体在动能地推动下前进时 诡计都是有迹可循的 都是既定的 所以 应对敌方炮弹 只需根据行进路线提前测算出落脚点 提前击落即可 可华国的导弹 彻底颠覆了这一认知 摸得着 看不见的导弹 无法拦截的导弹 这是什么概念 幽灵 见过这两发导弹后 巴噶舰队的士气已经开始崩溃了 毕竟就连舰队指挥官都被吓尿了裤子 更不用提其他人了 就在巴噶高层商议 此次海上阅兵该如何收场的时候 巴噶舰队那边传来了最新消息 华国舰队已经驶出领海 进入公众海域 直奔日本海域而来 消息一出 巴噶国上下一片恐慌 看华国这架势 是真的要跟自驾开战了 先前还战役骁勇的巴噶舰队 在见识过华国导弹后 直接成了双打的茄子 甚须到头都抬不起来 巴噶高层连忙改变会议内容 紧急商议下一步行动 对策还没出来 华国舰队就已经到了 不同于巴噶们的惊慌骚乱 华国舰队行驶在海面上时 战士们无不是精神振奋 悉数俱拢在甲板上 向着巴噶国的岛屿远眺 华国的战士们 全无随时将要面对炮火的紧迫感 有一个算一个 脸上全都带着兴奋与快意 拳头捏得紧紧的 恨不能现在就飞到巴噶岛去 这股气 已经在华国所有人的心里 积攒了百年 曾经的华国落后弱小 被人随意践踏欺凌 无数先辈遭受侮辱屠戮 尤其是这座可恶且卑劣的岛国 手段之残忍 人性之泯灭 简直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倒在巴噶屠刀下的同胞 何止千万 最最可恶的是 如今的巴噶 竟然对这段血腥残酷的历史监口不提 甚至是公然反对 如此恶劣的行径 让华国上下本就激愤的仇恨更加生疼 血海深仇 不共戴天 这股仇恨 绝不会因为时间而淡忘 现如今 机会来了 看着一个个好似打了鸡血一般的士兵 每只舰船的指挥官都在做着最后的动员 今天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今天是几月几号 甲板上 所有士兵站的笔直 声音如雷 齐声吼道 七月七 很好 指挥官同样神色激昂 大声喝道 没有人会不清楚这个日子的含义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日子是沉重的 是触目惊心的 是悲痛的 而且我相信 大家已经对这件事 梦寐以求过无数次 今天 他来了 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伟大 是为了过去的先烈 过去的同胞 为他们的人生 画上尽可能完美的结局 先辈们看不到的 我们替他们见证 先辈们没做到的 我们替他们完成 那么请告诉我 今天我们要去做什么 画落的瞬间 所有舰船上的气氛彻底炸裂 爆发出的嘶吼连成一片 声势比起方才的炮弹 还要猛烈 赏樱花 浩荡大军横行海域 很快便接近了巴嘎的领海 感受到华国大军的来势汹汹 巴嘎国的高层早就下滩了 却还是撞起鸡胆 对着即将驶入自家领海的舰队 公开喊话 华国舰队 你军已接近我方领海 请尽快改变航向 重复 你军已接近我方领海 请尽快改变航向 消息一连发出去数十条 奈何全部石沉大海 华国方面根本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继续向着巴嘎海域逼近 眼看华国舰队要完真的 巴嘎们直接急眼 慌成了一团 连忙求助父亲鹰将 反观自家的轻爹鹰将 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丝毫没有要出手帮忙的样子 见状 巴嘎们心死如灰 彻底绝望 反倒是最先尿裤的撤硕齿 还有点血性 继续对着华国舰队喊话 华国舰队 停止你们的越界行为 否则我方将采取强硬措施 强硬措施 华国舰队指挥官听后 忍不住笑出声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强硬 对巴嘎的喊话视若无睹 硬是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 浩浩荡荡地向着巴嘎海域进发 除了巴嘎国以外 其他国家当即就陷入了轰动之中 华国作为世界五大亨之一 是公认的最爱好和平的国家 用和平卫士来形容 丝毫不为过 公然挑衅他国 试图引起战争 这还是历史第一次 国际舆论沸腾了 数不清的议论声中 不少西方野心家 开始疯狂带节奏 不放过任何一个 能够诋毁华国的机会 什么爱好和平 你见哪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每年用于军事建设的开支 位居世界第二 华国的狐狸尾巴 终于露出来了吗 看来吞并世界 才是他们的目的 阴险 真是阴险 现在的华国 有谁能阻止他们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 不信华国能灭了我们全部 坚决抵制华国 本人声明 从今往后 将不再使用任何华国产品 来自华为手机用户 眼看华国舰队 即将驶入八大海域 所有的声音 在这一刻全部消失了 因为他们知道 今天他们将见证历史 怎料华国舰队 在距离八大海域 不足五海里的地方 突然停了下来 再没有了前进的意思 见此一幕 许多唯恐天下不乱的喷子 纷纷表达起不满 且还以为华国多猛的 原来只是吓唬人啊 量他也不敢发动战争 我们的鹰将父亲 第一个制裁他 耸包 不同于这些 看热闹不嫌失大的家伙 八大们明显感觉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缓过神来石衣服 都已经湿透了 裤子上 也不知道是汗还是尿 总之就是一片湿乎乎 之前的两发巡航导弹 就已经告诉了八大们 一旦真的动起手来 在华国的大军压境下 八嘎舰队 是绝对没有还手之力的 不过好在这一切 都是有惊无险 并没有真的打起来 几个八嘎高层 颤巍巍的擦去脸上的汗水 心里的底气 顿时就足了不手 一改刚刚的瑟瑟发抖 重新开始叫嚣起来 用屁股想也知道 华国是在虚张声势 挑起战争的后果何其严重 他们担得起吗 除非他五大亨的头衔 不想要了 支那民族 最烈性的民族 第43章 似曾相识 就在八嘎们 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准备继续冲华国舰队 喊话的时候 华国舰队又开始前进了 五海里的里程眨眼便智 相距八嘎海 只剩一步之遥 只要进入 就坐实了入侵他国海域之名 将会被视为宣战 八嘎们的嘴瘾还没过舒坦 当即又乖乖地闭上了 一众高层刚想嚣张起来的气焰 再次低迷下去 那个留着八嘎湖的八嘎 也没了之前拍桌而起的魄力 低下高傲的头颅 小声说道 快去请鹰匠大爹 听到这话 当即就有人摇头反驳 华国舰队距离我方领海太近 估计还不等鹰匠的支援赶来 我们就已经 话到这里就没了声音 所有八嘎的脸上 无不是流露着沉重神情 对没说完的话心知肚明 八嘎胡怒了 无力地嘶吼着 混蛋 我们的舰队是干什么吃的 连这么点时间都坚持不了吗 亏我们还号称的是亚洲霸主 面对八嘎湖的训斥 所有人皆沉默不语 连人家的一两发炮弹都拦不住 舰队总指挥都吓得尿了裤 真要是打起来 还能指望坚持多久 亚洲霸主不假 可那也得分对手啊 人家妥妥的世界霸主 连太空都随便能随便上人 揍自家舰队 还不跟砍瓜切菜一样 死气沉沉中 有人起身汇报 报告 鹰匠方面已经受理了我们的球员申请 回文也已下达 怎么说的 快 读出来 八嘎胡如同找到了救星 连忙欣喜地大喊起来 汇报之人抱着平板 低头看了回寒一眼 脸色顿时难看了不守 迟疑了好一阵后才 支支吾吾地说道 F Fuck you Pull 一口老血从八嘎胡嘴里喷了出来 脸上的欣喜直接凝固 转瞬便化作了错愕与震惊 什么情况 平日里 自己对鹰匠又是点头哈腰 又是卑躬屈膝的 怎么舔得他舒服怎么来 为的不就是 能让鹰匠在这种时候帮帮场子吗 怎么到了关键时候 说把自己抛弃就抛弃了 八嘎胡痛心疾首 郁闷到想落泪 爹啊 怎么能不管你的好大了呢 事已至此 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华国 碍于和平卫士的身份 不会主动发起战争 只要他们不主动 事情就好办了 不就是舰踏领海吗 随便 想进就进 想出就出 我放你们来回进出不就行了 万念俱灰之际 华国舰队有条通讯频道 强行并了过来 八嘎胡眼前一亮 还以为是有转机 赶紧说道 快 给我接通 接通之后 预料中的和谈并没有出现 而是传来了一句 令人无法理解的消息 我舰队在东海军演时 有一名士兵不慎走失 鉴于你国相聚我军军演地点最近 现推断该士兵 可能会出现在你国境内 请求能进入你方领土进行寻找 听着听着 一众八嘎的表情逐渐古怪 八嘎胡因为过度紧张 脑子没转过来 明显愣了一下 没有听懂这话的含义 是 什么意思 这是东海 不是路电 放眼望去 全是滔滔海水 并且时不时还有狂躁的飓风 以及咆哮的巨浪 小一些的船只稍有不慎都会翻腐 还能有人走丢了 走去哪 想不开跳海了 更何况 你找人就找人 哪有踏马的带着上百艘军舰来找人呢 航空母舰 巡洋舰 护卫舰 就连踏马的补给舰都跟来了 你这是找人的正事 疑惑中 八大胡又在心里默默重复了几遍 隐隐察觉出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段话 为什么总觉得在哪里听过 怎么就这么耳熟呢 眼前这一幕 更是似曾相识 刹那间 八大胡如梦初醒 一股寒意直冲天灵 这踏马 这踏马不就是一百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吗 八大胡下的连连后退了几步 扶住身后的椅子 才勉强没有探倒 再结合今天的日子 一切都是那么巧合 这场军演 哪里是似曾相识 根本是蓄谋已久 七 七人太甚 八大胡举起颤抖的手 表情终于流露出一丝狠力 直到现在 他才总算明白 为什么鹰将大爹不肯出面阻止了 因为无论出面与否 结局都不会更改 这一战 必以无可避 既然当爹的都不要儿子了 那么自己这个做儿子活着 也没剩意思了 缓缓抓过面前的电话 拨通之后 用极为沉重且严峻的语气 一字一顿道 全军戒言 绝不能让华国舰队 进入我方领海 若是执意如此 那就 开战 打完这个电话 仿佛用尽了八大胡全身的力气 连电话都扣不上了 直接就摊坐在椅子上 双手无力垂下 闭目无言 完了 八大完了 接到高层命令以后 换好裤子的撤手池屎 早就料到了这个结局 当即指挥八大舰队 火速赶往八大海的边界处 不多时候 两支数量庞大的舰队碰了头 相距不过数里 甚至于仅用肉眼 都能够清晰的 看到对方甲板上站着的士兵 华国舰队 给我转舵离开 剑板弩张中 华国的指挥官 直接无视了八大疲软的警告 轻轻做了个前进的手势 沉声道 进 指令下达 华国舰队在八大的一句剧警告声中 公然越过公海 闯进了八大海域 进军的同时 华国指挥官下达了最后一道指令 一定要等他们先开火 我们再进行反接 直到华国的超级舰队破镜 八大们这才感受到 什么是令人窒息的压迫感 远远看着一座座高山迎面压来 连海浪都被劈开 一股击一股的向前奔涌着 撞击的自家舰船连连晃动 东歪西倒 随着双方舰队的距离越来越近 巨大的阴影开始笼罩八大舰船 所有站在甲板上的八大士兵 唯有仰头才能看清华国舰船的全貌 直至舰船接触的那一刻 天黑了 彻硕迟使的拳头握了松 松了再握 心里百般挣扎 百般纠结 经过复杂且艰难的心理斗争之后 握得直接发白的拳头再一次松开 看着面前需要仰望的庞大舰船 因为对方的舰船行驶 令脚下的海浪在剧烈翻涌着 如果真的撞在一起 自家的这些舰船就是一群蚂蚁 非得叫对方的船撞个稀巴烂不可 重重拍向操控台 嘶声力竭地咆哮出声 打 第四十四章 相亲 华国跟巴嘎国开战的消息已经传出 在国际上引发了巨大地震 论轰动程度 任何的新闻都比之不了 直接一跃成为本世纪最大的话题 更加劲爆的消息还在后面 距离开战不足两个小时 号称亚洲霸主的巴嘎舰队全线崩溃 被华国军舰摧枯拉朽 消息传出 举世震惊 不少国家领导人听后 无不时愣在当场 久久无法回神 巴嘎国的军事力量 足以排进世界前列 海上部队更是凝结了巴嘎的全部精髓 如此强大的庞大舰队 在华国舰队面前 连两个小时都没能撑住 所有人已经不敢细想了 这不露山不露水的华国 究竟隐藏了多少实力 如此在看 即便是不量产超越者 恐怕地球上也没有哪个国家 敢说能够稳胜华国一筹 三个小时后 巴嘎海防力量宣告溃败 无可抵挡的华国舰队 禁止冲入巴嘎内海 着实进行岛屿登陆 作为巴嘎的好大爹 被称为世界头号战争贩子 最喜发战争才的的鹰匠 面对这场堪称世纪之罪的大战 竟然无动于衷 罕见地选择了坚没 这一日 华国不仅没有像预料中的那般 成为千夫所指 反而是威望不断攀升 如日中天 这一日 华国的霸主地位 坐实 从今往后 所有想要对华国耍心机的国家 怕是要掂量再三 死而后行了 世纪大战还在继续 暂时不会告一段落 王正独自待在正清集团的一处研发基地内 着手准备太空电梯的下一步进程 正做着测算 袁崇真找到了王正 虽说如今的王正也被提名了院士贤 二人可以看作是同级别 但在行业上的威望 王正终究不如袁崇真 该有的敬意 还是要有的 连忙停下手中的活计 起身去迎袁崇真 袁老 什么只是 袁崇真上下打量了王正一圈 脸上的笑意越发洋溢 只是谈不上 有没有时间 领你去见一个人 见个人 王正有些疑惑 国内的科研大佬 自己都认识的差不多了 应该再没有科研领域 拥有超凡建树的人物了 好奇心顿时大起 出声问道 见什么人 袁崇真没有急着回复 而是一脸笑眯眯的说道 王正啊 你现在满打满算也小二十了 正是火力最旺的时候 就没想着谈个对象 听到这话 王正不禁皱起了眉 堂堂华科院的院士 照理说应该是先锋盗鼓 不识人间烟火的天上人物 怎么到了自己跟前以后 突然就摇肾一变 俗姐不说 还猥琐上了 正当王正不知该如何作答之际 袁崇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 缓缓对到了王正面前 我外孙女 父母都在国外定居 本来以为也就跟着父母 一起在国外生活了 结果前不久瞒着我偷偷回国 还自己找了份工作 要不是一次偶然碰见 这丫头 估计还得继续给我瞒下去 言语间 无不再流露 对自家外孙女的满意与喜爱 王正接过照片看了一眼 照片里的女生面容娇好 身材凹凸有致 长发如铺垂在腰间 由内而外 透着一股充满活力的超脱气质 在她身上 知性与活力完美结合在一起 竟然没有任何的冲突 自打王正穿越至今 见过的最美的面孔 便是曾经在断刀大赛结束后的路上 遇到的那个 想要袭击自己的女人 要不说能成为顶级特工 容貌加上那深妩媚妖娆的气质 简直夺人心魄 没有几个男人能顶得住 而照片里的女人 单论容貌 略施粉带 竟然也不见丝毫不逊色 王正抬头看了看袁崇珍 又低头看了看照片 见状 袁崇珍的笑意更浓 继续说道 怎么样 漂亮吧 姓苏 单名一个科 王可科 不光漂亮 也非常的优秀 高分子工程学硕士 在Nature上发表过几篇论文 反响十分不错 当毕业就被许多企业哄抢 袁崇珍已经笑得有些合不拢嘴 要说最最优秀的地方 还是这丫头念家 知道出去是为了什么 文言 王正听出了袁崇珍话里的言外之意 作为华国科研院的资深院士 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纪 子女却为了所谓前途 抛弃了华国户口 转身领了他国绿卡 即便袁崇珍不说 这件事也会使其心中永远的痛 袁崇珍一把夺回照片 俯身拍了拍王正的肩膀 这么漂亮 又这么优秀 不打算见见 说着又伸出五根指头 才二十五 王正一脸无奈 袁老 我才十八 哎 那更好 袁崇珍不住点头 女大三抱金砖 你这一下抱两块 被袁崇珍忽悠的王正 此时正站在一幢高大威严的红七大门前 两侧是雪白的围墙 墙上碧瓦油油 无不再彰显着此地的磅礴气势 王正有点后悔 袁崇珍一个劲地说 自家外孙女优秀 属实没想到优秀到了这种地步 同时 王正也总算见识了 什么叫做门当户队 袁崇珍的亲家 苏家 递经九大世家之一 抵运身后 势力极为庞大 几乎是跺跺脚 能让华国颤三颤的存在 放在过去 这就是能够制衡皇权的士族 而王正眼前的高墙绿瓦 还仅仅只是苏家 名下百姆园林中的一座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 衣着简朴 与周遭的景象 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拘谨又无助 就在王正犹豫着 要不要进去时 一个身穿堂服不怒自威的中年男人 从院里走了出来 瞥一眼好似憨傻的王正 赶忙快步走到镜前 朗声笑道 小友就是元老请来的贵客 因为在王正来之前 袁崇珍只含糊说 介绍了位年轻客人 并没有明说王正的身份 所以只能靠问 王正摆摆手 回道 贵客不敢搭 来蹭个发而言 闻言 中年男子忍不住大笑了几声 对眼前这位年轻人 好感大增 寻常人来到苏府 哪个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唯恐说错话办错事 能不说就不说 能不动就不动 哪像眼前这个年轻人 不仅没能从脸上看到钉点拘谨 反而还能跟自己 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如此坦荡自食的气魄 即便穿着一身简朴衣物 都遮不住 中年男子做出个请的手势 自我介绍道 笔人苏振婷 若是小友不嫌弃 喊我生亭叔 王正连忙回道 叫亭叔属实有些将赖了 要是老哥不嫌弃 还是叫生亭哥显得清静 苏振婷听后愣了愣 终是觉得跟这小子说话痛快 再度大笑起来 好好好 那就受老弟一声亭哥 第四十五章 是你 二人并肩走在庭院小道上 苏振婷对王正当真是满意至极 被王正左一句 停歌又一句停歌迷惑了心智 一路聊下来 竟然忘了问王正的名字 两人穿过园林曲径 眼前豁然开朗起来 一状极具古风的隔雨 映入眼帘 而在隔雨门前 已经有一票人在早早等候了 见苏振婷领着人回来 这一票人一窝蜂地涌了上去 毫无防备中 王正直接成了观赏动物 被一群人围在中间 品头论足 长得还行 文质彬彬的 很清秀 不错 就是太瘦了 听着众人毫不掩饰的议论 王正大感无奈 这群人是有多长时间没见过外人了 怎么逮着个人就一顿打量 恨不能从头观察到脚后跟 自己只是来吃个饭 哥这条女婿呢 被人簇拥着走出没几步 一个身形修长 大约十五六岁的少年 暴毙站在门前 居高临下的邪逆王正 看了一阵后 随即就冷哼一声 扒开人堆 冲到了王正面前 不等王正有所反应 少年直接语出惊人道 你就是元老喊来 给我当姐夫的家伙 一句话 直接把王正噎住了 吓得王正直接失声 啥玩意儿 当姐夫 看着王正失态 人群顿时爆发出阵阵哄笑 真当苏家庄园 是外人随随便便 想进就能进的 要不是给苏家挑孤眼 你以为你进得来 感受着周围火热的眼神 王正平生第一次萌生出了退役 好歹是华国最顶级的超级世家 多少也得有点气质傍身吧 这怎么跟村头的大娘们碰头似的 可竟逮着别人平头论足 拿出点名门望族 待有的高朗好吗 还有这个元老 当初跟自己说的 是来这里吃个便饭 认认人 即便对不上眼 做个朋友 也是OK的 现在看来 对自己是这么说的 对苏家绝对不是蹭饭这么简单 臭小子 苏正廷瞪了口无遮拦的少年一眼 同样是语出惊人 怎么跟你准姐夫说话呢 连元老都看中了 指定这位来做他的孙女婿 你还搁着挑挑拣拣 等等等等 王正此时的思绪有些凌乱 说好的只是来认人 怎么感觉婚事都替自己订好了 这叫乡情啊 这不是逼婚吗 慌乱地摆动着手势 冲苏正廷解释道 廷哥 咱是不是误会了 我真的只是来蹭个饭 元老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没有 根本不给王正把话说完的机会 苏正廷直接揽过王正的肩膀 说道 这小子是我儿子 叫苏北 年纪小不懂事 口无遮拦的 改天我替你教训他 不是不是 王正更懵了 这都哪个哪呀 重点是口无遮拦吗 重点是 自己怎么就成他姐夫了 也不给王正再开口的机会 一路上拉拉扯扯 竟自进到了正堂中来 出道正堂 气氛急转直下 不同于外面那群人的热情 正堂里的人皆是表情肃穆 一言不发 所有人听到门口的动静 起起转头看来 在看到苏正廷 以及衣衫朴素的王正后 脸色愈发阴沉了几分 如此压抑的场面下 王正抽动鼻子 轻轻嗅了几下 眼神被绞弱的香如细意 龙咸香 在自己曾经的世界 科技极度发达 也导致了许多传统记忆的没落 正如华国特有的精粹 焚香 到了那个时代 已经消失了 今日一见 多少是有些好奇的 坐在大唐正中央的梨花木椅上的华发老人 眼神有些冰冷 将视线移到王正身上 在细细审视一番后 并未言语 这就是袁崇祯口中的天之骄子 天纵奇才 华发老人左手边的高寿老人 一边打量着王正 一边开口问道 苏振廷直接出声答复 没错 就是他 王正嘴角抽了抽 正等着下文呢 突然发现 坐在大唐的这些人 竟然开始议论起来了 嗯 还行 元老看上的 肯定行啊 你觉得咋样 拖 激烈的讨论过后 所有人的目光再变 直到坐在梨花木椅上的华发老人 看向王正 露出颇为满意的神情 左手边的高寿老人才开口说道 能够得到元老的认可实属不易 想必小友也是有着过人之处 品心自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么荣老夫再问一句 你与小柯的婚事 打算定在什么时候 可嗨嗨 王正被呛了一口口水 眼泪顿时就出来了 天地良心 我真只是来吃个饭的 这里面有误会 我只是来 一直保持沉默的华发老人开了口 叫什么名字 画出 全场寂静无声 苏振廷一拍脑门 恍然大明白 对啊 忘了问名字 王正彻底无语 尼玛的 连名字叫啥都不知道 就敢招架当孤眼 这要是认错了人咋办 生米煮成熟饭了咋办 王正在心里疯狂覆菲着 背后突然传来 陶瓷摔在地上破碎的声音 转过身来 看到了一道绝美的身影 那道身影 竟然是比照片上还要美上几分 此刻正呆愣愣地看着自己 看得王正微微有些失神 恍惚间 那绝美的女子 竟是颤抖着声音开口 是 你 王正 话出 在场的众人无不愣了一瞬 脑海齐齐运转 又同时锁定 下一刻 所有人诧异起身 眼神中多了几分异色 一口同声道 你就是王正 在场的人看向王正的眼神再度火热 甚至隐隐有了些狂热的趋势 难怪能被身为华科院院士的袁崇珍看中 原来是最近仅凭一己之力 就搅动了世界格局的牛掰少年 你是 王正虽说偶尔有些迟钝 但可以非常笃定 并不认识眼前的女人 苏科脸颊浮现出一抹微不可闻的红意 默默低下了头 王正确实不认识自己 但自己却对他印象深刻 以至于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王正研发超越者而轰动世界前 自己在济海士科研所工作时 曾收到过王正发来的一篇名为 《论超微型方舟能量反应堆》的研究与应用的投稿 看过之后 直接惊为天人 奈何以前的主任不作为 尽管如今已经被辞退 却还是导致白白错失了一位不可估量的超级天台 同时 自己也失去了跟王正共事的机会 可从那时起 苏科便关注上了这位还在读大学的少年 比任何人都要早 直到王正搬出了超越者 一名惊人 所以 尽管未曾谋面 苏科对王正的密切关注 导致在潜移默化中 情感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俗称 一见钟情 第四十六章 白捞一媳妇 苏正廷看看略带娇羞的苏科 再看看一脸猛逼的王正 作为老江湖 顿时就明白过来 自家这个小侄女 生来就跟着自己大哥在国外 一年到头都不见得回来几次 虽说见的面少 却跟家里人十分亲密 所以 自己这个当叔叔的 对小侄女 可以说是相当了解了 颜值学历家境三高 在从小的耳濡目染中 当真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大场面 即便接见许多世界及企业的高层 也表现得落落大方 最最重要的是 苏科这丫头 拥有非常自主的性格 对于任何事都有自己的判断 就像硕士毕业时 面对无数家机构抛来的橄榄枝 苏科看都不看一眼 硬是瞒着父母回到了华国 只可惜 华国的环境跟鹰匠不同 从出生起 就顺风顺水的苏科来到华国后 接连碰壁 引以为傲的学识与学历 也难以派上用场 这还是多亏了袁崇珍 受邀去了苏科所在的研究院授课 碰巧遇到后 给硬生生抓回了苏家 如若不然 就凭这妮子的倔脾气 怕是要在那家科研院死磕到底 就是这样的一头倔驴 可为什么瞅见王正这小子后 就仿佛变了个人似的 莫名焦羞起来了 苏震廷笑得几乎要合不拢嘴了 越看越觉得 这俩人般配 反观一旁的王正 被众人脸上挂着的不明所以的坏笑 惊得毛骨悚然 虽说王正两视为人 智商高道 被心急闻名忌惮 情商同样不俗 但在感情方面 王正已经不能用迟钝来形容了 说钢铁直男都是在夸他 完全没反应过来 这群人为什么在笑 看着身后的苏科 即使翻遍了脑海里的记忆 仍是不记得 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 眼瞅着气氛越来越古怪 王正哪里还敢留下吃饭 随意跟坐在藤椅上的 滑发老人行了个礼 再跟苏震廷打个招呼 做事转身就要离开 坐在藤椅上的滑发老人 名叫苏阔海 是苏科的亲爷爷 同时也是苏家的现任家主 苏阔海见送上门来的孙女婿要跑 尤其这孙女婿 还是被许多国家 竞相抢夺的战略级瑰宝 直接就不干了 当即暴怒起来 小子 想走 王正只觉得后背狂风骤起 这滑发老人 丝毫没有垂目的样子 从藤椅起身的刹那 一手大棚展翅 动若雷霆 电光火时间 就赶到了王正的身后 快到王正都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苏阔海 一把按在了地上 你走不了 老爷子 你等会儿 王正被死死按在地上 动弹不得的同时 也是生了脾气 忍不住大声开口 启人太甚 我可动手了呀 待会儿别赖我殴打老人 苏阔海露出个笑脸 又笑眯眯的把王正搀扶起来 但去王正身上的尘土 柔声说道 王小有识不相瞒 老夫是扛枪的出身 向来跟动脑子的不对付 看不惯 就像老夫家里的那个逆子 在国外吃了几天西餐 连根再奶都忘记了 文言 苏科默默低头 口中的逆子 除了定居国外的父亲 还能是谁 说着 苏阔海突然伸手往王正肩头一拍 用力的捏了几下 疼得王正一阵呲牙咧嘴 乐道 独独见了你 倒是给了老夫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就是小有 你这胳膊腿啊 太细 以后没事 还是练一练为好 苏阔海的气场很强 身材又高大 一脸几巴掌下去 差点没把王正拍得背过气去 随即又见苏阔海压低了声音 以仅能二人听见的语气 轻声说道 有个忙 非得是小有 你帮老夫不可 王正满脸戒备 警惕的环视四周 揉了揉有些酸痛的胳膊 一声问道 干什么 苏阔海神秘一笑 继续小声说道 我家那逆子不争气 生的闺女倒是不差 今日老夫小有一眼 对我这孙女的评价如何 王正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狐疑的看向苏科 第一次你让我见 怎么评价 总不能胡说八扯吧 见王正不说话 苏阔海开始进行言语引导 你就说我这孙女漂不漂亮 气质如何 王正含糊的点头 受不住苏阔海的一再逼问 只得张嘴说上几句客套话 漂亮 就是内向了些 王正的声音并不算小 周围的许多人都听到了这句评价 听闻之后 顿时就面露古怪一色 尤其是那句内向 直接把吃惊挂在了脸上 着实让王正看得不明就里 任王正怎么想也不会想到 他口中内向了些的苏科 在平时里是多么干练果敢的一个人 你就说满不满意 苏阔海又问 王正懵了 满意什么 迟疑中 王正不由地再次看向苏科 恰好撞见苏科抬眸 二人目光于空中交汇 看着那玩耳明眸 王正心跳漏了一排 赶紧移开了视线 亲眼目睹了这一幕的苏阔海 当即朗声大笑 笑而不止 王正不觉脸上有些烧 实在有些待不下去 胆忙推辞 老爷子 能力有限 确实帮不了您了 不不不 苏阔海立即反驳 这个忙 还真就王小又不可了 听着苏阔海的话语 王正脸上涌现出几条黑线 心里已经在骂原重真了 这老家伙当真是把自己推进了火坑 话都说到这份上 这忙不帮也得帮了 眼看王正快被自己给整哭了 苏阔海也不再卖关子 朗声笑道 王小友 我苏家的情况 你想必也都见到了 缺是不缺什么 独独友一样 实在是不太好找 说吧 苏阔海俯身到王正耳边 以浑厚嗓音 开口道 成龙快叙 成龙快叙 王正的脑子已经不会转了 一时没反应过来 居然还认认真真的考虑了一阵 随即才明白过来惊呼出声 什么玩意儿 你父亲那边 我会亲自过去的 这你不用担心 苏阔海一边出烟安抚跳脚的王正 一边挥手示意旁边人去摆宴 身为感情小白的王正 还是头一次表现出慌乱无措 哆嗦着开口 敢 感情是需要培养的 哪能这么儿戏 结了婚再培养一样 不行不行 我还小 成年了 没事 你这属于逼婚啊 老爷子 你少来 踏马的老夫仇你很乐意 很高兴 老爷子 臭小子别得寸进尺啊 你就说要不要吧 王正没再说话 抬头看着俏脸染霞的苏科一眼 家人含羞 一眼万年 第47章 牛比 有出息 略作恍惚 王正缓过神来 终究还是长出口气 正色道 老爷子 这种事还是唐突了 连我的脾性习惯都还摸不清 即便是现在强行撮合在一起 日后注定也不会长久 之所以这样说 还是希望苏过海能清醒过来 结束这场看似荒唐的闹剧 毕竟自己重活一世 志向远不在此 说不定哪天就突然被某些阴谋家给干掉了 违逵于儿女情长 只会成为自己前进的拖累 苏科很好 是自己无福消受 话说完后 苏过海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就在王正以为苏过海把自己的话听进去后 苏过海突然一脸严肃地说道 之前袁崇珍那老家伙告诉我说 要给小科找个合适人家 我自然是不信的 毕竟那老家伙 连自己闺女都教育不好 实人的眼光肯定不咋电 尤其在听到你是个搞科研的 我就更不感冒了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仗义美多图狗背 复兴多是读书人 为啥 书读多了 老想着往好地方跑 越活越只知道利己 连自己的跟在哪都不管不顾了 说着 苏过海竟然会心笑了起来 指着王正与众心长道 老夫的眼光确实也不怎么好 但在识人这一块 倒还没看错过人 见你的头一眼 我知道 这小子绝不会是什么薄情寡义之人 在知道你是王正以后 老夫就更笃定了 苏过海笑着 看向王正的眼神 大有在欣赏自家孙女徐的意味 能把改变世界格局的超越者 无偿捐献给国家 帮助华国打造出 堪称神话的太空电梯 试问这个世界 有几人愿意将手里 可以获得无穷财富的质保 拱手送人 王正猎奇 这种人放在过去 足可立妙 这样的人 在品行上能有什么问题 会有什么问题 王正听后 表情逐渐变得古怪起来 这老家伙怎么是 还说自家孙女是将驴 你不也油言不尽吗 合着倔脾气 就是遗传的你啊 可是 王正还想再说什么 直接就被苏过海打断 我且问你 如此推诿 可是觉得 我家小客配不上你 这 王正摇头叹气 自然不是 那你还有什么顾虑 苏过海问道 王正有些欲哭无泪 转身指了指全程无言的苏科 说道 感情一事讲求两情相悦 就算我愿意 老爷子你 问过你家孙女没有 不等苏过海开口回应 一直尖口不言 保持沉默的苏科 竟然局促地抢声喊了出来 我愿意 你看 您孙女也不 王正刚准备接过话茬说下去 突然意识到 自己听到了什么 急不可思议的话 猛地转身 恶然看向苏科 只见苏科美眸浊浊 以一股很是坚毅的语气 再度说道 我说我愿意 说吧 脸上浮现飞红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王正张大了嘴巴 无视掉仰头大笑的苏过海 师生惊呼道 啥 就这样 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的王正 被家大业大的苏家 强势扣留 里里外外的苏家人 已经开始用孤野来称呼王正 在苏家的地位之高 甚至都要超过了苏振庭 因为出不了庄园 王正只能胡乱溜达 走到哪都有人迎上来 笑着冲自己打招呼 看着架势 似乎自己的好事将尽 说实在的 王正是不愿意吗 要家事有家事 要能力有能力 要颜值有颜值 多少人梦寐以求 几辈子都娶不着的媳妇 白送 还附带一个院士爷爷 外加一派势力深厚的 放眼整个华国 都具有一定话语权的超级家族 不愿意 杀臂才不愿意 王正心里 其实爽得不行 但还是那句话 王正两世为人不假 奈何这一世跟上一世的经历 全都投注在科研上 对感情这种事 完全就是鱼目疙瘩 一窍不通 滴水难尽 对于婚姻 固执的认为是 需要有感情基础的 这种带有目的性质的家族联姻 注定结局不会圆满 入夜 正值酷暑的夜晚 暑时是闷热难当 苏家这座庄园的 不同寻常之处 开始显现 庄园里外 并没有看到任何的制冷设备 就连屋里也没有 却可以感受到阵阵凉意 沁人心脾 深感舒爽 这一切 还要归功于庭院中的天然泉眼 泉眼深邃 深入地下 涌出的山泉入手冰凉 入口干裂 闲来无事的王正 便沿着这汪泉水溜达 从这座庭院转到那座庭院 一连转了几圈 竟然也没能把苏家庄园转遍 就在王正转腻了 伸个懒腰 准备回屋休息时 站在圆形拱门前 无意看到了一座 从未来过的庭院中 小型湖泊边上的凉亭里 一道倩影孤零零 月灰洒身 湖水零零 波光反映在倩影脸上 如此一幕 如智华中 王正看得微微有些失神 犹豫再三 还是走上前 坐在了倩影身旁 苏科此时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秋水眸子落在湖面上 正正无神 直至感受到身旁有人来 这才回过神 见来人是王正 抬头看了一眼后 忍不住又低下了头 王正随手捡起一颗石子 丢进湖中 平静的湖面顿时被打破 泛起阵阵涟漪 随口问了一句 怎么想的 什么 苏科茫然抬头 没有听清王正的话 王正无奈叹了口气 只觉得此时的气氛有些尴尬 我是没想到 你会答应你家老爷子 怎么想的 苏科脸一红 没有答话 二人就这样陷入了沉默中 并肩坐在一起 也不离开 也不说话 王先生请跟我来 管家领着刚从苍江接来的王清一 准备去找王正 途中路过其中一座庭院时 碰巧见到苏阔海苏镇庭一群人挤在一起 不知道在观望着什么 不时还议论几句 兴致勃勃 似乎感觉十分有趣 任后跑不了成为亲家 管家自然不敢怠慢 连忙改变路线 陪同着王清一 来到了苏阔海等人面前 老爷 王先生来了 嘘 苏阔海赶忙伸出手指头 输在嘴边 自来熟地把王清一揽在怀里 另一只手顺势指向庭院伸处 嘴角的笑意 怎么也掩盖不住 用极其低微的声音 兴奋开口 亲家快看 怎么样 王清一顺着苏阔海手指的方向看去 恰好看到王正跟苏科两人并肩而坐 加之月光映身 胡光照言 场面说不出的暧昧温馨 王清一连连点头 也开始笑得合不容嘴 好好好 不愧是我儿子 牛逼 有出息 第四十八章 前途无量 一日清晨 王正照常起床 刚刚吃过早饭 就被苏家人领到了正堂 站在正堂门口的瞬间 满屋子的视线起起头来 一张张笑意呼之欲出的脸 看得王正毛骨悚然 全然不知道 昨天晚上自己的所作所为 已经全都被人目睹 心惊胆战地走进正堂 还不等开口询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 突然就在人堆里 瞧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你怎么来了 王正问道 闻言 王清一的笑脸一僵 不由得大怒 臭小子 结婚这么大的事 不想让你老子过来 还想让谁来 王正额头浮现一团黑线 张嘴刚准备解释 王清一镜自站起身 凑到王正面前 头一次露出 雌妇般的欣慰笑意 臭小子比我有出息 几天不见 媳妇都找上了 王清一自然是相当 终于这门婚事 毕竟女方是 大名鼎鼎的苏家千金 准而媳妇在 昨天晚上也远远地见过 气质出尘 容貌不俗 配自家这个瘪独子 着实绰绰有余 最重要的 此苏家非其他 所谓的豪族旺族 可比早就脱离了 追求财权的世俗怨想 真正是跟华国同荣辱 共生死的根源性家族 只要苏家愿意 分分钟量产正轻 所以对王清一来说 能跟苏家结世代之后 那就是 天上吊满汗全息 还是一口一口地 吊进自己嘴里 不过王清一乐意归乐意 成与否 还是要王正来做决定了 就从王正走进 自家七号工厂的那天起 王清一就已经知道 自己这个曾经 玩世不恭的儿子 如今已非池中之物 世俗困不住他 谁都不行 感受到周围炽热的目光 王正微微叹一口气 抬头看向 坐在正中央藤椅上的苏阔海 老爷子 昨天晚上 我跟苏科小姐聊过了 嗯 苏阔海对此早就知晓 淡定地点点头 王正没有犹豫 开口说道 我跟苏小姐的看法一致 对待感情一事 不能操之过急 对于老爷子昨天的请求 苏小子一时不能答应 言出 全场人的笑脸同时凝固 玄机便做一副 难以置信的表情 大为不解 苏科要容貌有容貌 要身材有身材 学历高气致好 对外形式干练 对待家人温柔体贴 绝对是难得一见的闲内主 而苏家更是要钱有钱 要事有事 即便你王正现在身受国家器重 更被无数国家哄抢 前途无量 可想要超过苏家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十几代人积攒下来的厚重抵御 别说是超过 就算是追赶也不现实 所以只要王正应下这门婚事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苏家都会是王正身后 一股极为强大的底气和助力 按理说 不该有拒绝的理由才对 可偏偏事与愿违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场面 还是发生了 苏科海的笑容也已消失 转座之前的那幅威严相 听完王正的话 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几岁 许久之后才应了一声 知道了 事已至此 再谈无意 从藤一上起身 仍是以笑脸看向王清一 王老爹 昨天是老哥冒昧 把你从大老远接过来 本想一出良缘 只怪我操之过急了 说罢便做出个请的手势 大步走下高堂 朗声道 宴已设好 还请一步 王清一一边应下 一边狠狠瞪了王正一眼 带到众人全部走后 王正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刚想迈步离开 肩膀突然被人从背后拍了几下 回头看去 是苏振廷 只见苏振廷满脸的惋惜神色 看着王正直嘖嘖摇头 小友 你这一出 着实让人意外啊 此话不假 多少人朝思暮想的 去攀苏家的关系 哪怕是能跟结交一位苏家的边缘人物 都要屈之若鹜 绞尽脑之 而苏家这次 不惜下架千金 竟然被拒了 如若传扬出去 怕是又要引起不小的轰动了 苏振海跟王清一走在最前 二人并肩前行 多少让王清一有些受宠落惊 可以想到自家那个瘪犊子 胸膛不由的挺了挺 变得底气十足起来 出门在外 自己最当老子的 总不能跌了儿子的份 不过对于刚刚在正堂时的一幕 王正毫不客气的拒绝苏振海 多少是有些在打苏家的脸 虽说这个结果在王清一的意料之中 可如果因为这事而跟苏家交恶 那可就太得不偿失了 想到这里 王清一的心中不免担忧起来 瞥一眼身旁的苏振海 面无表情 冷漠异常 略作游异后 王清一还是硬着头皮开口 苏老 我家那逆子有些太没规矩了 我在这前替王正给您道个歉 嗯 苏振海侧头看向王清一 不禁哑然失笑 道歉 清一老爹 你们父子二人合错之友啊 王清一张了张嘴 有些难以开口 总不能说你想强嫁闺女 反倒被我家儿子无情拒绝 我这当老子的 很过意不去吧 这话要是敢说出来 宴席就可以换成葬礼了 苏振海自然明白王清一的意思 笑着说道 清一老弟不必为此心存芥蒂 王正的意思非常明了 无非是觉得跟小柯没什么感情基础 怕日后即便走到一起也难以维系 但昨天晚上的种种 你我都看在眼里 平日里让他们多接触接触 感情不过是时间问题 苏振海不仅没有动目 反而变得更加欣慰 恰恰是他没有答应苏家 我才会更觉得这小子不一般 胸有秋鹤 目有山川 不屈言覆世 懂力必权衡 能看长远 敢言不快 对待感情即是如此 对待其他事 亦可见一般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能有如此表里如一 且形势不俗的年轻人 实在是难能可贵 说到这 苏振海俨然没有放弃 王正的孙女婿身份 缓缓说出了一个 从不曾在嘴中出现过的至高评价 此子前途无量 有些话 苏振海碍于面子 终究是没好意思说出口 即使王正做不成苏家的女婿 苏家也乐得与正亲 与王正 结末逆之好 第49章 回笑演讲 宴客厅内 一张狭长的方桌 置于大厅正中央 除了两端各一张椅子外 其余人分别坐在方桌的两侧 两端一是主兵 苏振海 一是主客 王清一 本想着王正拒绝了这门婚事 跟苏振的相处 可能会很尴尬 没想到 二人竟然颇为熟络 碰面还打了个招呼 又顺势坐到了一起 其余人健壮 脸色不免有些不怪 尤其是苏振海跟王清一 深以为异地点点头 相视一笑 宴会上倒也融洽 一众人有说有笑 只不过所有人的心思 都没在宴会上 两眼飘忽 时不时地往王正跟苏振的方向偏 抬眼看去 王正不知道在跟苏振说着什么悄悄话 不时逗得苏振眼嘴轻笑 旋即又还给王正一个娇称的白眼 其余的苏家人 看着如此温馨的一幕 不禁露出老母亲的舒心笑意 苏振亭则是好一阵的惋惜 这两个小辈明明相处得这么融洽 怎么就不愿答应这门婚事呢 气氛正酣时 管家快步走了进来 俯身在苏振海的耳边小声而语几句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直接让苏振海收起了笑意 下一刻 一道修长的身影从门外走来 环视一眼后 笑道 这么热闹 还以为我来迟了 看见来人 所有人当即从椅子上站起身 竟未开口 元老 元崇真一边硬着 一边躲步着来到苏振海身旁 毫不客气地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苏振海实在不怎么 待见自己这个院士亲家 冷哼哼道 你来干什么 我好像没叫你吧 元崇真也不在意 结果旁人递来的餐具 夹起筷子就开动 是没叫我 我来不也没通知你吗 扯平了 扑 其余人听到这话 差点就笑出声 自家老爷子 跟元老很多年前就相识了 因为当时的工作缘故 互相看不顺眼 家之那时候正是年轻气盛 动嘴动手都是常识 别看元崇真是知识分子 动起手来也不含糊 苏振海担心元崇真的小体格子 生怕下狠手给他干死 可元崇真不怕 顶着苏振海的拳头就拼命 嘴里还骂骂咧咧 一住不住 两人不对付 偏偏家中儿女看对了眼 先是瞒着家里人走到一起 等元崇真跟苏振海发现时 早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 元崇真把嘴巴气歪的同时 苏振海乐得连夜开了屏好酒庆祝 如今上了年纪 自然不能跟小孩似的 动不动就干着 嘴上也不肯闲着 一碰面就得顶上几句 非得分出个高下不可 等元崇真落座后 其他人多少有些放不开了 全程都在看元崇真 跟苏振海唇枪舌战 你来我往 到底是骂战的行家 练了这么些年没败练 嘴里的词一个接一个 完全不带重复的 哪怕是宴会结束 俩人还不肯停 苏家人对此一幕似乎早就熟悉 根本没有上前劝架的意思 宴会结束便自顾自的溜了 吃饱喝足 王正也准备离开 不等走出大门 突然被身后的元崇真叫住 眼看人都走得差不多了 元崇真从座位上起身 轻轻拍一下王正的肩膀 说道 华国舰队登陆了 王正愣了一下 随即便恢复正常 依华国现如今的实力 即便巴打 号称什么亚洲霸主 什么世界强国 通通都是白扯 距离巴打先行开火 引起战争已经过去了五天 五天时间击溃巴打舰队 其实已经超出了 王正在此之前的三天预测 说到底 还是华国为了藏桌 把实力保留了一部分 要问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那必然是故意不小心的 正是说完 接下来就该谈私事了 元崇真朝苏科坐过的位子 努努嘴 冲王正笑道 怎么样 见你跟小科坐在一起 是不是成了 成个屁 苏珀海在身后骂骂咧咧 我苏家的子嗣 沾上你这老家伙 真是倒了霉了 元崇真也不闹 怀疑颜色道 要是把苏家踢出去 小科说不定还能更优秀些 老家伙 十几年没动手 你又疲痒了 王正听得一脸无奈 连忙站到二人中间 试图阻止这愈发紧张的气氛 元老 您总不能是专程为这事来的吧 自然不是 元崇真摇摇头 说道 还记得张崇喜吗 王正奔了一声 当然 自己大学的校长 怎么可能不认识 前些天气海市的市长找我 想委托你 回你的母校 做个简单的演讲 演讲 王正果断拒绝 咬文嚼子的 我不会啊 怕什么 元崇真开始替王正打气 我的意见 是你最好去一趟 倒不是说职业院校的不好 毕竟高等院校 跟职业院校的资源方面 差距是十分明显 而你的身份特殊 如果能出现在这种场合 对华国的教育 也是一种助推作用 王正听后有些无奈 问题是去了讲什么 讲讲自己 怎么研发的超越者 怎么制成的粒子光刀 这玩意儿 总不能是在学校学的吧 真要是在学校学的 这特么能是大专 苏阔海暴毙还凶 站在一旁满脸鄙 文化人士不一样 懂得完脑子 把人心都脏透了 袁崇真神色如常 淡淡回应 那也比蠢透了强 终究是抵不住 袁崇真的劝说 在苏家待了没多会儿 王正便跟着袁崇 匆匆坐上了回季海的车 王庆一本想也跟着离开 劝被苏阔海留下 扬言对自家这位准庆家 好好敬敬地主之意 回到阔别三个月的学校 还不等来到学校 季海市途径的道路上 插着不少的小红旗 正在随风飞扬 看其颜色的鲜艳程度 必然是刚插上没多时候 王正不免有些心惊 这要是给自己准备 自己成什么了 忧心忡忡地看了袁崇真一眼 袁老 这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了 袁崇真不以为意 出声回道 浪费什么 上面要加强淮湖省的建设投资 季海市跟苍江市 是重点规划地区 文明创成 懂不懂 王正咧咧嘴 来到学校 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 挂在学校门口最显眼的位置上 简短的一句话 看得王正眼面无语 欢迎华科院院士 王正校友回校历龄指导 看着这条眨眼又刺眼的横幅 王正在心中一阵负费 都还没几把毕业 怎么就回校历龄指导了 合着毕业证不发了是吧 第五十章 都是同学 看着校门口庞大的迎宾队伍 王正扫了一眼 随即决定待在车上 无论如何也不肯下去 别看乌洋洋一群人 里面哪里有自己认识的人 老师同学一概没有 就连校长张崇喜 都跑到了队伍的鸡脚嘎拉 这是学校演讲 这他妈是学术交流会吧 眼瞅着王正发现端倪不肯下车 队伍最前的几个人精 立马使个颜色 把最后面的张崇喜一行推散出来 张崇喜哪里感不乐意 脸上都要笑出花了 连忙乐呵呵的去迎王正 自己学校出了个这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自己跟着张光 那是必然的 说不准以后的哪天 这学校都能跟着专生本了 以往都是学校进荡 学生跟着野鸡变凤凰 一人带一座学校起飞 这还真是头一次听说 王同学 欢迎回家 张崇喜表现得十分热忱 亲自为王正打开车门 见此情形 王正虽说不情愿 却也无奈地下了车 两侧家道欢迎的人中 绝大多数都是陌生面孔 而且基本都是老太龙中的沧桑老人 见不着丁点校园该有的春光 在往远处看 倒是能依稀瞧见几个熟悉的身影 一样只站在远处观望 丝毫没有要走到近前寒暄的意思 看到这里 王正心有吃味 却也没有表现出来 毕竟那些人虽然存在过自己的记忆中 可这些记忆却并不属于自己 即便从此分道扬镳 也并不觉得难过失落 缓过神来后 在张崇喜的带领下 迈不向校园走去 远处 数不清的学生扎堆在一起 伸着脖子 只为一睹自己这位传奇校友的风采 高举着的手机 还不时传来咔嚓声 在这些学生中 看着远处那群需要仰望的大佬 此时正簇拥着王正一人 满心欢喜的步步紧跟 脸上的异样越来越重 外人或许不清楚 可自己这些同班同学 好歹也算是跟王正共处过两年多的时间 在学校时候的王正 每天总有睡不完的觉 逢课避睡 风雨无阻 为此 自己这些人还没少拿着是业余过打 现在看来 人家完全就是觉得听课没必要 又实在没其他的事做 只能睡觉消磨时间 说个不争的事实 职业学校里的学生 有超过七成的人是在摆烂混日子 因为高考的失利 他们在潜意识中 给自己扣上了一顶失败者的帽子 反正前路漫漫 这辈子得过且过完事 可就在今天 所有人都在看向远处的那道身影 那道曾经在课堂上呼呼大睡 不写作业 不搞活动的顶级懒淡 是的 他在发光 光芒透过所有学生的眼睛 直射内心 一时间 所有学生的心中传来阵阵悸动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我为什么不可以是第二个 少年时的光重新亮起 王正走在校园的路上 还不知道因为自己的到来 这所学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来到最大的讲堂门口 透过窗子往里面瞥了一眼 发现偌大的教室里 除了前两排空着 其他座位上早已经坐满了人 在王正的记忆中 这间教室 除了每年的迎新第一课 还从来没有开放过 毕竟实在是坐不满 而今天的教室中 不仅满员 甚至还有些坐不下 许多人都是搬着板凳坐在了最后 就连过道也挤满了人 在走进教室之前 王正拽过张崇喜 小声说道 张校长 学校门口的横幅摘了吧 张崇喜愣了愣 正疑惑着 王正又继续开口 只是提名而已 批股都还没下 就一口一个院士 传出去影响不好 文言 张崇喜了然 扭头深深看了王正一眼 真不愧是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 最年轻的科研最高荣誉获得者 谦逊博学 令人轻开 什么影响不好 根本就是低调 不动声色的招招手 身旁的人顿时心领神会 连忙叫上几个人 小跑着向学校门口赶去 走进教室的瞬间 所有人齐刷刷地站起 当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如同浪潮一般 经久不息 趁此时候 先前跟着王正一同来到教室的那群人 在前两台落座 见一众大佬落座 张崇喜赶紧抬手示意安静 待到掌声散去 冲着面前的话筒 朗声说道 各位老师 同学 今天有幸邀请到我们的校友 王正先生 回校 为大家做一次交流演讲 请大家鼓掌欢迎 话落 教室里又是一阵激烈的掌声 张崇喜之序地走下讲台 独留王正一人发挥 王正张了张嘴 又摸了摸口袋 袁崇珍之前所说的演讲稿并没有兑现 可来都来了 总不能跟一群人玩大眼瞪小眼 同学们大家好 看着前两台一张张沧桑苍老的面孔 这句同学们叫得着实有些违心 看来网络跟舆论 把我传得有些神乎其神了 说到底 我也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说完又赶紧补充了一句 不过是在某些领域略有建树 教室里静悄悄 专心听着王正开讲 奈何王正肚子里的墨水已经用尽 再怎么解也挤不出来了 眼看就要冷场 王正灵机一动 话风转变 大家都是同学 那些俗套的客气话也就懒得去讲了 这里是我的母校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去回报他 建设他 希望能用一份绵薄之力 让学校变得更好 既然是交流会 随时欢迎大家向我提问 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只要我知道的一定解答 话说完 王正心里暗自松了口气 不由得感叹起自己的机制 不知道说什么 那就讲讲课 随随便便讲解几个基础理论知识 拖他三两个小时 还不是手道擒来 王正还在得意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 台下前两排的人 笑容逐渐变态 一人举起了手 在王正的示意下 缓缓起身 开口道 王老师您好 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王正战术性喝水 请讲 那人点点头 语气平静道 怎样才能实现 稳定维系物质 第五形态的凝聚效应 拖 王正喝进嘴里的水 还没来得及咽下去 直接就喷了出来 旋即错愕地看向面前人 只见那人脸色如常 仿佛提了个非常普通的问题 而其他人的表情同样如此 看不出丝毫的一样 王正惊了 原以为只有前两排是混进来的 不曾想 整个教室的人都是 要问是怎么知道的 你妈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太多出来了 第五十一章 你管这叫学生 王正满脸猛逼的轻抚额头 一时有点不自信了 还不等想好该怎样解答 又有一人站了起来 眼磨对准曝光机的光刻系统 是否可以进一步精进 具体要求是什么 有哪些 超越者的主要动能 是双腿内部的超微型核反应堆 虽说你已经 把理论上交国家 但和裂解与核聚变的原理计控制 仍然无法有效掌握 能不能详细解说一下 粒子光刀的极数原理是什么 如何达成条件 老师 等等等等 一连串的问题轰炸 直接把王正炸得呆住 胡乱抹去嘴角的水字 连连摆手 制止台下的提问 你们是干什么的 王正满脸惊异的 看向台下的众人 前两排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 整个教室都不是一般人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 原崇祯的身影 恨得王正有些咬牙切齿 这老家伙 连着挖坑 埋了自己两次 这笔账 说啥也得算算了 面对王正的质疑 有人脸不红心不跳地回道 学生 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这学校叫什么名字 王正发出灵魂质问 啊 那人言语一致 直接卡壳 眼睛的王正 抓到了坐在教室中间位置的 一名滑发老人 出声问道 老爷子 总不能告诉我 你也是学生吧 老人颤颤巍巍地起身 手里竟然还拄着根拐杖 勾搂着身子 开口说道 老夫 我是学生 你是学生 王正瞪大了眼睛 你几岁 八岁 八岁 不不不 十八岁 十八岁 在王正连番追问下 老人终于开始有点不好意思了 感受着王正愈发惊恶的目光 开始试探性地开口 那 二十八岁 王正悠悠叹一口气 难难道 为老不尊 为老不尊啊 不再理会支支吾吾的老人 只留下一句 快坐下吧老爷子 这要是摔了 可别讹上我 失魂落魄地回到讲台 看着众人 面露无奈道 演戏嘛 好歹也像一些 哪怕化化妆呢 指着人群里的众多老头子 又道 这能叫回笑演讲 亏你们想得出来 但王正并没有恼火 反而觉得 这是个不错的增强博力的机会 作为目前拥有堪称 国际最大影响力的超级人物 走到哪里 都必然会受到其他各国的密切关注 即便是在拥有世界最安全的国度之称的华国 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 就遭遇了两次暗杀 说明暗处有无数双眼睛在无时无刻的盯着自己 这种情况下 自己即便有授克之心 也不敢公开演讲 虽说科学无国界 王正也盼望着地球能整体实现星际文明的飞跃 但科学家是有国界之分的 试问 哪个国家不想先人一步 做大做强 不想继阴将之后 成为第二个世界霸主 看似和平 实则早已暗流汹涌 你追我敢 争夺激烈 所以 碍于紧张的国际形势 本来还处在僵局 一旦因为自己而打破这个平衡 造成的后果可谓的严重至极 到了那时 自己就成千古罪人了 思量再三 还是华国的率先崛起最为重要 今天的母校之行 恰恰给了自己这样一个机会 抬头看一眼教室门口 一大群人正巴头好奇地往房间里打量着 张崇喜 不愧是酒居官场的元老 仅凭一个眼神 就明白了王正的意思 冲身边人招招手 轻声而语几句 身边人点头起身 关上教室大门后 又把房间的灯全部打开 顺势将各窗户的窗帘 拉了个严严实实 至此 偌大的教室彻底被封闭 外面的人再听不到里面的半点动静 没了顾虑 王正也就不再隐瞒 开始逐一回复众人提出的诸多问题 又是一口战术性喝水 缓缓将水杯搁在桌子上 在下面无数充满期待的眼神中 开口说道 回答第一个问题 物质第五形态的维系 东海 巴噶国临海海域 数不清的战船残骸 斜插在海面上 露出的部分翻滚着浓浓黑烟 泄露的燃料重油 把海面染成了彩色 发出刺鼻味道的同时 浴火急燃 就连海水都无法阻挡 巨大的火势 犹如怒龙一般 直接在海面上进行疯狂的舞动 往巴噶国的方向看去 一艘艘喷有黄色五星的华国战舰 乘一字阵型排列开来 把巴噶还算广袤的海岸都给挤满了 黑压压的舰队 悉数停靠在巴噶港口 大量的华国战士早已冲出 踏足巴噶领土的那一刻 无不是肆意狂笑 神情何其好放 这是多少华国人 多少年来 无时无刻不再梦寐以求的事情 今天实现了 距离海岸 最近的巴噶军事基地内 装备精良的巴噶士兵 严阵以待 基地指挥官正在激情澎湃地 做着最后的动员演讲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 我们的先辈 就已经征服过华国的土地了 而且是轻而易举 所以当这群卑劣的支那民族 来到我们的国家 这对我们是莫大的耻辱 你们作为我大巴噶帝国 最优秀的战士 一定要把这群支那人 给我赶出去 让这群支那人见识见识 我大巴噶帝国的可怕 所有巴噶士兵慷慨激昂 齐声高呼 遇碎 遇碎 突然间 一枚导弹精准命中 由钢铁混合水泥浇注 而成的基地大门 只听到轰隆声响彻 无数碎石如同急雨 朝着四面八方建设开来 更惹得沉烟四起 基地大门被拦腰炸成了两截 上面的部分 因为失去支撑轰然倒塌 令大的一阵轻颤 当巴噶士兵扭头看过去时 基地外面 已是遍布华国军队的身影 脚枪不杀 华国士兵一边大声高呼 一边举枪冲进了基地 怎料 这群被洗脑严重的巴噶士兵 已经听不进任何声音 眼里没有丝毫的畏惧 直接朝着就近的华国士兵 扑了过来 对待这种家伙 华国士兵当然不会留守 迅速果断地开枪射杀 基地内外彻底乱作一团 到处都是子弹击射而过 炮弹炸裂大地的声响 方才还满脸激愤的巴噶指挥官 此时正趴在地上 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方爬行 心中更是冷笑不已 一群贱命 一千条一万条 也比不过自己的金贵 赶紧都去拼命吧 跟这群同样卑劲的支那人 同归于尽了才好 只要自己的命能保住 死再多士兵又何妨 眼看就要逃出基地 巴噶指挥官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几乎要笑出声来 距离基地外围 只剩下一步之摇石 身后突然想起了一道冷漠的滑下雨 亲爱的指挥官大人 他在地上找什么呢 话语微停 又继续道 笑得这么开心 该不是想钻狗洞吧 第五十二章 巴噶成为历史 上 一句话 顿时让巴噶指挥官脑海瘟鸣 冷汗直流 慌张地从地上爬起来 拱着身子 双手熟练抱头 用跌脚的滑下雨说道 你认错人了 我只是一名士兵 我是无辜的 我家里还有老婆跟儿子 我 我投降 嘴上虽然这么说 巴噶指挥官的眼底 却充满了蔑视 自己早就预料到这种情况 所以事先准备了一套 没有军衔的服装 套在身上 随时准备逃命 之所以慌慌张张 也是在故意表现 为的就是能迷惑他们 华国的士兵战斗力虽然高 对待俘虏 却是出了名的仁慈 只要自己先势敌已弱 就完全可以蒙混过关 假以时日 自己必然能够像太爷那样 重新占领野蛮的支那土地 果不其然 华国士兵端着步枪愣了一下 正要打算把这活 押送到普通俘虏的队伍中时 一旁的华国少校 快步走了过来 一把扶住巴噶指挥官的下巴 逼迫其抬起了头 只看了一眼 华国少校便冷笑出声 创上爱日 巴噶第六海军边防基地指挥官 难道不是你 不是我 当然不是我 创上爱日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这种时候 必须打死都不能认 反正自己的身份信息 都是军方保密的 华国方面一时半会儿 也查不出来 哦 华国少校深以为意地点了点头 又问道 照你这么说 进口神社里供奉的创上爱曹 也不是你太爷爷 不是 当然不是 创上爱日继续否认 好 我信你 华国少校果断选择信任 就在创上爱日以为糊弄过去的时候 华国少校又紧跟了一句 那你认不认识 创上爱曹 创上爱日的反应和其迅速 自己太爷虽说在国际上臭名昭著 但在巴噶国 那可是当作传奇人物来看待的 放言整个巴噶国 就没有不认识的 如果自己否认 岂不就是便想承认自己在刻意隐瞒 没有丝毫的犹豫 创上爱日立即点头 华国少校 目光灼灼地看着创上爱日 继续追问 那你觉得 这人怎么样 闻言 创上爱日先是一愣 脑筋开始飞速旋转 作为当年巴噶国的一代名将 追求的传奇 可创上爱日心里无比清楚 自己太爷的赫赫战功 全都是屠杀手无寸铁的 华国百姓积攒出来的 所谓的传奇名将 在华国却是一头 十恶不赦的恶魔 想到这里 创上爱日毫不犹豫地说道 战犯创上爱曹 猪狗不如 段子绝孙 天打雷批死不足惜 说完 华国少校的脸色皱冷 嘴角有阴森笑意浮现 看着身前满脸 写着一份甜音的创上爱日 痴疯道 你还真是孝顺啊 听到这话 创上爱日心里一惊 还是尽可能地 装出一副茫然神情 连声说道 我不明白阁下的意思 不明白 华国少校 眼底有明显的厌恶流露 直接把手里的照片 甩在了创上爱日的脸上 没有华国人会不认识你 因为你跟你那牲口爷爷 长得一模一样 你太爷爷是战犯 你爷爷也是战犯 杀我华夏同胞 如我华夏妇女 还搞个什么百人斩比赛 累累罪行 庆竹难说 最为可笑的是 你那可怜的店 狗屁不是还想着 坐占领华夏的白日吗 愚蠢 照片滑落 恰好掉在创上爱日的手中 照片上是自己太爷爷 创上爱曹身批军装的样子 手里举着一杆比自己还要高的枪 正对着镜头咧着嘴笑 照片背景是一座 由无数尸体堆砌而成的惨烈小山 鲜血流了满地 跟创上爱曹的笑容大相径庭 创上爱日看得有些失神 耳边有华国少校的声音传来 你这张脸 跟你太爷爷一样 让人感到恶心 创上爱日瞪大了双眼 不可思议地看着华国少校 诧一道 你骗我 华国少校眼神冰冷 是你先骗的我 听到这里 创上爱日自知身份暴露 加之华国人对自己深入骨髓的仇恨 极有可能要死在这里 已经官拜海防司令的创上爱日 重祝家族荣公的美梦还没实现 怎么可能甘心死在这里 巴嘎雅鲁 我跟你拼了 趁着一旁的华国士兵分神之际 创上爱日身形暴起 直接扑了过去 能当上一座海防基地的总指挥 除了背景强大之外 实力自然也是不可或缺的 尽管华国士兵的反应很快 在创上爱日扑来的瞬间 就有所察觉 奈何创上爱日身手了得 一把按住华国士兵挂在腰间的配枪 顺势一拳轰出 继而朝背后飞身一脚 眨眼便放倒两人 现在创上爱日 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 抢枪 拿人 只要把华国少校控制住 自己就还有握旋的余地 扯过配枪的袋子 迅速把枪握在了手中 一切不过电光石火间 等到创上爱日回头看去 发现华国少校 竟然还站在原地一动没动 见此 创上爱日心中不禁冷笑连连 什么狗屁精锐 这都反应不过来 看来自己抢枪都是多余的 又是一念间 创上爱日单手提着抢来的步枪 几步便来到了华国少校的面前 一脚踹向其腹部的同时 两只手持枪平举 直冲华国少校的面门 现在只需一脚中击 自己的枪口 就会顶在短暂失去战斗力的 华国少校的脑袋上 然后就可以将其当作人质 飘然而去 创上爱日 嘴角露出癫狂的笑意 事已至此 大局已定 愚蠢且弱小的支那人 能奈我何 郑狂笑着 创上爱日刚刚平举的枪口 突然被一只手给握住 随即便感到 腹部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道涌来 硬是让自己止住了身形 继而稳之不住 重重后仰倒地 又接连滚了几圈才看看停下 疑惑中 海量的痛楚从腹部传来 迅速向着四肢百骸席卷 额头瞬间浮现汗水 痛得创上爱日摊在地上 嘶吼出声 因剧痛而无法动弹的创上爱日 无论如何也没想明白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错误 为什么倒在地上的人成了自己 面前 华国少校缓缓抽回身出去的腿 把手里夺来的枪抛给身旁人 朝前走了两步 蹲下身 看着痛不欲生的创上爱日 轻声道 你很弱 真的很弱 煞时间 创上爱日顿悟了 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去 星红的眼神充满了惊恐 瞳孔映照的画面里 有好几把枪对准了自己 假装被俘 实则意图偷袭 华国少校面无表情地 看着创上爱日 你该死 等等 创上爱日忍着剧痛 还想挣扎一下 却听到耳边传来一道枪响 随即便感到额头一热 紧接着似乎有什么东西流了下来 意识迅速涣散 弥留之际 依稀听到了华国少校的话语 下去以后 告诉你那群畜生祖宗 等灭了你们 我亲自下去 再找他们算账 第53章 巴噶成为历史 下 华国舰队登陆巴噶岛的第一天 大军长驱直入 无可抵挡 只用了八个小时的时间 巴噶方面宣告防线溃败 同时不断向鹰将 发出球员电报 迫切地寻求外界支援 巴噶国的精锐部队 全部分散在六座海防基地 仅这六座海防基地 每年的军费开支 就占了总数的九成 可以说 这六座海防基地 囊及了巴噶举国之力的心血 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装备和技术 实力可见一般 即便如此 从华国舰队登陆到现在八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六座海防基地 一一踏成了废墟 向来喜欢放狠话的巴噶 终于不嘚瑟了 自认排在世界前列的军事力量 在这群对手面前 已然成了纸扎的老虎 一碰就散 七月并不是樱花绽放的季节 虽然樱花树遍地都是 却都是光秃秃的 而身在巴噶国 看不到樱花 此时却能看到无处不在的火花 眼看军队都已经覆灭 巴噶的天皇 跟总统有些慌了 不过并不是因为 传承了千年的国度 危在旦夕 而是因为 自己手中的无上权力 即将化作云烟 在巴噶国指点江山了这么多年 心里还不时坐着 曾经那个称霸了半个世纪的美梦 期待着未来某天能再次达成 一切的一切 因为华国舰队的到来而覆灭 天皇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总统 愤怒地说道 巴噶亚鲁 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总统低着头 沉声说道 天皇陛下 其实办法还是有的 只是 一听还有办法 天皇直接把后半局给忽略了 连忙打断道 什么办法 快说 只要能把那群支那人赶出去 什么办法都可以 总统略微沉默了片刻 缓缓说道 给国民发放武器 同时可以大肆编造 宣传华国的恶行 用舆论激发他们对华国的恶 让国民对华国士兵 发动自杀式袭击 或许有一线生机 说吧 总统本就低着的头 几乎要贴在了地上 心里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这种桑尽天良的事情 实在是无奈之举 意料中拒绝的声音并没有出现 高座上的天皇两眼放光 竟然咧嘴笑了起来 满心欢喜地说道 好好 具体怎么做 快说 总统诧异地抬头 看着面前笑得很开心的天皇 不由胆寒 这还是那个爱名儒子的人赐天皇吗 让自己的子民去送死 竟然还笑得出来 甚至于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平复好情绪 巴噶总统重新低下了头 眼神已是变得一片阴冷 蝼蚁一般的平民们 过去也享受过足够多的福利了 既然天皇都开口了 就拿你们平坚的小命 再为巴噶国做最后一次贡献吧 华国士兵自登陆以来 从不会对平民和俘虏动手 自然也不会对百姓有什么防备 我们完全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给他们来一次绝杀 根据预计 华国舰队的士兵总数 在二十万人左右 而我们的国民 则有一个亿 全部变成人肉炸弹的话 绝对可以挡住他们 好好好 天皇大人忍不住连连称赞 直接从高座上跳了起来 挥手说道 愣着干什么 快去准备 每个人都多发点火药炸药 尤其是老人跟孩子 还有残疾人这种扛不动枪的 打不了仗就让他们 先去跟支那人换命 总统听的一阵心计 实在有些难以想象 这种话竟是出自天皇之口 不过倒也正何心意 在八大高层的眼里 平民的命 死再多也不会心疼 就在狼狈为奸的两人商议完成 准备着手发动 全民自杀式袭击的计划时 寂静的会议室角落 突然传来了一阵戏血的声音 嘖嘖嘖 八大国的百姓有你们俩 真是天大的福气 文德此言 向声音的源头看去 只见报警东坐在角落的椅子上 两条腿叠在一起 摆在身前的桌上 天皇面露愕然 看着角落里的报警东 彻底陷入惊慌失措中 虽说不知道他是怎么出现的 可他既然能出现在这里 说明刚刚自己的对话 已经全部被他给听到了 拿自己的的子民 去跟敌方的士兵换命 这要是传出去 就是国家保住了 自己的王冠也保不住了 想到这里 天皇大惊失色 尖声喊道 你 你是怎么进来的 卑微的家伙 竟敢擅闯王的房间 王的房间 报警东不屑地笑着 缓缓抽回双腿 脸上写满了冷漠 你跪下磕头认我当夜 我都嫌恶心 还有脸搁着指高气扬 以止气使 话落 报警东书地站起 神情咒便如金刚怒目 用雄魂嗓音 大喝道 跪下 扑通一声 面前象征着巴嘎国最高权力的二人 当即被报警东的呵斥 吓得两腿发软 直接跪倒在地 在报警东的身后 灯光找不到的地方 一团光圈附着在墙壁上 迷离的光运缓缓流逸着 仔细看去时 光圈的另一头 无数人影攒动 空间截获装置 只见报警东挥了挥手 无数鹤枪实弹的华国士兵冲了出来 冰冷的枪口 对准了跪在地上的两人 小鬼子 给我举起手来 这一天 华国举国沸腾 举国欢呼 因为他们完成了一件 多少年都在梦寐以求的事情 与此同时 国际上掀起了巨大的轰动 巴嘎国 宣告负面 从此以后 巴嘎国将只存在于历史中 不过与其说是巴嘎国的负面 倒不如说是巴嘎国政权的败亡 统治了巴嘎国千年之久的天皇制度 被推翻在地 所有的潜在军权 悉数被消灭干净 同时 现任天皇与总统最后密谋的事情 也被公之于众 无数的巴嘎平民看到后 无不深感错愕 义愤填膺 华国方面的速度很快 在登陆巴嘎岛的第十个小时 所有的巴嘎居民 已经开始排队领华国小红本了 巴嘎国也摇身一变 成了省级行政区 面对华国的雷厉风行 国际上竟然头一次没了诋毁声 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十个小时 华国让全世界见证了历史 当然 也让巴嘎成为了历史 第五十四章 星魔 作为华国最为奢华堂皇 也是号称全世界为二 能够达到十一星级的超级酒店 先攻 哪怕是一国的总统访华设宴 也不见得能够从这里 订到专属的套房 今天却极为热闹 整座酒店都被包下 各国各界的名流望族齐聚 仔细看去的话 虽说是华国的主场 但其实亚洲面孔只占了一小部分 绝大多数还是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放眼望去 这些外国人 无意不是世界金字塔顶端的人物 任何一张面孔都是动动脚 就能让半个大陆 都要抖三抖地存在 因为有这么多的巨博在场 使得所有人都不再耀眼 如同群星一般 交相辉映 意义生辉 要知道 这些人已经是站在世界的封顶了 社交仪式根本就是无用功 根本无法想象 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够让这些人齐聚在此 还能这般心平气和地进行交流 仔细看去的话 也不难发现 这些华丽贵族 在高雅的攀谈中 视线总会有意无意地 偏向门口处 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 对于他们而言 世间的任何一切 都已经没有了吸引力 只要想 就没有得不到的 可今天却恰恰相反 这场世界最顶级宴会的主角 刚好是需要所有人仰望 不可触碰的存在 仙宫外面 一辆朴素的红旗车 停在一众顶级豪车中间 显得十分扎眼 车的后座 王正摊坐在座椅上 两眼紧闭 正在用手指不断地揉着鼻梁 一号老总当初说得对 贸然开战 是自己做过的最错误的决定 连续遭到巴噶国的两次暗杀 让自己的理性失控 失去了理智的判断 尽管巴噶国已经宣告覆灭 可对于自己来说 心里的恶气真的解了吗 确实解了 但是 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地球内号 毫无意义 作为王正的贴身保镖 报警东坐在一旁 默默地看着王正闭目沉思 毕竟是一场世纪性的战争 即便结束得很快 但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极为漫长的 甚至于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华国都要背负着 侵占他国领土的骂名 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王正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前座的司机兼秘书看了看时间 回过头来轻声说道 王先生 报将军 时间不早了 那些外国嘉宾都在等候 是不是该过去了 王正长出一口气 嗚了一声 拉开车门 说道 走吧 就当是对其他心怀鬼态的国家 进行了一场杀鸡儆猴的教训 做震慑之用吧 从车里走出来的瞬间 外面突然响起了偌大的欢呼声 无数的人影在灯光的照射下交叠交错 视线所过之处 几乎全是人影 今天是华国关口解封的第一次 同时也是王正第一次与国际正式接触 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人不可谓不多 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丝毫不为过 仙宫的正堂伴随着钢琴的弹奏曲 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嚣 顿时引得所有人不再交谈 齐齐往门口处看去 就在目光移去的刹那 一个异常年轻的冷峻男子 缓步走了进来 与场上占据了大半的金发 闭眼不同 这位年轻人独有的亚洲面孔 倒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可就在这年轻人步入大堂的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顿时变得火热起来 顾不得端着高贵冷艳的姿态 纷纷放下手中的高脚杯 快步冲向那位年轻人 唯恐落的人后 再来到那年轻人面前后 一改方才的优雅之意 竟是齐齐朝着齐微微攻身 恭敬开口 王先生您好 我是罗扯尔斯集团的执行董事 很荣幸能够在这见到您 王先生 我是西方红衣大主教休斯林 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敬意 王先生 我带骷髅会骑士团向您问候 王先生 我是S国皇室公主大安娜 家父特意叮嘱我 特让我向王先生表达敬意 王先生 我是 面对眼前一众不断向自己示好的权贵 王正一一汗手 一一回应 神色却颇为清冷 往昔这些个高高在上的贵族 热脸贴了冷屁股 不仅没有半点怒意 反而更加趋之若鹜 全然成了王正的拥顿 仅仅随着王正移动的方向而动 也不怪这些 能够在世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存在 这般谄媚模样 只因眼前的这位年轻人 被世人称之为 上帝之手 两场发布会 一场拿出了仅用了一台 就大幅加强了洛哥整体国力的超越者 一场拿出了改变世界百年科研格局的空间截获装置 从此任一门出行 不是梦 除了这两件产品 后面的所作所为 更是惊世骇俗 太空电梯 能够任意输送设备 进入太空 打造首个太空基地 让地球的科技水平 提前跨越了足足数百年 华国在西方人的眼里 本就是古老而神秘的 这位来自华国的年轻人 无疑更证实了这个观点 五个月横空出世 一件接一件层出不穷的 远超现代科技的超级理论装置 直接把华国带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用华国古师所说 那就是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众星捧月中的王正 神情依旧淡漠无常 眼瞳深处一抹自嘲 若隐若现 能够摒弃种族嫌隙 被世界各国禁养 被无数人奉若神明 一般屈之若物 堪称神迹 堪称传奇 可王正知道 这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此时的王正被无数权贵簇拥 不仅没有丝毫的快感 反而情绪变得愈发低沉 呼吸也愈发沉重起来 尽管负灭的国家 是所有华国人 最最深恶痛绝的巴嘎国 但引发战争这件事 还是从王正的心里 留下了莫大的阴影 科技的进步 难道真的只能带来 强者对弱者的屠落 难道丛林法则 真的就无可避免吗 王正的手在颤抖 第一次被自己曾经 坚定不移遵循的道路 产生质疑 这个世界不会有最强者 宇宙以外的文明无边无际 谁也不敢保证 下一刻会不会出现 一个更强大的文明 继续发展下去 又能如何呢 王正的思绪紊乱如麻 头痛不已 如果自己现在就此收手 让地球平稳地发展下去 是不是结局会更好一些呢 没有自己的出现 是不是就 能够避免八千年后 地球文明的灭顶之灾了 胡思乱想中 王正的脸色 隐隐变得苍白无力 心魔 寄生 第五十五章 退出 在前世 王正研发科技的初衷 是引领地球文明 正式走向宇宙 在无数的星级文明中 占据一席之地 可结果却是令地球 遭受无望之灾 彻底走向覆面 众活一世 为了不让地球 重蹈上一世的覆辙 继续坚定大搞科研的心 结果 战争又一次因自己而起 或许自己所坚持的路 真的有可能是错误的 王正心死如灰 在众多权贵的拥护下 缓缓走上了高台 灯光聚集 万众瞩目 王正孤零零的身影 枯立在高台中央 被身下无数的名流贵族 近乎疯狂地崇拜着 注视着 两久之后 王正轻轻抬手 示意台下的喧嚣声静下 旋即便语气平淡地 说出了最令人震动的消息 感谢列位的道场 从今天开始 上帝之手这个称号将成为过去 以后的科研界将不会再有王正 话语很轻 却犹如一记重锤 砸在了全场每个人的心头 一时间 全场陷入死记 所有人的脸上都浮现出错愕的神情 有人以难以置信的语气小声问道 王 王先生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正的表情如常 回应道 从今天起 我退出科研界 此话一出 全场当时掀起一片哗然 有人惊恐万状 有人痛哭失声 有人仓皇尖叫 不若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能够参加这场宴会的人 身份地位名望兼具 如果不是此行 可以见到王正 寻常小国的总统 怕是都请不动他们 然而来了以后 这才刚刚见到王正第一面 还没找到机会套套近乎 突然就来了这么个重磅炸弹 退出 大爷 您才十八呀 一般人高中都才毕业 您退哪门子的车 满场的人 在没有了之前的得体举止 纷纷看向高台上的王正 连声劝告 王先生 您是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许多事我愿意为您效劳 王先生 还请三思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您 王正 你腿磨的 这么大的事居然瞒着我 众多劝告声中 这句私生力竭的骂声异常刺耳 惹得所有人扭头看去 会场一脚 报警东脸色铁青 目光死死落在王正身上 报警东心里一阵悸动 这才后知后觉 难怪这几天 一直觉得王正不太对头 把许多先进理论一股脑的 上交博家不说 人也没有之前活跃了 本以为是科研遇到了瓶颈 结果竟然成了这么一出 面对无数人近乎哀求的劝告 王正无动于衷 甚至是连报警东的质问都没在解释 默默从这场堪称世纪宴会上离去 宴会过后 上帝之手退隐的消息 令得全世界震动不已 各类的新闻铺天盖地的席卷开来 好似引爆了一万颗沙皇炸弹板 使得整个世界都在悲鸣 因为他们知道 如今的地球没有了王正 科技水平又回退了很多年 距离王正宣布退出科研界 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当时所说都是真的 已经彻底离开了科研界 不再去钻研任何的先进理论跟技术 苍江市正清集团工厂 特么的臭小子 老子刚花六百万买来的高精度机械臂 你说拆就给老子拆了 王清一举着巴掌在后面追 王正抱着头在前面跑 王正边跑边回头吆喝 又没拆坏 看看怎么了 没拆坏 王清一一听火气更大 追赶的速度不由得更快了几分 七八米长的大型机械手臂 被拆成了满地的零部件 你告诉我没拆坏 这就是生产厂家来了 怕事都得愣一下 然后直摇头 工厂的负责人 看着监控画面里 跑得正欢的父子二人 无奈地叹了口气 平时看上去 明明非常严肃 正经的两人 怎么办事的时候 行为如此超脱呢 这要是说出去 谁会相信 画面中这个嘴里一口一个咳嗽的 还有严重暴力倾向的家伙 会是国内最大拖拉机 制售一体化工厂的董事长 又有谁会相信 另外一个暴头鼠窜的家伙 是曾经引发无数国家哄抢 达成华国最年轻院士成就的超级天台 果真是 有其父必有棋子 收拾完王正 王清一余怒未消 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还不忘冲面前的王正嘱咐一嘴 就给你三个小时 抓紧给劳资组装好 三个小时 王正哼哼唧唧 你还不如重新去买 王清一叔弟从沙发上坐起身 我特忙 吓得王正赶紧一溜烟跑了出去 临走前丢下一句 行行行 三个小时 王正走后 王清一不免有些得意的哼起小曲 躺在沙发上打起瞌睡 这样的日子 真是快灾 王清一要求的三个小时 并没有用上 在工厂一众员工的围观下 王正仅仅用了五分钟 就将机械手臂 给完完整整的组装了回去 还顺带把里面的限制机芯给摘除了 做完这些 王正无所事事的走出了工厂 上一世的时间 全都用在了科研上 如今突然闲下来 这多出的时间 还真有点不知该如何下手的感觉 刚一走出工厂 一个蹲在门口的邋遢男 听见动静 起身笑眯眯的凑了过来 哟 王总 今天去哪 瞥一眼邋遢男满是胡茶的脸 王正从兜里掏出个刮胡刀 又给邋遢男 能不能整理整理 可以不打扮 但也不能这么埋态吧 亏你还好意思说自己当过兵 邋遢男嘿嘿一笑 结果王正丢来的刮胡刀 邋遢男名叫苏青山 27岁 在即军人 之所以跟着王正 还是报警东 出于对王正人身安全的考虑 虽说王正公开宣布退出了科研舰 可其他国家对王正的关注热度 并没有因此衰减 仍然有不少国家 将王正视作战略性威胁 即便巴噶国事件 起到了很好的敲山正虎的作用 可谁又敢保证 不会出现意外 于是乎 为了保险起见 报警东伟派了一位 号称西北兵王的军人 来贴身保护王正的安全 第56章 刁民 对于有人贴身保护这件事 起初王正还有些抗拒 毕竟现在很多的小说 都是什么什么贴身高手 贴身保护女主人 然后日久生情 坠入爱河 带入这种情节之后 哪怕是两个大老爷们 多少也有些不自在 等见面以后 王正更抗拒了 这能叫兵王 胡子拉叉 蓬头垢面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逃难来的 慢说是仪容仪表 就是这吊儿郎当的气质 也完全跟军人不沾边 要知道 华国军队的纪律 是世界最严明的 以纪律铸造铁军 这种家伙 万万不可能出现在 华国士兵的行列 对此 报警东的解释是 苏青山曾经确实是一位 极其出色的军人 从入伍开始便显露头角 仅仅是参与的实战行动 就不下白场 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下去 前途注定一片光明 奈何中途出现了些许意外 导致一代天骄兵王的陨落 变成了如今不肯上进的老兵牛子 又因为过去的战功实在飙饼 致使苏青山的上级 不愿就这样放任他离开 于是便浑浑噩噩的混到了现在 该说不说 倒是跟王正 有点同病相连的味道 两人三个月相处下来 竟出奇的对脾气 大有臭味相投的意思 等刮完胡子 苏青山的脸上 总算显露出了些许坚毅 王正叹了口气 也遇到 别说青山了 叫荒山吧 苏青山不以为意 挑眉说道 这是什么话 听没听说一首诗 我见青山多妩媚 廖青山 见我英如是 王正指了指路边的超市 说道 要不要我去给你买块镜子 你自己照照 看看五步没 苏青山摸着下巴 嘿嘿一笑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俩人站在街边 随便招了招手 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上车以后 王正对司机说道 师父 去江州 啊 司机跟苏青山 同时愣住了 大哥 江州离这小三百公里 这是出租车 按里程算钱的 司机同样回过头来 诧异地看着王正 我说小兄弟 你这是 要给我送钱啊 文言 苏青山乐的大笑出声 没事 这家伙家里的钱多得花不完 每天愁得直跳脚 对上一世的王正而言 空间截获装置普及开来 距离根本就不是问题 悠闲地度过三个月 险些忘记 这是在八千年前了 有钱不假 却不是有钱烧的 赶紧改口道 师父 麻烦去最近的4S店 出租车一路急迟 因为正清集团的工厂 建在郊外的缘故 距离市中心较远 所以便把王正二人送到了苍江市一座县城的奔驰4S店 站在奔驰4S店门前 苏青山一阵折舌 王总真是有钱 为了出趟门还专门买辆车 家里都那么多车了 居然还要买 王正张了张嘴 一时没想好该怎么出声反驳 正当两人准备进去看车的时候 店里有个年轻人搂着一位妆容浓烟的女子走了出来 身后还有几位女销售陪校护送 与这年轻人擦肩而过的瞬间 怀里艳装女子身上浓烈的香水味 差点没把王正熏倒在地 王正跟苏青山走进店后 走远的年轻人后知后觉 搂着怀中小妹猛地回过头来 视线直奔苏青山 直一眼 年轻人顿时就来了兴趣 当即大步走回了店里 还没等王正开口询问 年轻人先一步找上了二人 上下打量了苏青山一眼后 开口说道 我说哥们 要饭要饱了 寻思跑这里来 要辆小汽车开了 闻言王正顿时皱起了眉头 熟人怎么调侃业余都好 你一个面都没见过的陌生人 怎么好意思开口呢 苏青山看都没看面前的年轻人 全程把视线 落在艳装女子的伟岸胸脯上 嗯 真是有货 就是跟着须比 有点白瞎了 微微眯起眼睛 满不在意地看向年轻人 问道 要不这样 我叫你生业 你送我辆车 年轻人听后 微微一愣 这家伙怎么是啊 怎么满脑子竟想好事啊 一生爷换一辆车 老子先喊他千八百声 还用得着你 不等年轻人开口 苏青山已经是恭恭敬敬地喊出了声 爷 随即冲一旁同样待着的女销售挥挥手 我要踢车 这位爷买单 你等会儿 年轻人吓得连忙 伸手去拽苏青山 放你的狗屁 老子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哦 苏青山一脸无辜 我看你不说话 还以为你默认了 怎么 玩不起 玩不起别玩 现在反悔了 是不是想当孙子 年轻人被苏青山的话 直接给整猛了 搂着小妹连连后退了几步 玄其缓过神来 脸色阴狠道 臭药饭的 你敢跟我耍嘴皮子 知不知道我是谁 知道 苏青山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须比吗 你 很好 年轻人气得手脚发颤 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们这两个臭药饭的是怎么买车的 苏青山不以为意 我买不买 关你掉事 你 年轻人再一次被噎住 发现眼前这个不修蝙蝠的家伙 言语异常犀利 自己本来还想从他们身上找点乐子 现在看来 不仅没找到乐子 反而自己还被对了一顿 两人还在针锋相对着 王正来这辆 已经挂上临时牌照的奔驰GLC 来到了苏青山面前 轻拍几下车门 冲苏青山吆喝道 走啊 聊什么呢 年轻人刚准备发火 被开到面前的大奔 再次整弄逼 目送着苏青山上车后 又目送这辆大奔离去 不知过了多久 年轻人才从震惊中缓过神 满脸错愕地看向女销售 诧一道 那两个要饭的 怎么把车开走了 女销售严肃回复 先生 请不要对我店的尊贵客户进行言语侮辱 啊 年轻人更懵了 这才过去了多长时间 怎么前脚进来 后脚踢上车就走了 没看错的话 那是奔驰GLC吧 连试驾都没有 直接掏钱开走了 这特么是要饭的 这特么是来抢车的吧 第57章 王正死了 挂着临时车牌的 大奔在道路上飞驰 苏青山坐在副驾上 阴阳怪弃了一路 王斗牛逼 出趟远门买辆车 王总是有钱 随手就是大奔 王正不说话 默默加速 然后降下副驾车窗 撇头开口 下绝 错了哥 去往江州的路程不算短 即便是驾车也要五六个小时 好在两人一路互损 途中也不会太无聊 即将驶出市区 路上来往的车流也不少 就在这时 王正突然抬起了头 露出一副凝重表情 什么声音 苏青山用手撑着车窗 随口回道 飞机啊 这你听不出来 王正的神情仍有些古怪 什么飞机能不能听得出来 苏青山瞪大了眼睛 扭头看向王正 你神经病 这谁听得出来 说着 苏青山不由地愣了一下 作为常年在军区生活的人 战机的升降 以及盘旋声音 自然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 问题在于 战斗机是这个声音 民航客机难道也是这个声音 不对 苏青山猛地坐直身子 探头向窗外看去 苍江市作为经济市 位处华国平原的中心位置 周边都是零省 根本就没设过军事区 既然没有军事区 这战机声是哪来的 天色昏暗无光 抬头看去 只看到一片灰蒙蒙 耳畔的轰鸣声不断 却始终看不到 来源是哪里 苏青山缩回车里 立声说道 掉头 回市里 好在大奔没上高速 见苏青山突然变得严肃 王正当即调转车头 重新往苍江市里的方向赶去 快点 大奔的速度飙到了140脉 两侧的风景 已经难以用肉眼看清 如同一幅幅画面般 飞速掠过 再快 苏青山拼尽全力咆哮出声 奈何有一道声音 彻底盖过了苏青山的咆哮 从后视镜看去 大奔后方的天空上 一架通体漆黑的一盏机 从高处俯冲而下 速度之快 直接破开了阴障 引出阵笼发聩的轰鸣 这架一盏机 便是之前那些声音的源头 马德 是黑药 苏青山恶狠狠地催骂一声 鹰匠那边果然还是按耐不住 要对你下手了 汽车再快 终究只是在地上跑 如何能快得过天上飞的 只见那架黑药战机 俯冲到一定距离后 底端悬挂的两枚导弹击射而出 沿途留下两条烟雾线 以极快的速度 向王正所驾驶的大奔冲来 看着那两枚眨眼极致的导弹 苏青山目自欲裂 直接破口大骂 敢他酿的 竟然真敢在华国境内开火 看来是铁星要开战了 边境的监测雷达 是干什么吃的 这么大的飞机都监测不出来 千军一发之际 王正竟是出奇的冷静 超越者的防光感 苏青山听后一愣 玄机明亮 难怪能通过边界监测 原来是把超越者身上的防光感系统给破解了 只是没想到 居然这么快就应用到了战机身上 看着效果 立竿见影 着实可怕 眼看导弹即将落地 王正突然将方向盘向左打满 使得大奔镜子朝左侧猛地偏转 只听轰的一声 大奔面前的公路硬声炸裂 无数的土层连同碎石被高高掀起 惹得大地震动的同时 更传来无数嘶声历劫的惊呼 热浪涌来 险些就把大奔推翻在地 苏青山诧异地看向王正 对王正的惊人车技大感意外 第二颗导弹飞射而来 又是相同的方法 悬而又悬地躲过一劫 不等苏青山松一口气 王正再次拐弯 竟然偏离了去往势力的方向 你要去哪儿 苏青山失声道 王正一脸沉冥 瞥一眼身后穷追不舍的战机 冷声道 让这玩意儿进入闹市 会死多少人你想过没有 苏青山张了张嘴 还是把话压在了心底 那你想没想过 你王正若是死了 又有多少人会跟着陪葬 就在这时 大奔的显示屏亮起了电话 报警东的声音传了出来 王正刚刚收到消息 巴噶国的一批极端军权分子 偷渡进入了华国领地 这批军权分子此前还盗走了 鹰将在打击地的试验品战机 你那边小心一点 王正刚想开口 一枚导弹突然从路旁炸响 巨大的轰鸣声炸了报警东一跳 那是什么声音 王正紧盯着前方的路 自顾不暇道 你说呢 你在哪儿 我派人去接应你 报警东连忙开口 苍江市郊区如常大街 车牌号市山A35989 把空间截获装置打开 当我们过去 好 报警东应下之后 我半挂了电话 没用多长时间 报警东便锁定了王正的大奔 一道圆形光团 从前方五百米处凭空出现 王正将油门踩到底 直奔光团而去 四百米 一枚导弹直接从面前爆炸 火光连带浓烟 直接将大奔给包裹了起来 连同大地都陷进去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好在王正又一次展现出惊人的车技 眼看大奔就要掉进坑里时 直接在大坑边缘涌跃 令得整辆车都高高飞起 安全跨过深坑 一路颠簸 饶使苏青山都有些吃不消了 整个人贴在座椅上 双手死死抓着头顶的扶手 三百米 黑药战机的轰鸣声 仿佛就在自己的耳边 吵得人头痛欲裂 暴躁难当 二百米 一百米 距离光团越来越近 距离升机也越发的近 忽然间 又一架黑药战机出现在了面前 底端的导弹早已叫转 在看到王正临近的瞬间 轰然声中 两枚导弹击射而来 与此同时 后方的黑药战机同样发射出两枚导弹 两前两后 彻底阻隔了道路 王正看得眼瞳皱缩 低声道 没路了 一瞬间 导弹撞向大地 撞在了那辆崭新的大奔车上 爆炸声响彻云霄 火光冲天而起 那道光团仍悬在前方 却迟迟等不见及时而来的大奔 远在西北军区的指挥部 报警东徘徊夺步中 突然听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 报告 王正跟苏青山的热源信号消失了 第58章 小镇藏神医 南江省东南部的一座边陲小城 江城 路上行人稀疏 周围的门店大多也都紧闭着门 多少显得有些苍凉 寂静的路上 凭空突然出现一团光运 紧接着便有两道身影掉了出来 结结实实地摔倒了地上 这两人便是王正跟苏青山 二人的衣物被爆炸余波 震得四分五裂 浑身染着黑色痕迹 狼狈至极 因为自我否定的缘故 王正的身上并没有携带足够多的先进装备 导致此次遇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 如果不是最后的危机关头 用仅有的一件空间穿梭装置 随即更改地位 这个世界就彻底没有王正跟苏青山两人了 饶是如此 两人仍被爆炸的余波重伤 以至于摔在地上后 连挣扎都没能做到 直接昏死了过去 两个浑身散发黑烟的狼狈男子 踏在公路上 顿时就吸引了不少人的围观 加之这座县城本就寂静 如此一来 直接闹出了巨大的动静 只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抱着观望的心思 即便是王正两人伤势严重 也不敢贸然上前 毕竟凭空出来的两人 什么都还不清楚 万一有什么烈性传染病 那可就糟糕了 儿子 快点回来吧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不管是六年 还是六十年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绝不会因为时间而淡忘 自然也永远不会过去 张德杰挂掉了父亲的电话 久久无言后又叹了口气 出生于中医世家的张德杰 因为看惯了家族的勾心斗角 独自跑到了这座远离喧嚣的小镇 在江城生活了几年 竟也遇到了一桩爱情 两人情投意合 很快便走到了一起 张德杰对其爱之深 甚至不惜入坠 当了上门女婿 这时 手中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妈 妈什么妈 让你去买个菜 默默唧唧多长时间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死了 吃陈家的喝陈家的 你还想要什么 尖酸刻薄的话语 如同潮水一般倒灌进张德杰的耳朵里 张德杰听得倒也习以为常 镜子挂断电话 把手机放回口袋 拎着手里买好的菜 准备回家 走到半路 突然瞧见前方不远处 簇拥着一大群人 嘈杂的喧嚣声不断响起 张德杰没有丝毫的好奇心 直接越过 走出没几步 听到人群中有人叹气说道 玄了 这俩人受的伤太重 你们看连背上的皮肤都掀起来了 估计撑不到救护车来 闻言 张德杰心里一惊 当即冲了过去 几近人群 果然看到两道浑身冒着黑烟 一股烧焦味道的身影 趴在地面上 都散开 病人需要空气 张德杰开始疏散围观人群 江城本就不大 人也不算多 见张德杰开口 不少人扭头看去 一眼就认了出来 陈家的上门女婿 也是江城唯一的一位上门女婿 干什么呢德杰 你还会治病救人啊 别在这添乱 就是就是 本来或许还能活 你一折腾 活不成了 赶紧回家伺候你丈母娘 别在这碍事 面对众人的吃讽 张德杰没有理会 镜子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兜 马里的摊开 看到布兜里的东西后 所有的冷言冷语顿时消散 令所有人愣住 布兜里 赫然是整齐地排列在一起的银针 见状 所有人不仅暗暗吃了一惊 这个坠绪 平时不露山不露水 每天被丈母娘呼来喝去 像狗一样的使唤 本以为就是个吃软饭的 如今看来 竟然是自己错了 看着张德杰手里的银针 大家不再说话了 更是从心里 默认了张德杰此时的行为 毕竟谁没事出门 随身带着银针啊 人命关天的大事 想必张德杰也不敢乱来 在众目睽睽中 张德杰缓缓抽出了一根银针 突然间 众人错了 只因张德杰捏住银针后 整个人的气场顿时就变了 从一个平淡无奇 甚至有些颓废的年轻人 摇身一变 开始凌冽锋芒毕露起来 不少熟悉张德杰的人 已经开始惊呼出声 还不等众人眼中的震惊退去 张德杰手捏银针 开始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 飞快地在王正的身上挥舞着 方才还生机逼迷 激进断绝的气息 经张德杰之手后 竟能隐隐听到了呼吸声 神了神了 看着这样的景象 众人里有人不免惊奇地吼出声来 惊叹于江城唯一的一位上门女婿 深藏不露 既然身怀如此妙手回春的神奇针法 替王正吊住命后 张德杰更顾忌重施 又是一阵银针乱舞 成功把苏青山的命也拖了回来 一切做完 张恩杰无视掉周围人诧异的目光 和连续的发问 收好银针 拎起买好的蔬菜 便快步离开了 等了片刻后 众人预想中的救护车并没有到来 反而是一列军用装甲车队 驶进了江城 见此一幕 江城众人不由地大惊 自家这个边陲小镇 要资源没资源 要交通没交通 一年到头都见不着几个外乡人 今天居然能把军队给引来 紧接着 大批的士兵从车上冲了下来 在看到地上的王正跟苏青山后 当即冲来 七手八脚地抬回了车上 报告 成功找到王正与苏青山 各项生命体征较差 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电话那头应了一声 开始下达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给我用最好的医疗手段 务必把二人 尽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明白 在吴江城百姓震惊的表情中 庄甲车队就地扎营 迅速为抢救王正二人 建立临时手术室 看到这里 不少人已经明白过来 方才趴在地上的那两人 绝对不一般 竟然能让军方这样对待 议论声中 有人从临时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看着围观的众人 大声问道 刚才是谁帮伤者稳定了伤势 麻烦出来一下 文言 围观人群的议论声更大了 直接炸开了锅 救了两个不得了的大人物 张德杰 要发达了 第59章 活着 寂静的病房里 只有监测仪器不时传来的嘀嘀声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动静 王正在一阵剧烈的吃痛中清醒过来 第一眼便是洁白的天花板 醒了 临床的苏青山后背靠墙 浑身缠满了绷带 模样十分滑稽 王正有些艰难的扭头 发现自己比苏青山更严重 绷带束缚的自己 连坐起来都无法实现 王正两眼无神 盯着天花板发呆 许久才用阴雅的嗓音轻吐一句 全还活着 王先生 您醒了 几名军医听到病房里传来的对话 连忙从外面冲了进来 王正奔了一声 刚准备坐起身 紧接着就被一名军医按了回去 王先生 您的伤势比较严重 从目前来看 痊愈程度较差 为了您的身体着想 还请您不要进行幅度过大的动作 听着军医的话 王正只好乖乖躺下 侧头瞥一眼苏青山 发现苏青山正冲自己幸灾乐祸地笑着 这家伙 为什么能坐着 王正开始表达不满 军医听后愣了愣 随后说道 王先生 您的身体素质 确实 话刚说到一半便停下 却让王正羞愧地闭上了眼 说到底 还是因为自己弱机 为了不让苏青山继续嘲笑自己 王正只得转移话题道 这是什么地方 军医如实答道 苏南省的一座边陲小镇 名叫江城 王正沉默了一阵 继续看天花板 片刻过后 王正悠悠开口 我应该活不了的 话出 苏青山连同几位军医 同时愣了一下 你哥这胡扯什么呢 苏青山怒视王正 骂骂咧咧地说道 能说话能喘气 还特么能气劳子 活蹦乱跳的你说你活不了了 王正第一次没有出言 反驳苏青山的话 默默地看着天花板 一言不发 对于那四枚导弹的威力 自己再清楚不过 仅仅是强大的冲击力 就撞破了大奔坚硬的外壳 直接撞进了车里 尽管在那最危急的时刻 自己拿出了瞬间移动装置 在导弹爆炸之前 将自己跟苏青山 从车里随机转移到了这里 可两片空间连接在一起时 导弹爆炸产生的力道 仍然波及到了自己跟苏青山 近乎零距离的接触 还没有任何的防御设备抵挡 完全就是用肉身 硬扛了导弹爆炸产生的余波 以至于二人现在的皮肤上 还是黑漆漆 充斥着一股明显的护卫 连皮肤都被烫焦了 人身受重伤不假 可理论上应该死掉了才对 不止自己 苏青山也是一样 再牛逼的人 也扛不住 可结果却摆在眼前 自己活了下来 一旁的苏青山不仅活着 嘴皮子还屁事没有 巴拉巴拉说个不停 为首的军医犹豫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您说的没错 王先生 依您跟苏先生当时的伤势 应该是称不到我们赶来治疗的 闻言 苏青山诧异地看向军医 有些意外 是因为江城的一名医生 在我们赶来之前 为您及时指住了恶化的伤势 苏青山瞪大了眼睛 好奇道 这种小地方 居然有治疗牛逼的医生 叫什么名字 说着 苏青山扭头看向王正 继续说道 王总 救命恩人啊 这你不扔个千八百万的感谢一下 王正此时浑身疼得要命 根本就不想搭理苏青山 只看着军医说道 麻烦安排 我跟他见个面 表达一下感谢 军医有些迟疑 随后说道 这个 恐怕不行 先前对方出手救您之后 并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转身就走了 还是我们通过打听 才得知了对方的身份 当我们 想要登门拜访时 同样被对方拒绝了 而且 军医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对方并没有行医许可 神医 一定是神医 苏青山猛地一拍大腿 激动地说道 我知道 这就是不目名利 隐居山林的高人 太有感觉了 王总 必须感谢啊 王正歪过头 看向挂在床头的点滴 镜子掠过苏青山的发言 轻声说道 这算了 还是等过几天 我亲自上门拜访吧 我家苏苏当年 有多少人排着队追啊 怎么就偏偏看上 你这么个玩意儿 江城的一栋二层小楼内 一名身材较为臃肿的妇人 翘着二郎腿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骂骂咧咧 屁大的本事没有 还得让媳妇养着 一天天的 除了买菜做饭 就是扫地拖地 活得还不如个娘们 当上门女婿 也没见你这么窝囊的 面对妇人的连声辱骂 张德杰似乎是早就习以为常 把刚刚洗好的苹果 端到妇人面前的桌子上 妇人只是看了一眼苹果 当即便火冒三丈起来 削皮不会啊 切一切不会啊 洗一洗就往桌上端 你这是让谁吃 张德杰没说话 默默把苹果端回厨房 开始二次加工 妇人厌恶地 看着张德杰的背影 随手将桌上的瓜子皮 划拉到了地上 一点出息没有 正准备回房睡个午觉 突然有门铃声响了起来 妇人刚想要和张德杰开门 又觉得自家这女婿 实在拿不出手 索性气冲冲地 自己走上前开了门 开门的瞬间 两名身穿松绿军装的士兵 映入眼帘 妇人当即就老舌不守 语气轻柔道 同志 这是有什么事情吗 其中一名士兵微笑开口 打扰了女士 我想请问一下 咱俩是不是有位姓张的医生 姓张的医生 妇人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没有 我家别说没有医生了 就是姓张的 都 话到这里停下 妇人突然想起 自家这个上门女婿姓张 不过姓不姓张也无所谓 反正是个拿不出手的废物 同志 你们应该是找错地方了 其中一名士兵 抬头看了眼门牌号 疑惑道 没错啊 是这里 说罢便重新看向妇人 再次开口发问 女士 咱家真的没有一位 叫做张德杰的医生吗 什么 妇人大吃一惊 直接失声 张德杰 医生 同志 你们搞错了吧 第六十章 心外闻名 士兵面露微笑 肯定是没错的 就是这里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妇人连连摆手 说道 我家里是有张德杰这个人 是我陈家的上门女婿 可是她一天天 就知道待在家里 每天除了买菜 就没出过门 更别提当什么医生了 那能麻烦您 叫她出来吗 妇人心里一惊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被当兵的找上门来要人 难不成自家这上门女婿 还是得流窜多年的杀人犯 怪不得每天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挨自己那么多骂 还一点反应没有 原来是为了隐藏自己 妇人连忙压低了声音 用手指了指厨房 小声道 同志 那个杀人犯 就在厨房里 我说一个大男人家 怎么就愿意跑到女方家 坐上门女婿了 杀人犯 两名士兵听后 不仅有些哭笑不得 看着面前满脸严肃认真的妇人 失笑道 女士 我想您是误会了 张德杰先生 昨天出门买菜时 救了两个人 这两人对我们非常重要 如果不是张先生 可能已经不行 所以我们今天是专程来表达感谢的 啊 夫人彻底惊住了 仍有些难以置信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攀谈中 张德杰已经端着切好的苹果走了出来 见到张德杰 两名士兵立即露出了笑意 张先生 又见面了 张德杰表情顿时一沉 不悦道 我不是已经说过 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举手之劳而已 不需要你们的感谢 你 你这家伙 怎么跟两位同志说话呢 夫人在惊讶的同时 依旧没把张德杰当人看 直接开口立声训斥 张德杰默默受着 将切好的苹果放到桌子上 转身走进了屋里 夫人这才满意的回头 两位同志 我想你们也看到了 我家这上门女婿 怎么可能有救人的本事 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两名士兵露出苦笑 相视一眼 讨扰了 说罢便转身离去 在江城的病房休养了一周 王正的伤势恢复得很快 已经能够下地随意走动了 反观苏青山 早已是剑步如飞 胡吃海塞上了 入夜 王正独自一人坐在庭院那梁 头围痒 看着满天烦心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溜完回来的苏青山 见王正一人发呆 跟着一屁股坐在了旁边 王总 想啥呢 这么伤感 王正瞥了苏青山一眼 轻声说道 我在想 那两架黑药是怎么发现我们 又如何锁定我们的 侥幸躲过一劫后 如今仔细回想起来 那天的遭遇 着实存在着太多的疑点 其一 那两架黑药战基金证实 确实是鹰匠在 日研发中心基地的产品无疑 可鹰匠的研发基地 首位何其严密 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第二次 更别提能有人混进去 还大摇大摆的 把两架黑药给开走了 这个疑点倒也容易解释 毕竟黑药这么大的物件 不小心丢肯定 是不可能的 要丢一定是故意丢的 其二 这两架黑药 是如何顺利穿过边防监测 然后又顺利找到自己的 躲过边防监测 却误的找到自己 而自己当时还开着一辆 才刚买了不到一个小时的车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 百思难解了 最最让人捉摸不透的 其实还是他们 为什么能够锁定到自己 要知道 王正宣布退出科研界后 为了避免每天有人上门打扰 于是便研究出了信号干扰装置 随时待在身边 就连时刻关注 自己的华国军方 都无法第一时间找到自己 对方是如何做到的 卫星再强 也做不到时时刻刻精准 锁定某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吧 这种技术 似乎还不是当前的科技水平 所能做到的 苏青山看出了王正的重重心事 出声问道 咋的 想报仇了 王正没说话 上一次为了报仇 引发了一场世纪性的战争 如若再为了报仇开战 那用不了多久 地球可能真的 就毁在自己的手里了 只是自己明明已经退出了科研界 这群人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地 揪住自己不放 巴噶国的极端军权主义余孽 这件事 绝对不可能会是他们所为 另外 还有一件同样令人费解的事情 鹰将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 科研水平高于其他国家也无可厚非 但对于自己拿出来的那些 远超现代科技的装备 竟然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钻研破解 是该说人类的智慧无穷 还是该说碰巧呢 沉思中 王正突然浑身猛地一颤 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哆嗦 一瞬间 王正的额头有冷汗渗了出来 因为他想到了一个极不可能 又极有可能的猜测 心外文明 地球上其实有心外文明一直存在 一直在暗中援助鹰将 然后自己再趁机从中谋取高额资源 要证实这个猜测很容易 却极为冒险 那就是继续在江城这里待下去 看他后面赶来的就是华国军队 还是那两架黑药 想到这里 王正突然伸出手 摸了摸挂在脖子上的银制徽章 片刻后 王正将徽章拽下 反手扔给了一旁的苏青山 苏青山接过银制徽章 拿在手里反复把玩了一阵 好奇问道 这是 王正没有直接回应 只说道 下次再遇到危险 直接捏碎他 苏青山点了点头 又问 那我要是现在捏碎他呢 王正终于扭头看向了苏青山 面无表情道 那咱们两个就可以去死了 苏青山黑黑一笑 小心翼翼地把银制徽章 塞进贴身的上衣口袋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没有理会苏青山的耍剑 王正继续看向夜空 许久之后才发出一句问题 山头子 你说宇宙里存不存在其他的文明 苏青山想了一下 认真回道 肯定的 宇宙这么大 怎么可能只有地球自己 无非是咱们还没见到过罢了 文言 王正笑了 不 你见过了 第六十一章 他们来了 见过了 看着王正不似座尾的神情 苏青山的心没有来漏条了一拍 虽说两人平时口舌之争极为严重 但在绝大多数事情上 苏青山对王正还是深信不疑的 见过外星人这种话 如果出现在别人的口中 苏青山肯定会上前给他两个大瓜子 但这话是出自王正之口 令苏青山不得不信 苏青山的表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严肃起来 犹豫不定地说道 这么说 地球上还真有 这你也信 王正毫不留情地打断苏青山的话语 露出鄙夷的笑容 撒鄙 草泥大眼 苏青山咧嘴大骂 戏耍完苏青山 王正心情颇为不错地起身 身上的绷带还没有完全摘掉 只能晃晃悠悠地往房间的方向踱步 江城的防备力量太薄弱了 不是久留之地 还是得尽快离开 苏青山对这话有些吃之以鼻 不满道 江城现在有一个营 在随时随地地保护你 你居然说薄弱 之前的袭击把你的胆给炸没了 王正回头瞥了苏青山一眼 说道 就是因为有这个营在这儿 才更要离开 江城这种不起眼的小地方 突然多出一个装甲营助手 预备迷彰的意思 有多明显想过没有 更何况 对方的黑药数量还没摸清 目前的华国监测又捕捉不到 完全就是处在被动局面 当务之急 还是尽快与暴将军那边会合 我自然有办法 把那群该死黑药 给一个一个地揪出来 苏青山听得脸色沉凝 直到王正一蹶一拐地走进房间 这才悠悠点了点头 表示认同 心烦意乱之际 苏青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随便翻了几下 踏马的 江城这地方真是偏得可以了 连信号都没有 一句无心之言 令王正猛地停下了进屋的动作 没信号 王正看向苏青山 苏青山低头看手机 旋即便王正晃晃屏幕 对啊 一格都没有 话落 王正脸色骤变 不顾身上的伤势 发疯一般想庭院外冲去 不对 庭院外的临时移动指挥所内 见王正神情紧张地跑出来 有人便快步迎了上去 王先生 您怎么了 身体要紧 王正指了指不远处的移动指挥所 身体太过虚弱的缘故 才跑了几步 便有些气喘吁吁了 带我过去 士兵没有犹豫 背起王正便来到了基地车内 没有理会周围怪异的目光 王正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击着 正中央的显示屏 也在飞快地变化着信号源 忽然间 有人指着屏幕的一角 惊呼出声 快看 那是什么 屏幕里 中心位置便是江城所在 随着画面被王正移动 边缘位置 逐渐有红色的光点起了进来 红点的移动速度很快 几个千月便挪进了很大一块位置 放在现实中的话 起码也有个两倍因素 众人还没来得及搞清楚 那个红点究竟是什么 边缘忽然又冒出了一个相同的红点 同样再朝中心位置快速逼近 紧接着便是第三个 足足有十三个之多 整个指挥所的气氛 顿时就变得沉重起来 所有人皆是紧紧注视着那些红点 呼吸也在不自觉间变得急促 黑药 十三架黑药战机 指挥官最先从尸神中清醒过来 拽起身边的对讲机 力声道 敌机破戒 全员戒备 不必开火示警 直接击落 挂断对讲机 指挥官将目光投向一旁的联络员 怎么样 基地方面如何回复的 支援最快什么时候到 联络员紧张到满头汗水 双手不可控制的颤抖 不 不行 暂时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无法取得联系 指挥官惊愕不已 这怎么可能 军用频道为什么会断开 王正接过话查 轻声说道 被切断了 不只是信号跟频道 就连空间装置的跳跃频率也被拦截了 说吧 王正看向站在车门外的苏青山 苏青山的内心 此时早已是惊涛骇浪 彻底失防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同时切断这么多的信号频道 这根本就不是现有文明能够做到的 行外文明 王正指了纸面前的显示屏幕 继续说道 现在的江城已经跟外界完全阻断了 外面的信息进不来 里面的信息也出不去 他们的准备非常充分 就是要问中捉鳖 他们敢 指挥官愤怒地垂向桌面 赤声道 几个老窝都被打没了的小鬼子 还真能叫他们下扶了不成 打 十三架黑药而已 用手枪打 也要给我把他们打下来 装甲营的反应速度很快 在指令下达的第一时间 便迅速武装起来 一批人深入江城 开始极大程度的疏散人群 一批人整理装备 准备应对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黑药鸡群 在听到有敌机来袭时 江城民众的第一反应是 不相信 毕竟华国的国防力量 在世界都是霸主级别 除非是有人找死 否则无论如何 也不会来招惹这么个庞然大物 更何况 即便是找死 也未必能死到华国的领土中来 十有八九在找死的路上 就已经被消灭了 可进行疏散的人员 全都是身穿华国军装的士兵 仅仅是这身衣服 就有了足够的幸福力 一时间 江城上下人心惶惶 所有人都开始收拾行李撤离 为了尽可能小的避免民众伤亡 指挥官下令 将驻地向前推进十公里 以求远离江城 留在江城的请求 被王正言辞拒绝 毫不犹豫地跟着装甲部队 来到了江城十公里外的地方 江城以外的地方 世界各地全部的电子屏幕 均被人为控制 再做不了任何的操作 举世哗然中 全世界的电子屏幕上 同时出现了一道身影 一个面容丑陋的八大胡 八大胡脸上 带着得意的微笑 以实时翻译成 全世界人都能够听懂的语言 高声说道 卑微的人们 现在就让我来为你们介绍 未来地球的新主人 第六十二章 百万光年之外 看着画面中 嚣张无比的八大胡 全世界的人 无不暗暗握紧了拳头 同时又吃惊于眼前 所发生的一切 这个八大胡 不仅成功入侵了 全世界的电子设备 还能把语言转化成 不同地区的不同语种 以方便所有人 都能够听懂他的发言 这种技术 着实太可怕了些 哼 报警东一拳 将面前的屏幕打碎 画面里的八大胡 当即扭曲成了一团 化作无数的光团碎点 即便如此 仍然有声音 从电视中断断续续的传来 可恶 报警东牙关紧咬 心中却是生出一股 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王正联系上了没有 还 还没有 不只是王正 我军派出去负责保护王正的庄稼营 也一并失去了联系 报警东双手撑在桌上 表情略显猙獰 这种技术层面的碾压式入侵 当真让人感到绝望 这该死小鬼子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种技术 不要说八大国 就算是阴将 也绝不可能拥有 毕竟一旦拥有这种技术 不要说世界的霸主 就算是统治地球 也不会有人提出二话 随时掌控他国全部电子仪器 这跟控制他国脉门有什么区别 展开全方位无死角搜索 务必务必把王正给我找出来 要保证他活着 就在报警东下达命令的同时 已经隧道无法正常显示画面的屏幕 再一次清晰地传出巴嘎的声音 什么狗屁华国鹰将 也配以地球霸主自称 真是可笑 敢踏平我伟大的巴嘎帝国 我们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本就心烦意造的报警东 听到这话后 皱着眉头开骂 这撒比在胡言乱语些什么 能不能把他的IP定位出来 刹死他狗日的 就在这时 旁边的指挥台响起了一阵尖叫声 好几位女性操作员 直接吓得跳了起来 连连后退 甚至于险些跌倒在地 报警东大步冲过来 还不等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 抬头便看到了屏幕中穷极一声 也难以想象的画面 一个脑袋泛青且巨大 没有毛发 眼睛犹如鸡蛋般大小的异样生物 出现在了屏幕中 嘴巴没有钉点动作 却有声音清晰地传了出来 亲爱的地球人 你们好 再下来自百万光年的荷尔玛星云 不用担心 我们并没有恶意 看着屏幕里令人作呕的畸形脑袋 不少人皱眉无嘴 满是不可思议 这 这是真的假的 不只是华国 全世界都已经炸开了锅 这一天 宇宙中存在外星文明的传闻 才真正得以证实 但这家伙口中的没有恶意 并没有人当真 毕竟 如果真要是带着善意而来 谁会上来就侵占全世界的电子设备 来显露实力 是为 装神弄鬼 报警东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畸形大头怪 心中隐隐泛起惊惧 如此轻而易举 就霸占了全世界的网络信号跟电子设备 那么接下来 是不是就要入侵各国的武器系统了 想到这里 所有的国家元首 只觉得不寒而栗 如果自家的武器系统都被拿下 那么人类真就成为了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了 也难怪防御严密的鹰匠 在日基地会被翘无声息地入侵 就连损失了多少架黑药战机都不清楚 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大头怪在搞鬼 所有国家已经开始慌了 手足乌措中 脑海中不约而同地响起了同一个声音 王正 易王正手中的科技 未尝不能跟这家伙匹敌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华国身上 全世界都响起了同样的呼声 王正在哪 此时的江城远比外界要凶险得多 离得很远 便看见了天边急迟而来的黑点 黑点呈方阵队形排列 迅速朝着江城破镜 见敌方鸡群已经进入攻击距离 指挥官大手一挥 沉声喝道 开火 十数辆严阵以待的装甲车一起启动 数之不尽的炮火向着天际倾泻而出 炮弹的速度要更快 沿途擦着空气引起了熊熊烈火 悍然撞向了飞驰而来的黑药鸡群 双方碰撞的瞬间 无数的炮弹轰然炸响 当即从空中爆发出巨大的火花 剧烈的冲击 直接将云海都给激荡开来 火光耀眼到盖过了太阳光 在天边不断地翻腾 炮弹迅速装填 再一次骑射 远处的轰鸣还没消散 这边的炮火便紧飞而来 巨大的爆炸声犹如雷鸣 一声接一声不绝于耳 火光也一阵强过一阵 将天上的云都给震得粉碎 就在第三轮炮弹装填的空隙 有身影从硝烟中钻了出来 接而便是第二道 第三道 十三架黑药战机经受了两轮的炮火骑射后 毫发无损 这 这怎么可能 指挥官脸色骤然苍白 身体伴随着一阵摇晃 险些瘫倒在地 哗然声中 唯有王正注意到了 黑药战机前方有一层细密的网格屏障 正是这层屏障 成功阻隔了炮火 第三轮炮弹装填完毕 但已经没有给指挥官下达指令的时间了 黑药已至 压迫人心的声浪从头顶响彻 那一架架漆黑的机体就仿佛无常一般 夺走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神 恍惚中 无数颗炮弹从黑药战机底端掉落 悉数砸向装甲银的阵地 开启防空炮 远程引爆它们 煞时间 密集的枪林弹雨 齐齐向着天空射去 形成了一股短暂的抗衡 轰然声炸响 炮弹从空中被引爆 升腾起一朵接一朵的蘑菇云 灼热的气浪扑面来 就仿佛被燃烧的汽油烫到了一般 吸到肺里都感到剧烈的刺痛 就在这时 有人指着天空失声叫道 不好 有两颗穿过了拦截线 着重火力 快 不 不行 炮弹降速太快 已经无法拦截 撤离 快撤离 不 尖叫声中 炮弹落地 直接掀翻了土地 引得大地震动的同时 无数的沙石飞起 慢入当空 天昏地暗 第六十三章 反击 汹涌劲爆的热浪 瞬间席卷了庄甲银的阵地 难以言喻的威能 吹瓜的车辆剧烈摇晃 险些就被掀翻在地 就在炮弹落下之后 指挥官不顾外面还在不住汹涌的鱼波 发疯似的冲出移动基地 视线飞快地在阵地中游移 王正呢 王正在哪 快给我报告伤亡情况 报 报告 刚刚的导弹 正面击中我方的一辆重型步兵车 车上五人 无疑幸免 指挥官听后 嘴角剧烈抽动几下 身体因极端的愤怒而发抖 私生力竭道 小鬼子们 你们在找死 说罢便抬头看向天空 黑药机群投下第一轮轰炸过后 已经飞出了很远 看他们转头的轨迹 预计下一轮的轰炸 会在三分钟之内 集中火力 不要分散目标 能先打一架下来 就打一架下来 没意义的 王正在苏青山的搀扶下 缓缓从硝烟中走了出来 灰头土脸 看上去十分的狼狈 王正 你没事 指挥官见到王正后 表情顿时舒缓起来 快不来到王正身边 低吼道 来人 把王正藏好 自己此行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保护好王正 要死 也只能死在自己后面 就在几人上前去扶王正离开时 王正轻轻推开了几人 看向指挥官 轻声道 走不了的 他们就是冲我来的 话语间 头顶再次响起了 黑药战机的引擎轰鸣声 看着远方的黑点 指挥官咬牙切齿道 可恶 要不是跟外界的联系被切断 不然非得调几台超越者来 轰碎这几个渣仔 黑点临近 巨大的机翼在高空展开 极为压抑 指挥官迅速将王正拽回车内 通过实时画面 紧盯黑药机群的动向 眼看黑药机群逼近 指挥官手中紧紧抓着对讲机 咆哮出声 开火 还不等指令成功发出 对讲机中突然传出了阵阵乱流声 紧接着 车内的灯光也跟着一阵闪烁 紧接着便彻底熄灭 一时间 整个车里都是一片黑暗 怎么回事 王正快步来到操控台前 陈生说道 系统被入侵后切断了 现在我们手里的火力就是一堆废铁 这 这怎么可能 指挥官难以置信地说道 小鬼子们 如果有这种技术 怎么可能在我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 甚至都不需要接近几方阵地 擦肩而过的功夫 就瘫痪了整座装甲营阵地 这种技术 闻所未闻 一片惊慌中 王正抢过了主控台的操纵权 手指飞快舞动 不足片刻 车里的灯光便再度亮起 我需要一分钟 虽说暂时没有办法跟外界取得联系 但我能保证一分钟内 解决阵地火力系统被切断的问题 听到王正的话语 指挥官应了一声 没有任何的犹豫 果断从墙上取下一把自动步枪 大步冲出了车外 一分钟而已 兄弟们 拿上枪给我走 把头顶这几只凡人的小鸟 都给我打下来 随着指挥官冲出 其他人亦是义无反顾的爆枪冲了出去 细小的枪口 击射出无数密集的弹流 可在黑药机群面前 确实那么的微不足道 见此一幕 王正不禁心中意紧 上一世 也有过似曾相识的场景 战绩的轰鸣声破镜 士兵们将怒火轻住到手中的步枪上 对着高空的黑药倾泻而出 小鬼子 我认你老了 但流如同飞蛾一般撞向黑药 却被黑药面前的屏障 轻而易举地挡下 没能造成任何的伤害 无尽的咆哮声中 黑药机群飞来 连天空都变得阴暗 数十颗冰冷的导弹垂直落下 直朝阵地迫降而来 这一刻 所有人手中的枪械成为了摆设 面对来势汹汹的轰炸弹 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油然而生 眼看着导弹破镜 绝望涌上心头 败了 千军一发中 电力重新运转的声音 从每个人的耳边响起 煞事间 整座营币亮如白昼 只见所有的炮筒高台 齐齐对向了头顶的黑药机群 移动指挥所里的王正 以一人之力 掌控全营的火力 大脑飞快运转的同时 激愤之情再也压抑不住 镜子嘶吼出声 来 来啊 大地雷动 烟尘犹如大浪一般高高掀起 直接把整个营地都给包裹了起来 所有的火力点都在散发刺眼的白光 浓重的消烟味弥漫 一道接一道的白色烟痕 划破天际 哈哈哈哈 愚蠢的支那人 只还在做这种味道散抗 黑药一号机内 身材短小的八嘎 看着地面的渺小营地 面露不屑 在绝对的科技面前 全都是蝼蚁 最令人气愤的是 这群畜生还开着区域频道 肆无忌惮地聊着 慢慢陪他们玩 让他们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绝望 连我大巴嘎帝国的防护罩都打不破 真是拉结 结结结结 刺意的狂笑中 黑药战机面对倾袭而来的第一轮炮火 连躲避的意思没有 硬是顶着炮火飞来 就在这时 王正阴沉如水的毛子里流露出一丝冷笑 手指在主控台上飞速敲击 继而重重一指 顺势低声道 再来 炮火与黑药战机相撞的瞬间 无形的屏障再次显现 令炮弹根本无法逼近黑药战机 直接从半路被引爆 第一颗炮弹爆炸后 产生了一片浓烟 模糊了黑药一号机巴嘎的誓言 但巴嘎无所畏惧 继续开动战机俯冲 冲出浓烟后 恰好与后面飞来的炮弹相碰 无用地挣扎 巴嘎冷笑着 继续下压操控杆 保持俯冲状态 丝毫不在一面前的炮弹 恋恋的 巴嘎脸上的笑意散去 不同于先前 这个炮弹距离自己 似乎有点太近了 很快 巴嘎脸色大变 当即惊叫着 上台操控杆 迫切地想要转移 屏障没有生效 在巴嘎惊恐的眼神中 炮弹轻而易举地撞破了玻璃 直接冲进了机舱里 不 巴嘎嘎着 眼睁睁看着炮弹 撞向自己的胸膛 轰得一声 绚烂的火花在天空生腾 为首的黑药战机 被导弹炸成了碎片 化作无数燃烧的星火洒落 第六十四章 至真超越者 成了 所有人不觉喜极而泣 皆是为刚刚那股心底的无力感 提振了一口强有力的信心 原来这群该死的鬼子 并不是无敌的 反观黑药机群这边 却是乱了阵脚 怎么回事 这个屏障 不是可以阻挡一切伤害吗 为什么还会被击中 马德 一定是史诗多乐的飞行技术太差 操作失误了 该死的 这个废物 害我们白白损失了一架黑药战机 所有扒在脸上的笑意 已经彻底消失不见 看向地面的那座营地后 杀一四伏 不要再玩了 干掉他们 我不光要干掉他们 还要灭掉他们旁边的城市撒气 指挥官第一时间发现了端倪 看着高空盘旋的黑药战机 朗生喝倒 他们的神秘护盾已经没了 给我打 狠狠地打 一句话 再一次提振了全员的士气 子弹汇成一股股光流 自下而上直挂而去 怎 怎么回事 巴噶们慌了 就在他们驾驶黑药战机俯冲之时 那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子弹 竟然悉数撞了上来 转瞬就将黑药的机体 打得千疮百孔 不好 我被击中了 巴噶十三号痛苦的叫声传来 前玻璃上 多了好几个极为明显的窟窿 已经将整面玻璃都给震裂 蔓延出无数的裂痕 紧接着 十三号黑药战机 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颠簸中 侧翼的油箱被击中 里面的柴油瞬间就被引燃 火势眨眼就窜了出来 继而便是一阵耀眼的火光 直接将十三号黑药 引爆在空中 这一次 落到华国士兵大笑出声 指挥官端着步枪 冲着天空肆意攻击着 来啊 再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劣势局面 剩余的十一架黑药战机的阵型 已经凌乱不堪 所有人都在混乱地指挥 上升高度 避开他们的子弹 高空投弹 不要再跟他们玩了 还在商议的时候 王正的第二轮填装弹药已经完成 同时 目标也已锁定 按下星红按钮的瞬间 炮筒再度击射光火 引得大地震战 烟尘四起 不 不好 之大的炮弹又来了 五 我们跑吧 不对劲 怎么躲不开 黑药机群 俨然变成了一群无头的苍蝇 胡乱飞转中 被密集的炮火撞破机体 引爆当场 短短几个呼吸间 又有五架黑药战机 被炸毁跌落 这个渺小的原始文明 竟然可以突破 超压缩能量贫护罩 是因为那个蓝星人类吧 两只隐匿在黑暗中的不明生物 在用地球以外的语言交流着 面前的屏幕 浮现出王正的身影 看来很有必要杀死他 让L型号去吧 毁灭掉整个亚洲 绝对足够的 余下的六架黑药战机 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再没了袭杀王正的心思 飞速向着远处狼狈逃去 指挥官本想着继续用炮火锁定 将其全部击落 但想到当前的目的只是保护王正 为了避免意外发生 只能作罢 毕竟目前的结局 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期 战斗结束 所有的士兵皆是灰头土脸 狼狈不已 但无一例外 所有人的脸上 都带着无法掩盖的喜色 更齐齐 看向了阵地中央的 那辆临时指挥车 从这一站起 王正的地位 在每个人的心中无限拔高 高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以一己之力 掌控整座装甲营的火力点 扭转颓势 这已经不能算作奇迹了 这是神技 在所有人的眼神注视下 王正从车上走了出来 转微微安 哭 哭哈哈哈哈 这一站 彻底拉近了王正跟士兵们的距离 看着王正缠着绷带 呲牙咧嘴的糗样 所有人不自觉的大小出声 王正也不在意 含笑着将视线 从每个人的身上一一扫过 就在视线 看向最后一位看上去就极为年轻的士兵时 天空突然有一道笔直的光柱斜插而来 轰然撞进了地面 撞向了那位士兵站立的地方 轰然一声 强烈的震动 将所有人震得跌坐在地 不明所以中 众人挣扎着起身 却见那道光柱已经消失 只留下原地一个深邃无比的大坑 而那名年轻士兵 亦是不见了踪影 深坑边缘 独留几片残缺的衣服碎片 小 小姐 指挥官不可置信地走上前 伸出颤抖的手 缓缓捡起衣物碎片 被高温烫伤了手也不自知 满脸都是悲痛 这是自己麾下最年轻的战士 年仅二十岁 自己平日里 完全就是把他当做儿子来看待 仅仅一个照面 天人勇哥 尸骨无存 苏青山猛地抬头 随即便奋不顾身地朝车边的王正扑去 口中更咆哮出声 躲开 就在苏青山扑向王正的瞬间 在所有人惊恐的眼神里 又有一道炽烈的光柱 从云端砸落 炸响剧烈的烟尘如同海浪 向着四周奔涌而去 透过陈烟看去 莫说是王正跟苏青山的身影 就连偌大的指挥车都消失不见 指挥官目自欲裂 呆呆看着陈烟万籁俱灰 刚刚还激扬高涨的士气 在此刻跌落谷底 明明已经取得了胜利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王正即死 一切再无意义 原以为大局已定 眼看尘埃即将散去 突然有人从朦胧中 看到了一道模糊的巨大身影 快看 那是 闻言 所有人心中再度燃起希望 慌忙抬头看去 尘埃落去 一道通体散发着 银白色光泽的巨大机甲 笔直矗立 那是 超越者 不对 银白色的超越者 看上去比常态超越者 要强出很多 机甲手掌中 是已经昏迷的王正 轻轻放下王正 背后有数道 战蓝色火焰鸡射 驾驶室内 苏青山露出前所未有的欣喜 手心躺着一枚 已经被捏碎了的银白色圆片 直至此刻 苏青山才明白过来 当初王正告诉自己 不到必要时刻 为什么不能捏碎他 苏青山仰头看天 巨大机甲 同样看向天际 踏马的 有这玩意儿 不早说 第65章 以身报国 上 伴随着尘埃落尽 银白机甲彻底暴露在众人的视线中 只见银白机甲仰起头颅 仰望天际 直视云海深处 这台银白机甲 看上去与常规的红色超越者差不太多 但其所带来的压迫感 则要远远超过常规超越者 事实也正是如此 这台银白超越者 集合了王正这一世全部的心血 是王正目前科技水平的极大成之作 至真超越者 一众华国士兵 蜂拥到昏倒的王正面前 七手八脚地将王正扶起 短暂地昏死过后 王正悠悠醒来 看着面前的银白机甲 嘴唇抿了抿 片刻才低声说道 老苏 这台机甲跟寻常的机甲不同 以正常人的身体素质来说 最多只能够驾驶十五分钟 一旦超出 对身体的负荷是无可估量的 听闻 银白超越者低头看向身下渺小的王正 自顾竖起一根大拇指 正常人 老子可是兵王 说话间 云海深处有两道耸人的光束 洞穿云层而来 紧接着便是一颗冰冷巨大的钢铁头颅 那两束光赫然是钢铁头颅眼睛击射出来的 不足片刻 一台同样压迫感十足的漆黑机甲 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不同于银白超越者 这台漆黑机甲的机体上 布满了外设火力点 就仿佛悬空的战斗堡垒一般 这 这是 所有人震惊不已 看着高空的漆黑机甲 早已是骇然失神 能够研发出超级机甲的 不应该只有王正义人吗 就连科技最发达的鹰匠 都没能破解完成 实行量产 这一台机甲是从哪来的 而且仅从感受来看 这台漆黑机甲的威慑极为恐怖 离着如此远的距离 看上一眼就只觉得神魂动荡 令人心颤不已 苏青山收起首饰 连起笑意 只丢下一句 劳资去去便回 说吧 背后火注激发 整座机体轰然升腾 拔地升空 直奔云海而去 银白超越者的性能 着实可怕到了一定程度 眨眼便进入了云海 与那台漆黑机甲碰撞到了一起 只见云海中 先是爆发出一股强有力的气流 烈火瞬间吞没了小半的云雾 继而便是一道阵容发挥的钢铁交击声 惊得众人耳膜刺痛 不得不伸手去舞 就在这时 王正一蹶一拐地 冲向旧静的装甲车 欲气凝重道 必须尽快破解此地的信息屏蔽 苏青山坚持不了多久 但这一次面对的 并不是地球文明 而是一个未知的心外文明 从目前对方所展露出的科技水平来看 丝毫不逊色于八千年后的地球 所以 想要破解对方设下的屏障 还是有难度的 现在唯一能够指望的 就是 苏青山能够尽可能多地坚持住 撑到解除屏障 向外界求援 只是超越者虽然能够同步驾驶者的动作 上手并不难 可想要熟练掌控 仍需要时间 果不其然 就在苏青山驾驶银白超越者 冲入云海之后 两台机甲纸 被拼了一招 还不等苏青山做出下一步动作 漆黑机甲双目再次射出光柱 直接冠向银白超越者的胸膛 光柱威力之大 直接将银白超越者 滋出了云海 继而不止 从高空笔直跌落 沿途擦然空气 一路火光冲天 轰然砸入大地 煞时间 大地震动不已 陈烟升腾数十丈之高 见此一幕 所有人不觉心底生寒 看着高空那台漆黑机甲 浑身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这台漆黑机甲的性能 太过可怕了 指挥官看一眼天空的漆黑机甲 大步冲向装甲车 看着还在焦急忙碌的王正 咬咬牙再一次冲了出去 全体都有 瞄准那台黑色机甲 把剩下的弹药全都招呼过去 给王正和苏青山 尽可能地争取时间 下令的瞬间 天空的漆黑机甲 仿佛听到了一般 竟然缓缓扭头 朝着这边看了过来 与漆黑机甲视线相对 直接令九经战场的指挥官身体一僵 仿佛被什么远古凶兽盯上 令难以再动弹分毫 不过恍惚了虚余时刻 两道光柱再次从漆黑机甲眼中射出 光柱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快到根本无法做出反应 眨眼便临近了阵地 眼看王正所在的最后一辆 多功能指挥车就要被毁灭 指挥官看得眼瞳皱缩 却根本做不出任何的反击 万般激愤涌出嘴边 却只变成了一个无字 千军一发之际 银白超越者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漆黑机甲的身后 一记势大力尘的重拳 硬生生砸中了漆黑机甲的面门 力道沉重 直接将其击退出了数百米 就连云海都被漆黑机甲的褪势 豁成了两截 漆黑机甲眼中激射的光柱 也顺势偏转 悬而又悬地避开了阵地 歪歪斜斜地划过大地 留下一道深邃且焦黑的沟壑 这不属于蓝星文明的产物吧 难道 还有其他文明看上了蓝星 暗处 两只拥有硕大脑袋的不明生物 而马基础运行一年的时间 我们一定要抢在其他文明下手之前 把蓝星的资源榨干 明白 让L号速战速决 不明生物化落之后 漆黑机甲稳住了倒退身形 巨大的眸子 看向远处同样悬空而立的银白超越者 双手一展 两道散发着上千度超高温的巨大光剑显现 温度之高 直接把周遭的云雾给争得痴痴作响 而且身形一闪 漆黑机甲凭空消失 苏青山看得心里危惊 下意识地急速往身后倒略而去 退出不足半步 漆黑机甲突然在面前出现 炽热的光剑高举 对着银白超越者刚刚站立的位置 从头顶斜斩而下 只听一道物体蒸发的声音响彻 银白超越者的胸前被划出了一条清晰的切痕 瞬间便将胸前融化了小片 操 驾驶银白超越者的负荷已经出现 令得苏青山双眼通红 身上的衣物已经被汗水浸透 气喘声一声粗过一声 刷的一声 银白超越者的双手中同样出现了两柄光剑 与七飞机甲对峙战力 这时 王正重重敲下最后一个编码 第一时间看向车外 低吼道 成了 华国军事总部有人激动大喊 报告 已监测到神威装甲银信号 一威严老者书弟起身 严肃喝道 超越者 出动 第66章 以身报国 下 又是那个人类 竟然能破除我们的信号屏障 无所谓 既然被破除 那就让蓝星人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绝望 把入侵的所有电子设备 全部连接到这里 几乎同时 所有国家的卫星 全都接收到了江城这边的信号画面 一台漆黑机甲 一台银白超越者 浮于高空 威舍力害人至极 这 这是 举世沸腾起来 地球科技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要以机甲开战了吗 但在震撼之余 一问同样浮出脑海 华国拥有超越者的制作图纸可以理解 可除了华国之外 目前理应不该存在第二个 能够独立制造超越者的国家才对 连阴将都做不到 其他国家更绝无可能 看着画面中 黑白两台超级机甲 所有人的震惊更重 这两台机甲 明显性能更强 战力更高 所有国家沉默了 一时认识到了同一个可怕的事实 那就是 地球如今真的入侵了一股强大无比的心外文明 强大到哪怕集结全球之力 也难以抗衡 而这股文明拥有着绝对的自负 一上来就查明了地球的科技程度 果断选择对最强的华国出手 如果华国都覆灭了 那么剩下的国家将更无还手之力 看着全球直播的画面 即便是傻子也能轻易地意识到 这股心外文明在戏弄自己 那台银白超越者 无疑是地球方面的最强底牌 之所以向全世界公布 就是要让地球人眼睁睁看着最后的希望破灭 可恶 吃得更夺愤怒地垂着桌子 称霸地球一百多年之久的鹰匠 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这样近乎任人摆布的无力 即便与华国几次为敌 这次也不得不站在同一条战线 齐齐对外 既然你想践踏我们的信念 那就做好被我们反踩一脚的准备 与华国方面联系 我军申请进入华国领空 进行伏击 回到江城这边 两台巨大机甲再度厮杀到一起 刺耳的轰鸣连续不绝 光剑碰撞后 剑射开来的火花 直接把天空都引燃了 烈火熊熊如龙 将整片天空都映照得阴红如血 机舱内的苏青山 脸色惨白猙獰 明显已经来到了崩溃边缘 却还是在咬牙硬撑 不肯有半步的退却 对拼了数十回合后 银白超越者 终究还是暴露出了破绽 被漆黑机甲 一剑斩断了半条手臂 煞时间 银白超越者的左臂火星四剑 连同机舱里的苏青山 也受到这一剑的波及 再也压抑不住翻涌的气血 直接从口中喷吐出来 漆黑机甲反应迅速果断 趁着银白超越者 短暂当机的下戏 光亮横举 朝着机舱所在的胸膛刺去 在全世界的注视下 巴嘎胡癫狂地笑着 可怜的地球人 感受被虐杀的痛苦吧 你们的救世主 也不过是案板上的一只鸡而已 如此一幕 看得全世界心跳骤停 怒火生腾 眼看光亮即将刺入胸膛 连同机舱内的苏青山 也要被这一剑烧成鸡粉 远处突然有数十道红色身影 飞射而来 看到这里 气氛沉重到近乎绝望的世人 再度燃起了生的希望 无不兴奋地 指着画面中的红色身影大喊 超越者 数十发炮弹 先超越者一步轰来 悉数撞击在漆黑机甲的机体上 瞬间便爆炸开来 巨大的震动与硝烟 将漆黑机甲彻底埋没 侥幸捡回一条命的苏青山 用尽最后的力气 探向山山赶来的超越者大军 终是支撑不住 昏死过去 银白超越者 也跟着失去动能 向着地面跌落 数百台超越者齐聚 将天空都给遮盖了 密密麻麻 仿佛一团巨大的黑云 伴随着硝烟散去 毫发无损的漆黑机甲 呈现在世人眼前 仔细看去 手中的光剑 竟是在刚刚的轰炸中 被炸出了细小的缺口 如此看的话 这台漆黑机甲 也并不是那么无敌 华国加油 给我撕碎它 一时间 全世界的呼声会成一片 展现出了亘古未闻的大团结 可还不等世人精神振奋 漆黑机甲动了 快到连卫星 都捕捉不到他行动时的诡计 王正仰头 看着高空所发生的一切 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 只眨眼的功夫 原地只留下了一道 逐渐消散的虚意 下一刻 两架超越者被拦腰斩断 继而电流四起 双目陷入黑暗 从空中跌落 这 欢呼声戛然而止 所有人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恶然无比 这 这是个什么怪物 一台超越者 就能够轻易覆灭几十辆重型装甲车 而这几十台超越者 竟然奈何不了眼前的漆黑机甲 刚刚才升起的希望火光 被一盆冷水无情浇息 大局 已定 就在所有人心生绝望之际 那数百架超越者 忽然整齐挺立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 没用的 一群渺小的虫子 也敢妄图试探神的实力 巴嘎胡肆意地大笑着 言语中充满了不屑 漆黑机甲再次行动 还是那快到无法反应的速度 手持光剑在超越者机群中游入无人之境 世人已经不敢再看下去 纷纷闭上了眼睛 这是一场屠杀 就在这时 一架超越者猛地转头 机体被光剑砍中的瞬间 竟然恨不畏死地朝着漆黑机甲冲撞过去 等于说 这台超越者是主动撞向的光剑 被斩断的同时 恰好撞在了漆黑机甲的身上 轰然一声 被斩断的超越者发声自爆 直接将漆黑机甲吞噬 下一刻 漆黑机甲冲出 冰冷洁净的机身终于出现了一丝细碎的裂痕 在世人惊恶凝重的目光中 那上百台超越者义无反顾 奋不顾身 没有任何的犹豫 蜂拥着朝漆黑机甲撞去 暗处 不明生物的眼中 第一次流露出诧异的表情 难以置信道 这群蓝星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做什么 自杀 他们难道不怕死吗 那上百架超越者 已经彻底堵死了所有的道路 迫使漆黑机甲无处躲闪 只能任由一台接一台的超越者 自杀时冲撞而来 一道火光 一道炸响 便是一台超越者 一位华国驾驶员 这一刻 世界安静了 所有人目光呆滞 嘴巴微张 静静地看着那上百台超越者 前赋后继地送死 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拼命地忌奉 第67章 不见青山 一群愚昧无知的白痴 居然想跟L型机同归于尽 看着上百架超越者 依次用身躯撞向漆黑机甲 爆炸后产生的冲击力逼迫的漆黑机甲 再无法行动半分 直接强行阻断了不明生物 对漆黑机甲的控制 可恶 要不要把X型机送过来 不可以 一定要让L型机消灭它们 这是一场蓝星人全都在看的实时直播 为的就是磨灭它们的斗志 如果L型机输了 即便消灭它们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更何况 不明生物的嘴巴 裂出一个极为恐怖的弧度 就凭这些落后的垃圾 就算想跟L型机同归于尽 也不存在这种可能 天上的战况惨烈 地面的装甲营同样不容乐观 设备损失严重 全员负伤 重伤牺牲的比例来到了可怕的三成 地面的战况暂时告一段落 所有士兵正在火急火燎的救治重症伤员 奈何伤员实在太多了些 自带的药剂有些难以供应 一片焦急嘈杂中 断壁的银白超越者轰然坠地 砸起了大片的杀石尘土 神威装甲营的一众士兵 不顾肆虐的进风 果断冲进沙尘中 爬上银白超越者 从胸部的机舱中 把苏青山拽了出来 因为身体透支严重 此时的苏青山双眼紧闭 脸色苍白如指 呼吸更是低迷到微不可闻 随时都有停止的可能 行动缓慢的王正波开人群 来到苏青山的面前 表情说不出的凝重 虽说苏青山只操控了五分钟 但在这五分钟里 战斗过于激烈 银白超越者的各项性能运转 更是远超寻常 以至于苏青山的身体 承受了近乎数倍的 不可逆转的严重伤害 医护兵当即来到面前 迅速掏出真剂 为苏青山注射 亏空的身体机能养分 草 等到众人将苏青山 抬回指挥车后 苏青山两眼微微睁开 看向守在面前 一脸严肃的王正 虚弱开口 你他妈是不是 骗我 正常人 能称 十五分钟 王正沉默 心中大为自责 是自己对漆黑机甲的性能 预估错误 这才导致了苏青山 如今的状况 苏青山艰难撇头 又问 现在 什么情况 车上的所有人 皆是低着头 脸上 带着前所未有的悲怆 无一人开口回应 车外 爆炸声仍然在不间断地响起 整片空间都布满了 爆炸后遗留下的硝烟 使得视线一片模糊 根本看不清天上发生的一切 原本山清水明的 秀美小镇江城 如今却是漫天灰埋 乌暗至极 远处不时还传来 众物轰然坠地的声音 传进每个人的耳中时 无不令人心神一颤 所有人面露痛苦 心有不忍地闭上眼睛 只因那是超越者的残骸 更是自家同胞 悍然赴死的见证 装甲营的不少士兵 还冲向超越者残骸 试图从中 找出几个能够活下来的战士 可惜爆炸的威力 实在太过猛烈 不要说活下来 就连尸骨都未能找见 以身殉国 尸骨无存 对于战士们而言 罪过悲痛之事 便是同胞在自己面前赴死 自己却无能为力 束手无措 满腔悲怆无处宣泄 只好把目光投向天空 无尽硝烟滚滚 视线受限严重 听着头顶传来的爆炸声 热泪盈眶 低声喃喃道 千万千万 要赢啊 阵地的另一侧 临时搭建的 卫生锁里已经堆满了伤耗 不少人焦急地穿梭在其中 忙得焦头烂额 指挥官意在此列 面前病床上的伤员 气息奄奄 嘴巴不停地张合 却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传出 急得指挥官高声喊道 肾上腺素 这里有人需要肾上腺素 闻言 有人表情凝重地抬头 低声说道 报告 我们此行所携带的急救药物 已经耗尽了 是 什么 指挥官身体猛地一晃 当即扭头 看向病床上 几乎快要没有气息的伤员 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动 连同整个身子都在颤抖 明明可以活下来 却偏偏要让自己眼睁睁 看着手里的士兵死在床上 多少次从石山血海里 爬进爬出的指挥官 却在此刻湿润了眼眶 旋即扶下身子 紧紧握住迷流的伤员 颤引导 好兄弟 我照射无能 对不起你 说吧 铁打的汉子弯下腰 肩头耸动 气不成声 意识逐渐模糊的士兵 似乎听到了这句肺腑之言 回光反照般 扭头看向身边的指挥官 侯杰滚动几下 发现自己已经说不出话来 只会心而笑 有办法了 王正从杖子外面 一瘸一拐地冲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个 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可当所有人见到 这个年轻人后 顿时眼前一亮 变得激动起来 这个年轻人 赫然是当时把王正 跟苏青山 从死神手里拽回来的人 张德杰 张德杰先是环顾杖子一眼 迅速锁定了 伤势最重的伤员 快步走到镜前 一把将赵舍扒拉开 逃出怀中布包 取针便扎 郑哭得一塌糊涂的赵舍 毫无防备地 被扒拉倒地 暴怒起身刚要斥责 却见到张德杰已经开始下针 当即又把话憋了回去 王正默默来到赵舍身边 递上一张纸巾 赵舍把头一扭 快速且不动声色地抹去泪痕 怒视王正 给我这个干什么 不过片刻 张德杰长叔一气 起身看向临床的伤员 赵舍慌忙跑到镜前 连声问道 这 这就没事了 张德杰瞥了赵舍一眼 说道 怎么可能 我是医生 不是神仙 只是暂时稳住他的伤势而已 想要活命 还是需要借助药物 赵舍眼神危暗 小声道 可是 我们已经没有药物支撑了 张德杰没有说话 扭头看向帐外 与此同时 有人急匆匆跑进了帐子 断断续续道 外面 外面 赵舍拧起眉头 起身向帐外走去 来到帐外的瞬间 当即愣在了原地 一片灰蒙蒙中 无数的人头攒动 江城的居民们 簇拥在一起 看起来极为喧闹 每个人的手里怀里 皆是堆满了物资 有食物 有药品 有衣服 赵舍的眼眶 又一次红了 这里非常危险 好有我们心灵了 还请大家尽快离开 话初 人群中爆发出阵阵话音 你们是好样的 我们也不是脑肿 把外星鬼子赶出地球 第68章 青山依旧 也不知过了多久 天上的爆炸声逐渐散去 再不见半点声响 从高处往地面看去 遍地燃烧着火焰的超越者残骸 到处是窗衣的坑洞 空中的硝烟滚动 浓烈到看不清分厚 整片天空都静悄悄的 只剩下了硝烟飘扬 全世界都陷入了沉寂中 呆呆地注视着身边的屏幕 呆呆地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上百家超越者 上百位华国飞行员 就这样以一种极为惨烈 悲壮的方式收场 这一切 彻底刷新了他们的认知 对于他们而言 实在不懂得这群华国士兵的汉不畏死 舍生取义究竟有什么意义 人都死了 胜利又如何 图坐他人嫁衣 心里虽说是这样想的 可没有人表现出不屑 乌不是流露出了 对他们最为崇高的敬意 几乎是同一时刻 世界各地的领导人 主动向华国方面发出致电 致电内容只有一个 申请军队进入华国领地 开战 不就是前赴后继 死而后已吗 就你华国有人 就你华国男儿不怕死 我国男儿 同样舍生忘死 硝烟淡去些许后 天空中再一次显现出了 那道漆黑如魅影的巨大身影 依旧是那般的令人窒息 仔细看去 却能清晰地看到 其机体上已是遍布裂痕 就连那两柄光剑 也在一次次的轰击中彻底崩断 哼 卑微的蓝星人 准备颤抖吧 不明生物露出轻蔑的笑 鸡蛋般大小的眼瞳滚动着 飞快捕捉着世界各地人类的表情 希望通过看到他们惊恐无措的模样 来给予自己无法言喻的快感 只可惜 要让他们失望了 当世人再一次见到漆黑机甲时 所有人眼中的惊恐与畏惧不见了 被一股浓烈的杀意与决绝取而代之 不明生物有些疑惑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明明已经说了 另一只不明生物摇了摇头 缓缓说道 不 他们还没有说 划落 更高处的云层 划来无数道狭长的伟迹云 细密地罗裂在一起 仿佛会成了一片新的云海 在全世界的电子画面中 有数以万计的战机 浩浩荡荡 遮天蔽日而来 世界沸腾了 激动到无以复加 是鹰匠的猛青 那是毛熊的米格六十 快看 应急力的闪电F17 洛哥的那架超越者 居然也来了 画面中 全世界展现出了空前的大团结 所有战机聚集在一起 彻底将天空占据 远远看去 震撼至极 纳尼 这群卑鄙的地球剑名 竟然还知道合作 八大狐气愤的叫嚣着 似乎是影响到了 面前的不明生物 其中一个不明生物 临时关闭了画面 随后站起身 一巴掌将八大狐拍晕了过去 看来 我们在吸收蓝星人时 找错了目标 开启直播画面后 地球上的士气 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反而还被激发出了血性 变得异常高涨起来 眼瞅着无法遏制 不明生物不得不选择出声 向全世界发话 蓝星人 停止你们无知的行为吧 借用我们所在的国家的语言 叫做飞蛾扑火 话落 漆黑机甲投入微台 只是从远处 及时而来的浩荡机群 略作停顿 漆黑机甲冲了进入 火光起 声暴鸣 虎入羊群 催哭拉笑 不过眨眼间 已经有燃烧着滚滚浓烟的战机 从高空笔直坠落 仿佛流云一般 冲破云端 擦着空气燃起刺目火光 直直向着地面坠了下来 不等坠地 又有一道火光紧随其后 砸向大地 紧接着 数字不清的破损战机 把整片云海 给冲了个四分五裂 千疮百孔 无数的战机 化成巨大的火球 纷纷朝着地面砸落 不若是下了一场蔑视火雨 恢复完体力的苏青山 尽管脸色依旧苍白 却已经可以进行自由活动 看着眼前的灰蒙蒙 灼热的气浪 一股接一股地涌来 苏青山叹一口气 轻声问道 真的能赢吗 王正没说话 默默看着手机上的实时画面 见状 苏青山了然 向着银白超越者的位置扫了一眼 又是一声长叹 苏青山故作轻松 漫不经心道 说真的 咱们两个其实挺像的 当年参军入伍的时候 首次零基础测验 我八项指标拿了满分 第一次军演 我拿了个人二等功 后面几次国际大赛 我代表华国出战 夺冠 技艺等功 再后来 第一次出任务 苏青山越说越兴起 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 草踏马的 该说不说 劳子当年是真的掉 肩膀上扛心的 都亲自来给劳子授贤 劳子还不一定给他面子 你小子也就比哥巅峰时 掉那么一丢丢 咱当兵是为了啥 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吃饱饭 就是为了让这群狗日的家伙们 离咱们远一点 苏青山咧着嘴 眼里就泪光 还记得那首诗部 我见青山多妩媚 廖青山 见我英如是 祖国的青山绿水 让这狗日的 给霍霍成了这样 我苏青山 第一个不答应 说吧 苏青山豁然起身 浑身怒意昂昂 王正文之大惊 似乎意识到了苏青山的意图 连忙劝阻 你想干什么 别做蠢事 苏青山不以为意 轻蔑一笑 做蠢事 劳子的品性 你还不清楚 小命之上 好处之上 只有劳子坑人 没有人坑劳子 我这人 胸无大志 废才一个 最重要的 就是保住小命 你想想 哪次出事 我不跑到最前面 话落 一记掌刀重重 砸在王正的后脖梗 令其当场昏死过去 笑意收敛 转坐冷漠 冲着昏死的王正 轻声道 这次 不一样 联合鸡群损伤惨重 几乎无法对漆黑机甲 造成实质伤害 毛熊战机全部损毁 落格超越者坠机 剩余鸡群数量不足四成 听着愈发紧急的汇报 世界各国的领导人 无不脸色凝重 难道 真的无法阻止了 江城阵地内 有人冲到赵舍面前 急声道 那台银白超越者 被人重新启动了 就在所有人认定了失败 举世齐音时 一道银白闪光划过天际 直奔漆黑机甲而来 快看 所有人不由都未知一阵 这是华国的底牌 也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能与漆黑机甲 对拼束合的超级武器 机舱内的苏青山 脸上带着释然笑意 眼底一抹决绝划过 我苏青山 魂恶半生 鱼无大智 人怀热血 以身报国 虽死足矣 银白闪光划破天空 快到突破数十倍阴障 笔直的状象 还在鸡群中厮杀的漆黑机甲 等 等一下 不明生物慌了 连忙进行操控补救 奈何一切为时已晚 银白闪光带着无与伦比的冲击力 悍然与漆黑机甲撞在一起 煞时间 火光炸箭 在举世关注下 漆黑机甲 在没了之前的无间不摧 机体逐渐爆裂 继而怦然炸碎 化作一团火光 朝着大地坠去 两团火球 一起坠去 全世界死寂无声 许久才传出一句问话 赢 赢了 这一日 青山不见 这一日 青山依旧 第69章 追寿一世 短暂的沉寂过后 全世界仍是不敢相信 那台几乎无敌的漆黑机甲 会这么轻易地陨落 直到天空的火光散去 世人瞪大了双眼 竭尽全力想要在画面中 搜索到漆黑机甲的身影 只是天际空荡荡 再看不见丝毫物体存在 就在这时 全球直播毫无征兆地关闭 全世界的电子设备 重新回归正常 至此 人们后知后觉 激动地爆发 出阵阵欢呼海啸 赢了 真的赢了 王正发疯似的 跑到银白超越者 跟漆黑机甲发生碰撞的下方 却只看到了满地的残骸碎片 胶烟缭绕 星火点月 别说是人影 就连丁点的生命痕迹也没有 呆呆看着毁灭殆尽 却又无处不在的银白超越者 俯下身 随手捡起了一块机甲碎片 沉默 有风吹过王正的脸 古井无波 漠然异常 不知过了多久 王正的脸色突然猙獰 一口淤血从口中喷吐出来 继而身子一软 整个人都瘫倒在地 眼前的视线逐渐模糊 只看到远处 有不少人朝自己焦急地跑来 昏死之前 脑海中只传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呦 王总 久仰大名 我叫苏青山 姑苏的苏 青山绿水的青山 王总 多多指教了 一场与心外文明的科技碰撞 终于在集结世界之力后 以惨烈的胜利落下帷幕 举世欢腾之余 更多的却是卑忧 为了赢下这场不能失败的战争 每个国家都失去了太多太多 造就一位英雄的前提 就是要让即将成为英雄的人 离开众人 而在这场战争的无数英雄里 那架银白超越者的主人 无疑是最闪亮的那位 短短一天的时间 苏青山之名已传遍了世界 断壁的银白身影 义无反顾地冲向漆黑机甲 只为造就最后一击的决绝 将永远被世人所铭记 华国第一军事宜室大厅内 位子上坐满了身穿松绿军装的威严人物 此时 他们的脸上无不流露着陈宁肃穆 看向前方的主讲台 全没有开口交谈的兴致 只默默等待着什么 许久之后 一位同样身批军装 身体微微有些勾搂的白发老者 从后台走了出来 夺步者来到主讲台 看向台下占据了 华国军事半壁江山的军官将领们 以极其庄严肃穆的语气 开口道 各位 苏青山同志的追授仪式现在开始 经商议 拟定追授苏青山同志 特级战斗英雄加特等功臣荣誉称号 下面进行表决 不同意者 请举手 台下一片沉寂 无人开口 无人反应 等待片刻 老者又说道 同意者 请举手 话落 台下的所有人动作出其一致 没有经过任何的犹豫 一起举起了手 这场战争 全世界的人都看在眼里 那台来历神秘的漆黑机甲 在遭受了上百架超越者 近乎自杀式撞击后 仍留有大半的机能与防护 且在其后面对战联合机群时的表现来看 超越者的自爆 根本没有对其造成太严重的损伤 如果不是苏青山驾驶迎白超越者 进行最后一击 或许华国真的要被这一台漆黑机甲给覆灭了 一人之力 救了整个华国 这还不止 那个所谓的荷尔玛文明的人 之所以入侵地球的通讯系统 开启全球直播 为的就是让世人眼睁睁看着华国落败 看着联合机群落败 这样才可以彻底打消其他人反抗的心思 营造出荷尔玛人不可战胜的形象 让地球人彻底臣服 任由他们宰割 而他们 也确实快要成功了 只是苏青山的舍身一击 打破了他们的预期 更重燃了全球的士气 既然地球资源已经被心外文明盯上 那么他们绝不会因为一次两次的失利而收手 对于地球人来说 这将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战争 唯有信念与信心做支撑 才能真的坚持下去 苏青山 为地球人牢固树立了这道信念 老者简单应了一声 开始宣布结果 经大会表决 决定正式授予苏青山同志特技战斗英雄加特等功臣荣誉称号 成为华国自建国以来 第三位拥有双特称号的战士称号即刻生效 所有人缓缓起身 尽在不言中 江城 此时的江城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善后工作 大量的军队进驻到周边 开始坠机残骸地收减工作 这场战争造成的损失简直是无法估量 遗落的残骸几乎遍地都是 并且全部损毁严重 要么就被焚烧成了一团铁球 要么就因爆炸而变形严重 根本无法进行拼凑 陈家的二层小楼里 张德杰跟岳母的身份莫名其妙地对调了 陈母一改往日的尖酸刻薄 脸上堆满了和蔼可亲的微笑 小杰啊 晚上想吃点什么 妈给你做 张德杰感受着岳母突如其来的热情 多少有些不自在 苦笑着说道 伯母 要不还是我来吧 还没等张德杰从沙发上站起 直接被陈母冲过来一把按了回去 手里拎着菜铲 语气柔和道 什么伯母 叫妈 先吃点苹果 很快就好 张德杰无奈地叹了口气 看着面前桌子上削皮切块的苹果 怎么也没有胃口 这时 房门铃声再次响起 也不给张德杰起身开门的几乎 厨房里忙碌陈母小跑着冲了出来 不忘冲张德杰打个手势 你歇着 这种活交给妈来 打开门后 两位西装革履的商业精英出现在眼前 手中提着好几箱名贵补品 冲着陈母得体微笑 问道 伯母您好 请问张神医在吗 在的在的 陈母看着眼前非富极贵的两人 小鸡卓米一般疯狂点头 赶紧把两人往屋里迎 大战过后 张德杰一手神鬼莫测的中医针法 救治伤员的画面 同样被世人所注意 在当时那个激烈胶着的情况下 自然没有人会注意这些 可当战争结束后 这手超级针法 开始变得玄乎起来 一时间 江城陈家的门槛 都要被拜访的人给踩破了 并且上门的无不是各界大楼 平日里见都见不着的那种 偏偏这些人 全都对张德杰敬重有加 表现出了足够的谦卑 这一切 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正因如此 陈母才一反常态 亲自伺候起了自家的宝贝好姑爷 第七十章 角色互换 把二人迎进屋里 陈母倒好水 笑着说道 你们先聊 我去简单炒几个菜 说吧 便不顾阻拦 冲进了厨房 忙碌之余 还不忘之冷起耳朵 听着客厅里几人的谈话 张神医 我们是心流药业集团的 想邀请您到我公司 担任顾问一职 年薪我们可以 给到您这个数 听到这里 陈母赶忙撇头去瞅 那人缓缓伸出了五根手指 五百 张德杰摊在沙发上 似乎没什么兴趣 不不不 是五千万 那人一边说着 一边去看张德杰的表情 见张德杰兴致缺缺 顿时有些慌 继续说道 张先生 价钱是可以谈的 您如果觉得低 我们可以再涨 抱歉 张德杰打断了男人的话 我暂时还没有离开江城的打算 所以贵公司的请求 我恐怕不能答应 碰 陈母一个没站稳 一头撞在了头顶的厨子上 也不知是怎么试 脑袋晕乎乎 好一阵的头晕目眩 早就看出 我家这女婿不是常人 必然是人中龙凤 好女婿 神是好女婿 五千万 一辈子都赚不来的钱 被我家好女婿 挥挥手就拒绝了 送走二人之后 陈母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张德杰 不禁有些担忧起来 这已经是今天送走的第六拨人了 前几拨人给出的价钱都差不多 基本也是八位数上下 原本一直在家里混吃等死 饱受江城人 耻笑的上门女婿 突然摇身一变 成了无数企业哄抢的超级神医 如此转变 让陈母又惊又喜又愁 惊得自然是因为张德杰的神医身份 喜自然是陈家 可以跟着张德杰沾光 愁得当然是 生怕自己一个伺候不周 把自家这位好女婿给气走了 毕竟如今的张德杰 身家倍增 一旦离陈家而去 那将是大大的损失 陈母竟然开始患得患失起来 万一自家女儿对好女婿 没了吸引力怎么办 仔细想想 自家女儿实在没什么 能配上好女婿的地方 看来 这就是爱情无疑了 心神不宁地走进厨房 刚拿起菜刀 就听到门外又一次响起了门铃声 来了来了 陈母小跑着胆了过来 开门的瞬间 两个体型壮瘦魁梧的西装大汉 堵在门前 表情严肃 不苟言笑 陈母被这两人吓了一跳 往远处看去 更是一惊 只见一列浩浩荡荡的车队 依次排开 整齐地停靠在自家院外 陈家也算得上是小资家庭 对于豪车还是有些见识的 最前面两辆劳斯莱斯幻影开路 中间一辆红旗L5 最后三辆迈巴赫62S收尾 陈母拘谨地站在门口 竟开始紧张起来 光是门口这两位西装大汉 也充分证明了 这次来访的客人非同一般 果不其然 带到劳斯莱斯幻影的车门开启 一位身穿唐装的中年男子下车 朝着自己迈步走来 一路走来 两边的黑衣人同样排成排 家道欢迎 见此一幕 陈母下意识地吞了一口口水 心里隐隐泛起一个疑问 红旗L5这辆车 似乎并不是什么有钱人都可以买的吧 另外 为什么总觉得这张脸 有些眼熟 当唐装男子来到陈母面前时 一股难以言喻的压迫感 袭面而来 张德杰呢 陈母已经快要吓坏了 下意识地让开一条路 指了指客厅 完全没意识到 对方并没有称呼自家女婿 为张神医或者张先生 而是直呼其名 唐装男子走进屋里 先是四下打量了一遍房子的布局跟环境 随后才把目光落到客厅沙发地张德杰身上 见到来人 张德杰脸色微变 猛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皱起眉头 质问道 你来干什么 唐装男子继续打量着房间布局 回道 这么多年不回家 我来看看 某人死了没有 张德杰表情沉下 我是死是活 跟你一点关系没有 混账 唐装男子勃然大怒 你眼里究竟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一句话 直接令刚刚走进房间的陈母愣在原地 难怪觉得这人脸熟 原来是跟自家姑爷 长得气氛相像 这么说来 这位就是自己的亲家了 想到这里 陈母心里的震惊更甚 恶然意味更浓 能够进出坐着红旗L5 还有这么多保镖陪同 能是一般人 最最重要的 这位还是自家女婿的亲殿 如此牛逼吊炸天的背景 居然跑到一个小小的江城 来当上门女婿 问题是 张德杰上门的这几年 自己没少因为对方没本事而刁难他 如此一来 反倒是自己成小丑了 父亲 张德杰露出冷笑 你也配当父亲 王正从病床上醒来 报警东坐在床边 不紧不慢地削着苹果 醒了 然后就把已经削好皮的苹果 递到了王正嘴边 王正摇摇头 什么也吃不下 似乎是看出了王正的低迷情绪 报警东放下手里的刀子跟苹果 如果一张纸巾擦了擦手 轻声说道 需要我讲讲苏青山的故事吗 闻言 王正暗淡的眼中爆发出光彩 立即把牛扭了过来 报警东沉默了一会儿 可能脑海中也不愿回忆某段过去 避重就轻地说道 苏青山是军人世家 四代为兵 爷爷跟父亲都死在了不为人知的战场上 原本是兄妹四人的 后来就只剩下了苏青山一个人 他曾经告诉过我 如果他也没了的话 那苏家真的就绝 报警东止住话题 没有说下去 再次陷入沉默 王正毅然 从一脉四包变成一脉单传 再到如今 王正眼神呆滞 空洞地看向天花板 许久以后 以仅可两人能够听到的语气 说道 河尔玛人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一定还在地球上 报警东自然是明白 毕竟地球目前的检测手段 根本没办法侦测对方的行踪 即便侥幸赢下了第一战 可对他们仍然是半点办法没有 依旧处在敌暗我明的状态 安静的病房中 尽到可闻银针落地声 王正此时的身体虽然虚弱 尚未完全康复 却仍缓缓开口 以掷地有声 铿锵有力的坚定语气 说道 我有办法 让他们滚出地球 第七十一章 策反三哥 听到王正的话后 报警东仍然笑不出来 对方仅仅派出了一台机甲而已 就让世界各大强国损失惨重 就连华国刚刚建成不久的超越者机群 也在此战中全军覆没 如果再出现一台甚至两台 真不知该如何才能应对了 也唯有王正说 能让他们滚出地球 自己才将信将疑 如果是别人说这出话 自己非得一个大瓜子 送到脸上去 之所以没什么信心 还是因为对方所表现出的科技水平 要远远超过如今的地球 从目前来看 地球上有四样能拿出手的东西 一是超越者 被对方的漆黑机甲碾压 二是粒子光刀 被对方的激光剑碾压 三是空间截获装置 能被对方随时封禁 四是核武器 问题是 核武器这玩意儿不可控 属于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范畴 更何况 对方有多少人 在什么位置都不清楚 核武器往哪扔都不知道 这样看来 对这群所谓的和尔玛星人 还真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 不过说到底 没把握归没把握 还不至于到绝望的地步 当年的华国一穷二白 平常老百姓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硬是凭着十几个人一杆枪 硬生生开辟出了一个辉煌大事 如今 正值鼎盛兴旺 还能再叫别人欺负了不成 甭管是哪国的鬼子 还是哪个星球的鬼子 再想奴役我们 就两个选择 要么给也死 要么给也滚 报警东伸手拍了拍王正的肩膀 许久才丢下一句 好好休闲 我们都在等你回来 说罢便自顾起身 离开了兵房 王正重新陷入沉默 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 正正失神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被子下 两个拳头握的关节搁吱作响 就连指甲刺破了掌心 鲜血流逸也不自知 三哥国 高层会议上 偌大的圆桌围了一圈的白皮肤三哥 其中 坐在最中央位子的 是一位留着大白胡子的老三哥 老三哥的心情 显然是十分的不错 冲着两侧的三哥们说道 看来 我们没有出兵之援的举措 是正确的 毛雄空军损失了六成 鹰将损失四成 华国的超越者部队 更是全军覆没 这几个国家 对我们三哥国的威胁最大 如今他们的实力大打折扣 看来是我们出头的时候到了 此话一出 顿时有三哥回应 洛哥家的超越者也被打爆 现在已经没有 能挡住我三哥军队的存在了 非常好 老三哥忍不住鼓起了掌 似乎称霸世界的梦想近在眼前 各位的意思呢 三哥一号举手 攻打洛哥 必须把之前在国际上丢到的面子拿回来 听到这个提议 几乎所有的三哥都在点头 表示同意 同意 打掉洛哥 北京扩张 既然如此 老三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 正准备发表最后的结论 角落突然传出一道 生疏且怪异的声音 好 可是还不够好 文言 所有的三哥皆是一惊 下意识地从座椅上弹起 顺着声音的源头看去 会议室的角落 窗帘紧闭 一道古怪的身影 静静站在黑暗中 这可是三哥国保密级别最高的会议 别说是这个房间 就算是整栋楼 也要屏蔽信号 不能让任何生物靠近 哪怕是一只苍蝇 一只蚊子都不行 这突然从角落里冒出一人 任三哥们的心理素质再强 也经受不住 毕竟 这可是在商议发起战争 万一被传江出血 三哥的脸面 真的就掉干净了 从此以后 不管再做什么 都无法在国际上抬起头 什么人 给我出来 一个体型威猛的三哥 大步冲到镜前 一把将窗帘扯开 大片的光亮倾泻进来 刺得所有三哥 被动闭上了眼睛 等到适应了光亮 这才看向那道身影 只是在看到那道身影后 三哥们大惊失色 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那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顶着个铁青色 大脑袋的何尔马星人 会场的气氛 顿时就剑拔弩张起来 所有三哥目光 紧紧落在何尔马星人身上 唯恐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意外 亲爱的蓝星朋友 不要紧张 我是带着善意而来 何尔马星人 看着满脸戒备的三哥 笑着白白手 走到了圆桌前 我非常欣赏你们这个国家 对你们的综合国力非常认同 毫不夸张地讲 你们国家能够在蓝星 稳稳霸占第三的位子 一句话 直接让三哥们喜笑颜开 说得对 一点毛病没有 不愧是外星人 就是有眼光 科莫多一下子就不香了 你有对象吗 见话题打开 何尔马星人继续说道 我这次来 就是为了帮助你们的 想必之前那一战 你们也看到了 我们只用了一台机甲 就打败了地球近四成的军事力量 可这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实力 怪只怪我们来时 选错了朋友 那群身材短小的巴噶 根本没有驾驭 我心机甲的能力 这才导致了落败 何尔马星人表明来意 所以 我想与贵国合作 用我新的技术来武装贵国 等到征服地球之后 我心指向贵国 索取一小部分的地球资源 如何 话落 仲三哥先是激烈讨论了一会儿 随即拍板 合作愉快 什么 我不同意 巴噶胡愤怒地冲了出来 指着何尔马星人 跟仪仲三哥 骂道 我大巴噶帝国辉煌时 曾征服了半个地球 整个亚洲 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下 早晚有一天 我巴噶国会 重塑过去的荣光 要让我们跟这群 右手吃饭 左手扣定的家伙合作 简直是痴心妄想 三哥们沉默了 一起看向巴噶胡 目光逐渐阴朗 何尔马星人 看向仲三哥 鸡蛋大小的眼睛 看不出任何的一样 看来我们的合作 有人非常不乐意呢 没关系 一名魁梧三哥 边走边脱裤子 巴噶胡见状有些慌 连忙后退 你 你要干什么 转身想逃 却发现传送装置 已经被荷尔马星人关闭 我可是大巴噶 帝国的军人 你敢杀我 魁梧三哥冷笑一声 面露不屑 你巴噶国 都成了华国的省级行政区了 还搁着大巴噶帝国呢 一把抓住巴噶胡 随手将其扔到了 旁边的茶水桌上 揪起巴噶胡的裤子一扯 不条裤衩映入眼帘 又一扯 气氛顿时胶着起来 欧可莫多西新物种 我喜欢 巴噶胡吓坏了 开始拼命挣扎 边挣扎 边破口大骂 八 巴噶牙鹿 哦 第七十二章 历史重演 洛哥与三哥的边境线上 重新建立的边防锁 十分气派 洛哥充分汲取了上次教训 足足派遣了一个团的兵力 驻扎在此 毕竟三哥是出了名的 既吃不既打 上一次用超越者把他打服 估计用不了多久 便又会蠢蠢欲动 更何况 在圆滑一战中 自家的超越者被击毁 已经无法有效震慑狼子野心的三哥了 并且这个团 武装了洛哥最为精锐的武器装备 甚至于从荒山野岭捡来的 带有中文说明书的国际装备 也通通武装到位 每天的日常任务 就是演练演练在演练 动静动的震天响 最好是能远远的 传到三哥地界 这一天 洛哥边防团的总指挥洛书 总有些心神不宁 时常向着三哥的领地看去 总感觉仿佛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往常自己进行军事演习时 三哥也一定要弄出点动静来给自己听 表示怀疑颜色 可今天却跟往常不同 整个边境县内外都静悄悄的 根本听不见任何的动静 对此 手下开始出言安慰洛书 放心吧 如今正是地球联合对抗 外敌的关键期 各个国家都处在同一阵线 他三哥就是野心再打 也总不能顶着天下之大部尾来 公然挑起内战马 地球公敌的罪名 他三哥还背不起 听着手下的发言 洛书忧心忡忡地点点头 似乎是没听进心里 只默默回了一句 但愿如此吧 话刚说完没多久 视线尽头的地平线处 突然掀起了阵阵尘烟 洛书看得皱起眉头 结果身边人递来的望远镜 在看去时 直接吓得将望远镜扔了出去 镜头 三哥的机械化部队 正在徐徐赶来 一击警报 三哥入侵了 随着尖锐的警报声响起 整个洛哥军团皆是大惊 着实没有想到 三哥竟然会趁这种时候 来发动入侵战争 距离上一次三洛大战 才过去不到一年时间 留下的伤疤都还没好透 这就已经按耐不住了 洛书目光瞬间沉了下来 开始迅速指挥部队反应戒备 对方一旦跨过边境线 不论什么缘由 立即开火 上次能打退你们 这次就算没有超越者 那也一样可以 就在洛书下达指令之后 有人拿着刚刚监测出来的 数据报告跑了过来 没有发现三哥的部队踪结 什么 洛书抢过报告 仔细翻阅了一遍 难以置信地举起望远镜 又看向了地平线尽头 果不其然 席卷的沉烟不见了 洛书心里咯噔一下 暗暗觉得有些不妙 反观其他严阵以带的洛哥士兵 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不禁松了口气 战争是残酷的 闹出乌龙 总比真的开战要好 最起码 小命可以保住了 这口气还没松完 头顶突然响起了一道道 气流破空的声响 游远极近 游轻极重 什么声音 有人茫然四股 好奇发问 有人抬起了头 当场僵硬 是 是导弹 头顶上空 云海中一颗接一颗的导弹 突破阴障 带着喷勃不息的马赫环 自天空滑出了一条条 整齐的弧度 直奔自家的阵地而来 转瞬间 云海已被撞得四分五裂 千疮百孔 远远看去 密密麻麻 满天皆是 撤退 洛书看着头顶 越来越近的导弹 先是疑惑了一瞬 随即扯着喉咙 嘶声立即地喊道 大家撤离 离开边防基地 只可惜发现的太迟 反应又太晚 等到洛书喊话完成 第一枚导弹 已经扎进了边防阵营的土地里 轰的一声巨响 无数尘土碎渣 伴随着强劲的气流 向着周遭奔涌而去 蘑菇云高高升腾而起 直接把小半个基地给盖住了 接而便是第二颗 第三颗 轰鸣声响彻 恐怖的爆炸力 将究竟的建筑物 无情摧毁 一时间 阵地内惨叫声四起 又很快被新的爆炸声盖过 洛书看得脸色一紧 顿作猙獰 当即扭头 朝着三哥方向大骂 狗日子 我朝你老了 正咆哮着 一颗导弹插在了脚下 火光冲天而起 在巨大的陈烟雨冲击面前 洛书的身躯 在寝客间被摧毁 直接化成了飞灰 被阵波冲荡远去 历史在重演 洛哥被摧枯拉朽 打得毫无反手之力 不足半个钟头 又落了一个全军覆没的结局 纵使这次 洛哥布置了一整个加强团在此 仍没能改变 被快速歼灭的结局 不同的是 这次没有超越者 来为洛哥增援 刚刚重建完成的边防基地 再度变成了一滩滚烫的废墟 娇烟弥漫中 大地开始振战 三哥的机械化部队 浩浩荡荡驶来 迅速从这片废墟上碾过 向着洛哥境内进发 仅仅过去一天的时间 三哥对外发布公告 三哥国已实现 对洛哥国全境的控制权 换言之 洛哥覆灭 一时间 世界哗然 对三哥的骂声一片 这种重要关头 你不出力不说 居然还在挑起战争 如此恶劣卑鄙的行径 实在让人唾骂 而三哥对此却毫不在意 开始明目张胆地散播国际新闻 直接表明了 对整个地球的寄予之心 话说得极为明显 哪怕是傻子 也能听出其中的含义 三哥 要对全世界开战 就凭那群轮流伺候 可莫多巨细的牲口 竟然敢对世界开战 哪里来的勇气 这种时候 居然还想着搞事 他们是擦完屁股 用左手吃的饭 把脑子给感染了吗 众说纷纭之时 已经有人猜到了背后原因 三哥很多时候 确实盲目自大 更为此吃了许多的亏 可这次明显不太一样 短短一天时间而已 竟然如此轻易地占领了 拥有众多中文说明书的洛格 单凭三哥的话 绝不可能强到这种程度 说明什么 说明在三哥的背后 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 在为其撑腰 谁 何尔马兴人 踏马的 有人恨得咬牙切齿 垂胸顿足 这群肮脏的败类 竟然跟巴嘎一样 投敌了 第73章 边防连 华国西南军区第一分区 因为地处偏僻山林 空间狭隘 道路崎岖不平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 所以 这里只驻扎了一个连的步兵部队 清晨 连队照常进行训练 百余号人排成掌场的两队 手里端着步枪 背着沉重的登山包 快速穿行在陡峭的山路上 队伍外围的副连长高震雄 步履矫健有力 声音质地有声 都快一点 今天食堂炖的红烧肉 负重十公里的前三名 劳子多赏他两盆 让他吃得够 听到这话 原本还大汗淋漓的众人 顿时变得兴奋起来 眼神疏地明亮 直接就被注入了鸡血 呼吱呼吱加起素来 老高 我要是破了连队纪录呢 有人大步跑着 不忘冲高震雄 也语几声 高震雄扭头瞥了那人一眼 说道 破纪录 你小子要是能破了连队纪录 我让食堂猪都不杀了 先给你抱着啃 啃饱了 别人再吃 话出 部队顿时爆发出阵阵哄笑 一扫负重训练的疲累 气氛瞬间轻松了不少 在这种荒芜人烟的边境 每天伴随自己的 只有山林里的走兽飞禽凝虫 生活枯燥无味 唯有苦中作乐 何以解忧 何以取乐 战友 朝夕相处中 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自己值得信赖的存在 是可以放心将后背交出来 义无反顾向前冲锋 而毫无顾忌的生死不渝之交 大笑声不绝 部队的速度 无形间更快了几分 深秋时节 倒也给这片寂静的山林 平添了几分生机 不知道是谁随口哼哼了几句 直接引得所有人 其声高歌起来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歌哨声伴着起床好音 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 和平年代 也有激荡的风云 准备好了吗 士兵兄弟们 当那一天真的来练 准备好了吗 士兵兄弟们 当那一天真的来练 嘹亮的歌声响彻山林 气势如虹 直冲云霄 回到营地 一众人大汗淋漓 赶紧吞去身上的负重 累得瘫在地上 大口喘息着 高振雄来到一个 四仰八叉 躺在地上的士兵面前 毫不客气地踢了几脚 仰了仰手腕的机械表 说道 就知道吹牛皮 还破连队记录呢 差点都垫了底 一小时十四分二十秒 士兵也不在意 闭着眼里嘴笑 老高 是不是怕了 你的记录是 负重六十斤 我这次可是六十五斤 离你的记录 就差两分钟 你小子也就这张嘴皮子厉害 抄我 下辈子吧 高振雄哈哈一笑 冲着远处从食堂走出来的炊士兵 指了指脚下的士兵 给三班的李国旭 加一盆红烧肉 大强度的训练过后 众人的胃口 算是被彻底打开了 对着桌上的硬菜大块朵頤 吃得不亦乐乎 高振雄心情十分不错 冲远处疯狂巴辣红烧肉的李国旭弩弩嘴 冲连长于涛说道 真是个当兵的好苗子 就是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驱才了 入伍这才两年出头 身体素质都能拉一些老兵一大劫了 连长于涛不知为何 有些心不在焉 几次欲言又止 高振雄瞧出了于涛的不对劲 一口红烧肉塞进嘴里 含糊发问 老于 怎么了 于涛叹了口气 面对诱人的红烧肉也没了胃口 当才收到讯息 说三哥那边对洛哥发动战争 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宣布占领了洛哥全境 嗯 高振雄愣了一下 咀嚼的动作同样顿了顿 这种时候发动战争 三哥有没有点脑子 上次被打掉一个装甲营的教训 又忘了 于涛摇摇头 说道 听上面的意思 三哥很有可能得到了 那什么荷尔马兴人的支持 军事水平大幅上涨 不然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拿下洛哥 高振雄陷入沉默 抬头看了欢快干饭的众人一眼 压低了音量问道 老于你的意思是 于涛夹起一块红烧肉丢进嘴里 说道 我们这跟三哥和洛哥三国接壤 三哥会对我们下手 对我们下手 高振雄鼻息喷吐 哼出一股冷意 那群避养的 是不是还想再来一次首都保卫战 于涛说道 关键时期小心点错不了 我们之所以驻扎在这里 不就是为了把守 华国西南天门的第一道关爱 任务艰巨 总得提起十二分精神来 从明天开始 体能训练就先停了吧 等吃完饭通知下去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高振雄嗡了一声 继续埋头干饭 吃完饭后 所有人都心满意足地靠着椅背 摸着有些撑圆的肚子 这个顿饭 足够回味小班拉跃了 毕竟地处荒山野林 交通极为不便 物资输送起来 也是困难重重 能吃上油水这么充足的一餐 确实有些不太容易 正享受完 副连长高振雄 开口喊住了准备离开的众人 都先别走啊 于连长有件事要告诉大家 于涛站起身 语气微微沉明 刚当得到消息 三哥用了一天时间 占领了洛哥 话出 众人脸上的笑意消失 纷纷错愕地看向于涛 一度怀疑 是自己的耳朵出毛病听错了 看着于涛严肃的表情 众人这才确认 消息无误 不等众人出声 于涛又继续说道 事态紧急 我不 又跟三哥边境接壤 所以从现在起 停止一切活动 务必做好时刻战斗的准备 只要他们敢靠近一步 立刻给我招呼他们 都听明白了吗 闻言 众人相识一眼起身 齐声道 明白 山林中 无数飞行走兽正在迅速奔逃 似乎再有什么东西驱赶一样 身后大约一公里在的地方 一支全副武装 大约有一百人的部队 正在徐徐前进 仔细看去不难发现 这支部队身上的装备 完全可以用武装到牙齿来形容 行进了大约有二十里后 部队首领拿出红外望远镜 打量了一遍远处环境 防弹面罩下露出一个自负的笑容 掏出对讲机 低声道 报告 我队已抵达华国边境 随时准备出发 第七十四章 潜入失败 有把握吗 报警东看着王正 与其充满了质疑 王正略作沉默 片刻后才缓缓说道 武成 报警东名嘴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样开口 武成的把握 能够将那群外星鬼子给赶出地球 确实是一个极其高 高到不能再高的概率了 在之前的军方推演中 不论几方如何安排部署 得出的胜率全部都不超过一成 毕竟地球方面 对荷尔马兴人的人员数量 藏身地一概不知 即便一心想要发起反攻 也无能为力 不确定因素太多 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以至于华国众人 在模拟与荷尔马兴人的对决时 没有一场不是惨败而归 全军覆没 部族一成 都是在尽可能的往高处说了 所以当王正提出 有武成把握时 报警东心动了 但仔细想想的话 武成并不能算是一个很高的概率 一旦失败 产生的后果 更是不可估量 考虑了许久之后 报警东中就还是摇了摇头 抱歉 我不能拿我士兵的姓名开玩笑 王正没有意外 早有预料地点点头 知道了 说完 王正起身 自顾离去 看着王正远去的背影 报警东叹了口气 没有起身去追 就在这时 一到手机铃声响起 看到来电之人后 报警东顿时换了副神情 正色道 老领导 三哥吃掉洛哥以后 最近的胃口变得很大 手脚也有些不太安分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应该是 得到了和尔马兴人的技术支持 如果是这样 一旦与我方开战 西南军区很有可能会不敌 听着手机里运筹帷幄的声音 报警东一脸凝重地问道 您的意思是 在你西北军区抽掉一部分兵力 向南迁移 最好是赶在三哥露出獠牙之前 做好防御部署 报警东听得脸色一变 咔一道 这么说 三哥要动手了 早晚的是 那群技吃不计打的家伙 平日里跟我们的摩擦还少吗 明白 报警东点头应下 挂断了电话 在经历了那一战后 华国可以说是伤到了根本 有生力量少说 削减了三成 三哥趁这时候张嘴咬人 着实让人感到头疼 倒不是怕不敌 而是战争少不了损伤 这边消耗一些 那边消耗一些 还不等正面跟和尔马兴人碰 自己就先躺下了 不得不说 和尔马兴人的这首驱狼吞虎 玩得属实炉火纯青 没有丝毫犹豫 报警东快速拨出一个号码 接通之后 名声道 让军区的武 七两个军团迅速集结 不用等我回去 直接往西南军区进发 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抵达 入夜 西南军区第一分区 就仿佛一团被黑暗笼罩的火焰 除了这里之外 再看不到半点的光亮 一支十几人的巡游小队 坐着边防少见 闲来无视 索性小声聊起了天 你说三哥他们真敢来吗 切 来就来呗 咱们这地方坦克进不来 装甲车进不来 想进来就只能看两条腿 真要是敢蹬着两条腿 那还不知道谁干谁呢 文言 队伍发出一阵低沉的哄笑 队长听到动静 扭头训斥道 安静 都严肃点 声音才刚刚止住 远处的山林中 突然传来一道无比刺眼的白光 直接把夜幕都给照亮了 紧接着 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巨大的热浪一路横行 掀翻了无数棵粗壮的大树 如同浪涛一般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去 众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 吓了一跳 慌忙往源头看去 只见被强光照射的亮如白昼的天上 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生腾 威力之大 让远来数十里之外的寻山小队 也清晰地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能量 滚热的气流 灼烧着脸颊 烫得人隐隐作痛 看着蘑菇云陷入瞬间的尸神 还是队长最先反应过来 当即拽过队伍里年纪最小的战士 急声道 快 回基地汇报 年纪最小的战士如梦初醒 没有丝毫的犹豫 掉头就往基地的方向跑去 队长端起枪 迅速进入状态 警戒地看着爆炸的方向 沉声道 准备战斗 话音未落 一股急促的气流从头顶传来 周遭的枝叶 当即被吹得瑟瑟歪斜 拼命狂舞 只听咚的一声 好像有什么重物坠地 众人回头 只见一尊闪烁着寒光的机甲 矗立在原地 机甲随手一甩 将拎在手里的两道人影丢到了地上 紧接着 胸口的机舱门打开 一道熟悉的身影 众人眼帘 得见此人 小队的人无不是肉眼可见的欢喜起来 顿时变得激动不已 连声道 王正 你是王正 低分区地处荒邻 甚至于信号都难以接收 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 非必要事件 其他的消息几乎很少听闻 但是眼前人 虽说是第一次见到本尊 却还是早已闻其名 如雷贯耳 凭一己之力 推动世界新发展的传奇 王正冲众人点头示意 继而用脚踢了踢地上的两具尸体 说道 这队人大概在一百人左右 装备了极为先进的单兵设备 能够躲避夜市探测 已经在华国境 摸索了几十公里了 听到王正的话后 众人脸色不由的一宁 顿时明白了 刚刚爆炸的始作俑者 就是王正 能带回来两具尸体 想必其他人 应该已经丧生在刚才的爆炸之中了 看着脚下装备精良的尸体 众人不免倒吸了一口冷气 对方身上的设备 竟然有超过半数不认识 甚至于连用途都不知道 不过只是看一眼这精密程度 就足以说明非同寻常 艰难地扒掉尸体的面罩 在看清尸体争鸣的脸后 所有人的脸色更重 三哥的人 王正应声 目光冷冽如霜 后面该怎么做 你们自己定 我先走一步 说吧 王正重新回到机舱 机甲的双目亮起 又是一道近风扑面 在众人惊异的注视下 拔地升空 飞绿远去 直到消失在天际 众人这才一开了视线 小队队长看了队员一眼 朗声道 三哥未经允许 擅自携带武器弹药 进入我国领土 意图引起战争 无需劝退 见择必知 十数人相视一眼 同样朗声 义不容辞 第75章 他来了 报告 失去对一小队的信号监测 三哥第一军区总部内 看着大屏幕上 突然消失的红点 总指挥三叔 不禁皱起了眉头 不可能啊 一小队装备的 可是外星设备 不光能轻易抵挡子弹 就连部分小口径的火炮 都能够无视 直接肉身硬扛 在那种没有坦克 没有导弹的山林作战 理应占据绝对的优势才对 为什么信号突然一下子就 全部消失了 三叔的眉头皱成了穿字 低头看向操作员 立声道 查 给我查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操作员小声说道 会不会是 超越者 嗯 三叔挑了挑眉头 先前庄甲营 被超越者团灭的事件 还历历在目 当即赤声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华国的超越者 已经全部被摧毁了 身旁的副指挥手捏下巴 分析了片刻后说道 会不会是他们 又重新量产了一批出来 三叔扭头看了副指挥一眼 仿佛在看白痴 距离上次华国大战 只过去了两周的时间 满打满算14天 不要说造超越者了 拖垃圾都造不出来 要是有这种量产速度跟技术 那干脆就都不要玩了 等等 心烦意乱的三叔 突然伸手指向面前的大屏幕 那是什么 众人顺着三叔手指的方向看去 在大屏幕的一角 一团团密集的红点 正在快速地涌进画面中来 因为是荷尔马星人 帮助升级的设备 三哥的系统 非常轻易地破解了 华国边缘领地的信号屏障 将实地画面 投放在了屏幕中 转播成功的瞬间 整个作战厅里的三哥都愣住了 画面里 在深夜陡峭的山林中 有数不清的黑影 在大步前行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三叔有些急了 绞尽脑汁也没能想到 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一小队在出发之前 身上的装备 都是做过测试的 根本不会出现问题 一个能够无视子弹 跟小口径火炮的士兵 其威胁绝对要比一辆笨猪的坦克更大 而且 这样的士兵还不止一位 足足有一百人 可为什么就是这样一支超级小队 会在地图上无声消失 三叔很不理解 大为不解 只不过眼下的状况 已经容不得再考虑了 派出去的超级小队不仅没能完成占领敌方分区基地的任务 落了个全队失踪不说 还被对方察觉已经开始出兵反击了 很快 三叔脸上的精仪散去 重新化作森梦 驻扎了区区一个连的关爱而已 就算是发动反击又能如何 挡得住我近万人的进攻 更何况 这种地方重武器根本运不进来 想要防守也只能依靠手里的亲热武器 把愚人抵挡近万人 简直是痴人说梦 三叔大手一挥 下达了至关重要的指令 放弃潜入 直接对华国 寻战 话落 所有三哥的嘴角开始上扬 直接变得兴奋起来 先前入侵洛哥的时候 虽然也佩戴了荷尔马星人给予的装备 但洛哥实在是太过弱小了 根本没能好好实验新装备的威力 如今对上公认的世界霸主华国 自然是能够好好进行了 寻战 你也配 一道不合十一的声音 突然从扩音器中传了出来 令得所有三哥笑脸一将 愣在了原地 这时 挫杂的雪花信号 随即便彻底吸屏 转瞬之后 一张人脸占据了整个屏幕 把在场的三哥吓得一击零 突然出现在屏幕里的人 就是王正无疑 只见王正的视线 直直落在作战厅的三叔身上 冷声说道 洗好脖子 等着我 扑通一声 三叔吓得瘫坐在地 手指着屏幕 慌乱地看向四周 惊声道 不是被那几个大脑袋升级过吗 为什么还能被人侵入 为什么 三叔还在嘶声力竭地咆哮着 头顶猛地响起了气流破空的声响 所有人在听到这个声音后 顿时眼瞳皱缩 脸色大变 他来了 果不其然 就在有人抬头看向坚固的大厅天花板时 头顶那几根足足有成年人怀抱粗的支撑钢板 横瘦外力 猛地变了形状 继而便是裂坟蔓延 土渣速速落下 刹那间的死寂 作战厅的房顶轰然一声 直接凹陷崩塌 大片的混凝土与钢筋铁板 从高空砸了下来 许多人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沉重的断墙砸中 结结实实地压在下面 连惨叫声都来不及传出 生死当场 厚重的钢板落地 将指挥台的电子设备砸了个稀碎 无数的火花噼里啪啦地钻出来 跟汹涌四起的灰尘混在一起 像极了云海中的雷鸣 作战厅内 已然乱作了一团 所有人都在抱头逃命 唯恐下一个被钢板砸成烂泥的人 就是自己 不同于常规超越者 一道仅仅有三米多高 浑身泛着幽深紫青色的机甲 踏破三哥的作战厅 肆无忌惮地冲了进来 头颅垂下 双目很快便在一团混乱中 锁定了三叔的身影 身形一闪 眨眼便来到了连滚带爬 想要逃出升天的三叔面前 三叔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整个人趴在地上 颤颤巍巍地向上看去 宣战是你说的 紫青机甲传出声音 三叔疯狂摇头 不 不是我 不给三叔任何求饶的机会 王正操控紫青机甲 一脚踏去 尖叫声戛然而止 大地雷动 眼瞅着三哥的作战厅 就要毁灭了 作战部队才姗姗来迟 望着眼前三米多高的小型超越者 三哥部队直接将整个作战厅 都给锁定了 无数的枪口炮口一致对齐 大人 总指挥还在里面 有人急声说道 只见副指挥满脸心痛 叹息道 我们伟大的指挥官 不惜用生命来拖住敌方机甲 我们又怎么能让他失望 可是 开炮 光冲天 热浪如废 坚固的作战厅瞬间就被炸得粉碎 由爆炸引起的光芒 照亮了整片天空 更照亮了副指挥 笑到合不拢嘴的脸庞 滚滚气浪奔涌 吹瓜的一众三哥站都有些站不稳了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作战厅连筒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变成了废墟时 生疼的硝烟中 突然滑出去一道修长的痕迹 紫青机甲 完美地隐匿在黑暗中 向着高空急驰 机舱内 王正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找到你了 第76章 复仇 紫青机甲的速度非常快 快到阴障都已经无法形成 几乎可以用缩地成寸来形容 经过上次一战后 王正充分吸取了落败的教训 以超越者为出待机 大幅减小了体型 又极大程度上压缩了动能装置 使得现如今的超越者 更轻 更快 更猛 当然 弊端同样存在 以王正的身体素质而言 最多只能操控半个小时 随着紫青机甲 急速飞入云端 地面的三哥的炮口顺势掉转 一路沿着紫青机甲的飞行轨迹 轰射而去 副指挥及时制止了大军的盲目轰炸 十分冷静地说道 不用管他 把他交给那群外星科莫多就好 我们的目标是 那群华国士兵 说着 副指挥抬头向着华国方向看去 低声道 既然已经暴露 那就不装了 给我进攻 三哥大军集结 开始向着边境浩荡赶去 副指挥顺势坐上了一辆越野车 准备实施下达命令 这时 一人小跑着来到车旁 大声说道 长官 总指挥还在作战厅里 真的不需要找一找吗 副指挥的笑脸 一下子凝固了 扭头看向跟着车跑的士兵 回头看一眼作战厅 此时已然变成了一片平坦的废墟 浇烟弥漫 不要说人 就连石头都找不出一块完整的 不错 你很忠心 副指挥伸手拍了拍士兵的肩膀 脸上浮现出欣赏的表情 既然如此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士兵听得眉头一挑 直接咧嘴笑了起来 禀告长官 一步 碰 不等士兵话语说完 额头中心突然多了一个血洞 赤热的鲜血连带着白色的不明液体 从血洞里喷溅而出 士兵的眼神当场涣散 整个人都栽倒下去 随即就被卷进车轮 被越野车无情缅过 副指挥冷漠的收起 还在冒烟的手枪 看都不看一眼 白痴 临近边境 车辆已经无法通行 副指挥下车 看了看身边数量庞大的重型火力 露出冷笑 山林战 是该有多么愚蠢 才会跟你们这群怪物玩山林战 语气陡然加重 朝着身边人大声道 全体都有 给我对前方山林 进行无差别轰炸 直到将其移为平地为止 此时的王正 已经驾驶紫青机甲冲破了平流层 看着周遭广袤空旷的天际 目光凶热如炬 四周死记无声 只剩下背后火柱机射的声音 在不断回荡 紫青机甲悬于高空 不知该去向何处 25分钟 从沧江赶到这里 剿灭三哥小队 再顺手灭掉三叔 耽搁了5分钟 现在只剩下了25分钟的驾驶时间 其实王正并没有击败和尔马信任的把握 之所以只身赶来 也仅仅是意气用事 青山依旧 自己总不能再浑浑噩噩下去 出来 压抑在心中许久的玉器 在此刻尽数释放出来 对着面前空荡荡的天际 咆哮出声 回应王正的 依旧是无边沉寂 哼 王正森然一笑 当初的嚣张气焰呢 现如今怎么跟之王八似的 缩在暗处不敢出来 周遭依旧轻忌 见状 王正勃然大怒 紫青机甲身形骤然闪动 一柄粒子光刀自前臂射出 朝着一片翻滚云海重重斩去 劈向云海的刹那 那片云海陡然变了形状 哪里还有缥缈无形的状态 肩不可摧 固若金汤 竟硬生生挡住了紫青机甲 这几势大力尘的劈砍 两方碰撞 大片的星火箭射 光刀划过之地 一道光感屏障 若隐若现 一刀不成 王正挥刀再砍 又是一片火光四剑 一条清晰的裂痕出现在眼前 缓缓朝着四周蔓延开来 给我 王正脸色有些猙獰 又是一刀斩出 出来 全力一劈 面前云海陷入剧烈的震动 无数裂痕遍布各处 只听到怦然一声 当场炸成了碎片 落向大地 屏障被破开 眼前的场景 亦是发生了变化 在看去时 哪里还有蓝天白云的模样 赫然是一座浮于空中的庞大飞碟 远远看去 足足有百丈大小 两相对比之下 紫青机甲 简直渺小到微不足道 一道声音从飞碟内部响起 蓝星人 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 王正冷笑 你们的科技水平是很高 可惜你们真的很怕死啊 文言 飞碟内部的声音沉默了 先前王正向全世界 发射了一道高频信号 用来监测各地的生物轨迹 以寻找荷尔马星人的藏身地 对于荷尔马星人来说 拦截信号简直再容易不过 随手就给拦了下来 可错就错在 这道高频信号 以目前的地球科技而言 不要说拦截 就算是感应都感应不到 所以 没有信号反馈的位置 就是荷尔马星人的所在 飞蛾扑火 你真是很愚蠢 话语间 飞碟边侧突然射出一道静猛的激光 直接将紫青机甲吞并 激光还未散尽 紫青机甲已然冲出 挥舞着光剑 重重斩在了飞碟之上 指着一刀 飞碟外侧被砍出一条笔直的缺口 嗯 飞碟里的荷尔马星人惊了 连忙开口 快 快启动X行机 必须要拦住他 拦住谁 两个荷尔马星人还在仓促 启动着X行机 你是怎么进来的 荷尔马星人诧异地看向静在眼前的王正 奇丑的脸 竟然也能看到惊恐 王正一只手捏着空间截获装置 一只手握着光刀 缓缓朝着两头荷尔马星人逼近 真想不到 能把地球搅得天翻地覆 竟然只有两个人 王正的语气有些吃味 眼底流露黯然 如果当初自己果断一些 信念再坚定一些 后来的那些事 是不是就不会再发生了 按下手中的按钮 全世界的电子设备被王正掌控 几乎同时的 开启了全球性的实时直播 这 这是 看着眼前的画面 全世界的人再一次震惊 尤其是先前拒绝过王正提议的报警东 直接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难以置信地看着屏幕 彻底陷入了失神之中 只见王正手提光刀 将两头荷尔马星人逼到了角落 一句话 举世皆寒 上次你们做了什么 今天我就对你们做什么 第77章 硬 话音未落 一束激光穿透了王正的胸膛 一切不过眨眼间 对于地球人来说 明明上一秒还在看王正复仇 怎么下一秒就被反杀了 所有人盯着手里的画面 笑意凝固在了脸上 刚刚涌现出来了 狂喜也在此刻跌入谷底 这 这就死了 全世界的人彻底愣住了 对于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 迟迟反应不过来 惊喜与绝望 就在一面 呵呵呵 早就说过了 你这白痴 荷尔马星人 一改刚刚的惊慌 得意地站起身来 晃晃手中的激光枪 轻蔑开口 就凭你这种落后的文明土著 也配跟我荷尔马文明为敌 收起你手里的垃圾装备吧 凭他也想杀死我 开启直播 让全世界的人看你的笑话吗 荷尔马星人得意地来到王正面前 伸手轻轻一推 王正站立着的尸体 令人意外的是 荷尔马星人的手 没有任何阻碍 直接穿过了王正的身体 下一瞬 王正的身体开始消散 化作无数光点 飘如空中 面对这种情形 荷尔马星人略微失神 角落中 一道激光射来 同样穿过了荷尔马星人的身体 不同的是 荷尔马星人发出了惨叫 连带着身体 喷射出了大片的绿色血液 随着一号荷尔马的倒地 远处笑着看热闹的二号 后知后觉 连忙掏枪射击 举枪的瞬间 一柄光刀笔直落下 连带着二号举枪的手臂 齐齐斩断 啊 二号鸡蛋大的眼睛里 仍带着茫然 看着掉落在地上的手臂 片刻后 一号节里抬起自己的大脑袋 看着居高临下 看向自己的王正 满脑子都是刚才凭空消散的王正 面对荷尔马星人的疑惑 王正冷笑置之 你们荷尔马这么掉 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会不知道 一号嘴里已经开始咳血了 虽说身体构造跟地球人不同 可这一枪的伤害着实太大了 已经对自己的性命造成了威胁 所有人看着再次发生反转的场面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情绪波动 只呆呆地看着 毕竟刺激一波强过一波 谁也不敢保证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索性就先看到大结局再说吧 即便到了这种绝地 两个荷尔马人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拖着残缺的身体靠到一起 说道 安心人 你们的科技杀不死我 说着 一道屏障浮现 将荷尔马人倒扣在里面 旋即在众目睽睽中 两人的身体 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复 这种伤对你们而言是致命的 可对我们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荷尔马人示威般看向王正 恭喜你 成功激怒了我们 作为回报 就让我们来送给整个蓝星人一份大礼 文言 王正的目光微宁 隐隐察觉到了什么 蓝星全部核弹头的运算程序 早就被我们破解 既然你玩得这么开心 那蓝星的这点资源 就还给你们 一号说着 从身上拿出了一个精密装置 装置上只有一个先红的巨大案件 王正大惊 慌忙冲到镜前 举起光刀便砍 一阵火光建设过后 凭障丝毫损伤没有留下 王正又试着砍了几刀 仍然如此 白费力气 荷尔玛星人笑了起来 这道屏障 可不是你之前砍碎的那种隐蔽型屏障 这可是实时为了防御而制作的堡垒机屏障 想要击碎它 除非你能引爆恒星 说吧 一号当着王正的面 缓缓按下了手中的案件 跟着你的蓝星 一起陪葬吧 王正笑了 突如其来的笑脸 令两个荷尔玛人一愣 你 死到临头 却还笑得出来 王正丢下手里的光刀 揉了揉有些酸痛的手腕 演戏这种事 真挺累的 什么意思 荷尔玛星人满脸惊疑不定 对王正此刻的表情 导到了深深的不安 只见王正伸出手指 敲了敲面前的屏障 说道 光平堡垒一旦构建 就算是构建者本身 也无法自主打开 要么等能量耗尽 要么就是被外力炸毁 想要我们外力炸毁 估计是不可能的 也没有必要 不过 王正还在笑 笑得二人有些胆寒 光平堡垒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自掘坟墓 屏障坚固归坚固 却不代表能隔绝一切 你 荷尔玛星人顿时失了颜色 刷的一下从地上弹起 不可思议地看着王正 连声道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王正神色如常 不紧不慢地说道 地球人 荷尔玛星人的脸上出现了惊恐 我想 我们可以谈谈 你都要毁灭地球了 我们还能谈什么 说吧 王正按动了手里的空间 截获装置 一道漆黑的光团 从两个荷尔玛人的身后出现 紧接着 一颗巨大的核弹头挤了进来 直接将屏障内部悉数填满 两个荷尔玛星人 被狼狈地挤在屏障边缘 慌忙看向王正 连声说道 等 等一下 蓝星人 我们可以作笔交易 这样 我可以把荷尔玛最先进的科技 传授给你们 飞船 这架飞船也可以给你 面对荷尔玛星人的求饶 王正无动于衷 糊涂 干掉你们 飞船也是我的 再者 这核弹头不是你们引爆的吗 说着 王正冲二人招招手 再见 身后光团出现 王正一个仰身跳了进去 独留下满脸惊恐的二人 已经开始发光发热的核弹头 两人说的没错 就凭现在的地球科技 是不足以杀死他们的 即便是号称众生平等的核弹 也不行 可眼下这种情况就不同了 两人建立屏障堡垒 虽说外力无法进来 却也等于自己 把自己给困住了 如果在屏障内部 引爆一颗核弹 在那个受限的空间里 就会完全地吸收 核弹的爆炸增量 也就是说 屏障里的俩人 会承受一整颗核弹的爆炸力道 一滴都不会浪费 是真真正正的 众生平等 这也不能怪两人 谁能想到 在这种太空都 没能进驻的小地方 竟然会有人知道 破解光屏堡垒呢 一道比太阳光 还要刺眼的白痴闪过 只见屏障内部光芒炸起 仿佛变成了一个小型太阳 光芒过后 归于平静 屏障里啥都没留下 王正出现 轻声道 确实坚固 第78章 超勇 看着两名未获世界的 荷尔马星人 被一颗接一颗的核弹迎面轰炸 屏障里的光芒 更是一道接一道的亮起 全世界都沉没了 如果这样还能不死 地球确实可以拱手相让 不得不说 这道屏障确实了得 即便是承受了全球的核弹爆炸冲击 竟然连一丝丝的能量外溢都没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屏障里的光不见了 王正重新出现在画面里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 以为还会有反转发生 当看到王正走到镜前敲了敲屏障后 所有人的心开始不可控制地狂跳起来 语气难掩激动 惊一道 这 这就结束了 全世界仍是有些不敢相信 毕竟当初只用了一台机甲而已 就让全世界的军事力量损失了近六成 这样结束 似乎有些草率突兀了 但是结果摆在眼前 荷尔马星人死了 吃了全世界核弹的满能量轰炸 死的不能再死 可笑的是 这些核弹还是他们引爆的 此时的副指挥还信心满满 野心勃勃 做着大财华国 继而占领世界的美梦 第二轮骑射过后 面前的山丘荒林几乎没了大半 海拔也矮了数米 不好了 副总 出事了 营地后方 一名三个士兵火急火燎地跑来 副指挥皱起眉头 表情略带不喜 出事 能出什么事 三叔还能活了不成 副指挥掏出手枪 准备把这个扰乱军心的家伙 给就地击毙 怎料这货跑到境前 直接把一块手机塞到了脸上 副指挥定睛一看 顿时吓得呆住 河尔马人 被干掉了 副指挥从美梦中回到现实 一把夺过士兵的手机 又仔细地看了几眼 确认无误后 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前面铺垫了那么多 一台机甲 暴打半个世界 而且几乎是碾压局 怎么莫名其妙就被灭了 要不咱们撤吧 临座的副官同样下得不轻 底牌都叫人家干死了 自己还拿什么跟他们打 副指挥将手机扔出窗外 恶狠狠地看向副官 什么话 劳子才刚坐上一把手 正需要一场大战来稳固地位 你让我撤退 你真该死 那你先走 副指挥冲副官甩甩手 还不等副官做出回应 一把手枪就顶在脑门 扳机扣下 副官的脑袋炸开花 直挺挺地躺在了车座上 副指挥举起大喇叭 站起身 冲着身边重将士喊道 如果谁再敢说这种扰乱军心的话 下场如同此人 死了两个外星科莫多尔矣 会有什么影响 不论是人数还是装备 都是我们占优士 必胜之战 有何可怕 副指挥指了指 前方快要被一为平地的山岭 继续喊道 灭掉他们的西南军区 占领长江以南 成功以后 我保你们全都连生三姐 一听这话 三哥们仿佛被打了鸡血一般 直接开始嗷嗷叫起来 士气一下就被激活了 副指挥还在得意 正准备下令发动最后的总攻 一道不合时宜的话语 从背后传了过来 这么说 你很有吗 开玩笑 我抄 我抄 什么人 副指挥惊得汗毛倒数 连忙举起手枪 看向身后 王正不知何时出现在了敞篷越野车上 独自坐在后排 悠闲地看向副指挥 仿佛这里根本不是三哥的大本营 而是自家的后花园 你 你是怎么过来的 副指挥举着手里的枪 冲后座的王正发出质问 似乎是觉得质问没什么作用 赶忙扣开保险 准备把王正送走 王正没有说话 不紧不慢地伸手指了指头顶 顺着王正手指的 看向抬头看去 只看到了一片湛蓝天色 臭小子 你唬我 副指挥大怒 做事就要击毙王正 就在这时 天不知为何暗了下来 直接把所有人的视线都给拦腰截断了大半 再一次抬头看去时 副指挥吓得一哆嗦 手枪都吓得掉落在地 一艘庞大如堡垒的飞碟 逐渐显露出身形 巨大无比的体型一经出现 直接就把小半片天空给遮挡了起来 悬在三哥阵地的头顶 压迫感十足 不仅如此 飞碟的旁边 紫青 墨绿 一小一大两台机甲 喷勃着马赫环 居高零下地审视着下方阵地 墨绿机甲便是王正杀死荷尔玛新人后 破解了对方的运算程序 从而彻底掌控的X行机 副指挥的气焰被浇灭 仰着头望着头顶的巨大堡垒发呆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王正捡起手枪 反手顶在了副指挥的脑门 公然轰罩华国领地 明目张胆挑起战争 你该死 副指挥迅速举起双手 摆出投降的姿势 连忙开口 这就走 我们这就走 先别急着走啊 王正露出玩味的笑意 我刚刚好像听到某人说 扰乱军心者 如同此人 说着 扭头指了指 还在主驾驶上死着的副官 副指挥快要哭了 奈何偏偏做不出任何的解释 你TM枪都顶在我脑袋上了 我在头铁说打仗 那不是真的有毛病吗 今时不同往日啊 大哥你懂不懂 所有三哥全都将目光移了过来 看着被王正挟持的副指挥 眼底流露出一丝不屑 刚刚还义正此言地发动铁血军令 怎么现在摇身一变成了软脚虾了 不远处 一名三哥不动声色地将RPG攥在了手中 目光却落在了 吓得高举双手的副指挥身上 原因无他 这人是总指挥三叔的亲大侄子 好三叔被这家伙诈成了渣渣不说 就连有人上前提议 去挖掘三叔的尸体都被一枪撂挺了 本以为此生复仇无望 没想到机会立马来了 你能借着消灭敌军的由头 干掉我好三叔 我也能借着消灭敌军的理由来干掉你 趁着躲在角落无人察觉 三侄子果断将RPG扛在了肩上 毫不犹豫地扣下扳机 一道浓烟瞬间从空中划过 直直奔向敞篷越野车 一声轰鸣 越野车被导弹迎面击中 被当场引爆 化作一团蘑菇云不住的生疼 见此一幕 所有人不由地大吃一惊 快就指挥官 有人大叫着 就要往燃烧着大火的越野车里冲 却被人及时地拦住 扭头看去 发现是复复指挥 只见复复指挥嘴角难以控制地上扬 语气悲痛 不住叹气 别救了 指挥官他为国牺牲 值得 现在 军队指挥权 交给我 第79章 一个人追着军队跑 可是 有复指挥的死忠粉还在犹豫 看向熊熊燃烧的越野车 总觉得还能补救 可是什么可是 复复指挥非常生气 被发RPG正面击中 连越野车都烧成这样了 你还想可是什么 捞他出来 去去去 你快去 复复指挥踢了死忠粉一角 试一骑进去捞人 说着 便拿起象征着权力的大喇叭 高声说道 两位指挥全部为国殉职 死得光荣 但光荣归光荣 这一战 是他们指挥失职 TNB打到现在 连对面的人影都没瞧见 军区星号星号星号 跟二把手掀歇菜了 这是耻辱 大大的耻辱 说完 复复指挥大手一挥 都听我的 咱们撤退 此话出口 所有三个纷纷认同 狗屁的升官禁绝 头顶这么大的飞碟在这摆着 说弄死自己 不是分分钟的事 好在那个王正 已经被搞死了 回去骑马又的说 等 等会儿 死忠粉三哥 最后看了一眼燃烧的越野车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无比惊恐地指着越野车 大声尖叫起来 NTMD 复复指挥怒了 这小子还真是死脑筋 棒的大腿被被炸成渣渣了 居然还想着舔 从腰间掏出手枪 准备冲着小子的后脑勺 来上一枪 就在复复指挥抬手瞄准的瞬间 眼神的余光 瞥了越野车一眼 正是这一瞥 吓得复复指挥愣在原地 只见熊熊烈火中 一道身影异常清晰地站了起来 旋即便顶着火焰 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 谁用的炮炸 我炒泪魔 所有三哥惊恶失色 当场乱成一团 拼了命地向着后方跑去 见鬼了 迎面挨了一发RPG 引爆越野车的同时 越野车又发生了一次剧烈爆炸 继而便是超高温的烈火焚烧 这种情况下 不说变成渣渣 反正全时肯定是留不下了 可偏偏有人从里面跑出来了 给我掉头 撤退 傅傅指挥彻底没了一战的心思 什么攻占华国称霸世界 统统去他娘 什么都没有老子的小命重要 加速 给我加速 傅傅指挥紧紧把着扶手 不停地向驾驶员吆喝 给我加大马链 尽快撤退 看一眼仪表盘 车速已然来到了两百万 在这崎岖的山路中 整辆车仿佛都要飞起来一般 两侧的风景嗖嗖地掠过 尽管如此 傅傅指挥仍觉得心有不安 攥着头顶的扶手 扭头向身后看了一眼 整个部队都被自己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见状 傅傅指挥暗暗松了口气 这口气还没松完 右手边突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兄弟 跑正快干什么 很急 傅傅指挥听得浑身一颤 小心翼翼地扭头看去 只见王正疯狂地倒腾着两条腿 速度快到离谱 竟然跟两百万的越野车跑得一样快 啊 傅傅指挥吓得 差点从座位上弹起来 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连忙抽了自己几个耳光 王正一边飞奔 一边拍了拍自己的大腿 冲着筋道抓头发的傅傅指挥说道 单兵越野装置 了解一下 傅傅指挥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直接就被吓尿了 连忙看向驾驶员 急声道 撞他 给我撞死他 啊 驾驶员下意识地扭头 同样看到了车边两条腿 快到出现残隐的王正 直瞅了一眼 整个人顿时一抽 吓得两眼泛白 昏死了过去 昏死的瞬间 驾驶员的身体 整个向左偏斜 连带着方向盘都被向左打满 越野车顿时就失去了控制 一头扎进了密集的山林 冲撞中 又磕到了一块凸起的山石 直接把越野车弹飞起来 高高抛入半空 连续翻转了几圈后 才重重倒扣在了地上 四个车咕噜 还在飞快地旋转 整个车身都被压扁了 副副指挥蜷缩在车里 开始拼了命地敲打车门 王正来到车前 俯下身来 看向惊恐万壮的副副指挥 好心问道 需要帮忙吗 看着车外那张人处无害的脸 副副指挥绝望了 撕心力竭地大叫起来 救命啊 报告 第一分区锁住连队 已成功抵达边境地区 于涛带领着队伍 翻过最后一片山林 抬手指住队伍行进后 紧急地审视四周 小声地冲着队讲机汇报 注意安全 三哥此次来势汹汹 请务必坚持到 大部队的增援到来 于涛自然是清楚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扭头看了自己的队友一眼 语气颇为沉重 许久才缓缓说出二字 明白 挂断队讲机 于涛还想再说些什么 突然闻到了空气中 弥漫的消烟味 李国旭最先反应过来 快速翻上就近的山丘 从高点向着他处看去 怎么样 高震雄出声问道 李国旭迅速跑回队伍 说道 有一辆烧得只剩下之下的越野车 好像是被炮弹击中了 闻言 于涛跟高震雄微微一愣 扭头对视 刚才三哥可是对这片山林 进行了一轮密集的无差别轰炸 难不成不是冲着自己来的 而是跟其他人打起来了 望远镜给我 于涛要来望远镜 快步爬上高丘 用望远镜向着远处看去 被三哥轰炸过以后 到处弥漫着焦烟 满地都是漆黑的焦土 倒是极大程度上增加了视野 透过望远镜大致环顾了一圈 就在查探完毕时 突然瞧见了远处的滚滚尘烟 于涛一愣 仔细瞅了几眼 整个人将在原地 看到什么了 高震雄见于涛表情大变 还以为是看到了对方数量庞大的机械化军队 连忙开口询问 一连几声问出来 于涛置若罔闻 保持着半跪的姿势不动 高震雄有些坐不住了 小跑着凑上前 一把夺过了望远镜 嘴里还在骂骂咧咧 有大姑娘洗澡啊 叫了几声都不答应 一边骂着 一边将望远镜架在了自己的眼前 骂声戛然而止 高震雄也呆住了 不是 你们到底看见什么了 李国旭急得直跺脚 连声发问 还是于涛最先缓过神来 嘴角剧烈抽动着 失魂落魄地说道 我看到 有个人在追着三哥大军跑 第八十章 大事 声势浩大的三哥在吞并落割后 气焰与野心膨胀到了一个空前地步 大摇大摆 进驻华国边境 明目张胆地动用火炮进行威慑 这种行为跟宣战无异 事实也正是如此 两军已然在世人所不知的地方 即将展开一场影响重大的恶战 因为得到了和尔玛信任的支持 世人一时也有些拿不准 究竟是华国能赢还是三哥能赢 毕竟和尔玛人的科技水平 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华国军队的战斗力再强 恐怕也不是强化版三哥的对手 然而就在王正大战和尔玛信任落幕后不久 三哥跟华国的战役 还没等彻底打响 三哥突然就紧急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对此 全世界一脸猛逼 投降 打了吗就投降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收到 令人震惊的是 还不止于此 紧接着 三哥又公开宣布 表示无条件返还洛哥全部领土 并陪付相关损失 事情发展到这里 全世界的人顿时就明白了 三哥出事未竭 让华国方面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通 国际上对三哥的嘲笑声 立即便大了不首 之前三哥不顾世界战线统一 公然发动战争 占领洛哥 又冒着天下之大不韦 向荷尔玛信任投诚 种种事件罗列下来 三哥几乎跟巴嘎一样 成了全世界的公敌 但公敌归公敌 碍于荷尔玛人的先进装备 众人也只是口诛笔伐 不敢真的付诸行动 这一次败在华国手中 其他人顿时来了底气 纷纷对着三哥发出讥讽 仗都没打就投降 还真是符合三哥特立独行的作风 美名约为宋财童子 对此 三哥只得老老实实地受着 半个字都不敢多说 真不是不想打 实在是对方太掉 找外星人买卦都干不过 这谁受得了 一场区域战打下来 对面几个人 什么人都没看见 自家先死了三个指挥官 再不投降 三哥家的指挥官 估计就要变成真系动物了 雷声大雨点小的华三大战 就这样以三哥宣布投降 并赔赴华国跟洛哥相应损失 而草草收场 事情告一段落 没了河尔玛这一超级威胁后 三哥也被教训的掩气息骨 地球重新归于了往日的平静 做人啊 你得劳意结合 能不能明白 报警东拽着王正走在路上 随手点燃了两根香烟 一根塞进嘴里 一根地给王正 王正把香烟推回去 开口说道 有时说 没事我回去了 太空生存计划 还差最后一点理论公关 报警东两根烟一块狠抽 吐出一股浓烈的烟雾 说道 急个什么 就是罗子拉末 也得给人休息时间吧 一连七天没出实验室的门 那群老杂毛 这是拿你当身口使唤呢 王正撇了撇嘴 反问道 刚才当他们面 你怎么不这么说 差点就给人家跪下磕头 报警东也不在意 继续说道 你懂锤子 我那叫尊重长辈 不过说真的 你小子真是该休息休息了 我知道前段时间的那些事 对你打击不小 可还是身体为重 能明白吗 王正没说话 对报警东的话 不置可否 华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 不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先烈 呕心沥血 前铺后继得来的 他们可曾休息过 若要说累 倒也真没感觉到太多 报警东一边抽着两根香烟 一边伸手指向不远处 那干什么呢 王正沿着报警东手指的方向看去 在一座小广场的边缘位置 里三层外三层的人 扎堆挤在一起 仿佛有什么热闹可看 报警东掐灭香烟 丢进垃圾桶 也不管王正情不情愿 拽着就往人堆里走 离着老远就听见了 有人在大声的吆喝 哎 内敛一口气 外敛筋骨皮 这可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知道为什么古人长寿 而咱们平时多灾多病吗 就是因为 把这些老祖宗的宝贝给丢弃了 等到王正跟报警东挤进人堆 看到人群中心 有一年轻人正敲着锣 不住的迈着吆喝 还有一位年纪较长的老者 盘腿坐在地上 坐闭目养神状 看上去近坡有些先锋倒鼓的意思 而在老者旁边 一堆碎石散落在地 而周围旁观的人 无不带着浓浓的好奇 不难看出 这位老神仙 刚才应该是已经发过功了 铺垫完毕 年轻人把裸一放 看向了坐在地上的老者 下面由我来隆重介绍 古神医董凤的第四十八代孙 一学五学双针化镜的当事圣手 董正部董老先生 话出 围观众人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这个名字 似乎是从来没听说过 年轻人似乎对众人的反应早有预料 继续说道 没听说过也正常 董家一脉不目名利 向来低调入室 乃是真真正正的咸云高人 见众人还是将信将疑 董正部轻挑了一下眼皮 从地上站了起来 一手附在背后 一手轻念胡须 凡夫俗子 未闻无名也到寻常 既然不幸 大可与我一事 听到这话 有人来了兴趣 开口问道 怎么个是法 董正部冷笑一句 没有应声 年轻人迅速反应过来 连忙接过话茬 我家师尊内敬纯青 外公道家 腹中可作龙虎鸣 等嫌三五人进不得身 纵使站着不动 叫你们打上几拳 又有何妨 哦 我来试试 一名体格壮硕的大汉 从人群里走了出来 静止来到了董正部的面前 拱手道 大师 得罪了 说吧 蕴含静猛力道的一拳 骤然挥出 直奔大师胸腹而去 仅是外人看着 就清晰地感觉到了 这一拳超乎寻常的恐怖威力 反观大师竟然动也不动 甚至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 只听砰的一声 大汉发出惨叫 捂着拳头摔在地上 连着滚出了好几圈才停下 大师 真是大师 大汉满脸惊恐 连声叫喊起来 如此一幕 看得周围人惊呼不已 直接把气氛吵了起来 报警东看了王正一眼 忍不住说道 好 演得真好 第八十一章 哎 打我 面对众人的惊呼 大师神秘一笑 走到大汉镜前 伸手将气从地上拉起 继而满脸关心地询问道 如何 手没事吧 大汉捂着手 恭恭敬敬地说道 至于大师 受点苦头 也是应该的 大师满意地点点头 举手投足 皆是高人做派 深以为意地说道 笔人静影武学多年 浑身上下横练到了一定境界 加之有气功傍身 寻常人对我出手 不仅不会伤到我 反而还会震伤行凶者 老九恐你受伤 这还是收了七成力道的 闻言 大汉直接心悦成福 连忙下跪行礼 多谢大师 报警东看得睁大了双眼 这老家伙有点东西 装笔竟然装得这么有笔格 要不咱俩也去拜个诗 学习学习 王正没说话 饶有兴趣地继续看 八千年后的世界 随着科技的日渐普及 虽说国粹依然备受关注 但这种公然组团行骗的家伙 着实没什么买卖了 今天见到 道算是件稀奇事 大师缓缓掺起大汉 重新回到人群的中心位置 后来我泱泱华国留下了多少的精华底蕴 全部是国之瑰宝 人人健体强身 以肉身征服天下 可现在呢 这些老祖宗留下的精华 都被荡成了糟粕 被丢弃 被践踏 身为华国传承者 老夫深感痛惜 看看你们吧 借助机械 借助外力 肉身都薄弱成了什么样子 要老夫来说 这些东西全都是奇迹营巧 全世界的电子科技通通应该摒弃 说吧 大师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葫芦 大力丸 使者延年益寿 无灾无病 多食多福 福无上限 一颗998 两颗1888 多买多优惠 就在周围人听的异动 开始考虑 要不要买上两颗尝尝味道的时候 王正几个拥堵的人堆 走进了圈里 大师 我想请教 文言 大师连同大汉跟青年三人同时扭头看了过去 大师眼底划过一丝不悦 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继续以一副先锋道鼓 朗声道 这位小友 请讲 大师刚刚说 现如今的电子科技都是奇迹营巧 我并不是很认可 大师碾虚 打断了王正的话语 小友接下来是不是想说 以往飞鸽传信 动辄便是十天半月 出行意识不变 如今一部手机 一架飞机即可实现全球通 岂不是要比过去便捷了许多 大师话风一转 正色道 错 大错特错 这些都是外力带给你们的假象 交通是便利了 可是我们的身体呢 各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扛 这是时代的悲哀 说着大师笑着冲王正扬了扬手里的葫芦 小友 来颗大力丸 保你脱胎换骨 王正点点头 当然 大师文言顿时欢喜不已 连忙说道 一颗九九八 两颗 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王正继续说道 不过大师 我想试试您的内劲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 一句话 大师有些不高兴 一旁的大汗气 冲冲的来到王正面前 大声质问道 臭小子 你当大师是什么 也是你想试就是的 说完大汗便以 仅可两人能够听到的语气 在王正耳边补了一句 如果你是来找茬的 劳资劝你滚远点 王正置若罔闻 冲大师伸出了五根手指 一拳 这一葫芦的大力丸我都要了 听到这话 大师的眼神亮了 这一葫芦 可是搓了小一百个泥蛋蛋 都给买走 确实是笔报付款 上下打量了王正一拳 发现这小子 着实有些瘦辱 怎么看都不像是有力气在身的 尤其是王正 还刚熬过夜 俩眼带差点搭拉到嘴边 看上去完全就是个虚笔 大师仔细权衡了一番 发现挨一拳赚他的十万八万 确实划算得不要不要的 冲大汗摆摆手 唯恐王正后悔 连忙说道 既然如此 那便让你感受一下 不过老夫把话说在前头 一旦被老夫内进震伤 该不负责 王正开始挽袖子 郑林放心 医药费我出 就在王正走到近前 即将出拳的瞬间 突然又把拳头收了回来 大师被王正晃点了一下 顿时生出了些许火气 怎么了 现在就算是反悔 你也得给我把药买了 王正从怀里 逃出一副手套 自顾戴上 冲着大师笑眯眯 大师 您的强大内劲 刚刚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还是带点保护措施 免得真被您给震出什么后一掌 王正吹捧的这几句 大师颇为受用 当即大手一挥 说道 无妨 待会老夫把内劲调到最低 就让你略微地感受一下即可 远处的人堆中 招出了手机 喂 是中兴医院吗 对对对 要辆救护车 就在海话小广场这边 面对王正 大师多少 也有点心里没底 不过终究是只挨一拳 这受体格子 就算是再怎么深藏不露 总不能一拳 把自己给掏死 只要自己忍得疼不表现出来 坐实了大师的名头 把名声打出去 改天来这里 再卖他十葫芦八葫芦 根本不教室 来 打我 大师直接开始兴奋 报复的美梦即将成真 已经有些按耐不住了 化落之后 眼前就见到了王正的拳头 笔直抡来 说来也奇怪 迎面见到王正拳头的瞬间 大师脑海 莫名浮现出了 自己的种种过往 有年轻初恋的羞涩 有成年跟对象滚包米地的兴奋 有中年与邻居老妹 按通款曲的刺激 更有老来享受天伦的惬意 渐渐的 大师嘴角浮现一抹释然的微笑 人声 等等 大师从幸福中猛然惊醒 这突如其来的走马灯 是怎么回事 一瞬间 大师冷汗四流 行骗多年的经验 告诉自己 不太对劲 等 大师刚想反悔 奈何王正的拳头 已经来到了肚子上 在外人看来 王正的这一拳看上去轻飘飘 没什么力气 可独独大师感受的最为真切 拳头上蕴含的全是摧枯拉朽 砸在自己肚子上的瞬间 仿佛有一颗炸弹爆炸了一样 直接就摧枯拉朽 盯了哐当的奔腾肆虐起来 刹那间 大师脸色大变 两颗眼球暴突 差点就从眼眶里飞出来 第八十二章 大师 不愧是大师 大师嘴巴张得老大 几乎快要垂到了地上 只听撕拉一声 静猛的全刚透体而过 将大师背后的衣物都给震裂了 露出了两个白花花的大绊绊 继而有一道无形的气 从大师的背后炸开 本就出现裂痕的衣物 硬生炸碎 变成无数部条碎片散了漫空 扬了满地 见此一幕 所有人无不惊讶地捂住了嘴 妈呢 哥这便戏法呢 还戴暴衫的 有人默默举起了手 大师 这招叫吗 青年跟大汉同样愣了一下 十分的意外 这老家伙 什么时候偷学了这么掉的招数 人群中唯独报警东两眼放光 死死盯着王正手上的手套 片刻的宁静过后 王正收回了拳头 大师张着大嘴 两眼凸起泛白 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随后 一道惨绝人寰的哀嚎 从大师的喉间传来 遗留在身上的静气 如同黄河奔走 气势滔滔又汹汹 席卷一切 大师的身躯 仿佛在一瞬间 被大浪卷鞋 搜了一下倒飞出去 此时的大师 俨然变成了风中残液 在空中凌乱地飞旋了几圈 继而重重摔落在地 又接连 从地上滚了数圈 直至飞出了视线之外 这一次 所有人张大了嘴巴 整个广场陷入死寂 鸦雀无声 王正摘掉手套 冲已经飞没了踪影的大师 里了个大拇指 要不说是大师呢 真有本事 打钱 报警东小跑着跟了过来 接过王正的手里的手套 高兴地笑不拢嘴 连声应道 大师 不愧是大师 大汉强忍着心中的震撼 最先反应过来 猛地冲到王正面前 揪住了王正的胳膊 别走 你别走 你把人给打死了 王正扭过头 还没开口 一旁的报警东开始护短 指着大汉的鼻子说道 我告诉你啊 饭可以乱讲 话不可以乱吃 挨了一拳而已 就凭大师这身功夫 肯定一点事没有 大汉有些猛逼 继续俱里力争 乱讲 谁乱讲了 人都飞出去了 你还敢说没事 人群掀起了阵阵骚乱 开始激烈议论起来 甭管这一拳是真的假的 大师飞出去 确实都看在眼里 真倒不能再真 光是飞出这老远 摔一下子 估计也疼够呛 还得是那个年轻人 知道心疼人 赶紧跑到大师境前 小心翼翼地扶正脑袋 把手指头凑到鼻子间叹了叹 见大师还能哼紧 年轻人顿时松了口气 活着 一点是没有 文言 人群中又是一阵骚动 纷纷冲着大师 点头竖大拇指 果然是大师 非这么远都没事 好 好样的 大师 不愧是大师 躺在年轻人怀里的大师 虽然差点被王正一拳掏死 可意识却是无比的清醒 听到自己同伙宣扬 自己一点事没有 直接就瞪了眼 奈何浑身跟散了架似的 张嘴愣是说不出话来 只得在心中拼了命地大喊 曹你妈 都这样了 也叫没事 另外 你们的目光都这么清奇吗 对面那小子 一拳把老子传出十多米 你们问都不问一句 居然反过来好奇 老子有事没事 别人纯属看热闹不嫌是大 开始起哄 让大师起来走两步 大汉一时间也有些不自信了 难不成自己捏的泥淡淡吃多了 真有强身健体的效果 将信将疑地跑过去瞅了几眼 发现大师已经死了半截 连忙冲过去 拦住王正跟报警东 吵嚷道 今天这事要是没个说法 你们两个谁也别想走 王正俯身捡起地上的大葫芦 一颗两千 里面有多少我全要了 嗯 大汉一听 差点就要激动地答应下来 但转念一想 这小子能随随便便拿出几十万 必然是个有钱的主 既然逮着机会 肯定得好好地敲诈一番 不行 把人打成这样 你以为赔钱就能了事了 门都没有 没错 年轻人扔下大师 也跟着冲了过来 大声说道 知道我家师尊是谁吗 神医董凤的第四十八代传人 今天为了普渡世人才出的山 这一颗泥蛋 哦不 这一颗大力丸的成本价就三千 你还想一颗两千拿下 做梦 再者 我家师尊真要是不小心 被你这种小喽喽货色给伤着 对华国的损失有多大 你请不清楚 你担得起这责任吗 面对咄咄逼人的二人 王正满脸无奈地问道 那你们说 该怎么解决 两人相视一眼 十分默契地齐声道 得加钱 听到这里 围观的人们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 这仨人怕不是一伙的吧 我看也是 这大高个刚刚还跟这两人不认识 现在直接站一块了 何着是狗托啊 随着周围的声音逐渐变为谩骂 大汉跟青年俩人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反正鹅到一个土大户 狠敲一笔不比卖泥淡淡挣钱块 不得不说 鹅人比芯片靠谱 来钱块 还定最轻 俩人很开心 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 明天就转行 那就一颗三千 不行 绝对不行 青年把头摇成波浪鼓 知道我家师尊是谁吗 那是神医董凤 行了行了 报警东打断青年的话语 说道 就这一句词啊 青年老脸一红 索性也不装了 直接开始叫嚣 少废话 拿钱 报警东抠了抠耳朵 开口道 我听明白了 你家大师确实不得了 这样吧 一口加一百万 全当给大师调理调理身子 俩人一听 猛了 甚至有些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 转念想了片刻 俩人立马毫不犹豫地 点头答应下来 点头的瞬间 报警东笑了 敲诈五十万以上 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猜猜要盼多久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人都要被你打死了 居然说 我们敲诈 我还说你蓄意伤人呢 王正朝二人身后 拢了弩嘴 不知何时 大师已经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 冲亮手套 看似被一拳锤飞的大师 实际上是被静风给吹走的 之所以疼 无非是背下的 看着面前已经彻底猛逼的两人 报警东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要不说是大师呢 演技真好 第83章 乔巴斯访华 额人事件因救护车的到来 而暂时告一段落 除了大师被120拉走以外 四个人因为涉嫌寻衅滋事 而被警车拉走 在做笔录之前 四个人被关在了一间小黑屋里 等待审讯 闲得无视 大汉仗着自己体格子魁梧 一屁股坐到王正旁边 低声警告道 待会儿找你的时候 劝你小子识相一点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就把嘴给我闭上 听见没 不等大汉把话说完 青年在第一时间接过话查 威胁道 事到如今 我也懒得跟你们胡说八扯 不过你们最好记住一件事 我们之所以敢在这片大摇大摆地干这种事 就是因为上头有人 说着 青年缓缓站起身 冲王正跟报警东递了个眼色 不然的话 我们两个走个过场就可以走了 你们两个就等着蹲几天嘛 干什么呢 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员走了过来 在看到青年对着王正阵阵有词的时候 立马出声制止 随即打开禁闭室的房门 视线在四个人的身上一一扫过 问道 隔几个 谁先来 王正举起手 我先吧 时间比较急 行 警员点了点头 刚准备带着王正去审讯室 可当看到王正暴露在灯光下的脸后 不由得愣了 这人 好眼熟 你 警员表情略带惊奇 迅速来到王正面前 扶下身子 反复打亮了几眼 越看越觉得眼熟 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 仔细观察了一阵后 警员有些静怡不定的直起身 偏偏又想不起来 到底在什么地方见过 稍等 警员随口丢下一句 小跑着出了禁闭室 待到警员离开 青年自顾冷笑出声 我再强调最后一遍 这里边有我们的人 问你话的时候该怎么说 不需要我教吧 王正十分果断地点头 貌似已经被青年给征服 明白 明白 听到这话 青年跟大汉对视了一眼 玄哲的心总算是稍稍落了下来 不多时候 外面传来了两道急促的脚步声 紧接着 先前离开的警员 领着一位体型较胖的男人赶了过来 走进屋子的瞬间 男人的眼神当即落在了王正的脸上 一口冷气到西进度 眼瞳直接开始聚颤 说话也有些支支吾吾起来 您 您 一句利索话还没说完 男人视线一瞥 又落在了报警东的身上 只一眼 男人的身子瞬间挺直 原先还不确定王正的身份 见到此人之后 直接确定了 华国最年轻的江星 报警东 能跟这种存在同传还这么年轻的人 除了那位 还能有谁 进到禁闭室才几个呼吸的功夫 男人身上的衣服已经好似淋了一场雨 直接被汗水浸透了 公公静静地来到报警东面前 不苟言笑的脸上 头一次露出示好的笑意 报 报总 我是凌川局的副局长杜芳 您跟王 这位先生这事 我想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一句话说完 大汉跟青年脸上 胸有成竹的笑容 逐渐消失 同时 一抹惊异浮现 副局长 副局长这样的人物 怎么跟这两人说话的时候 似乎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 俩人行走江湖行天这么多年 察言观色的功夫 自然是必不可少 一句话的功夫 俩人顿悟 脸上的惊异也顺势化作惊恐 报警东慵懒地靠在墙边 随口说道 别问我 我啥都不知道 要问问我大哥 说吧 不忘伸手 直指已经抱头蹲在墙角的青年 跟大汉二人 大 大哥 杜芳有点懵圈 在看向墙角二人组后 当即明白了一切 无名怒火 瞬间生疼 这两个该死的祸 还真有点本事 把两尊全世界都不怎么敢惹的神仙 给送进警局的禁闭室来了 喂 杜芳一声怒吓 吓得两人直接从地上弹了起来 你们三个在海话广场那边组团行骗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因为一直没成功 我们掌握不到证据 才没有对你们下手 怎么就不知道悔改 非得进来住几天才满意是吧 两人完全没了之前的嚣张模样 老老实实的低头挨训 青年唯恐被众叛 便想着再挣扎挣扎 指了指一旁的王正报警东二人 小声说道 他们两个动手打人 打人 杜芳抱毙还凶 反问道 谁看见他们打人了 有什么证据 这哪还需要证据 青年小声嘀咕地说道 当时广场上那么多人 随便找一个问问不就知道了 况且 我们还有个人在医院躺着呢 是吗 杜芳紧张得浑身冒汗 疯狂给青年识眼色 奈何青年头也不抬 根本瞅不见 眼见着小子生路不走 飞走死路 杜芳也没了办法 冲身边的警员招招手 警员心领神会 从墙上摘下了那根 被无数受审之人 视作噩梦的大记忆恢复法杖 将法杖握在手里 狠狠揉搓了几下 又问 需不需要我帮你们回忆回忆 青年低着头 还想坚持自己的说法 吓得旁边的大汉 赶忙伸手捂住了青年的嘴 记错了 就是我们记错了 世界归于平静的一段时间后 英华两国发生了一件 影响力颇大的事情 直接顶上了热搜 英将福祉司富豪榜排行第二 手握及时通讯 以及新能源汽车 两张超级底牌的商界巨额 乔巴斯首次访华 按理说 这件事并不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可乔巴斯这次的访华之旅 并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开拓华国市场只是一方面 最最重要的一点 乔巴斯旗下的新能源举子汽车 将会在华国选址建厂 作为一家在全世界 都能挤进前列的超级企业 不论在华国任何地方建厂 对该地区的经济推动 一定是巨大的 正因如此 乔巴斯访华一事 一经传开 顿时掀起了滔天骇浪 英将果然最先低下了头 要向华国方面靠拢了 第84章 他人还怪好嘞 夏不为例知道吗 审讯室里 杜芳一脸严肃地 看着大汉跟青年 与众心肠地说道 你们三个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讹诈罪 因为没有造成损失 对方也决定不再追究 这次就口头警告一次 夏不为例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两个人老实地跟安纯一样 疯狂点头 好似小鸡啄米 还有 杜芳从口袋取出一张银行卡 拍在桌子上 推到两人面前 这是王 那位先生给你们留下的医药费 算是补偿你们躺在医院的同伙 没有密码 听到医药费三字 俩人原本快要锤到胸膛的脑袋 刷的一下抬了起来 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银行卡 表情顿时变得兴奋 青年眼疾手快 抢过银行卡 塞进兜里 一旁大汉的视线迅速跟了过来 直接贴到青年身上 也不顾杜芳在场 连忙追问 多少钱 多少钱 十万 杜芳冷不丁接过话查 总算让两人想起来 现在还在警局的审讯室 看着脸上堆满窃喜的两人 杜芳不禁摇了摇头 既吃不计打 见钱眼开 以后恐怕也死心难改了 自顾起身 对手在门前的警员说道 被个案 让他两个走吧 离开之后 大汉将银行卡 从青年手里抢了过来 把银行卡举高高 傻呵呵地直乐 你别说 他们两个人还怪好了呀 青年嗤之以鼻 目光同样被银行卡所吸引 不懈道 好个鸡毛 这是咱被应得的 警员忍不住皱紧眉头 来到二人身边 一人赏了一脚 快走快走 两人如获至宝般 捧着银行卡出了警局 大汉最先问了一句 怎么分 青年毫不犹豫地回道 一人一半 大汉点头 行 临川中心医院 大师从病床上悠悠醒来 左看看右看看 发现两边空荡荡 两个人影都没有 护士走进病房 看一眼手中的费用单 韩笑问道 您一共花费两万五千六百元 请问怎样付款 大师嘴角抽了抽 深知自己已经被那两个杂毛 无情抛弃 梁九 小声说道 大力丸了解一下 护士脸上的笑容消失 回头看去 保安 保安 乔巴斯 哪位 见我做什么 王正坐在副驾驶上 漫不经心地问道 报警东开着车 瞥了王正一眼后 说道 我有时候真的怀疑 你小子到底是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怎么谁你都不认识 乔巴斯 全名史蒂夫 西贝尔 乔巴斯 是全世界最大的新能源设备制造商 财富值在明面上 位居世界第二 像特拉斯汽车 橘子手机 都是这家伙旗下的产品 在此之前 乔巴斯可从来没有访问过华国 而且 这次来是 带着专业团队来的 对华国部分地区的经济 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想见你一面而已 不吃亏 本以为能够看到 王正惊讶的表情 怎料王正听见后 神色如常 仍默默看向窗外的沿途风景 想象也是 换做一般人 肯定会或多或少的惊讶一下 但自己身边的这小子 实在不是一般 别说是乔巴斯了 就算鹰将总统来了 恐怕也是这副表情 毕竟是全世界 唯一拥有干死过外星人 这种高光战绩的存在 地球上还真没什么人 能被这小子放在眼里 毕竟 只要这伙愿意 脸才属实 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 王正突然扭过头 出声问道 之前从没来过华国 现在莫名其妙就来了 你们就没担心过 对此 报警东笑着摇了摇头 解心当然是有的 不过两厢权衡下来 还是允许乔巴斯 将工厂选址建在华国最好 一方面能带动地区经济 另一方面 也可以借此机会 接受鹰将的嗜好 综合来看 我们确实没有拒绝的理由 说完 报警东看向王正 怎么样 考虑好没有 见不见还是看你 王正一只手撑着下巴 说道 既然报大将军都这么说了 我还有不见的理由吗 得嘞 报警东咧嘴一笑 脚下油门到底 越野的引擎 当时传来了一道咆哮 旋即便如出堂的炮弹般 急射而出 越野车一路急行 很快便来到了一处高档酒店 此时的酒店外 已经早早地做好了驱散隔离 只留下一群手拿花环采旗 充当迎宾的少年少女 见到报警东的越野车驶来 一身穿定制西服的年轻人 早早地迎了过来 主动为王正跟报警东拉开车门 王院士 报将军 报警东没有急着下车 而是先往酒店周围环视了一圈 随即出声问道 怎么 那大老外还没过来 年轻人摇了摇头 又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 之前说好的五点半过来 现在已经六点了还没见人 因为上面说过要尽心对待 所以也没敢打电话询问 就只好在这继续等着了 则 报警东跳下车 伸了个懒腰 说道 要不说人家是大资本家呢 不光要来开拓咱们的市场 还得咱们好吃好喝伺候 还不打算给咱们好脸色 那 年轻人有些为难的问斗 把迎宾都给撤了 撤什么 你小子 别给我一起用事啊 报警东挑起眉头 瞪了年轻人一眼 上面很重视这个大老外 带队入住华国的事 你在这接过眼搞事情 把人家气走了怎么办 年轻人听后连连点头 好的好的 我明白 说到底 还是那句话 拳头 即真理 钞票 即大眼 年轻人常常出了口气 正打算把这古欲闷气 咽进肚子里 却看见报警东跑到副驾驶那边 冲着王正开始煽风点火 瞅瞅 你瞅瞅 看把这大老外给狂的 有点钱 有点技术 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不把我放在眼里 也就算了 怎么能不把你放在眼里呢 下马威是吧 等那大老外来了 你当他面宰 两个万幸人 给他也来个下马威 王正跳下车 瞅了喋喋不休 义愤填膺的报警东一眼 眼神仿佛在说 你指定是有点毛病 第85章 两个不好意思 一家顶级五星级酒店的最顶层 乔巴斯披着玉袍 一只手摇晃着红酒杯 正站在落地窗前 欣赏着远处的车水马龙 身材曼妙的金发女郎 劈头散发 满面潮红地从床上爬起 走到乔巴斯的身后 两只青葱手臂 仿佛由舌斑 挂在乔巴斯的脖子上 随后 整个人都贴了过来 红唇凑到乔巴斯的耳边 一口温热的湿气喷吐 柔声说道 老板 已经过了入场时间了 乔巴斯哈哈一笑 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 随手把酒杯碰到了 身后价值不菲的羊毛毯上 顺势揽过金发女郎的纤细腰肢 大手下滑 不错不错 还是这个感觉 但烧 一只手揉捏着怀里的金发女郎 一只手指了指落地窗外的满目玲瓏 说道 早晚有一天 我会征服这片土地 让我的科技产品遍布华国的市场 金发女郎伸出手指 挑逗着乔巴斯胸前的大红豆 不时还张嘴轻咬一下 说道 可是 听说华国的那个王正非常厉害 前不久还见过他直播打外星人呢 王正 乔巴斯不屑笑道 估计那家伙 现在还傻了巴基的 在路边等着迎接我呢 金发女郎抬头看向乔巴斯 又问道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出发 乔巴斯摇摇头 伸手按住金发女郎的脑袋 直至将其按到身下 金发女郎心领神会 迅速扒开乔巴斯的玉袍 跟腰间的束缚 红唇一张 滑蛇一缩 乔巴斯直接闭眼打起了白子 哦 碧池 再深一闲 报将军 已经六点半了 年轻人再一次跑到越野车上 看着车上正在闭目养神的报警东 满脸焦急地说道 报警东眼都不睁 不紧不慢地说道 急什么 人没来而已 又不是被车撞死了 可是 年轻人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说道 上面如果追问起来 我们应该怎么解释 报警东把脑袋往旁边一歪 有什么好解释的 他们没来 又不是你没安排 怕个锤子 正说着 头顶突然响起了一道急促的风声 紧接着便是阵阵轰鸣 还不等众人抬头看去 一架轻巧的私人飞机 已经降落在了酒店的空地上 脑袋的气流顿时席卷开来 吹嗓的在这儿等得有些疲惫不堪的众人狼狈掩面 不好意思 有些事情耽搁了 乔巴斯高昂着头颅 缓缓从飞机上走下 身边还跟着一位美艳动人的金发女郎 等得已经不耐烦的少年少女们 勉强露出个笑脸 拥到乔巴斯的身前 纷纷递上了手中的花环 乔巴斯笑着一一回应 也不伸手去接 只牵着金发女郎的手 在这群少年少女的簇拥下 走进了酒店 报警东募送乔巴斯进了酒店后 这才慢悠悠递下了车 不过并没有跟上去 而是回头看了年轻人一眼 这家伙臭屁吧 瞅他来不来气 年轻人嘴巴抽动几下 摇头说道 不 来气 报警东拍拍年轻人的肩膀 别憋着 说心里话 瞅他来气不 年轻人咧嘴 望着已经走进酒店的乔巴斯 直接骂出声 我他妈真想给他一棒子 好 报警东满意的点头 机会来了 这怎么表演 年轻人有些苦大仇深 对报警东的话 一点信心也没有 人家可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 不论去到哪个国家 都要以国里相待的重要人物 自己连给人家当迎宾都不配 就算再怎么看不惯他 又能做些什么 总不能真的上去给他一棒子 别急啊 报警东笑眯眯的说道 好戏不怕晚 主角都还没来 乔巴斯领着金发女郎走进酒店 发现酒店里 也已经有好多人在等着自己了 见自己进来 这群人纷纷起身迎了过来 寒暄 恭维 吹捧 各类话语 应有尽有 金发女郎在旁充当着翻译 一句接一句的 传进乔巴斯的耳朵 听得乔巴斯很是受用 这群华国人果然非常上道 也不往自己大老远地跑上一趟 正享受着众人的吹捧 乔巴斯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连忙冲着人群环视了一圈 发现这其中并没有王正的踪影 乔巴斯眉头一皱 笑容从脸上消失 低头看向金发女郎 冷声问道 王正在哪 金发女郎实施翻译后 面前的众人不由得面露难色 支支吾吾地说道 王先生 还没来 什么 乔巴斯刚积攒的好心情 在此刻一扫而空 勃然大怒道 难道这就是你们华国人的待客之道 要让一个客人等主人吗 听到这话 一众人脸上浮现怒涩 却是敢怒不敢言 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华国的宽容涵养 一方面也是为了留住这伙手里的资源 毕竟之前已经订好的五点半道场 拖拖拉拉到七点多才看见你的人 现在居然还趾高气扬地说别人不守时 真是不知道 这个比哪里来得这么厚的脸皮 就在气氛即将陷入僵局的时候 年轻人突然从外面跑了进来 乔巴斯先生请息怒 王正先生已经来了 就在酒店外面 乔巴斯冷哼一声 吃疯道 哼 华国人真是好大的排面 我倒要看看这个王正到底是个什么货色 说吧 乔巴斯抛下身后面面相去的众人 大步朝着酒店外面走去 来到外面后 看着空荡荡的四周 乔巴斯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不是说王正已经到了 他人呢 原来华国人不仅怠慢客人 还会胡说八道 华国之行 简直让人失望至极 我想我应该重新考虑一下 跟华国的合作建场适宜了 随着乔巴斯话语的落下 天色突然莫名暗了下来 速度很快 几乎是一瞬间 明亮的白天就变成了昏暗的黑夜 面对如此情况 所有人下意识地四顾看去 就在这时 一束粗壮的光束从天上打来 笔直地照在地上 照在乔巴斯的面前 顺着光束抬头看去 随后的一幕 直接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呆在了原地 只见那道光束里 有一道人影置于其中 虚空站立 缓缓下行 这 这 所有人张大了嘴巴 以及其惊恐的眼神 注视着悬空降落的身影 满是惊骇错愕 众目睽睽下 王正平稳落地 站在了乔巴斯的面前 不好意思 有些事情耽误了 乔巴斯一动不动 质弱网闻 片刻过后 身子猛地一颤 整个人都直挺挺地倒了过去 第86章 只会恶心人 身穿定制西装的年轻人 眼疾手快 一把将快要跌倒的乔巴斯 扶了起来 看一眼站在面前的王正 乔巴斯的视线 立马沿着光束上移 透着光束看过去 直接把乔巴斯的魂 给下没了大半 一片漆黑的天色中 乔巴斯仿佛看到了什么 使得整个人都开始 剧烈地颤抖起来 害整片天突然变暗的 罪魁祸首 赫然悬停在自己的头顶 一座巨大道 看不见边际的圆盘飞碟 悄无声息地悬在半空 将整座酒店 连同周边的所有建筑 一并笼罩在其中 被年轻人搀扶着的乔巴斯 两腿一软 险些又一次跪倒在地 乔巴斯先生 别这样 不必这么客气 王正伸手抓住乔巴斯的胳膊 连忙说道 这才第一次见面 就行如此大脸 小弟实在承受不起啊 乔巴斯前被王正掺着 后被年轻人抱着 简直是站也站不住 蹲也蹲不下 只能保持半跪的姿势 冲着王正持续行大礼 尤其是看着王正那 见兮兮的表情 乔巴斯又惊又怒 气得呲牙咧嘴 向来对华国不怎么感冒的乔巴斯 破天荒学会了一句中文 吵 吵你马爹 碍于众多目光在场 乔巴斯纵然异常的愤怒 也不敢表现出来 毕竟自己此行 是要来开拓中国市场的 太过小家子气 未免太败坏自己的高大形象 正开前后二人的束缚 乔巴斯露出一个 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看着王正说道 一时狡猾而已 不等金发女郎翻译 王正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那乔巴斯先生 还是应该多注意些 华国不比鹰匠 路总是坑挖不平的 见状 乔巴斯诧异地看向王正 又诧异地看向金发女郎 王正继续微笑 以一口流利的米式英语说道 知己知彼 百战不淡 乔巴斯先生 既然这么希望与华国交好 总不能一句华语也不会吧 乔巴斯沉默了 看向王正的眼神 还没来华国的时候 自己到哪儿 不是被众心环绕 甚至于到了一部分国家后 那都是领导人亲自接待的 自己只需要招招手 所有人哪个不是屈之若物 认你是什么角色 哪个不是抢着向自己投怀送抱 怎么到了华国以后 自己以往的那些优待 全都荡然无存了 需要自己等主人不说 还反过来被主人家 来了个下马威 连番吃了两次扁 对乔巴斯来说 这就是屈辱 大大的屈辱 乔巴斯勉强露出一个笑脸 心里早已下定了决心 在这里丢的面子 在这里就要解回来 乔巴斯整理了一下 有些凌乱的服装 粗暴地甩开金发女郎伸来的手 自顾走进了酒店 眼瞅着乔巴斯离开 突然莫名遭受冷落的金发女郎 发呆愣神 伸出的手将在原地 一时而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王正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 来到金发女郎面前 做了个请的手势 金发女郎把头捶得很低 看不到表情如何 两久之后才用中文说了句 谢谢 随即便异常仓促地跑进了酒店 这时 目睹了全过程的报警东 从远处凑到了王正进前 牛逼 你小子真是得到大师精髓了 这话属实是报警东的心里话 先前在等乔巴斯的时候 王正说要先回去一趟 报警东就隐隐猜到 这家伙从心里开始盘算反击了 尽管报警东已经设想过 无数的打脸场面 但仍没有料到 王正竟然把干死和尔马星人后 霸占的战利品给开过来了 抬头看一眼震撼人心的飞蝶 饶势报警东都不禁有些胆战 遮天蔽日般的庞然大雾 下方是乔巴斯来时坐过的 那架轻型飞机 两相对比 这平常人穷极一生都难以触及的小飞机 居然也变成了卡拉米 完全上不了档次 不得不承认 王正这小子平时虽说话不算多 可一旦到了挖苦人的时候 所说的话每一个字都能戳中别人的要害 不愧是文化人 嘴多 心脏 尤其是最后邀请金发女郎的那一下 简直就脏到了极点 本来就恶心的乔巴斯很够近了 随后又趁着俩人闹别扭 剑缝插针般的挑拨了一手 虽说金发女郎在乔巴斯心中的地位 可能接近于无 却足够让乔巴斯知晓以后别扭一阵子了 最起码 金发女郎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些 对乔巴斯死心塌地了 报警东心中快意急了 不服不行 王正这家伙 恶心起人来 属实是一套接一套 一般人完全承受不了 想到这儿 报警东嘚嘚瑟瑟的来到王正身前 有样学样地做了个请的手势 笑道 来吧王大师 您请 王正赶紧攻下身子 又冲报警东做了个请 别别别 报大师还是您先请 你请 你请 俩人一路走一路谦让 直至走进了酒店大堂 身后 年轻人看着好似小丑一般的两人 突然觉得身上的定制西装不怎么香了 不仅没有显出高贵 反而还限制了很大一部分的发挥 再看看一路请来 请去的王正跟报警东两人 一着简单 行为举止 失快道不能再失快 如果不挑明的话 谁能把这两个人跟华科院院士 以及少将军联系到一起 可偏偏就是这种行为 能够随心所欲毫无顾忌 让自诩高贵的乔巴斯连连吃扁 大快人心 想到这里 年轻人的步伐不由得轻快了许多 一向习惯性勾楼的腰也在此刻变得鼻涕 目光落到无视场合 勾肩搭背并排走的二人身上 露出一抹会心笑意 看来自己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起码在面对趾高气扬的外人时 不至于一味的卑躬屈膝 委屈求全 其实很多人并不会因为你的退步而停止逼迫 反而会更加得寸进尺 跟着王八似的 一旦咬住了 就再也不松口 说好听的 没有用 求饶 更没用 唯一有用的 就是拿刀剁掉他的王八头 人啊 该软实软 该硬实 总要帮帮硬才行 第87章 垃圾 当王正跟报警东走进大堂时 发现所有人都在站在一旁等着自己 除了乔巴斯 早已经坐在了中心桌 正对大门的座位上 金发女郎虽说坐在了乔巴斯的左手边 可身体却是在下意识地往右偏了些许 这样的细节乔巴斯没有注意 却被王正跟报警东看在了眼里 直到王正跟报警东先后落座 宴会才算正式开始 其余人才敢纷纷落座 精美的菜品一道接一道地上着 乔巴斯跟王正竟然连一句话都没有 全程都在冷着脸 埋头苦吃 饭吃到一半 乔巴斯突然拿起手帕擦了擦嘴 从身后取出一个细长锦盒 丢在了王正面前 听说华国字画一脉的历史十分悠久 前段时间有个华国人跪着求我 让我收下这幅画 画的简直就是垃圾 差点被我当成擦屁股指 乔巴斯冷笑一声 继续道 王先生懂不懂这些 要不帮我看看 说着 乔巴斯自顾打开锦盒 取出了里面的画卷 竟然向旁边一划 画卷顺势铺开 不等画卷完全展开 乔巴斯开口介绍道 之前送我画的那个华国人说过 这画的作者 好像是叫什么正板桥 这名字我听都没听过 估计也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二流画者 乔巴斯看着王正 笑眯眯地问道 我猜得没错吧 王先生 这场欢迎晚宴上 乔巴斯本身就是绝对的主角 自然格外受人关注 加之乔巴斯的音量 故意放得很大 以至于就近的许多人 都清晰地把乔巴斯的话 听进了耳朵里 凡听见这话的人 无不是脸色微变 暗暗皱起了眉头 正板桥 本名正谢 世人都尊称其为板桥先生 乃是古时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 号称师书化三绝 不知惹得多少文人雅客追随青烂 所著作品无意不是传世真主 如此宗师 竟然被一个老外叫做三流画者 许多人听到这后 不禁嘴角抽动 暗自握紧了拳头 知道你是贵客 出于礼貌与涵养 我们尊重你 可你偏偏居高自傲 竟然在公共场合随意贬低他国精粹 王正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默默将视线落在了画卷之上 待到画卷彻底铺开 一副傲然挺立的墨色竹枝图映入眼帘 墨竹旁边也是两具苍境有力的提款 四十年来画竹枝 日间灰血夜间撕 荣凡薛静流青兽 画到生时是熟时 见王正看着画卷发呆 乔巴斯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 一张垃圾画而已 实在搞不明白究竟哪里好 就这黑乎乎的破竹子配上几个难看的华国字 跟西方那些著名画家的名品相比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尼玛 有人握着拳头 差点就站起身来 幸好被人拉住 这才强忍下了怒火 乔巴斯嘴上虽然是这么说的 可这幅画的来历却并非是这样 在来华国之前 乔巴斯便早早地开始多多少少地打听 关于华国的文化与风俗 更是托人用高价逃到了一封墨宝 画了足足两百万美元 不曾想 居然还真的用上了 乔巴斯先生还真是雅兴 一旁沉默的王正突然冷不丁冒出一句 乔巴斯继续笑道 这有什么雅兴不雅兴的一副垃圾而已 擦屁股我都显硬 怎料王正居然身以为意地点了点头 硬喝道 确实垃圾 画出所有人不由地愣住了 这王正是怎么回事 先前还跟乔巴斯针锋相对 怎么突然就出言复合上了 难不成还是决定屈服了 唯有报警东靠在椅背上 斜着眼看着王正跟乔巴斯 王正同样也笑了起来 揪起画卷一脚 说道 这张画也只能让乔巴斯先生擦屁股用了 文言 乔巴斯笑一微脸 有些不明就里 这话什么意思 说 别人随手送一副违品 本身一文不值 当然只能用来擦屁股了 王正笑着回应 一针见血 违品 你特么放屁 乔巴斯瞬间先变了脸色 直接破防 大马出声 要知道 这幅画 可是自己花了两百万美元买来的 而且在此之前 还专门花大家钱做过鉴定 绝对不可能有违品 这小子摸了一下 就说是违品 不是在放屁是什么 旁边的报警东 听闻一时眉头一皱 自己平时偶尔也接触过莫保 寻常的真伪优烈 还是能够辨别出的 眼前的这幅画 倒也看不出什么毛病 王正只是简简单单看了几眼 就直接说是赝品 实在有些心强了 乔巴斯彻底被王正搞没了耐心 气得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说道 你一个只懂得玩机器的家伙 还能懂得画作 还会鉴别真假 别在这给我胡说八道 王正冷哼一声 用手指轻敲了几下画作 开口说道 板桥先生一声笔根不错 被称诗书画三绝 平日习以拦竹识为画为题 做诗做父 这幅画倒也符合板桥先生的喜好 画风也大致相同 说吧 王正的画风一转 只可惜 遗漏了一点 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中 王正淡淡说道 磨叽越真 越容易让人忽略本质 板桥先生对竹尤为喜爱 自言板桥虽死 其竹魂犹在 所以对待竹的态度是最为认真的 非情圣之时不作 非气唱之日不提 艳要重笔要沉 墨色要深 连这纸都得是最上诚 板桥先生轻目竹之坚韧 以卷上托纸 再以麻料速合 方显竹之品性 乔巴斯呆呆看着王正 始料未及忘乎所以 又是一声长叹 让乔巴斯缓过了神 别说 真别说 这还真就是张擦屁股纸 不 不可能 我难以置信 下意识地说道 这可是我花了两百万买来的 说出的瞬间 乔巴斯反应过来 连忙捂住了嘴 旋即又恶狠狠地瞪向金发女郎 金发女郎下得一惊 不敢再翻译下去 只可惜 王正听得清楚 目光渐冷 轻笑道 哦 你不是说别人送的吗 两百万买一张擦屁股纸 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第八十八张 摔遍检测 乔巴斯的脸色彻底变了 眼看王正说得如此笃定 心里不禁开始狂跳 着实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不仅智商异于常人 对这些古老物件的研究 竟也如此深刻透彻 不过转念一想 乔巴斯盈盈感觉 是王正这家伙 在胡周巴扯 毕竟这幅画作说 到底终究是自己真金白银买来的 同样也找权威机构鉴定过 而且 这小子只是看了几眼 就敢断言 这幅画是假货 可能吗 就凭你的一面之词 还能比权威机构的鉴定结论 更具有说服力不成 更多的可能是这小子在晃点自己 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难堪 用屁股想也知道 还是这种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乔巴斯起伏的情绪稍稍平稳了些许 重新坐回座位上 说道 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看不出王先生还是一位书画行手 一眼就能看出专业机构 也要鉴别几天的字画 话里话外 讥讽意味十足 讲真的 虽说刚刚王正的一番话 听上去很有道理 非常唬人 可饶是报警东都有些不敢相信 自从认识王正的那天起 在自己的记忆中 这家伙一天到晚 几乎全都待在实验室里 跟外界没什么交流 换句话说 就是妥妥的宅男 而且 每天陪伴王正的 就只有一落接一落的演算制 用王正的话说就是 计算机可能会出错 但是经过自己的手 就一定不会错 每天连看字画的时间都没有 更不要说认识字画 懂字画了 所以 报警东的猜测 跟乔巴斯差不多 认为 王正是故意这么说的 报警东抿着嘴 陷入沉默 眼神流出一丝惊奇 突然伸出手倾搓了几下默化 卷指柔韧细腻 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纸张的不同寻常 全然没有王正之前 口中所说的那般不堪 一时间 主桌上的所有人 变得迟疑起来 虽说心思 肯定是愿意往王正身上偏 可如果因为胡说八道 而被人抓到把柄 再怎么偏袒 也没有用了 在众多惊疑不定的目光注视下 王正淡然笑了笑 说道 我当然不是什么字画行手 相反 对于字画简直是一窍不通 至于刚刚说的那些 无非是我 比较对古时的先贤 比较感兴趣罢了 听到这里 乔巴斯悬着的心总算落下 嘴角浮现出轻蔑的笑意 很好 这可是你自找的 既然这么喜欢装别 那我就刹那你的脸 对于字画一窍不通 那你凭什么断定 这就是假货 乔巴斯一改刚才的劣势局面 转做一副咄逼人的态度 连声冲着王正发出质问 这不是胡说八道 又是什么 先前在王正身上积攒的玉器 终于在此时得到了释放 原来大名鼎鼎的王正 也不过是个只知道张嘴就来的虚货 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乔巴斯更是得意到 重回先前的嚣张模样 连连细血出声 一众人听着乔巴斯的嘲讽 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帮忙圆场了 毕竟字画这种东西 就算是行家也有打马灰眼的时候 更别提自己这些外门汉了 现在就是想插嘴 也没这个本事 唯一能期望的 就是但愿王正不是口说无凭 真的拿点证据出来 就在这时 王正不紧不慢地开口了 胡说八道道不至于 我虽然不懂话 可我却懂衰变 衰变 听着王正的话 不少人下意识地编着重复出声 有些不明所以 乔巴斯继续冷笑 一幅画而已 跟衰变有个屁的关系 王正叹了口气 乔巴斯先生 别急着反驳啊 衰变一词用物理理论来解释的话 就是指放射性元素的放射强度 在不断地衰减 直至彻底失去放射性粒子 继而转变为另一种物质 而这个过程 其实可以用于任何事物 王正的话 已然吸引到了所有人 每个人都扭头看向王正 屏息凝神地听着 换个说法 这个过程即是寿命 人有寿命 猪有寿命 桌子有寿命 王正低头看向面前的默化 冲着乔巴斯微微一笑 这话 自然也有寿命 乔巴斯听得有些头大 愤怒地拍动桌子 发出咆哮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来这里 可不是听你在叽叽歪歪的 王正故作害怕地摆了摆手 继续说道 既然是寿命 当然要有检测他们的手段 元素有半衰期 人有年龄 树有年轮 贝壳也有罗纹 寿命是个集合 包含了一走过 以及没走过两个部分 既然这是板桥先生所著 那么这张纸少说 也有三百年了 乔巴斯听到眉头挑动 继续争辩道 怎么 你还能判断物品的存在时间不成 真要是有这本事 整个古学界 岂不都是你的了 怎料王正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真是不巧 我还真有这个本事 话落 王正将手往怀里一塞 从中拿出了一件 类似于测温枪的东西 看到此物 乔巴斯的表情猛地僵住 连同另一侧的报警东 也忍不住侧眼看来 满脸都是惊奇色 这小子 到底哪来的这么多星期物件 在众人的急切注视下 王正将测年份枪 凑到画卷前 轻轻一按 见此一幕 所有人的兴趣大起 纷纷想着 上前来一探究竟 这时 王正突然轻移了一声 旋即露出满脸的懊恼色 哎呀 研究又失败了 说完 王正看向乔巴斯 歉一道 乔巴斯先生 是我言过其实 还请见谅 乔巴斯嘴角抽动几下 破天荒的没有出言斥责 只是冷哼一声 胡乱地收起默化 塞回锦盒 坐在位子上 再没了其他话语 众人不解 读读另一侧的报警东 看得最为真切 侧年份枪 在检测画卷时 小巧的电子屏幕上 十分清晰地跳出了一串数字 1471天 也就是说 这幅画所用的卷纸 其原料纸浆的寿命 也不过才过了短短的两年 画得真伪 不言而喻 第89章 第二颗太阳 小摩擦结束之后 宴会还算平稳顺利地完成 全城都在冷脸沉默的乔巴斯 在离开之前 竟然主动找上了王正 或许是碍于自己的权贵身份 乔巴斯还特意找了个人 都走了个差不多的时间 王先生 此时的乔巴斯 哪里还有先前的傲慢模样 冲王正恭恭敬敬地伸出了手 十分感谢您能够维护我的脸面 此次华国一行 确实收获匪浅 能够在华国建设工厂 是我的荣幸 非常期待与华国的后续合作 王正也不含糊 果断伸手与乔巴斯相握 以一口流利的英文 说道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文言 乔巴斯由衷地笑了起来 竟然主动说起了别角的中文 王先生 谢谢 再见 乔巴斯的身后 金发女郎冲王正抛了个媚眼 顺带一个飞吻地上 看到王正浑身一哆嗦 报警东将这都看在眼里 笑得没心没肺 送别乔巴斯跟金发女郎以后 王正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总算结束了 报警东笑而不语 忍不住冲王正竖起了大拇指 不得不说 这件事办得属实漂亮又地道 既磨掉了乔巴斯的傲气 使得华国在后续的合作中 不会处于被动地位 又不至于搞垮这次难得的华英建交 加深了此次的合作进度 他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看着曼空夜色 报警东长出了口气 叹道 王正 你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惊喜 打住 王正毫不客气地打断报警东的感慨 说得好像咱们两个跟老夫老妻似的 还惊喜 报警东脸上的笑意散去 被王正的话打回了现实 真希望你死在实验台上 再不过稀疏平常的一天 人们还在为生活忙碌奔波着 突然间 所有人都隐隐察觉到 大地在微微颤动着 仿佛有一股莫名的压力涌来 好像受到了威胁一般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露出惊恐的表情 抬头向着天空望去 那是一道遮天蔽日的庞大物体 由远至近 划破大气层 带动汹涌燃烧的火焰直奔地球而来 有人惊骇失色地指着天空 吓得瘫坐在地 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大惊失色之际 那庞大物体竟然在高空中戛然而止 带着周身滚滚燃烧的火焰 再无动静 人们心有余悸地 纷纷抬头仰望着 这条消息逐渐引爆了 世界各地的人们 皆是看到了那颗凭空出现的 宛若太阳一般耀眼的星体 无不震惊 天空之上 又多了一颗太阳 而各国高层之间 更是掀起了滔天大波 这颗太阳般的星体 竟然如同凭空出现的一样 没有丝毫的异样 几乎遍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卫星 完全没有察觉 惊慌之余 人们开始对这颗悬挂在地球大气层上空的星体 进行紧张的研究 奈何星体周身火焰遍布 难于进行 于是在科技受限的情况下 人们向这颗星体妥协 任由其悬挂在了地球上空 不等世界各国有所行动 那发光星体的周身火焰消散过去 露出了其内部漆黑的外表 甚是古朴 人们不以为意 有人却坐不住了 各国高层一度以为 那不过是一颗温度较低的小型恒星 但是当这颗星体的外表火焰散去时 再度引爆了整个地球的高层注意 那乃是什么星体 那是一艘实实在在的飞船 在宇宙之中遨游的心外文明的飞船 开什么玩笑 是不是要我们去送死吗 地球华夏国一处绝密军事基地中 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般 将一支堪称华夏王牌特种部队 突然召集起来 这支部队名为龙牙 一共12名成员 分别以12生肖为代号 人数虽少 却是足以震慑他国 堪称人形核弹般的存在 饶是如此 这12人还是被聚集在了一起 可见任务的艰难程度 当听到任务的那一刻 还是有人变了脸色 惊呼出声 有人抬头望了望天空 天色分外的晴朗 照得人睁不开眼睛 当空中 隐约能够看到两团 类似于太阳的星体 这次的任务 便是要登陆那颗 近在咫尺的太阳 尽管现在人类的科技在 飞速进步着 但依旧没能达到 自由征战宇宙的地步 迄今为止 也只能在地球边缘的地方 徘徊夺步 早在一年前 人们还都在猜测 是否存在地球之外的文明 紧接着便有一只名叫 荷尔玛的神秘文明突然出现 以近乎碾压式的科技 对各个强国进行了吊打 冲击不可谓不大 然而就在今天 又一只心外文明 堂而皇之地 出现在了地球人的眼前 一颗宛若恒星的飞船 且不清楚其内部构造 突然下令 要对其进行登陆勘探 当龙牙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难免倒吸了一口冷气 作为龙牙的队长 苏长空 戴号龙扫了周围十一人一眼 轻声说道 这件事非同小可 毕竟是首次出现的文明 更不知其来历 带着善意而来还好 但是如果为敌 话落不语 所有人脸上 隐隐露出凝重神色 先前荷尔玛只用了一台机甲 险些就覆灭了 整个地球的军事力量 眼前如此庞大的 能够在宇宙中航行的飞船 若是执意与地球为敌 怕是整个地球都将会覆灭 见众人安静下来 龙继续说道 所以各国领导经商议后决定 各自派出一只精锐 去往那东西上勘探一番 有问题没有 凛然 众人站立 齐声道 没有 因为是首次高空执行任务 每人要求背负飞行服 所以弹药方面当量只能适度缩减 所以届时 如果真的出现危机时刻 希望诸位 不要过于依赖手中的枪线 还是需要借助 话音一转 龙体手扬了扬手中的志士刺刀 笑道 肉搏战 文言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 看向队伍中的一个模样 硬朗的年轻人 第九十章 心外文面 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 是龙牙中年纪最小的存在 但这并不是任何人低看他的理由 相反 他的近身格斗能力 无人能出其右 龙牙中的所有人 在肉搏战中 都有过一段 被他蹂躏的恐怖回忆 凌川 到时候靠你了 鼠笑嘻嘻地看了身旁的兔一眼 拿胳膊肘 顶了顶身旁年轻人的身体 燕凌川默然笑笑 竟是有些腼腆 被冠以兔的称号 却是人形暴龙 面对众人的打趣 燕凌川没有说话 而是抬头看了看那颗硕大的物体一眼 有些失神 总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无形中引导着自己 难以把持住心神 十二人的龙牙小队 此时早已准备完毕 随时等待登陆战机 准备在飞升道那艘飞船的上空 通过绳索迫降 不过战机并没有到来 先一步赶到的 却是国防总部的领导 眼看大领导 领着一名年轻人快步走来 众人连忙站成三排 竟待领导靠近 蜀周游表现得多少有些不情不愿 吐槽道 不是吧 咱们都要上赶着去送死了 还得来一场动员演讲 少说两句 胡许长瞪了周游一眼 目光紧紧落在大领导身后的年轻人身上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低声说道 你们看 那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 闻言 其余十人纷纷将视线投向那名年轻人 金怡出声 还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王政 你能没见过 听到这个名字 所有人顿时露出恍然的神色 无不开始好奇地打量起王政 这家伙真的才十九啊 问题是 他来咱们这干什么 独自站在最前面的苏长空 回头看了一眼 严肃道 周游你给我闭嘴 画牢的毛病改不掉 我可以帮忙 等到大领导走到龙牙小队的敬前后 所有人齐齐敬礼 大领导点了点头 说道 诸位辛苦了 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 虽说其他国家也会派出金锐 一同进入那座外星基地 可我们面临的 终究是未知的神秘文明 里面的危险程度 谁也不清楚 说吧 大领导竟是冲十二人 深深居了一躬 这座飞船非有非敌 地球的结局 就看各位了 随即便往旁边退了几步 将王政推到了深前来 介绍一下 王政 此行会编着你们 一起前往外星飞船 听到这话 十二人并没说话 表现却在第一时间 变得有些不怪 这又不是耳系 即便是 自己这些精锐中的精锐 也没把握说能全身而退 你一个搞科研的 去凑什么热闹 如果死在里面 责任算谁的 不过尽管心有不满 碍于大领导的权威 众人终究没有表露出来 面对这群 堪称华国守护神的王牌 王政自然明白 他们完全把自己 当成了累赘 不过没关系 刻板印象而已 说改变就能改变 眼看气氛即将陷入冷场 王政凭空画圈 空间截获装置启动 继而伸手一捞 从中取出了一件包裹 只见王政从包裹里掏了掏 先是从包裹里拿出了十几个 类似于手电筒的东西 见到这玩意儿后 先前还有些不情愿的十二人 顿时又变了一副面孔 纷纷诧意出声 栗子光刀 王政又一阵倒腾 翻出了十几把手枪 威形亮子枪 王政又一伸手 单兵凭护照 王政又一伸手 除了苏长空跟燕灵川以外 其余十个人异常热情地围了上去 忍不住连生关怀 好兄弟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周游的兄弟 王政兄弟确实了得 我许长佩服 嘎嘎佩服 等到众人武装完毕 俨然变了另一副模样 浑身上下都透着浓浓的底气 上一刻还被龙牙小队嫌弃的王政 这一刻化身香薄薄 直接成了小队的核心 十三人一同上了战机 即将要面对神秘的未知文明 即便是准备得再怎么充分 心中多少也会有些忐忑 而王政此行之所以要跟随 为的就是要第一时间查探这组文明的出处 战机上全副武装的苏长空 看着状态有些异常的燕灵川 凑过身来小声问道 怎么了 望着远处越来越近的空中聚见 燕灵川的目光有些明灭不定 缓缓摇头 不知道 莫名有些不安 闻言 苏长空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燕灵川的肩膀 说道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毕竟这大家伙已经待在这几个月了 如果真的有问题 怕是不会这么消停 一旁的周游挤了过来 诧异地说道 你小子还有不安的时候 真是破天荒头一遭啊 去去去 燕灵川很是嫌弃的 一把将周游推开 心神不宁中 燕灵川向着左手边看去 恰好与王正目光相视 谈话中 战机已然来到了巨剑上空 舱门打开 顿时有强劲的锋力用了进来 继而形成风压 在机舱内肆虐开来 走了 苏长空低喝一声 放下绳索 首当其冲 除雀龙牙 周遭同样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各国战机 还是陆陆续续的往巨剑之上破降 远远看去 只看得密密麻麻的各国精锐奇出 很是壮观 过程出奇的顺利 所有人皆是平稳降落 多方互有戒备 谨慎地观察着眼前陌生的环境 云层之中 巨剑宛若骄龙潜伏着 这是第一次 有人登上这艘域外的文明结晶 看着这近乎无边际的庞大剑体 任谁也忍不住的要惊叹几句 燕灵川低头看着巨剑漆黑的体表 环视周遭 竟是感觉诡异的静谧 说不出的奇怪 这时 同样有人发现了不同寻常 这巨剑的材质 竟是能够吸收掉大幅度的能量 乃至于众人所携带的装备 都不足以在这表面留下丝毫的痕迹 确认安全无误后 开始各自接通各国的地上指挥中心 只第一眼 就已然有人按耐不住兴奋之意 直呼神迹 是啊 以现代的科技而言 神迹二字当之无愧 就在众人寻觅无果之际 巨剑一脚突然传来阵阵如同雷鸣的轰然声响 经得众人纷纷转身看去 错愕不已 声响中 巨剑的舱门不知为何突然敞开 这一次 展现在众人眼中的是巨剑的内核 是域外文明的真正本源 第九十一章 域外充足 注意警戒 苏长空紧紧握住手中的枪械 抬手指住身后众人的脚步 领心凝神地望向舱门打开的方向 不等众人反应过来 早已经有他国的精锐 掩饰不住内心的狂热 不管不顾地冲了进去 笑话 这可是高出地球几个等级的超高文明 若是掌握 就等于掌控了整个地球 华国有了王政 科技在突飞猛进 我们可是什么都没有的 天天吃着你们华国 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残根冷制 虽说也能跟着沾光不假 可心里终归是不踏实的 强大的底气 还得是底牌 什么都是人家用剩的 跟扯仙木偶有什么分别 机会摆在眼前 现在要做的就是 富贵险中求 见有人冲了进去 众人诧异地看向苏长空 苏长空咬咬牙 强忍着跟上去的冲动 扭头看向队伍中心的王政 这时 已然有人率先踏入巨舰之内 竟然还不忘 回头看一眼王政等人 吃笑出声 怯懦的华国人 王政虽说身体素质 虽说远不及这些来自各国的超级精英 但好歹浑身也塞满了先进装备 倒也能勉强弥补一下与他们的差距 之所以没有急着跟别国队伍冲进巨舰 就是出于谨慎考虑 王政低头看了手中的热感一眼 确认巨舰外围没有热源反应后 这才冲着众人点了点头 见状 苏长空视线一回巨舰大门 手势重重落下 低河道 我们走 当一踏入巨舰内部 迎面来的便是一股刺鼻的血腥气 在场的人皆是酒精沙场的战士 对这种气息再熟悉不过了 但是没有人胆怯 反而是愈发地倡议起来 仔细审视着巨舰内部的构造 这巨舰的内部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 众人各怀鬼胎 开始竭力与其余的队伍分离 意图搜寻有用的信息 这时 突然有人惊呼一声 指着身前不远处 赫然呈现着一具 穿着与地球人截然不同的人形生物 所有人不由地呼吸停滞 转而变得急促起来 相视一眼 立刻是想到了什么 这艘巨舰的主人们 不属于地球的 外星人 本是死寂的巨舰内突然爆发出喧嚣 各国的精锐 开始从四面八方 拦下了也要赶过去的众人 不解之际 燕灵川率先察觉到了异常 其他人顺着燕灵川的目光看去 舱门的背后 在所有人没有注意到的角落 坚硬到人类任何程度的热武器 都无法在体表留下痕迹的舱壁上 一柄写有淡淡光运的长剑 正死死的钉在那里 一同被钉住的 还有一具体型硕大 犹如贪难尼一般的生物 方才的腥臭味道 想来就是从这具生物的尸体上散发出来的 看着那柄长剑 王正不禁皱紧了眉头 下意识握紧了手中还没开启的粒子光刀 这把剑 要比粒子光刀锋利太多 也就是说 自己现在所处的文明环境 要比八千年后的地球高出太多 如无意外 这或许是宇宙中的顶级文明 周游下意识地吞咽了几口口水 额头意识有汗液渗出 紧紧抱住手中的枪械 看着那模样害人的生物 产生道 这该不会就是 基罗王缓缓摇头 应该不是 可能是这艘飞船里有其他生物入侵 爆发了一场大战 但这都是其次的 十二人的目光都被那柄常见吸引 开始好奇 究竟是怎样材质的冷兵器 才能够这般轻易地切入 连威力强大的热武器 都难以留下痕迹的舱壁的 先前还因为获得了先进装备 而底气满满的众人 一时间也没了把握 就在王正等人狮神的功夫 其余各国的队伍都已经有了新发现 尸体不止一具 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狮骸被找到 有与地球人相似的人形生物 但更多的还是那些形体诡异的生物 不仅如此 在人形生物身上 又有人发现了 这座巨简文明的产物 智识不一的冷兵器 狂喜之余 有人开始陷入沉思 为什么如此高度进化的文明 装备却依旧保留在冷兵器的时代 莫非 冷兵器才是文明的真正终点 仅仅片刻的惊异过后 很快便有人反应过来 发疯似的 开始收脚遗落在巨简各处的冷兵器 更有甚者 连这些尸体都不愿放过 纷纷打包 寻思着拉回去做做科研 搞些研究 看着疯狂敛财的各国队伍 周游也有些异动 小声问道 怎么样 再不动手 估计就让他们抢光了 王正默不作声地摇了摇头 表情有些严肃 看来这所巨简的主人 也就是那群人形生物 在宇宙中遭遇了另一批诡异生物的入侵 在巨简上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战 但战争 出现同归于尽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即便是再怎么惨烈 也总该会有胜利的一方 苏长空读懂了王正的心思 戒备的同时 冲着远处轰抢的各国队伍大吼道 小心一点 巨简内部还没有探明 岂有可能存在危险 好心的话语传进其他人的耳中 不少人怀抱大堆战利品 向龙牙小队投以不屑地冷笑 华国的白痴 闻言 龙牙小队的众人不由得脸色一僵 徐昌握紧了拳头 死死盯着那人 这家伙找死 就在各国队伍收获盆满钵满时 远处的其他建舱中 突然传来一声嘶声力竭的惨叫 旋即又是一声 不知什么东西 发出的刺耳的尖鸣 一头体型庞大 四肢如同地球昆虫一般的生物 跌跌撞撞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口中赫然咀嚼吞咽着一个地球的士兵 完全超出认知的域外物种 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戒备 大家戒备 还在狂喜中的人们 顿时陷入恐慌之中 反应迅速地进行反击 无数把枪械在第一时间齐齐 对准了那头昆虫生物 灯时亮如白昼 炽热的子弹密集如雨 形成一层雨幕 朝着那昆虫生物喷涌而去 眨眼间 那头凶悍的昆虫生物 被打成了筛子 轰然倒地 第九十二章 真正的恐怖 本以为会是一场激烈的恶战 却没想到 这头来历不明的昆虫生物 竟然出乎意料的脆弱 这也让紧张的众人心神一愣 有些诧异 为了防止是这头昆虫生物装死 想要趁着众人靠近之后 伺机偷袭 众人一时也不敢上前靠近 只能远远观察着 一个大胆的鹰匠人 率先走到了那具昆虫生物的尸体面前 用力地踢了几脚 确认已经没有生命克征后 回头摆出一个OK的手势 死了 文言 众人暗自松了一口气 同时 自从登陆巨线后 就一直高高悬着的心 也放了下来 如果巨线上的虫子 都只有这种程度的话 那这次的任务就轻松多了 甚至不需要再派遣后续的主力部队 自己这些人 就足够实现对巨线的探查 以及倾角工作 想到这里 不少人眼神中流露出了贪欲 目光已然落在了 刚刚死去的昆虫生物身上 这具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分钟的尸体 绝对是进行科研实验最佳的材料 没有人开口 只是互相看了一眼 便心照不宣地向着昆虫尸体跑去 还不等众人跑到镜前 那个鹰匠人的身体突然猛地颤了几下 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 在看过去时 鹰匠人已然被不知什么东西拦腰斩断 上半身顺势飞出 原地已然只剩下了下半边的身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全场陷入死寂 完全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 就连跑动中的树人也停下了脚步 愣在原地 反应不过来 鹰匠人的下半身处在原地 不知过了多久 鲜血如同喷泉一般涌出 击射入空 仿佛一场急雨 直至此时 众人才堪堪回神 一瞬间 所有人神情大变 目光转坐灵力 迅速贴近队友 做好防御阵型 他们还有同伴 大家注意 有人开始嘶吼 举起手中的枪械 眼神如具审视四周 话语间 有人在视野中看到了一道 闪着漆黑光亮的躯体 枪口快速挪移 大声喊道 在上面 舱壁的上方 宛若钢铁碰撞的声音连续响彻 众人的视线一并跟着上移 果真是看到了一道硕大的黑影 借助辅助设备看去 硕大黑影的全貌暴露无遗 那是一只体型大到离谱的 类甲虫生物 正在舱壁的上方 快速地爬行着 而那些连续的碰撞声 赫然是类甲虫足之 撞击舱壁所致 看着这样的一幕 大家眼瞳皱缩 心早已经是悬在了嗓子眼 不由分说 手中枪械的弹药 悉数喷涌而出 尽数打在了那甲虫生物的身上 不同于之前那头昆虫生物的脆弱 这头甲虫生物的防御力 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 无坚不摧的热武器 此刻显得那般无力 密集的弹火轰击在甲虫生物的身上 竟是紧紧擦出大片刺眼的火星 没有造成任何的损伤 但这一举动 触怒了甲虫生物 在舱板上 以肉眼难以跟上的速度 快速爬行 逼近 退 有人慌乱了 弹夹见底 换弹之际 所有人暴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 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枪械 显得格外的慌乱不堪 声音很快 但甲虫生物的速度更快 快到人们来不及换好弹药 已经冲进了人群 那坚硬的盔甲 竟然拥有近乎恐怖的锋利度 在人群中横冲直撞的同时 开始传来阵阵痛不欲生的惨叫 燃烧弹 苏长空高鹤一声 鹤退溃散的人群 趁着换弹的空隙 拆出一颗零弹 奋力朝着甲虫生物秩取 轰鸣声过后 冲天火焰燃起 将甲虫生物彻底包裹起来 这时 众人终于稳住了脚步 再度提起手中的枪械 火蛇滚滚 连同刚刚被这甲虫生物 衍生出的恐惧与怒火 一同倾泻出去 这一次 他们终于发现了那个 宛若噩梦般的真相 人类引以为傲 称霸地球的热武器 对这个域外生物 造不成任何的伤害 加之轻装上阵的缘故 根本就没人携带重型武器 但要见底 岌岌可危 给我死啊 许长暴怒嘶吼 却显得异常无力 绝对的碾压 犹如一座大山 压在所有人的心口 久久透不过气 几百人的地球精锐 不过是几个呼吸间 死伤过半 而所面对的 还只是一头域外生物而已 庞大到好似城市一般的巨见 谁能确定 里面会不会存在第二只 第三只 甚至是上百上千只 终于 手中的枪械变成了废铁 看着眼前周身燃着火焰的 甲虫生物心死如灰 这并不是对抗 这只是单方面的杀戮 就在这时 一声清脆到 如同水滴落杯底的名音传来 一道身影 镜子掠过绝望的众人 直冲甲虫生物而去 獠牙显露 甲虫生物伸展开其锋利异常的盔甲 朝着那道身影扑杀而去 周游看清那人 脸色大变 当即暴怒冲去 燕灵川 你他妈疯了 却见燕灵川手中 那柄原本应该 定在舱壁上的长剑 折折生辉 摧枯拉朽 不过是眨眼间 燕灵川的身体被抛飞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再无动静 这一幕 看得龙牙其余队员目自欲猎 气血翻腾之际 那甲虫生物 缓缓指下脚步 摇摇欲坠 继而从中一分为二 喷洒出大片墨绿色的枝叶 倒地暴毙 甲虫生物倒地的声音极大 仿佛有上吨重钢铁砸落一般 响起了雷鸣般的动静 看着洒了满地的腥臭之夜 惊魂未定的众人 陷入了片刻的尸神 方才 数百人的密集枪火 都没能对这头甲虫生物 造成任何损伤 如今竟然被一剑 整齐地切成了两段 恍然如梦 愈发察觉 这个文明的恐怖程度 不等众人 还沉浸在眼前震撼的一幕 龙牙众人 已然是冲到了燕灵川面前 没事吧 苏长空伏击倒地的燕灵川 满脸关心地询问 燕灵川呕出一口鲜血 随手抹去 竟然拍了拍胸前 还死不了 保护罩起作用了 替我屏蔽了绝大部分的伤害 见燕灵川没事 众人不免松了口气 独独王正眉头紧锁 眼底的凝重异常 要知道 贫护装置 可是连导弹都能格挡下来 即便身处导弹爆炸中心 也可以做到毫发无伤 仅仅跟甲虫生物对撞了一下 贫护罩竟然无法做到全部抵消 第九十三章 噩梦来了 可还不等存活的众人 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神 甲虫生物拖着半举残躯 竟然又一次站了起来 大量的绿色之叶 从平滑的切口处躺落 本该一击毙命的伤势 对这头甲虫生物而言 仿佛连致命伤都算不上 不仅如此 在这半举躯体站起来的片刻 另外半举躯体 竟也跟着活了过来 见此一幕 所有人眼瞳发生地震 无不深感骇然 这 这 一时间 经历过无数场生死大战的各国王牌 身体忍不住地发起抖来 简直闻所未闻 而且看样子 这头被一分为二的甲虫生物 两具躯体 似乎能够进行独立行动 看到如此恐怖的生命力 在场的所有人不禁遍体生寒 如坠深渊 而龙牙的众人 也总算明白过来 为什么在进入到巨箭之初 会看到有不明生物 被长剑给钉在舱壁上 限制他们的行动 迟疑中 各国众人想起了 燕灵川剑斩甲虫的场面 纷纷将手中存弹不多的枪械丢弃 拿出了先前收脚来的冷武器 正如苏长空在登陆巨箭之前的发言 此次战斗 真的变成了肉搏战 只不过 他们忽略了一点 燕灵川之所以能够剑斩甲虫 除了依靠手里的长剑以外 还有王正给予的平护照 如若不然 仅仅凭借肉身 还不等靠近 估计就已经被甲虫给撕碎了 看着眼前已然重伤冰死的甲虫 其余人也顾不了那么多 纷纷提着手中武器冲了过去 这些心外武器 确实要比地球的热武器好用太多 面对热武器 连破防都做不到的坚硬外壳 手中冷武劈砍过去 眨眼便出现了道道争獰可怖的伤势 无数的绿色枝叶从伤口中喷不而出 痛得甲虫生物连声嘶叫起来 声音尖锐刺耳 两具躯体同时开始剧烈挣扎 足之飞快摆动着 期间竟将几个来不及躲避的人 生生踩碎 渐渐的 有人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头本该游进灯窟的畜生 挨了这么多下 怎么还没有要完蛋的迹象 相反 这头畜生的力道实在太大 即便是身负重伤 行动受限严重 反应仍快到超乎预料 自己砍他千百刀 只要被这家伙蹭到一下 必被打烂身体 横死当场 有人静一不定地看着手里的长刀 又看向楚灵川手里的长剑 似乎明白了什么 奈何此时的楚灵川伤势不清 并没有加入战斗 只在一旁尽可能多的休养调息 眼见这头冰死的畜生久拿不下 有人已经开始急了 甚至将注意力 落到了楚灵川手中的长剑上 如果所猜没错的话 看来这个兵器 也有高低之分 好在众人的努力 并不是没有效果 随着伤势的加重 甲虫生物的行动 变得越来越缓慢 直至其中一半躯体 在被人一刀砍下 最后一条足之后 再也支撑不住 轰然坠地 彻底死绝 反观另一半躯体 仍在疯狂反击 草榻麻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有人累得两眼心红 气喘吁吁 一边拼命劈砍着甲虫的身体 一边嘶声力竭地大喊出声 怎料 声音引起了甲虫的注意 竟然掉转头颅 扭头看向了出声之人 一脚踏来 速度快到 根本无法进行躲避 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迅猛的激光滑破当空 轻易洞穿了甲虫的后腹 彻底搅碎了内部组织 组织指住下落趋势 甲虫摇晃了身躯 继而栽倒在地 那人贪跪在地上 喘息声粗重 一时间难以从死亡的恐惧中回神 不远处 王正举着激光枪 同样是大口喘息 看着眼前的甲虫生物彻底死亡 有人小心翼翼地上前检查了一番 当即注意到了 王正手中的激光枪 不满道 有这种东西 不知道早一点拿出来 一开始拿出来的话 我们也不至于死伤这么多人 自私的华国人 又怯懦又卑鄙 我们是在为地球而战 不是为了你们华国 拥有这么先进的装备 竟然偷偷留着自己享用 真是可恶 面对众人的唾骂 王正选择置而不问 毕竟激光枪的威力虽大 缺点意识存在 激光枪属于单发装备 而且打完至少需要五秒以前的时间 进行充能 以甲虫生物的行动速度来看 想要一开始就用激光枪进攻 完全是吃人说梦 脾气向来火爆的许长 终于有些忍不住了 果断站出来 看向最先引起口舌之争的 棒子精英冷笑道 这么愿意分享 怎么不见你们 把东西拿出来 给我们分一份 文言 棒子精英表情微变 迅速反驳道 我们这是研发不出来 如果能够研发出来 早就把技术公开了 周游擦了擦脸上的血字 结果话查 你们可以申请专利啊 这招不会玩得很熟吗 一句话 直接把棒子精英噎住 脸色瞬间涨红 还不等棒子精英出声反击 远处突然传来了喧嚣的声响 片刻过后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不计其数的虫类生物 正嘶吼着朝这个方向涌来 犹如潮水一般 攀附在舱壁上 急速前行 其中 不乏刚刚令人类士兵 损失惨重的假虫生物 还没来得及喘息的众人 见到如此震撼的一幕 不由得大惊失色 心险些都要碎了一地 眼前密密麻麻的虫巢 直接把建仓都给挤满了 足之碰撞舱壁发出的声音 就好像狂风咒语那般密集 看这样子 少说也有成千上万只 要知道就在刚刚 堪称全地球各国最精锐的王牌 所组成的队伍 仅是面对一支 就陷入了苦战 结束战斗时 伤亡率达到了恐怖的三成 引以为傲的科技 在这些畜生面前 根本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脆弱的肉体 更是如同纸糊的一般 碰之即碎 能够取胜 完全是凭借人海战术 才博取了一线生机 再看眼前 令人头皮发麻的恐怖数量 绝对没有抵挡的可能 来不及多想 众人迅速朝着后方逃去 寻找掩铁 撤退 第九十四章 活着 不行 这样不是办法 狼狈奔逃的人群中 苏长空扭头看了身后一眼 发现足以淹没一切的虫巢 正在以飞快的速度 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 照这个趋势一直逃下去 即便没有丧生虫口 怕也只会立即而死 王正终究不是素质超群的王牌士兵 早已累得气喘吁吁 连答话都难以掌口 代号为牛的徐奔 跑到王正进前 伸手揽过王正的腰 做事就要往肩上扛 王正虽说体力逐渐不支 却也没有接受徐奔的帮助 默默推开徐奔的手 继续奋力奔跑 见状 徐奔有些急了 大声喊道 都这种时候 你还在顾虑什么 如果真的死在这 踏马的你让我们这些人怎么交代 王正累得满头大汗 目光却时时关注着前方 断断续续的说了一句 还 不是时候 听到这话 一旁的周游也急得不行 什么不是时候 等身后 这群畜生追上来 都得成盘中餐 话刚出口 人群最前方 突然爆发出一阵急促的叫喊 言语中无不透露着深深的绝望 向着视线镜头远眺 后知后觉的众人 当即脸色骤变 骇然异常 只见前方建仓的拐角处 同样有大批大批潮水一般的虫群涌出 将整个建仓都给充斥挤满 连爬动都不需要 完全就是被后方的虫群推着前进 完 完了 有人看得心神俱碎 不由得停下了脚步 呆愣在原地 面如死灰 前无路 后无路 绝地无声 燕灵川眼神冷冽 破天荒咒骂一句 操 说吧 手中长剑横在胸前 做出应敌之事 妈的 跟他们拼了 眼看在无路可走 甚至于连生机也在寻不到一丝一毫 在死尽面前 所有人竟然连起可方才的绝望神情 转而被一股决绝杀意所取代 所有人手握冷武 以视死如归的姿态 怒视前方不断逼近的虫巢 反正都要死 杀一个不亏 杀两个血赚 既然这座巨舰停泊在地球的上方 那么这群呆死的畜生 逃亡到地球上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届时 对于全世界的人类 都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 既然如此 倒不如 拼着最后一条小命 能拖死一只是一只 尽可能地为人类争取胜利的资本 一群就知道张嘴嚼食的虫子 也配在劳资面前叫唤 一个体型高大魁梧的米国人 两手拎着一柄极其厚重的长板斧 看着已然静在眼前的虫巢 胸中怒气喷勃 直接咆哮出声 来啊 拉击 骂声仿佛号令 彻底激起了众人的战役 浑身血气愤张 整个人都陷入了极度的亢奋之中 并不是虫巢冲向众人 而是众人冲向了虫巢 杀 与此同时 王正依旧大口 喘息着粗气 看一眼前后即将碰撞到一起的双方 目光沉宁 低声道 就是现在 化落的瞬间 两道巨大的光圈凭空出现 直接截断了前后的建仓 更把即将碰撞到一起的人群 跟虫巢解开 没来晚吧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听到光圈内部传来了一道询问 紧接着 巨大的钢铁手臂探了出来 徐奔看得身体剧烈一颤 玄机万分诧异地看向王正 超越者 王正抹一把额头的汗水 纠正道 是超越者 鸡群 随着话语脱口 光圈内部的超越者 一架接一架地走了出来 有的挺立于地 有的悬于高空 不过片刻时间 前后已然被巨大的钢铁机甲锁不满 而且 超越者仍在不住地进入 无间断绝 这 所有人看着壮观庞大的超越者鸡群 陷入了短暂的尸神 同时 心底一股震撼 油然而生 眼前超越者的数量 绝对超出了 曾经南海震慑战 以及华国保卫战 两场战役的总和 看其外表 这些超越者 似乎已经进行了优化处理 性能比至以前要更加强大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王正将从 和尔玛人手中缴获来的机甲 与初代超越者进行了整合 从而制造出了 现如今的超越者二代 重巢的行进速度 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继续朝着前方扑杀而去 面对突然出现的超越者鸡群 甚至连半点迟疑都没有 血口开合 犀利的叫声响彻建仓 开火 带到重巢破镜 超越者手臂上的器械快速分解重组 两台冰冷的粒子光炮 硬然出现 结结结结 魂族 阿布 虫朝中已然有数只行动 迅捷的昆虫生物 扑杀到了境前 沿着舱壁纵身一跃 直奔超越者而来 反观全部的超越者 并未刻意针对某一只昆虫生物 而是齐齐将手臂上的粒子光炮 对准了前方 听到有指令下达 叙事已久的炮筒中 突然发出嗡鸣 继而隐隐有什么 在飞速震动 一道耀眼的光芒 从中心处亮起 短暂的蓄能过后 宛若雷电一般的光柱浩荡奔腾 与其他光柱汇集到一起 朝着前方轰然射去 煞时间 整条剑舱都被白光充斥 轰鸣声在耳畔久久回响 继而超出了耳朵所能承受的极限 转作阵阵尖锐的名音 狂风 雷奔 眼前只剩一片白光 再看不到其他任何踪迹 所有人痛苦地闭上眼睛 捂着耳朵 瘫跪在地上 不知过了多久 剑舱内的狂风散去 一切归于平静 所有人颤颤巍巍地起身 抬头看去 只见全部的超越者 悬停于半空 背后火焰喷勃 发出剧烈的嗡鸣声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声响 众人有些迟疑 开始向着前后张望 而前后的剑舱一片空荡荡 哪里还有半点重巢的踪迹 所有人不由得愣了一瞬 难道 之前是在做梦 剑舱的角落 一堆堆零散的碎肉灰烬混在一起 诉说着此地过往的争鸣 直至此刻 所有人的脑海中 不约而同地浮现出 方才超越者鸡群 一同喷射激光的壮观场面 又一次陷入尸神 这时 人群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 扭头看去 发现华国的龙牙小队 簇拥到一起 将王阵高高拖起 然后抛向半空 落下 再度抛起 赢了 最重要的是 还活着 第95章 深入探索 就在众人庆幸捡回一条小命的时候 报警东不合时宜的话语 从龙牙小队的独立频道中传来 你们在这高兴的锤子 真是让人看不懂 经过初步验算 这艘星际巨舰的面积 高达530万平米 也就是接近8000亩 就你们目前所在的位置而言 跟站在人家门口 没什么区别 闻得此言 龙牙小队 劫后余生的喜意消散 被一抹凝重取而代之 这才不过处在巨舰的边缘位置 如此庞大的内部空间 谁敢保证里面不会存在类似于这些昆虫生物一样的东西 最需要注意的一点 单单从这艘巨舰来看 建造它的文明 必然从方方面面都要碾压地球文明 连这些超级文明的主人 都没办法彻底消灭它们 更何况是自己这些原始人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这艘巨舰极有可能已经被昆虫生物所侵占 也就是说 巨舰原本的主人 也很有可能已经全部丧生在了昆虫生物的口中 想到这里 龙牙小队12位成员的脸上 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宿木神情 看一眼广袤辽阔的建仓 心中竟然泛起了一丝犹豫 第一种可能 这座巨舰内部已经没有活性生物存在 变成了一座死舰 第二种可能 这座巨舰的内部空间足够大 许多未知生物大概率聚集在一起 或者是被巨舰主人封印在某些地方 无法随意行动 如果是第一种可能 那这对地球将会是前所未有的机缘 只需将这座巨舰征服破解 地球文明必然会呈现突飞猛进的姿势 大幅迈向更高等文明 可怕也怕再出现第二种可能 毕竟那群畜生的可怕 大家都有目共睹 一旦流落进入地球 对全人类必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继续探索还是就此撤离 亦是成为两难之选 仔细权衡过利弊之后 众人还是倾向于继续探索 毕竟存不存在昆虫生物还是未知 这座巨舰却是实实在在地摆在自己眼前 眼前有一座金山 压下去可能会塌方挖死自己 试问有谁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座金山 有句老话 富贵险中求 更何况 头顶还有势头威猛的超越着鸡群 未尝不能有一战之力 苏长空看一眼还在沉默的队员 又看了大汗淋漓 显然还没有休息过来的王正一眼 出声问道 大家的意思呢 周游满不在乎地伸了个懒腰 这么个大宝贝摆在这 还能说走就走 陆王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说道 就算不继续探索 任由这玩意儿悬在头顶 心里也会不舒服 况且 这里面还有什么水也拿不准 万一跑出巨箭 后果难以想象 其余人没有说话 却也对二人的话表示认同 见众人的画风一致 苏长空便不再多言 把目光放到了王正身上 王正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呼出一口浊气 从地上缓缓起身 走吧 跟其他国家的精锐队伍相比 龙牙小队确实太过谨慎了些 当众人决定继续前进时 绝大多数的队伍 已经动身走出了很远 当然 此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出自华国 毕竟现在的华国科技进展 过于迅猛 猛到已经跟地球上的 其他国家不处在一个层次了 这就好比一群 刚懂得玩火的猩猩 还没来得及学会 怎么去把食物烤熟 其中一头猩猩 突然动手整了一桌满汉全席 而这桌满汉全席 所有猩猩都在吃 吃得很香 吃得很饱 生活水平嘎嘎上升 可归根结底 会做的 就会重新回到玩火之前 并且 这头猩猩 因为会做满汉全席 那么以后 这将成为他最有力的底牌 谁敢招惹他 便会失去上桌的资格 吃叫什么 一票全 谁可以吃 在哪吃 吃什么 全是他说了算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其他猩猩 就只剩下了两种选择 一种是跪舔 他让你吃 你有的吃 另外一种 就是你也学会满汉全席 而眼下 机会来了 王正关掉手中的热源赶测 边走边说道 尽可能多的观察四周 之前那些家伙 跟虫类结构几乎相同 体表温度与环境一致 热感监测不出来 只能靠肉眼来辨别 对于王正的话 众人自然是笃信不疑 当即应声道 明白 龙与虎 苏长空跟许长两人 走在队伍的最前方 注意力悉数落在正前方 楚灵川独自跟在队伍最后 用来应对后面的紧急情况 而王正则被护在队伍中间 前后左右 截备很好的保护了起来 至于头顶的超越者机群 全部停留在原地等待 虽说让他们进行探索 会更加迅速便捷 可这座巨舰的科技程度太高 很难保证这些超越者 不会引起巨舰内部的防护措施 为了保险起见 只能依靠人力探索 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的路程 所有的队伍几乎都已经走散 视线之内 很少再能够看到其他队伍的踪迹 走到一处颇狭小的建仓外时 走在最前方的苏长空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迅速抬手指住了队伍前行的步履 停下的瞬间 所有人都嗅到了一股浓烈的血腥味 扑鼻而来 朝前小心走出几步 恰好看到狭小建仓的角落 横七竖八摆放着一堆冰冷的尸体 好像是像国小队的人 周游的眼力极吼 一眼便认出了 这堆尸体身上所穿的服装来自何处 闻言 其余人不免暗暗吃了一惊 仔细数了一下人数 似乎像国小队的人已经全都在这了 见此一幕 所有人神色宁起 目光沉下 能够被国家选中 前往巨舰进行探索的 绝对不会有等闲之辈 少说也是人类中的佼佼者 能够悄无声息地覆没在这间狭小的建仓内 足以说明 此地蕴含着极为恐怖的东西 可左右没路 不走这里的话 就只能原地返回 重新选一条路前进 苏长空没有丝毫犹豫 大手一挥 说道 撤 此地凶险 连一队王牌都全部惨死 相比自己强行闯入后的结果 也不会好上多少 与其投铁倒不如另辟蹊径 第九十六章 与心外生物对话 其余人没有任何意义 十分顺从地点头返回 就在所有人迈不动身的时候 位于队伍中心的王正 突然身子一颤 整个人便直接瘫了下去 一旁的路王眼急手快 立马将王正掺在了怀里 突如其来的状况 吓了其余人一条 连忙询问道 怎么了 路王抱着王正不明所以 前辈的苏长空来到镜前 正准备做些什么 手却刚好出过王正的鼻尖 略做停留 苏长空脸色大变 继而整个身体陡然颤抖起来 目光呆滞的抬头 看了焦急不已的众人一眼 没 没呼吸了 话出众人错愕 周游嘴角剧烈抽搐着 难以置信道 不可能 老子不信 转身的功夫 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况且 其他人怎么没事 就在这时 王正的额头处 有一个清晰的血洞出现 往外鼓鼓冒出鲜红 刹那间 所有人迅速反应过来 请剑 有东西在附近 狭小剑舱内 无数体型 仅仅只有指甲盖大小 却能够完美隐匿在舱壁环境 模样酷似螳螂的生物 正紧紧盯着严阵以待的众人 两条犹如弯刀前臂奋力一阵 面前的空气被瞬间压缩 化作一颗微小且无形的气流子弹 朝着前方飞射而去 啪的一声 气流弹破了个空 狠狠撞在了舱壁上 坚实厚重的舱壁 当即出现了一个颇为深邃的凹痕 零散的攻击过后 所有的堂王生物都看了过来 数不清的气流弹尸而出 化作一片咒语 飞扑过来 身陷被动的龙牙小队不敢逗留 抱着王正的尸体 迅速后撤 有趣 真是有趣 一阵声音将王正吵醒 王正悠悠醒来 额头有股钻心的疼痛 旋即陷入沉思 刚刚自己的脑袋 感觉好像被什么撞到 然后就感觉整个脑袋 好像要炸开一样 紧接着便失去了意识 看样子 应该还没死 还在思索着 王正这才注意到 此时的自己 根本不是在记忆中的建仓内 身边更是空无一人 经历中 突然看到 眼前一个类人的生物 正坐在不远处的座椅上 含笑地看着自己 见王正的目光投来 那类人生物摇摇头 说道 恭喜你啊 这个星球的原住民 你已经死了 听到类人生物的话语 王正的嘴角微微抽动几下 你这家伙 说话可真好听 真是令人羡慕的种族 想不到在这种偏僻的星系 竟然还存在这样的种族 那类人生物目光灼灼地看着王正 满是兴趣 两久 类人生物叹一口气 我是长家新域帝国的 第二舰队 复舰护卫舰的舰长 在一次执行任务中 遭遇重巢 被迫按下启动空围跳跃 无意间来到了你们的星系 王正听得一愣 更有些诧异 强如这般 竟然还只是第二舰队 一艘复舰的护卫舰 这跟自己上一世 所听说过的那些顶级文明相比 也不遑多让了 饶是如此 竟然依旧被所谓的重巢 冲杀的如此无助 这么恐怖的种族 为什么自己上一世从未见过 甚至连听闻都不曾听闻过 回忆华国万年历史 在这个年代 似乎大众还不曾真正接触过外星人 可自从自己来到这个年代以后 已经连续两次有外星文明 暴露在世人面前 莫非是自己的到来 改变了历史轨迹 似乎是察觉到王正的一样 累人生物笑笑 虽是不甘却也无可奈何 不过看来 这次也并非全是坏处 听到这里 王正眯起眼神 什么意思 累人生物笑道 我要送给你们这颗星球一份礼物 一份能够走出星球的礼物 王正没有开口 保持尖默 文言 累人生物哈哈大笑 突然仰手露出腹部一处触目惊心的伤口 与其说是伤口 不如说是一个贯穿身体的大洞 大洞的边缘有一抹绿色的光运 正在为其疯狂地修补着伤势 只是不知为何 这抹绿色光运的修复速度 远远不及伤口恶化的速度 使得累人生物 正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走向死亡 却又无可奈何 我知道你在顾及什么 我命不久矣 不必担心 看着王正的目光不断变化着 累人生物继续开口说道 你要知道 现在的你已经死了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王正摇摇头 是一类人生物这个玩笑 并没有逗笑自己 累人生物答非所问 镜子问了一句 你觉得科技重要吗 王正下意识地点头 当然 在王正的认知中 科技一贯位列人类文明的首位 每每文明动辄 不外乎都是一场巨大的科技革命 累人生物似是自嘲般的一笑 既然科技这么重要 那为何你这已死之人还活着 而我这将死之人 却回天乏术 随着王正的神情恍惚 累人生物继续开口 科技之上 存有精气力神四大吉道 我等文明本以为只是谣言 不曾想 今日一见 竟然是真的 精气力神 王正听的诧异 不明就理 意志 气场 体魄 灵魂 类人生物一字一顿 面容严肃 缓缓开口 你可知道 你们这个种族 存在着令多少心欲及文明 趋之若物的东西 王正仍旧有些茫然 心开始不受控制地乱跳起来 什么 什么意思啊 难不成前世地球的覆灭并不是因为自己研发出的曲线跳跃装置 而是另有引擎 类人生物叹一口气 科技重要不假 但在这些科技文明之上 还存在着一种极道文明 远远凌驾于科技文明之上 科技顺应规则 极道制造规则 而你们这个种族所存在的 赫然是多少个星云文明 都不曾见过的一种特有的极道文明 神 精气力神中的神 换句话说 其他文明中的生物 身体覆灭 便是真的消失了 而地球人 却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形态 短暂存在 王正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 在古华国传说中 再平常不过的灵魂 到了类人生物口中 竟然是这般特殊的存在 而且这些东西 即便是八千年后的地球 自己竟也从未听任何文明的生物说起过 想到这里 王正的脸色 愈发变得古怪了起来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科技修真 第97章 死了 又好像没死 看着王正陷入沉思 类人生物陡然笑了起来 说道 不过也不要把这件事 想得过于离奇 毕竟想要变得强大的基础 永远都是科技 这就好比某个物质的特性一样 只有加以利用 才会发挥作用 否则只会是一摊烂铁 说到这里 王正很快便明白过来 不同物质 拥有不同特性 举个例子 比如金属银和金属铁 同为金属元素 二者的融废点 延展性却大不相同 且反应特性也截然相悖 一如存在于不同文明的生物 虽说都可以称呼为人 却也存在着不同的差异 外貌 智商 肉体 思维等等 如此看来 灵魂便是地球人的独有特性 虽说文明与文明之间存在区别 有一点却是相同的 寿命有限 长短而已 在未来已经得到证实 任何物质都有着衰变期 不会有永恒的物质存在 长生这种事 完全可以看作痴人说梦 但是对于宇宙中 极少一部分的顶级文明而言 却可以实现另类的伟长生 伟长生 抛弃肉体 保留意识 通过强大的科技文明 将人的意识拷贝下来 即便是日后本体消亡了 依然可以借助读取拷贝的辈分 实现某种意义上的长生 不过这种伟长生 是存在很大争议的 甚至于拷贝的意识与本体 是否属于同一个人都无法笃定 这就好比游戏里的存档 待到人物死亡以后 游戏进度并不会回到死亡之前 而是会回到你存档的时间 拷贝的意识同样如此 仅仅只会保留到拷贝时的记忆 至于拷贝完意识之后的记忆 则不会留存半点 理论上讲 拷贝意识是可以无限重复的 也就是 当载体即将毁灭时 可以继续选择拷贝意识 接而转接进入下一个载体 可实际上 在许多强大的文明中 有的生物在进行过五次以上的意识转接后 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消亡 原因无它 一次次的意识拷贝 就好像一次次的视频转载 画质会变得越来越模糊 与本体时的意识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以至于转接了一定次数后 意识已然变成一堆凌乱的代码 所以 意识转接才会被称为伟长生 而类人生物口中所谓的灵魂 与意识大致相同 却又有本质上的区别 一个是备份 一个是元件 不同于意识需要拷贝 灵魂可以完美地从一个载体 传输到另一个载体中去 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的消耗与折损 也就是传说中的 真 长生 在类人生物的印象里 许多高等文明都可以做到拷贝意识 实现伟长生 却因为不具备灵魂特性 无法做到真正的长生 只是没想到 在误打误撞下 竟然碰巧在如此贫瘠的渺小星系中 遇到了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文明特性 类人生物看向眼前的王正 笑意怎么也止不住 不禁开始摇起了头 多么完美的特性啊 可惜你们太弱了 弱到根本没办法掌握这种特性 只能任由其白白浪费掉 说着 类人生物的画风一转 伸手指向王正 不过 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你是这个星球的人 却又不像是这个星球的人 闻得此言 王正眼瞳骤然缩成脉盲 浑身开始不受控制的颤抖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照对方的话语所说 那么自己从未来回到现在 并不是因为意外 更不是因为巧合 王正的心神一时有些澎湃 呼吸更是变得急促起来 一个可怕的猜测 从脑海中浮现 自己被人当成了小白鼠 目前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有人在暗中操控罢了 如若不然 前段时间的荷尔马星人事件 该怎么解释 去件事件又该怎么解释 要知道 在自己的那个时空中时 地球文明首次正面接触外星文明 还是在两千年后 地球文明正式卖出太阳系之后的事情了 而因为自己的到来 使得这个时间足足提前了两千年 见王正愣在原地 累人生物笑了起来 现在见体内的虫族不够万许 对你们种族的文明来说 已然是灭顶之灾 临死之前 你们给了我一个惊喜 作为回报 我也送你们一份大礼 说着 根本不给王正反驳的机会 抬手指了指不远处 一具安静的躯体 至于这个 是我单独送给你的 在这个种族中 你是最令我眼前一亮的家伙 这具躯体啊 长家新人露出怅然 却没有再说下去 王正脸色陡然苍白 迟迟没有说出话来 原来刚刚他没有开玩笑 自己真的已经死了 祝你好运 蓝新人 累人生物微微一笑 大陷将至 缓缓将王正的灵魂 推送进那具全新的躯体内 做完这最后一步 刻然尝试 一阵黑暗之后 王正再度醒来 看着周遭陌生的环境 看到了座椅上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的 长家新人 嘴唇紧敏 没有出声 这一天 带给自己太多太多的冲击与震撼 什么东西看清了吗 龙牙小队掩护着王正的尸体 一路从狭小建舱里退了出来 苏长空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紧张注视着四周 唯恐再出现些不易察觉的恐怖 来到一处经过排查的安全地带后 众人停下脚步 顾不上喘息 第一时间围向王正 此时王正的身体已经僵硬 全然没有了半点生机 十二人围成一个圈 拳头握得紧紧的 低头漠然 气氛陷入死寂 死都为什么不能是我们 徐奔奋力一拳 砸向旁边的舱壁 言语中无不流露浓浓的自责 明明最凶险的时候都平安度过了 为什么会栽在这样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 作为地球科技文明的领军之人 折在这里 对华国 对世界都将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即便是从巨舰上 获取再多资源技术 恐怕也无法造就第二个王正了 一时间 悲伤的气氛蔓延开来 所有人表情沉重 机遇落泪 干什么呢 极度的悲痛中 有人从背后拍了拍周游的肩膀 周游十分厌恶地抖了抖肩膀 这时 一个脑袋从身后凑了过来 周游皱起眉头 扭头看去 顺势痛骂出声 在见到面前那张脸的瞬间 话语卡在嘴边 再也说不出来 千言万语 汇聚成了结结巴巴的一句 王 王正 第98章 科技负责 面对已经精道呆住的周游 王正继续往里面张望 这是在干什么 周游俩眼瞪得溜溜圆 表情说不出的惊恐 看看地上的尸体 再看看面前的活人 生死恶战 都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的周游 头一遭感到无比的骇人 妈了 头皮发麻 地上死的是王正无疑 可眼前活蹦乱跳的家伙 又是哪位 周游的怪异举动 终于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齐齐扭头看去 抬眼的瞬间 看到的却是满脸无辜的王正 煞时间 全场死记 你 所有人精益地看着王正 表情更是说不出的精彩 使劲揉了揉眼睛 确认地上的尸体 就是王正后 再看向活王正的眼神中 多了几分惶恐 尼玛 见鬼了 徐奔抬起手 朝着王正的胸口来了一拳 发现触感无比真实 苏长空指着地上的尸体 惊奇道 这也是新科技 周游连忙接过话茬 快 给兄弟们都整一套 踏马的能保命 这也太掉了 王正无奈抚眉 说道 别太高看我 却是没到这妖牛逼的程度 周游心里的疑问 依旧没有解开 继续追问道 那你这是 死了还是没死 许长一巴掌 拍在周游的脑袋上 怒声骂道 不会说话你就闭上嘴 什么死而没死 周游吃痛 转身还了许长一脚 难道你不好奇 许长语气一致 目光灼灼地看向王正 方才王正 可是当着众人的面 被不明生物袭击 脑袋直接被冻穿 连同脑神经 一并受到了致命损伤 况且 尸体就摆在眼前 怎么就能好端端 又跳出了一个活王正来 王正没有隐瞒 将与长家新人交谈的经过 全盘拖出 听得众人精神咋舌 直到王正讲完 众人仍是沉浸在 浓浓的震惊中 一时无法回神 不知道过了多久 苏长空才悠悠说了一句 匪夷所思 虚惊一场过后 众人叫之前 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准备换条路 继续向前探索 还不等众人行动 王正突然伸手拦下了众人 毕竟从那个 长家新人意识消散的 那一刻起 这座巨健的科技文明 已经被当作 继续送给了地球 也就是修仙小说里 即将生死到消的巨博 在最后时刻 散尽全身修为 将全身灵气归还天地 福择众生 灵气会变浓 科技基础 自然也在无形增长 此时的地球人 或许察觉不到 但在日后 长家新人的科技文明 一定会对地球文明 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所以 探索巨健 已经没有任何的必要了 只会白白徒增伤亡 最应该做的 还是派驻军队 尽可能地 与巨间内部的域外种族抗衡 不过在离开之前 有件事必须非做不可 周游指了指地上的尸体 看着王正问道 这玩意儿咋办 王正外部走向那间狭小建舱 头也不回地说道 送你了 回家找个地方摆上吧 周游眉头一挑 骂骂咧咧道 屈你马得 眼看王正就要走进那间 宛如噩梦一般的建舱 众人赶忙出声阻止 苏长空更是一把 按住王正的肩膀 声音急促道 你疯了 你忘了 你刚才是怎么 话语戛然而止 死的两字 被苏长空硬生生憋了回去 刚才是怎么死的 这句话听着着实有些古怪 王正没说话 默默从怀里 掏出了充能激光枪 礼尚往来 站在建舱门口 举枪扣动扳机 明亮的光束击视而出 直奔狭小建舱 眨眼便撞向了舱壁 力道竟然没被抵消 反而在建舱内疯狂地弹射起来 又是一枪射出 两道光束 如同两条贪吃蛇一般 在建舱内游走起来 那些个指甲盖大小的神秘生物 连躲闪的机会和空间都没有 悉数被不停弹射的光束吞噬殆尽 与此同时 悬浮在地球上空的巨大星件 突然洒落了大片的光斑 宛如一场大雪斑 飘飘洋洋地洒向大地 见状 世界各国无不脸色大变 神情瞬间紧绷起来 火速要求查明 这些光斑是否具有威胁 经探查 发现这些光斑 仅仅是一些细碎的光点 无法捕捉 却也造不成任何的影响 就在地球方面 暗暗松了口气的时候 进入巨界内部的各国小队 先后传出了消息 开始汇报情况与收获 当得知舰内存在 领先地球无数倍的先进科技后 举世轰动 全球各国当即掀起了滔天海浪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 这是天上掉满汉全席 有人跳悬崖 凭借捡来的一本武功秘籍 就能成为天下第一 而摆在世人眼前的 这可是一座超级文明的智慧结晶 加以摸索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实现地球文明 迈向星际文明的重大突破 一时间 世界各国沸腾了 甚至于开始集结军队 准备强势入住巨界 收获如此巨大的宝藏 各国已然兴奋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就连汇报中提及的巨界内部 存在大量不明生物的消息 也被抛之脑后 殊不知在世人狂喜的同时 那些光斑已经飘落在地 无声消融 在世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长家新人为地球送上了一份 厚重到难以想象的界面里 科技包子 只是世人的注意力 全都不在这里 悉数被巨界内部的情况所吸引 尤其是在巨界边缘位置 发现的那些冷兵器 直接被接手的国家 认定为了绝密及至宝 着手展开科研团队 进行才智破解 就在世人对巨界如火如荼的 进行挖掘时 华国龙牙小队 成为了第一支 从巨界撤离的队伍 也是为数不多 没有出现死亡率的队伍 回到地面后 王正连同龙牙小队的众人 简单对巨界内部的情况 做了汇报 同时将得到的装备 一并上交 华国自然也不会放过 这样的机会 同样开始对手里的装备 进行研究 作为科研界领军人物 这个任务 自然就交到了王正的头上 对此 王正兴趣缺缺 还是那句话 自学不如人教 科技负责以后 这些东西 根本不需要公关 就可以轻易获悉了 而目前最令王正关心的问题 是他刚刚听到了一个最新消息 苏家老爷子 苏阔海病重 机遇亡故 第九十九章 血光之灾 哦吼吼 这大门可真气派 哇咔咔 这院子可真不小 呦呵呵 这甲山可真逼真 苏家园林 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 左看右望 发出几声由衷的感叹 远处一个身穿堂服 不怒自威的中年男人 瞥一眼那好似憨傻的青年 旋即看向身前人 医生问道 这就是你出去一个月 好不容易才请回来的神医 苏家细分三脉 这位中年男人 便是苏家文脉的家主 苏振廷 千真万确啊 苏北点头如捣蒜 指着远处的青年 笃定道 如假包换的神医 说着 苏北突然就兴奋起来 边说边比话 那简直就是妙手回春 死骨更肉啊 不说无敌也差不多了 苏振廷额头不满黑线 脸色再度沉凝几分 再三看了那青年几眼 欲言又止 许久之后 无奈说道 臭小子 我且就信你这一次 要是你想着胡闹 可就别怪我不顾父子情面了 明白明白 苏北笑着应声 随即转身挥手 招呼远处的青年 大 张哥 快来 青年文言 收起了观望的眼神 朝着苏北迈步走来 苏振廷听到了苏北 改口前脱口而出的话语 竟得微微有些错愕 连忙问道 你叫他什么 大哥 苏北善善一笑 含糊道 口误 口误 苏振廷冷哼一声 甩袖离去前丢下一句 趁早带他去正堂等候 你大伯三叔的两脉 也都带了中医民宿 已经开始着手 准备为老爷子把脉问诊了 带着苏振廷离去 苏北赶忙小跑到张德杰身前 大哥 走吧 两人穿过园林取静 眼前豁然开朗起来 一桩极具古风的隔雨 映入眼帘 看得张德杰忍不住的惊叹 哇 别挖了 苏北苦着脸 看向张德杰 大哥 我家的人比较多 我呢 更是身轻言威 肯定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到时候 大哥 你千万千万记得严多必失的道理 别跟以前似的 动不动就按着别人脑袋 吵吵着要削人 张德杰如小鸡灼般疯狂点头 知道知道 你莫要啰嗦 苏北还想再说什么 身前突然传来一道声音 苏北 你还知道回来 寻声看去时 看到一身形 修长的年轻人 暴毙 站在大堂门前 正居高临下的邪逆张德杰 随即就毫不掩饰地吃笑出声 细血道 苏北 你找的神医 该不会就是他吧 苏北索性不理那个骄狂的年轻人 轻声跟张德杰解释道 大哥别生气 这我堂弟苏南 年纪太小了 不懂事 张德杰又是一阵点头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说吧 苏北领着张德杰越过苏南 竟自迈入正堂中来 出到正堂 气氛急转直下 正堂里坐满了人 皆是表情肃穆 一言不发 所有人在听到门口的动静后 齐齐转头看来 在看到苏北 以及衣衫朴素的张德杰后 脸色愈发阴沉了几分 如此压抑的场面下 张德杰神色淡然自若 抽动鼻子 轻轻嗅了几下 说道 龙咸香的味道 才大气粗示好 苏北 领朋友来就去旁处 大唐是供你跟朋友玩乐的地方 一坐在梨花木椅上的中年男人 皱着眉头 开口斥则道 还不等苏北解释 苏南抢先跑了进来 大声说道 这可不是苏北的朋友 这是苏北请来的神医 顶级神医 经此一言 所有人的目光在变 坐在梨花木椅上的中年男人 看了张德杰一眼后 立即扭头 看向坐在自己身旁的苏振廷 质问道 振廷 这是你的意思 苏振廷也是一脸的古怪神情 冷冷看向苏北 质疑眼神示意 苏北心领神会 将张德杰往前推了一把 开口说道 回大伯的话 此人名叫张德杰 确实是侄子不辞劳苦 寻来为曾祖治病的医师 苏振堂眼神有些冰冷 将视线移到张德杰身上 在细细审视一番后并未言语 角落中一个打扮艳丽的女人 小跑而来 扯过苏北 小声叮嘱道 小北 你在这胡闹什么呢 这种场合 你怎么还敢乱来 赶快出去 向来怯懦的苏北 竟是一反常态 质地有声道 我没胡闹 这就是我找来的医师 笑话 此时又有人走了出来 侧过身看向正堂身处 一张大椅上的瘦小身影 那瘦小身影 穿着一件合身袖袍 看上去不过六七岁的年纪 以至于坐在椅子上 两条腿都够不到地 只能凭空荡来荡去 只见那人指了指 瘦小身影 朗声说道 这位小先生 乃是当时名医张重循的 清传弟子 眼下张神医 正在内堂行医诊治 何须你这个烂鱼充数的货色 在这招摇撞骗 面对众人质问 张德杰仍是那副平静模样 不曾开口 毕竟质疑这种事 自己见得多了 罢了 眼看着众份群起 苏震堂挥手指出众人话语 看向张德杰 出声说道 看在苏北的份上 我且信你 是位治病救人的医师 你说 你是中医 想必忘文问切意图通熟 我就坐在这里 你可能从我脸上看出什么 苏北紧张兮兮的来到张德杰身旁 小声说道 大哥 文状啊 这位是我大伯 也是苏家的化石人 未来的家主之位板上钉钉 千万千万记得 之前我跟你嘱咐过的 张德杰尖声 看着威严的苏震堂 语出惊人道 你呀 近日有血光之灾 一语出 全场死寂 无不瞠目结舌 只听得扑通一声 苏北瘫坐在地 继而门口处 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 苏南笑得捂住肚子 眼泪直流 边笑边说道 好一个神医啊 要不说你是神医 我还以为是神算子呢 看个病 连血光之灾都看出来了 别说你是妙手回春 你这应该是神机妙算啊 苏震停默默叹息 摇头不语 在全场哗然下 张德杰智若网闻 还以为是苏震堂 没有听清 紧接着重复了一遍 我说 你有血光之灾 第100章 尴尬的重逢 简直胡闹 苏震堂忍无可忍 重重一掌拍在扶手上 看都不看张德杰一眼 愣向苏北怒不可恶道 平日你行事交纵也就罢了 这种时候 你怎能再做这些儿戏事 轰出去 都给我轰出去 贵为国之重器的苏家老祖的苏阔海 就及复发的消息 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两个月前突然病倒 整个人都时昏时醒 寻常哪怕最为精密的西医仪器 也检查不出什么端倪 眼看老爷子气息越来越弱 苏家三脉家主一起下令 要在整个华夏求取名医 凡是能为老爷子回春者 必有后报 名医是什么样 或许不曾见过 可绝对不会是 这一般年轻且不修蝙蝠掉锒当的模样 寻常中医动辄数年 乃至数十年的苦修 才方有建树 他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能有什么本事 方才心里竟然还真的生起一抹奇迹 真以为这个青年 能给自己带来惊喜 这时 坐在年幼道童 轻轻跳下大椅 虽是年幼举止 却极为老成 先是朝着苏震堂深深作一 旋即不紧不慢地开口说道 苏家主这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信不过我家师尊 找了个孤名钓鱼的假货 来惹我师尊不悦 苏震堂勉强陪笑 说道 小先生严重 此事时 乃我家侄子乱来之举 望小先生莫怪 面对苏震堂的暴怒 苏北硬着头皮还想争辩 坏来的却是苏震堂 更为愤怒地咆哮 出去 苏震堂默不作声 闭着嘴静坐在一旁 满是痛心疾首 这一次 苏北真的是太过了 苏南满脸的幸灾乐祸 临到苏北身后 凑到耳边轻声说道 这也叫神医 他要是能治病 我去吃食好吧 说着 人群中竟自走出两个体型 魁梧高大的壮汉 拦在苏北面前 做事就要去赶张德杰二人 苏北极的满头大汉 还想着如何解释时 张德杰突然往前走出几步 彻底来到了正堂中 见状 两个壮汉亦是前踏一步 各自扣住了张德杰左右的肩头 请你出卷 苏震堂的脸色已是阴沉如水 见张德杰如此明顽不灵 彻底失了耐性 怎料张德杰里也不理 看向那老装持重的年幼道童 出声问道 我闻这味道 似乎是藏当归 看来令诗诗想主要欲 以身受补 说吧 张德杰轻轻正开二人的束缚 在旁人惊异的目光中朝前迈步 回头看一眼已经愣住的苏北 倘若无人地问道 你家老爷子方不方便 叫我见上一面 放肆 苏震堂气得脸色铁青 书弟起身 把这人给我拿了 就在这时 那堂有人夺步 缓缓走了出来 见到来人后 苏震堂也不由地压下怒火 先行朝那来人看去 年幼道同乖巧地来到老者身前 恭敬地道一声 师尊 来人正是华夏名医 张重巡 张重巡一手悬于胸前 一手背在身后 长山得体 颇有些高人风范 苏震堂与苏震堂兄弟二人 一改方才的威严模样 快步来到张重巡面前 询问道 张老 可曾医治啊 张重巡撵动胡须 冷哼一声 把整问脉不是意识 你等在外喧哗 我如何能静下心来 闻言 苏震堂兄弟二人皆是脸色一变 事关苏家家主 绝不容有半点戏 二人迅速将视线落到张德杰身上 苏震堂微微叹一口气 不再说话 苏震堂看了苏北一眼 朝着两侧的几人招了招手 张德杰自然明白苏震堂的意思 趁着两侧的人还没行动 赶忙说道 不用送了 我自己有腿 一旁的苏男抱毙还凶 施讽道 让你滚 就是对你开恩了 赶来苏家行骗 下次见到你 小爷打断你的狗腿 苏北有心反驳 可碍于苏震堂的威严 指得低下头 略做迟钝 还是选择大步追上了离开的张德杰 此时的苏震堂 哪里还顾得上张德杰 迅速迎向张重巡 低声问道 张老 如何 张重巡没有开口 只有些凝重的摇摇头 苏阔海的病症颇深 属于积攒在体内多年的病根 如今爆发 枕制起来 着实有些棘手 不过 张重巡看着张德杰远去的背影 眼底一抹轻蔑浮现 自己这名医的身份 可是实打实的 放眼整个华国 医术能出自己之诱者 绝不会有一手之术 毕竟在这个西医大行其道的时代 中医早已经没落 甚至是传承都断绝严重 曾经在历史上大放一彩的中医普典 更是都不知道 遗失在了那一段的时间长河中 这也就导致中医一脉 能够学习的东西越来越少 出师也就越来越难 自己在中医顶流圈里 只能说 还是个年轻小伙 而能在医术上胜过自己的人 不是华发老丈 就是盘山老狱 总之 绝不可能是这种年纪轻轻的家伙 二十来岁就能行医 在自己看来 唯有四字概述 无稽之谈 苏库海的病 连自己都有些束手无策 更别说 你这种孤名钓鱼的无知小辈了 这时 有人急匆匆跑了过来 凑到苏震堂的耳边 轻声说道 王正来了 听到这话 场上的其他人 不由地变换了一下脸色 下意识地挺直了几样 王正的名声 着实响亮至极 如今放眼整个华国 乃至整个世界 都未尝没找出一个 能比王正还要想的名字 况且 王正头上 还顶着苏家准女婿的头衔 如今苏库海重病 王正前来探望就是有心 自然要好生迎接的 还不等众人动身 王正就已经出现在了门外 迈步走进庭院的瞬间 刚好与即将踏出庭院的张德杰 擦肩而过 嗯 王正回过头 看向张德杰 毫无意外 王正把张德杰 当成了为苏阔海看病的人 见张德杰离去 还以为已经为苏阔海医治完成 便开口问道 这就要走 看来苏老爷子的病已经没事了 张德杰怂怂间 失笑道 有事没事不清楚 我是被苏家人赶出来的 赶出来的 王正有些诧异 疑惑地 看向庭院中的苏家众人 第101章 小心眼 走了走了 我这个外人 舔着脸给人家治病 都有些下见了 张德杰 冲王正挥了挥手 做事准备离去 王正哪里肯让 一把拽住张德杰的胳膊 顺势就拉回了庭院 冲着不远处的苏阵廷喊道 苏老哥 这个牛比的神医你不用 还想指望谁 看着眼前似乎极为熟络的二人 不要说苏阵廷 就连苏阵堂也不禁心里咯噔一下 莫非 这还真是个医术高手 可这年纪轻轻的 医术再高 还能高过有着民宿之称的张重巡 经义中 王正开口介绍道 这位名叫张德杰 当初在江城 就是 他救了我的命 王正的声音并不算低 非常清晰地传进了苏家人的耳中 指这一句 所有人表情大变 江城保卫战 又名华国保卫战 那是地球文明 首次遭受心外文明的入侵 影响重大且深远 几乎没有人会不知道 而在那一战中 有三个人的名字 响彻事件 一位名叫苏青山 驾驶一台银白色的超越者 以命换命 强行争取来了地球的惨烈胜利 打碎了荷尔玛星人磨灭地球意志的野心 第二位便是王正 若没有王正 一切都是虚妄 地球方面没有半点能够抗衡荷尔玛星人的资本 至于第三位 便是张德杰 苏南眼瞳发生剧烈颤动 难以置信地指向张德杰 你 你就是那个神医张德杰 不可能 至于其他人 早已是精道带住 纷纷愣在了原地 如果这话是出自其他人之口 或许还要辩解一番 可说这话的人是王正啊 张德杰之所以成名 不就是因为救了王正 以及当初驻守江城的部队士兵的命吗 一时间 庭院内陷入沉沉的死寂之中 苏正堂的身子 在此时更是猛地抖动起来 分外错愕地 看向风轻云淡的张德杰 临到最后 张德杰才看着苏正堂缓缓道 眉眼间略带黑气 舌苔泛白 且你身上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腥味 说吧 张德杰一针见血 你中毒了 而且快死了 只这一句话 所有的苏家人恶然失神 如遭雷击 这么说 刚刚的那句血光之灾 真的不是胡乱说的 苏正堂呆呆站在原地 一时不知是该挽留 还是任由张德杰离去 几乎是一瞬间 身旁的苏正廷额头 渗出细密汗水 再顾不得威严如何 收起眼中的不可置信之意 大步冲下石阶 冲向眼看就要 走出庭院的张德杰 急声且静声 张先生 还请留步 随着苏正廷 不顾形象的追赶挽留 方才还一副高人做派的张重巡 有些坐不住了 毕竟自己先前 还是备受苏家追捧的名医 眼下对方既然移情迭练 又跑去跪舔其他人了 最为重要的是 苏阔海身上的病症 自己是真的拿捏不住 可问题在于 先前还是自己催促 苏家叫人 把张德杰给赶走的 转眼间 又言语恳切地 央求人家留步 这不是杰梁子吗 张德杰缓缓转回身 不紧不慢地看向 朝着自己大步跑来的苏正廷 出声问道 苏先生还有事 苏正廷略有失态地 来到张德杰面前 眼中涌现神采 连声说道 方才是我苏家唐突 毕竟事关自家家主 确实容不得丝毫马虎 还望张先生能不计前嫌 若能敬言 我苏家定不令感激 张德杰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随意摆了摆手 回道 还是算了吧 我一个孤名钓鱼之徒 哪里有什么本事 胡说八道而已 闻言 苏正廷的心跳 顿时漏了一拍 暗道不妙 坏了 被人记恨了 毕竟是自己质疑在前 如今遭受嘲弄 也属于是自己自讨苦吃 其实这也怪不得苏正廷 身为九大家族之一的苏家 任何人都想会想尽办法地 来往身边挤 时间久了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打着神一神算旗号 招摇撞骗的家伙 不计其数 魏德就是想从苏家 这块大肥肉上 狠狠啃上一口 有的一眼就能看透 有的当真是演绎的滴水不漏 在初见张德杰第一眼时 即便有苏北在旁顶严利剑 可张德杰的年龄摆在那里 年纪轻轻 既会看病又懂面相 世上哪里有这样的奇才 这让苏正廷无论如何 都是不敢相信的 不过 既然关系还没僵硬 就还有补救的余地 在一众苏家人错愕的目光中 苏正廷竟是满脸郑重 冲着张德杰躬身作医 张德杰赶忙扶过苏正廷 失笑道 苏先生这不是想让我折寿吗 苏正廷看向张德杰 试探心地问道 张先生可是原谅苏某方才的唐突了 张德杰似笑非笑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听到这个答复 苏正廷不免松了口气 喜不自胜道 还请张先生略作出手 在苏正廷迫切的注视下 张德杰突然面露难色 摇头道 小子才书学浅 恕难从命啊 闻言 苏正廷的笑意凝固 彻底僵在了脸上 这小子的心眼居然这么小 直到现在居然还在记恨自己 气氛变得尴尬起来 苏正廷也被张德杰的一句 才书学浅彻底发忙 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 还是王正打破了僵局 看向旁边正正愣神的苏正廷 又看向张德杰 见状 张德杰无奈叹气 说道 罢了 先带我去看看老爷子 好 苏正廷不敢犹豫 连忙领着王正跟张德杰 前往政府大堂 路过前街 张德杰直直从苏正堂 跟张崇循的面前走过 目不斜视 充耳不闻 被当作透明人的苏正堂 哑然失笑 自责不已 以貌取人 实为识人第一大过 推动世界发展脚步的 当今科技第一人 也不过才十九岁的年纪 如此看来 世上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不过一切过错已经铸就 只能依靠苏正廷来挽救了 与此同时 王正跟张德杰 已经跟着苏正廷 走进了政府大堂 走进大堂的刹那 一股历史的厚重感迎面 刻画着八郡 踏西的屏风横在中央 使得堂内的布局 凭空多了几分神秘感 左右看去 规模颇有些恢弘 仅仅是房门 就有十几个之多 第102章 这是医术 看着繁多的房间 王正二人止步 一时不知道 哪一间才是苏过海的住所 还是苏正廷在前领路 穿过屏风 找到了最深处的一所房间 刚进到房中 装饰竟有些出奇的简朴 摆设也极为简单 仅仅只有些家具而已 不过这种风格 倒也与苏过海的性格相似 唯一贵重的物件 便是房间最里面的一张八珠六颜 双榻雕花大床 几人亲手亲脚地 越过金雕床围 见到了卧在床榻上苏过海 经过张重巡之手后 苏过海的病情 虽说没能得到根治 却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此时已然恢复了些许的神志 似乎是感觉到有人靠近 苏过海睁开双眼看去 见来人是苏正廷跟王正 毫无血色的脸上 总算浮现出一丝神采 语气虚弱道 待会出去 告诉正堂 这踏码的都是找的什么用意 差点没给劳资霍霍死 也就刚出去的那个老头 还算有点本事 苏正廷扶下身子 轻轻按住苏过海的手背 贴在耳边轻声说道 您放心 王正兄弟带着张德杰张神医来了 哦 苏过海眼神中有清明流露 再一次扭头看去 作为行武出身的苏过海 其身上的家国荣誉感 是寻常人远远不及的 华国保卫战如此重大的事件 即便帝都离着江城 有着千里之遥 苏过海仍是在第一时间将尽可能存在的消息 打听了个透彻 苏过海挣扎着想要起身 奈何身子太虚弱 一连几次都没能成功 随即冲着王正无力一笑 道 小友 我这一声鬼呀 让你看笑话了 王正忙回道 老爷子这是哪里话 苏正廷刚准备向苏过海介绍张德杰 起料苏过海竟是看向张德杰 缓缓问道 张俊林可还安好 文言 张德杰略作诧异 答道 苏老任的我家老爷子 苏过海含笑 何止认识 当年我俩困在一个战壕 若非是他一家出身 我怕是早就死了 既是雇人之后 医术自当不差 文言 张德杰表情宁起 语气严肃道 苏老 那就莫怪小子冒犯了 苏过海爽朗笑着 尽管折腾 一死无妨 旁边的苏正廷听到这话 不禁眼皮子跟着跳了几下 连忙把目光移向张德杰 我家老爷子话是这么说的不假 你可别真给听到心里去啊 还得是王正反应快 直接闪到一旁 给张德杰留出了足够的施展空间 见状 苏正廷也跟着迅速退开 在二人紧张的注视下 张德杰左手缓台 仔细整至片刻后 目光猛地领起 继而伸手 扯开苏过海的衣衫 露出了凌寻枯瘦的胸膛 有些难以想象 究竟是什么样的病症 能够把一个精神绝术的军人 给折磨成这般模样 随即便见张德杰从怀中取出一件包裹 往床边一扑 无数排列整齐的银针映入眼帘 借着烛火略做灼烫消毒 张德杰两手捏银针 手速快若残隐 片刻便在苏过海的胸膛 扎了十数针 只听一声闷哼 苏过海流露出痛苦的神色 本就苍白的脸 灯石仗出一抹紫红 苏正廷看得心中一紧 慌忙往前走了几步 唯恐苏过海的身体出现意外 外人看不明白 苏过海的心里却是透亮 虽说感觉极为的痛苦 如同泉水般躺过干涸的土地 这种感觉就好像牙齿里塞了异武 用舌头舔用手抠 怎么也弄不出来 不痛不痒 却难受的不行 而眼下的感受 便是异武被取出来的感觉 正当苏过海享受着体内气血滋润的时候 忽然感到体内某处传来剧烈刺痛 仿佛有什么东西从蛰伏中醒来 转瞬间 二者冲撞到一起 刺痛感加重 令得苏过海浑身陡然僵直 动弹不得 身为帝都九大家族之一苏家家主 声名在外 傲骨在外 即便要死 又岂能暴露出自己的囧态 所以即便体内犹如万箭传心 苏过海硬是咬紧牙关 不肯发出半点声响 不许刹那 额头已是汗珠密布 本就病态的脸上更显猙獰 一旁的王正跟苏振廷二人看得眉头紧皱 隐隐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 不知过了多久 张德杰动作指下 如何 苏振廷赶忙开口询问 张德杰缓缓摇头 语气宁重道 这应该不是救急吧 不是救急 苏振廷大为诧异 连胜说道 先前请来的几位颇有名望的医师 可都是说的体内救急爆发 从而导致的身体反噬啊 张德杰应了一声 说道 是救急反噬不假 可幼阴却不在救急身上 略作沉吟 继续道 苏老的病 倒是跟门外的那家伙一样 中毒 听闻此言 在场的三人无不深感意外 张德杰口中的那家伙 自然就是守在房外的苏振堂 在三人不解的目光中 张德杰继续说道 苏老跟那家伙的中毒情况相似 无非是苏老体内的救急太多 从而引发了细烈反应导致 说着 张德杰脸上竟也泛起了一丝凝重 只是不知道诱因 这毒倒是有些难以清理了 苏振廷听得心绪微紧 看着床上愈发虚弱无力的苏振海 有些恍惚失神 莫非 真的就拿着病症一点办法没有 苏振海可不是什么寻常人 一旦先是 格局怕是要发生剧烈动荡的 张德杰开口问道 有没有办法提取到一点苏老体内的毒 张德杰眼神亮起 看向王正 插一道 你有办法 王正鸣嘴 说道 试试吧 好 张德杰再度取出两根细长的银针 不同于方才 这次失真的力道要更重 两针下去 苏振海的表情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变得争鸣 甚至于汗水都不冒了 转作一缕缕细微的雾气 见到这缕雾气后 张德杰眼疾手快 又是一针扎去 银针扎下的瞬间 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扑鼻而来 眨眼便布满了整个房间 面对如此恶臭 苏振廷顾不上遮掩口鼻 只两眼滚圆 呆呆地看向张德杰 心中惊涛骇浪 头脑阵轰鸣 这 这是什么 这是医术 第103章 科技改变思想 就在苏振廷失神的功夫 张德杰突然伸手往苏阔海的胸前一捞 竟是抓了一把淡薄雾气 继而握拳一甩 做完这些 张德杰身体剧烈晃了晃 额头汗珠密布 将手擦拭干净后 这才喘着粗气看向王正 看你了 王正点头 迅速取过弹鱼 不顾那几滴液体如何恶臭 凭空一挥 虚空传送圈出现 继而往里一探 从中取出了一件精密仪器 苏振廷与张德杰呆呆看着眼前的一幕 颇有些恍如隔世的错觉 快速将液体倒入仪器中 只见有灯光迅速闪烁几下 便再没了任何的动静 在二人不解的目光中 王正脸色沉溺依旧 快步来到床前 翻开苏过海脑袋下的枕头 抓出一枚玉牌 随即用不包好 递到了张德杰的面前 张德杰低头看去 表情一是变幻 书弟起身 就是这东西 苏振廷早已是心急如焚 便想着夺过这枚玉牌 看个究竟 连声问道 这玉牌有问题 张德杰点头 说道 问题大了 不知不觉中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 一直守在房间外面的苏家众人 强忍着心中的不安 不停地在庭院里来回踱步 事关自家老爷子的性命大事 着实让人焦急难耐 而张重巡同样不曾离去 在童子的侍奉下 坐在庭院的石凳上 闭目养神 准备一看张德杰的笑话 一个突然鸣声雀起的小辈 即便医术再如何了得 还能超过自己不成 连自己都没有把握整治 凭你如何有胆在这拖打 门口处 苏振堂不时朝着房中观望一番 奈何听不到任何动静 不禁叹气 略作摇头 就在众人焦急躲步的时候 一道身影无声乐上高墙 跟黑夜完美融为一体 步履轻盈 速度极快 在屋檐上飞奔 竟没发出半点声响 看一眼下方的苏家众人 黑影冷哼一声 几个纵乐 竟是从一旁的窗子 潜入了房间中 平日的这个时候 苏家内外早就应该灯火通明了 奈何今天的情况特殊 其他人又不敢擅自闯进正堂 也就无人敢进去开灯 这使得庭院跟正堂 全都是昏黑一片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什么 独独一处 苏阔海的房间 成功进入房间后 黑影先是四下打亮了一圈 确认无人发现后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 快速腾膜 眨眼便来到了 唯一亮着光的房间外 仅仅是站在门外 隔着面纱 就清晰地嗅到了一股恶臭味 闻到这种味道 黑影不仅没有觉得恶心 反而露出了一丝冷笑 小心翼翼地往房间里探了一眼 发现王正三人 皆在聚精会神的 为苏阔海治病 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 看着床上的苏阔海 黑影的眼神流露冰冷 多年布局在今夜 还能叫你从阎王的手里 回来不成 不出意外的话 苏阔海生死 已是板上钉钉 毕竟就连中医敌传的张重巡 都束手无策 放眼其他人 定然也是无可奈何 可这既定之局 偏偏又冒出了个张德杰 而这张德杰的医术 被人传得神乎其神 令黑影深感不安 失手也就罢了 可若是真的将苏阔海给救回来 自己这几年的行动 岂不功亏一篑 与其等逃熟落 不如冒险摘逃 黑影看着房间内的三人 心中已然有了主意 果真是这玉牌上的夺 苏阵廷十分意外地说道 张德杰点点头 看向床上已经平静 睡去的苏阔海 说道 知道诱阴 医治起来就简单多了 就即勉强给压了下去 性命倒是无碍了 只是后续调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听到这话 苏阵廷朝着张德杰深深一拜 竟重道 多谢张先生 救苏家老爷子一命 这份恩情 苏家谨记 张德杰仔细擦拭着银针 漫不经心道 下次来的时候 别再赶我走就好 文言 苏阵廷的表情一僵 连忙把话题转向一旁的玉牌 说出了心中的不解 这玉牌仅是用肉眼看的话 当真是看不出任何的一样 这毒事下在哪里 王正在旁倾笑一声 说道 知道盗墓贼吗 盗墓贼 苏阵廷反问 这跟盗墓贼有什么关系 王正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盗墓贼常年游走在地下 以捣斗为生 可寿命却大多极短 动辄便爆发急症重症身上死 而这也常常被人认为是报应 可实际上 不过是因为泥土作为军虫的乐土 墓穴与陪葬品被深埋地下 沾染上泥土中的病菌也无可厚非 盗墓贼在得到这些陪葬品的同时 病菌也会被带到身上 苏正廷眼神亮起 明白了其中缘由 你是说 这个玉牌是 王正点头 格兰士求壮君 非居于地下不可活 张德杰站在旁边 心中有些吃味 随着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怪诞现象 都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解释过后 也就不再离奇 愚昧也就少了 理智也就多了 也就不再需要塑造一个又一个的仙神 把那些无法解释的东西 全都一股脑地抛到他们的身上 想到这儿 张德杰心中暗叹 还得靠科技啊 苏正廷表情骤然冷下 当时便握紧了拳头 感动我苏家的心思 真是活腻歪了 王正缓缓伸了个懒腰 脉步走向房外 走吧 他们也该等极了 话落 王正只觉得后背一阵刺痛 令得寒毛根根倒树 如坠冰枯 几乎是刹那间 房间内生出风势 急促而静猛 一道身影从暗处现身 不给三人任何反应的机会 迅速冲到了床榻前 啊 还真叫你们 把这老东西给救回来了 苏正廷转身看去 在见到黑影出现在 沉睡的苏阔海身边时 不由的脸色大变 而敢 黑影听得哈哈大笑出声 一只脚高高抬起 毫不犹豫地踩在了 苏阔海的身上 我有何不敢 苏正廷看得目自欲裂 机遇冲上前去拼命 黑影表现得却是极为淡然 指着因过度愤怒 而浑身颤抖的苏正廷 痴笑道 你再敢多做半步 我就才死他 就在苏正廷失神的功夫 张德杰突然伸手 往苏阔海的胸前一捞 竟是抓了一把淡泊雾气 继而握拳一甩 几滴颇浑浊浊浊的液体 便被扔到了一旁的痰鱼中 做完这些 张德杰身体剧烈晃了晃 额头汗珠密布 将手擦拭干净后 这才喘着粗气看向王正 看你了 王正点头 迅速取过痰鱼 不过那几滴液体如何恶臭 凭空一挥 虚空传送圈出现 继而往里一探 从中取出了一件精密仪器 苏正廷与张德杰 呆呆看着眼前的一幕 颇有些恍如隔世的错觉 快速将液体倒入仪器中 只见有灯光迅速闪烁几下 便再没了任何的动静 在二人不解的目光中 王正脸色沉溺依旧 快步来到床前 翻开苏阔海脑袋下的枕头 抓出一枚玉牌 随即用不包好 递到了张德杰的面前 张德杰低头看去 表情一时变幻 书弟起身 就是这东西 苏正廷早已是心急如焚 便想着夺过这枚玉牌 看个究竟 连声问道 这玉牌有问题 张德杰点头 说道 问题大了 不知不觉中 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 一只手在房间外面的苏家众人 强忍着心中的不安 不停地在庭院里来回踱步 事关自家老爷子的性命大事 着实让人焦急难耐 而张重巡同样不曾离去 在童子的侍奉下 坐在庭院的石凳上 闭目养神 准备一看张德杰的笑话 一个突然名声雀起的小辈 即便医术再如何了得 还能超过自己不成 连自己都没有把握诊治 凭你如何有胆在这拖打 门口处 苏正堂不时朝着房中观望一番 奈何听不到任何动静 不禁叹气 略走摇头 就在众人焦急躲步的时候 一道身影无声乐上高墙 跟黑夜完美融为一体 步履轻盈 速度极快 在屋檐上飞奔 竟没发出半点声响 看一眼下方的苏家众人 黑影冷哼一声 几个纵月 竟是从一旁的窗子 潜入了房间中 平日的这个时候 苏家内外早就应该灯火通明了 奈何今天的情况特殊 其他人又不敢擅自闯进正堂 也就无人敢进去开灯 这使得庭院跟正堂 全都是昏黑一片 不仔细看 还真看不出什么 独独一处 苏过海的房间 成功进入房间后 黑影先是四下打亮了一圈 确认无人发现后 身形如同鬼魅一般快速腾挪 眨眼便来到了唯一亮着光的房间外 仅仅是站在门外 隔着面纱 就清晰地嗅到了一股恶臭味 闻到这种味道 黑影不仅没有觉得恶心 反而露出了一丝冷笑 小心翼翼地往房间里叹了一眼 发现王正三人 皆在聚精会神的魏苏阔海治病 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 看着床上的苏阔海 黑影的眼神流露冰冷 多年布局在今夜 还能叫你从阎王的手里回来不成 不出意外的话 苏阔海生死已是板上钉钉 毕竟就连中医敌传的张重巡都束手无策 放眼其他人 定然也是无可奈何 可这既定之局 偏偏又冒出了个张德杰 而这张德杰的医术 被人传得神乎其神 令黑影深感不安 失手也就罢了 可若是真的将苏阔海底救回来 自己这几年的行动岂不功亏一篑 与其等逃熟落 不如冒险摘套 黑影看着房间内的三人 心中已然有了主意 果真是这玉牌上的毒 苏阵廷十分意外地说道 张德杰点点头 看向床上已经平静 睡去的苏阔海 说道 知道诱因 医治起来就简单多了 就已经勉强给压了下去 性命倒是无碍了 只是后续调养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听到这话 苏振廷朝着张德杰深深一拜 竟重道 多谢张先生 救我苏家老爷子一命 这份恩情 苏家谨记 张德杰仔细擦拭着银针 漫不经心道 下次来的时候 别再赶我走就好 文言 苏振廷的表情一僵 连忙把话题转向一旁的玉牌 说出了心中的不解 这玉牌仅是用肉眼看的话 当真是看不出任何的异样 这毒石下在哪里 王正在旁轻笑一声 说道 知道盗墓贼吗 盗墓贼 苏振廷反问 这跟盗墓贼有什么关系 王正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盗墓贼常年游走在地下 以倒斗为生 可寿命却大多极短 动辄便爆发急症重症身上死 而这也常常被人认为是报应 可实际上 不过是因为泥土作为军虫的乐土 墓穴与陪葬品被深埋地下 沾染上泥土中的病菌也无可厚非 盗墓贼在得到这些陪葬品的同时 病菌也会被带到身上 苏振廷眼神亮起 明白了其中缘由 你是说 这个玉牌仕 王正点头 格兰氏球状军 非居于地下不可活 张德杰站在旁边 心中有些吃味 随着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怪诞现象 都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解释过后 也就不再理解 愚昧也就少了 理智也就多了 也就不再需要塑造一个又一个的仙神 把那些无法解释的东西 全都一股脑地抛到他们的身上 想到这儿 张德杰心中暗叹 还得靠科技啊 苏振廷表情骤然冷下 当时便握紧了拳头 感动我苏家的心思 真是活腻歪了 王正缓缓伸了个懒腰 脉步走向房外 走吧 他们也该等及了 话落 王正只觉得后背一阵刺痛 令得寒毛根根倒树 如坠冰枯 几乎是刹那间房间内伸出风势 急促而静猛 一道身影从暗处现身 不给三人任何反应的机会 迅速冲到了床榻前 啊 还真叫你们 把这老东西给救回来了 苏振廷转身看去 在见到黑影出现在沉睡的苏浩海身边时 不由的脸色大变 而敢 黑影听得哈哈大笑出声 一只脚高高抬起 毫不犹豫地踩在了苏浩海的身上 我有何不敢 苏振廷看得目自欲裂 机遇冲上前去拼命 黑影表现得却是极为淡然 指着因过度愤怒 而浑身颤抖的苏振廷 失笑道 你再敢多走半步 我就才死他 第104章 你很会打吗 该死 苏振廷咬牙切齿地骂着 却也担心苏浩海出现意外 竟真的不敢再前进分毫 连声劝慰道 阁下到底是何许人 为何如此 真对我苏家 想要什么都可以谈 还要在能力范围之内 苏家定会竭尽全力 黑影轻蔑发笑 说道 知道你苏家有钱有势 不过一些世俗之物而已 对我无用 我今天就是奔着苏振海的命来的 说吧 黑影目光再一次看向了王正 还有你 今天真是一箭双吊 弄死苏振海 再弄死 你这个杂毛 赚够本了 王正看着眼前的黑影 拧其嘴没有开口 心里早已是暗自揣测起来 能跟苏家 尤其是苏振海 有着深仇大恨 外加对自己如此厌恶记恨 这必然不会是私人恩怨 国恨 放眼世界肯定是有 却谈不上太多 就目前而言 所能想到的就一个 八嘎于念 苏振海被黑影钳制 使得苏振亭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不断提出条件 就在气氛剑拔弩张的时候 王正不仅没有开口说点好听的 反而语出惊人道 我猜你不会动手 嗯 黑影深深看了王正一眼 眼神变冷 踩在苏振海身上的脚 开始加重力道 沉睡中的苏振海 似乎感受到了压力 竟然不受控制地 从喉间发出一句闷哼 重新猜 苏振亭急了 我不管你究竟是什么人 再敢介约半步 我必让你的家族 陪着你一起覆面 家族 黑影突然笑了 笑得十分癫狂 一把扯下遮脸的黑纱 露出了遍布烧伤的争鸣面容 苏振亭看着那张脸 不由得一愣 意外道 周不悔 哈哈哈哈 伴随着大笑声 周不悔的脸色愈发可怖 狗屁周不悔 老子本就是匿名潜入华国的特务 抛家弃子 隐姓埋名 就可以享尽荣华 福音后辈 可结果呢 周不悔收起癫狂笑意 眼底流露晶莹 乐狠狠地看向王政 双目冲泄心红 杀机弥漫 都是因为你 害得我巴嘎帝国翻覆 没了 我的一切都没了 你们 你们才是最该死的 苏振亭怒道 原来你是巴嘎人 在我苏家十几载 试问我苏家 亏欠过你分毫没有 亏欠 周不悔脸上的伤疤分外争鸣 不懈地笑着 家仇国恨 我无时无刻不再盼着你们死 卑劣地划下人 只知道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大话 暗地里的手段 比谁都要脏 既然已经进来了 我就没想着再活着出去 反倒是你苏振亭 是不是巴不得爷爷 我给这老东西一条活路啊 你 苏振亭拳头紧握 身体紧绷到极致 奈何对方脚下是苏阔海 一时竟想不出半点方法 周不悔一脚踩着苏阔海 整个人站在床榻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面前的三人 目光中揪落在了苏振亭身上 苏振亭 你我知根知底 单讲伸手 纵使你跟苏振堂联手 也不见得是我的对手 不妨你现在就跑出去 把外面的那些废物一起喊进来 陪我打个痛快 苏振亭哑声 表情说不出的凝重 周不悔说的没错 作为苏家护院 除了苏阔海苏老爷子之外 怕是苏家外姓供奉第一人了 论伸手 确实已真化尽 难逢敌手 仅仅凭借自己 别说是救下苏振亥 就算想要脱身都满 可如果现在跑出去喊人 苏振亥保不住不说 王正跟张德杰的性命 必然也要交代在这里 想到这里 苏振亭额头抱起青筋 表情很利如恶虎 不论怎么选 结局似乎都已经料定 就是在这种无力回天的僵局下 沉默了许久的王正 再一次开口 如果我是你 肯定不会动手 看着王正风轻云淡的模样 仿佛完全没把周不悔当成威胁 见此 周不悔由不得勃然大怒 死到临头 还敢装笔 好 那就如你所愿 周不悔怒火中烧 当着三人的面 踩在苏振海身上的脚 猛的高抬 力道汇聚 继而重重落下 苏振亭看得亥然变色 反而扑去 就在这脚虫踏 落在苏振海的面门时 一股无形的屏障 如同安全气囊似的 突然从苏振海的周身弹了出来 周不悔脸上还情着嗜血笑意 感受到足底传来的 难以言喻的恐怖威压 顿时脸色一僵 错愕之际 威压悉数上涌 直接将周不悔跺脚的力道 生生抵消 继而不治 屏障极度膨胀 将苏振海避有其中的同时 眨眼便将周不悔顶飞出去 一切发生的过于突然 突然到周不悔 根本来不及反应 整个人都被抛飞到了空中 彻底失去了戒力点 然而 此时的苏振亭也已感到 极端的愤怒 导致苏振亭挥出的掌势 威猛异常 倾注了全身的气力 一掌撞入背后 骇人听闻的鼓裂声响彻 周不悔本就制空的身体 再度横飞 如同出唐的炮弹一般 静止撞向了墙面 只听得轰隆一声 身躯重重撞进墙壁 大片的石渣 连同灰尘抖落 使得半片墙壁都在震动 紧接着 又有哀嚎声顺势响起 周不悔面露惊恐 捂着已然断裂的左肩 痛一好似洪水 泻滴般席卷全身 使得额头有大片的汗珠涌现 即便是全身痛不欲生 此时的周不悔 仍是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无论如何也没想明白 那股气势究竟是出自何处 难不成苏过海这老东西 已经修成了传说中的内经外放 那也不应该啊 这老东西明明中毒已久 活命都难 怎么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急血攻心之下 周不悔的脸色变得苍白 一口淤血从喉间涌出 如其来的变故 苏振廷跟张德杰二人 同样有些惊疑不定 本该是无解的死局 怎么莫名其妙就变成顺风了 二人下意识地扭头看向了王正 果不其然 此时的王正一脸惋惜 正在咋舌摇头 你看你 说了不听 转身走到床边 把手伸进被窝 一阵摸索后 掏出了一个圆盘形状的物体 这玩意儿张德杰认识 名叫单兵平护装置 王正举起手 冲周不悔晃了晃 你很会打吗 重足入侵 周不悔无力地依靠在墙边 捂着碎裂的肩膀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因为剧痛 浑身早已被汗水所浸透 因为不甘 两眼正死死地盯着王正 自己从八岁开始习武 来为自己授课的老师 无异不是八嘎武林赫赫有名的大师 所学的功法 更是老祖当年从华国掳掠来的西式绝选 毫不夸张地讲 在如今的世道 自己完完全全就是一代宗师 不然 苏家也不会对自己一个外星人 奋为上兵 甚至是只要自己愿意 完完全全可以在这一众的苏家人中 拼杀掉苏震堂跟苏震廷两兄弟 实际上 自己也确实是这么想的 苏国海一死 再把苏震堂跟苏震廷换掉 苏家群龙无首 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可计划的一切 明明全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怎么到王正这里 就莫名出现了变故呢 而且这些变故 根本就看不懂 做梦 一定是自己在做梦 不然 一个躺在床上陷入昏迷的老家伙 凭什么会把自己弹飞 可肩胛处不断汹涌席卷的痛处 令周不悔无比清醒 使其深知 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并不是在做梦 再看向王正的眼神 已然多了几分恐惧 这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诡异手段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说好的拼词道 你他妈给步枪上庞 悲愤交加的周不悔 一时想不开 又是一口老血喷出 畜生啊 畜生 突然传出的巨大响动 惊得房外的人 纷纷冲了进来 在看到贪靠在地动弹不得的周不悔时 皆是愣了一瞬 怎么回事 苏正堂错愕地看向苏正廷 全然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苏正廷亦是有些不愿面对此时的局面 缓缓开口道 父亲的旧伤复发不是意外 是他周不悔下的毒 方才还趁着夜色潜入房中 意图取命 什么 听到这个消息后 苏正堂脸上的惊恶神色更浓 身体猛地摇晃几下 难以置信地看向周不悔 这可是真的 事已至此 周不悔倒也生出些许坦然 脑袋危痒 身体只有倚靠着墙壁 才能勉强做主 冷笑道 只可惜 我失手了 苏正堂大怒 一把拽过周不悔的衣领 将其从地上拎起 两巴掌重重扇在脸上 周不悔 我苏家带你不薄 你这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竟然做出这等畜生够大 苏正堂的巴掌很重 直接将周不悔的半边脸给扇烂了 大片的血水涌出 周不悔不惧返校 朝着苏正堂的脸上 狠狠脆了口血水 甚至于还吐出了几颗碎牙 在你苏家当了十几年的狗 我受够了 你 看着眼前在苏家 兢兢业业十几载的老人 如今已然是鲜血满身 惨不忍不 苏正堂即便心中再如何愤怒 一时也有些于心不忍 手上没有来卸去了力道 顺势将周不悔放回地上 可就在松开周不悔的瞬间 周不悔不知道哪里生出的力气 两眼暴射精芒 回光反照般起身 不过煞事间 周不悔身形雷动 宛若离弦之剑般冲向王正 作为一代宗师级别的人物 周不悔的速度之快 令在场的众人都难以及时地做出反应 眨眼间 周不悔已经来到王正的面前 汇集了全身上下全部力气的一掌 高高举过头顶 直奔王正的面门落去 周不悔面带利瑟 发出狂笑 横竖都是死 那就拖一个垫背的 苏正堂苏正停 不直 苏国海 这番折腾下来 命也不长 王正 你最最该死 毁我八嘎锅 坏我大计 如若不是条件不允许 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 碎尸万断 被怒火支配了身体的周不悔 气血沸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甚至是这一掌的力道都远超以往 兵死之际 周不悔超脱桎 修为突破宗师 这一掌 无可匹敌 这一掌 催哭拉朽 周不悔快意地笑着 看向王正 已然在看一个死人 头脑再好用又能如何 我这一掌几十年的攻劣 你挡得住吗 死吧 给我死 直至此刻 其余人才堪堪反应过来 不好 苏振廷低喝一声 当即向着王正冲去 奈何一切为时已晚 掌势扑面 吹刮得王正发烧飞舞 满脸褶皱 好像瞬间苍老了几十岁 只听砰的一声 全场静了 周不悔的笑意在脸上凝固 超脱桎的权力一掌 也在王正的面前戛然止住 眼神中莫名浮现出一丝茫然 继而瞳孔涣散 倒地气绝 胸前 一个王口大的洞 前后透亮 血液脏气流了一地 王正举着枪口 还在发光的枪 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在众人错愕呆滞的注视下 轻声道 吓我一跳 还以为要死了 全场哑然 一片死寂 周不悔的伸手 确实很快 只可惜 王正的枪更快 而且是又准又快 周不悔仰面朝天 两眼瞪得滚圆 死不瞑目 南州热带雨林 一群皮肤有黑的家伙 狼狈地逃着 脸上满是惊恐 速度飞快 不敢有片刻的停留 身后的不远处 一群装备精良的士兵 端着步枪 正看着不顾一切 在雨林中奔跑的家伙大笑 赌多少 其中一名士兵 嚼着口香糖 笑着 看向身边人 身边人伸出两根手指头 二十块 跟了 士兵吐掉嘴里的口香糖 顺势举起步枪 扣动扳机 远处 奔跑的那群黑人中 有一人发出惨叫 应声倒地 操 身边人催骂一声 从口袋里 逃出二十美金 递给士兵 这群愚蠢的土著名 只知道直着跑 士兵接过美金 哈哈大笑几声 怎么样 还来不来 身边人瞪了士兵一眼 五十块 说罢便举起步枪 正欲瞄准 视线突然被一道 巨大的黑影给挡了起来 士兵还以为是有人 在开自己玩笑 骂骂咧咧地扭头看去 如同小山般大小的巨型蜘蛛 上帝啊 那是什么 士兵惊呆了 下意识地张大了嘴巴 此时的巨型蜘蛛 已然扑进了营地 锋利的口气 一下便能将一名士兵拦腰切断 一时间 营地内惨叫连连 血腥气弥漫 还不等士兵有所反应 巨型蜘蛛 已然解决掉了其他人 扭头看了过来 姐 耸人的嘶吼声传来 惊得士兵险些贪坐在地 慌忙拿起对讲机 急促喊道 支援 请求支援 第106章 结束 深夜 苏家 解决掉周不悔之后 苏家众人算是有得忙了 一波人在清理着残局 着手解决周不悔的尸体 一波人牢牢守在苏库海房间的周围 唯恐再次出现这种无比低级的失误 张德杰并没有让众人失望 不仅解到了毒素 还成功压下了苏库海体内爆发的救急 这也让那些曾对张德杰嗤之以鼻的苏家人汗言 心中感激 却碍于愧疚不敢当面道谢 尤其是苏震堂 当初可是自己亲自开口下令驱赶 如果不是王正半路将其揪了回来 苏老爷子的命恐怕真的无力回天了 苏震廷见到苏震堂站在原地失神 还以为是在盘算什么 快步跟了过来 顺着苏震堂的视线看去 刚好见到跟王正坐在一起 闲聊的张德杰 看着两道初期年轻的身影 苏震廷难免有些吃味 感慨道 你说 到底是我们老了 还是他们太过年轻 说吧 苏震廷自嘲一笑 摇头叹道 踏马的 两个怪物 忽然 苏震廷像是记起了什么 扭头看向苏震堂 开口说道 我记得刚才张德杰说你也中毒了 不如趁此机会 赶紧找他一一 苏震堂瞥了苏震廷一眼 抿抿嘴 没有说话 苏震廷见状有些急了 又说道 你别不当回事啊 老爷子救急 就是被这毒给害的 反正人情已经欠了 一个也是欠 两个也是欠 踏马的 我都知道 苏震堂被苏震廷唠到烦了 直接出声打断 我还能不知道我中毒了 难不难受 我能不清楚 问题是一开始 自己冷着脸让人家滚出去 总不能现在舔着逼脸 让人家给自己解毒吧 脸不脸面的无所谓 主要还是怕人家不愿意 王正跟张德杰两人 此时正坐在庭院的闫廊下 看着漆黑的星空 胡乱聊着什么 张德杰突然将目光落在王正的怀里 压低了声音问道 你那玩意儿 也是自己研究的 说完 张德杰做了个bio bio的手势 王正笑道 把手往怀里一揣 问道 喜欢 要不送你一件 张德杰一听这话 顿时吓了一跳 连忙白手 别了 这要是随身带着 出门坐个地铁 都给进去蹲几年 除了你 整个华国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 王正文言一愣 这才想起来 华国是世界上管制兵器最严格的国家 别说是枪支了 就连烧长些的刀具都带不出多远 不得不说 华国对自己 着实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随身带着这么多杀气 半点不管不说 竟然点一句叮嘱都没有过 不过仔细回想一番 如果不是随身带着这些装备 自己都不知道死过多少次了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 王正悠悠说道 张德杰没有否认 扭头看了王正一眼 梁九 从口中冒出俩字 牛逼 这时 张重荀领着小童 来到了张德杰的身边 二话没说 竟朝着张德杰身身作医 哟 张大师这是干什么 想让我折瘦啊 张德杰从石凳上跳起来 连忙起身去扶张重荀 一想到先前自己的盛气凌人 张重荀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 低着头 苦涩开口 折杀老朽 今日井底之蛙 终见开阔天地 小有的医术 实在令老朽望尘莫及 想起方才的黄口之言 更是羞愧难当 张德杰朗笑几声 再一次将张重荀扶起 说道 中医示威 传承将决 现今西医大行其道 中医更多是谋财迂府之辈 对人谨慎些 总归是对的 张重荀抬起头 深深看了张德杰一眼 仿佛要把这张脸牢牢记在心里 完事后 又冲张德杰拘了一躬 正色沉声道 一夜障目不见泰山 老朽自以为 医术已达登峰造极之境 如今一看 不过是被山妖云雾遮蔽了视线 小有一番话 倒是让老朽眼见明朗 如见朝阳 张重荀的手 在微微颤抖着 此行获益慎丰 得小有一人 实乃中一之幸 小有方才所言 定当牢记于心 说着 张重荀转身 看向苏家的两位家主 在居一宫 说道 此次因老朽盲目自大 险些害了苏老性命 实在羞愧 今后如有所需 定当竭力 随即朝身后招手 小童垂着头夺步走来 来到张德杰面前 俯身作医 张重荀揉着小童的脑袋 眼底难得流入一丝柔和 说道 猎徒性情顽皮 言语顶撞了小有 待老朽回去之后 定然改正家风 狠狠魔力一番 猎徒心浮气躁的脾性 说完 小童躬身开口 张神医 小童知错了 张德杰点点头 会心一想 中医意图 早已没落轻颓 在被科技支配的今天 西医已然成为了时代的主流 相比西医高效便利 中医繁琐乏味不说 更有冗长的学习过程 想要有所建树 绝非一日之功 像这样 能够摒弃一切 甘愿吃苦跟随的年轻人 已经寥寥无几 单单这份心性 就已是极为难得 你叫什么名字 张德杰开口问道 小童看向张德杰 如实回答 小童被家师赐以张姓 单名一个累字 张嘞 张德杰重复一遍 笑道 假已时日 中医就需要你来做 那个钢顶之人了 小童听得一愣 明白了张德杰的话外之意 眼神中呈现一股 难以言语的坚毅 又是作医 朗声道 小童警戒 言语之后 张重循师徒二人 辞别了苏家 就此离去 从苏正廷口中 已经了解了 全部经过的苏正堂 来到王正跟张德杰的面前 同样是诚恳敬身 认真道 苏正堂 谢过二位 张德杰打着马虎眼 全当不在意 王正摸了摸鼻子 有些不自在 看着躬身不起的苏正堂 张德杰中就还是叹了口气 伸手扶起了苏正堂 苏家主这是做什么 我区区黄口小儿 实在担不起这偌大一败啊 苏正堂老脸一红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有一间 又听到张德杰开口 不过 你身上这毒 倒是能勉强医治 第107章 他来了 这么说 剧剑上的防线被攻破了 夜色中 王正脸上流露出些许凝重 对着手机 那头发出疑问 通话对方自然是报警东 停留了片刻 报警东的声音传来 那还没那么严重 剧剑里的虫足行动的幅度并不大 只有很少一部分比较躁动 在我们布置的防线中 冲出了一个缺口 王正略作沉默 又问 大约跑出来了多少只 十几只 因为雨林那边气候适宜 那群畜生从剧剑出逃之后 直奔南州雨林去了 报警东回道 大多都是些大体型的昆虫 重火力可以轻松压制 倒是有一头畜生 需要格外注意 那头畜生 不是我们之前见过的虫足 全身都被石头堆砌而成 体型非常巨大 常规的火力 根本无法对其造成伤害 也就是因为这家伙的出现 从而突破了我军防线 王正听后 不由得拧起了眉头 问道 你的意思呢 报警东缓缓说道 雨林的环境复杂 外加南州的局势 政权混乱 常年处于多党混战的局面 我方即便有心支援 也不好 真的派遣军队前往 超越者 王正直接把话挑明 报警东嘿嘿一笑 上面也是这个意思 王正不禁发出一声冷笑 超越者 你们不是已经可以实行量产了 还问我做什么 这些虫子自然不是重点 报警东解释道 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 三哥在我们西南边境撒尿的事 文言 王正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你的意思是 趁着从南州返航的功夫 再去三哥家一趟 报警东在电话那头打了个响指 笑道 聪明 南州雨林的边缘位置 几大纷争 不断地挡派 头一次和平地站在一起 无数重火力摆成的巨大方阵 扑得极广 就仿佛潮水一般 数以十万计的士兵 严阵以待 视线出奇的一致 皆是聚精会神地 看向雨林深处 不知过了多久 大的突然震动起来 并且震感愈发的明显 士兵们的脸上 更是肉眼可见的 出现了惊慌的表情 颤抖着声音 呼喊道 他 他来了 远处 一道巨大魁梧的身影 正在朝着这边缓缓靠近 从远处看去 那道身影 直接挡住了悬在半空的太阳 如同山月一般伟岸 而那些有着百年岁月的参天大树 在这道身影面前 竟也变成了树苗 在身影前进的途中 轻而易举 就被踩踏倒地 在阳光的照耀下 那一身岩石铸铸的盔甲 异常夺目 尽管人类这边规模浩大的方阵 已经足够壮观 但在山月般的岩石巨人面前 仍然显得过于渺小 过于微不足道了 看着那道身影 几大党派的将军有些惶恐 根本等不及对方临近 连忙下达指令 开火 给我开火 把这头怪物轰成碎炸 话落 无数重炮轰鸣 强大的斥力 溅起了漫天的尘土 无数道光纹洞穿尘土 于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如同倾盆暴雨一般 扑向远处的岩石巨人 眨眼间 密集的导弹 悉数撞在了岩石巨人周身 只听到剧烈的爆炸声 先后响彻 声声不绝于耳 因爆炸而激起的阳尘 更是弥漫了百丈高 百里远 方圆几十里的雨林 直接被遗为了屏蔽 看着远处只剩下了尘土飞扬 党派指挥官心跳仍然剧烈 小声呢喃了一句 死 死了 话还未落 一道愤怒的咆哮 冲天起 响彻云霄 在厚重翻腾的烟尘中 一只巨大的拳头 从中探了出来 在所有人来不及反应的时候 巨大的岩石 重拳砸落在地 只一击 坚实的土地当即的深陷 大地震战中 几十名士兵 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声 连同装甲车 一并被垂进了身下的大地深处 静猛的狂风鼓动 周遭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 也遭受波及 被余力震飞出去 又是一拳 大地上凭空多出了 两个深邃的大坑 坑中鲜红一片 面对这样的局面 所有的南州士兵 无不心生绝望 这根本不能叫做战争 这只是单方面的屠杀 看似无懈可击的庞大军队 在这一支岩石巨人面前 直接呈现溃败之势 似乎根本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重拳横过 沿途留下满目疮仪的坑洞 不论拳头下面的是什么 皆是瞬间就被轰成一滩烂泥 反观军队这边 任势发射再多的炮弹 也仅仅只是掀起更大的尘烟 对岩石巨人 根本没能造成半点伤害 见此一幕 所有人都害得魂飞魄散 开始不顾一切的狼狈奔头 交战不过一刻 南州集合军全线溃散 开战之前 还意气风发的指挥官们 此时已经躲在了桌子下面 瑟瑟发抖 忽然间 快快去寝入来 华国超越者 话音未落 一道急促的破音声响彻天际 抬头望去时 泛着紫青色光泽的机甲 从天而降 笔直落在岩石巨人面前 岩石巨人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 三米高的紫青机甲 竟然还不及他的脑袋高 两相对比 完全就是大象跟小猫咪的差距 而岩石巨人 更是对紫青机甲不屑一顾 挥动拳头 自顾对着身下乱砸一通 然而就在这时 紫青机甲双手一扬 刷的一声赤芒极度伸展 长度迅速暴涨 五米 八米 十米 十五米 在地面上的士兵眼中 那是一道光 承接天地的光 巨型 斩剑光刀 似乎是感受到了赤芒传来的热量 岩石巨人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转身看来 只见紫青机甲 缓缓握住赤芒 在偌大的赤芒面前 紫青机甲的身影 显得那样的渺小 这时 岩石巨人隐隐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开始朝着紫青机甲扑去 随即光芒闪过 白亮天地一顺 一道笔直的切痕 在岩石巨人的肩膀处显现 整条岩石臂膀 从肩头脱离 轰然坠地 大地震战 尘土飞扬 天地死寂 第108章 乔巴斯再次访华 伴随着华国军方的超越者支援战局 南州的战况日渐激烈 但有了华国超越者的助力后 颓势明显得到遏制 不至于像之前那样 被摧枯拉小的击溃 不过这些心外种族的实力确实可怕 尤其是那头岩石巨人 即便被超越者 先手砍掉一条手臂 依然能表现出极其恐怖的净力 一时半会儿 也难以分出个结果 基本陷入了敖战之中 最让世人惶恐的还是 这些心外生物 竟然仅仅是头顶那座巨舰上 跑出来的一小部分 这要是全部逃出来 怕是整个地球 都要面临一场蔑视浩劫 反观王正这边 此时的关注点 并不在南州战争上面 而是独自待在 荷尔玛星人遗留的飞碟上 仔细研究着飞碟中的一切 不得不说 荷尔玛星人的文明极其先进 抵制八千年后的地球 都丝毫不遑多让 甚至于很多地方都有有过之 长家星人的先进程度太高 自己有心无力 其他人还不知道 散落的科技包子意味着什么 王正心里却是十分明了 假以时日 地球科技将会彻底解放 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 继而推动整个文明 发生质的飞跃 但巨舰上的心外生物 才是目前所困扰的 最严重的问题 就连长家文明都解决不掉 需要盲目的星际穿梭来 躲避它们 更何况是现在的地球 南州战争 看似打的你来我往 实际上 双方的兵力比例并不平衡 对方满打满算 不过十几头生物而已 而且 其中有半数 还是最容易对付的虫族 反观地球这边 除了南州八个国家 集结的近七十万兵力以外 还有鹰匠 毛雄两国的军队 以及武器援助 还有华国的九十九架超越者 外加一架 荷尔玛星的紫青机甲 如此豪华的阵容 恐怕两个地球都能拿下了 偏偏却只能跟对方 这十几头生物 做到勉强抗衡 头顶巨舰中 究竟还藏着多少这样的生物 没人清楚 只知道 一旦有除了虫族外的生物出现 地球方面 在巨舰出口布置的超级防线 一定会被攻破 片刻不能阻挡 所以 即便解决了南州战争 也仅仅只能解决一时之痛 想要真正防患于未然 就只有把头顶的巨舰彻底掌握 让那些星外生物彻底消失 要么远离地球送它们走 要么埋在地球送它们走 就目前的科技水平而言 肯定是不够的 虽说更强大的武器王政 脑袋里也有 无奈现在的地球设备过于落后 根本无法提供出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等长家星人散播的科技包子开花 必然是等不起的 唯有把重点放在 荷尔玛星人的飞碟上 奈何里里外外研究了好几天 这飞碟上 除了那台紫青机甲之外 全都是些非常基础的常规设施 虽说跟地球科技相比 先进了很多 可对于王政而言 却并没有实质的帮助 不应该啊 王政有些气馁地坐在地上 开始考虑 到底是不是自己遗漏了什么 要知道 那两个荷尔玛星人 是奔着掠夺地球资源来的 又怎么可能会打毫无准备的仗 所以 荷尔玛星人 只派了这一艘飞碟前来 说明已经对地球 做了充分的分析对比 认为一艘飞碟 就可以拿下整个地球 虽说没能料到出了 自己这么个穿越回来的挂壁 但准备的一定万无一失 极为充分 看着已经被自己翻了个遍的飞碟 王政仍是没能找到核心系统 就在这时 手腕处传来轻微的震动 抬手轻轻一挥 面前瞬间浮现出了一道虚拟投屏 报警东的大脸盘子 出现在其中 哟 哥懒呢这是 报警东好奇地 打量着王政身后的背景 忍不住问道 王政左右晃了晃镜头 引得报警东两眼放光 这就是那俩大头娃娃的老窝吧 啥时候带我上去瞅瞅 王政撇撇嘴 不想搭话 这家伙一点不拿自己当外人 在正亲的时候就是 每次来找自己 总要带点东西 才能心满意足地离开 这要是领进飞碟里来 还不得把东西给搬空了 虽说东西对自己没什么作用 自己也乐意交出去 供他们研究 可报警东这货 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土宝蛤蟆 老是送自己耍小心眼 绞尽脑汁地让自己吐家伙 不能忍 真的不能忍 有事说是 王政毫不客气地打断话题 报警东这才咋咋嘴 说起了这次通讯的目的 乔巴斯你还记得吧 王政皱眉 在你眼里 我已经到了老年痴呆的程度了 报警东听后尴尬一笑 这倒没有 刚才乔巴斯来信 说是上一次的访华之旅虽然愉快 但因为他自己的某些原因 感觉并不完美 所以想着再来一趟 距离上次离开刚过去一个半月 他是没事做了吗 谁说不是呢 报警东伸了的懒腰 说道 八成是觉得自己堂堂世界二福 在咱们这里丢了面子 肯定得想办法再找回来 找就找 关我什么事 王政不解道 报警东答道 可太关你的事了 乔巴斯这家伙 在信件来访中专门提到 想要再跟你见一面 说是要为上次的不愉快道歉 王政很生气 现在都火烧没毛了 还在搞这些虚头八脑的友好外交 到时候 剧剑里的心外生物全都跑出来 看看派谁去跟他们交涉 就说我没时间 正准备挂断虚拟投屏 报警东急切地又说了一句 他是带着超越者来的 嗯 王政手上的动作一致 问道 自主研发 报警东点头 没错 王政笑了 在自己的预测中 如果单纯依靠破解超越者 来获取铸造数据跟技术 即便是鹰匠 大概也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为了不让华国引起世界公愤 王政果断选择 把超越者研发技术上交 届时会出于某些原因 导致研发技术不慎泄密 从而向世界公开 毕竟间谍这种事 见怪不怪 而这个过程 大概需要三年的时间 可眼下才过了不到一年 乔巴斯就带着 自主研发的超越者来了 是他们太掉了吗 当然不是 是长家新人投撒的科技包子 开始起作用了 第109章 他没看过钢铁侠 因为上一次的不友好 导致这次乔巴斯下飞机时 整个机场都空荡荡的 并没有像上次那样 热烈的欢迎团队 不过乔巴斯倒也不在意 跟着街机车队来到了一处庄园 不同于上次 这次访华更多是以私人身份 所以要更为低调一些 车队在庄园门前停下 乔巴斯刚一下车 就看到迎面来的报警东 乔巴斯先生 这次非常准时吗 居然早来了五分钟 亲爱的报将军 您吃饭了吗 乔巴斯用别角的华语 向报警东问好 听到报警东微微一愣 见状 乔巴斯大笑了几声 继续用中文说道 回去后 我开始学习华语 不知道我说的怎么样 报警东竖起大拇指 只能说歪锐古德 说完 报警东向乔巴斯的身后 瞅了一圈 发现这次的随行翻译换了个人 变成了一位黑发高挑的美女 报警东暗暗一笑 故意问道 乔巴斯先生 上一次给你来的那位女士非常优秀 怎么这次不见您带她过来 面对这种比较长的话 乔巴斯听不过来 只能依靠身后的随行翻译 翻译完后 乔巴斯的表情明显变了一下 仍是强装出笑意 说道 哦 那个女人 其实水平非常一般 我已经 把她给辞退了 报警东听后 深以为异地点点头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其实早在乔巴斯来之前 报警东就已经听到了 关于乔巴斯的那位金发女蜜的风言风语 作为世界鼎鼎有名的超级资本家 用富豪来形容她 简直就是在贬低 像这种能够影响经济形势的企业家 明面上有一位正妻 背后的女人 必然是多到数不胜数 像之前的那位金发女蜜 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当初王正的情 导致那位金发女蜜 从对乔巴斯死心塌地 到心生下戏 以至于在回到鹰匠以后 金发女蜜 开始彻底放飞自我了 总之就是一句话 会玩 在一次多人运动中 金发女蜜大战 乔巴斯在发现之后 看着那香艳的明场面 直接就弃婚了过去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金发女蜜给辞退了 自己堂堂世界二父 不缺女人 也不会缺漂亮有能力的女人 但是这件事着实有点恶心 就像一贯穿着光鲜的人 身上突然被人抹了一把泥巴 擦不掉 只能拿手挡住 生怕被别人发现 乔巴斯赶紧转移话题 王正 怎么没过来 报警东往旁边侧身 让出一条路 说道 王正在里面等你呢 闻言 乔巴斯眼底亮起一抹光彩 迅速朝庄园里面走去 看着乔巴斯的背影 报警东脸上的笑意散去 低声骂道 老龟公 说得好听 还访华 就是来显摆的 走进庄园 果真看到王正蹲在地上 不知道在捣咕着什么 乔巴斯步伐欢快 几步便来到了王正身后 王正先生 哟 来了 王正抬头看了乔巴斯一眼 停下手里的活计 起身向乔巴斯点头示意 乔巴斯好奇地 看着面前的一堆机器零件 王先生这是在做什么 王正一脸的不以为然道 没什么 随便弄点小玩意儿 本来还寻思 给乔巴斯先生看看的 奈何水平不行 还没完成 让乔巴斯先生见笑了 听完翻译 乔巴斯心情十分不错 开心地笑了几声 转座不经意地问道 对了 王正先生 不知道你的超越者 现在研发到哪个版本了 王正耸耸间 如实回答道 超越者的技术 我已经上交了 版本更迭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请不要问我 我不太清楚 听到这个答复 乔巴斯满意地点头 这么说 华国的超越者 还只是初代机 根本没有任何的进步了 王正应声 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乔巴斯乐乐 开心得不要不要的 随即总算将话察 引进了正题 既然如此 那王正先生 要不要看看我们 最新研发的机甲 还希望王正先生 能够提出点完善意见 不等王正点头答应 乔巴斯已经开始 朝身后挥手了 只见身后的黑发女蜜 掏出电话拨了过去 低声嘱咐几句后 便重新挂断了电话 片刻的沉寂后 头顶传来了一阵 急促的破空声 抬头看去 云海被撕开了一条裂痕 一道惊鸿般的身影 笔直地射来 东北一声 重物落地 一座仅仅只有两米高的机甲 处立在庄园中心 乔巴斯大步走上前 得意道 这是我们的一代机 天空之神 乌拉诺斯 跟你们华国的超越者相比 乌拉诺斯的体型要更小 更加便于隐藏 且消耗更少 性能更优 同时 乌拉诺斯还撞在了四个火力点 能够发射不同型号的微型导弹 续航同样远超超越者 能够实现不间断连续飞行 说完 乔巴斯目光灼灼地看向王正 明知顾问道 王正先生 您觉得怎么样 王正没有任何的犹豫 果断点头 不错 真的不错 乔巴斯又问 跟超越者相比呢 王正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 强 强出了很多 跟华国的超越者初代机相比 这架鹰匠产的乌拉诺斯体型 缩小了近八倍 更加轻盈 但能量消耗绝不会是降低八倍那么简单 可能是降低十六倍 甚至更多 同比动能似乎也是如此 越接近于人类体型 机械就越容易操控 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如原理 手动不如自动 自动不如仿动 仿动不如异动 手动 即人为操控 自动可理解为无人机 仿动 即机械仿仗你的动作 时时做出相应举止 异动 即意念操控 显然 乌拉诺斯机甲 虽说同样停留在手动的程度 但因为体型小巧 驾驶员的负荷也就更小 仅仅是这一点 就足以吊打数价超越者初待机 乔巴斯得意地看着王正 问道 现在一看 华国的超越者 真是又大又沉 笨重到家了 简直就是活靶子 一点用没有 当初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居然觉得超越者很厉害 第110章 咋了 没见过钢铁侠 上 刚刚走进庄园的报警东 别的没听见 就听到了这句 居然觉得超越者很厉害 嗯 暴警东脸色变了变 顿时就有些不高兴了 你这家伙上次被打的脸都肿了 怎么就不能长点记性 居然还敢跑来装逼 心里这样想着 目光却落在了不远处的乌拉诺斯机甲上 眼神威灵 表面上不动声色 内心早已泛起了巨大的波澜 莫非 这就是乔巴斯赶来华国炫耀的资本 快步来到王正跟乔巴斯的身旁 又深深地打量了乌拉诺斯机甲几眼 完事后 心中的一色更深 原以为这是鹰匠根据超越者打造的翻版 不曾想一番打量下来 肉眼所能看到的各个方面 竟然全都在超越者之上 如今的鹰匠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 暴警东一时有些惊疑不定起来 莫大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席卷全身 既然乔巴斯敢带着这台乌拉诺斯机甲来到华国 这就说明在这台机甲的基础上 还有着性能更优越的机甲存在 想到这里 暴警东的眼神凝重异常 自从有了超越者以后 华国科技垂直上升 把其他国家都远远甩在了身后 一封独高后 过得太安逸 导致失去了紧迫感 没了紧迫感 也就没了前行的动力 反观鹰匠 已经在徐徐追赶 并且隐隐有了超越的趋势 原来被打脸的不是乔巴斯 而是归兔赛跑中 暂时夺得先机 而沾沾自得的自己 见暴警东盯着乌拉诺斯目不转睛 乔巴斯的心情简直爽到了极点 就连金发女郎给自己戴帽子时 都抛到了脑后 开口问道 要不要我把乌拉诺斯送给华国一台 让你们也研究研究 暴警东回过神 听着如此轻蔑的话语 不由得眉头皱起 这装笔犯话是这么说 自己真要是开口 必然要找其他借口回绝 毕竟如此珍贵的机甲 性能还高过超越者 肯定是不会拱手送人的 可任由这老小子在这装来装去 偏偏还做不得任何反驳 着实有点憋屈了 就在暴警东无力反驳之际 王正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了 早就不搞这玩意了 闻言 乔巴斯的笑意凝固 有些不明所以 这 这话什么意思 暴警东一时满脸诧异 扭头向王正看去 只见王正神色平常 答道 就像您说的那样 这种机甲又笨又沉 没什么用 完全没有研究的需要 乔巴斯愣住了 你这家伙脑子有炮是吧 我说的是华国的超越者 你怎么把我家的乌托诺斯 也给带上了 乔巴斯很生气 认为 王正是在替自己的科技水平争辩 是在为华国的超越者鸣不平 事实摆在眼前 没其他的借口 就只能说这种话来安慰自己 乔巴斯连忙说道 既然王先生觉得 这种机甲没用 那么我想请问 什么样的机甲才有用 王正看着一脸严肃的乔巴斯 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乔巴斯先生 看过钢铁侠没有 乔巴斯一愣 王正这话的意思 啊 王正在自己身上比划了两下 解释道 就是那种能贴在自己身上 没有操控台 可以随着身体举止 做出相应行动的机甲 还不等王正把话说完 乔巴斯已经吃笑出声 毫不留情地开口打断道 王正先生 您是在吃饭做梦吗 王正微微一愣 没有明白乔巴斯这话的意思 扭头看看报警东 发现报警东同样也是一脸猛逼 好在身边还有个黑发女蜜 充当翻译 精准地翻译出了 乔巴斯所想表达的意思 识人说梦 像钢铁侠这种 只适合小孩子看的科幻片 有谁会当真 身为科学家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就算是最为精炼的钢材 也绝对达不到钢铁侠那种程度 那只是电影而已 如果真的在现实中 手脚部位的引擎过载 一定会先把他的手脚给烧断 王正看着阵阵有词的乔巴斯 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出声问道 这么说 你很懂啊 听完这话 报警东眼神一变 无比诧异地看向王正 根据以往的经验 一般当王正说出这种话的时候 那就说明 这小子要开始装笔了 而且是惊世骇俗的笔 乔巴斯眼皮秃秃地跳 仍是觉得钢铁侠这种东西 出现在现实中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继续抢遍道 不是我懂 是它没有存在的可能 王正没有跟乔巴斯争论 而是淡淡地反问了一句 在超越者出来之前 你认为这玩意儿飞上太空 可能吗 一句话 让乔巴斯当场噎住 支支吾吾再说不出话来 那那也只是超越者 两米的机甲 绝对已经是体积的极限最小值 眼见乔巴斯名玩不灵 王正不禁叹了口气 这哥们怎么回事啊 在鹰匠享受 重心捧月的高级待遇不香吗 非得跑到华国来挨巴掌 一次也就算了 第二次居然还要来 勇敢 狂妄 自负 都不是 这就是个傻逼 既然不愿意相信 那就简单露两手 给他瞧瞧吧 低头看一眼脚下的那堆机械零件 顺着王正的目光 乔巴斯也跟着下意识的低头看去 一堆零散部件 毫无玄机可言 乔巴斯是这样想的 忽然间 王正冲那堆零部件招了招手 下一刻 堆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零部件 竟如同被赋予了零至一般 纷纷浮向半空 旋即在报警东 跟乔巴斯震惊的注视下 无数的零部件在半空飞快组装拼合 继而向着王正周身贴去 钢铁的碰撞声 铿锵不绝 连续不断 在二人急切的目光中 王正周身迅速被这些零部件所覆盖 也不知过了多久 王正已经消失在了二人面前 取而代之的是一尊体型与正常人无异的钢铁机甲 一片死寂中 王正略显调笑的声音从机甲内部传出 乔巴斯先生 看着可还行 第111章 咋了 没见过钢铁侠 吓 后知后觉的乔巴斯 踉强着倒退了几步 脸上顿时充斥起一股浓浓的骇然意味 看着眼前莫名出现的钢铁侠 陷入了好一阵的尸神 别说是乔巴斯 就连一旁的报警东也懵了 知道王正这小子能一直拿出惊喜 但万万没想到能拿出这么大的惊喜 这玩意看上去与超越者大同小异 实际上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机甲体型的大小并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 相反 过大的跟过小的机甲都很难投入使用 原因在于动能运用上 过大的机甲耗能巨大 且机转运行笨重 操作起来计算率十分庞大 属实不利于应用 而过小的机甲虽然能耗低 可动力装置搭载是个大难题 所以乔巴斯带来的乌托诺斯 确实可以称得上是目前科技的最巅峰 可王正反手来了一台能穿在身上的机甲 这就像同样的一块铁 其他人只能拿来当石头丢人 而你把它融了 铸成了一把刀 砍人嘎嘎快 如同砍瓜切菜 可我呢 我把它打造成了一把枪 BioBio能射子弹的枪 性质变了 能够穿在身上 说明动力装置被进行了优缩 达到了超微型的程度 对于地球文明而言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意味着 华国还是那个华国 还是老大哥 假的 这一定是假的 乔巴斯精心筹备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有一天能重回华国 一雪前耻 不曾想又一次惨遭打脸 这个结果 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 看着激进癫狂 声音有些嘶声力竭的乔巴斯 王正无奈叹了口气 仰头看天 一跃而起 进风划过 报警东跟乔巴斯的面庞 沙尘扑面 视线模糊了片刻后 再看向前方 哪里还有王正的身影 抬头看去 王正已经开始在天空嘎嘎乱飞了 只能说 又快又猛 乔巴斯呆呆看着 突然身体一颤 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说了 而且说得一败涂地 失魂落魄之际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报警东凑了上来 拍了拍乔巴斯的肩膀头 乔巴斯茫然看去 看到了报警东那张堆满坏笑的脸 只听报警东开口说道 咋啦 没见过钢铁侠上天啊 闻言 乔巴斯脸色一僵 下意识握紧了拳头 这家伙真该死 这比杀了我还难受 南州雨林 敖战还在继续 只不过如今的人类士兵 不再想先前那般绝望 而是信心十足 气势高涨 一共十六头星外生物 在这七天的大战中 已经有四头虫族生物被击杀 尸体被炸成烂泥 死到不能再死 虽说人族这边损失要更为惨重 但这比开战之前 预估的全军覆没的结果 要好上太多了 生死之间最能增进感情 经历过几次恶战后 来自世界各国的不同援军 已然打成了一片 相互之间关系十分融洽 虽说语言不通 却丝毫不影响几方人马 互开玩笑 华国驻军阵地 李国旭抱着一大箱 异国素食包跑了回来 边跑还边大声喊着 老鱼 老高 快来 我从一毛子手里 迎回来一箱一国面条 经中午换换口味尝尝鲜 一听要吃兴起玩意 营地里的众人纷纷冒了出来 一窝蜂围上了李国旭 虞涛跟高震雄 两人听见了动静 也跟着凑了过来 虞涛随手拆开箱子 看出一盒一面丑了丑 不还是面条吗 李国旭撇撇嘴 说道 你不懂 这是人家一国的特产 有名的很 没听那些跑去外国的职工们说吗 这玩意儿都是上流人士 是的 咱们这种人只配喝冠面 虞涛听得眉头一挑 这么说 今天咱们这群大老粗有口福了 高震雄笑着问道 怎么迎来的 李国旭揉了揉鼻尖 说道 那群一毛子非要跟我比腹中越野 劳子背六十斤 他们背四十斤 差点没给他们拉费了 跑完我问 还继续吗 他们死命的摇头 最后熬不住 送了我一箱这玩意儿 给我打发了 说着 人群爆发出阵阵哄笑 行 国旭本事不小 开玩笑 这是兵王 虞涛把一面扔回箱子里 说道 既然如此 大家就跟着国旭沾光 晚上尝尝一毛子的特产 对了 虞涛教主 正准备把一面搬进食堂的李国旭 叮嘱道 晚上搬点速冻饺子 给他们回过去 全当是咱们的回礼 礼尚往来吗 拖 李国旭摆出个OK的手势 众人刚准备折腾晚饭 突然就听见了刺耳的警报声 对此 众人倒是见怪不怪了 迅速反应起来 穿戴好装备 向着前方的雨林边缘赶去 远处 那头断掉一条手臂的岩石巨人 正在缓缓赶来 跟一开始的时候不同 此时岩石巨人的体表 已然遍布疮痕 到处都是炮弹爆炸后留下的坑洞 在岩石巨人身后 数十道身影隐匿在雨林中 同样在飞快地向着这边逼近 反观人族这边 数十个国家军队 分布在不同位置 链接在一起 会成了一条长线 华国阵地中 李国旭看着那头 简直要高耸入云的岩石巨人 眼中没有丝毫的巨异 反而狠狠地朝着地上 淬了一口唾沫 骂骂咧咧道 你说这畜生 怎么一点脑子没有 攻不进来就攻不进来 一个劲地往这里钻 高震雄 贴了不停发牢骚的李国旭一眼 说道 别在这骂啊 去 跑过去跟他说 让他滚远点 李国旭嘿嘿一笑 我要有这本事 还能在这干 一旁的于涛 也没有出声打趣的心情 正用单兵通讯设备 联系着超越者鸡群 联系完后 于涛看向众人 说道 超越者鸡群在五分钟后赶来 坚持五分钟 我们的任务结束 闻言 众人连起了松散意 浑身透露肃杀器 手中的武器握紧 目光如炬 看向远处不断逼近的心外生物 就在双方即将开战时 头顶突然有一道急影划过 看一眼模糊不清的身影 李国旭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超越者 一旁的高震雄摇了摇头 不是 超越者没这么小 而且单看速度 似乎要比超越者快很多 那道身影 就这样堂而皇之地 穿过了人族防线 直奔岩石巨人而去 阵线上所有国家的军队 自然也都注意到了这道身影 疑惑中 鹰将的指挥官得意开口 大家不必惊慌 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最新产品 天空之神 乌拉诺斯 第112章 装笔失败 看着在空中一闪而逝的小巧身影 除了得意的鹰将之外 其余国家的士兵脸上 均浮现出浓浓的惊讶之意 这句话的重点 并不在于机甲的名字 也不在于产品 心与不心 而是 自主研发 听到这句话后 所有人看向鹰将营帝的眼神 顿时就变了 鹰将在华国崛起之前 确实是地球毋庸置疑的最强霸主 其实力 甚至要比第二到第五加起来都牛逼 可这些头衔 在王正这个挂臂横空出世之后 已经被完全剥夺了 原因无他 王正这小子拿出来的东西 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 就是想复制都复制不了 这就好比现在有一至十十个级别 鹰将独自在十 其他国家最强的在期 寻常的国家 甚至只有一或二的水准 可忽然间 有个国家发达了 跟做火箭似的 嗖嗖嗖窜穿上了九十九 十跟一比确实很大 可在九十九面前 十跟一的差距 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所以当华国崛起后 鹰将的影响力大大折扣 再也不能像之前那样 肆无忌惮地干涉他国内政 直接演气息鼓 老舍不少 但没想到 这才过了仅仅半年的时间 鹰将竟然带着新型机甲杀了回来 看着体积跟飞行速度 性能似乎还要在常规超越者之上 李国旭看着头顶的轻银机甲 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一声道 假的吧 当初王正发布超越者时 举世震惊 且在超越者攻售后 任凭他们集合之力 彻夜钻魔也没能破解半分 怎么半年过去 不仅完全破解了超越者的心秘 还做出了改进 莫非鹰将境内也出现了一位 能够媲美王正的绝世奇才 不愧是前一任的世界霸主 即便被人超越 其底蕴也依旧不是其他人所能企及的 华国的诸多士兵 很快便在震惊中回过神来 心中没有丝毫的动摇 还是那句话 当年仅仅凭着小米加步枪 就敢打你们的飞机大炮 并且取胜 如今站在同一起跑线 而且还是 你在追赶我们 又怎么可能生出怯懦之心 相反 强烈的展现 欲从每个华国士兵的心头喷涌着 呼之欲出 我与天空是比高 鹰将 还不够格 此时 鹰将的天空之神 已然掠过了地球阵地 来到了心外生物的境前 俯冲到无边雨林上空 还不等乌托诺斯 将视野投向前方的岩石巨人 一头折伏在雨林深处许久的巨型蟒蛇 突然跳了出来 庞大的体型 好似一幢高楼 强有力的灵甲 直接撞断了究竟的所有灵木 半距身躯高高跃起 直奔空中的乌托诺斯而去 血口张开 獠牙避险 凄厉的嘶声中 静猛的狂风席卷呼啸 如此一幕 看得地球阵地的众人心惊胆战 连忙打开阵地通讯 连声喊道 大家注意 时刻准备火炮支援 这条巨蟒的可怕 大家都有目共睹 岩石巨人虽说是最大的威胁 杀伤力也最强最大 但如果说谁是噩梦 那一定是他 因为这条巨蟒 灵质高到离谱 懂得长时间隐藏在雨林中 绝不会轻易暴露自己 并且还能从暗处时刻注意着战场 准备在关键时刻 给予致命一击 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不清楚这条巨蟒的存在 打退了心外生物的第一波攻势后 有几个军团想要乘胜追击 结果刚一进入雨林 直接被蛰伏的巨蟒抓住 坚固的灵甲 直接无视了一切伤害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片刻时间 就将那几个军团悉数全面 正是有了那次的教训 地球联军才会选择在雨林边缘驻扎阵地 无论如何也不可冒进半步 毕竟谁也不清楚 这片雨林里 是否只有这一条巨蟒在潜伏 面对如此巨大的潜在威胁 地球联军自然不会任由其嚣张下去 一连进行了数次 专门针对他的炮火骑射 奈何这头畜生极其灵敏 哪怕是在监测到其活动讯号的第一时间 发动火力覆盖 直接把整片区域都给一围平地 第二次战斗打响之后 依然能看到他的身影 时间一长 众人逐渐变得麻木 也就不再执着于干掉他了 如今眼瞅着鹰将的乌托诺斯 首战即选择岩石巨人 半路却是这头险恶的畜生蹦出来 其他人的脑海中 皆是不约而同地浮现出同一个想法 不妙 倒不是对乌托诺斯没有信心 而是这头畜生实在狡猾 但凡出手 就说明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 如此看来 倒是头顶的乌托诺斯岌岌可危 危在旦夕了 这也是众人急于进攻 发动炮火支援的原因 怎料鹰将阵地的指挥官 在见到自家机甲被巨蟒偷袭后 不仅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慌张 反而还露出了一副莫名的期盼笑意 打开手中的通讯设备 对着其他营地紧张不已的指挥官们说道 收起你们的弹药 准备看好戏吧 说话间 巨蟒的血盆大口 已经扑到了乌托诺斯面前 现在只需闭上嘴巴 即可将其一口吞下 众目睽睽中 乌托诺斯左手高举 一道白亮的赤光机势而出 光剑 是光剑 众人看得惊呼出声 无不诧异开口 到底是曾经的地球霸主 拥有地球最强科技水平 真不是吹的 这才过了多久 不只是超越者 就连粒子光刀都给破解了 近万度高温的光剑 毫不费力地刺透了巨蟒的上额 继而奋力向一次划过 硬生生将巨蟒的嘴巴 活出了一道巨大的缺口 大片的腥臭血液喷洒 痛得巨蟒扭动身躯 奋力地挣扎起来 机遇转身顿走 乌托诺斯欲血而行 背后的马和环愈发耀眼 丝毫不给巨蟒逃窜的机会 举起光剑 朝着巨蟒的七寸处攻去 见此一幕 直接将地球联军的所有人给震住了 以往都是这畜生在吃人 吃完人就跑 哪有被追着打的机会 这台体型小巧的机甲 居然做到了 一时间 联军士气大震 纷纷对着高空的乌托诺斯 震臂高呼 聚守雨林这么长时间 完全就是在用人数跟装备印号 虽说成功不远 却也打得极为憋屈 乌托诺斯的出现 俨然打开了这副局面 鹰将指挥官爬上装甲车 看着手举光剑光芒万丈的乌托诺斯 忍不住高声道 翱翔吧 天空之神 乌托诺斯意识不负厚望 向着巨蟒背后的七寸位置 一箭斩去 见魏洛 巨蟒指住身影 庞大的尾巴 不知何时来到了身后 仿佛小山一般 压住了乌托诺斯 继而重重向着地面砸去 轰然一声 大地震战 天空空荡荡 再没了天空之神的踪影 欢呼声也在此刻戛然 陷入死寂 装甲车上的鹰将指挥官 高举的双手将在原地 落也不是 局也不是 这是狗雕 第113章 你好烦 看着烟尘四起的雨林 巨蟒扭动着粗壮的尾巴 整条蛇都安静了下来 重新用星红的毛子 审视地球联军 巨蟒的反应明显在说 威胁已经消失了 也就是乌托诺斯 没了 一切发生的过于突然 众人还沉浸在乌托诺斯 多么掉多么牛笔中 无法自拔时 郑主说没就没了 鹰将指挥官的脸色 仿佛吃了巴巴 目光死死盯着乌诺托斯 被砸趴下的地方 袭击着能有奇迹发生 对于结果 众人其实心知肚明 乌托诺斯狠掉是真的 没了也是真的 才刚刚振奋起来的军心 随着巨蟒的大尾巴 一同栽进了大坑里 不 不可能 鹰将指挥官仍然有些不死心 火速拿起另一部 私密通讯设备 调出乌托诺斯的频道 呲声力竭地喊了起来 呼叫 呼叫天空之神 收到请回答 刺啦刺啦刺啦 收到请回答 避避避 听着杂乱的盲鹰 除了鹰将以外的 其他地球阵型 不约而同地 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吵 鹰将指挥官面容铁青 狠狠将私密通讯设备扔到地上 乌托诺斯 作为鹰将当前最核心的超级机密 因为正处于研发初期 自然不可能把底牌全都掏出来 所以 即便已经实行了量产 最好还是循序渐进 慢慢向公众 展露最好 从一开始敲定的方案是 对外暴露三架 只需要把影响扩散出去即可 一是威慑华国 二是震惊事件 此时的鹰将二副乔巴斯 想必已经带着一台乌托诺斯 在华国装比成功了 只不过华国方面 因为名义上是私人会盟 除了部分高层以外 估计寻常人也接触不到相关信息 如若真的想让乌托诺斯闻名世界 胆超超越者 还是得看这场雨林战争 可偏偏就是这场逼格最大的雨林战场 竟然出人意料的失败了 而且败得极惨 一个照面就被打趴下了 完全对不起刚出场时的逼格 眼看凝结了鹰将当前全部科技心血的乌托诺斯 即便被世人当成笑柄 鹰将指挥官自然是坐不住了 跳下装甲车看向一旁的通讯员冷声道 别藏了 既然已经放出来 就一定要把门边打出去 通讯员听后 雾免心底一惊 连忙问道 您的意思是 摇人 一架乌托诺斯不行 那就两架 两架不行 那就十架 一百架 总之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把那头该死的畜生干掉 可是总部那边 通讯员的声音有些微弱 犹疑不定地问道 当时下达的命令 不是让我们不要太早暴露吗 暴露 鹰将指挥官急了 一把揪过通讯员的衣领 都特么什么时候了 还管他娘的暴不暴露 再不暴露 鹰将的脸 就要被客们丢光了 听着鹰将指挥官的素质三连 通讯员不敢再磨叽 被松开后 飞奔到通讯设备面前 开始与总部联络 还不等联络成功 四周再一次想起了阵阵轰乱 所有士兵 无不是抬头向着天空看去 一道惊鸿 从天空闪过 没有人看清 划过的东西 究竟是何物 只看到一条笔直的白线 横根在天际 将整片天空都分割成了两半 什么东西 看着空无一物的辽阔天空 在雨林边缘驻守地 诸多联军 脸色异常凝重 纷纷用监测雷达反馈头顶 希望能从中觉察到 些许蛛丝马迹 毕竟根本就没人接受到 有人支援的消息 所以这个快到看不清的东西 极有可能是从巨界内部逃出来的 能够急速飞行的心外生物 想想都觉得恐怖 很快 监测雷达响起了尖锐的名音 一众人守在各自的雷达显示屏面前 表情出奇的难堪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所有人心中 已然开始暗道不妙 慌张不已 连监测雷达都探查不到 这是什么怪物 截至目前 除了华国的超越者 还没有东西 能做到这种程度 就在地球联军人心惶惶之际 鹰将指挥官 突然大笑着 冲出了指挥车 用公开通讯器 对着其他阵营喊道 不必担心 刚刚得到消息 是我鹰将的乌托诺斯二代机出发了 文言 其余阵营的士兵 微微变了变脸色 其实之前那台乌托诺斯 被巨蟒一尾巴干翻 没有人会觉得可笑 相反 乌托诺斯的恐怖性能 有目共睹 大家都看在眼里 结果 鹰将反手又拿出了一台二代机 着实让人感到有些窒息 如此看来 鹰将重回霸主地位 已是板上钉钉了 放下手中的通讯器 鹰将指挥官 看着天空的划痕 笑意极其的畅快 不愧是二代机 速度就是快 前面才刚开口通知自己说 二代机已经启动出发了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 一分钟 三十秒 全已经到了 这是什么速度 这不是飞啊 这踏马的是空间穿梭 嗯 鹰将指挥官 银银想到了什么 嘴角咧了又咧 莫非总部已经调到 连华国的空间截获装置 都被破解了 好 好 好 强忍着内心的激动 鹰将指挥官 看向一旁的通讯员 快 给我连接对方通讯频道 我要跟他对话 信号很快就被接通 鹰将指挥官夺过通讯器 连声说道 我是鹰将阵地总指挥 池德特机巴多 收到请回复 收到请回复 一连问了几句 都没有得到回复 鹰将指挥官的喜色 渐渐被磨了下去 又接连问了几句 乌托诺斯二代机 收到请回复 二代机 我是池德特机巴多 收到给我回复 脸瞅着对方不搭理自己 鹰将指挥官有些生气了 正打算加重语气 训斥两句时 对方终于回了消息 听到对方的声音后 鹰将指挥官的笑脸 直接凝固 当场愣在了原地 只听到极其正宗的 华夏雨从通讯设备中传来 别巴巴了 你好烦 借而讯号传开 扩散到了其他阵营 请报告各国阵地坐标位置 避免误伤 重复 请报告各国阵地坐标位置 避免误伤 听着这口流利的华夏雨 地球联军的所有士兵 不由地呆住 不是鹰将 华国的机甲 第114章 他怕打脸 上 前一秒 众人还在感叹 鹰将惊人的科技水准 只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 就实现了对华国的技术赶超 结果是万万没想到 鹰将指挥官装的笔 居然是人家华国的 地球联军的公共频道 并没有被挂断 所有的阵地指挥官 连同部分将领 全都在这其中 也就是说鹰将指挥官 误把华国战机 当成自家战机的乌龙事件 已经被各国士兵所知晓了 人生最射死的事情 莫过于装逼失败 最最射死的事情 莫过于装了个超级大逼 然后失败 扑 频道里不知道是谁 一时有些按耐不住 直接笑出了声 碍于鹰将的淫威 笑声极其克制 只笑了一声 就硬生生地止住了 是谁在笑 鹰将指挥官铁青着脸 刚准备追责 突然就又听见了 几句偷笑 紧接着便是一阵稀稀疏疏 所有人以极快的速度 纷纷退出了频道 独留下鹰将指挥官 在感悟人生 用脚趾头响也能想到 此时的各地阵营中 早已被雷鸣般的大笑声所掩埋 而此时 鹰将指挥官脸上的表情 极其精彩 说笑也不笑 说哭也不哭 大放厥词 的确相当之爽 爽到差点就以为 地球成了鹰将家的 只可惜 打脸来得也快 二代机正在全速飞行 按照这个速度 预计需要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尽管这个速度 已经远远超出了 华国超越者 堪称是地球当前的 最快水平 但对于持德特吉巴多来说 仍显得过于漫长了 毕竟刚才的是 太多人太射死 如果不是因为 早就签订了联军盟约 不然非得把这些家伙们 毁尸灭迹 杀人灭口不可 报告 华国增援 以主动暴露器坐标位置 快 给我把画面调出来 持德特吉巴多 冲到指挥屏幕前 两眼炯炯有神 恨不能直接钻进去 这时 画面中出现了一道 相比乌托诺斯 还要小巧的人形机甲 并且 周身还保存了 大部分的人形结构 乍一眼看上去 竟然跟一个正常人 穿了一件衣服 没什么区别 持德特吉巴多 看着屏幕中 小巧到离谱的机甲 眼皮秃突突地狂跳 难以置信地开口 这 这是什么 与此同时 其他阵营的指挥车内 同样掀起了 阵阵惊涛骇浪般的震动 这体积 这速度 这机动性 难怪飞在天上 什么都看不到 就连最精密的检测雷达 都难以捕捉 这要是能看见 跟大晚上在黑灯瞎火里抓蚊子 有什么区别 也许是华国的和平使者形象 太过深入人心 不同于见识到 阴降天空之神时的不安与惶恐 在见到 这架华国机甲后 所有人不仅没有丝毫的恐惧 反而从心底松了口气 然后出自内心的发出感慨 这已经不能算是机甲的范畴了吧 跟加儿衣服似的 未免有点太夸张了 没错 完全颠覆了以往的技术手段 我们跟华国的差距 再一次被无限拉大了 怕什么 你还想追啊 追倒是不至于 反正华国总能吃剩下 无所谓 阴降阵地内 一旁的副官感受到了 池德特吉巴多身上 异常浓烈的杀意 心里不禁开始打起了鼓 连忙凑到进前小声询问道 长官 您没事吧 阴降指挥官冷笑一声 我能有什么事 副官看着快要把牙齿 咬碎的池德特吉巴多 陆指的神情 长官 池德特吉巴多极了 指着副官的鼻子果断开骂 闭嘴闭嘴 你给我闭嘴 你瞎了 我有事没事你 看不出来 问问问 问你姥姥的大鸡腿 随即扭头看向通讯员 彻底放飞了自我 大声质问道 二代鸡呢 快告诉我 二代鸡究竟到哪里了 眼看自家指挥官陷入暴怒之中 通讯员也不敢耽搁 快速查询了一番二代鸡行程后 弱弱回应道 还有十八分钟 机甲的操控者 当然是王正无疑 王正此时还在雨林上空盘旋 在确认好几方 各个阵营的坐标位置后 这才将视线 落到那尊体型 极为显眼的岩石巨人身上 先前对乔巴斯 展示这套机甲时 因为是首次式飞行 各方面性能 都还没进行测试 直到升空之后 心想着 飞一次也是飞 两次也是飞 倒不如趁这个机会 临时测试一下机甲性能 而测试对象 这些成功 闯入地球的心外生物 就是最好的选择 大概估算了一下时间 除掉它们后 还能回去跟乔巴斯 吃顿愉快的晚餐 目标已锁定 心外种族 严凯领主成年体 左臂缺失 生命体征中等 这套机甲 已经被王正练进了终端 而终端 则是最近 才建立起来的超级人工智能 收入了海量的心外信息 近乎是王正所能知晓的全部 毫不夸张地说 如今的王正 就是现实中加强版的 托尼史大科 身影从高空悬停 缓缓俯身 向着下方看去 严实巨人心有所感 一是抬头看向王正 继而发出一声 充满了挑衅味道的怒吼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王正身体从空中掉转 以头下脚上的姿势 朝着严实巨人俯冲而去 速度之快 一路兴起火光 宛若犹龙从空中闪过 远处观战的华国阵地内 突击连的连长于涛 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猛地沉凝下来 迅速夺过别人手中的通讯器 对着与王正连接的频道大喊道 快停下 这林子里边还有一头畜生 阴得狠 回应于涛的 只有呼啸的风势 再没有半点其他声音 于涛心中一紧 眼瞅着王正冲向了雨林 完了 第115章 啪啪打脸 下 这时 其余阵营的士兵后知后觉 不由地开始议论起来 坏了 那条该死的蟒蛇 还不知道在雨林的什么地方藏着呢 就这么往下冲 难道华国没有告诉这架机甲的驾驶员 雨林的相关情况吗 一点反制手段都没有 恐怕凶多吉少了 看着加速俯冲的华国机甲 池德特机巴多僵硬的脸上 陡然浮现出了一丝喜意 哈哈哈哈 这个蠢货 居然直接往下扎 真是活够了 身边的副官亦是开口附和 按照这个趋势 恐怕还没碰到岩石巨人 就被巨蟒一口给吞了 各国阵地的士兵 皆是认识到了这个严重问题 连忙向华国阵地致电 提醒华国方面 让头顶的新型机甲改变进行策略 可华国方面又岂会想不到这些 奈何消息传出去后 根本没人回应 就好像石沉大海 连水花都没得到半点 无奈之下 只得眼睁睁看着新型机甲 向着雨林俯冲 一时间 地球联军阵地叹息声会成一片 无不在惋惜 前脚刚才鹰将的天空之神送走 本以为华国能出现 一位力挽狂澜的超级机甲 不曾想 还是相同的结局 哗然声中 华国机甲已经冲到雨林上空 几乎在同一时刻 巨蟒从茂盛的灵关下探出了头 血口张开 直奔王正 反观王正下坠的速度太过迅猛 似乎想要转头已经来不及了 对 太对了 池德特吉巴多兴奋地拍桌起 看着眼前似乎已经敲定的局面 忍不住连连欢呼 只要华国的机甲也毁在巨蟒的手里 那就说明不是自家机甲的问题 而是这条巨蟒过于恐怖 池德特吉巴多咧着大嘴嘎嘎乐 直接转怒为喜 激动地握着拳头 紧紧盯着画面中猛地窜出的巨蟒 口中开始喋喋不休 快 给我吃了它 吃了它 吭吃一口 来势汹汹的华国机甲 被巨蟒一口吞下 没有丝毫地挣扎 就这样被生生吞掉 于涛火速冲出指挥车 抓起手上的阵地通讯器 急声呵斥道 开火 还愣着干什么 反观鹰匠这边 气氛与华国的紧张凝重 截然不同 以持得特吉巴多为首的 几大指挥官 直接开始手舞足蹈起来 太对了 就是这个味道 对味了 眼看华国机甲 被巨蟒吞掉 丢脸与否 乌托诺斯二代机的 强大与否这些东西 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毕竟华国的新机甲出场逼格 比自家二代机的逼格还要高 如今也是被一招秒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尽管嘲笑就完事了 自己虽然丢人 但是华国更丢人 两相对比 自己丢人 也就没什么所谓了 鹰匠这边还在庆祝 正打算开香槟 突然就听到有人 指着屏幕 轻易出声 爷 这是什么呀 听到这话 持得特吉巴多笑意凝固 迅速扭头看去 心里隐隐浮现出一抹不安 完蛋 都被吃尽肚了 难道还有转机不成 看向屏幕的瞬间 只见明明已经把 华国机甲吞下去的巨蟒 又莫名张大了嘴巴 庞大的身躯 开始疯狂挣扎起来 狂躁的动作直接撞倒了大片的树木 这还不止 巨蟒的嘴巴越张越大 甚至于直接来到了恐怖的180度 旋即便见巨蟒开始剧烈的反呕起来 似乎是非要把吞进去的东西吐出来不可 见此一幕 所有自以为大局已定的人 不由得微微愣神 大惊失色 紧接着 一声响彻雨林的嚎叫 从巨蟒口中传出 身躯猛的僵直 仿佛被点穴一般 直接就固定在了当场 一抹无比耀眼的光束 从巨蟒的口中射出 直奔远方 不见尽头 池德特吉巴多 书弟从座椅上弹了起来 脸上又一次呈现出深深的错愕 莫非 还真叫华国机甲给巨蟒灭了 整座地球阵营 全部陷入了沉寂之中 所有人无不在屏息凝神 聚精会神地看着巨蟒口中的那道光束 袭击着下一刻的奇迹出现 等待了两久 没有等来华国机甲的破口而出 反而等来了巨蟒闭上了嘴巴 见状 池德特吉巴多 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原来这畜生 只是吃多了掖住了 吓老子一跳 如此 其余阵地的士兵眼神黯淡 不免大失所望 本以为奇迹能够发生 原来仍是一场奢望 不过众人终究是见惯了生死的士兵 尽管心有不甘 却还是迅速投入了战斗中 开始进行战前部署 全军都有 炮火队练 务必将这群畜生 拦截在雨林之外 瞄准 数以万计的枪口炮口 一致朝向雨林 上唐声如潮水 起伏跌宕 预备 等等 四号官的语气 最后明显颤抖了许多 神情意在此刻变得惊恐 仿佛见到了什么 极不可思议的事情 远处 那条还没来得及 引溺回雨林的巨蟒 背后光滑坚硬的鳞片处 突然有一抹危暗的光 叹了出来 尽管那抹光微不可闻 却还是被不少人给捕捉到 那抹光越发明亮 直至将巨蟒的后背刺破 转瞬便做赤胜的光彩 至此 众人才得以看清 那抹光的本质 这根本不是光 光剑 栗子光剑 是 是华国机甲 有人指着巨蟒发光的背部 激动的大喊出声 只见从巨蟒体内 刺出的光剑横登在那 继而狠狠向上一条 连炮弹都不能伤起 分毫的坚硬背部 被硬生生 豁出了巨大的缺口 鲜血喷溅入空 宛若下了一场瓢泼血雨 一道身影从巨蟒体内冲出 浮于高空 置身血雨 而无动于衷 轰然一声 气绝的巨蟒倒地 砸倒了大片雨林 再无半点动静 所有人闻着空气中 弥漫着的腥臭 呆呆望着头顶的渺小身影 一时间 天地聚集 这条被地球联军视为大敌 吞噬联军士兵无数 几次集火围剿 都被其安然身退的超级巨蟒 死了 一刀而已 没人欢呼 没有喜色 有的只是浓浓的不可思议 唯有池德特吉巴多 扭头看向了通讯员 二代机什么时候到 第116章 又是一刀 报 报告 还有16分钟 池德特吉巴多皱起眉头 满脸严肃 16分钟 实在是太漫长了 漫长到已经不属于度日如年了 简直是度秒如纪元 丢了这么大个脸 急需以此能证明自己的机会 结果证明的机会没等来 等来了一次 看着华国装底的机会 华国机甲表现得越调 越反衬的自家 乌托诺斯无能 手持粒子光剑的王正 重新回到了雨林上空 看都不看轰然倒地的巨蟒一眼 继续将视线落到面前的 岩石巨人身上 目睹了巨蟒被杀 岩石巨人似乎察觉到了些许危险 先是看了看 躺在断幕之中的巨蟒尸体 旋即便看向了飘在半空 在自己眼中 宛如一粒尘埃的渺小身影 一道极尽愤怒的吼声 响彻这方天地 紧接着 一股强劲的风势逆卷开来 即便是身在树里之外的地球 联军驻地 也被这股狂风吹刮的烟尘四起 呼啸声震震 然而 头顶的王正 并没有半点反应 仍是稳稳当当地悬在当空 不曾一动半寸 岩石巨人有些按耐不住了 也不等王正做些什么 静止迈动沉重的步伐 朝着前方冲来 王正将粒子光剑缓缓横沉 不仅没有避让 反而催动玛丽 向着岩石巨人迎去 见此一幕 一直在紧张观战的联军士兵 不经脸色大变 连连惊呼出声 他想干什么 单挑石头怪兽 疯了 不是这台华国机甲 疯了 就是我疯了 这 到底需不需要炮火支援 别真叫华国机甲给单刷了 在岩石巨人的面前 王正的身影是那样的渺小 小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甚至于让众人错误地以为 只要岩石巨人愿意 完完全全就可以用一根手指头 把王正给碾进泥土里 狂妄 持得特机八夺 看着即将冲撞到一起的两道身影 不由地发出一句冷哼 单刷岩石巨人 白日做梦 要知道 先前的那头巨蟒 虽说被地球联军视为噩梦 却也仅仅是头疼于对方的神出鬼没 难以应付 若要说最大的威胁 还是莫过于眼前的岩石巨人 毕竟 如果没有岩石巨人的话 就算那条该死的巨蟒 再怎么会藏 也能把它揪出来 都不同了 经过几天的敖战 在其身上留下的炮坑弹孔不计其数 几乎遍布在身体各处 而这些仅仅都是皮外伤 对岩石巨人而言 完全没能伤到筋骨 唯有一开始时 华国的那台紫青机甲 挥动一箭 砍下了他的一条手臂 极大程度的削弱了这头畜生的战力 只可惜 作为唯一能够跟岩石巨人正面抗衡的紫青机甲 因为受创严重 已经返回华国维修了 而且这个所谓的正面抗衡 还是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才能勉强做到的 地球联军除鹰匠之外的所有人 皆是信心满满 对王正寄予了厚望 毕竟王正之名早已名动天下 就算再创造多少个奇迹 都丝毫不觉得为过 池德特基巴多 却不这么认为 再强也不过是地球人而已 对方可是来自不知道多少个光年以外的超级生物 说干掉就干掉 你以为你是谁 这要是能单刷 劳资这辈子吃戏过日子 这边心里刚刚立下flag 这边已经正式碰撞 王正的速度很快 快到岩石巨人刚要伸手去抓 只一道闪烁就凭空消失在了眼前 不知何时 王正来到了岩石巨人的肩头部位 眼神充满淡漠 居高临下的看向抓了个空的岩石巨人 待到岩石巨人回过神来 堪堪才觉察到悬浮于自己耳边的王正 刚要有所反应 脑袋直撇过去了一瞬 眼前忽然有一片白光掠过 这道白光只出现了刹那 短暂道 就连地球联军的卫星帧率捕捉仪器 都没能记录下来 白光散去的瞬间 岩石巨人突然停了下来 待到片刻的寂静过后 一颗巨大的岩石头颅高高飞起 宛若流星陨石般 重重砸向雨林 掀起了大片的泥沙碎木 远处所有围观的士兵 几乎在同一时刻站直了身子 无不愕然失色 瞠目结舌 在众目睽睽下 岩石巨人的无头尸体 失去了支撑的力道 鼻挺后仰 倒地的同时 砸平了大片的雨林 栗子光刀 一刀消首 在世人眼中 这跟一只蚂蚁 咬死了一头大象 没什么区别 这一幕 属实震撼到了所有人 以至于所有人呼吸的动作 都不由得一缓 纷纷将身子后仰 开始倒吸冷气 死 直至此刻 在看着岩石巨人倒地之后 许多人仍是感觉难以置信 这头害死了静万士兵 造成了千亿损失的畜生 被无数人因束手无策 而深感绝望的畜生 竟然跟那条巨蟒一样 被一刀砍了 这套看上去跟衣服似的单薄机甲 究竟想离谱到什么程度 华国阵地内 李国旭看着空中那道 被所有人行注目里的机甲 眼神危暗 震震失神 于涛发现了李国旭的异样 凑到身上 轻声问道 怎么了 李国旭沉默良久 小声呢喃道 连长 你说既然都有这要牛比的装备了 战争有我们跟没我们 还有区别吗 锻炼得再掉再逆天 不照样是一枪倒的祸 最后一句话 李国旭憋在了心里 没有说出口 有了头顶的这玩意 不要说自己这些人了 就是吕布在世 吕布军团 全世界人人都是吕布 恐怕也挡不住 又能飞又能打 动力高性能强 练得浑身疙瘩肉 又有何用 以往还能吹嘘一句 七步之外枪快 七步之内全快 什么几把七步八步 离这二十里地 都给你一炮轰碎 还是那句话 当今科技 以远非人力所能及 报告 二代鸡鸡群 已抵达南州边境 距离我军阵营 还有一分钟路程 很好 池德特鸡巴夺 指了指天空的王正 说道 告诉他们 给我锁定头顶 这架该死的机甲 不需要等待命令 已经进入事业 马上开火 文言 其余人大惊 连忙询问道 长官 那是华国机甲 不是心外生物啊 池德特鸡巴夺 冷笑一声 说道 打的就是他华国机甲 第117章 秒了 看着头顶 明明已经结束了战斗 却还在天上 悬停装笔的华国机甲 池德特鸡巴夺 心里就一阵恼火 如果不是因为 自家的乌托诺斯大义 否则现在在天上 享受众人净虫的 就是自己了 最重要的是 华国这个笔装的越成功 自己的脸被打得就越想 池德特鸡巴夺 此时的脑海中 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把这台华国机甲干掉 舆论也好 众目也罢 就是要干掉它 届时 只需要把过错归咎于雷达施灵 误把气当成了心外生物就好 没办法 谁叫你信号屏蔽 做得这么好呢 我家战机监测不到 只能把你当敌人来打 这时 池德特鸡巴夺的耳麦里 传来了二代机驾驶员的声音 报告长官 乌托诺斯 共计六架二代机 现已全部驶入 南州雨林境内 天空不明飞行物已锁定 向您确认 是否开火射击 重复 是否开火射击 池德特鸡巴夺 没有任何的犹豫 果断点头 打 其余人还在瞻仰华国机甲的风姿 正回味着 刚刚一刀 砍掉岩石巨人脑袋的惊事场面 突然就听到一连串急促的风势 从头顶掠过 抬头看去时 赫然是石树道 爆发着赤光的飞行导弹 眨眼划破天空 直奔王正而去 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 导致王正根本没来得及 做出任何的反应 瞬间就被一颗导弹击中 只听了轰隆一声 静猛的气流 从天空狂乱奔涌 刺眼的白光 连同剧烈的浓烟 一并散了出来 这还没完 后续又有十数枚导弹 紧随其后 悉数栽进了浓烟之中 光芒再一次扩大了范围 直接把整片天空 都给照亮了几度 随即就是一阵接一阵的爆炸声 汹涌的气浪 更是一道强过一道 差点把地上的众人 都给掀翻过去 怎么回事啊 嫡妻 全体戒备 面对如此突然的一幕 所有人皆是被打了的措手不及 纷纷开始行动 意图反手 去找导弹的源头 发动反击 看着天空经久不息的浓烟 池德特机巴朵摇了摇头 巫师已经乱作一团的联军阵营 继续冲着二代机群喊话 还不够 再来两门骑射 闻言 二代机的一众驾驶员 不由地愣了一下 提出了质疑 长官 刚刚发射的导弹当量 已经足够毁灭 一座小型城市了 我知道 池德特机巴朵 见识过这台华国机甲的实力 同样也见识过王正的厉害 能毁灭一座城市 却未必能消灭掉它 以不容置疑的语气 重视道 继续 听到长官的命令 六架乌托诺斯二代机的驾驶员 也不再犹豫 果断按下了开火箭 无情的急火轰炸 令得联军阵地的上空 全部被一层厚重的浓烟所覆盖 刺眼的光芒 跟刺耳的轰鸣 更是连续不停 不见断绝 炸 再炸 继续 再来 池德特机巴朵 死死盯着天空中的浓烟 直到把二代机上装在的弹药 全部消耗一空后 这才一由未尽地停了下来 直到此刻 地球联军的部分阵地 才终于发现了导弹的源头 正准备调准炮火发动反击时 却清晰地看到了 那六架战机外壳上 鹰匠还能是谁 众人反应了过来 狗屁的嫡妻 是鹰匠 一瞬间 众人群情激愤起来 即便是清楚 鹰匠如今的实力突飞猛进 可你轰然违背盟约 对友军出手发难 实在可恶至极 七八夺 你们想要做什么 鹰匠难道要跟三哥的那群变态一样 公开与世界为敌吗 快给我一个解释 想要打架 我划过没在怕的 你想玩 我赔到底 面对几乎要控制不住的愤怒场面 池德特机八夺 压住心底的喜悦 主动暴露在其余国家阵地的监测中 以满脸悲痛的神情 开口说道 非常抱歉 是我军与总部的联络 存在时间差 导致赶来支援的战机 没能在第一时间内获悉消息 面对天空的华国战机 之所以开火 是因为误把对方认定为了敌机 听着如此别角的借口 众人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怒上心头 向来以高精度军事水平 著称于世的鹰匠 会犯下如此儿戏的失误 放屁 众人心知肚明 鹰匠的狼子野心昭然若见 奈何事件已经发生 纵然是想要追责 怕也难以挽回损失 华国方面 即便再怎么愤怒 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 如果这时想要反击 那就是挑起战争 如今心外生物入侵 还没彻底爆发 地球上的两大霸主开战 其影响绝对是空前的 所能做的 似乎唯有默默吃亏这条路 池德特机八夺 还在流着鳄鱼的眼泪 看着头顶迟迟挥散不去的浓烟 悲怆道 出现这样的失误 确实是我鹰匠相关人员的失职 我军愿意承担 华国此次的全部损失 但是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军 确实是因为操作不当 将对方荡成了敌击 众人还不等开骂 公众频道里 突然强行并进来了一条信号 什么 有敌击 突兀话语响起的瞬间 头顶的浓烟 突然被无数道光芒刺破 直接被贯穿得四分五裂 一道身影从浓烟中冲出 手臂高抬 摇摇一指 轰然一声 远处的一台乌托诺斯 二代机应声炸裂 从当空爆开 嗯 如此仓促的一幕 看得迟得特机八夺愣住 头顶的火花迅速消散 变成了慢空的零碎部件 纷纷坠落 转机不过呼吸间 身影又是抬手一指 砰的一声 第二台乌托诺斯 被炸成绚烂的烟花 紧接着便是第三道 第四道 一连六声六朵烟花绽放 比之头顶的浓烟 不知道要美观了多少倍 持得特机八夺的笑脸 挂在脸上 都还没来得及散去 乌托诺斯二代机机群 就莫名其妙惨遭覆灭 愕然中 有声音从所有人的通讯器中传出 大家放心 敌方的六台战机 已经被悉数剿灭 重复 敌方的六台战机 已经被悉数剿灭 一切正常 Over 第118章 实微 速归 汇报完成后 华国机甲在天上做了个华丽转弯 然后潇散离去 独留下地球联军的各国士兵 待立在原地 不明所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股难以言喻的惊骇 从每个人的内心喷泊出 那可是足足六台的天空之神啊 虽说截止目前为止 乌托诺斯的表现力一般 可单从火力跟性能来看 就足以远超当下所有的战机 然而强归强 却是遇到了华国的究极变态 一刀砍雨林巨蟒 再一刀斩岩石巨人 又是一个照面 把这六台乌托诺斯二代机给秒了 秒了 直到王正在雷达监测中 彻底没了信号源 池德特吉巴多 这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无比愤怒地拍打着桌子 冲出指挥车 拼了命地大喊起来 华国机甲 公然对盟军出手 意欲何为 面对池德特吉巴多的大声质问 其余各国士兵皆是嗤之以鼻 不懈发笑 现在知道盟军了 早干什么去了 因为过于愤怒的缘故 使得池德特吉巴多 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两眼死死盯着王正消失的方向 恨不能把他给生吞活泼 足足六架乌托诺斯二代机啊 这可是应叫目前 所能拿得出手的极限了 原本还想着 能凭借这六架二代机 反超华国 重回世界霸主之位 结果在对方眼里 这连叠开喂菜都算不上 看着远处坠毁在雨林 还在不住声腾着硝烟的机甲残骸 池德特吉巴多的心都要碎了 自己不远万里来到南州雨林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想积攒战功 等到回国时更进一步吗 清叔叔池德多 拉德多作为鹰匠园桌十二高层之一 想要提拔自己 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在 池德特吉巴多 才会想着拼命积攒战功 争取早日回去清云直上 虽说在如今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 想要靠卓著战功上尉 确实是件难以实现的事情 不过能够成功抗击心外生物 这无疑是在 往自己的君子履历上 届时自己清叔在稍微发发力 五星上将上不去 两星三星不还是简简单单 然而事与愿违 熬战心外生物这么多天 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功劳 被王正一根手指全戳没了 等到回国别说是论功行赏了 不让自财谢罪 就已经算清叔的面子够大了 自己还有大好前途 绝不能因为这件事而影响自己的仕途 所以郭一定要有人呗 过错也一定要有人呗 华国人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是想开战吗 石德特基巴多的嗓门很大 直接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面对鹰匠的兴师问罪 华国阵地的指挥官有些不耐烦了 也不冲着鹰匠解释 只打开公众频道 流露出一副十分悲怆的语气 说道 发生这种事 真的非常抱歉 不过我方战机之所以开火 是因为误把对方认定为了敌击 出现这样的失误 确实是我华国相关人员的失职 我就愿意承担鹰匠此次的全部损失 听到这个解释 石德特基巴多气得脸都轻了 这是你说的话吗 这特么是劳资之前说的话 除了称谓变了 其他真就是一个字都不代改的 可事实摆在眼前 是自家战机率先开火 即便知道对方做出反击有意为之 却也做不出任何的辩解 这个哑巴亏 不吃不行 石德特基巴多一阵头晕目眩 继而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 不同于因为结束了战争 而欢呼雀跃的其他人 他低着头 怅然若失 嘴中还不住喃喃 没了 全都没了 军功没了 仕途没了 回去以后 命也没了 此时的华国境内 庄园里的报警东 正拉着坐立难安的乔巴斯 一杯接一杯的 喝着顶级毛子 毛子入口醇厚 回味绵长 奈何乔巴斯实不知味 怎么也尝不出没味来 毕竟刚才王正当着自己的面飞走了 速度之快 比起乌托诺斯 不知道掉出多少倍 距离王正飞走 已经过去了小二十分钟 都能绕地球两圈了 竟然还没回来 趁着报警东不注意 乔巴斯偷偷看了眼手机 十分钟前 自己向鹰匠高层发了条讯息 拜拜 华耀心 见面显示 已毒未回 当时自己的大靠山 池德多讲得很清楚 要自己带着乌托诺斯出代机 去华国装笔 他的大侄子 则会带着出代机 去南州雨林露脸 成功之后 迅速报信 但是万万没想到 失败来得如此突然 几杯毛子下肚 乔巴斯已经有些醉了 心里的急躁 更是被无限放大 想着王正的那套超级机甲 心里慌到不行 王正那家伙 不会是驾驶着机甲 去打鹰匠了吧 真别说 二十分钟还真有可能 越想越觉得 心烦意乱的乔巴斯 放下手里的酒杯 连同报警东递来的毛子 也一定推开 义正辞言道 真的不可以再喝了 报将军 旋即起身 故意装出一副 不开心的表情 开始为自己偷溜找借口 这一次 我是带着诚意而来 只是没想到 王正朋友这么不尊重我 看来我也没必要 继续待下去了 说着 乔巴斯做事便要离开 刚一转身 庄园在的大门处 就有一道人影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真是不好意思 乔巴斯先生 是我怠慢了 乔巴斯定睛一看 心凉了半截 王正回来了 一旁的报警东 比乔巴斯还积极 连忙迎向王正 也不在意乔巴斯 听不听得见 直接开始询问 怎么样 王正回道 经过测试 各项性能正常 运行平稳 没有任何问题 报警东兴奋挥拳 太棒了 乔巴斯呆呆地站在原地 看着这两人 毫不避讳地讨论着 国家机密 心里越发地不安 那么的 这俩人不会是 要杀人灭口吧 正胡思乱想着 握在手中的手机 突然传来震动 打开一看 只有简短的四个字 迟威 速归 第119章 下次一定 乔巴斯眼瞳皱缩 书弟抬头 难以置信地看向 正在跟报警东 有说有笑的王正 出去不到半个小时 把远在南州的 池德多他大侄子 都给办了 不可能吧 手机又是一阵轻颤 又一条绝密信息传来 速带初代机回国 六架二代机一回 急需数据重组 乔巴斯 不是带着初代机 去的南州吗 怎么二代机被毁了 难不成这群星外生物 已经牛逼到这种程度了 当着王正跟报警东的面 乔巴斯也不敢放肆了 只不动声色地 回了个OK的表情包 此时的手机 在乔巴斯手里 已然变成了烫手山芋 跟池德多的对话记录 一旦被发现 自己怕事 当准备把手机塞进口袋里 池德多又有一条信息发了过来 不想看更不敢看 可不看还不行 是否跟目标人物在一起 乔巴斯抬头看了王正一眼 又回了个OK的表情包 刚好 你去把唐僧试图 不 把目标人物干掉 OK 乔巴斯撤回了一条信息 我 池德多回道 没错 有什么问题 乔巴斯抿了名嘴 思量再三 迅速把手机关机 随手揣进了口袋里 还有什么问题 你说有什么问题 干掉你都比干掉 王正靠谱 远在阴将国的池德多 看着发给乔巴斯的消息 已读不回 又连续催促了几句 你放心 国家不会亏待你 你敢违抗我的命令 你难道忘了这么多年 是谁一手提拔你的了吗 乔巴斯 把我的话当放屁 你是怎么做到的 此时的池德多 心中异常的焦急 这次南州战役的总指挥 是自己的大侄子 不论是按照职权还是资历 其实自己的大侄子 根本不够资格指挥 这种级别的战役 当初正是因为 自己在会上力排众议 这才给了池德特鸡巴多 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 本以为去了只是混混军功 活着回来就能给他提及 结果这小子不争气 把乌托诺斯初代机完没了不说 还把鹰将作为秘密武器的 二代机给暴露了 暴露也就罢了 竟然还全部都给 霍霍没了 这可是鹰将集合了举国之力 才换来的宝贵成果 拼死拼活 差点把家底掏空 才造出来了六台 平时都是荡宝贝一样 供着 连太阳都不舍得让他们晒 为的就是让他们作为底牌 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你倒好 跟撒豆子似的 一把全扔出去了 造成如此大的过错 别说是拿军功来抵 就是把自己的军功都给算上 也不一定够 如今鹰将总统 已经知晓了这件事 连夜决定 召开圆桌会议进行讨论 这届鹰将总统上任还不到一年 有事没事就喊着开会 三年一度的圆桌会 被鹰将总统 开成了周历会 看着会议室内 所有人已经悉数到场 池德夺还在门外边看手机边 焦急地来回踱步 眼看消息迟迟没有回复 池德夺只得先收起手机 走进了会议室 环顾围坐在圆桌旁的众人一眼 有的人表情轻蔑 有的人表情阴亡 看似平和 实则汹涌诡决 鹰将强大不假 内部却并不团结 各方各式 派系伶俐 平时里相互撤肘 相互提防 一旦谁出现了失误 其余势力 势必会狠狠地踩上脊脚 直至其不能翻身为止 池德特级巴夺 这可是自己的亲侄子 而且还是自己亲手 培养起来的未来骨干 将来在高层 势必会有一席之地 少了他 无异于自断一笔 无论如何 也得给他保住 落座之后 鹰将总统开口道 既然大家都已到齐 不妨说说各自的意见 觉得给予什么样的处罚比较合适 性质极其恶劣 暴露了我国最重要的底牌不说 还导致二代机全部损毁 凭我们目前的技术 已经无法做到战机复刻 我提议 剥夺持德特级巴夺的全部职务 众判 这件事的影响非常不好 直接导致我国的公信力 在世界上大打折扣 鹰将币的汇算率 都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我提议 众判 众判 必须众判 同意众判 一圈人连续发言 全都默契地要求众判 持德特级巴夺 很快便轮到了持德多 众人非常清楚 持德特级巴夺 与持德多的关系 毕竟那半调子货 能当上南州战役指挥官 都是沾了他这个亲疏的光 所以 在这种时候 偏袒肯定是跑不了的 但你想偏袒他 问过我们没有 你我之间可是存在竞争的 况且 你持德多家族 也强势了太久了 好不容易逮到一次机会 怎么也得让你八层皮 在持德多发言前 所有人已经想好了 只要你敢替他说好话 我就抨击你 让你干不下去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持德多 只见持德多成因片刻 手举起又放下 过了不止多久 持德多才缓缓说道 我不同意众判 话出 其余人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神采 看向持德多的眼神 多了几分讥讽的漠视 既然你找死 那也就怪不得我们了 可还不等众人开口问责 持德多竟又补充了一句 我认为 应该枪毙 乔巴斯先生不再玩玩了 停机平外围 报警东跟王正两个人 使劲挽留乔巴斯 乔巴斯使劲往飞机上铬 三人互相拉扯着 看上去像极了过年过节 串青期准备走的时候 华国之行收获满满 下次有机会 一定还来 乔巴斯登上飞机 冲王正跟报警东歉意微笑 之前要在华国建场 选职已经拟好 等到论证可行性以后 就可以正式开工 到时候 乔巴斯少不了又要来 王正满脸不舍地看着乔巴斯 突然看向了机尾 正在装运的乌托诺斯 问道 乔巴斯先生 我记得您之前好像说过 要把他送给我 怎么又给装上飞机了 文言 乔巴斯的脸色一变 勉强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没敢说话 虽然二代机全灭 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你小子肯定是跑不了 不然的话 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凑巧 你驾驶机甲出烫门的功夫 我们家的二代机 就全军覆没了 把我们家的新型机甲 都给打断层了 你小子还好意思 舔着脸要好处 苦于没有证据 乔巴斯只得咧着嘴傻笑 报警东乐呵呵笑着 不停招手 常来玩 乔巴斯反复推敲了许久 敢在飞机起飞之前 才憋出一句 下次一定 第120章 科技大开花 哈哈哈哈 很好 非常好 池德多看着眼前 最新出场的乌托诺斯2.0 忍不住连连点头称赞 原本以为之前的二代机 全数被毁 重新研发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结果没想到 这才用了不到一个月 竟然就改制了出来 而且在很多地方 都进行了改动 性能比之前版的二代机 要更加优越 如果不是二代机 被华国机甲毁了 还真不知道 自家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更掉的机甲来 如此超水平发挥 也算是因祸得福 池德多很开心 在原初会议上 受得憋屈一扫而空 就连自家大侄子 被免职的不悦 也一并烟消云散 随即挥了挥手 果断说道 反正乌托诺斯早已经暴露 藏着掖着也没意思 准备好发布会 把天空之神面向公众 标题就叫 乌诺托斯机甲 性能远超超越者 池德多的想法很简单 一鸣惊人 尽管在南州战争里 鹰匠的脸被丢了个一干二净 但这些都不叫实 恶人作恶再多 一具放下屠刀 就能立地成佛 现在的华国如日中天 只要出现一丁点的不足 就会跌落深渊 你华国机甲 能描我六架二代机 但如果是十架呢 一百架 一千架呢 堆也堆死你 郑冲井在这里的美梦中时 有人抱着个平板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将军 毛雄那边召开了军方发布会 说是有新产品问世 哦 心情十分不错的池德多 接过平板 饶有兴趣地看了几眼 却并没有过多在意 毕竟 鹰匠如今已经成功研发出了 超过超越者的机甲 其他国家自然不会看在眼里 自己的对手 从来都只有华国一个 不 从今天开始 对手就只剩下自己了 可当池德多继续看下去时 脸上的笑意顿时僵住 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只见视频的顶端 偌大的标题 被设置成了发光字体 正在拼了命的夺人眼球 毛雄手劈机甲问世 斯特利伯格 风雨大气天空之神 视频中 一个满脸落腮胡的大毛雄 正在坎坎而弹 头顶不住地传来风势 随着镜头上仰 风势的源头 赫然是在天空不停盘旋的人形机甲 为了便于镜头捕捉 毛雄的斯特利伯格号 特意飞得很低 而这更恰恰彰显了 这台机甲不同寻常的微操控制力 镜头逐渐拉近 这才得以看清那架人形机甲的全貌 占青色的机甲外壳 几乎完美地隐匿在了天色中 体型同样小到离谱 目测也不过两三米的高度 不同于鹰匠机甲的超强性能 毛雄机甲似乎要更注重灵敏度 飞行起来极为流畅 看上去顺滑极了 持得多越看越凝重 忍不住青丝一声 莫非是华国方面 把机甲的设计图纸 透露给毛雄吗 不然的话 就凭毛雄的科技水平 虽说也处于地球准霸主的级别 可想要成功自主研发机甲 绝对还得再等个几年 可是仔细想想的话 又觉得没什么可能 毕竟这台机甲的性能跟体积 都要优于超越者 即便搞到了图纸 最多只能照葫芦画瓢 绝不可能改进到这种程度 正疑惑着 视频里的大毛雄发话了 斯特利伯格机甲 性能远超超越者 持得多 什么情况 怎么把自己刚刚才想好的标题给抢走了 持得多突然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催促身边人 不行 不能再等了 毛雄召开发布会 一定是要对外攻售这些机甲 一旦被毛雄抢占先机 我们乌托诺斯的市场就受限了 赶快通知下去 即刻召开军方发布会 再不卖就卖不出去了 快快快 跑步前进 前脚才刚把人送走去 筹备军方发布会 后脚就又有人抱着个平板走了进来 又有什么事 持得多心不在焉地接过平板 还不等低头去看 就听到一口流利的英伦枪传了出来 赫尔莫斯机甲性能远超超越者 持得多听得虎去一颤 连忙低头看向平板 只见平板的直播中 一架制式极具西欧皇家风的精美机甲 正以极快的速度在云海中及时 因为摄像头固定在机甲的肩膀位置 所以画面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机甲的头颅 以及背景中飞快向后掠过的云层 我去理奶奶 持得多狠狠将手里的平板扔到地上 摔了个稀巴烂 整个人都不好了 重重喘着粗气的同时 心中百思不得其解 是因为有一定的科技基础且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毛雄能研发出机甲 虽说不可思议 却也勉强能够接受 你一个太阳下山的日落国 造船都费劲 凭什么也能研究出机甲 持得多将军 就在深度怀疑人生的时候 第三个人抱着平板跑了进来 见此一幕 持得多眼皮经不住狂跳起来 谁的消息 回将军是老爱公布的全球性新闻 因为前期涉及保密 还没有掌握最新消息 文言 持得多暗暗松了口气 一个女人出门 还得蒙面对腐朽国度 连文化都断层了 自然做不出什么大动作 随意甩了甩手 说道 老爱那边有什么事情 以后再决策 眼下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 是 第三人应声 抱着平板果断退走 不等走出几步 一股子抑郁风情从平板里传来 塞拉木而来一库墓 祝大家平安 和鲁斯基甲 远超超越者 等会儿 持得多连忙叫住第三人 快步冲上前夺过了平板 只见画面中的老爱们 在一片巨大的空地上 接下了幕布 一架通体为黑 名拽着金色纹路的狗头基甲 高调亮相 沃特法克 饭都吃不饱的老爱 也造出基甲了 这事倒是怎么了 基甲现在都成大白菜了 跟雨后的春笋似的 一茬一茬地往外出 出也就罢了 总不能扎堆出吧 这算什么 地球科技大开花 第121章 举世扁华 几乎在同一段时间 凡是科技能勉强跟得上 节奏的国家 全部在某些重要领域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种感觉 就好像变秘了七八年的人 突然来了一波通畅挥霍 更不用提 一向处在世界前列的几大强国 科技方面更是突飞猛进 以往困扰世界几十年 甚至几百年的理论难题 悉数迎刃而解 不过说来也怪 这段时间里的地球人 就仿佛被仙人拂顶了一般 直接开窍 所做之事 做成之事 远超过去历年历代的总和 各国的先进产品 层出不穷 让人眼花缭乱 说到底 着实有些不清楚 地球文明为何会莫名出现跨越式的进步 想到这里 不少人抬头看向了头顶那座 近乎一座城市般大小的巨舰 尽管巨舰中存在极度危险的 心外生物的消息 已经被各国军方联合封锁 但大众仍然能够猜测到一二 毕竟自从巨舰降临地球后 地球科技就开始了一路飙升 虽然暂时想不到二者的联系 但肯定跟这艘巨舰逃不了关系 而各国军方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些 早已经在暗中调查起来 不过巨舰内部实在过于凶险 直到现在也没能探出个究竟 只能在边缘不断徘徊 就在世界各国大开花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超级盛事时 作为曾经无庸置疑的地球霸主 华国却是异常的安静 什么消息都没有流露 就好像陷入了沉睡一样 处事不惊波澜不起 起初世人都还以为是华国憋着大招没放 可渐渐的 随着诸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 形势也逐渐变得张狂起来 经过一番仔细打探之后 终于意识到 华国并没有憋着大招 而是真的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 仍然在原地徘徊打转 回想起曾经华国高高在上 意气绝尘的时代 世人不禁喜上眉梢 颇有些扬眉吐气的感慨 鹰将等少数几个 知道华国有超级套装机甲的国家 没有过多之声 全都保持坚默 反倒是及了以往 需要依靠华国拨款救济的国家 在自家科技水平大幅上涨后 各方各面都得到极大提升 继而便开始翻脸不认人 指责起华国的不是 华国也不过如此嘛 只知道吃老本 跟我们月侯子国相比 简直差远了 华国就是训了 超越着问世这么久 居然一点更新都没有 我泛港敌国的红衣主教机甲 一架能打他们二十架 一群固不自封的家伙罢了 早晚要被时代抛弃 国际上的舆论一边倒 大有举世扁哗的倾向 鹰将国境内 最为繁华的市中心 位置的一栋大楼的顶层 王童坐在椅子上 旁边是宽敞的落地窗 对外景一览无余 颇有观众山小的意思 仔细去听的话 王童的座位下来 一袭传来咕咕咕的声音 翻了翻不断滚动的新闻 面露冷笑 随手将iPad扔到桌上 看一眼窗外的高楼凌厉 王已被依靠 颇为惬意 当初自己从鹰将回到华国 意外得知自己 竟然跟那个王正 有那么一丢丢的亲戚关系 直接就坚定了 自己回国的念头 希望能凭这层关系 迈入华国真正的科研高层 可结果却是感人 自从家族聚会 见过王正一面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自己堂堂海归精英 在精英如云的鹰将国 都是抢手货 你一个屁大脸的小鬼 不过是碰巧造出个像样的家伙 竟然敢跟劳子摆谱 时间一长 成功在华国省级科研所 当差的王童觉得无趣 又重新回到了鹰将 顺带 扬名立万 没什么意思 荣华富贵 倒是可行 死 王童突然闭上眼睛 身体急促地打了个哆嗦 旋即低头看向自己的身下 这时 一位打扮艳丽的金发女郎 从王童身下探出头来 纤细地手指捂着嘴 嘴角似乎带有些许晶莹 女郎撇头去拿桌上的纸巾 王童露出一点坏笑 用流利的英语说道 失下去 女郎没有任何的犹豫 果断将嘴里的不明液体 吞了下去 王童捏着女郎的脸蛋 一只手埋入波涛前 狠狠地揉捏着 心中甚是舒爽 越发觉得 回音将是极为正确的选择 要钱有钱 要女人有女人 当初为什么要想不开 居然会有报效祖国这种可笑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或许是手上的力道太大了些 捏得金发女郎英明几声 继而起身 整个人都压在了王童身上 一只手快速地在王童身上游走 媚眼如丝 诱惑非常 处在冷却中的王童 王童顿时又来了兴致 反手就将女郎按在了桌子上 扑斥一声 女郎发出了一声媚叫 还不等王童发动冲锋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妈的 谁啊 王童抽枪提库 临去开门 还不忘用手指朝趴在桌上的女郎身下探上一探 温度适宜 湿度可人 适合开战 妈的 这个敲门的最好有事 打开门 正要开骂 却发现是鹰匠航空局的项目负责人 也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曲尼玛帝先生 曲尼玛帝先生 您怎么过来了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我好 为您准备一下 王童当即换了副嘴脸 连忙开口 曲尼玛帝笑了笑 顺势往王童的身后看了一眼 发现屋子里的金发女郎正在整理妆容 会心一笑 看向王童的眼神微微眯起 容易收买的人 也是最好用的人 曲尼玛帝侧过身子 将身后的人推到王童的面前 介绍道 这位是最近刚来报道的同事 你们两位曾经都是华国人 或许会熟悉一些 我就带着他来看看你 那人看向王童 连忙攻身点头 你好你好 出来乍到 多多关照 王童皱起眉头 不满道 这里是鹰匠 不是华国 请你说英语 而不是难听的华国语 那人文言一愣 连忙转变语言 抱歉抱歉 我以为说华国语会亲切一点 王童哈哈笑着 主动伸出了手 说道 华国不华国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 都是为鹰匠服务吗 我叫王童 你呢 两只手握住王童的手 谄媚笑道 杨伟 曾经在华国的一家 小科研所里当主任 第12章 人善被人欺 杨伟 王童下意识地 跟着重复了一遍 面露古怪 取你马帝在一旁介绍道 杨先生在华国的高精尖领域 绝对称得上市专家 只可惜 他们不识货 竟然放着这种人才不用 真是暴殖天物 王童瞅着杨伟 四下打量了一阵 旋即像是记起了什么 连忙问道 你之前是不是在华国的 季海市上班 杨伟听后有些意外 不由得愣了一下 随后使劲点头 回道 对对 王先生曾经也去过季海 王童摆摆手 说道 这倒没有 不过我听说 王正在设计出超越者之前 曾在季海的一家大砖上过学 还往季海市的科研中心 投过稿子 结果被拒绝了 为了这件事 季海市的科研界 还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把许多人都给辞退了 说着 王童露出怪异的眼神 追问道 杨伟的表情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得尴尬起来 随即愤愤挥拳 气恼地说道 华国的科研界 就是一堆垃圾 一堆狗屎 我杨伟兢兢业业几十年 发表过的学刊数论 不下百篇 能做到那个位子 一不是靠背景 二不是靠马屁 那是时时凭着 自己的本事上去的 杨伟越说越气 以至于语气 都变得激动亢奋起来 可就是因为 一个屁大的毛头小子 甚至连一点辩解的机会 翻来覆去地看吗 杨伟挥舞着拳头 怒气直 已然来到了顶峰 那个王正是垃圾 华国科研界是垃圾 整个华国都是垃圾 就在杨伟发现满枪木火时 曲尼玛帝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气柔和道 没关系 来到鹰匠 就什么都不一样了 我们非常善待有学识的人 更尊重有智慧的人 说着 曲尼玛帝指向面前的王瞳 笑道 梁主任 我想我应该向你着重介绍一下 我们这位王瞳先生 鹰匠的乌托诺斯二代机 以及三代试行机 全部由王瞳先生参与 并且已经取得落地性进展 堪称我鹰匠的中流砥柱般的存在 王瞳谦虚一笑 连忙摆手说道 曲尼玛帝先生 这是哪里话 我既然已经加入鹰匠 就应当为这个大家庭 尽一些绵薄之力才是 不然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报 送给我的这一切了 话说完后 除了杨伟之外 二人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 金发女郎赤着脚走了过来 也不管门外是否有人 直接从身后环抱住王瞳 红唇凑到耳边 毫不避讳地说道 S型号型号KMI baby 金发女郎全身只披了一件王瞳的衬衫 扣子没记 随着身子往前倾 壮观的波涛呼之欲出 正对着金发女郎的杨伟 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关键问题 这骚娘们 全身是真的只披了这一件衣服 里面啥都没有 在杨伟的角度看去 简直就是一览无余 遍地春光 见此一幕 杨伟的眼睛顿时就直了 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金发女郎 愣在原地动也不动 刷的一下 帐篷高高之起 知道外国人开放 着实没想到 竟然开放到了这种程度 王瞳也没有避讳二人的意思 转身就把手伸进金发女郎的怀里 一阵揉搓 回到刚才的地方趴好 我马上就来 金发女郎开心地点着头 立马小跑着回了房间 临走前 还不忘从杨伟递得的飞吻 一瞬间 杨伟整个人都跟失了魂一样 变得怅然若失起来 曲逆马帝将一切都看在了眼中 也没有急着跟杨伟搭话 而是看向王瞳 故意问道 王瞳先生 我们的服务可还周到 王瞳举起手 放到鼻子上贪婪地袖着 开口说道 好 好 好 曲逆马帝哈哈一笑 直接动手把王瞳推回了房间 那就不打扰王瞳先生休息了 说吧 便冲着远处的金发女郎招了招手 金发女郎心领神会 快步来到了王瞳面前 杨伟眼皮猛的一跳 正想看个究竟 却被曲逆马帝带上了房门 就在房门关闭的前一瞬 杨伟眼睁睁地看着那名曼妙的金发女郎 来到了王瞳面前 缓缓蹲了下去 迷迷之音 隔着房门都传了出来 咕咚一声 杨伟有些口渴 狠狠地吞了口唾沫 曲逆马帝看着有些魂不守舍的杨伟 笑着说道 杨先生您放心 我们跟华国的那群白眼狼不同 我们非常尊敬科研人员 尤其是像您这样的 具有多年科研经验的专家 更是求贤若渴 王瞳拥有的 您一样也不会少 听到这话 杨伟的眼睛疏地亮起 满是惊喜地看向曲逆马帝 真的 当然 曲逆马帝拍拍手 隔壁的房间突然被人打开 一道浑身只披着一层薄纱的凹凸身姿走了出来 打眼看去 这层薄纱有个没有完全是一个样子 杨伟直接就跳了起来 宛如恶虎扑石一般扑了上去 哦 亲爱的杨先生 曲逆马帝连忙上前拽住了杨伟 顺手不忘帮杨伟揪住 已经吞到了膝盖的裤子 杨先生 操之过急了 做这种事 怎么也得进了房间以后啊 杨伟脑袋里已经听不清任何话语了 只把注意力落在面前的半遮半眼的郊区上 上下起手 整个人都跟着贴了上去 誓死效忠鹰将 说罢便是扑通一下 杨伟抱着郊区倒了下去 看着已经纠缠到一起的两人 曲逆马帝默不作声地关上了房门 房门关闭的瞬间 曲逆马帝脸上的笑意消失 转而变成了一副英猛表情 一群华国的低劣狗 扔根骨头就能跑很久 真是见货 报将军 现在国际舆论已经一边倒了 许多国家开始联合起来 抨击我们曾经独断专行 妄图在地球一国独大 报警东坐在摇椅上 听完汇报后 连眼皮都懒得争一下 当初鹰将独大的时候 东挑火系窜世 拿出一盒洗衣粉当证据 就敢灭国 这边抢那边抢的 一个个的倒是乖得不行 争先恐后的去任人家当爹 我们什么都没做 相反 还给他们送了不少的救济物资 结果现在觉得自己行了 不去找曾经欺负他们的人下手 反而要咬我们一口 报警东睁开眼 看向汇报人 笑道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汇报人摇摇头 满脸不解 报警东叹了口气 从摇椅上起身 人善被人欺啊 第123章 离开 随着地球科技的突飞猛进 世界大小各国 皆开始迅速崛起 继上世纪的第五次信息变革之后 地球迎来了第六次的历史性变革 星外时代 以往只有少数几个强国 能够做到的进入太空 现如今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宣布月球登陆计划 并成功实施 渐渐的 地面及时的汽车 也逐渐少了起来 取而代之的 是天空中一架架庞大的飞艇 以及机甲 更有甚者 宣布在空间结货装置上 取得重大进展 虽说还不能实现大型物品的传送 却已经能够进行 超远距离的小物体转移 这要搁在以前 简直就是想都不敢想 时代的异常发展 导致世人都出现了错觉 仿佛头顶的巨见 地球之外的世界 都已然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曾经王正拿出来 足以轰动世界的超越者 粒子光刀这些东西 早已是不够看了 毕竟自家的机甲 不论是性能还是续航 都要远远超过超越者 仔细对比 超越者根本就是垃圾 得意忘形中 他们似乎有些遗忘了 超越者 不过是王正拿着一些 造拖垃圾的零件 花了一周的时间 制造出来的东西而已 但事实摆在眼前 各国科技都在突飞猛进 唯有华国一言不发 低调的过分 其实世人早就调查清楚 华国并非低调 而是在科研上毫无建树 根本没有丝毫的进展 那个什么王正 不是很厉害吗 现在怎么不见他蹦大了 蹦大啥 再敢出来蹦大 我大猴子帝国 先把他拿下 一个投机取巧的家伙而已 有什么可值得关注的 王正 王正 你快看 报警东举着个手机 跟在王正身后不停地念叨 大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现在的国际舆论 针对华国的趋向十分严重 几乎可是说是举世皆敌 但华国是否真的毫无进步 外人不知 唯有华国自己心知肚明 王正手里抱着一大堆的纸质材料 忙得焦头烂额 报警东跟个跟屁虫似的 步步紧跟 谢谢看看 你看这条 说你跟外星人达成了交易 超越者还有空间截获装置 根本就不是你的发明 而是外星人的 因为水平太低 外星人看不下去了 被你给唇跑了 哈哈哈哈 还有这条 说你其实不是华国人 是从大棒子国偷渡来的 因为你从大棒子国 偷走了很多科研图纸 所以华国才接纳了你 那些科研图纸里 其中就包括超越者等等 报警东翻着舆论新闻 滋滋不倦地替王正读着 越读越开心 越读越兴奋 丝毫没有紧张感与危机感 骂华国的这些人里 有超过一半的人 是在喷王正 被吵得不胜其烦的王正 终于是忍受不住 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你多大了 报警东满脸认真的回复 三十啊 王正冷哼 丢下一句 幼稚 报警东有些不服 开始距离力争 这怎么能叫幼稚 我实在替你打探国际情报啊 王正也不搭理报警东 随手把手里的纸质材料放到桌上 将目光投向前方忙碌中的工作人员 进度如何 见问话之人是王正 那两名工作人员立即回复道 王院 太空电梯已经铺设完成 空间站随时可以传输 文言 王正点了点头 表情颇有些凝重 报警东收起戏血 来到王正面前 略坐沉吟后 小声询问道 你小子 真的要去 王正长出了口气 默默点头 如今地球科技进展神速 甚至要远超自己当初拟定的计划进度 这样一来 自己也不用再从这上面多费心思 倒是头顶的巨见 这段时间 巨见内部的心外生物活动愈发的频繁 已经有不少生物逐渐找对了出口 试图逃出升天 也得亏地球科技大变样 强度高出了一大截 好几次将那群畜生给拦了回去 不过也多亏这些心外生物中 没有再出现像岩石巨人这样恐怖的存在 即便是现在的军事力量 也未必能挡得住 有了长加星人的科技包子助推 地球发展已经不需要自己 但想要抗衡巨见里的心外生物 照地球这样的发展速度肯定是不够的 不过好在王正手里 还有一艘从荷尔马星人手中截获来的飞碟 加以破解的话 未必不能获取一些有用的线索 只可惜接连找了几圈 仍是一无所获 最后 在重启飞碟运行系统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串神秘的坐标代码 如无意外 这坐标代码应该是荷尔马星系的位置所在 前往荷尔马星系 或许能够找到一些更为先进的技术 从而进一步强化地球文明 所在华国沉寂的这段时间里 并不是无所见数 而是在集中力量钻研一件事 空间跳跃 跟空间截获装置不同 空间跳跃是在太空中进行的 只需要获得两地坐标 就可以实现极远距离的飞跃 当然 空间跳跃装置的建成难度 要比空间截获装置难得多 即使是有王正负责主管 链接上了空间站点 王正登上荷尔马飞碟 一个闪月 人便从地球来到了地球外圆的空间站内 报警东看着画面中的王正 最后一次开口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如若去了 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 王正抖了抖肩膀 没有说话 只冲着镜头比了个耶的手势 见状 报警东不再勉强 关闭两地通讯 看向旁边的工作人员 开始吧 命令下达之后 所有人开始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 曾经构建起来的天空电梯 也在此刻派上了用场 煞时间 一道笔直的光柱 从地底射出 直冲云霄 奔向了太空之外 这道光柱实在是太过耀眼了 以至于许多人 许多国家都看到了 皆是发出异样的惊呼 那是什么 不知道 好像是在华国境内 这个高度 这个亮度 竟然冲出地球了 我就说 华国有大动作 真是可恶 什么都要藏着掖着 不行 必须去问问他们 不同于外界繁杂的议论声 此时的华国境内一片沉寂 全部都在抬头观望 看向着异常壮观的景象 太空站内 王正启动了飞碟 各项指标正常 能源灌输加注正常 系统功能运行正常 飞碟内机转速加剧 已临近峰值 一道耀眼的白光闪过 带到一切恢复平静后 画面中已经没有了飞碟的身影 已失去王正的坐标位置 王正信号消失 第124章 打击华国 看着空间站传回来的空荡荡的画面 所有人难掩激动神色 忍不住问道 成功了吗 要知道 在此之前 地球所能实现的载人航空的最远距离 就是月球 而眼下王正搭乘的荷尔玛飞碟 在众目睽睽下消失 双方的互通频道 更是在瞬间就被切断 两端的信号链接 可是使用了最为先进的超链接技术 除非是地球或者空间站一方毁灭 否则根本不会有断裂的可能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 那就是双方距离过远 已经超出了链接上线 也就是说 王正现在的所处位置虽然不是明朗 却可以肯定其已然离开的太阳系 甚至到达了更远的地方 报警东缓缓站起身 用极其严肃的语气 对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说道 封锁消息 我不希望看到从今天以后 这件事会有第三方的人知晓 话出 所有人的眼神迅速变得火热起来 皆是激动地握紧了拳头 发出了由衷的欢呼声 成功了 地球由此实现了 亘古未有的历史成就 载人飞越太阳系 报警东打量着不住欢声雀跃的众人 欣喜之余 不免升起些许担忧 虽说在以往的探索中 以地球为原点 向外扩散的近百亿年的范围内 尚不曾发现有生物活动的星球 可不曾发现并不代表不存在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那些文明的科技程度 要远超地球 能够轻易规避掉地球的光感探测 所以 王正孤身一人进行星际巡航 此举无疑是极为凶险的 奈何放眼全国 并不能找出一个 能够辅佐王正同行的人 只能眼睁睁看着王正独自远离地球 头身渺茫宇宙 若是回不来 是死是活 更无人能够知晓 想到这里 报警东紧皱的眉头 不见半点舒缓 两久之后才沉沉叹了口气 一个还不曾过完20岁生日的少年 为华国 为地球实在背负了太多太多 可以正是因为他的出现 地球文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正在以历史上所不曾拥有的速度发展着 相信用不了太久 人类离开地球 入住星空的梦想 就会变成现实 不远处的独立指挥室内 空间跳跃项目 除王正外的二号负责人袁崇珍 同样是满心欢喜 到了他这个年纪 心态早已是波澜不惊 对待万事都习惯了平常心 可面对今天的事情 饶食自己也有些难以把持 忍不住跟着众人欢呼了几声 就在跟旁人庆贺这件事时 一兜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你好哪位 放到耳边接通之后 袁崇珍脸上的喜色顿时收敛起来 被一股浓重的异样取代 走出指挥室 看向此时正站在指挥台上的报警东 二人一上一下 恰好四目相识 袁崇珍从高处招了招手 示意报警东上来 似乎是察觉出了袁崇珍身上 所流露出的不同寻常 报警东连起神色 没有多言 快步跑了上去 什么事 报警东来到袁崇珍身边后 连忙出声问道 袁崇珍没有急着回复 而是拽着报警东来到了一个没人的角落 确定四下无人后 这才低声说道 刚才上头来电话 说是鹰匠派了一个科研学术交流团来访 要跟我们做些友好的交流学习 文革此言 报警东本就有些皱疤的眉头 直接变成了个川子 交流学习 超越者刚出的时候 他们怎么不来交流学习 袁崇珍沉饮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他们此行的目的 你我心知肚明 无非是见到华国目前有示威的倾向 提前派点人过来探探虚实罢了 报警东不由得冷笑一声 说道 这么说来 鹰匠是觉得吃定我们了 袁崇珍回道 能不能吃得下暂且不论 既然鹰匠如此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家的乌托诺斯二代稳定机 这就说明三代机也已经研发成功 如此 跑来打压我们两下 总是有这个必要的 报警东嗡了两声 又问道 上面怎么说 还是怀柔政策 展现胸襟跟胸怀 体现代客之道 袁崇珍笑了笑 开始摇头 见状 报警东不由得眼神微亮 欢喜道 这么说 袁崇珍说道 上面说了 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手段 既然王政已经成功进入太空 我们也就没什么需要顾忌的了 更没有再遮遮掩掩的必要 一句话 让他们服 鹰匠科研团科技上 一群以白人居多的科学家正在高声议论着 不时还发出轻蔑的轰啸声 真搞不明白 现在去华国有什么用 去看那群黄皮猴子 给我们跳舞吗 你懂什么 华国人当初造出超越者的时候 多么嚣张啊 差点就把地球当成他们的后花园了 如今被我们打回了原形 当然要去好好看一看他们的球态 尤其是 那个叫王政的 早就想会回他了 听说还是个连大学都上不起的小屁孩 估计传闻都是真的 是他从其他地方偷来的技术图纸 然后给据为己有了 一个棒子模样的戏眼连连点头 说道 华国人的一贯作风 偷抢占拿 面对众人肆无忌惮地嘲讽华国 坐在角落的王瞳 跟杨伟二人 不仅没有任何的不是 反而还跟着哈哈笑出声 眼看华国临近 众人这才记起了角落的二人 扭头说道 二位 这次华国之行 能不能给他们难堪 就看你们的了 不等王瞳开口 杨伟率先站起身 拍着胸脯保证道 大家就瞧好吧 一个只懂得培养垃圾的国度 注定要走向毁灭 听着杨伟的话语 其他人更是大笑不止 连连竖起大拇指 冲杨伟一通敌话 杨伟自以为得到了这群鹰 将资深科学家的认可 不由地挺直了腰杆 愈发得意起来 倒是坐在灵座的王瞳 瞥了杨伟一眼 几次欲言又止 鹰匠的存在 历史很短 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 靠的就是海纳百川 积极容纳各个民族 但荣归荣 其实依然存在 甚至尤其严重 作为曾经的华国人 其受鄙视程度 更要超过黑人 这次华国之行 之所以能够戴上自己 无非是想打一下 华国的脸而已 王瞳最后看了杨伟一眼 索性闭上眼 假意睡去 自己虽然不再是华国公民 却也有傲气在身上 边缘化自己可以 但是想拿自己开涮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反倒是这个白痴 难怪在华国混不下去 被这群人拿来当猴耍 居然还在这乐呵呵 第125章 和尔玛星云 距离银河系三千亿光年 虽然上一世的王正 进行过无数次的 时空跳跃之旅 但这一次时空跳跃的距离 明显要远了许多 使得过程变得极为煎熬 仿佛整个人都被浸泡在深水里一般 全身都被压力使劲地挤压着 胸膛更是憋闷 大有要窒息的感觉 眼前的场景更是在不断地变化着 犹如置身梦境 全部是光怪陆离 所有的物体都在变形扭曲 无法看出其原本的模样 也不知道就这样过了多久 就在王正的头脑 机遇被撕裂的时候 时空跳跃突然停了下来 一道亮眼的白光从面前闪过 待到一切平静之后 眼前的场景 已然变成了漆黑的星空 静 周围寂静到没有任何的声响 就连王正自己的心跳声 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揉了揉还在阵痛的脑袋 亮呛着从座椅上起身 来到了窥视窗前 向外看去 无数球体在飘荡着 旋转着 散发出七彩斑斓的光彩 直接把整个夜空都给照亮了 在飞蝶的周围 数不清的陨石汇聚成群 正在缓缓地按着既定路线行进着 在如此近的距离看去 这些陨石个体庞大到 令人瞠目结舌 貌似最小的陨石 都有半个地球那么大 王正赶忙回到操控台前 快速输入了一串代码 在传输进地球的坐标后 屏幕上竟然显示error 要知道 这艘荷尔玛飞碟的监测极限 能够达到惊人的三千亿光年 既然显示错误 那就说明自己 现在所处的位置 距离地球赫然超出了飞碟的监测极限 三千亿光年之外 这么说来 自己真的来到了 荷尔玛文明的所在地 三千亿光年 这都已经超出 前世载人航空的距离极限了 还不等王正从震惊中回神 飞碟内部 突然剧烈震荡起来 王正一个没站稳 直接栽倒在地 从飞碟东侧 一路狼狈地滚到了西侧 强撑着晕讯的脑袋起身 竟然在深邃的外太真空 听到了一阵射人心魄的嘶吼声 不同于地球上的吼叫 这道声音 更像是在脑海中响起的一般 直击灵魂 叫人胆战心惊 如遭雷击 跌跌撞撞地来到窥视窗 向外看去的第一眼 王正就见到了无法忘怀的一幕 那是一条庞大到根本看不清全貌的恐怖生物 一双巨大的羽翼 正在极为缓慢地煽动着 那些足有地球大小的陨石 堆在这头神秘生物面前 俨然变成了小弹珠 随着羽翼的煽动 陨石群直接就偏离了航线 胡乱地飞射开来 因为体型过于庞大的缘故 神秘生物的动作看似极其缓慢 速度却是快得惊人 几个呼吸间便已消失在了眼前 直到再看不到神秘生物的身影 王正这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两腿不由地一软 猛地跌坐在地 大口喘气的同时 背后的衣衫更是被汗水浸湿 太可怕了 直到最后也没能看清对方的全貌 只知道长有一条巨大无比的羽翼 每一根羽羽都有小型星星那般大小 或者说 那就是由星系构成的羽翼 默默擦去额头的汗水 还不等王正驾驶飞蝶离开这里 远处又一次传来了异常的震荡 只见一头长有双翼 浑身遍布漆黑皮毛的丑陋生物 正在真空中快速地奔行着 双翼的顶端 两只锋利的爪子张开 沿途轻易撕碎了不小心擦碰到的陨石 看模样 倒是跟地球上的蝙蝠有些想象 只是单从体型上看 这头丑陋生物 虽说比刚才的神秘生物要小很多 却也比自己的飞蝶大了太多 一口下去 还不够塞牙缝的 不过好在 飞蝶有自我隐秘功能 除非主动暴露 不然根本无法被外界探寻到 王正隐隐生出了些许兴趣 开始观察起那头丑陋生物来 只见其在陨石巡中飞快地穿梭着 身形极其轻盈 忽然间 丑陋生物的面部开始扭动 整个身躯一在这时调转 朝着另一个方向奔去 在其奔去的方向尽头 一颗释放着万度高温 燃烧着熊熊湛蓝火焰的恒星 正在有条不紊地自转着 而那头丑陋生物 竟然一头扎进了 上万度高温的恒星中 在王正愕然的目光中 丑陋生物面部开裂 偌大的口气 直接吞下了近乎一半的恒星 又是一口 偌大的恒星消失不见 王正眼瞳皱缩 不免大惊失色 这头丑陋生物 竟然以恒星为食 吞吃完恒星之后 丑陋生物口气中 喷吐出一团火焰 似乎有些意犹未尽 双翼展开 正是朝着他处远去 就在丑陋生物 穿过一片陨石群时 一颗陨石内部 突然冲出了一条粗壮的手臂 直接将丑陋生物扼在其中 猝不及防下 丑陋生物发出尖锐的惨叫 震得王正耳膜刺痛 险些痛苦的跪倒在地 再看那颗陨石 竟是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座庞大的类人生物 王正看后 身体再一次聚缠起来 这座陨石巨人 居然跟在地球上 见到的那头岩石巨人 一模一样 如无意外 二者应该属于同一种族 只不过 这只陨石巨人 体型要大太多太多 几乎有两个行星那么大 之前还两口吃掉 一颗小恒星的丑陋生物 此刻像鸡仔一般 被陨石巨人攥在手里 正在拼命地挣扎着 本以为大局已定 谁知丑陋生物 突然挥动脚上的利爪 快速滑向陨石巨人的胸膛 利爪快至残影 疯狂地拍击着陨石巨人的身体 坚硬的外壳 顿时变得千疮百孔 碎石纷飞 吃痛中 陨石巨人松开了手 向着后方飘荡了几步 而被激怒的丑陋生物 并没有就此离开 而是朝着陨石巨人冲了过来 争鸣的口气 与锋利的尖掌一起张开 共同奔向陨石巨人的头颅 只一瞬间 陨石巨人不断倒退的身形 突然止住 落大的头颅猛地炸碎 化作无数石块剑舌而去 坑吃一口 陨石巨人炸碎的头颅 被丑陋生物吞下 继而飘然离去 围留下王正一人 目瞪口呆 正正失神 当初一头无限缩小版的 岩石巨人 就险些耗尽了半个地球的 有生力量 而这头足足有两个 行星大小的陨石巨人 竟然被一招秒杀了 感受到此地的凶险后 王正不敢再久留下去 迅速操控飞船 向着远处驶去 也不知行驶了多久 操控台上突然闪烁起了红光 这是附近极光年内 存在生物迹象的讯号 打开刚刚扫描过的缩略图 与荷尔马星人 遗留在飞碟内部的地图 简单做了个对比 王正暗自尝出了一口气 到了 荷尔马星云 第126章 大戎核心线 逐渐靠近荷尔马星云后 王正突然注意到了一条 不同寻常的星流 待到看清之后 不由地变了脸色 那条所谓的星流 其组成没有任何的星球 赫然是由一艘艘大小不一 致使不同的飞船所组成 这些飞船的目的地也是格外的统一 悉数向着远处的星云汇涌而去 其实 上一世的地球 在正式迈向宇宙文明后 为了寻求快速发展 也开通了宇宙贸易渠道 对外公开了坐标位置 以此来吸引其他文明 前来义务交流 倒是跟地球曾经的大航海时代 有些相似 二者也都有着一个相同的称谓 港口贸易 只不过 前者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地球 甚至超出了银河系 贸易港口 更是由侠义上的海岸 演变为了整个地球 也正是因为 有了港口贸易的存在 八千年后的地球 才能够迅速发展 勉强在无数宇宙文明中 站稳了脚跟 然而 在看到眼前 荷尔马星云的贸易流后 完全刷新了王正的认知 着实被深深地震惊了一把 如此庞大的流量 几乎都要超过银河系的星球数量 总和了 繁荣度过高的缘故 荷尔马星云内部 存在数量 极多的星外文明 呈现出一股大杂烩的文明态势 如此一来 倒也不用担心自己的长相外貌 与荷尔马星云的土著 大相径庭了 驾驶着 已经被完全格式化的飞碟 飞快地混入了星流中 随着大部队 一同涌入了星云深处 因为对荷尔马星云的文明程度 还不够了解 王正有些担心自己手里 这艘来历不明的飞碟 会被对方监测到 尽管已经对运行系统 上上下下 做了彻底的格式化处理 并且构造上 也进行了较大的改动 等于说 之前是辆马沙拉蒂 现在炮改鸟枪 直接被改造成了 伊维克大金杯 不能说完全一样吧 只能说 根本认不出来 但为了保险起见 王正还是决定稳妥行事 友谊远离了几个 较为繁盛的星系区 兜兜转转 来到了一处位置偏僻 颇为平级的分星系 经过仔细的排查之后 最终确定了一颗 气候环境 都与地球相差不大的星球 选择落地 说是平级 也仅仅是相对于 荷尔玛星云的 其他星球而言 相比地球 仍是领先了不知多少倍 还不等飞碟靠近星球 对方已经远远地 发射来了感知信号 不得不说 荷尔玛星的贸易公开 做得相当成功 为了有效领会 其他星外文明的语言体系 直接将语言 修改成了脑电波传输 只需一个念头 双方即可明白心意 在确认王正的飞碟 并没有不明意图后 星球航道开始对接 很快便将其引渡了过来 来到这颗星球内部之初 无数建筑驻扎在云海中 层层交叠 一直绵延到地表 数不清的飞行物 在上下穿梭着 如同一条条飞奔的江河 看上去壮观极了 放眼望去 竟然颇有一股赛博朋克风 随意找了住港口停泊后 刚一下船 周围瞬间就有几个 打扮怪异的人围了上来 其中一人身上 披着一件无锈的盖尖披风 随着披风摆动 露出了一条 质式极为精良的机械手臂 乍看上去 貌似跟带了条奇异的套袖 没什么区别 远发而来的朋友 有什么 我可以效劳的 披风男的地位 明显要比其他人高出不少 能够率先与王正进行攀谈 王正笑了笑 深谙此中道理 交易码 货币自然是不通用的 只能用物品来换 伸手从怀中掏了掏 再一番手 一根手指长的金条 跃然出现 这事 披风男眼眸疏地亮起 忍不住精益出声 周围人也被王正手里的金条所吸引 眼神顿时就直了 纷纷把脑袋送了过来 万分诧异地打量起来 在一众人炽热的目光中 王正缓缓合上了手掌 作为只有超行星爆炸 才会出现的产物 黄金不光是在地球稀有 放眼宇宙 也是极其珍惜的元素 甚至于许多资源肥沃的星系文明 其黄金储量的总和 都远不如地球的千分之一 金条现实的瞬间 以王正为中心 开始向外爆发出阵阵的骚动 如同浪潮一般奔永远去 尽管在场的人们 大多是做着义务买卖的行商 可面对这么大一块的金元素 一辈子见过的次数 着实不多 不少人已经激动到不行了 金条的吸引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披风男的微迫感 迅速挤过人群来到王正面前 兴奋地询问起价格来 朋友 是交易货币还是物品 我这里有上好的一支 思维存储系统也有一套 技术图纸有很多 都可以谈 朋友 金元素怎么戳 我可以拿飞艇换 另外附赠一套智能人工系统 朋友 周围人热情到出阁 直接就簇拥在王正身边 伸手死死拽住王正的衣角 唯恐这么大的一单生意 张腿跑了 都给我闭嘴 眼见局势愈演愈烈 被推散得快要来到人群边缘的披风男 突然发出了一声怒吼 这声怒吼也着实管用 瞬间就把嘲嚷的众人吓得呆住 再也不敢发出其他言语 披风男旁粗暴地从人群中拨开一条路 重新来到王正面前 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枚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名牌 递向王正 王正没有第一时间接过 而是低着头打亮了一番 名牌制式非常精密 除了撰刻的一些花纹图案以外 能够用肉眼清晰地看出表面有光感线条略动 不难看出 这名牌还带有其他的功能作用 看着王正谨慎的模样 披风男笑了笑 解释道 不要误会 我叫喀普图 是钢基尔行贿的商人 这是钢基尔行贿的名牌 对于身份尊贵的朋友 钢基尔行贿从来不会吝啬 说吧 卡普图将摆放着名牌的手 又往前伸了伸 这一次 王正没有拒绝 痛快地接过了名牌 见状 人群中顿时发出了阵阵哀叹 十分不舍地散去 接过钢基尔行贿的名牌 自然就等同于决定 与钢基尔行贿做交易 其他人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卡普图心情大好 向王正做了个请的手势 说道 我尊贵的朋友 请跟我来 第127章 学习 我反手考证 王正没有多想 只以为卡普图会在前面带路 领着自己前往所要抵达的建筑物 可还不等迈出步子 卡普图突然一把拽住了王正的手腕 下一刻 眼前瞬间一黑 整个人如同坠入深渊般 陷入了无穷无尽的下坠杆中 又过了一瞬 王正从下坠杆中缓过神来 眼前的场景赫然发生了变化 从繁杂的港口 来到了宏伟肃进的建筑物内部大厅 这座大厅的面积似乎有些过于大了 仰头看去 甚至连顶棚都看不到 竟然还能看到不少人 脚踩各式各样的器具 飞来飞去 身旁的卡普图 不知何时 也踩到了一张薄如蝉翼的浮空圆盘上 回头看了发呆的王正一眼 眼底顿时有诧异流露 却又转瞬即逝 能够随手拿出一根金元素 而且驾驶的飞碟也极为先进 这种人 怎么看都不像是没见过世面的人 可他刚刚所表露 出来的精益表情 明显不像是假装出来的 远来即是刻 卡普图没有多想 将王正拉上圆盘 心意一动 两人又一次消失在了眼前 短暂的恍惚之后 眼前的大厅再次转换 变成了一间幽静的会客厅 卡普图镜子来到会客室镜头的暗门处 仔细整理了一番衣着 伸手轻轻敲了三下房门 进来 一道低沉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见状 卡普图连忙做了个手势 示意王正过来 推门进去后 示意间算不上宽敞房间 房间里的布局出乎意料的简单 洁净的墙上 只挂了两幅看不出什么寓意的画作 地面更是只有一张书桌 跟一把椅子 除此之外 再无他物 一个长相库斯加勒比海道里 带为穷似的章鱼头 此时正负在书桌上 不知道研究着什么 就连王正两人推门进来 也没有抬头 因为房间里 没有能够落座的地方 两人只好安静地站在门边 静静等待着对方 不知道过了多久 章鱼头这才放下手里的活迹 粗略地扫了王正一眼后 又重新低下了头 问道 什么事 卡普图先是朝章鱼头 恭敬地行了一礼 随即指向身旁的王正 如实回复道 尊敬的墨尔黎叔大人 这位朋友刚刚掏出了一根 大约有五百克重的金元素 要来做交易 闻言 墨尔黎叔手上的动作顿时停住 迅速站起了身 仔细打量了王正一阵 一看交易有戏 卡普图连忙替双方做起了介绍 这位是刚介尔行会的分会长 默尔黎叔大人 这位是 轮到想要介绍王正的时候 卡普图突然愣住了 这才想起 自己在见到金元素之后 因为过于激动 完全忘记 向其询问姓名跟来历了 看出了卡普图的难色 王正顺势接过话查 说道 王正来自遥远的外星系 王正 默尔黎叔跟卡普图听后 皆是一愣 面露些许怪色 出于对客人的尊重 两人转瞬便恢复过来 默尔黎叔脸颊两侧的触须 轻轻摆动着 似乎是在表达颇为愉悦的心情 开口询问道 不知道猎下是想拿金元素 做哪种交易 技术序论 元素物品以及部分竞技科技 只要刚介尔行会拥有的 一定会竭力满足 因为科技水平远超地球 对于黄金的应用 自然也更为广泛 可黄金作为一种 由恒星演化和超新星爆炸 才能得到的稀有产物 虽然荷尔玛星系中 不少文明也掌握着黄金的 合成路径 但代价过于巨大 合成所需的能量远超 黄金本身的价值 人工合成完全就是得不偿失 如此一来 黄金的价值与日俱增 以至于达到了有价无市的地步 随手拿出五百克 等于说是随手掏出了半座矿山 王正缓缓伸出了三根手指 三个条件 穆尔黎叔点了点头 示意王正继续说下去 我需要一本荷尔玛星系 各大星云 以及主要封银星区的图纸 穆尔黎叔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印下 没问题 一架常规型号的远航飞碟图纸 没问题 给我一间店面 我想开一家维修店 听到最后一个条件 穆尔黎叔不禁愣了愣 脸颊两侧的触须 也跟着停下了摆动 第一个条件非常简单 不要说以物易物 就是白送都可以 第二个条件 相比五百克的晶元素而言 更是不值一提 图纸而已 只不定每天走在路上 都能抓到一大把 至于第三个条件 不难 但是很棘手 首先 因为大量外星人口涌入 领地资源变得尤为珍贵 天空建筑都被炒到了高价 更不必说地表建筑了 否则也不会出现一大堆 每天风吹日晒的行走商贩了 其次 开什么店面都好 偏偏是维修店的条件 极其苛刻 资格证 许可证 机械师证明等等等等 眼前这人手握金条 有钱肯定是真的 懂得维修 怎么看都不像 看着王正手里的金条 莫尔黎叔一时有些为难 王正也不跟他磨技 直接向前几步 伸手将金条重重地拍在了桌上 练下是机械师 莫尔黎叔开口问道 王正摇了摇头 一旁的卡普图也有些萌了 连忙说道 王正面下 您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这边的条例 想要开启维修店面 是需要店主出具维修相关证明的 王正答道 没关系 我可以学 简简单单的七个字 直接把贵为 刚介尔行会分会长的莫尔黎叔 给整沉没了 桌子上的金条也变得烫熟起来 学 你怎么学 等你学出个维修店面 那得猴年马月呀 莫尔黎叔深呼了一口气 看在金条的面子上才没有发火 还得是卡普图耐着性子 替王正解释 王正面下 您想得过于简单了 机械师的学习流程极为繁琐 是需要先找到老师 积攒规定学识 一大串流程顺下来 王正听得有些头疼 这怎么跟地球上考驾照似的 还需要攒学识 这么麻烦还是算了 文言 莫尔黎叔跟卡普图的脸色 这才稍微缓和了些许 刚准备让王正换个其他条件时 就听见王正语出惊人道 你直接带我去考吧 第128章 模拟环境 莫尔黎叔又一次看向桌子上的金条 这才把心底的造诣给勉强压制住 这个小老弟是怎么回事 未免有些太狂妄了 要不是因为桌上的大金条 非得一巴掌把你扇出去不可 上来就吵吵着要考机械师 你怎么不去竞选和尔马星际联盟议员呢 眼看莫尔黎叔已经处在即将暴走的边缘 卡普图连忙接过话查 冲王正说道 我尊敬的朋友 机械师证明极为严格 是交由分盟议会直接选拔考核的 钢基尔行会即便有心帮你 在成绩上也做不了价 王正满脸笃定的摇了摇头 说道 不需要作假 我去考 话出 莫尔黎叔陷入了沉默 看着桌上那个明晃晃晃灿的大金条 顿时就不香了 冲卡普图摆摆手 说道 送客 通不通过都算我的 卡普图愣着干什么 快带贵客去报名 莫尔黎叔刷了一下 拿起桌上的金条 冲着王正说道 说好了呀 可不许反悔了 王正愣了一下 有些意外 这家伙变脸居然这么快 不过倒也没觉得可惜 毕竟物品的价值不在于本身 而是在于需求 黄金虽然珍贵 但对自己来说依赖性并不大 远远不如机械师的报考名额重要 简单与莫尔黎叔攀谈几句后 迅速离开了会长室 卡普图跟王正一前一后地走着 相比之前 此时的卡普图表现得更加热情 就差嘘寒问暖了 随手扔金条 这已经不是大客户了 这简直就是大呀 承蒙大爷不弃 某愿败为一职 别说一职 当孙子都成 为了留住王正这个潜在的超级客户 卡普图索性将自己知晓的 关于机械师考试的消息 全盘托出 机械师考核每次都会有变化 但大致方向从来没变过 一直都是三项内容 卡普图侧着身子走在王正左手边 一边掰着手指一边说着 第一项 机械拆解 随机抽取一台随机器械 大小知识规模都不一定 可能是电磁车 可能是传送球 也可能只是一台悬浮轮 你要做的 就是把抽到的器械进行无损拆解 在规定的时间内 用时越短 分数就会越高 机械拆解的技术性并不算太高 主要还是考究对器械的理解与眼界 见过的器械越多 把握就会越高 万一抽取到不熟悉的器械 拆解起来就会麻烦很多 分数自然就不会太高 总的来说就是两点 经验以及运气 王正点点头 表示知晓 第二项 器械组装 还是随机抽取一堆零件 依据要求组装完成即可 相对来说 第二项的难度算是最低的 至于第三项 卡普图顿了一下 略作回忆 是三项考核中最为棘手的 也是最考验水准的一项 考核官会给每人发放一张器械图纸 图纸上没有任何的注解跟步骤 只有器械的完成品缩略图 需要做的 就是在满仓库的零件中 自行寻找能够用到的零件 自行拼装 直至完成 话语间 卡普图的语气中 隐隐有举腿流露 之所以对机械师考核如此熟悉 就是因为参与了很多次 每次都是在第三项考核折戟 毕竟仅仅依靠一张外观图 就想毫无差别的拼装成功 其难度不亚于凭空制造一台新式设备 也正因如此 机械师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数量却是趋于平稳 难见增长 或许是卡普图失败过太多次 对机械师考核已然没了信心 今天见到王正 竟然莫名对其产生了 从其他人从未有过的殷切厚望 我的建议是在参加考核之前 最好还是简单走一走流程 熟悉熟悉 听着卡普图的话语 王正眼前书地亮起 开口问道 这么说 当记耳行会可以模拟考核环境 卡普图听后 不由得哈哈一笑 回道 朋友 你未免太小瞧刚记耳行会了 要知道刚记耳行会 可是和尔玛星系联盟八大势力之一 即便我们分行会所在的新团 处于平级区 该有的资源一点都不会缺 王正英声 我想试试 当然 卡普图深以为意道 缅下作为刚记耳行会的贵宾 我们自然是要考虑周全 给予缅下最舒适的消费体验 说着 两人穿过长廊 经过一处拐角后 来到了一间紧挨着大门的房间前 我们到了 卡普图用力推开大门 一股机械零件独有的味道扑面而来 简单环顾了一圈 发现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上 相反 这里 完全就像是一间大仓库 千奇百态的零部件堆成小山 一座接一座 卡普图领着王正走进仓库 兜兜转转了一阵后 这才来到了几台陈旧的悬浮艇前 这几台悬浮艇的型号非常特殊 市面上几乎没有流通过 构造相比 寻常的悬浮艇要更复杂 拿来练手最为合适 听完卡普图的介绍 王正走上前 拍了拍悬浮艇 那已经落了一层薄灰的外壳 有些好奇的上下打量了一番 明明并没有启动 这台悬浮艇 却仍能悬在离地十几公分的地方保持静止 倒是坚持的研究的事情 看来悬浮借助的不是能量 而是材质 开始吧 三项考核一起进行 王正胆去手上的尘土 开口说道 卡普图呆了一下 诧异地问道 不准备准备吗 不是模拟吗 有什么好准备的 卡普图瞪大了眼睛 直接被王正的话给噎住 好有道理 第129章 神的特性 在模拟考核开启的前一瞬 卡普图按下腰间的传送球 消失在了王正眼前 紧接着 王正的身边凭空浮现出一道面板 面板上只有两行内容 考核一项 摩托艇拆解 考核剩余时间 119比59 两个小时拆解一台构造算不上精细的摩托艇 时间倒还算充足 但难点在于自己不是本地人 跟荷尔玛文明相比 完全就是山沟沟里跑出来的土著 别说是两个小时了 能够拆开就已经是高难度了 看了一眼时间 王正并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不紧不慢地蹲下身子 东悄悄西杂杂 开始仔细地研究起来 卡普图离开仓库之后 重新出现在了一处房间里 房间里的人不少 系数足足有22人 其中就包括刚刚慈悲的分会长 穆尔黎叔 这些人三两巨堆 各自攀谈着什么 视线却是极为一致 一同看向房间中央的立体投屏 投屏对象赫然就是此时 正在仓库中进行模拟考核的王正 立体投屏的像素 清晰的离谱 除了被等比例缩小了之外 竟好像真的王正在这一半 见卡普图来到房间 穆尔黎叔将目光从王正身上移开 开口问道 怎么样 听到穆尔黎叔问话 其余人顿时指住了话语 一起扭头看了过来 500颗的晶元素不是什么小数目 一经拿出来就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风声或多或少的都传出来了一些 而这500颗晶元素 竟然只是拿来换了一个机械师的报考名额 其余人听后 无不禁掉了下巴 大骂这丝铺张浪费 爆点天雾 当然也有 可能是对方太有钱 纯纯烧的 又或者是对机械师考核 有着绝对的自信 只是恰巧需要一个名额而已 不管是哪种情况 能够随手掏出500颗晶元素的存在 就足够让钢基尔分会尊重教好了 所以 在听闻起来到模拟厂 进行考核测试后 钢基尔分会的领导层纷纷赶了过来 想要一睹款业的风采 结果却要让众人失望了 这家伙不光没有成为机械师的水准 甚至连对器械的研究 都是一支半简 面对一台构造简陋的悬浮艇 悄悄打打了半个小时 竟然还不知道如何下手 这是花钱买名额吗 这是花钱打水漂啊 感受着诸位领导的目光 卡普图不敢犹豫 连忙说道 很差 对机械师的认识几乎为零 如果不是要报考机械师 我甚至会以为 他是来自另外一种行业 墨尔黎叔拧起眉头 没有说话 只微微汗手 原以为能够见证 一位新进机械师的诞生 如此看来 倒是自己多想了 而其余人 同样是看得有些不耐烦了 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 这还想考机械师 哪来的勇气 倒是拆啊 总不能连外壳都不会拆吧 有人观察着王正的动作 突然面露古怪 一声道 我现在非常怀疑 这家伙是不是从来没见过摩托艇 话落的瞬间 房间中陡然爆发出阵阵哄笑 王正大摇大摆的来到这里 被许多人看到 所驾驶的那艘超知识飞碟 更是显眼 放眼荷尔马星系联盟 恐怕也只有最风卧的星区才会存在 这种人会不认识悬浮艇 就好像杀了几十年猪 说不知道猪长什么样 动了动了 时间还剩九十分钟的时候 有人突然指着立体投屏喊了起来 所有人当即扭头看去 果真是看到 王正已经敲打完成 挽起袖口准备开弓 下一刻 有人觉察出了端倪 忍不住轻易一声 语气差一道 他该不会是想 话音未落 悬浮艇两侧的灯光亮起 仿佛沉睡得野兽苏醒过来一般 拖着王正高高扶起 直至离地数米高材停下 王正咧嘴笑着 驾驶着悬浮艇 晃晃悠悠的兜了几圈 殊不知这一行为 已经惊掉了很多人的眼球 这 这家伙刚才冲着悬浮艇摸来摸去 该不会就是在找启动系统吧 这一句话 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给折猛了 看着立体投影上 王正笑得合不拢嘴的那张脸 竟找不出半点其他的理由 五百克的大金条 跑来试驾悬浮艇 别说试驾 把这三五艘悬浮艇打包带走 都没关系 剩余时间 85比33 房间里虚声一片 不少人已经失去了看下去的兴致 起身准备离开 穆尔黎叔索性闭上了眼睛 又一次挥了挥手 把投影关掉 把名额送到他手里 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 当成已经你好了协议 也由不得他来反悔 请 请等一下 卡普图的表情突然变得惊疑不定 惊声喊道 待到其余人看过去时 同样眼神大变 不禁愕然 明明刚才还飘在天上 怎么众人扭了个头的功夫 就已经把外壳给拆掉了 前后时间 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 就在众人疑神的下戏 王正周身的气质猛的一变 超尘之意悦然出现 人还是那个人 可在所有人的眼中 明显感觉到王正不一样了 众目睽睽下 王正两手快若即颖 迅速且沉稳地舞动着 每一次举起跟落下 皆是听到了 灵剑坠地发出的声响 剩余时间 83比27 弱大的悬浮艇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分解 变小 而王正身旁 则多出了一座 由灵剑堆砌而成的小山 房间里没有来陷入了沉默中 所有人不再言语 皆是闭气凝神地看向王正 认真关注着王正的一举一动 在场的人里 不乏名声在外的机械大师 看着王正行云流水般的动作 不禁暗暗做起了对比 如此巧妙高超的手法 恐怕自己来操作 也只是做到这种程度了 与此同时 所有人脑海中 皆是浮出了同一个想法 吃家伙 再装别 再冲我们这些人装别 为的就是先被小瞧 然后啪啪打脸 扮猪吃虎呗 就在众人胡思狂想的时候 王正已经完全沉浸在了 拆解悬浮艇的乐趣中 仿佛整个人都融化了一般 与悬浮艇合为了一体 旁人不知 王正却是心知肚明 只凭借自己上一世 所积攒的理论学识的话 绝对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不要说拆解了 恐怕熟悉都花费一番功夫 长家新人送给自己的礼物 除了这具身体以外 还曾说过 帮助自己激活了 独属于地球人的特性 当初自己还觉得 对方的话莫名其妙 对此并没有放在心上 如今再看的话 不若是众锤鸡饼 神 全神贯注 如有通学 81比51 王正站起身 长出一口气 面前的悬浮艇 已经消失不见 被一堆杂乱的零件 取而代之 房间中 无人之声 便是死记 第130章 石骤星 第一项模拟测试 用时接近40分钟 成绩算不上多么优秀 只接近中等片上的水准 可凡是目睹了 王正拆解悬浮艇 全过程的所有人 脸上无不流露出 深深的骇然与诧异 用时40分钟不假 但这小子前35分钟 全都在转悠 根本没把精力 用在拆解上 另外 居然还花了两分钟 搞了波士架 实际动手 仅仅只用了三分钟而已 围观的22人 都是刚介尔分会的高层 眼界与实力 自然是毋庸置疑 耗时三分钟 完成第一项机械师考核 他们比谁都清楚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天才 不不不 宗师 现在所有人已经笃定 这家伙不仅对悬浮艇 不陌生 而且极为熟悉 从刚才的操作中 就可以看出一切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至少也是对悬浮艇 拆解过成千上百遍 或许才有可能 做到这种程度 但这可能吗 拆解一千遍悬浮艇 哪还有时间去研究其他设备 况且 这个王正才多大年纪 不用勘测古灵 都能猜个差不多 绝对不可能超过三十岁 就是让他不吃不喝的 拆解组装 也攒不过一千遍 墨尔黎叔 看着缓步走向考核二项的王正 突然想起 在办公室时 听王正所说的话 这才明白 难怪这家伙 能够大言不惭地说 直接去考试 原来不是狂妄 是真的有这个底气跟资本 扭头冲着卡普图说道 不用测了 直接带他去考吧 卡普图站在原地 还没从震惊中走出来 还是墨尔黎叔 一脸喊了两遍 这才悠悠回神 没有任何的犹豫 卡普图迅速按下传送球 从众人眼里消失 待到卡普图离开后 有人提出了异议 会长大人 真的不需要再看看 第二项跟第三项考核了吗 如果他只是侥幸拆解 怎么办 机械师考核名额 对我们虽然有些鸡肋 可名额中就只有一个 万一后面出现 机械方面的天才 没有给那人 把话说完的机会 墨尔黎叔直接开始反驳 侥幸 你要不要现在下去 给我表演一个 三分钟的侥幸拆解 当吉尔分会 已经多少年 没有出现过新的机械师了 名额被白白浪费过多少次 想必你对我更清楚 既然用不着 倒不如拿出来换一下好处 况且 你口中的天才 看着眼前的立体投影 墨尔黎叔会心一笑 继续道 不是就在眼前吗 身为刚吉尔行会的分会会长 墨尔黎叔一生做过的交易 不计其数 被诃骗过很多次 同样也暴力过很多次 人脉这种东西 对于现如今的墨尔黎叔而言 反倒成了无用的累赘 卢独这一次 与王正做完这笔交易之后 墨尔黎叔由衷感到了一丝欢喜 不是因为那五百颗金条 是因为王正这个人 虽说不清楚对方的来历与身份 却是从内心觉得 此人非同一般 来到荷尔玛星系 必将搅动起一番风雨 下一瞬 卡普图出现在王正身后 此时的王正 还在围着第二项考核打转 面前是一堆杂乱无证的零部件 旁边的虚拟面板 更是只有简单的三个字 卖流机 一没有图纸 二没有辅助装备 完完全全只能靠手工 还不等王正 把这些零部件研究透彻 卡普图已经来到了王正身侧 经历过第一项考核以后 卡普图对待王正的态度 变得更加恭敬了 王正免下 您可以停下了 刚刚莫尔黎叔大人 已经与机械事情会那边谈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前去 参加考核 王正直起身子 有些疑惑道 不是说先练练手吗 卡普图皮笑若不笑 说道 王正免下 您莫再说笑了 还请恕卡普图先前的无知怠慢 王正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心里却是掀起了波澜 刚来时自己还刻意检查了一番 确认周围并没有任何的监测信号回声 可即便如此 自己在这里的一举一动 仍然被他们知晓了 不得不说 地球文明相较于这些先进文明 二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了高不可攀 只能望尘莫及的程度 要知道 自己手里掌握的 还是八千年后的地球科技 如果是同年代对比的话 根本就是土著野人 跑进了现代社会 离开仓库 直到走出刚继尔峰会的建筑大楼 回头看去时 卓石又被狠狠震惊了一把 这幢大楼当真是太大了些 大到已经不能用楼来形容了 这根本就是一座小心城池 甚至于有很大一部分楼体 已经脱离了地面 高高悬浮在空中 远处 见到王正从刚继尔峰会里走出来 不少人已经听到了 他掏出五百颗金条的消息 纷纷开始对着王正指指点点 坏心思倒是没有 有也不敢去做 仅仅只是在议论 这小子如此财大气粗 究竟是哪座蜂窝星系的公子哥 来这种乡下地方体验生活 面对无数投来的目光 王正并没有太在意 毕竟在地球时 自己收到的瞩目更多 多到天天提心吊胆 生怕哪天不注意 命都没了 跟着卡普图 来到一艘印有 刚继尔航会标志的新航舰上 空间很大 搭载的人员也不在少数 两人在其他人艳羡的注视下 一路来到了新航舰 最为豪华的仓室 尽管体积非常庞大 但新航舰内 是没有独立房间的 待到两人坐下后 王正看了一眼外界的风景 好奇问道 这是要去哪儿 卡普图连忙回到 石昼星 据此四百光年 大约需要四个小时 王正点了点头 继续追问道 空间跳跃不是更方便 一句话 直接让卡普图的表情 变得古怪起来 他很有理由相信 王正这家伙 就是从风卧星区下来的公子哥 王正面下 凡是距离超过五十光年以上的 全部属于超远距 除了和尔玛星系的联盟中心星区 其他地方是没有跳跃许可的 文言 王正心里暗暗吃惊 这么说来 曾经入侵地球的那两名和尔玛星人 还是来自和星星区的高等存在 第131章 荷尔玛星系八大联盟 十晝星 自转一周 约需三十六个小时 因为所处星系的核心恒星 是一颗并不规则的伪球体 从而导致十晝星的大半面积 常年暴露在光照下 这使得一年有480天的十晝星 有420天都处于白天 因为周多夜少的缘故 机械师的考核地点之一 便被设在了这里 想必是考核的日期临近 十晝星外沿十分热闹 星环边缘停泊着各类 制式型号不一的飞船 待到飞船降落之后 王正在卡普图的带领下 进入了十晝星 来到十晝星 王正总算才明白 什么叫唯有对比 才能看出差距 平级星区虽然号称平级 可相较于地球来说 领先了不知道多少倍 可跟眼前处于 风卧星区的十晝星相比 直接被碾压进了泥土里 连给王正打量的机会都没有 脚掌落地的瞬间 二人就被传送走了 眼前略微恍惚 场景变幻 来到了一处 恢弘高大的宫殿里面 身边也是一群 不同种族的人类 相互攀谈着 忽然间 王正在人群中 看到了一个人 这人身上的着装 烙印着一个 很是熟悉的印记 钢基尔航会的徽标 似乎是注意到了 王正的眼神 一旁的卡普图 开口解释道 钢基尔航会 是荷尔玛兴系的 八大盟之一 分会涉及很多地方 名额自然也是如此 能够在这碰到 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王正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问道 既然是一家人 怎么不见 你上前打个招呼 闻言 卡普图看了看着远处 身穿带有 钢基尔航会徽标的男人 失笑摇头道 还是算了 他们是总部的人 在他们眼里 我们这些分行的人都是垃圾 何必上前自讨没趣 这话倒也没什么毛病 和尔玛兴系 按照繁荣度 共分为四种兴区 由低到高 分别是平级兴区 中庸兴区 封卧兴区 以及核心兴区 四种兴区的区别 不仅仅在于 资源的分配比重严重失衡 很多技术跟理论 更是天差地别 就好像鹰匠跟飞国同属地球 鹰匠已经上天入海 信息化遍布全球了 飞国还在因为 今天只用了一个钟头 把火点着 而沾沾自喜 对于核心区的人们而言 看向平级区的感觉 跟看一只 还没进化完全的星星 没什么差别 这不是轻视 更不是蔑视 而是压根没放在眼里 办理好考核登记后 王正领到了考号牌 886号 考号牌的质地有些特殊 如果不是因为时间不允许 非得拆开来研究一番 即将开考 王正没什么反应 一旁的卡普图 却是紧张的不行 最后又叮嘱了几句 无非是些稳住心态之类的 的加油打气的话语 王正倒也没有表现出不耐烦 反而是细细听完 点头认同 不多时候 手里的考号牌 突然发起了蓝光 没有任何的考前通知跟讲话 还挤在人堆里击歪的时候 突然就被不知道来自哪里的装置 锁定了手中的号牌 伴随着蓝光盛起 又一次被传送离开 待到重新站定以后 王正捂着有些晕乎的头 心中暗自覆肥 难道和尔马兴 就只有传送这一种赶路方法吗 一天传送个七八次 着实有点吃不消啊 稍微缓了一阵 起身看向四周 发现自己此时正站在一块 还算宽敞的巨大方格中 周围全都是这次参加 机械师考核的成员 同样处在大小一致的方格里 仔细数来 大概有三百人上下 而机械师的名额 只有可怜的五席 也就是三项考核的总分 需要威劣前五才行 经过卡普图先前的介绍 王正很快便从人群中 锁定了几位实力较强 最有可能成为机械师的存在 第一位便是来自 刚继而总盟的家伙 名为斯利马赛 听卡普图说 是位难得一见的机械天才 将来极有可能成为 行会的元老级人物 第二位是个浑身赤红 头顶着三只脚的奇异生物 来自于同为 荷尔玛八大联盟之一的 西域罗范商行会 至于其他人 不是说不强 是卡普图都不认识 简单分析了一下 发现 如果以卡普图为 评判标准的话 这些人都能成为机械师 王正叹了口气 卡普图着实是有些可怜的 机械师考核参加了四次 全部杀鱼而归 接连的打击下 直接把他的自信 跟头脚全部给敲掉了 以至于现在卫手卫脚 见谁都怕 极度的不自信 正想着 眼前突然就浮现出了虚拟面板 没有任何的预示跟征兆 直接就开始跳渺 第一项考核已开始 机械拆解 剩余时间 119比58 虚拟面板跳出来的瞬间 王正身旁出现了一道光亮 一座庞然大物 被传送了过来 定睛一看 是一辆体型巨大的 叫不上名字来的器具 此时正在外面观看 投影的卡普图 表情猛的一变 脸色顿时就难看了不少 其余围观的人 同样是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 不由地哄笑出声 哈哈 真是个倒霉蛋 居然抽到了摩尔斯钝粒子器 是啊 这玩意抽到的人九成都被淘汰了 即便侥幸拆解完成 也拿不了高分 这886毫没戏了 这能怪谁 只怪他运气不好 粒子加速器 是一种利用高频电磁场 来实现物体加速的装置 理论不难 可构造却极为特殊 拆解起来 尤其需要束手束脚 稍有不慎 便会破坏掉结构本身的磁场 从而进一步影响到设备的完整性 所以如果凭借纯手工拆解的话 除了对粒子器结构极为熟悉 那就只能求天保佑了 看着画面中 对着粒子器反复打量的王政 卡普图很是惋惜的摇了摇头 第一项分数占比 虽说只有20% 可连这20分拿不到 后面即便满分 也抢不到前五了 不过围观的众人 也只是笑了笑便过去了 毕竟只是一个萍水过客 倒不倒霉成不成功 都跟自己没有关系 而这些人里 最能吸引人眼球的 难得一遇的机械天才 机械师考核 当然不会是他的终点 那将是要冲击机械师圣贤的存在 第132章 一鸣惊人 成为机械师 是多少人穷极一生 也无法达成的终极梦想 可对于有些人而言 这却仅仅只是起点罢了 机械师 大师 宗师 大宗师 圣贤 机械大师受万人尊崇 走到哪都是受人瞩目的存在 机械宗师堪称一代传奇 一方星区百年 怕也出现不了几人 刚介尔峰会的会长穆尔黎叔便是机械宗师 机械大宗师视为绝唱 放眼整个荷尔玛星系都找不出一个巴掌术 被无数星系哄抢 属于星系级别的超级资源 至于机械圣贤 那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 唯有打怕纬度壁垒 实现从三维空间向更高纬度的跃迁 才能晋升为机械圣贤 宇宙诞生这么久 还从没听出过圣贤之名 而斯利马赛 却是被无数人寄予了充分的厚望 认为岂能从达到这个传说中的境界 如无意外 斯利马赛将会是这场考核 无庸置疑的第一 甚至将打破以往的考核记录 而斯利马赛的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他抽到了一台弗轮离轩衣 拆解难度属于中游偏下 讲真的 斯利马赛有些失望 这种程度的机械拆解 即便打破了记录 也不会觉得光荣 毕竟毫无难度可言 想到这里 斯利马赛在心底叹了口气 今天是自己扶摇崛起的第一天 今天过后 斯利马赛这个名字 将传遍整个荷尔玛星系 传遍整个宇宙 只是这机械师考核 只能通过一次 拿一件中等难度的机械装备 完成拆解考核 着实让自己未来的光辉事迹 变得不太完美了 不过仔细想想 倒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 斯利马赛活动了一下筋骨 准备开始动手 场外的围观群众里 更是有超过半数 在关注着斯利马赛 言语中满是惊叹 真不愧是被刚记而总蒙看中的人 这个拆解速度 无非是走过过场罢了 得到此人 刚记而行会在八大联盟中的排名 怕是要更进一步了 这有什么 我听说早在很久之前 斯利马赛就已经被机械师行会看上了 还没成为机械师 就被收录为机械师行会成员 试问除了他 还有谁能做到 什么 有这种事 听到这话 许多人当即露出了吃惊的神情 忍不住呼喊出声 八大联盟作为荷尔玛星系分布最广 影响最大的八个势力 其地位自然是要远远高于其他组织的 但即便是最强势力 也总会有高低之分 刚记而行会作为 做着油商买卖的势力 甚至已经不再局限于荷尔玛星系 临近几个星系中也多有走动 可即便如此 在八大联盟里 刚记而行会仅仅排在第六位 最强的自然就是荷尔玛议会 毕竟整个荷尔玛星系的运作 都是由议会来掌控的 名义上的第二势力是军事法庭 拥有荷尔玛星系七成的军事力量 机械师行会才是无庸置疑的第二势力 只因机械师行会的成员 全部都是机械师 也唯有机械师才能加入 机械师行会的存在非常特殊 不同于其他精卫分明的势力 加入机械师行会后 能够享受一切特殊待遇的同时 还可以加入其他势力 这使得机械师行会 几乎涵盖了荷尔玛星系的所有机械师 单论影响力 是为当之无愧的第二势力 而这个行会的入会门槛极为严苛 必须是机械师才能进入 没有其他任何的录取途径 所以当众人听说 斯利马赛还没成为机械师 就被机械师行会招揽时 不由的大吃一惊 看来斯利马赛的天赋 已经惊艳到 引起了机械师行会高层的注意 使得他们达破常规 对其进行了破格录用 想到这里 有人不禁发出感叹 这次的考核魁首 毫无悬念了呀 众人正议论着 头顶突然响起了机械的播报声 886号第一项考核完成 文言 所有人不由的一愣 开始疑惑起来 886号 斯利马赛不是666号吗 众人的视线当即一项画面 果真看到了 还在飞快拆解的斯利马赛 一瞬间 众人脸上浮现出 浓浓的错愕与诧异 直接掀起了沸腾声 有人竟然敢在 斯利马赛的前面 完成了考核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怎么就完成拆解了 杂乱的议论声中 画面时时掉转到了 王正的场地 只见此时的王正 盘腿坐在地上 正拿着几块零件 认真地研究着 有人突然指着画面 惊呼起来 是 是那个抽到 穆尔斯顿利子器的家伙 居然是他第一个完成的 话出 人群中引起了 地震般的轰鸣 所有人的脸上 皆是浮现出了一色 看向王正的眼神 变了又变 有人更是忍不住 连连摇头 不可思议道 这怎么可能 利子器的拆解 即便是机械宗师清零 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事实摆在眼前 即便众人不可置信 却也无话可说 第一项考核 886号用时三分四十秒 打破机械室考核记录 打破粒子器拆解记录 在一处所有人 都察觉不到的建筑物内部 急到身影 正时刻关注了 这次的机械室考核 居中一人突然伸出手指 指向画面里的王正 开口问道 这人是谁 右侧人影当即回复道 是刚吉尔的一个 小分会带来的人 名叫王正 因为来自平吉区 也就没有过多关注 王正 居中的人影重复了一遍 视线紧紧落在画面中的王正身上 有趣 恭喜完成考核 用16分35秒 斯利马赛扔掉手中的零件 书弟站起身来 常常叹了口气 不到七分钟 勉强算是正常发挥 看一眼被光屏遮挡的外界 斯利马赛嘴角露出一丝自负的笑意 机械室考核的记录 被自己轻易打破了 不出所料的话 想必外面 现在已经在疯狂地议论着自己了吧 斯利马赛故意在镜头前 摆了个落寞的表情 以便彰显出自己孤高的特性 殊不知 外界早已经炸开了锅 若干的镜头画面 没有一个是对着斯利马赛的 全都投向了886号的王正 全方位无死角 第133章 机械大宗师清零 卡普图火急火燎地跑到一个无人的角落 迅速开始联系分行 手腕的装置紧接着便跳出了一道虚影 正是当吉尔的分会长 莫尔黎叔 什么事 莫尔黎叔看着满脸急切的卡普图 出声问道 是考核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卡普图摇了摇头 表情依旧带着轻微的惊恐 因为过于震惊的缘故 导致迟迟迟说不出话来 似乎是察觉出了卡普图的不对劲 莫尔黎叔不禁皱起眉头 继续追问 到底怎么了 莫非是考核失败了 无妨 王正此子不俗 很有必要与其交好 只要他愿意 分行的下次考核机会 可以无偿让给他 不 不是 卡普图这才从嘴里 断断续续地跳出一句 王正的第一项考核 已经结束了 莫尔黎叔铭起嘴角 想了半天都没能想到 卡普图为什么会是这个反应 这一次的机械师考核及其出名 只因竞争十分激烈 许多势力的超级天骄 全都聚在了这场考核里 质量堪称是前所未有的考核之最 其中最出彩的几人之一 总盟的斯利马赛 更是还没成为机械师 就被机械师行会破格录取 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历史先河 想到这里 莫尔黎叔突然问道 难道是斯利马赛 打破考核记录了 斯利马赛 作为文明荷尔玛星系的机械天才 百年难逢其一 打破区区机械师考核记录 并不稀奇 甚至可以说是意料中的事情 除此之外 实在想不到 究竟还能有什么 能够让卡普图这样失态 甚至要在考核现场来联系自己 疑惑中 只见卡普图拧起脸色 缓缓开口道 王正也打破考核记录了 文言 莫尔黎叔明显愣了一下 脸上有诧异流露 还不等询问什么 就听见卡普图的声音传来 机械拆解摩尔斯顿粒子器 用时三分四十秒 什么 见识过无数大场面 形势一贯沉稳的莫尔黎叔 也坐不住了 叔弟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脸上的表情已经被震撼充斥 第一项考核的最好成绩是七分钟 而且还是抽到了一台 构造比较简易的设备 其他的高分成绩 就连十分钟的门槛都没进去 全都在二十分钟以内徘徊 摩尔斯顿粒子器的历届成绩 能通过考核的都寥寥无几 侥幸通过的 更是勉强挤进了一百二十分钟的最下限 也就是说 这个王正不仅仅将考核记录 往前推到了五分钟以内 还顺手把摩尔斯顿粒子器的拆解记录给破了 就是身为机械宗师的自己 也做不到三分四十秒完成摩尔斯顿的拆解 偏偏这个还没成为机械师的王正做到了 摩尔黎叔正正失神 这个消息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砸进了脑海中 让其久久无法回神 不敢想象 让机械师行会的那群人 得知这个消息后 究竟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与拉普图的联系还没挂断 又有一道虚影投射了出来 老莫 牛逼啊 以前问你的时候 还藏着掖着 这一下藏不住了吧 摩尔黎叔一时没能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下意识地问道 什么 装 还装 你这就没意思的老莫 能把拆解记录推到三分钟 这他们一般的机械大师都做不到 身份消息早就被挖出来了 就是你们分会的人 莫尔黎叔苦笑一声 有些无力解释 总不能告诉他们 因为分会这边实在找不出人了 无奈只好 把名额当成交易物品给卖了 这要是让总盟的人知道 还不拔自己这个分会长两层皮 毕竟当初谁能想到 王正这家伙不当人 对机械的理解 竟然调成了这样 随便含糊了几句 假借有事挂断了通讯 然后就分外头疼地揉起了太阳穴 暗暗叹气的同时 心里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措辞 传出如此轰动的消息 总盟必然已经知晓了 带到上面追问起王正来 总得考虑好该怎么应付 斟酌的话语刚响了没两句 已经有人急匆匆地敲响了房门 会长大人 总盟来人了 莫尔黎叔大惊失色 什么 这么快 对于外界所发生的一切 王正一无所知 更不知道自己的三分钟 让外面产生了多么巨大的震荡 毕竟王正连机械考核 都只模拟过一次 甚至还没完成就被带走了 记录什么的 压根连听都没听说过 此时的王正面前 拆解完成的粒子气零件 已经消失不见 转被另外一堆杂乱的零部件所取代 虚拟面板上的技术 重新变成了120分钟 同时还扩充了一项内容 打开后发现 是一张构建图纸 第二项考核 机械组装 说来也巧 机械组装的图纸 竟然是悬浮艇 而且还是王正之前 在钢基尔分会拆解过的型号 虽说简单 多少有些稍微的惋惜 既然对悬浮艇已经充分熟悉过 也就没必要在第二项考核上 多费功夫 略作思索 王正连图纸都懒得看上一眼 直接选取零件开始组装 外界 全部的监控设备 仅仅对着886号区域 在看到王正的举动后 外界又一次炸开了锅 这家伙 怎么不看图纸啊 瞎着眼组装 疯了吗 这未免对自己 也太自信了吧 混在人群中的卡普图 听着众人的惊呼 脸上早已是苦笑连连 何止是自信 简直是胸有成竹啊 来之前就进行过一项测试 还偏偏被挑中了 这运气该说不说 逆天了 众人就谈了个话的功夫 播报声已经响了起来 886号完成考核 用时1分15秒 伴随着播报声的落幕 一股宛若浪潮般的轰动 在人群中响彻 直至沸腾 虽说组装考核 是三项考核中难度最低的 可总体用时 却比第一项考核要高出不少 毕竟第一项考核只需要拆 第二项考核 却需要翻找零件等一些冗杂的步骤 可是这个王正 再一次让人惊掉了下巴 1分15秒 考核记录也不过9分钟 惊呼声中 有几道身影凭空出现在了大厅之中 在见到这几道身影后 周遭的惊呼声明显变得压抑 直至彻底安静下来 居中那人放眼整个荷尔玛星系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荷尔玛议会24人之一 同时也是象征 荷尔玛星系最高权柄的24人之一 机械师行会建立者 荷尔玛星系仅有的机械大宗师 迪瑞诺森德 第134章 我认识你 尽管在场的绝大部分人 并没有亲眼见过 这位荷尔玛星系的权柄人物 却并不妨碍众人 对他熟视敬畏 毕竟 这里是机械师证明考核 能够出现在这里 自然是与机械师一脉联系甚深 迪洛诺森德 在机械师心中的地位 就好像地球上官老爷 在蛊惑仔眼中的地位 不是神明 圣死神明 照理说 机械师考核这种 还不足以惊动这种级别的存在 可当对方出现在这里时 就说明出现了令对方 十分上心的东西 至于是什么 众人心知肚明 王正 连续两项考核打破历史 把记录推进到了一个 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程度 这种人能够被迪瑞诺森德看中 倒也无可厚非 果不其然 就在迪瑞诺森德走进大厅之后 第一时间便看向了三维全息投影 随意挥了挥手 上千个画面竟组合成了一体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王正投影 如此一幕 看得周围人脸色微变 暗惊不已 不愧是和尔玛星系 唯一的机械大宗师 随手就能更改眼前的运行数据 已经开始着手 准备第三项考核的王正 突然停了下来 抬头看向悬在头顶上空的监控设施 快速瞥了一眼后 又重新将注意力 落到了考核上面 但就是这一眼 却让迪瑞诺森德的表情 露出些微的诧异 自己更改了整个考核现场的探测装置 同时又把上千个实时投析 整合成了一个 对于大厅的众人来说 看得很清楚 可对于考核现场的众人而言 根本不可能知道 外面发生了什么 而王正竟然抬头看了监控一眼 巧合吗 想必不是 这说明他已经知道有人在关注他 且也知道探测装置发生了变动 别说是机械师 就算是机械大师在这 也万万做不到这种程度 迪瑞诺森德嘴角露出一丝久违的笑意 对着身边人说道 886号不用测试了 带他去行会大厅 迪瑞诺森德的声音并没有刻意压低 极为清晰地传进了周遭人的耳朵里 在听到这句话后 偌大的会场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所有人皆是张大的嘴巴 眼神里充斥着惊骇恶然意味 是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吗 不用测试了 这句话 如果是出自别人之口 绝对要先毫不留情地嘲笑一通 毕竟想要成为机械师 就只有通过机械师考核这一条路 没有机械师行会的证明 即便水平再高 在荷尔玛星系也得不到半点认可 更何况 没有机械师行会的助理 只凭借自己的话 纵使是天资绝世 机械师之路也绝对不会走得太远 天资 资源 缺一不可 可偏偏这句话 是机械师行会的会长大人 迪瑞诺森德亲口所说 直到迪瑞诺森德离开大厅 886号考核低调的投屏被关闭 众人这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同时更隐隐猜到了一件 足以轰动整个荷尔玛星系的事情 这个王正不需要参加考核了 为什么 直接通过了 原以为斯利马赛在参加考核之前 被录取为行会成员的消息 就足够炸裂了 这位从考核现场被带走 更是惊世骇俗 许多人后知后觉 已然意识到了王正的重要性 纷纷开始动用势力人脉 着手打探起王正的身份信息 什么 又是刚继尔行会 左手斯利马赛 右手王正 这下刚继尔行会 就是不崛起都难了 等等 最新消息 王正并不是刚继尔行会的人 听说是在某个平级区的分会 王正用以乌一乌的方式 换来了考核名额 听着铺天盖地的议论声 缩在角落里的卡普图 脑袋都快要炸了 在场的事例都不简单 打探消息这种事 更是轻轻松松 更快就把王正连带着 刚继尔分会的信息 扒了个底朝天 只是目前所获的消息 全都是王正进入 和尔玛星系以后的 在此之前的消息 无论如何也查不出半点 甚至于连钉点蛛丝马迹 都觉察不到 就好像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人一样 随着王正的热度愈演愈烈 卡普图意识深感如坐针毡 刚刚莫尔黎叔来电 告诉自己 因为王正的事情 总盟已经派人前去询问了 至于结果如何 莫尔黎叔没说 自己联系了几次 也没联系上 只给自己发来了寥寥一字 喂 与此同时 王正一脸猛逼地看着眼前人 言语中满是意外流露 不用考了 还有这种好事 见王正有些迟疑 来人从怀中掏出了一块 印有机械师行会标志的身份牌 递到王正面前 说道 我是机械师行会 只是吸刷刷 主要负责本次的机械师考核 您已经通过了 无需再进行下去 王正愣了一下 差点没笑出声 吸刷刷 吸刷刷没什么反应 继续说道 考核程序一贯按照规定进行 只不过您的情况有些特殊 所以才启用了临时中断的方法 跟我去见个人 王正点头 也没有用追问是谁 只默默起身 跟在了吸刷刷屁股后面 是一期前面带路 只是 无非就是高考时的监考老师 仅仅是负责考场秩序跟公正而已 不可能会有挑人的特权 能够让自己终止考核直接通过 自然也不可能是吸刷刷的手笔 而是自己现在所要去见的人 王正确实感受到了 机械师行会在 和尔玛兴系的特殊地位 前不久 卡普图还告知自己 在和尔玛兴系境内 不得施展超远距离传送 结果眼下吸刷刷 就带着自己来了一波超远距传送 一道修长高大的身影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肤色很白 如同纸张 样貌倒是跟地球人有些相似 相差不算太夸张 除了体型 几乎快要有两个王正那帮高了 打量完眼前的身影后 还不等吸刷刷开口介绍 那道高大的身影 便率先开了口 王正 我认识你 文言 王正不由地一愣 那人继续开口道 在你身上 我嗅到了和尔玛人的气味 你的那艘飞碟 是出自我之手 再想怎么修改遮掩 我也一眼就能看出 这句话宛若雷霆 结结实实地 披进了王正的脑海中 第135章 太细伶俐 几乎是一瞬间 王正身上的汗毛根根竖起 神情变得极度紧张起来 之所以前往平级区 就是为了隐藏和尔玛飞碟 结果没想到 还是这么快就暴露了 更为恐怖的是 飞碟先前经过一番改造 王正自认能够瞒天过海 轻易骗过其他人的眼睛 可对方仅仅翻了翻 自己的资料信息 连飞碟的实体都没见过 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飞碟的真实来历 不过既然已经暴露 再去细想这些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 现在等于跟和尔玛星系 撕破了脸 如何脱身 才是问题的关键 看着眼前的高大身影 王正暗暗思索脱身路线的同时 不禁从心底 猜测起对方的身份 能够轻易看出自己的改装 说明这人的技术水平之高 还要远在自己之上 只是不知道 这种人在和尔玛星系 是多还是少 如果和尔玛星系到处是这种人 那自己可就歇菜了 就算这种存在不多 光是眼前这人 就足够让自己喝上一壶 更何况 身后还有一个看上去 就武力直拉满的直视 气氛剑拔弩张之际 迪瑞诺森德 突然冲着西刷刷摆了白手 西刷刷心领神会 迅速离开了房间 面对机遇暴起的王正 迪瑞诺森德 并未表现出任何的异样 反而是惬意地 坐回了身后的位子上 旋即冲王正 指了指自己身边的空位 坐 王正没有任何的犹豫 果断上前落座 似乎是感受到了 王正心态的快速转变 迪瑞诺森德 有些诧异的笑问道 你不害怕了 王正叹了口气 轻声说道 实力悬殊 你想让我死 我一定活不了 文言 迪瑞诺森德先是一愣 随即大笑出声 老夫自幼在外游历求学 遇人无数 识人形色 自认见过了各类各样的人 或是桀要自大 或是唯唯诺诺 或是逆来顺受 或是不甘屈服 说到这里 迪瑞诺森德顿了一下 看向王正又继续说道 独独你 天资个性皆是迥异 着实让我意外 本已经想着 准备拼命的王正 在听到这番话后 不由地皱起眉头 疑惑地 看向迪瑞诺森德 迪瑞诺森德 这才笑着解释道 荷尔玛文明之所以能够 今天的成就 也是富饶繁盛的蜂窝区 可为了发展 荷尔玛不得不大开贸易之门 融回多方文明来提升自己 进步的代价 就是失去 所以在凡胜的背后 荷尔玛兴系的资源 已经所剩无多 照此下去 毁灭已经是时间问题 王正听懂了话里的含义 主动接过话题 说道 所以你们派出了 无数艘类似的飞碟 在无穷的宇宙中 寻找那些拥有蜂窝资源的 低等文明 然后掠夺过来 为之挤用 狄瑞诺森德 突然举起手 打断了王正的话 我声明 掠夺他方资源这件事 虽然是荷尔玛议会 通过的决议 但我其实是不赞同的 文言 王正表情微微一变 虽然不清楚此人的身份 但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 他与荷尔玛议会的地位 是同等的 也就是说 眼前的高大身影 很有可能是荷尔玛兴系的 掌权者之一 想到这里 王正更放松了 开口说道 可是你也不反对 没错吧 当然 狄瑞诺森德笑着说道 现在我所拥有的一切 可以说 有七成以上是掠夺来的 自然不能多说半个不字 毕竟一边吃肉 一边倡导素食这种事 我做不到 既然在享受掠夺的资源 那就乖乖闭上嘴享受好了 圣母行为 并不会为你带来弱者的感激 反而还会让人觉得虚伪 所以 荷尔玛派人外出掠夺资源 我不会反对 同理 在掠夺过程中不慎死掉 身上所携带的物资被掠夺 我自然也可以当作没有看到 更何况 能够以悬殊的科技差距 战胜远超自己的对手 确实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王正常常吐出一口气 开口问道 不是为了资源 不是复仇 还能为了什么 狄瑞诺森德说道 你 我 王正不解 我很老了 需要为以后的路做打算 王正摇摇头 说道 可我并不是荷尔玛人 甚至还可能跟荷尔玛 有无法化解的仇怨 你会容忍一个 对荷尔玛文明 有着莫大威胁的存在留下 狄瑞诺森德 不以为意地耸了耸肩 一句话便让王正愣在了原地 你当真以为 荷尔玛文明 是荷尔玛的原居民 一手缔造的 王正心中一紧 隐隐猜到了什么 脑海中无一时地 浮现出了阴将的发家史 难道不是吗 狄瑞诺森德说道 当然不是 而且大大相反 真正的荷尔玛新人 早已经沦为了附庸 靠着扎堆苟延残喘 勉强存活 荷尔玛议会的二十四人 共来自十八个不同文明 且主张各不相同 有人崇尚实力 主张对外扩张 有人崇尚发展 主张文明大融合 有人主张闭锁 有人主张毁灭 二十四个人而已 却在影响着 拥有千兆一生灵的茫茫星系 而这二十四人的背后 同样衍生出了庞大的根基脉络 在这荷尔玛星系中 盘根错节 相互节制 一旦有人倒下 那么他背后的根基就会枯萎 从而被其他二十三股势力所侵吞 王正沉默了 两久之后 这才抬头看向迪瑞诺森德 我能有多长时间 迪瑞诺森德回道 我死之前 你要站出来 王正哑然失笑 荷尔玛星系天骄 如漫天星辰多不胜数 怎么就偏偏认准了 我这个穷乡僻壤来的土老貌 迪瑞诺森德听后 哈哈一笑 很简单 因为他们都不如你 说吧 迪瑞诺森德站起身 冲王正伸出了手 正式自我介绍一下 荷尔玛一会成员 没有任何的犹豫 王正起身身手与其相握 王正 算是个人 第136章 另一个身份 除了答应 王正再没有其他的选择 身份已经暴露 手段势力底牌有一个算一个 老农出身的自己 肯定比不了这大地主 强龙不压地头蛇 更何况目前的情况是 自己这条小蛇 来到了人家大龙的领地 要我做什么 王正问道 迪瑞诺森德指 说了四个字 活着 成长 王正皱眉 就这么简单 迪瑞诺森德笑道 这一点也不简单 机械师行贿 虽说是八大联盟之一 可实际上 所有的机械师 在这儿 不过是挂名而已 所以对我而言 跟议会的其他人相比 我的权力 都是虚假的 一旦被人发现你的存在 他们不会因为 出现了一位机械师奇才 而产生任何的欣喜 反而还会把你当成 第二个迪瑞诺森德 欲除之而后快 王正发出灵魂质问 我的好处是什么 权力 财富 知识 技术 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 我想长生不老 屈尼玛德 伴随着最后一声机械音 斯利马赛擦取额头的汗水 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看一眼身前的虚拟面板 第三项考核 机械拼装 用时 66比11 十分满意地点点头 三项考核 揭破记录 走出考核现场后 一道身影最先迎了过来 恭喜 见到来人 斯利马赛很是恭敬的行礼 西刷刷勉下 很荣幸见到您 西刷刷淡淡地应了一声 转身便要离开 跟我走吧 斯利马赛快步跟上 一路走出长廊 来到了大厅内部 原以为三项考核皆打破记录 众人见到自己的第一反应 一定会是惊声尖叫 可预想中的欢呼场面并没有发生 反而还透着一股诡异的死忌 沉静地让人透不过气 仔细从几个人的脸上扫过 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是惊人的一致 全都带着浓浓的惊恶 见状 斯利马赛不由地呼吸微致 难道有人成绩比自己还高 不可能 斯利马赛迅速看向头顶的大屏 若大的屏幕上只有两行字 第一行 斯利马赛SSS 第二行 王正SS 气考 斯利马赛陷入了深深的疑惑 第一名是自己没毛病啊 而且还是打破了三项考核记录的第一名 难不成是机械师对众人 已经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了 斯利马赛还在暗暗思索着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并没有注意到 屏幕上的第二行内容 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删除 继而被一些刚刚完成考核的信息所取代 和尔玛星系六号核心区 苏阿尔家族 王正趴在桌上 满脸的生无可恋 当初真就是信了迪瑞诺森德的鬼话 本着大隐隐于世的原则 换了个身份 躲到了议会的眼皮子底下 结果是 万万没想到 迪瑞诺森德的恶趣味 跟袁崇珍一样 经过迪瑞诺森德的一番探查 发现在六号核心区 有个外貌与自己颇为相像的家伙 被心道干掉了 然后从中发力 顺理成章的把身份挪了过去 为了不露线 王正还仔细了解了一番 袁主的身份来历 发现袁主身份平平无奇 甚至有点寒酸 之所以会被心道盯上 居然是因为 袁主不知道上辈子记了什么大德 被苏阿尔家族指定为上门女婿 只可惜 夫还没开始想 被嘎了 于是乎 自己莫名其妙成了苏阿尔家族上门女婿 做了曾经梦寐以求的职业 吃软饭 每每感叹生活美好的同时 心里总会对袁主有些愧疚 但是该说不说 真的爽 除了见不着媳妇之外 每天悠哉悠哉的混日子 苏阿尔家族 六号核心区 最大的科技器械生产家族 龙头企业 生得凤女 风头之盛自然无二 可风头最盛的时候 莫过于听闻苏阿尔家族 入赘了女婿的消息 一时间满城风雨 所有人均好奇无比 想要打听一下 这个幸运是何方神圣 当一切大名时 让人一笑大方的 这女婿 竟然是个无名小卒 人中龙凤啊 怎么就掺进条哈巴狗 在里面咬尾巴呢 一开始 人们还以为这位姑爷 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渐渐的 人们开始发现了端倪 这次除了恰软饭以外 不能说是一无是处 只能说是狗屁不是 苏阿尔家族 作为六号核心区 最大的器械生产商 属于主扩张一脉的 武力奉行者 是和尔马兴系 不少军事组织的供给方 单兵齐凯 作为和尔马兴系的 常规装备没有之一 是和尔马兴系 武力掠夺资源的军事保障 拥有强大的性能火力 同时还兼具灵活小巧 等诸多优势 在苏阿尔家族的手中 足足掌控着 数十种单兵齐凯的技术图纸 可这位新上门的姑爷 不仅对单兵齐凯的 理论技术一窍不通 甚至是操控也不敢动手 甚至在第一次剑旋 在空中释放高威射炮 红日与盛大的蘑菇云翻腾 他在众目睽睽中 被吓得屁滚尿流 冒着鼻涕泡爬了出去 成了全新巨人的笑柄 不过想必 苏阿尔家族 也只是将其当作工具而已 并没有要求王正做些什么 而是任由其魂恶度日 时间久了 所有人也就习以为常了 不同于苏阿尔家族的高高在上 这位姑爷脾性出气的随和 没有人会对这位姑爷冷嘲热讽 谁出声笑他 姑爷也只是黑黑一笑 不以为意 渐渐的 王正在六号核心区出了名 不少人都认识了 这个屌丝一般的姑爷 而且人品出奇的好 谁见面都会聊上两句 道一句耸歌 贪生怕死吗 人之常情 后来 王正寻思着 一直这样下去不行 总要被人怀疑的 索性从苏阿尔家族手里 玩了点产业过来 在明面上做点伪装 以便能够在暗处搞些动作 至于做什么 当然是跟机械势离得越远越好 耸歌 整两杯有劲的 一伙人勾肩搭背的 从外面走了进来 冲着王正喊道 王正此时 正趴在一处破旧酒吧的柜台上 见有客人 立即露出了笑脸 哟哼 好家伙 没死外边 活着回来了呀 第137章 浮游 王正一边笑骂出声 一边倒好几杯酒水 搁在桌上 几人也不激脑 乐呵呵地接过桌上的酒水 说道 耸哥 瞧这话说的 搁几个要是真死外边了 谁还给您这酒吧捧人场啊 看着灰头土脸的众人 王正低头招了招手 示意对方一边玩去 因为主张外扩的缘故 王正所在的地方 虽说是核心区 却位于边缘的交界地 战乱不断 机遇与烽火交织 之所以会选在这种地方 还是因为纷乱够多 随时都有简陋的机会 对于苏尔尔家族而言 王正的存在 也确实无关紧要 当初王正提出 想在核心边缘区 做点小生意 苏尔尔家族 上下连眼皮都没眨 随手就扔出了 十几家产业 挑来挑去 最后还是选了 危险系数最高 生意最差的位置 开了一间 入不敷出的破酒吧 对此 苏尔尔家族 什么话都没说 毕竟本来就没指望 这个若鸡姑爷 能挣什么钱 挣的钱再多 也多不过家族一天的流水 选在这么个动乱地界开店 死不了就成 当然 死了也就死了 因为苏尔尔家族 负责大半个 六号核心新区的军工设备 王正也跟着小母牛上天 上门女婿的名头 在这一片 简直是如雷贯耳 真要是被打进家来 碍于苏尔尔的势力 说什么也会就 王正一条小命 王正的小酒吧 生意不能算好 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除了平日里 一些从战场上下来的 老油条子们 就再也没什么人光顾了 这些老油条 都是齐凯的拥有者 每天跟着军队 混个维持日常生活的开销 因为他们所持的齐凯 并不属于制式装备 使得他们在军队中 没有编制 相当于临时征兆的一批人 每天在刀尖上行走 却只能挣个辛苦钱 死了也就死了 没有人会记得他们 索性 还有这样一间酒吧 一群人活着回来后 在这酒吧里吹吹牛逼 日子过得倒也乐呵 一众人各自拿起 把台上的酒杯 仰起头 蹲蹲蹲几口 就全都下了毒 悠长的宝阁此起彼伏 完事后 再发出一声满意的长叹 继而将酒杯 重重砸在吧台上 朗笑道 总哥 再来一杯 有了酒精的刺激 众人这才能够感觉到 自己还在活着 王正看着鞋靠在 吧台的中年男子 脸上莫名有了些许笑意 虽说跟他们的相处 时间不长 可就是这种 萍水相逢的真性情 让王正觉得格外自在 没有勾心斗脚 没有尔虞我诈 只有吹牛笔 笑话 王正突然伸出手 拍了拍中年男子的肩膀 记得结账啊 待不设欠 被王正拍着肩膀的 中年男子 一把擦掉挂在 胡子上的酒水 笑道 总哥 哥这跟我开玩笑呢 再过两年 等哥们 这身骑凯套上台子 把这酒吧买下来 请你天天喝 王正故作惊讶状 惊呼道 我的天 那不得直奔黄旗 毁天灭地啊 话语一出 酒吧里引起轰然大笑 齐凯也有等级之分 初级便是族级 是军队规模最大的量产 级齐凯 之后便是兵级 军事级 统领级 肖将级 帅级 王级 除了族级跟王级以外 其余的五类齐凯 并没有高下区分 只是分工种类各有不同 像兵级齐凯 具备高机动性 火力原装载不足 适合近战冲锋 军事级齐凯 搭载有强大火力 机动性差 适合远程炮火攻击 统领级拥有广泛的信号网络 可以有效连接各地军队安排部署 至于肖将级齐凯 则是综合型齐凯 各项性能全都兼具 却并不突出 帅级则可以看作是肖将级的plus版 王级 Pro Max Plus 至于中年男人口中所谓的套牌 即是成为足级齐凯的证明 较好比驾驶证 有了驾驶证才可以正常上路 没有就等同于无证驾驶 因为驾驶的 都是些连足级都没有的残废品 所以他们还有另外的一个统称 浮游 招集生 目即死 中年男人老脸微微一红 心知肚明 成为正是齐凯的难度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 不亚于上青天 除非真的有什么奇遇 否则就凭他们现在的年纪 这样努力一辈子 也是不可能的 王正贵为 苏阿尔家族的头号姑爷 别说是给齐凯套牌 搞来几套肖将级 甚至是帅级齐凯 估计也就是摸摸嘴皮子的事 但没有人会向王正开口 自尊也好 休于开口也好 王正开这家酒吧 收留他们时 他们已经非常感激这个平日里 以自己这种身份 根本不可能触及到的人 老子 在苏阿尔家族里 有认识的人 哈哈 说出去真是能经 那些不明就里的人一跳 笑着笑着 中年男人突然脸色一暗 默默说了句 老许回不来了 王正沉默 了然 没有正式的身份 说被抛弃 就会被抛弃 不是看不看得起的问题 只是这种人又多又贱 用之不完 突然 中年男人看向王正 又狠狠灌了一口酒水 说道 那群狗日的 根本不拿我们当人看 让我们去拦一头 发狂的吞心服 这跟让我们去送死 有什么分别 王正低着头 没什么反应 中年男人说这话 并没有别的意思 只当是清心 玩了半辈子命 对待生死早就麻木的汉子 突然就红了眼眶 握着手里的酒杯 颤着声音说道 我只是不甘心 明明能活着回来的 没死在畜生手里 怎么就死在自己人手里了 喂 老长 似乎是听见了 中年男人的酒后失言 旁边当即有人吆喝出声 喝多了呀 王正在这生活 舍得拉下脸来 跟自己这群大老粗瞎扯淡 时间久了 称兄道弟乐乐呵呵 可这并不代表 跟他们就是一类人了 相反 聊得再多在投机 王正还是苏埃尔的孤野 自己还是一群 招生莫死的浮游 秩序就是铁绿 语者必死 酒吧中喧嚣的声音沉寂下来 好不容易忘记的伤疤 被再度提起 本就是这样 没有编制的流浪浮游们 牺牲起来再好用不过 第138章 王 酒吧里原本还算愉悦的气氛 顿时变得压抑起来 王正起身伸了个懒腰 转身要走 丢下一句 困了 没钱的记长 说完 离了酒吧 留下一群还在沉默的浮游 而他们似乎也早已习惯了 这个甩手掌柜 时不时丢下这个店 独立离去 等到众人确认 王正真的离开以后 不少人冲到中年男子面前 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 开始低声怒斥 能不能管住你这张大嘴巴 喝两口白尿 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什么时都往外说 咋的 还想让耸哥给你深渊解恨 再这么得寸静止下去 要是耸哥被你给逼跑了 看谁还管我们这群 没人惦记的垃圾 走出边站区 远远地看了一眼地平线 分明已经是晚上了 可镜头处依然灯火明亮 似乎从来不会陷入黑暗 王正并没有回家睡觉 而是在黑夜中兜兜转转 直至来到一个 没有人烟的昏暗角落 仰头望了望头顶四散的光芒 与呼啸而过的轰鸣 久久不语 脖子上的挂饰格外瞩目 他们也是畜生 南南中 王正瘦弱的身躯 突然泛起异色的光芒 有大片冰冷的铁片 显现覆盖住全身 直至将王正全部包裹 形如鬼魅 周身漆黑如夜 此刻的王正 俨然变成了黑暗中的行者 他是王 动作麻利点 别拖拖拉拉拉的 一名全身附着奇恺的人 立于废墟之上 大声吆喝着 叮嘱众人快些打扫战场 科技高速发展的背后 是有着几乎能够毁灭 人类文明的东西存在 当初的荷尔玛文明高速发展 以为能够凭借强大的科技 彻底征服宇宙时 奇料却触碰到了恐怖未知的 域外文明 这些文明仿佛是 未曾开化的野兽一般 如毛饮血 一心杀戮 而这些域外文明 被荷尔玛人统称为兽族 后来荷尔玛人逐渐发现 兽族并非是不曾开化的种族 相反 这些种族 有着极为森严的阶级制度 而在阶级顶端的 更是有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可怕存在 面临如此巨大的种族威胁 迫使荷尔玛人飞快进步 苏尔家族 虽说是六号核心区最大的奇凯供应商 却也并非是仅此一家 其余势力 同样在这份得了一杯羹 其中之一 便是德图利统家族 这一次 德图利统家族收获颇丰 仅仅只是损失掉了一些 浮游从而占据了一处资源肥沃的领地 连同这处领地的兽王 也被一并击杀 新系中有着明文规定 凡是对外扩张获得的领土 可以无条件享用前三年的支配权 正指挥人清扫着战场 德图利统此次的指挥官赫莱贤人 突然抬头看了看天际 不知为何 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 赫莱贤人没有多想 略作成因后 玄机继续指挥众人打扫战场 这场扩张战打得当真是漂亮 完全可以看作是领损失 拿下这么大块领地 赫莱贤人心下窃喜 等到上报到了家族以后 难免又是大功一见 伤亡人数还全都是一些 连足迹都打不到的浮游 死了就死了 连酬劳都省了 这时 高空由允星划过 声音陡然高炕起来 惊得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停下来干什么 继续工作 赫莱贤人还想着呵斥 却在刹那间察觉到 那颗允星分明就是直冲自己而来 齐凯瞬息而动 刘允玄机狠狠杂入赫莱贤人方才所站的地方 轰鸣声震震 卷起大片尘土碎石 被风势卷动 胡乱飞舞 这次的动静 已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赫莱贤人双拳握紧 严阵以待 尘埃之中 依稀看到一副通体漆黑如墨的身影 见此 赫莱贤人心凉了半截 这种程度的齐凯 身为统领级的自己都查探不到丝毫的信息 不用想也知道 等级至少要高出自己两阶 打不过 赫莱贤人索性收起头甲 陪笑道 阁下道此事为何事 这片领地已归得徒利统家族的所属 如有不满之处 希望阁下能够谅解 语气满是是好 话语里的含义却充斥着十足的威胁 意思很明显 我是打不过你 可我背后有人 而那道漆黑的身影 丝毫没有要回应的意思 伸出一根手指 缓缓指向赫莱贤人 几乎是一瞬间事情 快到连赫莱贤人都没来得及反应 连头甲眉眉来得及附着 身子猛地晃了一下 继而轰然倒地 全场竟无人声 全然没能察觉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切不过电光石火间 身影拔地而起 急速离去 经意不定中 其余人小心翼翼地凑到了赫莱贤人面前 只见赫莱贤人额头多出了一个透亮的血洞 大片的鲜血喷涌而出 眼瞳涣散 遗留下了满满的茫然与惊恐 煞世间 人群爆发巨大的轰乱声 德图立统的四大军队指挥官之一 开疆拓土战无不胜的赫莱贤人 竟然就这么死了 消息一经传出 直接引发了六号核心心区大地震 德图立统莫名其妙损失一条臂膀 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果断派人打探事情经过 一番仔细打探 加之当时在场目睹的人员不在少数 很轻易便理清了事件全过程 只是让人没有想到 出手之人竟是王级 王级什么概念 热大的六号核心心区 就只存在一套王级七凯 德图立统家族顿时就不淡定了 当即组织人马 前往苏阿尔家族驻地 兴师问罪 毕竟除了苏阿尔家族 还没听说过 哪方势力存有王级七凯 至于会不会是什么心区以外的势力所为 这种可能更是微乎其微 大老远来一趟 不为资源 不为领地 就为了杀个人姐们 这特么什么精神病 这件事 苏阿尔家族未免做得太过分了吧 一家独大不够 还想把我们这些萧小势力 赶尽杀绝不成 在得知德图立统家族的指挥官被杀后 其余势力纷纷慌了神 唯恐下一个遭殃的就是自己 不少势力当即联合起来 开始对苏阿尔家族口诛笔伐 你苏阿尔家族就算再大再强 难道还能把我们全都杀了不成 第139章 火凤烧云 由各个势力组成的齐凯大军浩浩荡荡 直逼苏阿尔家族阵地 只不过重势力并没有一股脑的 扎进苏阿尔家族阵地 而是在一个有些遥远的距离停了下来 然后开始叫嚣 开玩笑 自己是来讨说法的 不是来找死的 死了个人而已 就敢堂而皇之的 进驻苏阿尔家族的领地 有力也没力了 苏阿尔家族的人呢 给我出来 这件事总要有个解释 铺天盖地的齐凯大军 聚拢在苏阿尔家族领地的边界线外 声势极为浩大 德图利统家族之外 其他几家势力对于死了谁 死了多少人其实并不怎么在意 他们想要的是 趁着这个机会 从苏阿尔家族身上 狠狠扯下一块肥肉来 毕竟整个六号核心心区 几乎全都是苏阿尔家族的 自己这些势力加起来 才占了不足一成 能吃饱也能吃好 但是人的贪欲总是无穷的 一大锅的肉 凭什么你可以抱着锅吃 我们却只能吃碗里的 怒斥了大半天 不见半点动静 渐渐地 众人的底气有些蹬不上了 自己这么老大一群人 抨击训斥了半天 苏阿尔家族竟然连点反应都没有 未免也太不把自己这些人当回事了 虽然比不了你苏阿尔家族 可我们在这六号核心心区 好歹也是排在头部的势力 他骂的 苏阿尔家族欺人太甚 一名德图利统家族的战士 驾驶着肖将及奇恺 愤怒地攥紧了拳头 其余势力纷纷出声复合道 可恶 苏阿尔还真把六号心区 当成他们的一言堂了 上报议会 必须制裁他们 抱歉 赔偿 一时间 刚刚憋下去的士气 再度群情激愤起来 怒斥声中 有人突然察觉到了问题的关键 苏阿尔家族的领地 实在是太辽阔了 自己这些人 站在鸡脚嘎拉里吆喝 说不定不是人家不搭理 而是压得没听见 可苏阿尔家族有明文禁令 其余势力 一律不得擅自闯入苏阿尔领地 围者杀无赦 看着脚下醒目的边界线 众人有些犯难 进去吧 可能会死 不进去呢 又没得谈 事情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直接把众人给整沉没了 怕个什么 我们大家一拥而上 苏阿尔还能把我们都给杀了不成 有人气愤填膺 率先站了出来 如果今天这件事没个说法 以后的六号心区 还能有我们的容身之地吗 易于点醒梦中人 众人当即顿悟 没错 绝不能退 士气又一次暴涨 奈何还是没人敢第一个跨过边界线 这时 有人突然看向了那名 身穿肖将及旗铠的德图立统家族的战士 肖将及旗铠 作为综合型旗铠 对于驾驶者的素质要求其高 一般人根本无法纯熟驾驭 而此人的身份也确实不同寻常 贵为德图立统家族的四大指挥官之一 名叫贺去贤人 他们有旗铠 咱们也有 加起来不比苏阿尔家族的少 贺去贤人啊 咱们可都是刀枪里滚出来的 可别丢愤啊 对 精神点 文言 贺去贤人舒展了一下身躯 背后的马赫环陡然明亮了几分 使得其整套旗铠都在发光发热 操 贺去贤人催动身上的肖将及旗铠 笔直地跃入高空 见状 众人不由地开始议论起来 好 好 好样的 没有任何的迟疑 贺去贤人直接化身惊鸿 穿透边界线 飞进了苏阿尔家族的领地 来到苏阿尔家族的领地上空 贺去贤人傲然凌厉 听着后方不断传来的吹捧声 心里的底气更足 一声咆哮自口中传出 响彻天地 苏阿尔 卧槽尼马 无端端杀了我们的人 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 老子今天告诉你 我们就是来讨债的 贺去贤人的声音很大 尤其在经过扩音器的加持后 简直如同平地惊雷 直接化作阴浪 朝着四面八方奔涌而去 声音远去消散后 贺去贤人转身看向 还在犹豫 要不要跨过边境线的众人 大手一挥 高声道 随我来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了 纷纷催动齐凯 不由分说 就要冲进苏埃尔家族的领地 看着身后的浩荡大军 齐凯面具下的贺去贤人 嘴角勾勒出一抹狠利的笑意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虽说这些人平日里互有摩擦 明争暗斗各怀鬼胎 可现在却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敌人 对于六号星区的不合理分配 大家早就对苏埃尔家族 积怨已久 眼下不视为一次大好机会 一个能够扳倒苏埃尔家族 独裁六号星区的大好良机 贺去贤人笑得非常开心 被苏埃尔家族的人 骑在头上拉屎的窝囊日子 终于要结束了 身后的齐凯大军 已经有人开始迈动步子 忽然间 贺去贤人的笑声止住 肩不可摧的肖将级 齐凯周身 突然出现了无数珠网一般的裂痕 迅速扩散至全身各处 紧接着便有光芒 从这些裂痕中透了出来 使得贺去贤人 此时好像一个正在酒吧里 闪耀的大灯球 砰的一声 贺去贤人原地爆炸了 巨大的轰鸣声 吓得所有人一愣 纷纷停下脚步抬头看去 眼前再没了贺去贤人的踪迹 不过刹那 一道赤红色的齐凯凭空显现 见到这身赤红色齐凯的瞬间 所有人的表情 明显流露出了惊恐 不少已经半只脚迈进边界线的家伙 搜得一下 又把脚抽了回去 六号核心新区唯一的王旗 火凤烧鱼 有人缩着脖梗 在没有之前的嚣张气焰 压低了声音 冲着身边人小声问道 这该不是那个女魔头吧 把嘴闭上 你他妈都不要命吗 边界线以西是一群浩浩荡荡 绵延到几乎看不见尽头的齐凯大军 边界线以东 是一套孤零零的赤红色齐凯 两方对峙 画面冲击感十足 第140章 头疼的墨尔黎叔 可偏偏就是因为 这套赤红齐凯的出现 直接浇灭了齐凯大军的气焰 片刻的沉寂过后 赤红齐凯内部 响起了冷艳的嗓音 想死的话 大可前进一步 画出 齐凯大军头一遭 表现出惊人的默契 没有任何的犹豫 掉头就走 汹汹而来 信心而归 因为王旗的一句话 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 心诗问罪之行 就此画上了句号 不过还好 多亏了及时收手 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除了德图立统 四大指挥官 一天过去就剩俩了 恭喜达成成就 只有德图立统家族 受伤的事件 等到齐凯大军狼狈 逃离之后 有三架肖将级护卫 齐凯 姗姗来迟 闪现来到了赤红齐凯的身旁 小姐 您没事吧 赤红齐凯微微侧手 开口反问道 一群只知道 争夺迎头小利的家伙 能对我造成什么伤害 护卫有些迟疑 继续说道 可是您在截杀 吞心兽群时 留下的伤势 还没完全康复 如果真的被这群垃圾伤到 就是把他们全都碾碎 也不够泄愤的 够了 赤红齐凯的声音 悦耳却极为冷漠 不要把时间浪费 在这种无用的争辩上 回去看看 说着 面前有虫洞浮现 就在几人即将走进去时 护卫中有一人 突然想起来什么 笑嘻嘻地问道 小姐 听说组长大人 为了推掉三号兴区的联姻请求 替你拟定了一门婚事 大姑爷已经在家住了 好长一段时间了 话出 因为三名肖将护卫 都是女人的缘故 八卦之心顿时熊熊燃烧 直接打开了画笠 真的假的 哪里人 长得帅不帅 哦哟 小姐真是有福气 刚一回家 就能羞羞羞 肯定是组长大人 想抱孙子了 听着身后护卫 叽叽喳喳的讨论声 赤红奇楷的主人 也没有丝毫的怒气 镜子走进虫洞 冷漠地丢下一句 无聊 边缘平级心躯 刚继尔分会 老莫 半年了 已经过去整整半年了 章鱼头莫尔黎叔捂着脑袋 完全不想搭理面前 正在不住地拍着桌子的凡人家伙 然而 此人的身份却非同小可 名叫涅普科乔 乃是刚继尔总盟的核心成员 与莫尔黎叔的关系默逆 距离机械师考核 已经过去了半年的时间 刚继尔新会的斯利马赛 一名惊人 以三项考核 皆打破以往记录的惊人成绩 横空出世 一跃成为 荷尔玛兴系 最具机械师潜力的超级天才 但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在斯利马赛之上 还有一个更为惊世骇俗的存在 由于当时的考核现场被封锁 加之有机械师行会的高层出面 勒令当时 在场的所有人要把看到的 全部烂在肚子里 使得这件事 只有寥寥无几的人清楚 原因大家心知肚明 为防止木锈于灵 这才将其秘密地保护了起来 换作是其他势力 碍于机械师行会的威压 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下去了 可曾经拥有王正的势力 是刚继尔行会 同为荷尔玛八大联盟之一 明目张胆挖自己人 这谁能做得住 最为重要的是 一个资质远超斯利马赛的天才 又岂能甘愿拱手让人 奈何刚继尔行会这边 对王正的信息是一概不知 甚至就连王正的名字 都是临时从卡普图的嘴里听来的 消息传出去后 位处平级新区的刚介尔分会 顿时就热闹了起来 总盟的大人物一查接一查的来 言语间满是关怀 话里话外 无不是对王正这个人的旁敲侧击 莫尔黎叔心里那个苦啊 自己本来就是为了卖个名额 王正到底是哪的人 谁这么知道 王正的事情 已经在圈子里掀起了巨大轰动 想要平静收场 已经是不可能了 无奈之下 莫尔黎叔只得一口咬定 王正就是分会的人 原本还想着从王正驾驶的飞碟上下手 可机械师行会的动作实在太快 早在考核还没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悄悄把飞碟转移了 现在手头上能证明王正存在过的东西 就只剩下那根500克的精条了 这半年来 刚介尔行会一直在跟机械师行会暗中较量 试图从机械师行会的嘴里 把王正给抠出来 可机械师行会死鸭子嘴硬 不仅不承认把王正藏起来 甚至还不承认有王正这个人 苦于没有证据 刚介尔行会只得咬咬牙 索性自己满星系的去找 照理来说 以刚介尔行会的人脉与势力 即便是和尔玛星系很大 想要找出一个人并不是什么男士 但半年的时间过去 王正就好像泥牛入海一般 仿佛凭空消失了似的 根本找不到丁点的动静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刚介尔行会急了 再拖下去 不是机械师行会的人也是了 涅普科乔 看着眼前油烟不尽的穆尔黎叔 气得不行 老莫 王正的价值 你比我更清楚 刚介尔行会想要在联盟中更进一步 没有他事 绝对不行的 我知道这些年 你再分会受了委屈 我向你保证 等王正事件过去后 你可以回总盟 现在你只需要把王正的身份信息告诉我 剩下的不用你管 我派人去查 老莫 你说句话 老莫 我特么想吃鱼了 被涅普科乔纠缠了半年的穆尔黎叔 总算是扛不住了 十分干脆地掏出了那根500颗的金条 狠狠地抛在了桌子上 涅普科乔看着桌上的金条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是什么意思 墨尔黎叔叹了口气 说道 王正并不是我们刚介尔的人 甚至也不属于荷尔玛 当初他来到我们这里 提出要用这根金条换三个条件 其中一个就是机械师的考核名额 你知道的 分会虽然每年都会有相应的补给 但是他不够花呀 这么多年 我穷怕了 不过你放心 全在这了 我一分没敢花呀 听着墨尔黎叔的话语 涅普科乔瞪大了双眼 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把真相说出来的墨尔黎叔并没有感到后悔 反而发自肺腑的产生了一种解脱之感 还不等墨尔黎叔爽上多久 涅普科乔身体前倾 小声说道 老墨 现在撒谎就没意思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真你个锤子 这要是真的 你能憋半年 第十四章 贵客上门 听说了吗 德图立统家族遭报应了 哈哈 卧槽 真的假的 仔细说说 狭小的破酒吧里 王正一边在吧台内侧 倒固着仪器不见 一边听着吧台外的浮游们聊天 中年男子一扫当初的悲愤之气 揪着脸上的洛塞狐 兴冲冲的跟大家讲着 还记得当时德图立统 争召咱们去吞新兽的属地当炮灰吗 听到这话 众人有些不满 连忙催促道 别说这些没用的 讲点歌几个没听过的 洛塞狐赵德柱 先是灌了一口酒水 砸扒了两下嘴 这才不紧不慢的说道 就在当天 那个该死的德图立 同指挥官赫来贤人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一道王级 齐凯从天而降 赵德柱描述的绘声绘色 琴致深处时 直接放下酒杯表演了起来 根本不给说话的机会 就这么伸手 朝赫来贤人一指 啪 赵德柱做了个两手开花的手势 赫来贤人 这笔玩意脑袋 跟烟花似的 直接爆了 听到这里 众人眼神发光 连忙追问道 赫来贤人死了 真的假的 王岐 不会吧 咱们六号星区 有这种存在吗 真是痛快 赫来贤人 可是德图立统的 四大指挥官之一 肯定要急眼了 众人的议论声 异常激烈 对于他们 这些连足迹都算不上的浮游而言 王级齐凯的故事 实在是过于遥远 过于神话了 赵德柱黑黑笑着 说道 废话 当然急眼了 咱们六号星区 只有一套王级齐凯 就在苏尔家族 所以德图立统家族笃定 这都是苏尔搞的鬼 直接纠集了 其余的几家大势力 组成了齐凯大军 浩浩荡荡地向苏尔领地 兴师问罪去了 而且 领队的是德图立统 四大指挥官齐二 赫去贤人 赫去贤人 众人大感诧异 问道 赫去贤人听说 可是德图立统指挥官之手啊 指挥官之手 有个调用 赵德柱摆了摆手 说道 苏尔的王旗一出 赫去贤人连个屁都没放 下场比赫来贤人还惨 全身都炸开花了 调动了 止不住的追问 赵德柱故意吊着众人的胃口 也不急着答话 自顾端起酒杯 开始灌酒 我说你这家伙 怎么话说一半啊 快说快说 一片催促声中 酒吧的门突然被人推开 因为年酒失修的缘故 把门发出了枝鸭的声响 惹得所有人 纷纷扭头看去 毕竟这间酒吧 除了自己这些人以外 还从来没有其他人来光顾过 第一次有外人来 倒也是件稀奇事 只是在众人目光移去的瞬间 皆是一阵 身体也猛的僵住 全都呆愣在了原地 那是两道欠里的身影 两人浑身包裹着一件 紧身的战斗服 趁显出了无比傲人的曼妙身材 修长的大腿 比自己这些人的命都长 尤其是走在前面的身影 一袭长发宛若 黑衣扑直垂腰间 面容高贵冷艳 眼眸映照星辰 如同星夜 酒吧喧闹的气氛 瞬间就寂静下来 所有人在短暂的失神过后 皆是变得慌张起来 视线连忙往别处一去 再不敢去看那道身影一眼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可眼前两人的身份气质 明显不同寻常 绝对不是自己所能招惹的存在 身后那人扫了酒吧一眼 不由地皱起眉头 冲着身前的冷艳女子而语道 小姐 还进去吗 混迹在这种地方的家伙 根本不值得您亲自来跑一趟 冷艳女子没有说话 镜子走进了酒吧 随着女子走来 酒吧里再没有钉点攀谈声 只有不停 挪动捉翼的声响 煞时间 这些酒精战场厮杀 见惯了生死的浮游们 竟开始遍体生寒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起来 就好像小白兔遇到了 极恶猛虎一般 形成了无穷无尽的恐怖威压 感受到身体的异样 所有人冷汗直冒 表情涌现出难以言喻的惊恐 这种感觉 就是当出面对吞心寿时 都不曾有过 这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冷艳女子 究竟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够散移出如此可怕的气息 众人已经不敢去细想了 只顾着竭力把头低下 几乎快要埋到了桌底 王正还在把台内侧 自顾鼓刀着灵箭 突然发觉酒吧里的 喧闹动静莫名些了 气氛也变得诡异起来 不由得心生疑惑 放下手里的灵箭 抬头向外看去 抬头的瞬间 恰好与走到吧台前的 冷艳女子视线交汇 四目相对 二人皆是恍惚 看着酒吧里 吓得好似鞍唇般 缩成一团的众人 在扫一眼面前气息 非比寻常的二人 王正起身 开口问道 喝点什么 话出冷艳女子 看着眼前表现得 极为平淡镇静的王正 秋水般的美眸 闪过一丝诧异 随便 王正点点头 深知这两位富家女 见识过无数真修名义 口味必然雕得很 寻常的酒水 霍霍下面那群 施糠燕菜的还行 对这两位肯定是没戏 仔细想了想 俯身从吧台下 掏出了两桶自己酿来解馋的扎皮 之所以没量产 一是因为自己懒 二是因为来酒吧 本来就是个幌子 如果因为酒的原因火了 天天人流量爆满 自己还活不活了 俯身翻找的功夫 冷艳女子的目光 在吧台上快速扫过 最后在那颗 还没来得及 摆梦完成的零件上 停留了片刻 王正起身 倒出了两杯扎皮 递到二人的面前 身后的那名女子 看着不断冒着泡沫的扎皮 有些嫌弃 倒是冷艳女子 没有丝毫的犹豫 接过酒杯 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口 一口下肚 冷艳女子的美眸 书顶明亮 旋即扬起脖梗 将剩下的扎皮 一饮而尽 将杯子搁在把台上 抬手擦去了 嘴角一流的浮沫 一个随手的举动 却是恶娜十足 看到王正 有些恍惚失神 不得不说 这冷艳女子的容貌 实在太惊艳了些 冷艳女子 从进门到现在 全程没有一句话 喝完扎皮后 从身上取出一枚 水晶青青放在桌上 最后又深深看了 王正一眼后 转身离去 第142章 出现端倪 看着桌上的那煤 散发着紫色光芒的水晶 王正的表情 浮现出些许意外 荷尔玛的文明高度统一 在文化 制度 货币等方面 都有着非常明显的体现 除了以物一物之外 荷尔玛星系的通用货币 就是水晶 按照价值的从低到高 依次为绿 黄 蓝 紫 红 净绿均为10比1 然而一杯扎皮 压根就不需要用水晶支付 拿两枚紧在6号星区流通的新币即可 100枚新币 才能兑换一枚绿水晶 吧台上的这枚紫水晶 足够把王正的这间酒吧 给盘下来了 并且 因为水晶的汇率太高 6号星区的人 很少有使用水晶的习惯 更不会随身携带着 毕竟谁嫌的没事 会把家底随时带在身上 随手掏出一枚紫水晶 就好比随手掏出一间房 砸在了王正身上 再怎么财大气粗 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 理由只有一个 这两名女子的来历 远超自己的想象 甚至不属于6号核心区 而是来自更加强大的势力 王正没有墨迹 果断把紫水晶揣了起来 既然对方这么大方 自己也完全没必要扭念 况且 自己这小破酒吧 本身就不赚钱 而搞研究 又尤其需要资金支撑 白白送上门的钱 不要是傻子 见王正十分欢喜地 收起了紫水晶 跟在冷艳女子身后的 那名娇小女子 并没有在第一时间离开 而是仔细打量了王正一番 露出了一副颇为厌烦的表情 随即冲王正吐了一下舌头 转身快步走出了酒吧 对此 王正满无所谓 前已到手 想再要回去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直到那两名女子 先后走出了酒吧 净若寒蝉的一众人 这才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对方分明什么都没做 仍是吓得众人 连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大口喘气的同时 心中汹涌起伏 骇然意味十足 太可怕了 这威压简直比骤巾还强 刚才还以为要死了 妈的 连根手指头都动弹不了 操 老子裤子怎么湿了 等到娇小女子追上 已经走出很远的冷夜女子后 颇有些不愉快地说道 小姐 您真该留下瞧一瞧 那小子看见紫水精时的表情 就好像八辈子没见过钱似的 真是丢人现眼 一间酒吧外加一枚紫水精 足够她潇洒一辈子 也算是弥补她了 听着娇小女子喋喋不休的话语 冷夜女子突然停下了脚步 出声问道 那你还看出了什么 文言 娇小女子微微一愣 颇为意外 要知道 自家这位少主 是个实打实的战斗狂人 除了战事 对其他的一切都不会伤心 更不会多提半句 然而就在此刻 自家少主破天荒地 问了自己一个战事以外的问题 该说不说 少主的这个举动 着实让娇小女子吃了一惊 还 还能有什么 一个能让炮火下尿裤子的耸包 除了贪财 一无是处 娇小女子的语气 明显低了不少 支支吾吾的小声说道 身前的冷夜女子 嘴角勾勒出 一道微不可闻的弧度 开口说道 那吧台上有什么东西 你注意到没有 娇小女子低下头 露出一副做错事的模样 说道 属下愚钝 请小姐明示 冷夜女子 伸手拍了拍娇小女子的头 说道 吧台上除了两个 没来得及清洗的酒杯以外 还放着一块拳头大小的零部件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娇小女子认真回忆了片刻 随即回道 有的有的 可是那块零部件 有什么稀奇之处吗 有没有 可能是她在这战乱地界 无意中捡来的 冷夜女子摇摇头 开口说道 那东西的学名叫做 颗粒而涌动协同装置 放眼整个荷尔玛星系 能够制作以及维修的 绝对不会超过五个人 啊 娇小女子诧异地捂住嘴巴 小姐您会不会是搞错了 那东西看上去 跟在垃圾堆里捡来的似的 怎么可能 冷夜女子继续说道 这不怪你 毕竟那东西对你而言 还是有些遥远 颗粒而涌动协同 顾名思义 是用来辅助 其他装置运行的重要零件 而这个其他装置 说的 其实是狄瑞诺森德 涌动机 话落 小小女子脸上的表情 变得惊愕 眼瞳开始发生剧烈震战 难以置信道 那不就是王吉奇凯的 动能源头 奇凯作为荷尔玛星系的 文明结晶 其实早在很多个世纪以前 就已经出现了 如今贵为机械师行会会长的迪瑞诺森德 奇凯制造技术并不难 真正困难的问题在于 如何提供相匹配的能源供应 受能源限制 使得之前的奇凯颇有些鸡肋 无法适应长期 远距以及大规模的战士 可就在两百多年前 迪瑞诺森德 带着一台能源固形机 横空出世 直接引起了星系轰动 彻底把奇凯时代引上了神坛 这台能源固形机 蕴含着源源不断的澎湃能量 足够支撑奇凯 实现各种规模的战斗 并且体积小巧 并没有携带负担 最重要的一点 能量消耗 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堪称是无限接近于涌动 故此 这台装置被世人称之为 迪瑞诺森德勇动机 然而问世归问世 这台装置的构造原理极为复杂 甚至就连机械宗师都无法彻底言透 就好像爱因斯坦提出来的相对论 看上去只是一串公式而已 可看懂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这台装置亦是如此 就这样摆在世人面前 能够拆解明白的人 却是一个没有 所以迪瑞诺森德勇动机的珍惜程度 可以说在荷尔玛星系 是绝无仅有的 无法复制的 由于迪瑞诺森德勇动机的极度稀缺性 目前仅仅只有两套设施得以配备 其一是星际母舰 其二是王级齐凯 毫不夸张地说 荷尔玛星系所有的星际母舰 以及王级齐凯 全部出自机械师行会会长迪瑞诺森德之手 其他人不认识可以理解 自己作为王级齐凯拥有者 又怎会认不出来呢 第143章 王级齐凯 您的意思是说 娇小女子露出惊恐的表情 诧异问道 这家伙的运气逆天 捡垃圾捡到了王级配件 冷夜女子被气笑了 对着娇小女子的脑袋 就是轻轻一拍 你这丫头怎么傻乎乎的 这东西能是说减就减的 整个荷尔玛星系 才一共几台王级 真要是丢了配件 还不得把六号星区翻个底朝天 娇小女子捂着吃痛的脑袋 别得说道 那总不能认为 这家伙是王级驾驶者吧 冷夜女子继续说道 科利尔协同装置 虽不如涌动机那样珍贵 可二者的联系 就好像大脑与中枢神经一样 关联极为密切 二者缺一不可 能够单独拿出协同装置 这说明其背后 一定拥有一台迪瑞诺森德涌动机 说吧 冷夜女子回过头 又一次看向那间破破烂烂的小酒吧 轻声道 不论是哪种可能 看来我的这位名义上的丈夫 与传闻中的很不一样 实在有些不一般呢 听完这些 娇小女子隐隐感到了不安 如果真的是为王级拥有者隐居在此 不管对方的目的如何 其威胁不亚于一颗随时要爆的中子弹 稍有不慎 就会给整个苏埃尔家族 甚至是六号星区带来灭顶之灾 一想起自己刚刚还朝对方不屑地吐舌头 娇小女子背后不由得一阵发凉 小声问道 需要报告给族主大人吗 不必 事情还未明了 怎么能代官定论 冷夜女子转身迈步 玄疾似乎是记起了什么 侧手问道 先前聚众带领地边缘叫嚣的那个家族 叫什么名字 娇小女子想了想 回复道 得图立统 算是六号星区出我族以外的二号势力 对于这种空腰和不见红的场面 冷夜女子想来是不予理睬的 只是无意中听到了王级齐凯这四个字后 还是去了解了一番 起初还以为是 这群坐井观天的家伙 想碰苏埃尔家族的词 找了个被王旗袭击的无聊借口 毕竟全新系的王级齐凯驾驶者 自己全都认识 还没听说是谁嫌的定腾 跑来六号星区 宰了个肖将就颠了 这一来一回 还不够能源前 可眼下与王正手中的 科利尔协同装置联系起来之后 倒是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走吧 去得图立统的筑地看看 冷夜女子步伐加快 害得身后的娇小女子 必须要奔跑起来 才能勉强跟上 小姐 去那里能看什么啊 看看他们口中所谓的王旗 究竟是何来历 总哥 那俩人您认识 放松下来的酒吧 再一次炸开了锅 所有人没在吹牛逼 全都在议论刚刚离开的两人 有不少人借着续杯的机会 凑到把台前 兴冲冲地询问王正 王正鼓刀着手里的灵部剑 平静地摇摇头 不认识 闻言 一众人发出阵阵思声 绝对不可能 王正抬头看了众人一眼 是笑道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有人提出了质疑 咱这地方 虽说也属于核心心区 可实际上 跟着鸟不拉屎的平静区 没什么区别 甚至因为动乱 可能比平静心区还要荒凉 如果不是认识您 谁会专程跑来这种地方来喝酒 而且还是喝一杯就走 碍于是当着王正的面 有些话并没有说出口 那就是 这两名女子一看就知道非富即贵 在场的这些人里 除了王正有苏尔大姑爷 这一尊重身份 其他人在对方眼中 完全就是蝼蚁 看都不会看上眼 听着对方的分析 王正笑了笑 指了一下面前的酒杯 说道 你说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那就是 我的酒太好 是他们慕名而来呢 话落 惹得酒吧里嘘声一片 切 此事虽然令人称奇 却也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毕竟对于自己这些 指不定哪天就死在战场上的浮游们来说 即便是见到了 和尔玛兴系的联盟秘书长 也不会改变当下的命运 人嘛 其实行了就好 想的太多 顾虑就太多 又累又疲的 图什么呢 没用多长时间 这件事已经被抛之脑后 众人重新簇拥在酒桌上 东一句细一句的吹着牛皮 哄声中 醉倒一片 很快 整间酒吧里还清醒的的 就只剩下了王正自己 抬头看了睡姿各异的众人一眼 又重新将注意力 落在了手里的灵部件上 齐凯这玩意 对王正而言 其实并不陌生 当初在地球击杀掉那两头大脑袋的 和尔玛星人缴获来了一台紫青机甲 而那台紫青机甲 其实就是一套帅级旗凯 在紫青机甲到手以后 王正都不知道对其拆解过多少遍了 内部设计构造 能源驱动技术 可以说是驾轻就熟 如今铸造王级旗凯 难度必然是有的 却不会觉得无从下手 先前袭杀赫莱贤人 就是自己研发出王级旗凯后的第一站 过程虽然出乎意料的顺利 可仍是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从迪瑞诺森德交给自己的图纸来看 很多地方自己分明已经照葫芦画瓢的做了 却还是存在一些无法避免的毛病 就如现在手里的科利尔协同装置 能源配比上总达不到最大功率 使得系统运转始终呈现半空状态 对于王旗以下的旗凯 当然是不必担心 可一旦对上王级 这种弊端势必会暴露出来 战局瞬息万变 这种弊端无疑是致命的 所以 王正决定暂且摒弃敌瑞诺森德图纸的理论步骤 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动能源 毕竟别人的东西 用起来终归是不踏实 这时 喝得醉醺醺的赵德柱 突然悄无声息的来到了吧台前 打了个满含酒精气体的宝格 冲着王正笑眯眯的说道 总哥 你跟哥们交个实底 得图力统的那事 是不是你干的 王正叹了口气 说道 我要是有那本事 还至于在这种破地方 守着这间破酒吧 看着你们这群酒鬼 在这耍酒疯 赵德柱连脚步都有些站不稳了 眼神却是异常的明亮 直勾勾地盯着王正 说道 总哥 其实大家都懂 不等把话说完 赵德柱两腿一软 直接扶着吧台瘫了下去 王正起身向下一看 发现赵德柱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 打着呼噜酣睡过去 第144章 征召任务 什么 关门 总哥 您出远门 这不是等于要我们的命吗 一众人听到王正的话后 顿时发出一片哀叹声 总哥 我们可就指望着您的酒水续命呢 您是要去哪呀 总哥 面对一众人的哀叹 王正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解释什么 洛塞胡照得住 低着头凑到王正身上 小声说道 总哥 不 王上 昨天是我喝多了 嘴上有点把不住门 是不是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 惹您生气了 王正在这片地区的名号很想 身份底细什么的 自然也不会是秘密 明面上贵为苏埃尔家族的大姑爷 其实不过是家族政治的牺牲品罢了 另外 王正自身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甚至就连平民都算不上 无非是运气逆天 碰巧被苏埃尔家族抽中 这也导致其在苏埃尔家族里 虽然顶着的大姑爷的头衔 实际上连丁点的十全都没有 如若不然 也不会孤身一人 来到这穷乡僻壤 待了半年 还无人问津 众人对此 全都心知肚明 不然也不会壮着胆子 跟王正称兄道弟 一口一个耸歌叫着 相处了半年之久 双方的交集虽数不多 却也是实实在在的交情 所以当王正提出要关门一段时间后 众人确实有些不舍 舍不得酒水 只是话上说说 真正舍不得的 还是王正这个人 尤其是赵德柱 只以为是自己昨天喝的有些上头 冲王正胡周巴扯了一通 惹得王正不悦 这才想要离开 毕竟以王正在苏埃尔家族里的话语权 别说是调动王吉齐凯了 就算是调动族吉齐凯 估计也没什么可能 自己说话不过脑子 恐怕是无意间触及了王正的禁软 看一眼垂头丧气的赵德柱 再看一眼赵德柱身后的众人 王正不禁失笑 开口说道 关门一段时间而已 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只是想等你们下次外出征召的时候 能不能带我一个 王正的话刚一出口 酒吧里顿时就安静了 所有人皆是瞪大了眼睛 表情错愕地看向王正 短暂的寂静过后 人群直接炸开了锅 耸哥 还没喝就醉了 开什么玩笑耸哥 我们又不是去郊游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 吵嚷得十分激烈 原本还以为你是想回家看看 结果没想到居然是要去征召战场 只要是真让你去了 就是想回来也回不来了 听着众人紧张地劝说 王正摆摆手 笑着说道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倒不如 众人有些懵圈 闲着也是闲着 那也不能去送死吧 赵德柱离着王正最近 赶紧开口劝道 耸哥 据规矩 最起码咱也得有点像样的防身用具吧 你连套七凯都没有 去了能干什么呀 对啊对啊 其余人纷纷点头表示认可 齐凯 王正伸手朝背后的避堪一指 我有啊 闻言 众人不由地笑了起来 开口说道 总哥 您就别跟我们闹了 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 试问整个六号星区 谁不知道 当初苏埃尔家族的大姑爷 因为看见高威射炮 直接吓得当场尿了裤子 就算给他一套齐凯 穿在身上是赶 能有胆子出去飞上一圈 更何况 这半年的朝夕相处 王正那双手除了每天摸酒瓶子调酒以外 哪里还见过他接触别的东西 当然 不包括那些乱七八糟 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零碎部件 除此之外 别说是齐凯了 恐怕连悬浮艇都没碰过 众人还想再说些什么 怎料王正身后的壁龛 突然发出了一阵阵的轰响 继而整面墙都开始振战起来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 那面墙开始整体平移 缓缓缩锁进了另一侧的墙壁内部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来到酒吧这半年里 从没见过的全新空间 这个房间很小 满打满算不过时平 房间里空荡荡的 一眼看过去 就只能看到一个物件 偏偏就是这个物件 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直接愣在了原地 那是一套置于悬浮柜中 正在上下缓慢沉浮的齐凯 足及齐凯 足及齐凯 作为入门级的齐凯 各项性能最差 除了造价 简单以外 再没有任何的优势长处 可以看作是 肖匠及齐凯的青春版 任何的轻蔑与无视 相反 每个人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 浓浓的艳羡与憧憬 自己这些浮游们 一辈子打生打死 穷极一生 都在梦寐以求的东西 就这样摆在眼前 成功套牌齐凯 就是足及 众人沉默了 刚刚还想着劝说王正 此时看着眼前的足及齐凯 如耿在喉 再也说不出话来 然而众人不知道的是 面前的这套足及齐凯 是经过王正 悉心伪装后的结果 其真身 其实是王及齐凯 没错 就是指杀赫来贤人的那套 见众人不再说话 王正主动伸手 拍了拍赵德柱的肩膀 问道 咱们什么时候 再出发 赵德柱堪堪回过神 最后又看了那套足及齐凯一眼 嘴角流入苦笑 摇头叹道 您开心就好 作为六号核心心区 第二大势力的 德图力统家族 因为接连失去了 两位指挥官的缘故 导致元气大伤 不得不暂停了扩张计划 由于苏尔家族不屑于征兆浮游 众人值得跑去 选择其他缺少人手的家族势力 经过一番寻找后 众人终于锁定了一项 对外公布的征兆任务 发布方是一个名为朗培的势力 在六号心区 勉强能够算作中等 任务要求很简单 就是剿灭一伙 又生炎兽 要求人数是十人 成年炎兽的外壳异常坚硬 并且脾性暴躁凶狠 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 通常需要依靠军事级的强大火力 来进行远距离压制性消灭 而又生炎兽的外壳尚未成熟 寻常武器就能造成伤害 危险系数大概只有一成 当然 报酬也少得可怜 仅仅四百新币 十个人分 一人分四十新币 只能从王正的酒吧 换来四十杯扎皮 第145章 新莽 接过任务以后 众人上了朗培的飞艇 前往任务目的地 途中 赵德柱对王正提出了自己的经验之谈 任务的报酬是真的 但是内容千万不要当真 王正有些好奇 问道 为什么 照得住咧嘴笑了笑 说道 我们这些浮游连炮灰都算不上 偏偏又得为了生活劳命 那群抠嗽的家伙 为了压低报酬 总会把任务难度 故意说低一些 说是一群幼生炎兽 有可能会是新乙族群 也有可能是允生猪 这种故意报低难度的做法 在家族势力中并不少见 毕竟浮游们没有人权 即便是知晓 也没办法跟这些家族势力争论 不过 为了长远发展 报出来的难度 与实际难度并不会差太多 也就一到两个层级之间 当然 除了得徒力统那群畜生 需要帅机骑铠 才能抗衡的吞心服 报酬起码 要十枚黑水晶 这群狗杂种 居然对外爆出了六百新币的报酬 气得所有人无不骂娘 这也是在众人得知 得徒力统家族 连死两名指挥官 而大声拍手称快的原因 王正听完以后 问道 这么不稳定的活计 是怎么干得下去的 照得住拍拍肚子 笑道 没办法 要吃饭吗 攀谈中 飞艇突然停了下来 出于惯性 众人皆是不由自主地向前一倾 这时 头顶传来声音 当前 距离地面三百马 请各位穿戴好旗铠 飞行前往 众人倒也习以为常 纷纷开始穿戴旗铠 一边穿着 一边骂骂咧咧 踏马的 就这三百马 降落一下很麻烦吗 舒坦了你 他们不就费劲了 赵德柱动作十分迅速 很快就穿戴完成 化身成为简易板钢铁匣的赵德柱 看了王正一眼 见王正坐在位置上 稳如磐石 不由地急声说道 干啥呢 还不抓点紧 待会他们可是要直接开舱门的 一旦被吸下去 再想穿旗铠 可就来不及了 王正诧异地 看向赵德柱 问道 难道不可以自主穿戴吗 因为穿着旗铠的缘故 王正看不见赵德柱的表情 却能明显感觉到对方愣了一下 果不其然 很快便听到赵德柱吃笑的声音传来 自主穿戴 完了 肖将级以上的综合型七楷 才能有这功能 王正呕了一声 没再说话 反倒是赵德柱在一旁连声催促 快穿上啊 再不穿来不及 俄子还没出口 话语顿时戛然止住 只见王正周身 有漆黑外壳浮现 迅速蔓延至全身 只一瞬间便完成了覆盖 下一瞬 王正已然把七楷穿戴完成 周遭的哗然声突然消失了 所有人皆是默契地看向王正 虽说看不见他们此刻的神情 却能清晰地感受到心中的震撼 你 你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七楷 有人惊恐地出声问道 王正耸耸间回道 足迹啊 很难认吗 又是一阵沉默 有人提出质疑 足迹能自主穿戴吗 我记得 好像只有综合型七楷才可以吧 而且刚才的穿戴流畅度 肖将级做不到吧 面对疑问 王正脸不红心不跳 开口解释道 足迹齐凯也是综合型啊 啊 啊呀 啊 无数道疑惑的声音响起 王正理直气壮 继续说道 那你们说 足迹齐凯的优势在哪 众人懵了 似乎又领悟到了什么 原来毫无长处 就等于全能 待到舱门开启后 包括王正在内地 十人一同跳下了飞艇 稍微调整了一下飞行姿势后 齐齐朝着地面坠去 降落地面 众人第一时间开始观察周遭环境 这是一颗面积 约有三百万平的小行行星 宜居 却并没有生物存在迹象 有人掏出监测仪 沿着轨迹 低空飞行了一圈 回来之后 对其余人说道 这里除了石头就是石头 别说是又生炎兽了 连个会动的东西也没有 文言 有不少人乐得笑出声 说道 不会吧 难不成要白转一别 就这么回去交差 要不还是再检查一下吧 有人打着哈哈 颇有些不情愿 检查个屁啊 只能那些家族势力 占我们的便宜 我们就不能占一次便宜 好不容易有一次 坐地捡钱的买卖 你偏要给自己找罪受 拖一会儿 然后回去交差 听着其余人的议论 王正保持坚默 一言不发 以往的半年里 自己只听到过 浮游们痛斥家族势力的 卑鄙与无耻 所以先入为主 总觉得弱者为善 强者为恶 可实际上呢 弱者同样存在劣性 只不过是他们平日里 占不到家族势力的便宜把了 一旦被他们逮到机会 只会比家族势力的做法更厉害 就像秋天里的蚊子 不喝到帐坡自己的肚子 绝不会善罢甘休 想到这里 王正突然有些后悔 前些日子 就不该意气用事 独身前往 得徒力统家族的领地 袭杀对方的指挥官 提前暴露了 王吉齐凯不说 还让六号星区的局势 更加紧张了许多 现在的六号星区 到处充斥着 王吉齐凯进驻的消息 沸沸扬扬 骚乱不止 直接打破了 历劫的惨叫 沿着频道信号看去 发现惨叫的源头 赫然是那位 担当赤后角色的家伙 就在众人动身去寻找时 脚下突然开始地动山摇 一头犹如高山一般的巨型生物 从地平线外缓缓而来 王正看去的第一眼 眼神当即灵起 这头巨型生物 倒是熟悉 看模样 竟然跟出现在南州雨林的那条巨蟒 极为相似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星蟒 是星蟒 赵德柱看着那条巨蟒 顿时惊呼出声 呵斥着众人开始撤退 星蟒 王正看向失态的赵德柱 该死 早就该猜到会这样 赵德柱一边撤退 一边咆哮着 星蟒大多存在于一些 移居行星的内部 已降落在行星表面的生物为实 因为体型庞大 周身遍布密度极高的鳞片 危险程度只比吞星服差了一几 王正听得一愣 下意识说道 这么说我们 赵德柱已经开始跑了 只丢下一句 完蛋了 第146章 断臂求生 众人的齐凯 虽说没能成功套牌 各项性能非常低廉 可这也只是跟足迹齐凯相比 抛开正是齐凯来看 依然无愧为 荷尔玛的文明结晶之称 八道身影 在崎岖陡峭的地貌上 飞快奔驰 速度比开足马力的飞艇 还要快上许多 之所以用跑的 而不是用飞的 是因为天空的遮挡物 几乎为零 很容易就会成为星蟒的攻击目标 而地面山石耸立 可以随时隐藏自己 这些人的实力虽然不高 但战斗经验着实丰富 几乎是瞬间 就找出了最佳的逃生路线 可惜的是 他们对星蟒这种 堪称行星级凶兽的认知 还远远不够 在星蟒如此庞大的体型面前 一切的险峻地形 都成了摆设 一众人在千钩万合中 横转挪移的速度 完全抵不过星蟒 横冲直撞的速度 那些看上去 坚实厚重的岩石柱子 在与星蟒发生碰撞之后 瞬间就碎成了积粉 胡乱地崩飞出去 眼瞅着星蟒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有人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 再也顾不得一仗地形 当即调转方向 朝着上空飞去 朗陪的飞船还没走 大家加快速度 回到飞船就安全了 赵德柱平时虽说醉醺醺没个正形 关键时刻还是站了出来 眼看众人彻底慌了阵脚 果断打开通用频道指挥起来 就在赵德柱说完的下一刻 飞向天空的那人被兴芒逮到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一口就被吞进了腹中 听着耳边传来的乱流声 众人的心神更加慌弯 因为有了前车之剑 还是强忍着内心澎湃不止的惶恐 继续在沟河中奔走 这时 王正的声音不合时宜地 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 为什么不打 通用频道极为安静 并没有人答话 原因只有一个 手里没有像样的家伙 浮游的死亡率之所以高 除了齐凯这一主要因素外 手里没有足量的武器装备 也是关键原因 这一趟的薪酬 每人最多只能分40新币 买踏码啤酒都费尽 武器弹药什么的 更是想都不用想 也得亏是齐凯梅套上牌子 可以随便造不心疼 不然光每天的维护费用 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砍刀菜刀 铁敲耙子 能带就带 需要艰辛炮这种级别的武器 才有可能对付的超级生物 拿这些玩意去打 那还不如洗干净 主动趴心忙嘴里 在这种性命关天的危急时刻 所有人都止步着逃命 哪里还有功夫给王正解释 况且现在 身份地位什么的 全都成了狗屁 保命就是第一位的 管你是个什么大人物 更何况 你王正还只是个傀儡一样的东西 平时对你恭敬三分 这种时候犯蠢作死 傻子才会替你买单 没人说话 心里却早已经做出了回应 就俩字 白痴 最后还是照得住在频道里喊话道 想都不要想 新莽的实力 可以很容易地毁灭一颗小行星 除非动用大火力极数轰炸 否则根本没可能与其抗衡 还不跑 照得住一边大步跑着 一边不忘回头 去找寻王正的身影 不要命了 照得住 你探马到底能不能照得住 仓皇逃命中 又有个倒霉蛋被新莽盯上 好似一座小山一般 轰隆隆地冲了过去 只听到嘶声力竭的惨叫声响彻 在绝望的嘶吼中 那人被新莽庞大的身躯撵了过去 引以为傲的齐凯 没能发挥钉点作用 直接被免成烂泥混进了杂乱的山石里 不到一根烟的功夫 十人的小队只剩下了七个 怎么办 有人深感逃生无望 迫切地想要寻到一丝生机 询问声还没完全落地 频道里顿时就传来了急促的呼救声 救 救命 有人的齐凯 在这种紧要关头发生了故障 暂时性失去了动能 失去动能后的齐凯 俨然变成了一道铁笼 无情地将其禁锢在其中 交织着不甘与绝望的嘶吼 在频道里响起 只听呲拉一声声音戛然 转被一股刺耳的乱流声取代 没有人敢回头去看他的下场 只顾着埋头狂奔 大地的震撼越发的明显 说明星莽距离自己也越来越近 有人焦急地在频道里大喊 因为他的齐凯性能一般 速度比他慢的都已经惨死 下一个极有可能就会轮到他 这时 他突然想到了身后的王正 旋即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疯狂叫喊起来 耸哥 你不是足疾吗 你不用跑 你可以跟他打的 即便是打不过 也能全身而退 去啊 快去啊 去拖住他 放你的屁 照得住愤怒地呵斥着 你踏马在胡说什么 闭嘴 照得住 你这自私的家伙 跑在最前面 有什么脸 说些冠冕堂皇的话 那人开口怒骂着 突然猛地止住了脚步 停了下来 就在这时 一直游离在逃亡边缘的王正 堪堪与其擦肩而过 并立的瞬间 两人几乎同时转头 四目相视 那人的手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多出了一笔修长的铁锹 双手接过铁锹 范儿朝着王正身下抡去 王正自然是不会想到 相处了这么久的家伙 会对自己下手 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 猝不及防下 王正被铁锹击中双腿 平衡在瞬间被打破 整个人朝前倾斜 一头栽到了地上 眼瞅着王正倒下去后 那人没有任何的犹豫 果断将洞能上调至极限 迅速朝着前方远顿 还不等王正起身 兴莽已是带着滚滚尘土 肆虐而至 奸明从兴莽口中传来 新红的眸子 扫了摊在地上的王正一眼 没有任何的怜悯 当即用自己布满 坚硬鳞片的身躯 在其身上撵过 看着身后瞬间 就被吞噬的王正 那人狠狠脆了一口 低声暗骂道 他妈的 铁废物 还不如其他人坚持的时间长 真是白费一套足迹气凯 正骂着 频道里突然强行 并进来了一条赵德柱的讯息 瑞丰 你刚才做了什么 瑞丰沉默 不准备回应 怎料赵德柱直接暴怒 咆哮出声 我他妈问你 刚才做了什么 第147章 同归于尽 面对质问 瑞丰叹了口气 无奈还是开口回复 你看见了 那他妈是苏维尔家族的女婿 给我们供了半年的酒水 你只害死了他 赵德柱大声咆哮着 无法相信 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你这是在杀自己的队友 队友 瑞丰冷笑着 索性也不再遮掩 当即回队道 什么叫做队友 没错 我早就想弄死他了 这家伙本来就该死 凭什么我们要在死亡线上 滚来滚去 到头来 只能勉强从刀尖上 混口饭来填饱肚子 拿半辈子的积蓄 都换不来一次套牌的机会 他呢 守着肩破酒吧 每天悠哉悠哉 随手就能拿出一套足迹欺凯 他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能被高射炮 下尿裤子的废物 不公平 这不公平 瑞丰越说越癫狂 挥舞着手中的铁锹 猛地将沿途的 一座石灵拍碎 赵德柱深呼了一口气 为了不被其他人察觉 还是在用私人频道 与瑞丰对话 你想过没有 他是苏埃尔家族的女婿 他要是死在这儿 就算能逃脱新莽之口 你我也别想再活下去 瑞丰不屑吃笑 开口说道 赵德柱 你别傻了 王正是个什么样的垃圾 你还会不清楚 只要苏埃尔家族喜欢 随手就能找来一大片 数量比他们制造的 齐凯还要多 死他一个 苏埃尔不要说管了 恐怕一时半会儿 都不会发现他已经死了 更何况 他是死在新莽的嘴里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你 赵德柱着实没有想到 朝夕相处的同伴 竟然会因为嫉妒 把内心扭曲成了这般模样 瑞丰似乎也在害怕 自己的所作所为暴露 干脆冲赵德柱提起了条件 未来三次任务的薪酬 我全都给你 只要你帮我保守秘密 好不好 文言 赵德柱不为所动 继续大骂 你就是个畜生 瑞丰继续追加筹码 对了 你不是想套牌吗 王正的那套足迹奇凯 肯定还没全部损毁 如果能从新莽口中逃过一劫 我陪你去把所有零件捡回来 我一概不要 全都是你的 赵德柱沉默了 没有再骂下去 见状 瑞丰心知此事有戏 不由得心中大喜 连忙继续说道 王正的酒吧要是你我都清楚 他既然已经死了 里面的东西肯定剩下不少 你拿七成 东西你先挑 我只要三成 赵德柱没有回应 频道讯号变成了一条直线 瑞丰狼狈的逃着 头盔内只剩下了自己粗重的喘息声 许久 赵德柱低沉的声音传来 活着回去再说 这群垃圾到底靠不靠谱 不是说这对 浮游士六号星区比较出色的一批吗 还以为他们能有多么了不起呢 结果这么快就要死光了 朗培的飞船 寻停在行星外层的太空中 内部人员正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着 下方所发生的一切 十人小队 此时还在遭受星蟒的屠杀 人数已经锐减到了不足三人 可携带有强大火力的朗培飞船 不仅没有任何要出手支援的意思 反而还冷漠地讨论着 不时冲冰死的几人指指点点 当初得徒力统的人不是说 这些家伙连吞星符都能拖个大半天吗 怎么连条星蟒都拦不住 这才过了多长时间 马上团灭了 那这颗行星还要不要 要个屁了 原本想着让这群蜡 消耗掉星蟒的体力 我们好趁虚而入 现在看来 估计星蟒连热身运动都还没结束吧 那怎么办 一炮把这行星也轰了 快炸吧 把星蟒跟这群蜡一起炸了 看见这群蜡浮游就烦 聊聊几句 就已经决定了这颗行星 以及存活浮游的生死 就在即将按下粒子炮的瞬间 有人盯着面前的屏幕 诧异地问道 快看 那是什么 其余人寻声望去 皆是不由的一愣 时间画面中 星蟒一路横冲直撞 携带着大片大片的飞扬尘土 碰石石碎 撞山山崩 而在星蟒的身后 竟然有一道渺小的身影 以极快的速度迫近 星蟒面前不远处 照得住跟瑞丰两人 近投并近 因为有王正的前车之鉴 两人对对方的戒备心急重 一边跑着 一边还要留神注意对方 以免其突然下黑手使绊子 朗培的船呢 这颗破星球都快要转变了 瑞丰已经急得开始破口大骂起来 最重要的一点 自己这些还没套牌的旗铠 续航能力极其差劲 这么一折腾 洞能已经濒临枯竭边缘了 反观身后的星蟒 因为吞吃了数人的缘故 现在依然活力满满 对着自己穷追不舍 直至两人的头盔内部 同时亮起了洞门红灯 气氛顿时变得压抑起来 两人没有说话 却是默契地护视了一眼 照得住率先动手 一把长柄宽刀 从背后的舱匣里抽了出来 没有丝毫留情的余地 出手便是绝杀 已是大力臣的一刀 奋力劈砍向瑞丰的头颅 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手 瑞丰大骂出声 手中的铁锹也早已轮出 同赵得住的大刀纠缠到了一起 两人边跑边缠斗着 一时竟陷入了胶着状态 眼看对方久拿不下 赵得住果断开启了言语攻势 你这畜生 既然冲队友下手 我早就该杀了你 瑞丰冷冷发笑 无邪道 我是畜生 那你又是你什么 说我冲队友下手 那你此时又在干什么 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 两人的战力 陡然上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长刀跟铁锹在半空疯狂地挥舞着 不断地发出碰撞交机的声响 最终还是赵得住的兵器更胜一筹 趁瑞丰收招的下戏 反手将长刀上提 直接把铁锹劈成了两段 随即又是一记横刀 如果不是瑞丰躲得够快 怕是已经被这一刀拦腰斩断了 不过目的已经达到 赵得住占据了上风 也就说明 生存的几率也占了上风 看着踉枪后退的瑞丰 赵得住没有半点犹豫 就像当时瑞丰对待王正那样 提起长刀 以刀身重重 拍在了对方的双腿上 做完这些 赵得住转身便跑 可还不等逃出多远 瑞丰竟跟复古之鞠一般 紧紧贴了上来 双手牢牢禁锢在赵得住 整个人都挂在了他的身上 想让我死 那我们就一起死 第148章 情深意重 你这个疯子 赵得住手里的长刀 无力地在空中挥舞着 对死死攀附在自己身上的瑞丰 根本无可奈何 给劳子放手 感受到身后的心芒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赵得住也不再多说什么 直接反手重重 抓在瑞丰的手臂上 用力一扯 包裹着手臂的旗铠 瞬间就被撕碎 低头在瑞丰暴露在外的手臂上 快速扫过 根本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余地 顺势奋力向上挑起 只听到尖锐的惨叫声传来 瑞丰的手臂 因为失去了齐凯的庇护 被赵得住声声折断 趁着瑞丰吃痛思鸣 赵得住总算正开了束缚 转身看去时 发现心芒已经离得非常近了 近到脚下的大地都被阴影遮盖 仿佛陷入了黑夜 抬腿便是一脚 将捂着手臂惨叫的瑞丰 踹翻在地 做完这些后 赵得住没有丝毫的犹豫 当即调转身形 拼命向远处飞奔 可还没等跑出多远 面前竟凭空出现了一道漆黑身影 在看见那道身影后 赵得住飞奔的速度明显一致 头盔下的脸上 陡然浮现出惊恶的表情 足疾齐凯 王正 你 赵得住连忙打开频道讯号 急声喊道 你没死 星芒临近的缘故 脚下的大地在剧烈阵战 使得王正的身躯 也在轻微的颤抖着 然而即便如此 王正依旧静默地站在原地 面向赵得住 面向星芒 不仅我没死 他也没死 王正将手从身后一拽 本该死在星芒腹下的瑞丰 被拎了出来 不过此时的瑞丰模样有些凄惨 一条胳膊被折断 身上的旗铠 不知被什么东西撞击过 表面坑坑洼洼 千疮百孔 短暂的寂静过后 赵得住这才开口问道 都看到了 王正没有说话 一只手拎着几乎昏死的瑞丰 动也不动 我是被逼的 他不死 我就得死 赵得住的呼吸明显开始急促 因为他面前的 不再是当初在酒吧喝酒吹牛的王正 而是一套极具威胁的族级奇楷 先前与瑞丰大战一场后 能源已是所剩无多 虽说不清楚 王正究竟是怎么从星芒手中逃出来的 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如果跟他对上 死的人一定会是自己 王正依旧鼻挺地站在原地 头盔之下 看不清表情如何 赵得住默默攥紧了手中的长刀 在距离王正不足十丈的距离时 赵得住已经将动能轻住到了双臂之上 只为能够劈出最为强劲的一刀 就在这时 王正突然侧过身 任由赵得住从身前冲了过去 如此出乎意料的一幕 令赵得住心中大为讶异 正疑惑着 却听见频道中有王正的叹息声传来 走吧 赵得住沉默了 心中没有半分感激 相反 一股玉气在胸中生疼而起 自己方才的所作所为 或许有可能是人之常情 可一旦传出去 绝对会被人所不齿 尤其是自己身为浮游 吃的就是这碗饭 为了活命痛杀队友 日后谁还敢跟自己组队 还有哪家势力敢雇佣自己 失去了浮游的身份 跟死了有什么两样 赵得住大步跑着 手里的长刀却是越窝越紧 这时 背后有清晰的脚步声响起 侧眼看去 发现是背着瑞丰的王正 朗培的飞船在哪 能不能监测到对方的信号 王正在频道里喊话赵得住 如今私人频道跟通用频道 已经没有了任何区别 毕竟还能说话的 就只剩下了王正跟赵得住 赵得住快速扫了虚拟地图一眼 看着没有任何信号源的空旷视野 突然伸手一指 说道 就在前面的云层里 过去就安全了 好 王正点头 竟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 背着瑞丰陡然加速 朝着赵得住所指的方向赶去 不愧是足及其楷 各项性能优异到令人发指 眨眼便超越了赵得住 远远将其落在了背后 看着王正毫无防备的背影 赵得住握着手中长刀 眼中散发出异样的光亮 抱歉 电光石火间 赵得住爆发出一段急速 猛得追上王正后 双臂轰然弹动 运着静猛的势头带动长刀 悍然朝王正的双腿劈去 然而意想中 王正被一刀砍翻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锋利厚重的长刀 撞向王正双腿后 不仅没能产生半点损害 反而是长刀承受不住 强大的力道反斥 怦然一声 崩碎的长刀 脑海中一团混乱 思绪也在此刻硬声崩碎 恍惚间 频道中有王正的叹息声传来 我就知道 赵得住扔下手中 仅剩下长杆的刀 颤抖着声音呼喊出声 打起了最后的感情牌 王 不 耸哥 耸哥 你听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饶过我这一次吧 老师 我太想进步了 王正没有回头 只默默扬起了手臂 你去问问他 愿不愿意饶过你 划落的瞬间 王正掌心有一团 炽热明亮的光束亮起 在闪烁到极限后 朝着前方骤然喷勃 光柱一闪而逝 将周遭的阴影 映照得亮如白昼 速度之快 快到连赵得住 齐凯的监测系统 都没能捕捉到 甚至于连警报声都没响起 就感到胸口莫名一闷 仿佛有难以言喻的重物 直挺挺地砸了过来 旋即 整个人开始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 扑通一声 赵得住仰面朝天 心蟒庞大的身躯呈现在眼前 外加一双新红的毛子 以及黑洞般的血盆大口 怂 怂哥 赵得住摊在地上 死死地盯着眼中的心蟒 奈何动能装置已经被损毁 再也动弹不得嘶吼 宾死之际 赵得住将希望全数寄托在了 远处的王正身上 救 救 最后的求救声 终究是没能说出口 心蟒骤然俯身 连同周遭的山石一并啃食 继而扬起头颅 吞入了腹中 啊 昏死的瑞丰 恰巧在此刻苏醒 刚好见证了赵得住被吞噬的一幕 第149章 环礼 断臂出剧烈的疼痛 外加极端的恐惧 使得瑞丰不顾一切的惨叫起来 继而开始疯狂地 在王正的背上挣扎 尽管动能已经枯竭 却还是想着 要拼命远离 那头可怕的心蟒怪物 被恐惧充斥起 全部情绪的瑞丰 甚至都没能注意到 此时背着自己的 赫然是 先前被自己亲手 推向心蟒的王正 随着王正起步后撤 这才后知后觉 在看清静在眼前的 漆黑旗楷后 瑞丰挣扎得更加激烈 忍不住惊叫出声 你 你是人是鬼 王正背着瑞丰嘎嘎 就是跑 你说呢 碍于心中的不安 瑞丰还想继续挣扎 转眼却看到了 已经吃完赵得住的心蟒 又一次盯上了自己 顿时就老舍不守 果断将王正死死抱住 也不知道跑出了多远 只是身后的阵感仍在继续 说明心蟒依然在身后穷追不舍 忽然间 王正伸手指向前方 快看 是朗培的飞船 真的 瑞丰猛地探出头 顺着王正手指的方向看去 见到的 却是一片空荡荡 当然是假的 王正冷笑一声 以雷霆手段 将瑞丰从背上扔了下来 你 瑞丰被王正高高甩入空中 临在坠地之前 万分错愕地看向王正 机遇痛骂出声 可转念一想 是自己不易在先 即便是对方杀了自己 也有理由 更不用说 他还想救自己 亮枪地站起身 原本已经熄灭虚拟面板 竟然重新亮了起来 动能也逐渐开始运转 瑞丰顾不得手臂的伤痛 脸上露出暴喜 这时 重新恢复正常的通讯频道 传来了王正的声音 快走 我把能量匀了一些给你 足够支撑你回到飞船上 听着如此热忱的话语 瑞丰一时间 有些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知道就在刚才 自己为了保命 不惜将王正打倒 想用他的命 来换自己三分钟的逃生时机 可万万没想到 如此杀身之仇 王正竟然没有半点报复的心思 反而还尽心尽力地 来为自己寻找生的机会 心中坠坠 事实却摆在眼前 也不再犹豫什么 瑞丰果断将动能提升到最大限度 残缺的齐凯 顿时犹如一颗出塘的炮弹 飞射出去 速度之快 眨眼便追上了前方的王正 不过几个呼吸 两人已是并肩而驰 由于不安心理作祟 瑞丰下意识地看了王正一眼 视线才刚一过去 却发现 王正此时竟然也在看向自己 两人四目相对 令瑞丰的心 突然莫名咯噔一下 这一幕 似曾相识 愣神还没结束 王正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突然出手发难 手中不知何时出现了 被罩得住丢弃的那把 只剩下长感的大刀 动作手法 与当时瑞丰对待自己时 如出一辙 两手抓着长杆 以极其迅猛的力道 朝着瑞丰的双腿砸去 刺耳的碰撞声 好似火炮炸糖 力道之重 竟然在发生碰撞的瞬间 激射出了大片火星 金铁铸造的长杆 先是弯曲 既然有裂痕 如同珠网一般蔓延开来 最后再也不堪重负 应声崩裂成了无数碎片 朝着四面八方飞溅而去 瑞丰腿部齐铠的下场 也没好上多少 直接被王正一棒子 敲了个稀巴碎 灵不见好似不要钱似的 散落了一地 至此 瑞丰身上的齐铠 已经破碎得不成样子 除了躯干跟脑袋 还在齐铠的庇护下 其他地方 已经彻底暴露在了外面 尤其是腿部受窗后 动能大大降低 速度当即就慢了下来 如果不是瑞丰的反应 足够灵敏 恐怕此事已经趴在地上了 王正 你要干什么 瑞丰拖着愈发沉重的身躯 惊恐地发现 因为齐铠损毁过于严重 系统正在逐渐封闭待机 动作也越发地迟离迟缓 感受到身后 新莽在快速破镜 瑞丰将这所有的罪过 全都堆到了王正头上 破口大骂声中 王正悠悠停下脚步 主动褪去头盔 冲着瑞丰 递上一个人畜无害的笑脸 没干什么 还礼而已 瑞丰还想再骂些什么 突然眼前一黑 全身都被巨大的阴影所笼罩 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 神色慌张地扭头看去 新莽不知道什么时候 看到了瑞丰的身后 鼻孔中喷吐着宛若白雾般的鼻息 随即血口张开 一口便将瑞丰吞进了肚子里 吞吃完瑞丰以后 新莽有些意犹未尽 吐着新红的蛇心 巨大的眸子开启四处张望 试图找到王正的踪影 但他明显高估了自己 同时更低估了王正 王正并没有逃走 而是悄然来到了新莽的腹部位置 新莽的势力和感知极其优秀 毫不夸张地讲 整颗行星的风吹草动 全都在他的注视之下 新莽还在寻找着最后的猎物 殊不知自己早已经被王正盯上 太空外围 朗培飞蝶上的几人 还在仔细观察着行星上发生的一切 忍不住议论起来 这家伙也是浮游 他的齐凯好像是足疾吧 足疾? 这很可能是他的伪装 这种性能绝对不可能是 足疾齐凯所能拥有的 那这颗行星 我们到底还炸不炸 急什么? 先看看 这家伙到底能拖多久 说话间 王正深化飞红 以极快的速度 飞跃至星莽的面前 星莽被突然出现的王正吓了一跳 随即便反应过来 苍镜有力的尾巴带动凌厉的风势 重重扫向王正 妈的 躲开啊 傻子一样 不知道躲吗 完了 这小子也是个白给货 飞船上 一众人看热闹 不嫌是大地议论者 丝毫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就在众人皆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王正看都不看 宛若泰山压顶般的沉重尾巴 仰起一拳 直奔星莽七寸 一拳 力道重于千军 连炮弹都能轻易扛下来的坚硬身躯 被王正一拳打烂了小半 心臭的血水 如同暴雨一般喷洒而出 胡乱地向着地面坠落 第150章 暴露了 被打烂了半颗投入的星莽 痴痛思鸣 在求生本能驱使下 当即转身就要逃离 但王正又怎会让他如愿 飞身到星莽身前 又是一记重拳狠狠砸下 这一拳的力道 还要更重一些 直接把星莽的脑袋 都给砸得凹陷了下去 甚至于连王正都被淹没在了气中 等到王正从星莽体内出现时 手中赫然多了一道身影 正是刚刚被吞吃下去的瑞丰 可怜的瑞丰 此时已经达到了油镜灯窟的边缘 就连身体也已经被融化了大半 只剩下上半身在苟延残喘 生命的最后时刻 瑞丰回光返照般 死死地盯着王正 拼尽最后的力气 挣扎着说道 我就知道 你知道的羁斑 王正拎着瑞丰紧剩的一条胳膊 任由其垂落着 身下 星莽轰然倒塌 庞大的躯体 硬生生把地形都给改变了 砸出了无数条深邃纵横的河渠 地下水源喷不而出 瞬间将这些河渠灌满 再看星莽 只是在河水中扑腾了几下 赶扁的脑袋晃动着 很快就没了动静 见此一幕 靠着最后一口气苦苦支撑的瑞丰 大有不甘之心流露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 就不能再坚持一会儿 只要坚持到王正出手 虽说不是什么莫逆之交 但赵福一二肯定是可以做到的 可惜的是 一切已经发生 再也没有后悔的可能 不过以后如何 已经跟自己没关系了 瑞丰视线逐渐模糊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生命在飞快流逝 看来耸哥 是大家叫错了 当初王正在见识过高手炮后 直接被吓尿裤子的事 大家都有目共睹 甚至直到现在 都会时常拿出来 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给向来高高在上 微不可攀的苏埃尔家族 勾上了一笔黑历史 然而今天看来 分明是被他给迷惑了 几拳轻松掏死 以至以整颗行星为居住地的兴莽 这是足迹齐凯所能办到的 这是被高手炮下 尿裤的人所能办到的 临死之际 瑞丰的残躯 在空中无力地摆动着 最后以微弱的声音 说出了临终的话语 耸哥 你不耸 带到瑞丰彻底弃绝 王正内心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波澜 随手将其抛了下去 之所以选择 将其从星蟒腹中救出来 仅仅是想看他后悔的嘴角 是什么模样 转头将目光投向地面的星蟒 脸上总算露出了些许笑意 这种能够霸占一整颗行星的超级生物 凶残归凶残 却也浑身都是宝贝 甚至很多东西都能够替代机械 充当某些设备的专用部件 可还不等王正俯冲靠近 一颗来势凶猛的导弹 于星空之外奔射而来 速度之快 眨眼便冲破了云层 悍然撞击在了王正身上 巨大的火光伴随着浓烟炸泻 强劲的风势逆卷着 就连周遭的云海都被一并吹散了 能徒手打死星蟒 这家伙的齐恺 估计也能抗度炮弹吧 星蟒是我们的 再为他两发尝尝 飞船上的众人在兴奋地讨论着 目标却不是王正 而是那头已经死去的星蟒 至于王正是谁 所有人皆表示无所谓 拦路的家伙 灭掉便是 又是一颗势头静猛的炮弹 从太空中垂降而来 笔直的撞进 还没来得及消散的浓烟里 震荡的波动再次席卷 就连云层都在剧烈地震战着 这还没完 为了以防万一 飞船又往浓烟里 发射了一道足以洞穿一切的离子激光 确认没有存活生物以后 这才停下了攻势 没想到这群垃圾 竟然真的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哈哈哈哈 星蟒是我们的了 飞船驶入云层 迅速来到了行星内圈 然而 在穿过了遮挡视线的浓烟后 众人脸上的笑意 不由地戛然止住 转而被不解锁取代 刚才星蟒倒下的地方 此时就只剩下了一条 被砸出来的粗犷凹鹤 凹鹤中遍布河水 绵延出了极远的距离 如此山川地貌 却没见星蟒的踪影 众人狠狠揉了揉眼睛 难以置信地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星蟒呢 你们已经失去生命讯号了 难不成活过来跑了 快找 这头星蟒 足够支撑我们三个月的供需 尽管飞船的监测信号 已经覆盖了全球 所依旧没有查询到 星蟒尸体的行踪 飞船的指挥官有些急了 当即开口叮嘱道 都给我穿上 七凯出去找 还能在我们面前 长翅膀飞了不成 指挥官的指令才刚刚下达 身旁突然有一道陌生的嗓音 响起 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一句话 直接令指挥官几倍声寒 愣在了当场 你 你是什么人 指挥官瑟丽那人的起身 看着眼前的漆黑漆楷 心中早已是惊涛骇浪 连着扛了两发高威炮 又挨了一发离子激光 竟然还能跟没事人似的 站在自己面前 最重要的是 对方是怎么进来的 自己身为指挥官 竟然毫无察觉 飞船开始晃晃悠悠的前进 方向却极不明确 大有胡冲乱撞的意思 飞船身后不远处 王正的身影凭空出现 下一瞬 飞船爆炸 建设出了无比灿烂的火光 朗培飞船十八人 无疑幸免 王正心里没有任何的波动 毕竟自己的旗铠已经暴露 不留人口 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最后看了这颗星球一眼 纵身离去 殊不知此时的朗培联盟内部 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众朗培的高层 看着飞船零爆炸前最后五秒 传出来的视频讯息 不由得沉默无言 能够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秒掉自家的飞船 说明对方也一定强大到了某种可怕的程度 一众高层不断重复 翻看着那条视频片段 试图从中找出一点线索 等等 有人突然喊话 令视频画面顺势静止下来 飞船撞向山石的瞬间 背后赫然出现了一道身影 漆黑色的旗铠 是他 第151章 诈利品 闻得此言 其余朗培高层 纷纷将目光头向开口之人 连声问道 你认识他 开口之人身材修长 体型雷弱 大有竹节虫的意思 竹节虫皱着眉头 表情说不出的凝重 沉默了片刻 才缓缓开口道 看来得途立统说的话都是真的 赫莱贤人 确实是被未知的王岐所杀 说吧 扶手在面前一抹 一道虚拟光屏 凭空显现 光屏上播放的内容 赫然是赫莱贤人 遭遇王岐七凯 而被一指戳杀时的画面 随手一点 画面静止 停在了七黑七凯 离去前的正面特写上 所有人皆是诧异的青丝出声 隐隐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两个画面里的七凯 可以确定 就是同一个人 接连对几大家族势力动手 这是想要做什么 可以确定 不是苏埃尔家族 朗培联盟的主教 是一名体型较为臃肿的大胡子 拥有着六号星区 为数不多的几套 帅及七凯之一 此时的大胡子 正在愤怒地拍着桌子 私生力竭地大喊道 别管是不是苏埃尔家族 必须把这个人丢挖出来 王岐又怎样 还能坏了规矩 一人对抗整个星区不成 听着主教的怒斥 身旁的其余人保持坚默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还是最开始发现 端倪的竹节虫开口说道 我们对这套七凯的信息掌握不多 即便想挖它出来 也有难度 即是急不来的 随即像是记起了什么 拧起眉头 沉引道 有没有爆炸前的画面讯息 或者是遭遇王岐之前的画面 毕竟这一切发生的过于突然离奇 完全不知道事情的起因缘由 莫名其妙就陪上了一艘艰辛级飞船 损失不可谓不大 如果能找回被王岐攻击之前的画面 才能了解前因后果 经过几人的一番努力 终于还是叹起摇头 说道 不行 飞船在被炸毁之前 监测系统全部被入侵损毁了 就连最后的视频讯号 也是飞船上的人手动录取的 除此之外 完全查不到其他讯息 竹节虫的眉头愈发紧促 看着眼前两个不断回放的画面 许久才开口说道 既然是去征兆 说明一定有浮游参与了 没有活下来的 就从那些浮游的身份下手 抽丝剥茧 把所有线索都给我找出来 这时 有人起身做起汇报 刚刚得图立统家族传讯 确认两起事件的始作俑者 是为同一人 请求暂时结盟 结盟 大胡子冷哼一声 毫不客气地骂道 狗屁的结盟 那群畜生 仗着自家卫裂第二的影响力 在六号新区肆意妄为 连苏埃尔家族都没这样一指气势 他们居然敢这么对我们 上次打着讨说法的旗号 带着我们去苏埃尔家族边境叫嚣 结果什么便宜没站到不说 还反被那个女魔头狠狠立威 一旁的竹节虫接过话茬 轻声说道 以前得图立统家族 能够占据第二的位子 与那四大指挥官不无关系 如今四人已去其二 真要是撕破脸的话 我们未尝不是对手 大胡子眼神疏地亮起 忍不住开口说道 你的意思是 答 竹节虫摇了摇头 叹气道 非常时刻 神秘王旗的身份来历还没探明 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还是同意他们的请求 优先让外为妙 对于竹节虫的话 大胡子自然是身性不疑 当即拍桌 好 那就再忍他们一段时间 等到灭了那套该死的王旗 就是得图立统的死期 报告 一道立体投影 从会场中央弹出 表情慌张凝重 在看到面前的大胡子后 立马急声喊道 主教大人 苏埃尔家族来人了 什么 凡在座之人 无意不是朗培家族的掌权人 也算是久见过大场面的枭雄人物 可当听到是苏埃尔家族来人时 脸色顿时大变 琪琪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一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他们来做什么 所有人的脸上 男眼诧异神色 连声问道 来了多少人 一 一个 投影吞吞吐吐地开口 文言 众人不禁如释重负 暗暗松了口气 只来了一个人 还真有点胆破 去会议会他 众人底气十足 说着便大步朝外走去 见众人如此豪情 投影赶紧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 是 女魔头 众人脚步顿指 愕然出声 什么 破旧的小酒吧 孤零零地处立在裙楼之间 极为少见地锁上了房门 挂上了亭业的牌子 然而 身为酒吧主人的王正 此时却正待在酒吧的仓库里 一丝不苟地对新莽的躯体 进行着解剖 奈何新莽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 王正先后分三次对新莽进行分解 丢弃了几乎九成的躯干 这才勉强把剩下的部分塞进了仓库 新莽三宝 牙齿鳞片骨骼 作为新莽身上最为坚固的三个部位 其硬度甚至还要超过寻常的精炼合金 并且 这些东西密度虽高 质地却极其轻巧 仅仅只有同体积合金的十分之一 用这些东西来铸造奇楷 或许在灵敏性上要差上一些 可在性能方面 绝对要超出一大截 等到将新莽的内脏以及血肉全部剔除 沿着空间传送装置 随手扔到了一个无人的行星 荷尔玛文明确实发达 比之地球不知高出了多少 可缺陷同样显而易见 因为这些年不计成本的疯狂发展 几乎要掏空了新细的资源储备 这使得荷尔玛很多自然资源 根本无法进行自己 对于荷尔玛的技术文明而言 只要空间传送装置并不难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铸造传送装置的原材物料极其稀缺 所以在荷尔玛星系 除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少部分人 其余势力 甚至都没听说过传送装置这个名词 这也是当时 王正动用空间传输装置 把新莽转移走后 朗陪飞船的众人面露惊恶的根本原因 对他们而言 跳跃装置只存在于固定地点 需要固定条件才能实现 看着堆满了仓库的战利品 王正起身擦去额头的汗水 颇为欣慰地裂出了个笑脸 穷了这么长时间 总算翻身把歌唱了 第152章 集市 除了新莽以外 在那艘朗陪的飞船上 也搞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就比如那台能够发射毁灭性光束的粒子炮 全身长不过两米 直径也才25毫米 却能小程度地改变地形地貌 威力不可谓不大 另外还有一套军事机器铠 搭载了六个火力源 远远看去就好像一台人形坦克车 体型臃肿 胁迫感却十足 时间太过紧张的缘故 王正来不及再拿更多的东西 便草草将飞船给引爆了 毕竟像这些颇有势力的家族 每一艘飞船都是实时定位的 一旦发生问题 就会在第一时间传出讯息 到时 即便将飞船毁灭了 收录的数据也会传输回去 好在最后成功麻痹了飞船上的所有人 令其误以为自己跟其他浮游无异 这才给了自己痛下杀手的机会 可即便如此 仍是能够感知到 有一段通讯信号 强行突破了封锁 传输了出去 不过也仅仅只是些零星片段罢了 完全不必有暴露的担心 相信用不了多久 朗培联盟就会有人上门来找自己问话 毕竟那群浮游向来 是以自己这家小酒吧为根据地的 如今人全都死光了 肯定要到这里来考证一番 为了保险起见 王正还是决定待在酒吧里 明天起就照常开业 越是逃走 才越会证明心里有鬼 之所以是明天开业 是因为今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消化战利品 采购物资 既然是消化战利品 自然是离这六号星区越远越好 最好是见过的人 今后绝对不再碰上第二面的那种 荷尔玛星系 共分为八个荷星星区 十二个蜂窝星区 以及四个平级星区 单从收益来看 荷星星区自然是无庸置疑的最优选 但荷星星区 作为荷尔玛星系的贸易中心 相互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 说不准自己前脚刚把军事及旗坎卖出去 后脚就又出现在六号星区的市面上了 如此大的风险 自然是王正不愿意见到的 思来想去 还是将地点选在了四号蜂窝星区 原因只有一个 距离核心星区最远 几乎半只脚踏进了平级区 四号星区虽说疆域很小 远远没有其他星区那般辽阔 可人口却不在少数 即便是将每日的流动人口排除在外 仅记录在岸的常住人口 就达万万亿之距 能够跃升进封卧区行列 跟四号星区庞大的人口基数 不无关系 尤其是商贸行业 在四号星区尤为盛行 身为八大联盟之一的刚介尔行贿 在四号星区开了足足六家分行 对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般 走在路上 近颇有些在地球感及时的错觉 听着两侧商贩的叫卖声 倒也有些惬意 不得不说 商贩的数量极多 叫卖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 有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设计图纸 有支剩下半夜的研发理论笔记 甚至有很多构造特殊 不知道名称 不知道用途 不知道来历的灵部件 看上去极为神秘 俗称三部之器具 头顶的恒星很大 热浪滚滚 稍有个不注意就会被烫伤 即便如此 依旧是人满为患 魔肩皆肿 见王正独自一人 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着 突然有人一把将其扯到自己身前 凑到王正的耳边小声道 兄弟 吞心扶头鼓了解一下 说吧 那人神秘兮兮地撩开上衣 露出了藏在怀中 白森森的奇异头骨 只看了一眼 王正便咧嘴笑了起来 什么家 那人伸出五根手指 满脸认真道 看你顺眼 原价七十紫水晶 卖你十块怎么样 听完这话 王正摸了摸鼻尖 哑然视笑 看来是这家伙觉得自己年轻 认为比较好骗吧 毕竟就连六号核心区 都不怎么流通水晶 更不用说 这个半瓶级的蜂窝心区了 张口就要十块紫水晶 咋的 你想考研去核心区 更何况 吞心服的头骨 是吞心服身上最珍贵的部位 拥有少部分虚空特性 跟空间传输装置 倒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是真的 不要说十块紫水晶了 就是一百块一千块 也会引起一堆人的哄抢 不过王正此行 确实是想找一件 趁手的近战兵器 虽说自己现在 掌控着王级奇铠 武器什么的 几乎用不上 可日后一旦与其他王级发生冲突 在性能相差无多的情况下 就只能从武器上下手了 怎么样兄弟 物美廉价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商贩满脸阴切地看着王正 还在喋喋不休地 介绍着怀里的头部 王正扣了扣耳朵 继续向前走去 只丢下一句 我再看看吧 因为遇不到可能认识的人 王正也没有对容貌 进行过多的伪装 一路走来 确实是见到了种类繁多的宝贝 被贪主不厌其烦地大肆吹捧 仿佛却有歧视的样子 像什么能够堪破各类 拥有隐身特性生物的赵妖镜 什么自成空间 能够豢养星际生物 为己用的招魂番 等等等等 烦不胜数 对于这些东西 王正只是笑笑边过去了 并未看在眼里 毕竟四号风卧区 半只脚都在搁在平级区 连帅及七凯都没出一个 哪来的这么些不得了的宝贝装备 如果真的有 肯定优先内部消化了 哪里还有需要拿出来进行售卖 况且 真要是如摊贩 吹嘘的那般神乎其神 又何必一件件的 只要几颗绿水晶的价钱 其实王正的目的非常简单 找一件能经得住 王旗折腾的近战兵器就好 郑年杰走着 突然瞥见身前的摊位上 摆放着的一把古朴无奇的 长柄柴刀 见着柴刀 王正的心思顿起 忙挫到摊子前 只向那把柴刀 问道 老哥 这把柴刀怎么卖 摊主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正暴毙缩在板凳上打着瞌睡 见来了买卖 连忙清醒过来 咧着嘴笑着 答道 小兄弟眼力不错 这可是早些年机械大宗师 迪瑞诺森德亲手铸造的 当初就是带着他 才闯出了赫赫威名 如今一跃成为整个 和尔玛兴系 最具权势的大人物之一 第153章 破合塞卢能源版 迪瑞诺森德 王正听到这话 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抬头看了摊主一眼 摊主脸不红心不跳 继续吹牛笔 不会吧兄弟 你不会连迪瑞诺森德 都不认识吧 议会24位成员之一 机械师行会的会长 也是咱们星系 唯一的一位机械大宗师 你居然不认识 王正懒得听摊主的废话 镜子拎起柴刀 在手中掂量了一番 刃端有些顿不多锋利 可重量却是出乎意料的重 一连试了两次 显现没能拿起来 仔细翻看了一下手里的柴刀 发现这把刀的铸造工艺非常粗糙 但是材质却极为罕见 最起码 自己认不出到底是什么 单从密度上来 着实是一件难得的好东西 只是听摊主如此吹嘘 想必价格是低不了的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玩意的材质虽然特殊 可真的使用起来 或许还不如粒子光刀耐用 默默放下手里的柴刀 笑着回道 听说过 但是不太熟 脸瞅着买卖不成 摊主白了王正一眼 表情也在陡然间变得生意 还不太熟 不知道的 还以为 你跟迪瑞诺森德俩人好兄弟呢 真的不再看看 摊主还是不愿放弃 这好不容易凑上来的冤大头 追着挽留 闻言 王正便随口问了一句 什么家 摊主伸出五根手指 嘿嘿一笑 说道 东西你也看了 肯定是好东西没跑 只收你五十块黄金 怎么样 说吧 摊主抄起柴刀开始笔划 瞅瞅这材质 这硬度 如果不是出自迪瑞诺森德大宗师之手 真不知道 还有谁能造出这种级别的东西 听着摊主的吹嘘声 王正微微叹了口气 就凭这口才 要不是自己一眼就看出 柴刀的工资粗糙 寻常人或许还真就开始掏腰包付款了 白白手打断摊主的喋喋不休 开口说道 都是明白人 报个实在价 摊主面色一僵 继续嘴硬 您这是什么话 王正用手指在刀面上敲了敲 发出了坑坑的声响 开口说道 这要是迪瑞大宗师的作品 能连三岁都没完成 一句话 直接让摊主愣在了原地 本还以为遇到个冤大头 想趁机宰一笔 没成想遇到行家 也不含糊 当即伸出两个手指 说道 早说您是这一行的 白费兄弟这些口舌 若是诚心想要 给个成本价 二十块黄金 王正微微皱眉 没有开口 做事要走 见状 摊主慌了 连忙起身 陪笑道 小兄弟 买卖买卖 总得讨价还价不是 您给报个价 合适就成 王正息字如今 应道 十块 摊主听后 脸色又是沉下 小兄弟 你这杀价杀得狠了点 总得让我挣一些 这样 十八块如何 十一块 王正稍作让步 摊主一阵抓耳挠腮 又不想错失这桩生意 筹出许久 说道 十五 真的不能再低了 好 不曾想王正痛快地应下 还不等摊主松口气 王正的下一句紧随而来 再让我随便从摊上挑一件 摊主笑意凝固 只瞅着王正镜子从摊子的角落 捡起一块巴掌大小的 沾满泥块的拱状瓦片 看见王正手里的物件 摊主再度咧嘴笑了起来 这瓦片是自己 从一座古战场上捡来的 当初看着模样稀奇古怪 还以为是什么宝贝 结果洗干净后发现 就是骗用新铁浇注的破瓦 根本不是什么不得了的宝贝 想来也是 古战场到如今 历经多个世纪 都不知道经历了几代人的淘宝挖掘 什么宝贝能留到现在 但转念一想 这玩意儿不值钱 可扔了又觉得怪可惜 索性就重新涂上泥巴 摆上了摊子 想着碰上的不识货的 凭自己的口才 狠狠框上一笔 结果这东西实在是不够给力 简直成了自己摊子上的钉字户 根本送不出手 15块黄金卖一把开不了人的破刀 加一片破瓦 算是大赚了一笔 不动声色的指住笑意 唯恐王正反悔 连忙点头 15黄金 说好了 王正乖乖付钱 在摊主的喜笑颜开中 拎着柴刀跟瓦片离去 摊主数钱数的开心 丝毫没有注意到 已经走远的王正脸上 愈发洋溢的笑容 若不是因为周遭人潮涌动 王正怕是已经按捺不住体内的激动神情 跳脚欢呼起来 自己原本就没打算 在这种路边摊上买东西 一来是没有保障 二来就是根本遇不到好东西 真正的目的地 还是接到尽头的钢基尔航会 现在看来 已经可以把话抽回去了 好东西 大大的好东西 如果不是担心 看主产生怀疑 自己恨不得 现在冲上去问一问这玩意 是从什么地方捡的 自己也好过去 碰碰运气 这片看上去好像瓦片的东西 真正的名字叫做 破合赛卢能源版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名称 却要比迪瑞诺森德永动机 更适合永动机这个名字 自己能源 甚至产出率 要高过损耗率 王正之所以认识 是因为上一世的自己 就是死在这个破合赛卢文明的手里 宇宙中最顶级的文明之一 甚至完全掌握了 伟长生的基因数据 可以最常实现 15次的数据传递 也就是 能够最常维持 有机生命存活 15个世纪之久 如果用这东西 替换迪瑞诺森德永动机 不要说是王级奇凯 恐怕就连行星 甚至小行星系的运转 都可以支撑起来 当然 激活破合赛卢能源版 需要特定条件 也就是识别密码 没有识别码 跟一块结实的瓦片 没什么区别 凑巧的是 王正友 不然也不会这么兴奋 当初他对宇宙公布 曲线跳跃理论时 引起了许多 顶级文明的巨大轰动 纷纷屈尊来到了 银河系这座 评级到无人问津的 垃圾行星 如果不是因为曲线跳跃 他们甚至都不会认为 这种地方能够诞生生命 对于这套理论 可谓是跨时代的产物 第154章 神秘敌人 毕竟这些顶级文明 连伟长生都可以做到 最后追求的就只有亘古 其余的一切 再也看不进眼里 曲线跳跃理论 等于打通了纬度壁垒 可以实现低纬 向高纬的跃前 这就意味着 可以向着更好层次进化 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生 所以 几乎全部的顶级文明 都对王正抛出了橄榄枝 并毫不保留地 奉上了部分文明科技 试图以此来换取曲线跳跃理论 这就是王正十二调 十二不调 十二学识渊博 十二一窍不通的根本原因 顶尖文明的东西掌握了不少 奈何硬件设施不达标 目前根本无法投用 地球的未来科技 确实是掌握了 运用起来更是驾轻就熟 可跟荷尔玛这样的文明相比 差了又不是一星半点 就好像拿了一把没有子弹的AK47 迎面冲过来了一个标型大汉 明明能轻易干死它 可枪却成了摆设 只能跟对方贴身肉搏 所以现在的王正 刚好处在这样一个中间阶段的尴尬期 只能拼命地学习荷尔玛文明的科技理论 以此来弥补地球科技 与荷尔玛科技之间的差距 但当发现破合塞卢能源版的那一刻起 这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子弹来了 激动之余 王正并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 收起破合塞卢能源版 继续朝着前方的钢基尔分会走去 等到王正离开以后 摊主还在原地兴致勃勃地 数着刚刚到手的巨款 边数边乐呵呵地嘀咕 开摊愈蠢货 高兴一整天 正低着头傻乐 突然感觉眼前一黑 抬头看去发现 有两道高大的身影站在面前 因为各自披了一件黑色大厂的缘故 根本看不清两人的面貌 摊主没有多想 只以为又来了两个穷的 只剩下钱的冤大头 连忙起身迎接 二位 瞧上什么了 兄弟这里可全都是好东西 瞅瞅这个 迪瑞诺森德大宗师的真迹啊 两道身影对此无动于衷 只扭头看着王正消失的方向 许久才开口问道 那个人 在你这里买走了什么 我听后心事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继续笑道 二位难不成也看上那把刀了 我这里好东西多的是 何必追着一件东西不放呢 我问你那个人买走了什么 身影的语气明显变得不悦 冷着声音又重复了一遍 紧接着便伸手一抛 一颗价值不菲的紫色水晶 就这样被随意地扔到了地摊上 摊主的眼睛顿时就直了 视线落在紫巾上再也移不开 正准备伸手去拿 却被黑影一只脚 抢先踩了过去 回答我的问题 摊主低着头连声回道 一把柴刀花了十五块黄金 还有呢 还有 摊主认真思索了片刻 最后摇头说道 没有了 只买了一把刀 不过领走前倒是送给他一块瓦片 身影抬起脚的瞬间 摊主仿佛一条恶狼猛地扑了上去 将那颗沾染了泥土的紫巾捧在怀里 小心翼翼地吹了吹 这才慢慢地塞进了口袋 等到再抬起头时 两道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没错了 就是他 迪瑞的唯一传人 半年前在机械师考核中 半路被除名的家伙 真是可笑 堂堂大宗师的传人 居然跑去路边摊买装备 如果被机械师行会的人知晓 真不知道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 别管那么多 迪瑞隐藏他的目的 无非是就给他足够的成长空间 我们拖不起更拖不得 杀了他 杀 那家伙可是进了钢继尔行会了 要不要等他离开他下手 靠商贸发家的联盟 何必那么在意 更何况还只是一家分会而已 一并灭了就是 闻言 其中一人抖篷下的脸上 突然露出了笑意 随即浑身爆发惊人的闪光 带到闪光市去 周深已然被齐凯所覆盖 本就是身处人多眼杂的闹市区 突如其来的强大威压 直接令周围人脸色大变 转头看去后 不由的纷纷惊呼出声 尖叫着四散逃离 王齐 在这个连帅及齐凯 都见不到的半平级区 有王齐的突然出现 不亚于一场噩梦降临 速战速决 另外一道身影 不忘出声叮嘱 放心 王齐齐凯冲身影 比了个手势 随即拔地而起 从空中划出一条幽长的弧线 朝着前方击射远去 尊敬的西魁阁下 我们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王齐齐凯的屏蔽措施 您给我们清楚 想要调查更多的信息 实在是无能为力啊 朗培联盟的意识大厅内 原本还怒火中烧 疯狂拍着桌子 摇喝欺人太善的大胡子 此时正一脸乖巧的跪坐在地上 身后是一群贵妇在地 连头都不敢抬的众多朗培高层 众人所面对的方向 本应该是大胡子的位子 然而位子上此刻 却坐着一名女子 对于这名女子 凡是在六号星区有点地位的势力 绝对没有不认识的 苏埃尔家族的千金小姐 王极齐凯火风烧云的拥有者 苏埃尔西魁 有一点需要明确 苏埃尔家族之所以能稳坐 六号星区第一的位子 霸占九成以上的资源 除了本身的实力以外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这位曾经所有人 闻风丧胆的女魔头 毕竟苏埃尔家族再怎么强大 也只是地头蛇而已 除了六号星区 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存在 比比皆是 可苏埃尔西魁却不一样 他服役于八大联盟之一的军事法庭 位属二十四王齐之列 跟机械师行会一样 军事法庭致力于招收齐凯成员 主张外扩 崇尚以武力解决一切 和尔玛星系现有的 二十四套王集旗凯 全部收录在军事法庭 西魁坐在朗培一掌的宝座上 无断回放着 面前只有五秒钟的视频 视线紧紧落在画面中 那套漆黑的旗凯上 王集没错 可为什么自己从未见过 西魁额眉微醋 脑海中突然浮起一个念头 起身走下高台 镜子从那些扶手跪地的众人身边走过 冲着身旁的少女说道 走吧 再去看一看你的孤眼 第155章 暗杀 轻车熟路地来到那间破酒吧 看着封闭的大门 西魁又一次皱起了眉头 不得不说 这种毫不起眼的小地方 但凡是有点钱在身上的人 都不会考虑来这里走一走 可拿出来的酒水 倒是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以至于上次从这里离开以后 总能不时回味起 当初酒水的味道 不在 身边始终陪伴西魁左右的娇小女子 不由得灵起眼神 看向站在自己身前的西魁 小声说道 莫非那套神秘王集 真的跟这家伙有干系 因为先后招惹了得徒利捅跟朗培 担心暴露 提前跑了 可是没道理啊 不是说 这家伙 连看见高兽炮 都会吓得尿裤子吗 况且 如果真的拥有王集齐凯 在这六号星区 还不是横着走 至于这么躲躲藏藏吗 听着娇小女子的碎碎念 西魁似乎早就已经习惯 随后一挥 面前凭空出现一道 截断空间的微型虫洞 见状 娇小女子指住话语 连忙问道 小姐 咱们这是又要去哪 西魁西字如今 找他 啊 娇小女子愣了愣神 大为不解 荷尔玛文明 好像还没发达到 能随便在茫茫星系里 找人的程度 似乎是看出了 娇小女子的疑惑 西魁也不应声 默默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颗紫荆丢了过去 七手八脚的接过紫荆 仔细翻看了一阵后 这才将注意力 移向紫荆内部的 些许细微杂志上 不论是什么元素 单质只会存在于理论中 也就是说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绝对纯净的东西 正因如此 作为荷尔玛通用货币的水晶 其杂志已经看作 鉴别真伪的标识了 如果真的通透迎撤 一丝杂志没有 那么不用看 都知道是假货 突然 娇小女子像是发现了什么 看着手里晶莹的紫荆 兴奋地喊叫起来 上次给那家伙的水晶 被宁安置了跟踪讯号 西魁没有回话 独自走进了虫洞 随其虫洞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眼看即将消散 娇小女子前踏几步 但在消散之前钻了进去 欢迎光临红浪漫 男兵一位 走进刚吉尔行会的瞬间 大厅一位身姿曼妙的女人 突然扯着粗犷的嗓门喊了起来 着实把王正吓了一大跳 不得不说 荷尔玛兴系的种族五花八门 长得像人的 仅仅占了三成 而且大多还只是出具人形 没个人样 除了门口的粗犯迎兵 走进行会大楼内部 放眼望去 仿佛来到了侏罗纪时代 不要说人了 地上爬的 没腿蹦的 团成球滚的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比踏马的商品种类还多 但是有一说一 不愧是蜂窝新区的 刚吉尔行会 资源比起 莫尔黎叔管理的分会 豪华了不止一星半点 单单是眼前的这座大厅 尽管莫尔黎叔的大厅 已经足够大了 可跟眼前的一比 仍然有些不够看 从外面进来 完全没有走进房间的感觉 根本就是 从一个世界 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至于售卖的商品 抬头看去 密密麻麻的一层接一层 几乎要堆到了天上 正准备找个人 打听一下武器售卖区 身后突然有人主动打起了话 朋友 一个人 王正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一个 披着漆黑大厂的家伙 偌大的兜帽 盖住了整个脑袋 连同整张脸都被遮住 看着眼前人 王正没有来 生出了一丝厌恶 是啊 我还单身 黑大厂明显愣了一下 略作迟疑 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 王正这话的意思 王正也懒得理会 做事迈步就往前走 走出没几步 黑大厂便追了上来 朋友 哥们 王正直接开口 打断黑大厂的话 我暂时还没有那方面的需求 想赚钱的话 麻烦去问问别人 阴影中 黑大厂的脸 似乎更黑了几分 呆呆地目送 王正走远 却又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 这家伙 似乎把自己当成了 某种不正当行业的从业者 黑大厂握紧了拳头 火气有些生疼 犹豫再三 还是又一次追了上来 追上来以后 还不等说话 王正已经开始不耐烦地 白起了手 死剥裂 屁股仰掌别人 我帮不了你 你马个别 黑大厂实在受不了 跟这小子逼逼赖赖了 索性直接撕破脸面 开口说道 臭小子 看来你真是活够了 我代表军事法庭 向你跟敌位问好 文言 王正本就不约的表情 更加阴冷 难怪瞅着这家伙 怎么都不顺眼 原来对方 瞅着自己也不顺眼 那还费什么话 左臂瞬间覆盖齐凯 趁着人群繁杂之际 猛得出拳 狠狠砸向黑大厂的面门 只听砰的一声 黑大厂发出一声惨叫 整个人开始后仰 倒飞了出去 惨叫声 顿时就吸引了其余人的注意 纷纷扭头看了过来 黑大厂置若罔闻 捂着脸站起身 难以置信道 你 啥 还要 王正摇摇头 露出满脸的无奈 却还是拎着附着齐凯的左臂冲了过去 真是个欲求不满的玻璃啊 眼瞅着王正逼近 黑大厂吓坏了 连忙向后退去 退步途中 身后浮现虫洞 敲你马 发出最后的一声怒吓 在众目睽睽中 黑大厂消失在了虫洞里 见此一幕 王正没什么反应 其余人顿时发出了阵阵惊呼 传输装置受材料限制 除了极具势力的大家族 平常人根本连剑都难得一剑 而刚刚的人随手就拿了出来 说明其身份绝对是非同小可 如此人物 竟然被人一拳掏飞了 这岂不是说 此人的身份游在其之上 一时间 所有人看向王正的目光 都开始不一样了 甚至于不少雌性生物 已经开始扯裙子吞肩带 尽可能的露肉 然而此时的王正 并没有功夫在意这些 而是满脸凝重的抬头看去 就在那个黑大厂离开后不久 能够明显感受到 空气中多了一起紊乱的频率 这是由物体高频阵战 带动起来了乱流 换句话说 就是有某种高速 高频 高能量的物体 再朝这里快速靠近 第156章 三大王旗 抬头看去的瞬间 头顶突然爆发出一团 巨大且热烈的火花 火花所散射出的光芒 眨眼便遮盖住了恒星 澎湃汹涌的气浪化作实质 迅疾而刚猛的喷涌 坚固的刚介尔行会大楼 当即被摧毁了大半 数不清的建筑 碎材崩飞入空 将沿途的商品摊位 撞得七零八落 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这些碎材 竟然没有朝着地面坠落 而是浮在空中 胡乱地向着四周飞射而去 突如其来的事故 惊出了大片的惨叫声 尤其是待在上层位置的部分人 直接被强劲地冲击波殃及 脆弱的肉体在接触的瞬间 立马被催发成了灰烬 连点痕迹都没能留下 卧草 处于大楼最底层的王正 无疑是极其幸运的 趁着还没被爆炸殃及 做事就要拿出传送装置转移 可还没等王正把手伸进怀里 一道奇楷 撞破了半束墙壁 悍然冲进了大楼内部 随意扫了慌乱的景象一眼 甚至连停留的功夫都没有 当即就低头锁定了 被层层事物遮盖住视线的王正 背后光焰奔腾 数十发小臂长短的导弹 宛若折龙复苏 一一探出头来 借而机舍而走 分别从四面八方 划着弧线朝王正冲去 一切不过电光石火间 王正伸进怀里的手 都还没来得及抽出来 那数十发导弹就已经撞了过来 等就逆卷的气流更加汹涌了 一道斥裂到极致的光球 经过极致的压缩后 骤然膨胀开来 体积以肉眼难以接受的速度 快速扩张 沿途将所能触碰到的一切 悉数吞没 直接转化为了自己的一部分 距离大楼发生爆炸 只过了几个呼吸 大楼里的一切 已经全部被光球吞噬干净 体积也挤满了大楼的任何一个角落 轰然一声 大楼再也承受不住如此距离 从内部炸碎开来 强劲地冲击荡平一切 将附近的所有楼阁 一并销毁殆尽 再看王正 似乎连渣都不剩了 黑大厂从当空走了出来 手里握着一台热源感应装置 挨处仔细搜索了一番 确认没有任何的生命感之后 抬眼朝头顶的那套 齐凯招了招手 齐凯的主人了然 目光放远 数不清的民众已经乱成了一团 更远处 似乎有数十道身影 朝着这里快速破镜 看样子 应该是附近的守备军 但齐凯的主人 并没有就此撤退的意思 而是悬于高空 近等那些守备军的降临 就这样撤了的话 目击者太多 眼线太密 所谓死无对证 只有把这片区域的全部生命 都给清除干净才可以 速战速决 黑大厂开口叮嘱道 齐凯有些不耐烦的回应 小的小的 你好烦 说吧 手中有奔勇的气团开始凝聚 继而整条手臂 都呈现出异样的光斑纹路 源源不断的能量 悉数向着掌心汇聚 如果王正还活着的话 看到眼前的一幕 一定会差一道惊呼出声 因为这一招在地球 实在是如雷贯耳 七冲珠超级绝学 每次战斗的压胜神迹 元气弹 不得不说 除了汇聚能量的方式不同 其余的不论是手法 还是蓄力要求 几乎都与其一模一样 喂 够了 黑大厂看着齐凯手中 已经有脸盆那么大的光球 忍不住出声制止 你还想把这颗星球毁了不成 一声轻唤将齐凯的主人 从尸神中叫回 低头居高临下的 看了黑大厂一眼 整条手臂 此刻已然被白雾包裹 散一出阵阵恐怖威压 一掌吩咐过 以绝后患 那条拖着光球的手臂 被高高举起 声音从齐凯里传来 眼看对方扳出了一掌 黑大厂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只得微微叹了口气 重新布置好虫洞 准备撤离 与此同时 废墟之中 突然凭空出现了一道微型虫洞 一条修长的腿 率先从中叹了出来 随即便见熙奎 踏足了这片土地 娇小女子紧随其后 小跑着冲了出来 看着眼前的满目疮痍 甚至于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了 娇小女子诧异地捂住嘴巴 惊声道 那家伙 开始对平民出手了 熙奎没有应声 雾字抬头看向天空 那道悬于高空的齐凯 分外耀眼 尤其是手握一颗巨大的光球 跟手握星辰无异 至此 熙奎的峨眉促起 朱唇倾吐一句 孩儿兄弟 娇小女子脸上的诧异更甚 随着熙奎看着的方向一去视线 果真是见到了那套极为熟悉的齐凯 军事法庭二十四王座之一 雷撤 没有任何的犹豫 熙奎背后附着齐凯 朝着上空飞射而去 秦岛 你竟然对兴区的平民下手 军事法庭的三大禁令 你给忘记了吗 再见到熙奎的瞬间 秦岛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便恢复过来 施以冷声道 亲爱的熙奎勉下 能在这里碰到 你可真是我的荣幸 不过你也不必急着审判我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议长大人的命令 有什么问题 尽管回去询问就好 熙奎面如寒霜 冷冷地盯着眼前威压害人的王岐气开 我当然会去 而且是带着你一起去 秦岛的语气明显变得不悦起来 出声质问道 怎么 杀人无数的熙奎勉下 因为几条人命 就打算站在道德制高点审判我了 我好怕怕 说吧 秦岛的语气皱冷 态度生硬道 我就站在这儿 看你如何带我走 熙奎无言 默默催动 齐凯附着全身 转瞬间 星红如火的齐凯 展现于眼前 双方扶空对峙 眼看气氛剑拔弩张到了极点 不远处书地想起了另一道声音 熙奎阁下 你的手伸的有些长了 王座行事 还需要跟你汇报不成 你当你是谁 二十四王座之一 语书 孩儿兄弟 秦岛孩儿 双王齐 雷彻语书 两道王级 齐凯一前一后 将火风烧云围堵在了中间 秦岛笑得有些肆意 一只手继续拖着那颗光球 另一只手向前伸出 冲面前的熙奎勾了勾手指 来 刀走 第157章 超级柴刀 地面的娇小女子 看得心急不已 身为熙奎的贴身侍卫 实力自然也不容小觑 一路走来 也算是经历过大小恶战无数 对于军事法庭的情况 更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 王旗之间 优势互有高低 实力的话 或许存在上下之分 但差距极其微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火凤烧云 作为偏爆发象的王级齐凯 是王旗中的特例 是唯一一套非综合型的齐凯 近战狂魔 逢战必厮杀 这也是熟悔女魔头称号的由来 论性能论制导 火凤烧云远远不及其余王级 但论近战爆发力 火凤烧云要凌驾于其他王旗之上 但凌驾不等于碾压 一套王级或许不低 但是两套的话 虽不能保证稳赢 但一定不会落败 眼看熟悔陷入被动 娇小女子也顾不得其他 帅及七楷迅速覆盖 朝着上空急速飞去 加入战局的瞬间 原以为能够加持些许底气 可没想到三套王旗对峙依旧 看都不曾看过自己一眼 没办法 王级跟帅级之间的差距 就好比核弹与子弹 你就是一百万颗子弹扎堆引爆 也不及一颗核弹来得痛快 不信 那你去某个负面的巴达岛上 问问是不是这样 看着已经被震慑住的火凤烧云 尽管秦岛的脸已经被遮挡住 仍是可以感觉到 其表情的细血 来啊 说你带我走 说吧 秦岛也不再磨叽 看都不看熙回一眼 操控着雷撤转过身去 怀抱那颗脸盆大小的光球 已经对准了脚下的土地 可还不等将光球投掷出去 一道格外突兀的声音 凭空响起 好啊 三人皆是感到心头一惊 自身可是王级奇恺 所有的运行系统 都是最顶级的 有人出现在自己附近 居然没有丝毫的察觉 不对劲 三人刚要有所反应 突然有一道身影杂落 不知是什么东西 从雷撤的背后穿过 自胸前穿透而出 秦岛手中的光球猛的一闪 随即化作碎光散去 胸前火花四溅 或许是感受到了胸口的痛意 秦岛缓缓垂下头 向着胸膛看去 一柄柴刀 平平无奇 却轻易洞穿了 能够抗住当前和尔玛兴系 一切理论公式的王级奇恺 天空风声呼啸 云海翻涌 四个人四双眼睛 皆是满眼错愕 突然出现的神秘奇恺 拿着一把毫无特色的刀 重伤了一位王奇 瞬间过后 娇小女子最先反应了过来 这台神秘奇恺 赫然是当初 袭杀得图立统 以及朗培的始作俑者 吭吃一声 柴刀从胸膛抽了出来 秦岛只觉得胸前一凉 似乎有什么东西 从体内跑了出去 低头一看 原来是鲜血在止不住的喷涌 随即两眼一黑 笔直地朝着地面坠落而去 煞时间 地动山摇 地面上一道巨大的深坑出现 激扬起铺天盖地的尘土 飞了漫空 眨眼的功夫 三大王奇只剩下了其二 余下的俩人也忘记了对峙 呆呆看向面前的漆黑漆凯 王吉 也不是王吉 王吉之上 你 不知道过了不知多久 海尔这才反应过来 看向地面不知生死的倾斗 暴怒如雷 作为海尔兄弟 自然是形影不离的 两兄弟联手 不知道干死了多少几手的新兽怪物 无往不利的力剑双人组 怎么突然就被干死了一个 不 不会吧 娇小女子低声喃喃着 有些无法置信身为 和尔玛兴系 仅有的二十四位王吉 齐凯 竟然会如此轻易地丢掉性命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 令人不得不信 别担心 他还活着 似乎是看出了三人的惊疑 漆黑齐凯好心提醒 此时的王正 早已是喜不自胜 若非碍于当前的局面无法收场 非得好好抱着手里的柴刀研究一番 这玩意儿制造粗糙 浑身上下都挑不出一个优点 独独这不知名的材质 勉强能拿得出手 然而让王正没有想到的是 这玩意儿竟然可以充能 并且跟寻常的充能装置不同 这玩意儿的承受极限超级大 甚至是吸收点一整个的 迪瑞诺森德勇动机都不在话下 刚才往柴刀里 注入了一部分的能量后 可以明显感受到 这把刀在手中颤动 就好像活过来了一样 轻易就捅穿了象征着 荷尔玛兴系最高文明的王吉齐凯 低头翻看了柴刀一眼 在吸收了能量以后 这把刀似乎变得有些不太一样了 只是究竟哪里不一样 王正也看不出来 王正心情大好 瞅着地面已经没了动静的情报 开口说道 不光要带你走 我还打算送你走 抄腻马 只以为哥哥被杀的海尔 直接被愤怒占据了理智 不顾一切地冲向王正 面对气势汹汹的王吉齐凯 换作以前的王正 或许会忌惮三分 想着退却 可如今手握破合塞卢能源板 以及柴刀两大底牌 带到海尔冲来 王正已经又一次举起了刀 吸收了大量能源的柴刀 依旧是那般古朴无奇 可唯有王正最是清楚 一刀滑去 碰没碰到都还不知道 语书的胸前 已然出现了一道光滑的裂痕 指着一刀 海尔硬生生止住了脚步 满腔怒火被浓浓错愕取代 这是刀 你给我等着 海尔抛下狠话 竟然开始后撤 但王正又谁让他如愿 手持大柴刀 三步并坐两步便追了上去 坑吃一刀劈在了语书的头盔上 坚固的齐凯瞬间被撕碎 露出了里面海尔的后脑勺 坑吃又是一刀 海尔的左肩也从齐凯内部露了出来 海尔快要被吓坏了 操控王旗纵横心欲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砍王旗齐凯如同切菜 你这是什么几把离谱的刀 啊 狼狈跑路途中 屁股上被砍了一刀 这次的力道似乎要重了些 冲破了齐凯还没停下 硬生生对着屁股拌来了一刀 疼得海尔眼泪都要掉出来了 打也打不过 跑又跑不过 眼瞅着小命不保 海尔当下心一横 直住脚步转身冲向王正 欺人太甚 跟你拼了 说吧 整个人便俯身下扎 朝着王正顶撞而去 还得是远处的熙奎深有见地 呼喊出声 他要自爆了 第158章 调戏你 自爆 王正着实有些诧异 没有料到身为王级齐凯的驾驶者 内心居然会如此脆弱 动不动就要自爆 难怪和尔玛欣喜的王级齐凯 少得可怜 合着不是受制造条件影响 而是架不住这些家伙 拿来当自爆卡车丸 王正快速朝着冲来的海尔 竖了个中指 随即身形暴退 强大的推力 瞬间就拉开了二人之间的距离 根本不给对方 丝毫能贴身的可能 娇小女子看得惊奇不已 连忙给一旁的熙奎传讯 这 这套齐凯的性能 未免高到离谱了吧 熙奎保持肩默 一双眼眸紧紧盯着王正 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虽说对这套齐凯的性能 还不甚了解 可就目前的种种表现来看 已经完全超过了 王级齐凯应有的表现力 会是他吗 熙奎脑海中 莫名浮现出了 当初在那间小破酒吧里 见到的身影 反观自爆卡车这边 海尔眼瞅着就要追不上了 气得牙关紧咬 却又无可奈何 纵有不甘 也只好作罢 可就在海尔放下身形 不再追逐之后 王正竟也跟着降低了速度 逐渐慢了下来 并且比海尔的语书 还要更慢一些 见状 海尔先是一愣 随即陷入狂喜 看来这套齐凯 跟火凤烧云一样 都是属于爆发型的 续航什么的差的一批 现在已经开始坚持不住了 想到这里 海尔心中稍稍有了一丝慰藉 王级齐凯 作为荷尔玛最屌的科技结晶 这么多年 都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位置 属于是当之无愧的 屁腻众生 结果随便跳出来 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魄气 逮着自己就一通吊打 这叫人如何受得了 好在一切只是乌龙 这小子不行 海尔顿时来了动力 重新提速追了上去 自爆 不需要 对方连能量都不够了 锤也锤爆他 海尔一边加足马力往前冲 一边开始凝炼光束炮 随时准备找机会 给予对方致命一击 可就在即将追上的瞬间 王正陡然加速 又迅速把海尔给远远抛下 嗯 看着一下子跑出很远的王正 海尔不由地皱起眉头 还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只冷笑一声 说道 苟延残喘 说罢 便也跟着提速 朝着前方奔去 二人之间的距离 再一次被拉近 海尔也不磨叽 手里狂搓元气弹 准备再近一点的时候 就扔到王正的身上 两人的速度 相比刚才攀升了一大截 追逐站已经离开了 当前的星球 奔向了太空 手里的元气弹越挫越大 王正的背影也越来越近 海尔举起手臂 做事就要把元气弹推过去 元气弹触及王正后背的刹那 王正竟然再一次提速 又把海尔远远地落在了身后 海尔的笑意在脸上凝固 举着越来越沉的元气弹 突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随即开始破口大骂 他骂的 你欺人太甚 海尔的脸色铁青 气得喘息都变得粗重起来 看着远处轻飘飘 又一次降速的王正 海尔彻底明白了 这小子哪里是没能量了 根本就是在耍着自己玩 自己一个劲地吆喝着 自爆自爆 合着人家完全没当回事 听着背后传来的怒骂声 王正转头看去 在海尔又惊又怒的目光中 缓缓比了个中指 该死的 海尔嘴里发出牙齿摩擦的声音 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 怒火攻心下 也顾不得王正是不是在调戏自己了 当即提起最大动能 以超越光的速度 奋不顾身地向前方冲去 与此同时 坠落在地面的秦岛 也悠悠醒来 胸前致命的伤势 已经被自动修补 尽管如此 仍是让秦岛感受到了 阵阵难以言喻的痛楚 之前的一切 发生得太快突然 直到现在 秦岛也没能整明白 自己是怎么躺下的 因为周遭的建筑物都被毁灭 原本凡胜的街区 此刻只剩下了一片狼籍废墟 所有人都在狼狈奔逃 完全顾不上往这里瞅上一眼 尤其是负责此地治安的守卫军 在监测到 可恶 秦岛捂着剧痛不已的胸口 迅速向海尔联系 人在哪 干掉没有 那家伙什么来头 海尔默默发来定位 随后便有急促的声音传来 别踏马问了 过来跟我干死他 文言 秦岛的脸色一僵 隐隐感到不妙 先前自己被一刀放倒 虽说有些不可思议 却也有自己轻敌的成分在里面 可眼前能够把海尔逼得爆粗口 由此可见 这家伙的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就在秦岛滑出虫洞 准备赶过去支援的时候 远处突然传来了破空声 一袭火红的身影 从高空飞掠而来 笔直地悬停在秦岛的头顶 你想去哪 声音如若初春的寒潭 冷漠且悦耳 秦岛看向那道火红的身影 目光变得忧沉 索尔西奎 你最好想明白 你是在做什么 西奎表情淡漠 伸手指向不远处的废墟 你刚刚杀掉了我的丈夫 现在居然反过来问我要做什么 丈夫 秦岛脑袋有些发懵 这个每天只知道 逮着心外生物杀来杀去的暴力狂魔 什么时候搞来的丈夫 心思紊乱的秦岛长出了一口气 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毕竟自己弟弟那边情况不明 绝不能再跟这个疯子磨叽下去 略作沉吟 秦岛终于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还记不记得 那个被迪诺藏起来的机械师 西奎倾促起眉头 问道 机械师考核之后 莫名消失的那个 秦岛点点头 继续说道 那个名叫王正的家伙 他被迪诺藏起来了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 就是监测到了他的生物信号 杀掉他 也是一掌大人的安排 殃及你的丈夫 确实是我们没有料到的 况且 最后的话秦岛没有说完 西奎的个性极为强势 虽说对待弱者有怜悯心 却不会有任何的同情 这种轻易就死去的人 绝不会得到西奎的真心 第159章 不装了 果不其然 就在秦岛把话说完后 西奎陷入了沉默 两久之后 西奎才缓缓开口 你的意思是 那套奇楷 也是出自敌瑞诺森德之手 秦岛点头应声 极有可能 小姐 见西奎不再言语 娇小女子连忙开启独立传讯 小声说道 西奎抬手指住娇小女子的话 没有回应 只默默看向身前的秦岛 先前正是因为 怀疑自己这位名义上的丈夫 与神秘王岐有关联 所以才会赶来这里寻她 如今王岐已出 且极有可能是狄诺传人 自己这位名义上的丈夫 是生是死也就不重要了 但 西奎仍在接末 这个地方距离六号星区 极其遥远 若是不借助虫洞的话 即便依靠超巨星航 也至少需要十五天的时间 孤身一人 不远一亿万里 来到这种贫瘠的小地方 想做什么 另外 竟然跟迪诺的传人 一同出现在这 是不是太过巧合了 突然 西奎的眉眸闪动 脑海浮现出一个 不可置信的想法 他 就是迪诺传人 不过这个想法 也只是一瞬间 很快就被西奎摒弃 毕竟自己对这个 名义丈夫的底细 调查得非常清楚 乔里马 张三 为了生存 一家三口 从平吉星区 乘坐非法星航 偷渡到了核心星区 结果途中 遭遇了一只成年的吞星符 父母丧生在吞星符之口 若非是苏埃尔家族 及时出手 就连他本人 也要死在那里 也正是因为这场 突如其来的灾祸 使得其星星格外胆小 以至于在入坠 对苏埃尔家族后的某天 在见识到 尖星级的高射炮后 直接吓得屁滚尿流 这种人 怎么可能会是 亡极其楷的拥有者 看一眼周遭废墟 萧嫣还在弥漫着 原本还十分繁华的街区 此刻已然遍地狼藉 粗略估计 少说 有上万人死在了这里 西奎心中 没有任何的悲悯 尽管前不久 他还想替这些 无辜受难者讨要说法 但当事关自己的权益出现时 这些惨死之人 也就成了无关紧要的牺牲品 公义 公道 难不公平 毕竟亡极其楷 本就凌驾于寻常生命之上 片刻过后 西奎虚空一指 冲着下方的秦岛说道 带路 文言 秦岛紧张的神情 顿时舒缓开来 同时体内更迸发出震震喜色 那套神秘亡极的主人是谁 暂时还无法得知 但是从性能上来看 似乎还在正常的亡极其楷之上 若是只靠自己跟弟弟海尔 恐怕还无法将其制服 甚至有可能不敌 不过有了西奎的加入 一切就会不一样了 这个战争狂魔 作为王岐中唯一的爆发型奇楷 能够跟吞心浮桌对厮杀的猛人 迄今为止 还不曾找到过 能与之正面抗衡的对手 想到这里 秦岛心绪大定 稳了 迅速锁定 海尔暴露出的目标 随手划出虫洞 一马当先冲了进去 西奎没有任何的迟疑 紧随其后 娇小女子 最后看了已经化作尘埃的 刚继尔峰会大楼 叹了口气 还是跟着追了上去 此时的王正跟海尔两人 在超光速的加持下 你追我感极为激烈 不知不觉中 已经冲出了蜂窝新区 来到了未经开化的无人兴区 无人兴区并不是不具备生存条件 而是还没有得到充分探索 是否存在文明尚不明确 就好比地球上 十四世纪发现了北周 对于欧国人来说 这是发现 可对于在北周生活了 无数岁月的阴安敌人来说 这并不属于发现 相反 这是噩梦的开始 也不知道追出了多久 语术的能量已经消耗不半 在长距离的追逐中 海尔的怒气也逐渐消散 慢慢清醒了过来 这套神秘王旗所表现出来的战力 即便自己最后追了上去 也只有挨揍的份 况且 对方明显是在戏耍自己 为了防止追不上 还有一几次降低了速度 但海尔却还是强忍着 这股憋屈的火气 有条不紊地追着 毕竟自己一个人不是对手 两套王旗总该能够抗衡了吧 两套不行 那就三套 反正自己已经把定位锁定 只需要等秦岛跟西葵追上 三打一 你在牛逼轰轰 还能一人打三套王旗不成 这时 二人的面前陡然出现了一条漆黑的裂痕 秦岛所驾驶的雷撤从中走出 悬于星空拦住了王正的去路 紧接着 裂缝里又有一道火红身影走了出来 正是火凤烧云 当然 还有一套被一度忽略的帅秦岛 看着伤口已经基本愈合的秦岛 王正止住身形 也没觉得多么意外 毕竟连伟长生都可以实现的文明 至于一些非致命伤 完全是轻而易举 手道擒来的 一时间 三套王旗秦岛分别悬于一方 呈现三角之势将王正围困其中 又见面了 秦岛捂着自己的伤口 语气默然道 你这一刀 我会想办法还给你 被三套王旗围住 王正并没有丝毫的慌乱 反而还有闲心成口舌 真是不好意思 我送出去的东西 没有要回来的习惯 哼 秦岛冷冷一笑 大为不屑 代我向迪诺问好 话落的瞬间 三套王旗以惊鸿般的速度行动 分别从不同的方向 袭杀向中间位置的王正 三道强劲的气流 澎湃着撞击到一起 直接逆卷起来 向着周围炸散奔涌 西奎的眼神最先领起 连忙向海尔兄弟传训 小心 可惜这话还是晚了半步 不等海尔有所反应 王正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身侧 挥出的拳头突破阴障 重重轰击在海尔的肩头 指着一拳 海尔驾驶的语书周身 发出刺耳的声响 旋即便如炮弹出膛一般 倒飞了出去 直接撞进了究竟的一颗星球 引得轰鸣声阵阵 久久不见动静 之所以来着 这无人的未知心躯 就是为了能躲避眼线 不再隐藏实力 确定附近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后 不装了 摊牌 瞬间解决掉一人 王正回望秦岛 还是先带我向你主子问好 第160章 骤驾来袭 突如其来的一幕 直接让海尔跟西魁两人 一同愣在了原地 原本还固若金汤的三角阵形 此刻已然呈现土崩之势 还不等两人有所反应 王正的身影突然从原地消失 下一瞬 又陡然出现了在秦岛身旁 又是简简单单的一拳 斜着强劲的音爆声席卷而来 秦岛呆呆地望着迎面的拳头 却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因为他知道 一切的抵抗都是突然 绝无抗衡的可能 冰冷的机械拳风擦燃气流 声腾起咆哮的火龙 火龙巨口开河 眨眼便将秦岛的单薄身躯吞并 前后不过呼吸间 两套王级七楷被王正秒杀 做完这些以后 王正缓缓挺着腰身 摇摇看向远处一动不动的西魁 还是全程没有存在感的娇小女子 率先反应过来 猛地冲到西魁身前 将其护在了身后 尽管表现得异常勇猛 可面对如此深不见底的对手 娇小女子仍是止不住的紧张 然而王正的注意力 并没有落在娇小女子身上 只跳过对方看向了远处的西魁 虽说同为王级 但王与王之间仍然会存在差距 眼前的这套火红奇楷 可以明显感觉到 跟那对海尔兄弟相比 威胁简直超出了一大截 所以 在面对这套火红奇楷时 王正总算收起了试探的心思 决定动用权力 以最快的速度击溃对方 毕竟这三人来者不善 背后极有可能是 和尔玛星系的掌权级人物 自己的身份一旦被深挖出来 地球可能也会出现暴露的危险 就在王正将 马力复和提速运转的途中 身下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破空声 紧接着便听到耳中 有条音频强行挤了进来 狂妄 低头看去时 竟看到秦岛跟海尔的身影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自己飞射而来 两道身影笔直升空 头顶斜着燃烧着火焰的阴障 仿佛两颗助推完成的周导 再无能够拦截的可能 虽说王吉奇凯 对拥有破合赛炉能源版的王正来说 尚够不成太多的威胁 却也还达不到可以无视的程度 尤其是此刻的海尔兄弟 大有一副要跟自己同归于尽的架势 见状 王正没有丝毫的犹豫 果断选择掉头远顿 但早已被王正打碎了自尊的海尔兄弟 彻底陷入了癫狂状态 连续航都不考虑了 直接将能源悉数倾注到了动能装置中 以超负荷的强劲马力向着王正追赶 意思很明显 自杀是冲击 小姐 我们 娇小女子的后背 已经被惊出的冷汗尽尸 看到王正离开后 竟然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虽说帅气对招王奇有着不小的差距 可放眼整个和尔玛星系 也仅仅只有24套王吉奇凯而已 毫不夸张地讲 娇小女子的这身帅吉奇凯 已经可能看作是和尔玛星系 横着走的依仗了 另外 追随自家小姐这么多年 多少苦战恶战都走了过来 即便不敌王奇 也有一战的勇气 但在那套神秘王奇面前 竟提不起丝毫抵抗的心思 分外不安地看向西奎 小声传讯道 要不还是通知军事法庭那边吧 眼下的情况已经无法收场 如果事态真的闹大 军事法庭跟机械师行会的矛盾 可就摆在明面上了 况且 还有海尔兄弟跟这两套王奇 损失在这里的话 估计组织要大伤元气了 闻言 西奎先是沉默了片刻 随即才缓缓开口道 不可 啊 娇小女子不免有些大吃一惊 意外于自家小姐 此刻作弊上官的漠然态度 迪瑞诺森德 在荷尔玛的影响力 甚至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八大联盟 毕竟就连荷尔玛如今的发展运行体系 都逃不开与迪诺的担心 也正因如此 迪诺的拥躬实在太多 俨然是成为了一大批 有着绝对忠诚信念的信徒 对于一个高速发展的超级文明来说 这种近乎于洗脑的宗教性质的存在 绝对是个莫大的威胁 既然除不掉对方 就只有削弱他的势力 不然的话 也不会一下出动两套王旗来袭杀对方 身为军事法庭的核心成员 西奎自然是能够轻易理清其间的脉络 可西奎不仅没有半点行动 反而还主动制止了娇小女子 看着已经消失在了视线尽头的三道身影 西奎又是一阵良久的沉默 纵身追赶过去 一个迪诺已经耗尽了荷尔玛的半数资源 使得荷尔玛不得不在暗中搭建掠夺小队 进行那些见不得光的轰抢行径 荷尔玛星系已经支撑不起 出现第二个迪诺了 这套神秘王旗的主人非杀不可 骤驚 身后 娇小女子突然惊呼出声 向着前方望去 果真是看到了一道极为庞大 几乎占据了目光所能触及到全部视野的巨型生物 骤驚 一种自弹生气就终生在宇宙间游荡的生物 体型堪称现有已知文明的历史之罪 而骤驚 也被荷尔玛评为唯一一种不可抗拒的非常因素 毕竟在骤驚的面前 吞心服也成了一口货色 熙奎突然转身 一掌拍在了娇小女子胸前 直接以巨大的力道将其拍的倒飞出去 就在挥出这一掌的瞬间 一处巨大的黑洞从身后不远处凭空浮现 强大无比的吸引力将周围的一切全部锁定 随即便如金犀牛影般 悉数收拢了进去 而骤驚女子却因为熙奎的那一掌 恰巧躲过了黑洞的引力范围 不过眨眼间 凡是黑洞所能影响到的地方 不论是星球还是巨大星域 无疑幸免 全都被吞入其中 吃掉这一切后 骤驚没有任何的反应 就好像吃掉了一群小虾米 挥动绵延亿万里的巨大羽翼 转身向着星空深处探去 王正跟海尔兄弟以及熙奎 四个人皆是消失不见 再没了其他踪迹 独独剩下了被骤驚 惊到呆住的骄小女子 当后知后觉 发现身边不见了自家小姐后 骄小女子的神色 明显变得慌张起来 也顾不得先前小姐是如何嘱托的 果断问询向军事法庭 第161章 家庭矛盾 王正猛地睁开了双眼 眼前是一片漆黑的死寂 运转旗铠之后 发现周围的环境 呈现出一片虚无的质感 骤驚的躯体实在是太庞大了 即便是被吞进了肚子里 仅仅是胃部的容积 就足有十几颗行星的大小 同时 因为一切信息都被隔绝 根本无法有效定位方向 使得王正 只能如同一只无头苍蝇 在胡乱转悠 齐铠散射出的赤裂光芒 效果频频 勉强照亮眼前五步以内的视线 无奈之下 只好缓缓摸索前进 走出没多远 王正突然从前方 感受到了一股异样的气息 穷极目力向前看去后 这才隐隐看出 是一道身影的模糊轮廓 待到身影临近 王正的眉头顿时轻挑起来 火凤烧鱼 在见到王正后 熹葵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停下了脚步 与王正摇摇相视 一瞬间的对视过后 王正率先做出了回应 踏步挥拳 直奔熹葵 一气呵成 如果不是被突然出现的骤惊生吞 眼前的这套火红色的王旗 势必会成为一个棘手的强敌 威胁甚至要比哈尔兄弟更大 所以 即便此时的处境不容乐观 可王正却仍不准备放过这样的绝佳时机 敌人不能化有 那就消灭 显然 对面的熹葵也是这个想法 两套同样以爆发力建筑的王旗齐凯 几乎在同一时刻抱起 朝着前方轰然冲撞过去 然而就在两道身影触碰到的前一刻 两人的王旗 突然出现了瞬间的停滞 悬空的刹那 齐凯闪过一抹亮光 继而被动解体 仅存的光明消逝 失去齐凯的两人在猝步及防下 有些七昏八速的脑袋 用力摇了摇后 发现破合塞炉能源板 已经失去了运转能力 一定是空间压制性 骤晶的胃部空间虽然辽阔 但能源并不永恒 消耗无法实现转换循环 从而导致能源板不能补充能量 王正看着眼前的黑暗 难难低语道 不过还好 连破合塞炉能源板都无法运转的话 迪诺永动机更没有继续运行的可能 想到这里 王正突然握紧了拳头 开始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对方长期依靠齐凯行动 必然是过度依靠科技 其肉身自然不会太强 而自己却不一样 地球的科技文明虽说在突飞猛进 可绝大多数还是在借助人工 尤其是自己在连续遭遇了多次的暗杀后 曾找到报警东专门特训过肉身强度 平时没事 还经常练几次张德杰送给自己的武情戏谱 就凭现在的身体素质来说 王正自信 在同体型下 赤手肉搏应该不会逊色于任何人 奈何周围实在是太寂静了 摸索了好一阵后 仍没发现对方的踪迹 就在王正快要放弃的时候 手掌突然找到了一丝触感 随手捏了一把 不由得猝起了眉头 什么东西 为何如此柔软 莫非是皱经的未必 疑惑中 王正又用力捏了几下 舒服吗 黑暗里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了出来 闻言 王正顿时就反应过来 猛地缩回了手 对不起 随即心绪威胁 这王级齐凯的主人 竟然还是一位女子 这样的话 胜算就更大了 尽管视线受阻 仍能依稀看出 眼前人颇为鲜瘦的轮廓 王正心中大定 当即握紧了拳头 朝着声音的来源扑去 对不起了 心中规划好的制敌方案 并没有实现 甚至就连给王正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还不等冲到近前 只觉得有一阵急促的风吹了过来 旋即就感觉到 有重物直挺挺地砸进了胸口 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把他给顶飞了好几米远 倒地之后 胸口的预毒感越发严重 以至于呼吸都在刹那间停掉了 还不等喘息恢复 又明显感受到有人栖身而上 一只手按在脸上 一只手按在胸口 将王正牢牢地限制在了地上 直到被人擒住 王正这才从窒息中缓过神来 眼中不由地泛起一丝恶意 这真的是个女人 为什么这么能打 要知道自己苦练格斗术 跟武情戏也有一年多了 而且年龄还正好处在体能的巅峰期 丢人啊 太丢人了 王正紧闭上双眼 任由对方把自己按在地上 还在这里足够的黑 根本看不清自己的脸 不然的话 真就是丢人丢到外星球了 正当王正心里稍微有了一丝慰藉的同时 突然耳边响起呲啦一声 火光从两人的面前燃起 照亮了王正跟熙奎的面容 跳动的火光下 两人的表情也逐渐变得精彩起来 王正躺在地上 脸被挤压到变形 眼里仍视止不住的流露惊慌 反观熙奎 一只手抓着一只自然虫 一只手按着王正的脸 同样是惊奇意外 沉寂过后 两人一口同声 是你 趁着熙奎失神 王正好似泥丘一般 左扭右扭 强行正开了束缚 飞快倒退远离 揉了揉有些吃痛的脸颊 王正看向熙奎的眼神 变得愈发凝重起来 当初在酒吧见到他的第一面 就足以断定 其身份绝非寻常 只是没想到 竟然会是王极齐凯的拥有者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家伙的格斗技巧 貌似要远在自己之上 熙奎随手将自然虫扔到地上 又从身后的包裹中 掏出了几只 用力一捏 自然虫挣扎了几下 似乎是感受到了威胁 迅速开始引燃自身 一连扔了几只后 附近的区域都被照亮了 看这样子 似乎这样的竟格对他而言 已经不是第一次遭遇了 做完这些后 熙奎没有对王正动手 而是自顾坐了下来 看着王正 眼神中有些百味杂陈 你让我很意外 王正微微一愣 心中有些不解 加上这次龙共就见了两面 有啥让你意外的 见王正疑惑地看向自己 熙奎面无表情 平静开口 我叫熙奎 苏埃尔熙奎 话出 王正两眼疏地邓元 脸上涌现出浓浓的错愕 只这一句话 顿时就让王正如遭雷击 呆愣在了原地 第162章 共情失败 王正傻傻地站着 两眼无神 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眼前这个刚刚还想要自己命的家伙 居然是自己名义上的妻子 当然 一切的条件 都是苏埃尔家族提出来的 自己这个便宜坠序 说抛弃就能抛弃 况且 自己也只是个冒名顶替的假货罢了 但联想到这段时间的际遇后 仍是觉得 跟对方的关系 有些玄妙 王正回过神 尝出了一口气 在自然虫的照射下 两人的面部表情 清晰可见 熙奎还是那副冰山般的面孔 仿佛任何事都不能让他的内心 产生一丝一毫的波澜 这么说 我为你安排的 王正揉了揉鼻尖 说道 你只说对了一半 熙奎没有说话 静静地看向王正 似乎在等他继续说下去 反正身处皱经体内 一切的信息都被隔绝 根本不用担心会传播出去 王正开口说道 冒充他人身份 确实是有意安排的 但入坠苏埃尔家族这件事不是 不是 熙奎皱起眉头 向来冰冷的脸上 第一次有其他的表情浮现 王正面不改色地说道 我是平实力 当王正把话说完后 气氛顿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中 见熙奎还在目光灼灼地望着自己 王正头一次有些不好意思 这个反应实在是太过冷漠了 他哪怕是冷笑几声 都不至于这么尴尬 最后还是熙奎打破了僵局 开口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即便是狄诺有意把你藏起来 也不可能连点蛛丝马迹都查不到 闻言 王正思绪开始飞转 目前的情况在于 齐凯无法召唤 而肉搏战又不是他的对手 唯有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了 王正突然摆出一副凝重的神情 长吐出一口气 缓缓说道 其实我并不是荷尔马兴系的人 熙奎点了点头 对他而言 这个消息并不意外 王正偷瞄了熙奎一眼 发现对方没什么反应后 果断开始放飞想象力 其实自从我记事起 就已经在宇宙中 随着那些星航流浪了 后来一次接恩巧合下 被一位荷尔马兴系的机械大师看中 在其临时之前 把全部的心得要领 悉数传授给了我 在熙奎的聆听中 王正继续胡周 越扯越远 先是一段颠簸曲折的童年生活 然后偶得其遇 获得了世上难得一见的超级传承 接着又是一段离奇的故事铺垫 换作是地球人 必然一下就能听出 这个故事是凭空杜撰的 因为单从情节来看 几乎就是照搬的一些小说的基础主线 可熙奎并没有觉察出任何的不妥 反而因为王正描述的会声会色 竟然还时不时的汗手应声 表示认同 讲到最后 王正脸上摆出一副畅往的表情 轻声叹道 因为没有身份 所以我只好前往荷尔玛的平级新区 用条件换来了一场机械试考核的名额 后面发生的是 以你们强大的情报网络 想必已经非常清楚了 就不需要我来叙述了吧 说完 王正抬头看向熙奎 直视向对方的眼睛 自己的话真假参半 为的就是能起到迷惑的效果 果不其然 在听完王正的话后 熙奎紧促的眉头没有舒展 陷入了轻微的思考之中 根据军事法庭所掌握的情报来分析 确实找不出什么参差偏差 王正第一次出现在荷尔玛的轨迹信息 就是在一处平级区的钢基尔分会 并且拿出了500克的金条 作为交易条件 与钢基尔分会 交换了一个机械师的考核名额 也正是在那场考核中 王正一名惊人 被机械大宗师迪瑞诺森德看中 为了避免半路夭折 迪诺决心在暗中培养 于是将王正的一切信息 给抹了个干净 照着王正的话来分析 不论是时间线还是情节走向 倒也都能跟自己掌握的情报背上 可这真的就是事实吗 看上去人畜无害 实则杀伐果断 毫不留情 这样的人会轻易说出实话 会轻易把自己的过往身份 全盘拖出 熹葵脑海里只有一个字 不 想到这里 熹葵暗中握紧了拳头 趁着眼下无法召唤七凯 倒是个生情王正的绝佳时机 这个想法才刚刚浮现 面前的王正已经先一步冲了过来 一记高位鞭腿是大力尘 直奔熹葵面门 力求一招致敌 熹葵反应如常 只是伸手一抓 便轻易扼住了王正的脚踝 随即用力向后拖拽 王正的鞭腿直接就泄尽了力道 整个人都被顺势带了过去 扑通一声 王正趴在地上 与骤惊的未必来了个亲密接触 吃不算 重来 患者脑部遭受重创 外加昏迷了十年刚刚苏醒 对外界适应力很差 心鉴定应该是创伤应激性障碍 平级新区一处最为穷苦的平民之地 破旧的医术大楼内 一个医生打扮的任务走出病房 看向病房外等待已久的年轻人 语气颇有些沉重 少年没有吭声 默默转头看向病房 视线还没落定 另外一名医生 好像断线指约一般 重重的倒飞出来 继而又狠狠撞在走廊的长椅上 与此同时 病房内传来吼声 大胆邪魔 竟然布下这等低劣的幻境意图迷惑于我 真是可笑 医生捂着胸口挣扎着爬起 冲着少年叫道 不是应急障碍 这是精神病 这就是精神病 医生 这是怎么回事 少年赶忙上前搀扶医生 试图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医生捂着闷痛的胸口 朗声说道 齐凯应激症候群 因为长时间使用齐凯 如今不再接触以后 难免会产生空缺心理 久而久之 便会意想出另外一个 能够填补这段空缺 少年目光凝重 缓缓开口问道 这种病 有的痣吗 医生叹气 胸口又在隐隐作痛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毫不夸张地说 绝症 第163章 神秘老书 这时 一位妇人姗姗来迟 连忙向医生询问起病房内的情况 少年如实阐述完之后 妇人不由的脸色大变 惊声道 什么 说吧 连忙拽着少年冲进病房 在看到站在病床上张牙舞爪的男人后 顿时急血攻心 险些昏倒过去 一旁的少年 倒是满眼惊奇 搀扶着几乎昏倒的母亲 上下打量起病床上的老书 差于自己这个便宜老书 在病床躺了十多年 竟然还能这么生龙活虎 要知道 一个人摊在床上十几年 四肢必然是会退化的 到时行动起来 都好比婴儿一般 需要重新熟悉 乃像眼前这货 不仅啥是没有 竟然还有力气 一脚把医生踹飞出去 对于自己这个老书 少年可以说是极为熟悉的 因为战后创伤应激的缘故 打从自己记事起 就躺在这里了 若要说经历过什么 谁也不清楚 只知道 老书曾经效命于军事法庭 开辟过很大一部分的心愈 然而出于某些原因 被迫从军事法庭离开 失去了齐凯的强大力量后 巨大的落差感席卷心头 使得他崩溃了 说是老书 其实也就比少年大了的七八岁 突然一声叫喊 把少年从回忆中拉回心神 我说精神病就不要占着医用资源了 白养了七八年也够本了 收拾收拾 赶紧给劳资出去 一位身形挺拔的年轻人 暴毙走来 看向少年的眼神 轻蔑十足 文言 少年顿时就怒了 冲到年轻人面前开始理论 这是军事法庭 无常给予的齐凯驾驶者 调理病房 凭什么要我们出去 年轻人撇了面前 气势汹汹的少年一眼 略带不屑地笑了笑 左手猛地探出 浮空的下戏中 精密的机械手臂 已然完成了覆盖 一把按在少年的脸上 随即高高举起 将其重重地顶在了墙上 少年两只手 抓在年轻人的机械手臂上 双腿无力地挣扎着 奈何起不到丝毫的作用 年轻人手上的力道逐渐加重 少年挣扎的力道 也变得越发剧烈 养一个废物养了七八年 连带着你们这一家子的寄生虫 也跟着沾了这么长时间的光 还不知足 够本了 吵闹声在寂静的走廊里 显得格外刺耳 听到动静 附近病房的医生们 纷纷探出头来 在看到扭到一起的两人后 刚准备上前劝架 一眼就看到了年轻人的机械手臂 顿时止住了脚步 再也不敢上前 齐恺拥有者 这类人拥有极高的社会特权 高到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做 招招手就能得到多少人 多少代都积攒不来的财富 跟这种人作对 被弄死都没人抱不平 年轻人按着少年的脑袋 目光缓缓靠近 轻声邪笑道 臭小子 滚不滚 少年突然伸腿踢了年轻人一脚 力道不大 却在年轻人洁净的衣服上 留下了一道清晰的乌痕 含糊不清道 我老叔以前是齐恺拥有者 这些是我们应得的 年轻人的笑容陡然凝固了 低头看了衣服上的脚印一眼 额头青筋肉眼可见的抱起 齐恺拥有者 兵族级的齐恺 也被自称齐恺拥有者 年轻人将少年拎到半空 继而狠狠抛到了地上 脆弱的肉体重重摔在坚硬的地板上 痛得少年不可遏制地发出叫声 年轻人走上前 毫不客气地将少年一脚踢开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病房 在看到此时正站在病床上 又蹦又跳的老叔后 脸上的冷笑更深 我当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家伙 原来是个连神志都不清醒的蠢货 说吧 镜子上前几步 用那双覆盖了齐恺的手臂 拽住了老叔的衣领 给我下来 随手一拽 老叔整个人就从床上被扯了下来 竟然随手一抛 顺势飞出了病房 同少年摔趴在了同一个位置 做完这一切后 年轻人收回了手臂的齐恺 十分嫌弃地说道 真是脏了劳子的手 面对这样的情形 偌大的医院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不论是医生还是病人 全都缩在角落里 假装忙碌着 对这里发生的事装作一无所知 没办法 带着落后的平级心躯 齐恺的数量少得令人发指 但凡出现一位 那就是万人之上 更不要说眼前这位年轻人 乃是整个新区最强大的霸权家族 小樱花的大少爷 井边拉库兜 同时也是 整个新区唯一的一位 肖匠及齐恺拥有者 前途无可限量 井边拉库兜走出病房 看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二人 视线再往旁边一扫 无数敬畏的目光顿时一开 完全不敢与之对视 满意地点了点头 对这种感觉很是享受 这时 井边拉库兜突然看向了趴在地上的老叔 发现老叔的手腕上有一枚极为精致的腕表 此时正闪烁着耀眼的蓝光 井边拉库兜来了兴致 有些意外 这老灯居然还有条件带这么好的表 不过现在是自己的了 然而就在触碰到腕表的瞬间 突然有一只手抓在了他的手腕处 任由井边拉库兜再如何用力 那只手竟然固若金汤 令其在无法前进半点 你 井边拉库都错了抬头 发现昏厥的老叔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清醒了过来 眼中清明透彻 哪里还有刚刚在病床上胡蹦瞎跳的傻劲 轻轻松开井边拉库兜的手 老叔从地上爬起 盘腿做 小家伙 这玩意不能给你 井边拉库兜明显愣住了 片刻后才反应过来 一想到自己竟然被精神病给吓到了 心中不由地生腾起几分火气 怒声骂道 老杂毛 敢跟劳子托大 肖将及其楷见过没有 老叔呵呵一笑 上下打量了井边拉库兜一番 不紧不慢地说道 厉害 真是厉害 无心之言传进井边拉库兜的耳朵里 顿时就变了味道 只以为是这老家伙在讥讽自己 不由地火冒三丈 一只手再次附着齐凯 伸手向老叔抓去 第164章 孙珠 是大力臣的拳头 瞬间来到老叔的面前 不知为何 竟戛然指下 随即便看到老叔轻轻挥手 井边拉库兜手臂上的齐凯 开始分崩离析 转瞬化作了一堆灵散不见 伴随着灵箭砸落在地的声音 井边拉库兜脸上的争鸣笑意 化作了恶然与惊恐 望着散落满地的上支齐凯 陷入呆滞 老叔缓缓起身 伸出手拍了拍井边拉库兜的肩膀 继而转身一把揪起少年的衣领 顺势将其拎了起来 这时 已经昏厥了 许久的妇人在病房内悠悠醒来 捂着有些浑恶的脑袋 搀扶着墙壁踱步走出 再看到一只手拎着少年的老叔后 不由地一愣 姐呀 老叔笑眯眯 旋即眼眶帐红 快步冲到镜前 冲着老叔的脸 就是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响起 妇人难眼哭腔 说道 你还知道醒过来 老叔也不气闹 继续傻笑 用另一只手倾靠在妇人上臂 说道 回家 刚刚走出医院大门 身后的井边拉库都便跟了上来 方才那一手急速拆解 着实叫人大吃了一惊 如果不是对七凯构造极其精通 必定做不到这种程度 但转念一想 一个躺在病床发了十几年 疯的家伙 怎么可能会是受军事法庭重视的人 说到底 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气子罢了 单论价值 自己这位肖将及齐凯拥有者 不得顶他万八千个 在走出医院的瞬间 齐凯覆盖全身 一股刚猛的肃杀之气 灯食满盈 老家伙 还真是小看你了 闻言 老叔停下脚步 缓缓转身看去 井边拉裤兜 迈步走到镜前 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 开口道 跪下认错 老叔看着眼前的森冷齐凯 突然服饿苦笑 你也真是的 真拿你没办法 嗯 井边拉裤兜 听得眉头一皱 正准备发怒 却敏锐地觉察到 周围莫名浮现出的无形威压 那块万表的蓝光 愈发刺眼 这时 一道虚拟身影跳了出来 面向老叔 恭敬开口道 尊敬的热伊拉尔阁下 很抱歉打扰到您的进修 但事发紧急 不得不向你发出问询 语书 雷彻 以及火凤烧云三套棋凯的拥有者 同时消失在了十二点位的平级新区 目前已失去联系 希望热伊拉尔阁下 能够前往探明原因 老叔淡淡点头 好 见他应允 虚拟身影 这才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继续说道 再次向您致歉 尊敬的热伊拉尔阁下 说吧 身影消失 万表的蓝光同样不在 卢流下井边拉裤兜 呆呆地站在原地 动也不动 一旁的妇人 自然是听不懂这些 只觉得眼前的齐凯气势害人 稍有个不高兴 就足够要了自己的命 但夫人不知晓 并不代表井边拉裤都也不清楚 相反 对于热伊拉尔这个名字 可以说是如雷贯耳 荷尔马兴系的第一套王旗拥有者 军事法庭的奠基人之一 一位在十几年前 因为与军事法庭的扩张理念不合 就此归隐落幕的传奇 可是 这不应该啊 看着热伊拉尔手里拎着的少年 井边拉裤都不禁怀疑起了人生 热伊拉尔之名早在百年前就已经响彻荷尔马了 甚至一度能够与迪瑞诺森德持平 这样的存在 子嗣都传承了好几倍了 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年轻的二代血脉 短暂的迟疑过后 井边拉裤都反应过来 意识转移 伟长生 代价如此高昂的技术 竟然就这样浪费在了两个平常人身上 就在井边拉裤都失神的功夫 老叔又一次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手掌接触齐凯 发出坑坑的声响 我的时间比较紧 下跪可能来不及 要不就先跟你道个歉 扑通一声 井边拉裤都撤去齐凯 抢先一步跪在了地上 欲哭无泪 你敢打老师 你的前途 没有了 怎么样 骤惊的未避内 最后几只自爆重发出的光 也逐渐变得暗淡 熙逵站在一旁 满脸认真的看着蹲在地上的王正 鼓道着不知什么东西 王正低着头 不耐烦地嘀咕 别催别催 熙逵点点头 听话地闭上了嘴 如果仔细看去的话 不难发现 王正的脸 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 左边眼眶淤青 右边脸颊高龙 方才两人的肉搏大战 以王正的惨败告终 身为落败方 为了苟命 王正唯有老老实实地 听从熙逵的拳拳指挥 被困在骤惊胃部 两人即便是愤出生死 也没什么意义 倒还不如暂时联手 想办法重启旗凯 从骤惊的体内逃出去 经过短暂的修理 王正伸手擦去额头的汗水 问道 行了 王正抄起手电筒 啪得点亮 光芒盖过了自暴虫 行了 照明没问题了 笑容从熙逵的脸上消失 王正重新蹲下身子 开始着手 练接齐凯的动能装置 在看到王正手中的 破合腮炉能源板时 熙逵微皱了皱眉头 却并没有说些什么 忽然间 王正抬起了头 行了 熙逵又问 王正没有回答 只伸直了脖子 向四周张望了一下 有没有觉得 附近的气氛有些不太对劲 文言 熙逵没好气地发出痴声 自己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 征战了无数回 对于环境的敏感度 还能比不上你这嫩挂蛋子 正准备反对几声 突然就觉得身体一寒 心神顿时灵起 这种感觉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 给盯上了一般 久久没有得到 回应的王正好奇抬头 却见熙逵满脸警觉地 看向周围 王正摆摆手 无奈说道 假的 我随口说说而已 怎料熙逵的表情愈发凝重 沉申回道 不 是真的 王正书弟起身 骤惊的未必上遍布褶皱 这样的褶皱 对于王正而言 无异于一座座陡峭危额的丘陵 沿着这些丘陵看过去 如果看得够久 够仔细的话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时不时会有一抹红光 一闪而逝 这并不是久居黑暗的错觉 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那是 王正略显迟疑地问道 等了片刻 熙逵才缓缓出声 寄生在骤惊卫部 群居 石斧 极具攻击性 孙珠 第165章 千军一发 王正站直了身子 嘴角在不受控制地抽动着 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即便不知道 熙逵口中的孙珠 是个什么物种 可凭着刚才的介绍 就足以认识到 其中的危险性 最重要的一点 现在自己手里 是真的连半点底牌 都拿不出来了 熙逵嫌疑了王正一眼 淡淡说道 我不会开玩笑 王正拿起手电筒 试探性的往远处 闪过红光的地方照了一下 不照还好 照过去的瞬间 王正后悔了 一只攀附在未必上的大蜘蛛 通体漆黑 没有体毛 泛有层层光泽 体型大概有成年人的脑袋大小 王正举着手电筒的手 已经开始冒汗 这玩意看上去就知道 肯定极其的不好惹 尤其最恐怖的一点 群居 随着灯光的照射 昆虫的驱光性显露 几乎是一瞬间 数不清的孙珠 从各个地方钻了出来 远远望去 就好像是一片漆黑的潮水 向着灯光汇聚 粗略扫尸一下 少说也有上百只 王正有些头皮发麻 下意识地撇向身旁的熙奎 跑尸肯定没办法跑的 打肯定也打不过 即便是拼命杀掉几只 估计也产生不了 多大的威慑作用 你是机械师吧 熙奎突然开口问道 王正想了想 如实说道 不是 我考核没过 你再多说半句废话 我现在就把你丢过去喂孙珠 王正立马改口 应该有机械师的实力 平杰 你认为自己能在什么级别 熙奎又问 王正没有任何的犹豫 小声开口 总是吧 闻言 熙奎扭头看向王正 古井无波的眼眸 少见地泛起波澜 片刻过后 熙奎重新看向前方 孙珠只对有机生命感兴趣 骤筋的胃部 会有很多消化不掉的金属物件 你比我强 看看能不能打造一套 足够容纳两个人的金属箱 把这些孙珠给隔绝开 王正赶紧扭头四下看了看 金属箱没问题 只是那群家伙 可能已经等不及了吧 远处 由孙珠汇聚而成的黑潮 已经开始向王正二人移动 就在这时 熙奎突然往前迈了一步 我会尽可能地为你争取时间 要快 看着身前的兽靴背影 王正陡然瞪大了双眼 大为震撼 你 这一声还没出口 一头孙珠已经摸了上来 发出一道尖锐的嘶吼 纵身向熙奎的脑袋扑去 然而 熙奎连躲闪的意思都没有 修长的腿猛的伸直 高过头顶 竖举一字 就在孙珠扑来的瞬间 长腿下坠 重重一脚 连同那只孙珠 一并被踩在脚下 做成了一滩腥臭的烂泥 王正收好嘴巴 也不含糊 果断开始收集零件忙碌 孙珠行动的速度算不上快 尤其是常年生活在骤惊胃部 对于光的感知很差 即便具有喜光特性 可在光线的影响下 仍是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行动力 熙奎一只接一只地杀着 倒也有条不紊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感到近前的孙珠越来越多 熙奎的体力消耗 也在成倍的增加 渐渐的 熙奎有些捉襟见肘了 回头看了王正一眼 发现其还在认真研磨着 一颗巨大的金属球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成形 熙奎抿了抿嘴角 再次将一只孙珠踢爆 说到底 自己跟王正还是敌对关系 帮他拖延时间不假 可金属球成形后 对方是否真的会拉自己进去呢 熙奎不敢去想 更没空去想 但内心深处有道声音 总是在迫使自己去 无条件相信他 斯拉一声 一只孙珠突破了熙奎的防御 尽管熙奎的反应很快 敢在孙珠扑来的瞬间 将其截杀 却还是被锋利的足支 划破了衣衫 看上去有惊无险 却让熙奎的反应大乱 再也不像方才那般丛容 很快 又有两只孙珠 扑在熙奎的肩头 獠牙开合 熙奎脸色猛的一鸣 伸手抓住肩膀的孙珠 奋力甩了出去 一抹烟红透过衣服 缓缓蔓延开来 对此 熙奎置若罔闻 仿佛受伤的人 根本不是自己 趁着下戏回望眼 发现金属大球还没有完成 没有任何的催促话语 重新回过头 面向愈发张狂的孙珠群 只是在熙奎肩膀见红之后 血液的味道 当即就刺激到了 这群可怕的孙珠 本就癫狂的行为 变得更加狂暴 速度更是远超刚才 几乎是一瞬间 数十只孙珠挤在一起 化作浪潮 直接朝着熙奎扑来 熙奎看得眼瞳 骤然缩成脉盲 表情中是流露出一抹决然 随即陷入绝望 完了 数十只孙珠的尖锐口气 轻而易举地 撕碎了熙奎的衣衫 就在即将扎进皮肉时 一只手合十一的身来 猛地将熙奎向后拽去 然而就是这一步 熙奎刚刚站立的地方 被孙珠群悉数覆盖 视线在片刻的恍惚过后 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 狭窄的密闭空间 有几只反应比较快的孙珠 依然不依不饶 紧随着熙奎冲来 王正眼疾手快 抢在孙珠扑来之前 重重关上了金属球的出口 看一眼还没从死亡的威胁中 清醒的熙奎 开口说道 没问题了 他们进不来 熙奎堪堪回神 这才想起打量周围的环境 这颗金属球的空间并不大 勉强才能容纳下两人 另外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空气 一个狭小且封闭的空间 不足以支撑两个人的呼吸交换 然而 外面被孙珠群包围 总不可能冒险再次打开出口 放空气进来 这无异于隐狼入室 没有任何的犹豫 熙奎开口说道 空气能支撑多久 王正伸出两根手指 似乎是早有预料 两个小时 如果外面的畜生还没有离开的话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熙奎咬了咬牙 没有在说什么 因为处在骤精卫里 所有人电子设备几乎全线瘫痪 如果不然 或许还能借助电池的水电解 来换取氧气 听着外面立爪划过铁皮的声音 王正的脸色同样严峻异常 低声道 听天由命吧 第166章 听阶事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身处封闭空间的两人 身体自然不可避免的 会产生一些轻易的接触 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 倒也没有在意 渐渐的 立爪划过铁皮的声音 也变得稀疏起来 最后只剩下了灵性的几道滑声 知道外面的动静彻底消失 两人紧绷的心弦 这才稍稍放松下来 熹葵也终于安下心去 查看身上的伤势 可还不等熹葵有所行动 突然就感受到了胸前的异样 因为先前的气氛较为紧张 外加金属球内部比较黑暗 视线受阻 这些异样也就没有觉察 神情放松下来之后 这股异样也就变得敏感起来 熹葵脸色疏地变红 语气阴冷道 把你的脏手拿开 啊 王正后知后觉 猛地把手抽了回去 不好意思 哼 熹葵冷哼一声 没有过多在意 毕竟金属球的内部空间太过狭小 两人有些身体上的接触 在所难免 命都要没了 哪里还顾得上手往哪放 可王正确实有些不安 由于身处黑暗 看不清熹葵的表情 只以为熹葵生气了 脑筋飞快转了几圈 小心翼翼地浅笑几句 打算开个玩笑来化解这次尴尬 专业锻炼过哈 真是够结实的 熹葵默默握紧了拳头 由于许久 还是忍下了把拳头对到王正脸上的冲动 不会说话 可以闭嘴 夸女生胸脯结实 还不如说是飞机场 好嘞 王正如释重负 乖乖闭上了嘴 气氛又一次陷入了沉默中 听着外面久久没有动静传来 熹葵小声开口说道 走了 王正保持肩默 虽说无法确定 孙朱群究竟离没离开 却也不敢贸然打开金属球的出口 当下能做的 只有继续等下去 就在这时 一道无比尖锐的华音响起 继而便是第二道 第三道 华音仿佛形成了密集的雨点 噼里啪啦的在金属球的外部 此起彼伏 王正的眼神骤然灵起 他们没走 不仅没走 反而还想着等自己出去 结果在这么长时间 仍看不到动静后 终于是等不及了 面对无懈可击的金属大球 这些孙朱哪里懂得其他 只知道看中的猎物 跑进了这里面 一时间 孙朱群起而攻 露出坚硬的足肢与锋利的獠牙 凶狠地扑向金属球 尖锐的华音突然变了 变成了咚咚咚的铿锵之声 就好像数不清的石块硬物砸来 惹得整个金属球 都开始轻微晃动起来 只可惜 这对于金属球 来说都是徒劳的 毕竟能够抵抗住 骤精的胃酸 成功遗留下来的金属 绝对是宇宙中最上乘的材质 不是寻常外力所能破坏的 可安全归安全 却还有一个最严重的威胁 摆在眼前 空气 熹葵的呼吸 已经变得有些急促 金属球内部的氧气浓度 已经下降到了灵界值 还有多长时间 王正在心中掐算了片刻 沉声说道 二十分钟 不行 熹葵摇了摇头 开口道 这样下去 早晚还是要死 此话出口 王正哑然 明景唇角 正要说些什么 金属球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原来是扑向金属球的孙珠 数量实在太多 直接将其推动 开始缓缓滚动 草 王正彻底失去了平衡 跟随着金属球滚动的频率 不断变换着身形 脑袋更是被撞得七昏八素 熹葵还能勉强稳住 却还是被王正牵连 两道身影几乎纠缠在了一起 东倒西歪 难以分开 你的脏手 忽然间 熹葵出声怒骂 王正则是满脸无辜 嘴上说着抱歉 手还是死死抱着熹葵不放 没办法 毕竟金属球的空间实在太小 又没有任何的借力物 身体撞在内壁上 着实疼了些 只好抱着面前的柔软 尽可能的减轻撞击 带来的疼痛感 熹葵自然也知道 王正的举动 确实是当前最有效的手段 可对于自己而言 跟一个男人紧紧裸包在一起 实在是无法忍受 尽管这个男人 是自己名义上的丈夫 金二人这么一折腾 氧气的消耗 开始成倍增加 王正明显感受到了喘息的艰难 奈何此时身不由己 仍是不断地翻来倒去 没想到办法 好在空间漆黑一片 看不到熹葵修难难当的表情 只听到他一场冷漠的声音响起 我如果有办法 肯定先剁了你的手 砰的一声 金属球不知道撞到了什么 滚动戛然而止 强大的惯性 迫使二人狠狠撞向了前面的那笔 好在两人抱得足够紧 这才没有受到什么伤 王正强忍着胃力 传来翻江倒海的感觉 扶正了身形 开口说道 我 我有办法了 熹葵没说话 尽管多年的征战 为他带来了极高的身体素质 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 却仍是感到阵阵头晕目眩 炸弹 几乎是一瞬间 熹葵明白了王正的意思 但转念一想 炸弹的爆炸原理 无非是依靠能量 在有限空间中迅速膨胀 从而释放 而这是需要先决条件的 条件无外乎两种 低温高压 高温高压 同样作为机械师 熹葵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些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两种条件 无论哪种都根本实现不了 可以想到 这话是出自王正之口 熹葵心中的怀疑 竟然消去了大半 没有任何的犹豫 熹葵当即问道 需要我做什么 王正张了张嘴 有些难以开口 碍于眼下的情况紧急 还是出声说道 我需要你再拖他们一会儿 此话一出 漆黑的金属球内部 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沉寂只持续了片刻 就听到熹葵的声音传来 好 从外部看去 原来是金属球在滚动中 掉进了未必的褶皱里 一大群的孙珠围在周围 继续对金属球 发动猛烈的攻势 尽管效果微乎其微 却仍是乐此不疲 密集的攻势下 金属球的出口处 突然打开了一条细微的缝隙 紧接着便有一条刺眼的光束射出 一只手电筒 从缝隙中被扔了出来 光束在天空中不住地盘旋着 飞出了好远 看到光亮 孙珠大军甚至都顾不上倒嘴的食物 一窝蜂地朝着光亮的地方涌去 第167章 艺术就是爆炸 喷喷两拳 熙奎奋力捶碎了两只 趁着金属球出口开启的下系 想要钻进来的孙珠 见状 王正忍不住露出一副心有余悸的表情 也得窥视熙奎动手执行 换做自己 恐怕连往外扔手电筒的机会都没有 估计刚一打开出口 就被鱼灌而入的孙珠给消灭了 在确定孙珠大军 全都被手电筒的光束吸引离开后 熙奎又一次开启出口 从金属球里钻了出来 转身深深看到王正一眼 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 但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一句话也没有多说 旋即便大步朝着别处跑去 尽管视线昏暗不清 王正却仍看到了熙奎眼神里的寒意 信任 笃定 目送着熙奎的背影消失在黑暗里 王正忍不住叹了口气 好了 压力给到自己 手电筒被孙珠迅速摧毁 失去了曲光的特性后 孙珠终于恢复了正常 转身继续朝金属球涌去 还不等来到金属球的跟前 敏锐的嗅觉发挥了作用 竟在不远处闻到了一股食物的香味 孙珠的眼瞳发出耸人的光芒 开始循着熙奎跑走的方向追赶而去 等到孙珠大军全部消失后 王正迅速从金属球里爬了出来 开始疯狂搜寻附近的零部件 熙奎的体力早已经消耗了大半 另外还有伤在身 必定坚持不了太久 所以 自己更应该争分夺秒 要想达成爆炸条件 单纯依靠从这里 捡到的零件估计是不太可能的 可受到信号屏蔽的限制 王正手中的一切装置都无法正常运行 根本拿不出任何有用的东西 当下所能做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办法 许能冲击弹 不需要依靠机械工来释放能量 而是通过在密闭空间积攒能量 实现内部体积膨胀极限 从而产生巨大能量冲击 与其说是炮弹 实则并没有高热量以及强光产生 王正将金属球从褶皱里推了出来 用力拍了拍布满了划痕的外壁 向着远处眺望一眼 轻声道 就是你了 熹葵的速度颇为迅捷 身影在这陡峭中辗转腾挪 看不出丝毫的停滞 尽管如此 身后的孙朱大军仍是很快便追了上来 远远跟在身后浩浩荡荡 仿佛一滩拥有了自我意识的江潮 所到之处 湮灭万物 心里默默掐算了一把时间 距离自己跑出金属球已经过了七分钟 与王正约定的时间是坚持十五分钟 也就是说自己已经跑出足够远了 现在 该往回跑了 熹葵迅速调转方向 开始朝着左侧奔跑 身后的孙朱大军仍是穷追不舍 继续沿着熹葵遗留下的气味一路追赶 又是七分钟 熹葵看到了一抹微弱的光 那是王正为了指引熹葵而制作的光源 离着还很远 熹葵却逐渐变了脸色 在那抹暗淡的灯光下 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异常清晰 王正的身体轮廓以及那颗庞大的金属球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跑到王正进前 熹葵拧着眉头 寒声质问道 东西呢 王正拍了拍身边的金属球 熹葵的脸色骤然冷下 翘脸生寒 真是信了你的邪 自己冒着丧命的风险跑出去 领着这么大一群孙猪斗圈子 结果 你就在这白白耽搁了这么长的时间 没有任何的犹豫 熹葵果断就要往金属球里钻 十五分钟 足够将新一轮的空气填充到金属球里面 再坚持两个小时 说不定就能成功把孙猪大军给耗走了 这一次 说什么也不会出来 还不等熹葵矮身去钻 一旁的王正 却是伸手抱住了他 你干什么 熹葵也谋寒怒 刚准备质问一番 却被王正拽着手腕 发疯般向着前方跑去 边跑嘴里边大声喊道 五 两人的步伐很快 可以说是在宾死之境 爆发出了超越极限的速度 短短一秒内 便跑出了近乎十米的距离 要知道在地球上 世界纪录不过才十一米而已 四 王正的脚步不停 又一次发出低吼 这时 两人距离金属球已经有小二十米 熹葵满脸不解 却也没有发问 任由王正拽着自己奔跑 三 身后的孙猪大军蜂拥而至 来到了金属球的位置 摊爬过金属球的表面时 发出了不绝于耳的摩擦声 二 孙猪大军也有小半越过了金属球 一 话语落下 金属球在无数孙猪的脚下 突然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随即便听到金属球的内部 传来扑扑扑的声响 牵硬的球体开始鼓起无数的小包 就仿佛足够的春笋般 使得本就巨大的球体 开始了进一步的膨胀 膨胀到极限后 裂痕显现 如同猪网瞬间蔓延到了全身 终于 金属球不堪内部的重大压力 从内向外怦然炸碎 凭敌起惊雷 龙音声响彻整片空间 汇聚在金属球内部 那股无可言喻的巨大能量 在瞬间得到释放 化作奔涌的气浪 向着周遭散意迸发而去 这股能量变成了强大的冲击力 翻滚着 咆哮着 损毁一切 凶狠的孙猪大军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这股气浪给震成了击粉 不论远近 同样受此波及 其中有些更为凄惨的 先是被蹦进的金属球碎片 击碎了躯体 旋即才被气浪击中 化作了漫空飞灰 眨眼间 浩浩荡荡的孙猪大军 便被强横的冲击 悉数震碎 即便是已经跑出了很远的 王正熙奎二人 同样被这股气浪追上 狠狠地撞向后腰 在发出一道痛苦的声音之后 整个人都被顶飞了出去 好在距离足够远 冲击力减小了近乎九成 两人才没有落得跟孙猪大军一样的下场 饶势如此 仍让两人口吐鲜血 在飞出数米远后 重重地摔落在地 往身后看去 空空如也 再无顶点孙猪的踪迹 团面 熙奎挣扎着站起身 先是在周围环视了一眼 随后揪起地上的王正 侧了侧鼻息 确认一切无恙后 这才两腿一摊 倒在地上昏死过去 第168章 对策 背后的剧痛 让王正从昏迷中惊醒 睁开眼 发现视线被挡在两坨偌大的坠肉上 零石制作的光源亮度很低 可在这不见五指的暗处 却显得极其明亮 这时 王正才发现自己 原来被人抱在怀里 只是眼前这两坨 王正陡然瞪大了眼睛 再也移不开视线 心里咆哮而出 大 简直就是风鸾叠杖 熙奎醒来的 时间比王正要早 在确认孙猪全都死亡 周围再也没有威胁以后 这才专心去理会身上的伤势 因为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的医疗物品 只好私下破损严重的外衣 给自己还有王正 来了个简单的包扎 没了外衣的束缚 熙奎的曼妙身躯 彻底舒展 暴露无遗 落在王正的眼里 其产生的冲击 完全不亚于 刚才团灭孙猪大军的那波 嗯 熙奎突然额眉紧促 怀抱着王正 紧切地问寻道 怎么流鼻血了 你身上的伤是我看过了 并不严重 难道是内伤 熙奎说着 神情逐渐变得紧张起来 两人的关系本就微妙 在经历过这场生死过后 关系也就更加的模糊不清 王正轻轻侧头闪过 淡定地伸手抹掉 鼻子里鼓鼓流出的血液 含糊道 最近是有点上火 话是这么说的 眼神却还是在风鸾上游移 瞅瞅着心胸开阔的规模 真是妙啊 似乎是感受到了 王正那炽热的目光 熙奎的表情顿时一冷 毫不客气地 将王正丢到了地上 哎呀 猝不及防下 王正被摔了的大马怕 熙奎叔弟起身 冷冷说道 白痴 不得不说 这家伙当真是 自己见过的最虚的男人 先前拉着自己跑的时候 自己完全没搞清楚状况 只好被动地跟着对方奔跑 结果居然是为了远离炸弹波及 跑得慢不说 还被余波给炸晕过去四个多小时 早知道是这样 还不如自己背着你跑 毕竟说到底 王正的身体素质 在地球上 也只能勉强算得上重归重矩 这还是经过报警东特训后的实例 要搁以前 估计就得跟那群孙猪一个下场了 他自以为超越极限的快速奔跑 对于熙奎而言 甚至连七成力都没用出来 王正从地上悠悠爬起 后背仍视不住地传来钻心的剧痛 还不晓得此时的他 在熙奎的心里 已经跟须笔画上了等号 从孙猪大军的口中 捡回一条命后 两人开始商量起 如何从骤精体内脱身的对策 王正来到金属球爆炸的地方 左右翻找了几下 找到了些残留的孙猪肢体 朝着身后的熙奎晃了晃 问道 这能不能吃 被困在骤精体内 少说也有二十个小时以上 加之先前经过一番剧烈的身体 脑力双重运动 消耗数十巨大 现在的肚子 可以说是跟受了伤的狮子 没什么区别 在拼了命的吼叫着 熙奎没有说话 只点了点头 王正了然 举到嘴边 不带有丝毫的犹豫 上去就是一口 还没等开始嚼 熙奎的声音再度响起 但是生吃有毒 王正将嘴里的碎肉 狠狠脆了出去 赶忙用手抹了抹舌头 跳脚道 我去 你不早说 熙奎面无表情道 你没问 你 王正刚准备放几句狠话 看向熙奎以后 不由的又念了下去 打不过 弱者没有话语权 熙奎四下找了一圈 递给王正两条孙猪的足枝 手拿一条足枝 席地而坐后 熟练地敲开外壳 露出里面的嫩肉后 大口吃了起来 看这样子 似乎是没少干活 孙猪有毒 躯干跟脑袋的毒性较大 足枝也有 但并不强 只要你不吃道称 应该毒不死你 王正跟着有样学样 敲开外壳 对着嫩肉咬了一口 口感倒是跟地球的海鲜类似 只是腥味要更重 吃到一半 王正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询问道 孙猪有毒 那你刚刚被伤到 没事吧 熙奎继续吃着孙猪腿 默默抬头看了王正一眼 给了个自行体会的眼神 现在想起来关心我 我谢谢你 没你我就死了 见状 王正善善一笑 自知多言 简单吃了些孙猪腿果腹后 身体缺失的能量 总算弥补了些许 王正捶了几下身旁的未必褶皱 连声道 刚才那么大的冲击 都没能对这大家伙造成损伤 看来想要打穿发穿 这里不太现实 一旁的熙奎 慵懒地坐在地上 一点也不着急 之所以不说话 就是不想打击王正的积极性 骤精作为目前已知生物里 体型最庞大的生物之一 其身体的坚韧程度远超想象 被骤精吞下 就只有两个脱身的方法 一个是被骤精吐出去 一个是找人进来 然后被吐出去 这时 王正突然回过头看向了熙奎 换个角度想想 是不是只要产生最后大的冲击 让骤精感受到胃部的刺激 就可以把咱们给吐出去了 闻得此言 熙奎微微一愣 很是意外 没有想到 王正这么快就想到了解决的方法 可如何刺激骤精胃部 这个问题着实难住了王正 不过 既然有金属球爆炸的能量做前提 倒也有了参考 冥思苦想之际 在一旁沉默了许久的熙奎 熙奎突然出声问道 你的王齐 怎么来的 王正直起身 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 你们不都已经猜到了吗 迪诺送的 如果不是因为迪诺 你们何止于来 对我下手 熙奎伸出手打断了王正的话 说道 对你下手的是海尔兄弟 不是我 不是你 王正满脸的鄙夷的说道 撒谎不打草稿 就你对我的威胁大 你说不是你 我从不说谎 熙奎表情平静 继续说道 当时是因为有神秘 王齐在六号星区活动频繁 并且影响已经很大了 我不得不介入调查 结果凑巧而已 还有 熙奎眼神忧碎 一针见血地说道 是你撒谎 第169章 偷袭 我 王正伸手指了指自己 熙奎见王正还想着装傻 也不惯着 直接开口点名问题所在 之前在酒吧见你第一面时 我想你也没料到 会有人认识 柯利尔涌动协同装置 所以并没有刻意逼人 但柯利尔涌动协同装置的应用 只存在一个用途 就是辅助迪瑞诺森德勇动机 至于迪瑞诺森德勇动机的用途 作为迪诺的首图 我想 你比我更清楚 但是 熙奎画风一转 双眼紧盯着王正的脸 似乎想要从中看出细微的表情变化 只是王正仍是那副憨样 满脸写满无辜 见状 熙奎只得继续说道 从你对上海尔兄弟之后开始 齐凯所表现出的性能与动力 已经远超过了迪瑞诺森德勇动机 所能提供的能量 你该不会是想告诉我 那是迪诺搞出来的最新版吧 王正心思微微一沉 感受着熙奎的目光 向来能言善变的嘴 第一次开始嫖了 那是因为 王正沉默了 片刻的寂静过后 突然快步走到熙奎身边 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 目光灼灼地看向熙奎 二人近到呼吸可闻 我说 这是我自主研发的 你信不信 当然 熙奎没有任何的迟疑 果断点头说道 王正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道 这么瞧得起我 熙奎的表情严肃且认真 因为你是迪诺的首徒 作为荷尔玛星系 唯一的机械大宗师 可以说 荷尔玛如今的辉煌 与迪诺不无关系 其所带来的影响力 甚至还要在 荷尔玛星系议会的秘书长之上 这是活着的传奇 天才对于迪诺来说 一文不值 因为没有人能在迪诺的面前 以天才自居 熙奎开口说道 放眼整个星系 能够打造出 迪瑞诺森德勇动机的人 绝对不会超过十个 对我们而言 这是毋庸置疑的天才 但对迪诺而言 这不过是刚刚追上 他过去的脚步罢了 在他眼里 这只是照葫芦画瓢而已 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只懂得复制他人作品的人 根本进不了迪诺的眼 熙奎的话说的已经非常明白 能够被迪诺看上 并且还收为百年来第一位弟子 其资质与才能 绝不会是只能制作 涌动机那么简单 自行研发王吉齐凯 倒也能勉强配得上 迪诺首图的称号 王正看向熙奎的侧颜 不失粉带 却也过分娇艳 一时看得有些失神 直到熙奎侧头看来 王正这台甲壳几身 低下了头 随口问道 既然军事法庭的王奇 都是出自迪瑞诺森德之手 那为什么 你们还要想法设法去 话到这里止住 王正想了半天 也没能想出个比较恰当的词汇 前置 熙奎开口补充 很简单 因为就和尔玛星系 如今的自然资源来看 已经无法再支撑出现 第二个迪瑞诺森德了 这样的话 就真的只剩下 对外扩张这一条路了 文言 王正笑了笑 不解道 你们军事法庭 主张的不就是对外扩张吗 你错了 熙奎回答道 我们主张生存 此话一出 王正明显愣了一下 随即回过头去 不知在想着什么 他们两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远处 海尔跟秦岛二人 无比狼狈地行走着 身为王吉 齐凯的操控者 这类的情形 自然接触过不少 亦是深知 骤惊的未必 坚硬如磐石 想要依靠人力 根本无法撼动分喉 乖乖等待救援就好 然而就在两人 相互搀扶着摸索周围时 突然感受到 一股强劲的震荡感 两人果断朝着源头赶了过来 结果 却看到 王正跟西奎两个人 守着一丝黯淡的光源并排座 聊得十分开心 见此一幕 秦岛不禁握紧了拳头 狠力的话语 从尺缝里蹦了出来 该死 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 全都是败这个小贼所赐 还有自己这身伤 更是刻骨铭心 受此奇耻大辱 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 把这小贼扒皮抽筋 措骨扬灰 海尔紧盯着王正的身影 扭头看了秦岛一眼 说道 怎么做 秦岛毫不犹豫地开口 杀 必须杀 可是 海尔脸上浮现出担忧神色 我们打得过西奎吗 苏埃尔西奎的女魔头之名 可不是喊出来的 单论身体素质而言 不要说是军事法庭 恐怕在荷尔玛星系 都找不出几个能处其诱的 秦岛有些迟疑 略做思量之后 迟疑还是被凶狠取代 摸过去 看看能不能一击毙命 不能的话 你就先拖住西奎 王正一切尘埃落地 什么都好说 海尔听后一惊 连忙看向秦岛 伸手指了指自己 说道 我 拖住西奎 要不还是换换吧 秦岛有些生气地说道 你是哥 还是我是哥 一句话 直接让海尔捏了 没好气地摆摆手 你是哥你是哥 你牛逼 都听你的 攀谈结束 因为立场不明 两人说起话来 同样是遮遮掩掩掩 说了很多 但又好似没说 王正起身胆了胆衣服上的灰尘 提起地上微弱的光源 准备找些能用上的材料 毕竟外界救援 救的也只会是他们这些 王级奇恺的拥有者 更何况 现如今 已经被军事法庭的人给盯上 自己一旦跟着出去 跟束手救情没什么分别 甚至很有可能 小命都要交代 可不跟着出去的话 那就只能 死在骤金的肚子里 变成一坨化肥 两头都是个死 与其坐以待毙 还不如想想办法 然而就在专心寻找零件的时候 一边突生 两道身影从阴暗处摸了过来 趁着王正毫无防备之际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猛地冲出 没有给王正任何反应的机会 两人已知身前 一人束缚 一人进攻 配合得极为默契 海尔率先冲来 先是死死扼住王正的脖梗 顺势又禁锢了王正的双手 倾倒紧随其后 看着动弹不得的王正 面带些许细血 随即重重一拳 砸向小腹 第170章 逃生 哦 赤痛之下 王正下意识地攻身 直接开始干呕 奈何被海尔控制得无法行动 只得强忍着腹部传来的剧痛 尝试着挣脱束缚 见状 倾倒效益更甚 没有任何的保留 又是蓄力一拳砸去 这一拳的位置还要偏上一些 直接砸在了下列的位置 除了拳头砸在肉上发出的声响 王正似乎还听到了轻微的鼓劣 可眼下已经无法思考 剧烈的疼痛 让王正冷汗直流 痛苦地咳嗣起来 就连呼吸都不畅快了 差点就窒息过去 看着王正的凄惨模样 秦岛的心情大好 忍不住开口道 王正面下 我带军事法庭 向你问好 面对突如其来的险境 王正并没有表现的慌乱 而是紧紧盯着面前的秦岛 吃生道 原来这就是你们军事法庭的高尚行径 只配躲在暗处偷袭 秦岛对王正的话 没感到丝毫的怒意 仍情着森冷的笑 开口说道 何必说得这么委婉 只管张嘴问候我的家人 反正待会儿 你就是想骂 也骂不出来了 死死扼住王正的孩儿 不满地催促道 费什么话 赶快解决他 听闻弟弟的呵斥 秦岛也不再废话 又一次提起叙好力道的拳头 不过并没有对准王正的腹部 而是冲向了咽喉 一拳 足够打碎气管跟脊柱了 再见 秦岛笑得愈发张扬 拳头也在此刻挥出 然而就在拳头砸来的瞬间 孩儿突然发出了一道 嘶声力竭的惨叫 王正抬起头 奋力向后一撞 坚硬的头骨 重重撞击在孩儿的面门 吃痛之下 孩儿猛地撒开王正 亮腔着向后退去 大腿外侧鲜血骨骨流 一把嗅急斑斑的铁锥 清晰可见 王正成事俯身 躲过了秦岛拳头的同时 身体朝前使劲咕入了几圈 直接滚出了豪远 刚刚那两拳的力道 着实重了些 不光是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就连喘息的时候 都能感受到下泪传来火辣辣的痛感 一边逃命 一边伸手往下泪摸了一把 死 突如其来的痛 直接让王正的动作停滞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骂的 泪八股 好像被那畜生给干断了几根 情况紧急 已经顾不上咒骂倾倒 捂着剧痛难忍的腹部 王正亮腔着开始逃命 这两个货 原本就是来诛灭自己的 当初更是二话不说 就朝自己丢了两枚微型粒子炮 直接把包括 刚吉尔峰会在内的 小半个城市的建筑给依偎了平地 对付他们 自然是不能留守 相反 能下多狠的手 就得下多狠的手 不得不承认 荷尔玛文明的医疗技术 比起地球高明了太多太多 先前操控王岐 对这对海尔兄弟大战时 明明有过好几次重创 换作是在地球 估计不加以抢救 连小命都要保不住了 结果这海尔兄弟 居然还能跟没事人似的 活蹦乱跳 不过来到骤精卫部以后 王岐附带的疗养功能 应该也一定失效了 想到这里 王正嘴角上扬 总算找到了些许未见 那根铁锥 刚好是不久前随手捡到 用来防身的 攥在手里还没捂热 立马就用上了 疼不疼是其次 破伤风可是真伤 只要是探机生物 那就必定等不住 混蛋 海尔双目赤红 望向眼前的黑暗 发现王正已经跑没了踪影 诺尔一把拽出了 刺进大腿的铁锥 没事吧 秦岛快不赶来 海尔攥着手里的铁锥 冷冷看了秦岛一眼 没有出声回应 你说呢 向来轻力无间的兄弟二人 头一次有了嫌隙与隔阂 秦岛握紧了拳头 脸上流露出 前所未有的凶恶表情 我就不信 这小子有这么难杀 海尔把铁锥扔在脚下 席地而坐 开始去挤伤口处的诬险 失去了王岐的庇护 尽管身体素质 仍然远超常人 却终究还是人的范畴 被铁锥刺会受伤 受伤不管就会死 听着秦岛恶狠狠地发言 海尔的表情 显得很势不鲜 最好的时机 因为你的废话 而白白浪费了 那个王正已经有了戒备心 下次再想动手 可不会像这次那么容易了 没关系 秦岛摆摆手 继续说道 从刚才的交手中可以看出 那家伙的身体极其雷弱 我一只手就可以掐死他 说完 脸上不由地浮现一抹异样 又低声喃喃了一句 如此雷弱的身躯 真搞不懂 是怎么驾驶王极其楷的 对于秦岛的话 海尔冲耳不闻 继续低头 默默挤着伤口的污血 过了片刻 海尔已经将污血全部挤了出来 从外套上扯下几块布条 仔细地包扎好后 这才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 听着秦岛的喋喋不休 突然从嘴里 跳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 但愿不会死在这里就好 文言 秦岛的话猛地一致 旋即看向海尔 满脸的难以置信 你 海尔没有说话 捡起地上的铁锥 向着王正消失的方向 追赶去 见状 秦岛深知 自己已经让弟弟失望透顶 叹了口气后 也不再多说什么 默默跟了上去 也不知道跑出了多远 确认身后没有海尔兄弟的身影后 王正这才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躲了起来 倒不是不想跑得更远 实在是体力不允许 摊坐在地上后 王正第一时间开始查看伤势 胸口处传来钻心的痛处 如同潮水一般 仍在不断地澎湃起伏 轻轻按压了两下 立马就痛苦地咳嗽起来 值得庆幸的是 肋骨仅仅只是骨裂 并没有断开 也没有伤及内脏 疼得王正呲牙咧嘴了好一阵后 这才拿起沿途捡来的 两块不明材质的金属板 悉心固定在了胸口位置 用以支撑 完事之后 又是低声咒骂几句 也不知道 这群牲口是怎么练的 力气大到出奇 常态都看不看比巅峰太森 如果不是刚才对方的羞辱心较重 想要自己感受更多的痛楚 恐怕一拳就能要了自己的小命 不过 王正脸上露出冷笑 没有下次了 第171章 神秘元素 简单固定好断掉的肋骨 王正没敢贸然打开光源 唯恐被结成死敌的海尔兄弟抓到 只能摸着黑一点点地向四周搜寻 好在一头成年的骤精 能够存活无穷岁月 吞吃的东西更是数之不尽 遗留在胃部褶皱里的零件 可以很轻易地找到 要想对付海尔兄弟 寻求吸魁这个外源 是没什么可能的 毕竟这三人同在军事法庭共事 弄死自己的时候 不来帮着同两刀 就已经算是感情深厚了 单纯依靠自己的话 似乎就只剩下了欺压弹这一个办法 但海尔兄弟 终究不是没有脑子孙珠 即便是把欺压弹伪装得再好 估计还是会一眼就认出来 甚至于根本不会给自己引爆的机会 不过 既然没有其他方法 总得要搏一搏才好 很快 一颗篮球大小的金属球 出现在了王正手里 为了便于引爆 还专门消布和内壁 欺压弹的原理极为简单 无非就是在有限空间内 迅速填充气流 等到膨胀至极点 通过胀破金属球 来产生爆炸般的效果 欺压冲击有伤害不假 真正致命的 还得是飞溅的金属碎片 将金属球放置好 王正似乎觉得有些不太稳妥 于是又动手造了颗一模一样的 就在纠结着 要把这颗金属球放在哪里的时候 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 猛地朝前踉跄几步 手里的金属球顺势被抛了出去 见状 王正不由的心中一紧 小跑者赶到金属球前 抱起来仔细检查了一番 确定没有触发里面的撞针 这才放下心来 随即夺步着 回到了刚刚绊倒自己的地方 嗯 王正蹲下身子 凑到镜前 才隐隐看清绊倒自己的东西 一根长度大约在三十公分的金属棒 因为两端都刺进了位臂里 所以并不能看清全貌 伸手摸了摸 材质也不甚明了 这倒是让王正有些意外 要知道 骤金的位臂极其坚韧 硬度高到害人 能把孙珠炸到气化的爆炸 对未必都没能完成一丝一毫的损伤 这么一根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金属棒 竟然可以刺穿骤金的位臂 王正咧其嘴 大为欢喜 好东西 伸手用力拽了几下 发现这根金属棒卡的位置 很是刁钻 左右都被卡住 很难取出 一连试了几下 都以失败告终 王正不禁失望地叹了口气 看来 这份不大不小的机缘 并不属于自己 不曾想刚一松手 那根金属棒突然像是融化了一般 直接变成了一滩液体流了出来 见此一幕 饶式博学多时的王正 也不由得深感愕然 这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随意改变物质形态 匪夷所思 看着脚下那滩明晃晃的金属液体 王正的目光彻底被其吸引 就连一旁的金属球滚远都顾不上了 犹豫了片刻后 王正试探性地伸出了手 小心翼翼地在液体表面站了一下 触碰到液体表面的瞬间 一股涟漪泛起 很快便又恢复平静 王正赶紧将手指抬到眼前 仔细观察了一阵 发现并没有什么不适感 重新看向那滩金属液体 发现不仅是从视觉还是触觉上 都与地球的汞元素颇为相像 也就是俗称的水银 但性质却是大相径庭 水银有毒 且无法向固态转变 重新调整了一下情绪 这一次直接把整只手伸了过去 然而就在手掌伸入 金属液体内部的瞬间 那滩液体竟好似有了灵质 宛若复古之居一般 沿着手掌吸附而来 不过是一瞬间 王正的整条小臂 就已经被金属液体包裹 这 王正诧异地看着手臂上 包裹的严丝合缝的金属液体 此刻已然完全跟自己的手臂 贴合在了一起 简单弯曲了几下手指 发现动作非常自如 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相反 似乎隐隐还透着股源源不断的能量 王正盯着手臂愣了一会儿 突然猛的挥拳 静猛的拳钢撞破空气 发出尖锐的暴鸣 好似一枚出唐的炮弹般 笔直地砸向了面前的未闭上 仿佛有惊雷在云海中闪过 沉闷的响声陡然传出 继而便是一股澎湃的气流 自碰撞的地方朝周围阔异而去 强劲的气流 甚至把王正一并掀翻在地 王正猛了 攀在地上正正尸神 刚刚那一拳 居然是自己打出来的 短暂的尸神过后 一股狂喜涌上心头 神器 这妥妥的神器啊 自己也算是接触过宇宙最顶尖的文明 照理说 许多理论技术即便不知道 可稍加接触也应该能够知晓一二 可这玩意儿居然没见过 就连破合塞卢这种宇宙霸主级别的超级文明也没有 有了这玩意儿 哪里还要要什么气压大 直接上去帮帮两拳 保证解决 你头在铁还能比骤筋的未必更硬 但在狂喜之余 又不免有些担忧起来 按照元素定律来看 高能往往伴随着高危 如此蹊跷的元素 极有可能对生命体存在巨大的损伤 就好像核有元素 衰变释放的能量非常大 可对人体的损害更是恐怖 那是直接针对染色体的可怕辐射 致命且不可逆 如果这玩意儿也是高危 估摸着自己的小命也就到头了 想到这里 王正冷静下来 开始思考 该怎么把这玩意儿给摘下来 可经过一番研究后 最令王正愕然的事情出现了 这东西并不是像手套那样套在手上的 而是透过毛孔 渗进了皮肉里 也就是说 这摊金属液体 直接还顺带改变了王正手臂的特性 使得整条手臂都已经变成了金属钛 王正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脑袋里一片空白 嗡鸣声响彻 这种事 简直闻所未闻 然而就在王正失神的下戏 金属液体突然从指尖滴落 手臂的银白色也在飞快退去 直至那摊金属液体重新躺回了地面 手臂的颜色也恢复如初 再次检查了一番手臂 发现并没有留下什么异样 高能 无微 完美契合 王正已经开始迷惑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绝对不相信 世界上竟然会有这种离谱至极的元素 第172章 长家送的躯铁 莫非 王正心头猛地一跳 隐隐记起了什么 是自己这具身体的缘故 长家闻名 当初玄庭在地球上的那艘巨剑 巨剑的主人 曾自称是长家闻名的存在 并且当时的自己 明明已经死了 就连身体都被心外虫足给撞弯了 结果巨剑的主人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把自己的意识给保留了下来 最后还为自己塑造了一副新的躯体 也就是现如今 自己正在驾驭的这副 由于自己的这副躯体 跟以前没什么区别 还是一如既往的若姬 也就没有太过在意 可现在仔细回想一番的话 倒也觉得细思极恐 首先就是对方口中的精气力神四字 以巨剑主人的说法 这四个字分别对应着意识 气场 体质 以及灵魂 精之一词 是许多高等文明 走在科技道路上的终点 依靠意识转移这项手段 舍弃不堪重用的肉身 让思维跟意识永固 以此来实现 可存是千百年之久的伪长生 力的代表 便是那些心外虫足 依靠着变态逆天的惊人体质 在宇宙中飞快蔓延 至今都还是许多星系文明 无法抗衡的噩梦 至于气和神 理解不深 难以捉摸 但结合精语力来看 气与神 同样会是两种文明的极端体现 或是体现在科技上 或是体现在肉体上 如果面前的 这摊金属液体 是因为这幅身躯 而与自己亲和的话 那么这摊金属液体 它是可以理解为 神的产物 这也就是在骤精卫部 一切讯息都被隔绝 所有的精密设备 都陷入瘫痪 而这玩意儿 却可以随意释放能量的原因 因为这不属于科技 只是元素 想到这里 王正突然低头看向了 那摊已经没有动静的 金属液体 心意一动 脑海中默默浮现出一个融字 果不其然 那摊金属液体 很快便有了反应 以极不科学的 施重姿态 升向空中 王正伸出手 与金属液体相处 只一瞬间 二者再次融为了一体 看着泛着淡淡荧光的手臂 王正沉默两久 许久才悠悠吐出一句 我草 同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 从王正的心底生出 如果这玩意儿足够多 是不是就能渗透全身 强化全身了 看上去跟齐凯大差不差 却是天差地别 不需要能源 不担心磨损 这特么 王正突然发现 自己努力了两辈子 才走出来的路 在这玩意儿面前 居然变得一文不值了 这一幕 要是被机械师行会的 那群人看到 他是不知道 要引起多么大的震动 引以为傲了 大半辈子的东西 到头来 还比不了一坨神秘元素 这种打击 王正也顾不上 还在被海尔兄弟追杀 果断把光源打开 俯下身子开始寻找 稀计能从中 再找出一些 相同的神秘元素 不远处有光源 孩尔一瘸一拐地走着 突然伸手指向前方 沿着孩尔手指的方向看去 秦岛的表情略做变化 随即猙獰开口 是王正 这个白痴对自己真是自信 侥幸捡回一条命 不懂得躲下去 居然还敢主动暴露位置 孩尔抿着嘴 适时补充一句 这家伙心思诡诀 小心有诈 嗯 秦岛轻轻汗手 表示认同 孩尔手里仍然握着 那根带有血迹的铁锥 恨不能现在就拿他 插紧王正的脖梗 孩尔兄弟 作为经历过 无数场恶战的 王棋操控者 即便暂时召唤不了王棋 其战斗意识跟战斗智慧 却并没有被封禁 在此刻显露无遗 两人矮下身形 兵分两路 好似夜间的鬼魅 悄无声息地向着王正逼近 咕噜噜噜 就在距离王正不足十米的时候 秦岛脚下 不知道踢到了什么东西 滚动中发出了一连串的声响 好在秦岛的反应足够迅速 但在第一时间 将东西给重新固定 只是 秦岛微微有些迟疑 这种地方 难道不应该全都是些零散的金属部件吗 为什么会有颇为精致的金属球 出现在这里 短暂的迟疑过后 金属球突然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响声 好似地球上的小孩临近过年 买了一盒摔炮 打开以后 兴致勃勃地摔在了地毯上 炸了 但是不想 尽管动静并不大 也没有引起远处王正的注意 可这声响 却让秦岛产生了一瞬间的心迹 强压下这股莫名的心迹 秦岛不再理会 这颗怪异的金属球 继续迈步朝前走去 刚刚踏出一步 身后又一次传来了闷想 不同的是 这次的闷想便多了起来 声音由善变多 有缓便急 直至变成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秦岛扭过头 发现那颗金属球 变大了好几圈 只是外表没那么光滑了 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凸起 见状 秦岛心底骤寒 如坠深渊 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 这是要爆炸了 秦岛脸色陡然变得惊恐 有意放轻的脚步 开始胡乱地迈动 也顾不上是不是距离王正越来越近 发疯似地向前冲去 另一侧的孩儿 看着莫名陷入暴走的秦岛 大为不解 离着王正还有十多米 这时候暴露自己 岂不是给了对方反应的余地吗 专心寻找神秘元素的王正 也是听到了动静 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然而就在转头的瞬间 那颗被触发了的气压弹 轰然炸裂 狂躁的气流 当时席卷了全场 这颗金属球的体积虽小 威力却也不容忽视 煞时间 风声四起 跑出莫多远的秦岛 当即就被先飞了出去 于头顶划出一道弧线 栽进了远处的卫壁中 与此同时 嘶声力竭的惨叫声响起 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 搞猛了的孩儿 后知后觉 这才奋力朝 秦岛落地的方向追去 可当赶到秦岛面前后 当即愣在了原地 浮现出浓浓的 难以置信神色 只见秦岛无助的 瘫倒在地 两只手死死抱着左腿 脸上满是掩盖不住的惊恐 口不择言道 不 我的腿 我的腿 膝盖处血肉模糊 鲜血如注 再往下看去 再无一物 秦岛的整条小腿 被炸没了 第173章 甘死海尔兄弟 突如其来的一幕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任谁也不会想到 堂堂二十四王旗之一 如今 在水沟里翻车 竟然被一枚 气压弹给炸没了小腿 听着秦岛痛不欲生的惨叫 海尔一时间也慌了神 迅速扯下身上的衣服 手忙脚乱地 为秦岛堵住伤口 奈何鲜血外流的速度 实在太快 甚至已经不能算是流了 而是在往外喷射 不光海尔再怎么用力去堵 鲜血仍是直置不住 不足片刻 后时的衣服 已经被血液悉数浸透 作为始作俑者的王正 此时却挂着一副 势不关己的表情 站在一旁 悠哉悠哉地看着热闹 只是看着秦岛 无比凄惨的模样 一时间竟不知道 到底是该幸灾乐祸 还是该出声安慰了 犹豫了许久 还是决定劝慰一番 真不愧是王骑驾驶员 反应就是快 只被炸没了一条腿 你 怒不可遏的海尔 愤然起身 指着王正便破口大骂 你这王八犊子 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你是个人 王正抠了抠耳朵 仿佛要把刚才听进去的脏话 给抠出来 我是王八犊子 你们俩人干我一个 下死手要弄死我 我还不能有点反之手段了 海尔气得额头轻轻抱起 抄起那根带有血迹的铁锥 做事就要跟王正拼命 可还不等迈动步子 王正突然伸手指向 惨叫声越来越低的倾倒 你看 快死了 文言 海尔不由的大吃一惊 赶忙停下脚步 转身又回到了倾倒身边 看着全身贯注为 倾倒止血的海尔 王正突然暗暗叹了口气 看来在海尔兄弟的眼里 自己的实力 已经弱到可以忽略不计了 完全没把自己当成威胁 叹气之余 神秘元素 悄无声息地附着在手臂之上 不过很可惜 半个小时不见 搁剪刀挂了 不给海尔任何救助倾倒的时间 脚下发力 旋即双腿绷直 火速朝前冲去 三人相聚不过十米 转瞬极致 然而 王正还是低估了海尔 这位王吉祁凯的驾驶者 在王正动手的一瞬间 他也动了 只是简单地朝前迈了一步 随即将手臂前伸 一只手 直接按在了王正的脸上 你再找死 圣怒下的海尔 已经没了耐性 只想着把王正解决 然后寻找出路 失去一条腿算不了什么 科技发达如河尔马 只要秦岛喜欢 别说是一条腿 就是十条八条 也能给装上 可在眼下这个环境里 苦于没有医疗设施 一切就都成了妄谈 真就这么拖下去的话 哪怕不被流血流死 也会因为感染而死 堂堂王奇操控者 被气压弹炸死 说出去 怕是要被整个星系的人耻笑了 想到这里 海尔眼中的怒火更甚 看向面前的王正 已经宛若在看一个死人 海尔的手掌 就好像八脸虫似的 牢牢禁锢在王正脸上 无论怎么挣扎 都挣脱不开 海尔也不墨迹 果断举起另一只手上的铁锥 奋力朝王正的咽喉刺去 预想中鲜泻四肩的场景 并没有出现 相反 还不等挥出手里的铁锥 海尔突然感到 有股难以言喻的距离 从胸膛处炸开 凶猛的力道 硬是打断了海尔所有的行动 整个身子都被盗甩进了半空 接连翻了几个滚后 才重重摔回了地上 一拳打出后 王正揉着酸痛的脸 看向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海尔 哼哼哼 海尔大口喘着粗气 亮亮呛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口鼻里不断有鲜血溢出 眼神更是猙獰可怖 之所以发出呵呵呵的声响 是因为胸口的肋骨 被王正一拳给干碎了好几根 力道之大 直接将肋骨内翻 插进了肺液里 此时的海尔已经说不出话了 只死死盯着王正那只银白色的手 模样好似丧家之拳 王正对此有些震惊 毕竟这一拳的威力 自己可是实验过的 跟引爆导弹差不多 就连产生的鱼波 都能把自己给顶飞出去 这么重的力道 居然还能站着 那岂不是说 这家伙的身体素质 能抗住导弹了 感受到海尔那杀人般的目光 王正的心沉了下去 一拳不行 那就再来一拳 大步冲到海尔面前 又一次举起了 附着这神秘元素的左手 上来就是石成烈 汹涌的近视在奔涌 海尔连哼记都没哼记 直接化身断线的风筝 晃晃悠悠地飞了出去 爹 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秦岛 忍不住大声嘶吼起来 只因他看到海尔的胸前 凭空出现了一道透亮的窟窿 鲜血混合着脏气 喷洒了一地 这种致命伤 如果第一时间放进疗养舱里 或许还能抢救抢救 但在这种地方 想都不用想 没救了 扑通一声 海尔的尸体坠落在地 我 我要你死 秦岛看着远处海尔的尸体 目自欲裂 激进发狂 才刚刚指出血的伤口 再次崩裂 对此 秦岛不管不顾 开始拼命向着王正爬去 王正 你死定了 我不会放过你 军事法庭不会放过你 不论你逃到哪里 我们一定会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听着秦岛私生力竭的咒骂 王正抿起嘴 默默转过身去 旋起俯身 捡起了之前扔在地上的那颗金属球 轻声道 军事法庭或许会追杀我 但是 你不行了 话落 王正扭头重新看向 还在爬行的秦岛 触发金属球的引爆装之后 摆出个打保龄球的姿势 将手里的金属球 朝秦岛抛了过去 咕噜噜噜 笨重的金属球 在地上滚动着 发出一系列的响声 滚到秦岛的面前时 恰好戛然止住 啪 熟悉的鞭炮声响起 金属球开始膨胀 原本还因为愤怒 而陷入癫狂的秦岛 突然就清醒了过来 看着面前已经出现裂痕的金属球 似乎是又一次想起了腿上的剧痛 眼底闪过浓浓的恐惧 不 话音未落 金属球怦然炸裂 秦岛的下场 一如之前的孙珠 被瞬间炸成了积粉 又被澎湃的气浪 吹得钉点不胜 第174章 元首到来 弄死秦岛之后 王正又小跑着 来到了海尔的尸体旁 开始思考该怎么毁尸灭迹 这海尔兄弟 毕竟是军事法庭 乃至荷尔玛星系 都赫赫有名的存在 死了绝对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事件 就如秦岛所说 如果背上这口大锅 怕是要被军事法庭 给追杀到天涯海角 不过好在一切还不算糟 还没到那种无法回旋的地步 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 是骤金的位部 有效隔绝了一切的信息传递 海尔兄弟怎么死的 除了自己 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要想查明死因 就只能从尸体下手 而王正此时想要做的 就是毁尸灭迹 死无对证 到时候 即便你军事法庭有心找查 可由于没有证据 想要报复 也只能放在暗处 摆不到明面上 这样一来 自己就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仔细盘算了一阵后 王正已经拿定了主意 还是金属球 效果好 还保险 一声巨响过后 海尔的尸体也消失了 做完这些后 王正终是不堪重负 疲累的贪软在地 自从被海尔兄弟偷袭开始 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 都时刻处在高度紧绷状态 如今放松下来 倦意也如同潮水一般涌来 不过王正没敢休息 当务之急 还是要找到西奎 只要全程跟在他身边 保证能甩脱杀死海尔兄弟的嫌疑 毕竟自己跟西奎满打满算 分开了不过四十分钟 任谁也不会相信 一个须比 能在短短的四十分钟内 连续干掉两位王旗的操控者 尊敬的热伊拉尔阁下 我们已经成功检测到 骤惊的行动轨迹 根据苏尔家族提供的信息 可以确定吞下西奎 以及哈尔兄弟的骤惊 就是这只 身披王级 齐凯的热伊拉尔此刻 正在无尽太空中游荡着 速度十分快 甚至已经超越了数倍光速 不足一个呼吸 便越过了好几颗星球 听完频道里的汇报 热伊拉尔简单应了一声 开口说道 把坐标位置给我 坐标发来后 热伊拉尔挥了挥手 虫洞裂缝浮现 来了来了 军事法庭总部 正在实施监测骤惊行动的画面中 突然凭空出现了一道 散发着澎湃气息的身影 一袭漆黑色的冷兵齐凯 倒是与无穷星空相映沉 漆黑齐凯的出现 顿时让军事法庭总部 掀起了阵阵嘈杂的议论 这就是荷尔玛的第一代王旗 事业 听说事业还是唯一一套 没有依靠迪瑞诺森德勇动机 为能源的王级齐凯 热伊拉尔阁下 真不愧是当年与迪诺齐名的机械师 放言整个荷尔玛 也唯有他能跟迪瑞诺森德相提并论了 也不怪众人议论 军事法庭成立至今已有百年 是荷尔玛八大联盟里 存在时间最短的超级组织 热伊拉尔在平吉兴区 装疯卖傻了15年 但实际上 早在成立军事法庭之初 就已经离开了 这也导致军事法庭里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只知道热伊拉尔这个名字 却并不认识这个人 如今亲眼见到 这尊对军事法庭有些特殊意义的王旗 自然是激动万分 对于这些议论 热伊拉尔并不知晓 只是远远观望着 正在星河里缓慢游行的昼金 体型之大 即便是漫游在全是恒星的星河里 仍然一眼就能看出来 甚至于昼金的所过之处 星系变鬼 星球一味 寻常人看到这等庞然大物 怕是当场就得吓得昏死过去 然而热伊拉尔却只是看着昼金笑了笑 轻声道 真是头伤口 能吃不能吃的乱吃一通 说吧 眼神皱冷 语气冰寒 这就叫你吐出来 随即抬手双手 以掌心朝向昼金 一道无比明亮的赤芒 从掌心汇聚 肩膀处的假片开启 两台微型炮筒迅速成型 同样散发出耀眼的赤芒 快 快记录 军事法庭内部的众人 已经快要乐疯了 迅速将一切能用上的监测设备 全部对准了热伊拉尔 超频粒子极数激光炮 独属于事业的火力配置 之所以其他棋械没有搭载 并不是威力不行 相反 超频激光炮的威力极其恐怖 比起奸心炮更是有过之而无极 能够以超频阵战的粒子光束 先行冲散受激物的微观排布 随后再造成重伤 换句通俗一懂的话来说 那就是无视防具 造成真伤 只是放眼整个荷尔马星系 就只有热伊拉尔懂得制作原理 不过 时代终究是在发展进步的 有人惊叹 就会有人反驳 因为中层默默打量着 画面中给到特写镜头的激光炮 不禁笑着摇了摇头 激光炮 归根结底 还是以光源为主导能量 不确定性太多 影响因素太杂 威力再大又如何 好不好用才是关键 不然的话 何至于停产到现在 中层的话 仿佛一盆冷水 泼在了很多人的头顶 激动的心情 瞬间就平复了下来 他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 激光炮的受限因素确实非常多 例如烟尘 湿度 气温等等 由于这样那样的限制条件 从而导致激光炮的应用 存在极多的束缚 也正如中层所说 如果真的好用的话 凭借如今荷尔玛的文明技术 只要存在 恐怕就没有造不出来的东西了 议论声逐渐小了 说到底 这王岐也只是个初代吧 百年前的老产物 性能什么的 肯定没法跟现在的比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 无非是一代皆一代人的吹嘘罢了 众人在心里暗暗想着 事业尖头以及掌心 瞬间冒出了湛蓝色的光焰 四条笔直的光柱 以极快的速度 奔向远处的骤晶 嗚 骤晶开始转动身躯 仿佛引起了星系地震一般 星河里的所有星球 都跟着变化了轨迹 快 快看 守在监测画面前的几人 突然直接屏幕尖声喊叫了起来 卧槽 什么 不 不会吧 所有人已经无法淡定了 如遭雷击般骇然愣神 尤其是刚刚还在吃讽 事业是老年纪的中层 此刻就好像吃了苍蝇屎似的 傻傻的望着画面 错愕难当 连尖心炮都无法破防的骤晶 竟然被四道骑射的激光炮给打伤了 第175章 激光炮之威 随着镜头逐渐拉近 骤晶身上四个焦黑的坑洞呈现在眼前 尽管这四个坑洞 与骤晶庞大的体型相比 显得是那么微不足道 几乎能够忽略不计 可架不住坑洞足够深 直接洞穿了表皮 深入皮下 让骤晶真切地感受到了痛楚 军事法庭总部的检测室内 瞬间安静下来 近到可以听见迎针落地的声音 被啪啪打脸的中层脸上 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 忍不住尖声叫喊起来 这 这怎么可能 骤晶恐怖的防御力 是宇宙公认的 科技发达如河尔玛 即便清净手段 也未尝能保证 击杀一头成熟器的骤晶 哪怕是能做到击退 就足以证明实力不俗了 所以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去听 中层的逼逼赖赖了 在事实面前 他的话已然失去了公信力 嘈杂声中 热一烂的声音 强行从频道中挤了进来 两颗超高压油燃弹 现在就要 油燃弹的用途很简单 要想从外面攻破骤晶的肉身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只能从内向外下手 油燃弹被引爆后 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跟浓烟 可以起到很好的刺激作用 从而让骤晶发生偶性 将胃里的东西全都吐出来 快 油燃弹呢 快给热一烂阁下送过去 中层一改之前的不屑 眼中满是对事业的狂热 连声催促周围人进行协助 其实用油燃弹来解救 被骤晶吞进肚子的人 这种方法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只不过对解救人的要求比较高 至少也得是帅及旗卡以上的操控者才行 不足片刻 两颗几乎跟事业等高的油燃弹 已经送到了面前 热一拉尔一手夹住一颗 玛丽骤然攀升 开始往骤晶的嘴部飞去 此时的骤晶因为受伤的缘故 已然处在了暴怒的边缘 见有人还敢前来挑衅自己 也不惯着 张口便给吞了下去 眼瞅着热一拉尔被骤晶吞掉 中层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好奇 对着周围负责监测的工作人员喊道 把刚才射伤骤晶的那段画面 给我掉出来 尽管这些人平日里对中层颇有不满 倒对于他下达的指令 还是不敢不遵从的 另外 热一拉尔动手时的速度实在太快 用肉眼根本没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既然中层提出了要求 这些人同样是想再仔细看看当时的全经过 一睹能够在骤晶皮肤上 留下伤痕的超级激光炮 工作人员迅速在虚拟屏幕上点动几下 一个类似于文件包的光屏便弹了出来 飘向了半空 中层伸手轻触光屏 再轻轻一点 光屏顺势展开 直至变成了一道 大带有整面墙壁大小的屏幕 屏幕上显示的内容 赫然是刚才热一拉尔攻击骤晶时的画面 八倍慢放 中层说道 尽管画面速度已经降低了八倍 可那四道激光在射出之后 仍然是以肉眼无法看清的速度 撞向了骤晶 十六倍 中层咬了咬牙 有些不肯相信摆在眼前的事实 跟一百年前相比 和尔玛星系的文明无疑是进步的 而且进步幅度极其巨大 以现在的视角去看百年以前的人 跟看原始人没什么区别 可为什么威力如此恐怖的激光炮 竟然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 最让中层感到绝望的是 这激光炮的原理 竟然看不出来 更造不出来 来自一百年前的产品跟技术 居然把自己这位军事法庭的中层 给难住了 射兵放慢十六倍后 那湛蓝色的激光终于能够看清了 在齐凯的肩膀 以及掌心喷射出的瞬间 威力之大 竟然将空间都给扭去了刹那 那四道激光 其实并不是沿途射向的骤惊 而是在图中有过短暂的消失 就好像凭空不见了一般 再也看不到丝毫的诡计 随即变在终点 也就是骤惊的体表外围跃然出现 并重重撞了过去 下一瞬 四个焦黑的大洞 泛着不住生腾的黑烟 出现在了骤惊的身体上 这 这是什么技术 有人已经坐不住了 书弟从座位上弹起 死死的盯着画面中激光的漫射轨迹 与其说是直线 倒不如说是一条断断续续的虚线 时隐时现 时有时无 停 中层叹了口气 将光屏撤回到了主控台 从业这么多年 无力感有过 挫败感也有过 颓丧感却还是第一次 被来自一百年前的产品打败 这是何等的耻辱 能计算出这激光炮 洞穿骤惊的皮肤 用了多久吗 中层的语气 再没了往日的自负 只闷着头轻声说道 与此同时 整个检测室 全都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无不想听一听这个结果 片刻过后 声音响起 0.01 苗 检测室里仍然没有人说话 可气氛明显变得嘈杂了起来 呼吸声愈发急促 那可是骤惊啊 号称宇宙中最强大的生物之一 无懈可击的坚硬皮肤 竟然被激光炮轻易冻穿了 尽管造成的伤口可以忽略不计 但这可是实打实的伤害 尤其是某些人 曾一味地否定激光技术 认为受制因素太多 威力不可控 非常不好用 激光炮能在骤惊身上留下伤疤 自己手里那些引以为要的武器 有一样算一样 连给骤惊挠痒痒都做不到 激光炮不行 不 太行了 安静的检测室里 所有人都一言不发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激光炮都这么掉了 其他的东西还搞屁啊 干脆直接全都搞这玩意儿就好了 这时 有人悠悠的话语传来 不愧是初代王琪啊 一句话点醒了所有人 因为这道激光炮 差点就把自己大半辈子的努力 付出给否定了 要知道激光炮被抛弃 并不是个人的决定 而是时代 随着科技的更迭 落后的东西 要么更新 要么淘汰 激光炮显然就是后者 至于为什么这道激光炮威力这么大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他的主人是热伊拉尔 军事法庭的奠基者 初代王琪的研发者 同时也是最接近机械大宗师的男人 第176章 救了又没救 在被骤惊吞下去的瞬间 热伊拉尔将失业的动能运行上 调到了最高输出频率 使得其在隔绝一切讯息频道后 仍可以进行短暂的运转 进入骤惊体内之后 迅速将怀里的两颗超高温油燃弹 放在了既定位置 随即将监测频道启动 着手去寻找西奎跟海尔兄弟的踪迹 随着监测范围的逐渐扩散 热伊拉尔最终锁定了两个身处 不同位置的热量源 一个是西奎的 另外一个 却并不属于海尔兄弟的任何一个人 热伊拉尔看了一眼右下角的时间 发现距离预计的齐凯解体时间 只剩下一分二十秒 不敢有任何的犹豫 果断向西奎的方向赶去 至于另外的那个热源 其身份既然不属于军事法庭 也就没有理会的必要了 用了不到十秒 热伊拉尔已经出现在了西奎面前 看着眼前漆黑如昧的威亚王旗 西奎常年冰山的表情浮现出一丝波澜 热伊拉尔阁下 西奎很是意外 没想到军事法庭竟然会委派这位 已经影视近百年的大佬来解救自己 时间宝贵 客套话少说 热伊拉尔深知时间不多 立即表明问题重点 海尔兄弟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们为什么没有凑在一起行动 西奎听后不由得一愣 既然能够搜索到自己 说明同样可以搜索到海尔兄弟 如果搜索不到的话 恐怕原因只有一个 海尔兄弟死了 西奎突然摆了摆头 把这个可怕又可笑的想法给抛之脑后 王旗的操控者不论在哪 都会是毋庸置疑的强者 更何况这还是两位王旗联手 更何况骤精卫部的寄生虫 孙珠已经被消灭干净 唯一撑得上活物的 就只剩下自己跟王正了 总不能是王正做的 西奎不敢耽误时间 迅速摇了摇头 不知道 进来以后并没有见过他们 嗯 热伊拉尔汉手 对西奎的话深信不疑 同时又在心中暗暗揣摩起来 照理来说 就算是隐蔽的再好 也不可能躲过检测设备的搜索 要想躲过去 就只有一个办法 死 再次大范围搜索了一遍 仍没有发现海尔兄弟的踪迹 哪怕是死了 就连尸体也没有看到 不等了 热伊拉尔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发现只剩下可怜的40秒 反正引爆油燃弹后 骤精会因为受到刺激 从而把胃里所有的东西 一并给吐出来 唯一需要顾虑的就是 如果没有自己的保护 海尔兄弟被吐进太空后 如果不在第一时间里 开启七凯护身 极有可能会被真空瓦解掉身体组织 毕竟是王岐的操控者 肯定驾轻就熟 完全不需要保驾护航 正要带着熹奎离开之际 热伊拉尔突然想起想到了什么 指着王正的方向 开口问道 那边还有个生命迹象 要不要带他一起走 还有 熹奎脑海中 第一时间浮现出王正的身影 看到熹奎的反应 热伊拉尔似乎是有些意外 又问道 认识 熹奎摇了摇头 不认识 嗯 热伊拉尔扭过头 深深地看了熹奎一眼 笑意见浓 不对吧 热伊拉尔突然撤去了 齐凯的头盔 笑眯眯的看向熹奎 嘴角微微上扬 王正 迪诺的唯一真传弟子 同时也是六号核心心区 苏埃尔家族的坠婿 以及你的丈夫 话语间 熹奎逐渐变了脸色 看着熹奎脸上一闪而逝的慌乱 热伊拉尔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近几年才生名雀起的女魔头 之所以能在军事法庭快速崛起 靠的就是无与伦比的天资 和杀法果断的性格 说一不二 向来是熹奎的人生信条 如今竟然会为了一个男人 而主动撒谎 热伊拉尔没有来叹了口气 真是没看出来 这凶名在外的女魔头 居然还是个恋爱吗 不过对于这些事情 热伊拉尔并不感兴趣 也没有在意的必要 军事法庭跟迪瑞诺森德的爱恨情仇 跟自己无关 之所以来救他们 可并不是为了军事法庭 而是为了照服后辈 毕竟军事法庭 好歹是自己当年的呕心力血 才留下的杰作 走吧 最后的二十秒 热伊拉尔用嘎吱窝加起熹奎 迅速高飞 直至来到骤惊的气孔处 正要远距离引爆油燃弹 却听到身下 熹奎弱弱的声音传来 带上它吧 热伊拉尔闻言一愣 旋即失声大笑 看来终究还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小情人 不过很可惜 我没心情 热伊拉尔伸出手掌 用激光射爆了远处的油燃弹 一股庞大的浓烟 顿时就生腾起来 伴随着剧烈的火光 直接把有黑的胃照亮了大半 滚烫的热浪不住地翻涌着 携带着刺激性十足的气体 向着周遭奔涌而去 五 骤惊似乎是感受到了胃里的异样 发出了阵龙发聩的乌叶声 一道刺眼的光芒 从头顶射了进来 光线一直向下 只达底端 远远看去 仿佛有一条白线 将无穷的黑暗给一分为二 置身光线之中 自下而上 逆光极形 不足刹那 眼界豁然开朗 周围的景物 意识变得明亮起来 出来了 热伊拉尔低头看了一眼 旋即便将吸魁给扔了出去 在太空短暂盘旋了几圈后 火凤烧云赶在真空吞噬吸魁之前 成功包裹住了吸魁全身 与此同时 还有大量的金属零件喷泊而出 胡乱地洒向太空 热伊拉尔突然将头往左侧一歪 眼神泛起瞬间的精芒 视线落去的方向 有一道呈现弧度的白线 那是物体在高速运动后留下的痕迹 看着那道白线 热伊拉尔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旋即便将视线转移 看向了别处 这时 军事法庭总部的通讯请求传来 热伊拉尔阁下 方才见你已经出来了 请问情况如何 热伊拉尔不紧不慢地说道 救了 听到这话 通讯那头明显松了一口气 结果热伊拉尔又紧跟着补充了一句 但没救权 第177章 军事法庭高层会议 死 死了 军事法庭的高层会议上 有人错愕到拍桌起身 简直是胡说八道 军事法庭创立百年 一共才出现了24位王旗 并且 这个数据放在整个荷尔玛星系 也同样通用 王级七凯的操控者 说死就死了 而且还是一下死了两个 面对一众高层的怒火 会议氛围也在陡然间降至了冰点 汇报之人 几乎要把头给埋进了胸口 浑身止不住地发颤 硬着头皮 颤巍巍地继续说道 我们详细搜寻了骤金喷吐出来的遗留物 并且还顺着骤金的行动轨迹 沿途展开地毯式查找 仍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线索 根据种种情况推断 秦岛跟孩儿两位阁下 极有可能已经遭遇不测 放屁 一位四手四脚的魁梧壮汉 无比愤怒地拍着桌子 忍不住大声呵斥起来 是死是活 总要留下点什么吧 连根矛都没找到 怎么就能断定人已经死了 说话之人名叫库尼基瓦 是军事法庭八位高级参议员之一 手里更是拥有四套王级齐凯的 直接调配权 要知道 在目前现有的王级齐凯中 有超过半数跟热一烂的情况一样 处于隐退或半隐退状态 能够时刻投用的 大概只有十二套左右 而库尼基瓦一个人 就占了三分之一 如此高的比例 不可谓不恐怖 因为这四套王级齐凯 使得其在军事法庭 乃至荷尔玛兴系的地位 都非常超然 成功躋身荷尔玛一会二十四人的行列 属于稳稳站在金字塔顶端的存在 然而可惜的是 库尼基瓦手里的四套王旗 海尔兄弟刚好是齐二 这也是库尼基瓦大发雷霆的原因 能进入荷尔玛一会 哪一位不是凌驾于世人之上的超级巨拨 要么势力 要么财力 要么实力 就比如八大联盟的一掌 而库尼基瓦的强势点 就在于掌握足够的硬实力 这下好了 实力折损几近一半 仅仅只是排名下降倒还好说 如果就此被驱逐出议会 那真就是逼了狗了 一想到暗处有无数双眼睛 觊觎着自己身下的宝座 库尼基瓦心中的不安再次汹涌 左侧的两条手臂飞快地摆动着 力声说道 找 给我加大搜查力度 哪怕是变成灰 变成渣渣 也要不惜一切代价 给我找到证据 是 接到命令后 汇报人陶也是地离开了这里 还不等库尼基瓦坐下 在座有人发出了很不合时宜的声音 简直是白费功夫 闻言 库尼基瓦的脸色顿时就阴沉下来 双眼死死盯着开口之人 寒生质问道 你说什么 面对库尼基瓦杀人般的眼神 那人神色如常 与其陡然抬高 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说 白费功夫 碰 库尼基瓦一脚踹翻身边的椅子 做事就要冲向那人 萨娃蒂卡 有种你再说一遍 萨娃蒂卡不紧不慢地扭过头 看向怒火中烧的库尼基瓦 冷笑道 怎么 脑子不好用 耳朵也不好使了 如果不是你胡乱调用王旗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 库尼基瓦陷入语制 一时竟找不出反驳的话来 同样作为军事法庭的高级参议员 与仇视迪诺的库尼基瓦相反 萨娃蒂卡跟机械师行会的关系默逆 是迪诺坚定不移的拥护者 除此之外 萨娃蒂卡还是荷尔玛议会首屈一指的候补人员 只要有人被替换下来 他就可以顺势上位 所以 两人之间的斗争早就已经摆在了明面上 只不过 萨娃蒂卡手里只有两套王旗的调配权 硬实力方面 还是要逊色于库尼基瓦 可自从海尔兄弟失踪后 情况却是不一样了 最戏剧性的是 萨娃蒂卡手里的两套王旗 其中之一便是西葵的火凤烧云 明明三人都被骤惊吞了 结果只有西葵跑了出来 此消彼长之下 两人的实力几乎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 甚至于萨娃蒂卡还要高出一筹 萨娃蒂卡的话虽然扎人 却一下就点醒了暴墓中的库尼基瓦 当初委派海尔兄弟外出 是为了去袭杀迪诺接班人的 而自己下达的指令是必须击杀 为此 海尔兄弟闹出的动静不小 甚至还摧毁了一处刚吉尔行会的分会场 惹得刚吉尔的高层亲自上门讨要说法 被骤惊吞下去后 不只是海尔兄弟没出来 迪诺接班人貌似也没了踪迹 莫非 他们还在骤惊的位置 想到这里 库尼基瓦平复好心中的怒火 再次看向了萨娃蒂卡 不同的是 这次的眼神极为柔和 大有示好的意思 能不能把西葵叫来 向他询问一些在骤惊体内时的细节 看着库尼基瓦那张笑鼻哭还难看的表情 萨娃蒂卡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 你让他来他就得来 那我算什么 如果真要是还留在骤惊体内 那干脆就找都别找了 骤惊的生理习性 在座诸位都清楚 寻觅来的食物会在胃部堆积 等积攒到一定体量后 才会开始分泌胃酸进行吸收 说着 萨娃蒂卡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46个小时 要不去骤惊的排泄物里翻翻 说不定会有线索 萨娃蒂卡 你到底想干什么 库尼基瓦 你管我想干什么 萨娃蒂卡 库尼基瓦 够了 军事法庭的议长斯芬多兰 终于是忍无可忍 果断出声制止二人 海尔兄弟的失踪是小 两套亡起的遗失是大 如此严重的事件摆在眼前 都已经火烧没毛了 两位竟然还能吵得起来 有趣 真是有趣 要不我等先出去 给你们两个腾腾地方 斯芬多兰冷笑着 突然脸色变化 以怒不可遏的神情 书弟起身 嘶吼出声 蠢货 一声呵斥 直接让整个会场都安静了下来 即便是炒红了眼的萨库二人 也不得不乖乖坐回座位 既然是在追击迪诺接班人的途中 出现的意外 那就分出两拨人 一波继续去找海尔兄弟 一波去把王正给我找出来 说着 斯芬多兰冰冷的眼神 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 我不管你们怎么做 用什么方法 总之一句话 把那两套王旗给我找回来 第178章 跑路 6号核心新区 边缘区域的破旧的小酒吧 在无人的巷尾深处 一道虚空裂缝凭空出现 紧接着 王正从中跳了出来 看着四下无人 果断从后门溜进了酒吧 不得不说 这趟远门真是收获满满 钱没怎么花 东西倒是搞来了一大堆 首先 破合赛炉能源版 这可以说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直接把自己的底牌 拔刀了好几集 有了他 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在荷尔玛星系待下去 现在就能回到地球 去对付巨舰上的心外虫族 其次是神秘元素 虽说用起来十分顺畅 可真正的妙用并不清楚 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如无意外的话 等到真正参透这团神秘元素后 其所带来的提升 估计还要远远超过破合赛炉能源版 最后便是缴获来的两套王级奇凯 雷彻 语说 还是无损版 虽说这两套奇凯平级为王 可性能方面 终究是跟自己 现在所用的奇凯版超越者没法比 用也用不到 丢了还可惜 更何况 这俩玩意儿 在荷尔玛的地位 不亚于地球的关羽张飞 无人不晓 驾驶这俩玩意儿出门 无异于自掘坟墓 此来想去 王正决定给这两套王级附加系统 并跟超越者构建同频网络 这样一来 两套王级的操作性质 就从人为变成了自主 必要时就召唤出来 打对方个出其不意 连特么了解都是王级 而且还是两套 放眼荷尔玛 有谁这么财大气挫 不过 当下已经没什么时间 容自己去修改了 毕竟弄死了两个王级驾驶员 尽管一时半会儿 查不出是死是活 可总会有止暴不住火的一天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找来这里 当务之急 还是收拾行李跑路 跑去哪儿 当然是回地球 该有的东西都有了 实力也够了 是时候回去 把威胁地球安全的心外重足 给解决了 虽说这边有许多事 还没有了结 完全可以等地球那边 安排妥当后再过来 把需要打包的 全部进行了那里压缩 收拾完后 王正再次从后门钻了出来 正要跑路 临到拐角 刚好跟一个中年男子 撞得满怀 大姑爷 什么是这么结 中年男子笑着问道 玄机看到了王正背上的包裹 好奇道 您这是要出门 还是刚回来 倒是有段日子 没见您这酒吧开门了 王正呵呵一笑 对这位中年男子 十分客气 中年男人名叫哈格瑞 是隔壁武器店的老板 跟那群天天在店里 向自己卖惨求帮助的俘幽们不同 哈格瑞是个地地道道的 纯正荷尔玛人 待人极为热情 即便是自家的条件并不算好 却仍然乐意不遗余力地去帮助别人 王正出来乍到的那些天理 没少受这位邻居的关怀照料 只是后来爆出 自己是苏埃尔家族的大姑爷后 两家人的来往也就变得少了 哈格瑞嘴上说着避嫌 其实就是不想被其他人误会 他接近王正是有所图的 如今自己将要离开 再回来时也注定不会回到这里 如无意外的话 这应该是两人的最后一面了 何点 王正主动发出邀请 哈格瑞似乎是察觉出了什么 爽朗地笑了几声 旋即大手一挥 说道 你沈子在家坐了 走吧 去我家吃 王正也不含糊 果断点头同意 来到哈格瑞家后 开门的是一位颇为彪悍的中年妇女 还有脸回来 又死哪去鬼混了 哈格瑞神色有些慌张 赶忙指了指声后 有客人 胡说什么呢 一边说着 一边不动声色地将王正推到自己身前 见识王正 妇人露出笑脸 苏埃尔家的大姑爷 放两人进门后 王正明显能感觉到 哈格瑞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不难看出 哈格瑞对妇人是保有敬畏之心的 菜食酒水上桌 两人面向而坐 看着妇人忙碌的背影 哈格瑞突然压低了声音 对王正说道 小子 千万别太早结婚 随即举起酒杯 浅浅扎了一口 继续说道 瞅见没 都是教训啊 王正笑了笑 刚要说话 却突然瞅见 妇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哈格瑞的身后 安慰的话硬生生地指在了嘴边 仿佛再多说一句 哈格瑞就要死了 就在王正以为要亲眼见证一场家庭伦理惨剧时 喝得有些微醺的哈格瑞 突然就感慨起来 别看你嫂子中 其实非常知道体谅人 这么多年了 是我亏欠她 王正惊了 看哈格瑞的懒散模样 估计是不知道 妇人正站在她背后 可这话 怎么就好巧不巧地 变成夸赞了 前面不是调侃的郑启进吗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趋利避害 紧急避险 王正有些不信邪 出声问道 那你跟嫂子在一起 后悔不 什么话 这是什么话 哈格瑞生气地拍着桌子 跟你嫂子在一起 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事 庆幸都还来不及 你居然问我后不后悔 哈格瑞说得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直接把王正给对迷茫了 一时间也不知道 这话是真是假了 不过效果确实明显 满脸杀气的妇人 在听到哈格瑞的这些话后 脸上的阴沉顿时就消散了 变成了一副 充满幸福与娇羞的笑意 如此一幕 看得王正嘖嘖撑起 牛鼻 直接就给拿捏住了 然后妇人就乐呵呵地 转身去洗衣服了 酒足饭饱后 哈格瑞将王正送出门 借着酒镜 伸手狠狠拍了拍王正的肩膀 眼底的落幕 清晰可见 或许是觉得 两人并不是特别熟悉 道别的话犹豫了很久 还是没能说出口 千言万语变成了一句 别太早结婚 王正点点头 表示记下 随即便转身离开 等到哈格瑞回到房间后 妇人开始收拾桌上的残局 一抹微光 进入了妇人的视野 这是 哈格瑞走上前 看到了王正故意留下的一串钥匙 顿时就明白过来 这是酒吧 跟那两间大仓库的钥匙 啊 妇人不由的脸色一变 赶紧说道 趁他还没走远 赶紧快追上去 还给他 哈格瑞摇了摇头 不 他把这些送给我们了 第179章 一便横生 送给我们 妇人诧异地惊呼出声 这怎么行 还是还回去吧 哈格瑞叹了口气 伸手接过了那串钥匙 轻声说道 还不回去了 他走了 妇人顿时就明白过来 不再说话 默认哈格瑞收起了那串钥匙 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贵为苏埃尔家族的大姑爷 即便再怎么不受待见 也不可能一辈子 待在这种毫无前途的破地方 这是什么 哈格瑞突然看到 桌子上除了钥匙以外 还有一枚小巧的戒指 因为太小的缘故 使得二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 拿起戒指 仔细把玩了一番 材质平平无奇 甚至有点粗糙 跟在地摊上逃来的 没什么分别 这有啥用 能值几个钱 妇人有些嫌弃地 丢给哈格瑞 哈格瑞瞪了妇人一眼 吱声道 什么能值几个钱 你这婆娘 钻钱眼里了 酒吧都送给咱了 你还想要多少 妇人表情凝固 玄机开口 敢凶我 哈格瑞 斯芬库里 齐斯特鲁 我这几天给你脸了 哈格瑞后知后觉 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开口求饶 错了媳妇 饶命 啊 走在路上的王正 猛地停下脚步 狐疑地向四周观望起来 忍不住低声喃喃道 谁家大晚上的杀猪啊 玄机不再多想 快步消失在了黑暗中 然而就在王正离开后不久 有两道身影出现 为首之人四下环顾一眼 指了指面前 静悄悄地破旧酒吧 开口间 脸颊两侧 裂出两个窟窿 随着说话幅度 一开一合 是这里吗 仔细看去 那两个窟窿 赫然是两张嘴巴 身后的马仔迅速回应 哈迪哥 就是这里 苏阿尔家族的孤眼 我不可能认错的 闻言 三口哈迪扭头看了马仔一眼 冷冷说道 你最好不会认错 三口哈迪 早年凭借心道的身份发迹 其所掌控的帅姬奇凯 恶骁 号称是王岐之下第一 因为实力够强 手段够狠 凡是落在他手里的星际商贩 无意不是惨死 在荷尔玛星系外围星圈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后来 未能更进一步 果断选择加入了军事法庭 并成为了库尼基瓦手下的一把利刃 有了军事法庭的资源倾注 三口哈迪的实力更胜往昔 甚至于跟王岐相比 也毫不逊色 之所以没能晋升王岐 是因为王岐必须装载迪诺永动机 否则根本承受不了运行时 带来的超强负荷 以库尼基瓦和迪瑞诺森德的关系 想必这辈子都没什么可能晋升王岐了 可即便如此 三口哈迪的实力仍然不容小觑 凭借汉不为死的战斗风格 成了许多势力点名需要忌惮的存在 这次的行动之所以选在黑夜 就是为了避免被其他人发现 毕竟对于库尼基瓦而言 损失的不仅仅是两套王岐 更是他在荷尔玛星系的地位以及影响力 为此找回那两套王岐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能否找到王政 成了关键 给予三口哈迪的条件是 可以随意挑选羽书或者雷车的任意一套王岐 哪怕是把他们给拆了 零件用在恶销上都可以 面对近身王岐的巨大诱惑 三口哈迪当即便答应了下来 一脚踹翻酒吧的大门 大门倒地的瞬间 砸起大片的灰尘 看着满天都是的灰尘 三口哈迪不经皱眉 看这样子 应该是挺长时间没有人在这里活动了 你们谁啊 好好的大门被踹坏了 赔钱 不然别想走 听到动静的妇人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在看到自家酒吧闯进俩人后 脸色顿时就变了 一边骂一边堵住了大门 面对妇人恶毒的骂声 三口哈迪并不在意 然而是缓缓扭头 看向了不远处的马仔 眼神中有杀意流露 是你拍着胸脯告诉我 王政在这 如果不在的话 就只能你替他去死了 马仔自然是读懂了三口哈迪的眼神 额头不经渗出冷汗 连忙看向还在破口大骂的妇人 开口说道 我怎么记得这间酒吧的主人是苏二家的姑爷 怎么就成你家的了 你管得着吗 妇人举起手里的钥匙 冲两人晃了晃 从明天开始 不 从现在开始 这间酒吧是我的了 三口哈迪突然笑了起来 对着面前的妇人说道 这么说 你知道他去哪了 对于这种擅闯民宅的家伙 妇人自然是不怎么待见 连声催促道 少说废话 赔钱 话音未落 三口哈迪的身影从眼前消失 一只手扼在妇人的脖梗 继而发力 直接将妇人给拎了起来 看着在空中不断挣扎的妇人 三口哈迪脸上的笑意消失 语气冷冽 最后一遍 他在哪 无法呼吸的妇人拼命地挣扎着 两只手疯狂地掰着三口哈迪的手指 奈何力道不够 完全撼动不了对方分口 为了活命 只能如实说道 他 他把钥匙留下就 走了 能不知道 没有听到满意的答复 这让三口哈迪有些不喜 手上的力道加重 妇人挣扎的幅度也变得更加激烈 你骗我 被死亡笼罩的妇人 再没了先前的嚣张模样 脸上汗水泪水混在一块 不住地往下流着 没有 我 没有 媳妇 姗姗来迟的哈格瑞 一进门便看到自己媳妇 被人按在墙上 不由地雷霆暴怒 果断冲了过来 一旁的马仔健壮 深知是表现的机会来了 当即便迎上前去 忽然 三口哈迪表情一正 深感意外 只见哈格瑞在跑动中 身上有一抹光芒闪过 待到光芒散去 身上赫然出现了一套坚实的奇楷 兵急 看着面前突然变身的哈格瑞 马仔不由地大惊失色 不讲武德的话还没说出口 直接被哈格瑞一拳轰碎了脑袋 惨死当场 作为武器店的老板 每天服务的 可都是些刀尖上填写的家伙 在这毫无秩序 可言的边缘区域 必须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实力够强 其次才能考虑赚钱 杀掉马仔后 哈格瑞没有停留 继续朝前奔走 炽热的栗子光刀顺势弹出 直奔三口哈迪的头点去 第180章 自爆王旗 下一刻 哈格瑞的身影戛然而止 口中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整个人都顺势倒飞了出去 沿途撞碎了数张桌子 继而又重重撞在墙壁上 才停了下来 直一拳 引以为傲的兵及齐凯 被打到解体 反观三口哈迪 哈迪仍是保持着单举妇人的动作不变 居高临下的眼神 淡淡审视着 趴在地上已经不会动弹的哈格瑞 冷笑道 看来 你高估了自己 也小看了我 说吧 三口哈迪稍微松缓了一下手上的力道 让脸色已然此轻的妇人得以喘息 最后一遍 我问你 王正在哪 哈格瑞艰难地从地上爬起 靠在墙边 嘴里大口呕血 王 八 毒 止 连话都说不利索 竟然还想着辱骂自己 三口哈迪不由地摇了摇头 嘴角露出一抹森然笑意 很好 只听斯拉一声 妇人身下的裤子被一把扯碎 两条血白的长腿暴露在空气中 三口哈迪将脸凑到妇人的胸脯 埋头狠狠吸了几口 重新抬起头时 满脸回味 颇有些意犹未尽地说道 真是想不到 你这家伙的艳福不浅 这么有味道的女人 竟然也能被你拿下 说着 伸出手在妇人的大腿上妈撒起来 随即手势上移 直至埋进了森林深处 经过好一阵的探索后 三口哈迪把手抽了出来 然后便将手指放进嘴里 狠狠地缩了一口 不错 今天高兴 老子帮你来刷刷锅 说吧 便就近拽过一张桌子 将几乎窒息昏迷的妇人 按在了上面 裤子一扒 挺枪便刺 畜上 如此一幕 看得哈格瑞目自欲裂 在怒火的加持下 肾上限速飙升到了极点 直接让哈格瑞跳身冲来 然而在悬殊的实力面前 怒火也只是他人眼中的笑料 又是一掌 哈格瑞应声倒地 三口哈迪动作不停 一个挺身 昏迷中的妇人发出一声阴影 不错不错 三口哈迪眼中亮起金光 身体开始摆动 润 够润 连点前戏都没有 上来就是大冲锋的重招 身下的桌子似乎有些不堪重负 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给我 住掉 哈格瑞晃晃悠悠的起身 浑身是血 凄惨无比 三口哈迪一边奋力冲锋 一边摇头则舌 何必呢 告诉我王正在 何至于受这么多罪 不对 话锋一转 三口哈迪将那两条大白腿 扛到肩上 说道 你这润媳妇倒是没受罪 沾了你的光 想口服了 哈格瑞不说话 亮亮呛呛地举拳冲来 重伤之下 哈格瑞连意识都开始模糊了 更不用说拳头的力道了 三口哈迪躲都懒得躲 任由其打在自己身上 还不等出手 哈格瑞先一步 力竭倒地 啪哒一声 一枚简陋的戒指 从哈格瑞的口袋里掉了出来 嗯 看着那枚戒指 三口哈迪顿时停下了冲锋的动作 拨的一下拔出长枪 俯身就要去捡 可还不等触碰 那枚戒指 陡然发出了一抹刺眼的亮光 只是一道光 三口哈迪脸色变得凝重 迅速蹲下身 提上了裤子 还不等把腰带系上 面前的光芒中 突然多出了一道身影 装枪作势 三口哈迪怒声骂着 却是在第一时间召唤出了齐凯 带到光芒散去 那道身影彻底出现在了三口哈迪的眼前 齐凯 王极齐凯 这 三口哈迪的脸上第一次流露出诧异神色 眼前的王琪 自己从未见过 不属于军事法庭二十四王琪中的任何一套 引擎运转的咆哮声在王琪体内迸发 漆黑的双目也在同一时刻射出了星红光芒 三口哈迪再一次被深深的震惊到 这套王琪竟然还是自主运作 不对 这不是王琪 三口哈迪很快便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散逸出来的能量达到了王琪水准不假 可及能源枯竭的速度也极快 这才运转了不过十秒 能源警报就已经开始响了 对此 三口哈迪心中大定 玄机露出不屑的冷笑 这就是王政布置的后手吗 区区一套报废机 也想拦住我 我连王琪都不怕 心里话还没说完 突然就被打断了 只因面前的贾王琪以迅雷之势扑了过来 双臂展开 死死地抱住了自己 背后的引擎发出爆鸣 湛蓝色的火焰喷射而出 引出了一道接一道的马赫光环 两套旗铠相互纠缠着 原地起飞 撞破了房顶 直奔高空 听着贾王琪那愈发尖锐的警报 三口哈迪后知后觉 恍然大悟 这特么不是能源警报 是特么自爆倒计时 草腻吧 三口哈迪快要疯掉了 这王政到底是个干什么 居然拿准王级的齐铠当炸弹 一次性王琪 他们的狄诺也没这么财大气粗吧 三口哈迪浑身冒着冷汗 把齐铠的动能调到了最大输出功率 奈何贾王琪的束缚实在太紧 振脱还需要花些功夫 只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不 三口哈迪眼睁睁看着贾王琪的胸口 从内亮起了红光 随即一抹火光炸碎了胸膛 喷不而出 巨大的热量与能量澎湃翻涌 瞬间便将三口哈迪的恶销吞噬 漆黑的夜空之上 一道绚烂至极的烟火盛放 直接把黑夜都照亮了 爹 爹 爹 未经开发的无人心区 王政已经布置好了坐标跳跃矩阵 左手的手环突然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王政低头看了一眼 顿时觉得有些诧异 这么快就用掉了一次机会 在那枚平平无奇 甚至有点粗陋的戒指里 极致压缩着三套自己研发失败的准王琪 之所以是准王琪 是因为能源装置出现了问题 一旦运转 就会自爆 威力跟缩小版的尖心炮差不太多 出其不意的话 王琪也能乍翻 起初的想法是送给哈格瑞防身的 毕竟酒吧拱手让人 后续一定会有人找到哈格瑞 来询问自己的下落 说不出来的话 怕是要遭受酷刑 这时候来一发王琪自爆 必然是敲山震虎 吓傻一片 只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居然这么遭人恨 当天晚上就有人找上门了 接通动力后 整个坐标传输装置开始运行 王琪召唤出 齐凯护在身上 快步走到了中心位置 最后看了一眼荷尔玛的茫茫星空 轻声道 下次见 回家 第181章 华国危机 地球 华国航天局 如今已然贵为航天局局长的报警东 此时正站在硕大的指挥台前一言不发 表情说不出的严峻 距离王琪离开地球 已经过了两年半 受长家新人的科技包子影响 地球科技的发展进入到了井坑时代 对地球的探索也逐步转向太空 航天局的地位更是水涨船高 一跃成为了各个国家最重要且权威的职能机构 只是曾经让世界精掉下巴的超越者 如今却变得鲜有问津 因为随着各国发展的不断进步 他们逐渐发现 机甲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 渐渐的 人们抛弃了机甲的钻研方向 开始向着其他领域努力 鹰匠的赫尔莫斯无人机群 每组机群配备60台赫尔莫斯战机 具备轰炸 侦察 突击 防制 监测 再有等一切配置 实现了全球无限距离的无限制奔袭 最重要的是 还免去了人工 只要输入目标 就可以自动锁敌 毛雄的卫星宙斯炮台 直接把武器装载到了太空不说 威力居然还能掌控 大则毁天灭地 轻易摧毁一座城市 小则精准锁头 一枪爆掉目标脑袋 人称上帝的执法者 除此以外 以往的那些发达国家全部崛起 均是研制出了独属于本国特色的超级武器 反倒是华国 曾经引以为傲的超越者 所成为了阻碍进步的掣肘 超越者的存在就好像一座大山 成为了每一位华国科研人员 心中绕不开的话题 以至于过了两年半 其他国家的国防实力突飞猛进 全都初步具备了抗衡心外生物的力量 独独华国 还在想法设法的改进超越者 成果是有的 但是效果并不显著 改来改去 无非就是在原版超越者的基础上 加装了一些新式武器吧 不过霸主地位虽然被鹰将拿了回去 可华国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仍能够稳稳占据前五的行列 至于头顶的那艘巨检 外围早已驻扎了数不清的空中堡垒 有数以千万计的士兵 严阵以待 日夜坚守 只不过 人们逐渐发现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 以往击杀的那些心外生物 其实是最低等的生物 无论是当初动用了小半个地球的有生战力 才勉强拿下的陨石巨人 还是具有超高的战斗智慧 让无数人深感头疼的巨蟒 在巨检内部的那些真正恐怖的心外生物面前 只配沦为口粮 不然的话 就凭这些家伙 又怎么可能撼动得了常家新人的巨检 来再多也是白给 之所以知道这些 是因为当初好些国家自认发展迅猛 已经完全不把心外生物放在眼里了 于是在半年前的某天 几个猎强家伙短暂结盟 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精锐大军 吹响了反攻巨检的号角 准备将巨检内的心外生物彻底消灭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基于巨检内的科技设备 一开始 人类联盟确实视如破竹 杀心外生物如同砍瓜切菜 捷报几乎是十分钟一条 不停地在国际新闻上滚动更新 然而就在人们以为将会这样一路高歌 直到彻底占领巨检时 人类联盟突然就没了信息 所有的通讯信号全部被切断 足足过了一整天 一架冒着娇烟的黑药 才晃晃悠悠地从巨检内部飞了出来 重伤垂死的飞行员 以最后的力气对外公布了一条新闻 巨检的最深处 有一群被长家星人 用巨检核心能源封印着的可怕生物 根据沿途得到的长家星人的记载 这群生物被称为 天灾 但拎出来任意一只 都可以轻易毁掉太阳系 如此骇人听闻的消息 一经传播 顿时就引起了世人的哗然声 原本以为地球科技突飞猛进 已经能够对抗这些心外生物了 结果自己眼中的那些可怕强敌 其实只是些趁着抖乱 凑巧几经巨检来觅食的寄生虫罢了 就在今天 天空中用于监测巨检的堡垒里 传回来了一条加密集电 代号饕餐的天灾生物 要出现了 不仅如此 饕餐的现身 还带动了一大片心外生物的暴走 其中便包含一头 威胁程度远超以往 任何心外生物的吞星诱 自这头吞星诱进入地球 轻而易举 便突破了空中堡垒的防御攻势 并顺利隐秘在了云海中 尽管地球方面 曾几次捕捉到它的踪迹 却苦于火力不足 均被对方逃脱 报警东之所以愁眉不展 就是因为吞星诱被查明 来到了华国境内 并且已经有超过三千人 被吞星诱密室吃掉了 这时 布州山机甲小队成功与吞星诱遭遇 目前十人已损失两台 报警东一把结构平板 开始迅速浏览起来 平板中记载的 都是些战斗时的画面 只见十台骑人高的机甲 将一只背生双翼 好似巨大蝙蝠的生物围在中央 旋即进行了火力倾泻 在火力的中心位置 温度近乎千度 火光宛若骄扬 吞星诱意识被吞没其中 煞时间 吞星诱背后的双翼展开 瞬间就脱离了集火区 闪身来到一台机甲的背后 强劲的力爪重重落下 当场将其撕开撕碎 砰的一声 驾驶员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就跟着机甲一同爆炸 报警东举着平板的手猛的一颤 眼里灯时有痛心跟怒火流露 这个都是自己最宝贝的战士 就这么没了 报警东默默攥紧拳头 心中不由地浮现出一抹担忧 被荡成口粮的心外生物 都这么强了 那些被称为天灾的生物 又该是怎样的恐怖存在 这场战争 人类真的可以赢吗 报警东很快便把这些 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 抛到了脑后 随即开始进行战斗部署 通知清淮小队 让他们即刻出发前去支援 充分配合不周山 必须给我把吞心又截杀在华国境内 指令下达后 报警东的眉头依旧紧重 难怪先前的几次围捕 都能被其成功逃脱 这头吞心又的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预料 看来越是靠近聚剑中心 心外生物的实力就会越强 第182章 那曙光 胜过一切 在这个信息极度共享的时代 想要屏蔽掉一些特别大的动静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 围杀吞心又事件 华国并没有对外隐瞒 而是放在了明面上 正因如此 这件事在国际上已经广受关注 甚至许多国家还专门开启了实时直播 也就是说 布州山机甲小队 对战吞心又的全过程 其实一直都在被全世界的人关注着 然而随着华国机甲出现陨落 除了华国人民在惋惜痛心以外 其他国家大多是些事不关己的冷言冷语 这种落后的机甲早就应该淘汰了 白白损失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华国不是号称世界前三吗 怎么连这种口粮级别的生物都打不过 华国早就成为历史了 还当这是两年前呢 那机而已 面对这样的评论 报警东似乎早已习惯 也不在意 继续指挥着战局 毕竟喷子从来不看事实 只知道配合着自己半坏死的脑组 胡言乱语 清淮小队同样是十台机甲 借助空间截获装置 瞬间就抵达了战场 这时 布州山小队的十台机甲已去其三 两支小队共计十七台机甲 维杀吞心诱 华国人的科技真是一般 之所以感觉他们强大 不过是仗着人多导致的错觉罢了 用人民的牺牲来换取胜利 真是卑鄙的国家 华国向来如此 当初如果不是偷走了我们大棒子帝国的机甲设计图纸 他们连超越者都造不出来 负面评论铺天盖地的涌来 起初 华国百姓还能反驳几句 可随着评论的增加 舆论几乎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形式 仅仅一头心外生物而已 怎么就拖了这么长时间 居然还出现了伤亡 这也配叫强国 战场上 第四台机甲的胸前突然泛起狂躁的火光 伴随着滚滚浓烟 笔直的朝地面坠落 第四台了 华国的机甲小队该不会要团灭吧 华国一共才多少机甲小队 一下就没了两只 报告 航天局中控室内 指挥台上有一人站起身 迅速跑向报警东 报局 经信号检测 有一大批的心外生物正在朝这边赶来 什么 报警东本就严肃的表情更渗了几分 有些难以置信地说道 画面能调出来吗 操作人员手速飞快 不足片刻便把实时画面给调了出来 只见在画面中 有一波铺天盖地的兽潮 正在朝着东方行进 放眼望去 其中甚至不乏陨石路人 森然巨蟒这样的存在 原本十七队一还有胜算 这样一来 机会顿时就渺茫了起来 报警东的心凉了半截 这么多的心外生物 别说是十七台机甲 哪怕是三十台 也有些捉襟见肘 可眼下 自己所能掉拨的机甲小队 就只剩下这两个了 完了 一抹绝望涌上行头 这只吞心幼的实力太过恐怖 相比以往 见过的那些心外生物 根本不可同日而远 好 陡然 一到惊天怒吼 响彻这片星空 又有一台机甲 终是因为不堪重负 被当场撕碎打爆 远远看着那浩浩荡荡的 心外生物大军 逐渐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众人不禁开始沉默 如此恐怖的大军 不调动军队的话 似乎根本就没办法拦住 更不用说 还有一头能拖住 两个机甲小队的吞心幼 这时 一抹未知的神秘身影 穿破云层 笔直地向地面俯冲而来 那是什么 有人注意到了 天空中一闪而不的虚影 突然伸着手指 连声叫喊起来 其余人也察觉出了不对 纷纷开口询问 询问之余 心中暗自泛起嘀咕 那道神影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有点熟悉 该不会是华国的新产品吧 一句话 顿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啸声 对此 华国无动于衷 因为他们知道 这道神影并不属于华国 甚至就连敌友都还不清楚 然而此时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吞心又已经带着大片的心外生物 成功入侵到了华国境内 报告 布州山鸡甲小队 损失超过一半 报告 心怀小队出现损伤 报告 心外生物成功突破华国拦截 现已朝着华安生进发 听着愈发紧张的局势 报警东不禁闭上了双眼 更有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 从现实中看去 整片天空都已经被虫足的身影布满 使得天色都暗淡了下来 尤其是一头长着双翼的大蝙蝠 在这群兽巢里显得格外刺眼 最为恐怖的是 兽巢中不断有火光闪过 随即便会有一台激进报废的机甲跌落下来 距离两支小队 合力围杀吞心又才过去了不到二十分钟 布州山小队已然全军覆没 清淮小队更是仅剩一二 面对他们最后的挣扎 不少观战之人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爱了 这本就不是一场均衡的对决 报警东的肩膀似乎有千军众 双手不断地颤抖着 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 正正无神 难道 机甲真的成为了时代的摒弃品了吗 最后的一台机甲孤傲地悬在空中 大有摇摇欲坠的意思 华国的机甲真是垃圾啊 什么都打不过 急速发展的两年半 连非洲都在进步 只有华国停滞不前 我只想说 活该 平日里吹得自己多么多么厉害 这下好了 露线了吧 伴随着各国激进嘲讽的评论 吞心又率先冲到了最后那台机甲的面前 争鸣的面孔上 竟是流露出了一丝轻蔑 随即肩爪扬起 又重重麾下 这时 一道灼热的光柱贯穿环宇 由太空之外倾泻而来 远远看去 就好像一条绚烂的光柱 从太空射向大地 顷刻间 温度陡升 强劲的能量在肆虐 斜着澎湃不已的滔滔热量 直接散移在整片天空 眨眼间 吞心又被那道光吞没了 连同周遭的星外生物 一并被吞噬了大半 随即 空间出现在瞬间的塌缩 一股难以言喻的强大能量 陡然凝聚 继而怦然炸裂 绚烂到极致的光芒 直接瘫痪了所有的记录设备 就好像在空中鼓起了一个气泡 开始迅速膨胀 轰然一声 天地聚集 仿佛天地间 只剩下了那树光 第183章 举世震惊 众说飞云 那树光 直接把头顶的云海 都给切割成了两半 就好像一步通往天国的电梯 一直从天外邪插进了地下 光芒万丈 绚丽夺目 一时间 所有国家的直播画面 都变得异常寂静 久久不见弹幕飘出 只因这道光 实在是太惹人注目了 甚至都不需要观看直播 凡是生活在北半球的人们 只要现在走出门外 就能清晰地看到一条 承接天地的光柱 直接照亮了大半片的天空 也不知道就这样沉默了多久 所有的直播间 皆是爆发出 如同洪流一般的弹幕 这 这是什么 神迹 一定是神迹 我的天 那只大蝙蝠还活着吗 一束光而已 能有多大的威力 估计连旁边那些小怪 都刷不死 更别说大蝙蝠了 没看到那大蝙蝠 连导弹都能硬抗吗 各国直播间的弹幕 逐渐开始两极分化 一半人惊叹于 这束光的声势与规模 一半人认为 这束光花里胡哨 没什么用 不同于争论激烈的弹幕 各国的高层 以及军方 早已是一片震动 甚至 就连手里的工作都顾不上了 无论多么紧急 直接抛下 迅速往本国的研究所 赶去 原因只有一个 在那束光出现的瞬间 各国研究所内的 能量监测仪器 无一例外 全都发出了超频警报 超频警报 意味着能量的监测值 超出了设定极限 达到了能量禁用的最大值 而这个最大值 是以核弹爆炸中心圈的 能量为基准的 如此恐怖的威力 别说是杀死吞心服了 没把地球射得对穿 都算它滋歪了 要知道 如今的科技水平 早已经今非昔比 虽然核弹 依然是众生平等的天花板 可这却并不代表 人们造不出威力更大的武器 只不过 威力一旦超出量级 对地球的毁坏性 就会更深 人们是要发展要吃饭的 不是一心求死的 毕竟跟心外重足的斗争 还没来到全面崩盘的地步 甚至从目前来看 人类还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这个时候扔核弹 倒霉的只会是人类自己 更不用说 比核弹威力更大的武器了 简直就是伤敌八百 自损一万 然而今天 超出核弹爆炸量级的武器出现了 如果仅仅只是爆炸量级超过核弹 世界各国的高层以及军方 或许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应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 这束光的能量虽然剧烈 杀伤力更是惊人 可竟然鲜少有能量散逸的波动 换句话说 就是这束光没有爆炸波及 在所有人的认知里 这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磕子弹都会有建设的风险 如此恐怖的能量光束 居然将能量全部锁定了 能量员查明了吗 是哪国的新产品 所有的国家科研所 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几乎调用了一切的资源力量 开始探查这束光的来源 不 不行 对方的防监测级别很高 并且有隐匿装置 单凭我们目前的科技来看 恐怕连对方的行动轨迹都查不出来 什么 听到这个答复后 各国高层顿时露出惊骇的神色 自从进入到科技大景分时代以来 各国的科技水平 几乎全都处在同一水平面上 即便是作为世界霸主的鹰匠 也只是以较小的差距甩开了众国 毕竟有了长家新人的科技包子加持 科技术自然都会潜移默化的 朝着一个方向延伸 然而就在这束光出现后 所有国家在震惊之余 更是感到了深深的恐惧 这束光就是在向世人宣布 划时代的产物诞生了 有人忍不住开始吞咽起口水来 因为这可不仅仅是跨时代那么简单 能够制作这种超级能量光束 那就证明其的科技水平 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不论是谁 已然成为了世界各国首要忌惮的最大威胁 可以的话 自然是消失为好 查 继续给我查 没有经过任何的商量 各国高层几乎同时下达了相同的指令 那就是不论如何 也要把这束光的主人给找出来 首先要怀疑目标就是综合实力最强大的鹰匠 毕竟放眼整个地球 有能力突破创新的 也就只有鹰匠了 然而此时的鹰匠白宫里 作为军区首要负责人的持得夺 已经开始掀桌子了 面对一众净若寒蝉 低着头不敢说话的科研人员 持得夺气的肝胆欲裂 怒火中烧 是谁 到底是谁 我就想知道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快我们一步 研发出如此可怕的极数型武器 这时有人悠悠开口 不会是华国吧 一句话直接让会议是安静了 持得夺表情一愣 冷汉顿时从额头浮现 是啊 怎么就把这个变数给落下了 虽说如今的华国 早已经没办法跟鹰匠抗衡 可他的底蕴却还是存在的 尤其是两年前的那个华国小鬼 给华国留下了一笔 无穷无尽的知识瑰宝 如果真的能导不出点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现在每每想起那道 还没退去稚嫩的身影 心底总是会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心境 少年而已 竟把整个世界的科研界压得抬不起头 出手即是王炸 炸得所有人衣衫蓝绿 如智领冬 那段日子是华国高歌猛进的日子 却也是其他国家胆战心寒的日子 其实从某种程度来看 地球之所以有如今的快速崛起 倒也与那少年的横空出世不无关系 以前的科研界都是一潭死水 瓶颈 智骨堆在一块 难有进步 而那少年出现后 就好像一条鱼蹦了进来 直接把死水给激活了 地球能有今天 那名华国少年鞠躬至尾 想到这里 池德多总会有些惋惜 不过惋惜归惋惜 还是希望他能死在宇宙中 永远不要回来 不可能 池德多摆了摆手 还是把这个猜测给否决了 一个执着于研发机甲的国家 不可能会出现这种相被领域的产品 更何况 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的话 还何必动用机甲小队 甚至最后 还害得小队死伤过半 几乎负面 池德多将双手背在身后 与众心肠的说道 区区华国 早就不配成为我们的对手了 第184章 天灾 代号饕铁 与此同时的华国境内 相关部门同样是一片混乱 吞星又已经确认被击杀 连同兽巢一并被摧毁了 光束内除了剧烈的能量波动以外 没有任何的生命迹象 原以为会是一场艰难的巨手大战 不曾想天外来的一束光 直接把能单挑两只机甲小队的吞星 又给灭了 还顺带干死了一大群发狂的兽巢 比特末扔两颗原子弹还管用 虽说危机领土的兽巢被摧毁了 可眼下貌似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道光束的来源 只是所做的努力跟其他国家一样 全都打了水漂 根本查不出光束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 正因如此 也害得各国高层更加恐慌了 如今科技极度发达 21世纪初的悬殊差距早就不复存在了 即便是鹰匠想要瞒着世界搞这些大动作 一旦幅度过来 就绝不可能瞒过他国的视线 但这曙光的出现 无疑是在说明一个问题 有人背着大家搞事情 而且还成了 这个问题严重了 很严重 今天是射星外虫族 明天说不定就射到哪里去了 不同于高层的震惊 各国的实时直播间里 依然充满了对光束威力的争吵 吞星又要是死了 我直接吃巴巴 楼上休想骗吃骗喝 那估计是吃不着了 因为吞星又肯定不会死的 没错 根据能量散移定律 威力越大 其造成的爆炸波及也就越广 这曙光斜插着直到大地 旁边连点烟尘都没浮起 威力绝必大不了 没错 就好像核弹爆炸一样 余光能把周围几十公里建筑 移为平地 就是因为能量散逸 这有什么好将的 肯定是华国眼瞅着打不过了 临时找了台大号手电筒 去晃星外生物的眼 楼上说的有点道理 众人还在激烈的讨论着 那曙光逐渐变得暗淡 开始慢慢消散 随着光束的散去 世界都哗然了 吞星佑不见了 不仅是吞星佑 兽朝在接触到光束之后 同样也不见了 这 各国的直播间里 顿时就炸开了过 就在刚刚 已经有超过八成的人 笃定这曙光没有威力 可事实摆在眼前 容不得有半点争辩 不光威力惊人 甚至强大到 把吞星佑给射成飞灰了 不 不可能吧 有人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毕竟这一切 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 什么不可能 你眼瞎了 面对这些只知道 假科普的理论大师 众人也不惯着 纷纷出言谴责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 你还想说些什么 吃巴巴的那位呢 素来 整的还是吸的 等一下 不少眼尖的人 已经停止了争论 疯狂地敲着键盘 发起了弹幕 快看 快看 云里面有东西 议论声中 一道身影缓缓从云海中钻出 在看见那道身影后 全世界都不由得愣住了 机甲 只不过比机甲要单薄 细节要更多 更接近于人形 这是什么东西 不会是华国的最新型机甲吧 卧槽 华国这是经历了什么 机甲怎么变得这么精简了 跟建衣服似的 动力装置放在哪啊 笨 没看过铁钢侠呀 话说 这到底是不是华国的产品啊 怎么从没听说过 舆论声已经彻底沸腾 所有人全都在讨论着 云海中突然走出的那道身影 当然这也包括华国 独独报警东 死死盯着屏幕上的身影 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老泪纵横 连声喃喃道 回来了 他回来了 聚见深处 一道沉睡的身影 缓缓睁开了双眼 这道身影 浑身披着一层坚固的绿色外壳 双臂宛若螳螂的连臂 下半身则是与人类相差不大 最离奇的是 这道身影 长有一张几乎裂到了后脑勺的嘴 滔天 天灾 原本用于禁锢滔天的脉冲垫 粒子流突然陷入了崩溃 使得其得以走出了那间牢笼 嗅着猎物的味道 滔天一路走出了巨箭 就在见到阳光的刹那 无数严阵以待的枪支巨炮 齐齐对准了他 滔天歪头 看向空中那一座座的军事堡垒 突然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玄机扭头看向了东边 滑国的方向 忽然间 滔天飞向了空中 还不等选择动身 一枚火箭弹划破天际 直接撞了上来 只听到一声沉闷的爆炸 硝烟灯是在空中弥漫起来 随即便见到那些硝烟 开始迅速缩小 就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了一般 伴随着硝烟渐小 滔天的身影重新出现 巨大的嘴巴微微张开 将周围的硝烟 悉数给吞了下去 如此一幕 看得数座军事基地的指挥官 骇然失色 开 开火 一声令下 煞时间火光冲天 震声彻底 数不清的炮弹 劈头盖脸地砸向了滔天 就在有炮弹即将近身时 滔天突然咧嘴笑了起来 獠牙开起 一个转身便将离得最近的炮弹 咬在了嘴中 随即下河发力 硬是将那枚十毫米厚的炮弹 给摇扁了 这声爆炸 比之刚才还要静猛 火光与硝烟一并生腾 几乎变成了一道缩小版的蘑菇云 连同其他多道数不清的炮弹一同 胡乱地投掷了过来 轰隆一声 一座由最坚硬的合金打造军事堡垒 不知为何突然从中断裂开来 伴随着无数人的惨叫与哀嚎 轰然坠向大地 溅起了树杖高的烟尘 滔铁的身影出现 看着坠地生腾起 窜天火光的军事堡垒 扎了扎嘴 颇有些意犹未尽 至此 其余军事基地的士兵才后知后觉 这家伙捐顶着急火轰炸 硬生生把一座军事基地给撕碎了 恐慌涌上了所有人的心头 尽管对于天灾 人们早就有了相关的猜测 可当真正面对后才会发现 这根本就不是人力所能抵挡的 好在滔铁对这些钢铁合金的东西不感兴趣 甚至就连军事基地上的士兵 也没能让他抬头看上 哪怕一眼 任由羽目般的密集炮火砸来 两眼仍是紧紧盯着前方 忽然间 一道尖锐的嘶吼 从滔铁的口中传来 几乎是同一时刻 所有对着他开火的枪支 齐齐牙火 从实质中 滔铁看都不曾看过他们一眼 没有任何停留 纵身便往东边飞去 第185章 机甲一脉 呼叫四号 呼叫四号 直到滔铁彻底离开 六座军事堡垒的众多士兵 仍然没能从震惊中清醒 远远看着地上的火光 这才想起 四号堡垒已经被滔铁给毁了 发起的任何信号 全都泥牛入海 毫无回音 至此 众人才不得不被迫 接受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 四号基地被毁 近三万人无意生还 有人两腿突然一软 无力的瘫坐在地 饶氏这些人都历经百战 身体仍是在不住的发颤 这 这是什么怪物 自从地球各国正式组建联盟 抗衡心外生物以来 作为源头的巨箭出口 自然也就成为了首要抵御的重中之重 也多亏了最近几年 地球迎来了科技紧喷时代 否则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里 建设了六座堪称无懈可击的军事堡垒 也正是因为 有这六座军事堡垒 在极大程度上 遏制了心外生物涌向地球 将其彻底隔绝在了巨箭之内 甚至于能够抽出余力 多次组织大军 杀进巨箭内部 当然 巨箭内部的生物众多 形成密不透风的 防护墙是不现实的 像之前的吞星诱等生物 全都是趁着军事堡垒分身不暇时 成功进入到了地球 被地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和人员伤亡 并且还差点团灭了 华国的两支超级机甲小队 华国作为世界级强国尚且如此 其他稍微弱一些的国家更不用说 由此可见 这六座军事堡垒 即便被称之为当代科技的极大城之座 也毫不为过 然而就在今天 六大军事堡垒的其中之一 被天灾一招给毁灭了 一时间 惶恐与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 剩余五座军事堡垒的指挥官 迅速达成一致 果断将四号堡垒被毁的消息封锁 绝不能传回地下 一旦传回 造成的后果 可就不仅仅是人心惶惶了 就在五大军事堡垒开展紧急封锁的同时 天灾饕餮 已经全力赶到了神秘机甲的面前 速度之快 沿途直接破开了云层 划出了一条广袤的无垠蓝天 没有任何的犹豫 尖锐的利爪直奔神秘机甲的头颅 完了 面对这样一只实力深不可测的恐怖天灾 实时监控肯定是必然的 先前这台神秘机甲发射的超级极数粒子光炮 确实惊人 已经达到了目前科技所不能触及的领域 如无意外的话 来进全球最具划时代意义的产品前列 地位直追第一名的火 然而此时的人们却对他没什么信心 只因对手刚刚所表现出的可怕实力 已经远远超出了认知与想象 当饕餮出手的瞬间 已经有人开始不住的摇起了头 哎 太可惜了 这台机甲确实了不起 只是偏偏遇到了天灾 还是太急了 等这台机甲再完善几年 未必打不了天灾 打天灾 你在说什么虎狼之词 连核弹都灭不了的东西 你想怎么打 粒子光束的威力虽然大 可受单位局限影响 没可能锁定得了天灾 五大堡垒的战士们 全都是无庸置疑的兵王 绝对是军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人才 胜率分析更是他们的强项 而眼下的这场即将展开的战斗 根据双方的表现来看 众人的胜率推算 无一例外皆是小于一成 换言之 对于神秘机甲而言 这不过是自杀式的战斗罢了 堡垒里的叹气声会成了一片 好似已经认定了神秘机甲的结局 就在这时 神秘机甲的胸前有一道刺眼的光芒亮起 惊雷般的声响紧随而至 光芒的源头 赫然与灭杀吞星柚的光束如出一辙 灼热的光束瞬间轰击在即将得手的饕铁胸前 两股力量的撞击 眨眼便产生了强劲的反射压 喷勃着涌向四周 不止如此 饕铁的迅猛攻势被生生冲散 其本身也被这道光束轰退 硬是被顶飞了数百米 百米仍是不止 随着神秘机甲的胸口朝向上行 光束也顺势指向天空 连带着饕铁一并送到了太空之外 盯的一下 饕铁随着光束一同消失在了天际 看着飞向天空变成星星的饕铁 堡垒上嘈杂的议论声突然没了 所有人呆呆的面前发生的一切 无不是瞠目接舌 目瞪口呆 对方可是一招就毁了一座能升抗核弹的军事堡垒 此前还承受了足足五分多钟的急火炮轰 留都没留住 击退更是想都不用想 而这道极数激光炮不仅成功击退 还特么把饕铁打出了地球 直接将其打成了天边的星星 知道这玩意儿掉 没想到居然这么掉 震惊过后 一抹浓重的好奇从心底浮现 不少人一百之前的阴霾 兴奋地雷起了拳头 五座军事堡垒大大小小几百台光幕 全都播放起了神秘机甲 一炮轰飞铁的震撼画面 卧槽 这啥 这么小的体格子 能量是在哪出来的 等等 这该不会是华国研发的新型机甲吧 一句话 直接把五座堡垒的所有人都给干沉没了 嘶 有人先一步反应过来 忍不住开口说道 不会吧 几乎是一瞬间 堡垒的气氛开始爆炸 放眼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都早已经放弃了研发机甲这条路 因为打造一台机甲的消耗 能造出两三架同级别甚至更高的战机 费钱费时费力 得到的回报跟付出远远不成正比 毕竟人本身就不会飞 做成的机甲更不符合空气动力学 之前为了机甲正破头 那是因为没有遇到更好的选择 但有个国家却不一样 华国 始终坚持机甲才是未来的主流派 可机甲的研发确实有着极大的难度 随着王正的离开 机甲的研发就好像陷入了瓶颈一样 即便是科技在突飞猛进 在机甲方面仍然进展不大 也正是因为在机甲上花费的功夫太多 许多领域先后被部分国家赶超 就连才刚刚坐稳不久的世界霸主地位 也重新被鹰匠拿下 很多时候 华国都被当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 更庆幸当初放弃机甲 是个明智的选择 可如今再看的话 那道悬在高空的机甲 无疑再向世人证明 机甲可行 华国可行 第186章 鹰匠出手了 一时间 堡垒中的喧哗声四起 所有人都在为空中那台轰退了饕贴的机甲欢呼着 还是五大指挥官最为清醒 用广播喝止了惊呼雀跃的众人 吵什么 损失了一座堡垒 伤亡了三万多兄弟 你们认为很高兴 感觉很光荣吗 指挥官的话 犹如一盆冷水浇在了众人的头上 只是轰退饕贴的场面 实在太过于震撼人心 使得众人暂时将四号堡垒毁灭的事情 抛之脑后 如今被指挥官喝醒 沉重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 作为防御地球的最后攻势 但是空中堡垒可以说凝集了世界各国最为先进的武器与科技 可即便以前再怎么被吹得天花乱坠 固若金汤 被心外生物一招打报废已经成了既定事实 在强大的天灾面前 地球联军的一切准备都成了笑话 更何况 巨界内的天灾生物还远远不止一只 最可悲的是 除了空中的那台机甲 其他武器对付天灾根本派不上丁点用场 连给人家挠痒都不配 所以 自己刚刚在欢呼什么 人类灭亡前最后的狂欢吗 受地狱影响 此时的鹰匠正处于深夜 池德夺被人从睡梦中吵醒 当听到紧急汇报来的消息后 顿时没了睡意 连忙披上衣服赶来了白宫 除了池德夺外 其余的圆桌高层早已齐聚 此刻正围坐在圆桌旁 表情出气一致 皆是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 池德夺来到门前 略微平复了一下凌乱的呼吸 这才推门走了进来 走进会议室后 发现所有人的表情凝重 目光全都落在圆桌中心的立体投影上 投影的画面 正是空中堡垒周围的实时直播 虽说空中堡垒 以及聚见附近的区域属于绝密领域 绝不允许对外泄露 可鹰匠作为地球唯一的霸主及国家 总归是要有些特权存在了 早在四号堡垒被毁的时候 鹰匠的圆桌高层得到消息的速度 甚至比部分空中堡垒的亲历者还要快 看着眼前的立体投影 被放大到等人高的神秘机甲 就仿佛站在圆桌上一般 正在用冰冷的目光 俯视着坐在圆桌上的众人 池德多落座 接过旁边人递来的战况汇报 仔细地审阅起来 看完之后 将汇报随手丢到桌子上 开口问道 死亡三万四千人 这么说 四号堡垒上的人全都死了 都是谁的人 对面的一个主拐老翁缓缓说道 一部分欧国人 一部分非国人 还有很少一部分的南州人 池德多听后点了点头 怂了口气 没有我们的人就好 说完 突然又伸手指向面前的神秘机甲投影 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情况 什么天灾现实 堡垒被毁 人员伤亡惨重 这些通通跟他无关 随用随气的蝼蚁 就是死再多 也比不上睡觉重要 可当听说有神秘机甲 出现在巨箭附近 还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历史 池德多坐不住了 更睡不着了 因为只要提到机甲 首先就会联想到华国 试问 当下有哪个国家 有可能影响到鹰匠的霸主地位 就是华国 当初联手抵制机甲流派 就是以鹰匠为首发起的 然而被所有国家 嗤之以鼻的机甲 却在关乎人类存亡的 关键时刻站了出来 这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当初科技紧喷 先后涌现出了 无数条比机甲流 更有发展前景 且收益更高的道路 在这些道路面前 机甲之路自然而然 也就选择了放弃 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清楚 机甲的研发 有着极大的难度 讲真的 如果不是因为王正 机甲流根本不会在地球上出现 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王正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机甲方面就陷入了冰封状态 虽然在许多小的细节和优化上 有了不少的变动 可真正实现突破的机甲 并没有出现 换句话说 那就是 王正离开时的机甲什么样 如今的机甲几乎还是什么样 华国的现状 无不再告诉其余各国 放弃机甲流派 是一个多么正确的选择 然而当初有多么清醒 如今的脸就被打得有多么疼 你拼尽全力都伤不了人家一根毛 结果有人一炮 就把对方给轰出地球了 吃得多有些头疼的揉着太阳穴 不得不说 华国的生命力还真是顽强 就好像野草一样 即使被火烧了一千遍一万遍 稍有不注意还是会长出来 而且要比之前更坚韧 更茂盛 如此自强不息的任性民族 除了华国当真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可偏偏这个国家 还是印象最大的竞争对手 如若不然 自己这些人也不会整天闲着没事 只知道绞尽脑汁的去想 怎样制裁华国了 制裁来制裁去 仍是没拦住对方几次三番的崛起 心中暗自叹息之余 开口问道 结果出来没有 到底是不是华国的最新产品 一名身材高大的金发男子 摇头说道 还没查清楚 不过根据我们安排在华国总部的间谍 传回来的消息 华国高层对于这台神秘机甲的出现 也很惊讶 也在暗中调查对方的身份 主管老者接过话查 说道 不能大意 华国人非常狡猾 说不定是在故意演戏给我们看 嗯 池德多颇为赞同的点头 总之还是不能大意 华国民族充满了不确定性 必须要严防死守 使劲打压 绝不能留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说完 池德多看向坐在居中位置 一直没有发言的鹰将总统 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 柔声问道 总统大人 您觉得呢 鹰将总统回来的僵硬的笑脸 说道 我同意你的说法 很好 池德多拍桌做出决议 那就从即日起 重新公布对华的抵制令与限制令 凡是跟华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 与我国的贸易成本均加价三成 至于那台神秘机甲 不管是不是华国研发的 我不想一觉睡醒后再看到它 第187章 大老黑牛牛战机 反观空中堡垒这边 五大堡垒的信号雷达 已经清晰地监测到了 饕贴的生命迹象 其体内的能量波动 不仅没有因为神秘机甲的重击而降低 反而还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这个消息对于众人而言 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 再继续讨论 神秘机甲的归属已经毫无意义 只要能干掉那头在地球肆意横行的天灾 掌声与赞扬 一定不会吝啬 片刻过后 饕贴重新从天外归来 兄弟的饕贴 刚从巨剑中出来的时候 表现得一直十分阴冷 就连毁掉四号堡垒时 也没有表现出多大剧烈的表情变化 可当饕贴从天外回来之后 看向神秘机甲的眼中 明显出现了一抹异样的情绪 星红的双眸紧紧落在神秘机甲的胸膛 方才的那发极数光炮 让它感到了深深的威胁 威胁这种感觉 更是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好不容易解除封印 同时还有数不清的美味食物 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可眼前这个可恶的生物 竟然在想着阻止自己 虽然多年的封印 使得其还没有完全适应回自己的身躯 不过杀它的话 够了 按照长家新人的特性定义来看 宇宙中不可能存在 同时兼具肉体跟头脑的生物 也就是说 想要拥有创造一切可能的智慧 就只有放弃强大的肉体 以至于像人类这种生物 要想对外征服 就只有依靠越来越精良的工具 而想要拥有极致的肉身 那就只能没脑子了 不过肉身强大以后 估计也没什么能用到脑子的机会 然而 作为被定义为天灾级别的可怕生物 饕餐的灵质 甚至还不输于人类 不像之前那些 只知道遵循本性存在的生物 饕餐有了明显的独立思考能力 可以充分权衡利弊 然后做出抉择 这对于人类而言 可能不算什么 但这对于心外生物来讲 无疑是泰森穿上了中世纪的骑士盔甲 双重保险 双重硬度 你在等什么 池德多看得有些不耐烦了 冲上去干掉它 很难吗 这些话 是池德多对饕餐说的 池德多把话说完的瞬间 饕餐突然动了 眨眼便消失在了眼前 完全看不清他的行动轨迹 以及去向 下一刻 饕餐出现在了神秘机甲的面前 这次充分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并没有对着机甲的胸口 发动袭击 而是侧过身体 只取机甲的腰部位置 饕餐的速度很快 一如之前毁掉四号空中堡垒那般 一切只在瞬间进行 但是 神秘机甲 预判了饕餐的动作 早在饕餐行动之前 就已经抢先一步 发动了攻击 手臂挥动中 一柄城放着热流的光剑 击事而出 滚烫的热度 直接把空间都给灼烧得有些扭曲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光剑立斩而下 空气中的水分子 直接被蒸干 爆发出了迟迟不绝的气鸣 以及不断澎湃沸腾的水雾 结 饕餐口中 突然发出了一声极为刺耳的尖鸣 旋即纵身向后远顿 尽管饕餐的反应已经足够快了 却还是被光剑蹭到 生生斩下了一截漆黑的手指 耶斯 太棒了 真是漂亮 看到如此大快人心的一幕 军事堡垒上的诸多士兵 又是忍不住一阵暗暗欢呼 就在这时 身后发出了莫名的声响 有人敲响了警报 透过传讯器 急切地呼喊道 巨舰外部船就骚动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 文言 众人不由地一惊 连忙抄起武器 迅速摆好阵型 严阵以待 刷刷刷刷 四道极其迅速的身影 从巨舰内部冲了出来 几乎是眨眨眼的功夫 就已经飞向了天空 是吞星柚 四只吞星柚 有人在频道里 及时汇报着情况 吞星柚坐标位置 2527 3345 看着四只吞星柚飞去的方向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合着饕贴刚刚那道淒厉的叫声 并不是因为被打伤才发出的 而是在寻求外援 吞星柚 上一只被他给侥幸逃了 这次绝不能让他如愿 一个大老黑挽起衣袖 做事进入了日不落牛牛王国的闪电战绩中 作为第一个实现全国普黑的国家 牛牛国的科技水平下降极为严重 后来不得不在他国 引入了部分白人来改善资质 这才把国家总体智商给提上去 如今的牛牛国 已经基本回到了当初的强国位置 研发的闪电战机 更是全球第一速 拥有满负荷超越八倍因素的动能核在 可以说是撞谁谁死 闪电战机启动 耳畔轰鸣声响彻 面前疾风掠过 下一刻 战机早已是不见了踪影 只在原地留下一道金色闪光 眨眼便消失在了原地 吞星柚的速度很快 可惜没能快过闪电战机 不足片刻便被追了上来 似乎是饕贴呼唤的缘故 四肢吞星柚飞得很急 并没有理会 已经近在咫尺的闪电战机 也没有丝毫要躲闪的意思 见状 大老黑忍不住发出冷笑 畜上 吓傻了吧 说完便操控机身往旁边一歪 在空中划出两条丝滑的曲线 随即便见两枚飞弹从底盘射出 直奔距离战机最近的那头吞星柚 轰隆隆 龙裂的黑烟夹杂着静猛的烈火 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在空中不断的翻腾 一只吞星柚消失了 大老黑脸上的笑意更甚 继续操纵闪电战机追赶 嘴中喋喋道 China 真是可笑 可怜的华国人 看到没有 你们损失了两只机甲小队 牺牲了十几名优秀的驾驶员 都没能拿下的吞星柚 被我简简单单两发飞弹就搞定了 大老黑还在笑着 视线中已经出现了第二只 就在大老黑准备顾忌重施 射杀着第二只吞星柚石 电台突然有条讯息 强行挤了进来 讯息的声音非常急促 能够明显听出对方的喘息与呼喊 只是自己的飞行速度实在太快 信号有点追不上 只能隐隐约约听到几个不连贯的字 你念快 逃 第188张 啪啪打脸 逃 要逃的是这群畜生吧 大老黑毫不客气地关闭电台 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身前的吞星柚上 老子两炮就赶死了一只吞星柚 现在马上就要锁定第二只了 你却让老子逃 老子要是扭头走了 被其他三只吞星柚逃进地球 被其他国家盯上还好 万一再碰上华国这种废物国家 真不知道还要造成多大的损失 与其放走他们 倒不如自己做做善事 也让那群自命不凡的华国人瞧瞧 什么才叫科技 机甲从始至终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大老黑脸上的笑容越发变态 监测雷达已然锁定了远处的吞星柚 导弹自动装填完毕 接下来只需按下发射键 就可以解决掉这头可怜的吞星柚 大老黑很兴奋 太对了 这种感觉太对了 掌控他人生死带来的快感 远超其他所有的一切 大老黑心中暗自想着 只是屠杀星外生物的话 未免有些太不过瘾了 以后如果有机会 一定拿活人来练手 华国人多且弱 就是最好的选择 大老黑还在一营 突然听到头顶传来扑通一声 战机顿时便沉重了不少 飞行速度也顺势慢了下来 正疑惑着 还没等反应 眼前突然漆黑一片 那头刚刚被自己炸死的吞星柚 不知为何活了过来 并且趴在了大老黑的前挡玻璃上 两双耸人的巨大毛子 正隔着玻璃 往战机内部不断打量着 两颗耸人的瞳孔 在眼眶中飞快游移 随后便紧紧锁定了 骇然失色的大老黑 刹那间大老黑笑意凝固 眼瞳缩成脉盲 惊恐慌乱的表情全部涌上心头 啊 碰 闪电战机原地爆炸 白痴 他在干什么 牛牛国总统愤怒地扔下通讯设备 看着画面中已经变成了火花的闪电战机 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大老黑作为当事人 除了雷达提供的信息之外 能够看到的画面就只有上前左右四个方向 所以当初穿过导弹引发的浓烟石 因为雷达没有检测到活动员 使得大老黑误以为吞星又已经被他给炸成渣渣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 吞星又毫发无伤 并且在第一时间就从浓烟中钻了出来 在大老黑死命追击第二只吞星又的时候 第一只吞星又也开始了追击大老黑之路 结果很明显 闪电战机的速度明显弱于吞星又 牛牛国总统之所以大发雷霆 并不是因为大老黑不听指挥 擅自行动 而是因为闪电战机坚持的时间太短了 吞星又才刚趴上去 枪都没挺 你已经抖起来了 一回合都没能坚持住 隔壁沦为全球笑柄的华国机甲 在上一次吞星又围剿战中 即便是表现力最差的机甲 也在吞星又面前坚持了好几个回合 抛开吞星又的实力高低问题 这不就等于像世人说 牛牛国引以为傲的专属科技武器 闪电战机比华国的机甲还垃圾 这跟掏空身价铸造了一把宝刀 结果被生锈的菜刀砍断 有什么区别 这不是打脸啊 这是朱星 果不其然 最令牛牛国总统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就在扔下通讯设备后不久 一道电话突然打来 是如鸡鸡鸡国的总统 牛牛跟如鸡鸡鸡两国 早在几百年以前就互有争端与摩擦 可以说两国从骨一直打到筋 牛牛国总统表情有些猙獰 却还是耐着性子接通了电话 老牛 那该不是你们的闪电战机吧 应该不是 估计只是看着像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被吞星又碰了碰就炸了 连华国的机甲都坚持了好几分钟 听着电话对面肆无忌惮的话语 牛牛国总统默默握紧了拳头 正要开口说些什么 却听到如鸡鸡总统继续说道 那就让你看看我如鸡鸡鸡国的最新科技 超连锁悬浮意 文言 牛牛国总统的脸色猛的一变 旋即抬头看向屏幕 果真是看到一架外形好似服分的黑色扁平飞机 以极快的速度掠过上空 见此一幕 心中更是意景 超连锁技术是牛鸡两国共同发起的 优势在于能耗低 速度快 动静小 一旦问世 势必会超越鹰匠的集合式无人鸡群 然而搞了这么久 自己家的进展就跟挤牙膏似的一点点都往外出 本以为如鸡鸡鸡国也会是这样 没想到居然背着自己给造出来了 看着在画面中不断飞高飞低 翻转腾膜的服分战机 牛牛国总统的心里 好像吃了巴巴一样难受 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 老牛啊 你的闪电战机已经不行了 咱这都哥们 说两句好听的 我把服分的理论图纸 发你一份啊 放心 不多要 价钱绝对公道 牛牛国总统脸色阴沉如水 耳朵听着如鸡鸡总统大放厥词 眼前还看着服分战机在画面中花式表演 还不等开骂 服分战机突然一个摆头撞向了吞星柚 没有任何的欲招 服分战机炸了 跟闪电战机一样 化成了一团绚烂的烟火 反观那只吞星柚就跟没事人似的 如鸡鸡总统的声音戛然而止 电话那头整个都安静了 牛牛国总统乐了 趁着对方还没挂断电话 开口说道 就这 我寻思这也不行啊 嘟嘟嘟 如鸡鸡总统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 牛牛国总统一扫刚才的郁闷气 又觉得自己行了 虽说闪电战机跟服分战机都是一招货 可自己的战机好歹还冲吞星又射了两炮 不管燥没造成伤势 最起码表现力比服分强 光在嘴上吹嘘了一通 实际战力卵都不如 牛牛国总统越想越开心 突然举起手里的电话 直接暗号回拨了过去 老罗 那该不会是你们的服分战机吧 应该不是 估计只是看着像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被吞星又碰了碰就炸了 电话那头突然传出一道口水声 场景开始嘈杂 随即便听到了手机落地的声音 紧接着便是众人焦急地呼喊 总统阁下 您怎么晕倒了 总统大人 第189章 绝望 四只吞星又行进的速度特别快 甚至于牛鸡两国先后出动的战机 都没能让他们的速度慢下来半点 连续两个国家的招牌战机被毁 这让众人意识到了一个不愿承认的事实 这吞星又绝不是一般的心外生物 至此 世界各国高层的脸上总算浮现出了一抹凝重 闪电战机被一招秒掉 或许是因为轻敌 可当服分战机也被一招秒掉时 问题就开始严重了 这样看的话 华国花了两只机甲小队为代价 拖住吞星又两个小时 不紧不弱 反而是强到不可思议了 吞星又的实力尚且如此 那台神秘机甲所对抗的饕餐 又该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众人已经不敢去细想了 但当务之急 是不能让吞星又与饕餐碰头 发展了这么多年 打不了天灾情有可原 打不过非天灾还能忍受 可如果连拦截非天灾都做不到的话 试问这两年半内 所有人都自诩发展迅速 科技进步飞快 到底是发展了些什么 发展打不过 不发展也打不过 那特么不是白发展了 而眼下已经出现了一台 足够对抗天灾的超级机甲 甚至在与天灾的战斗中 能够隐隐占据上风 自己这些人刚看着 帮不上忙也就罢了 总不能一点人事也干不了吧 各国高层之间 没有进行任何的交流 在阻拦吞星又一事上 却达成了默契的一致 几乎是同一时刻 所有高层一起下达了相同的指令 不惜一切代价 不论用什么方法 务必把这四头畜生 拦截在神秘机甲 跟饕贴的战场之外 绝不能让他们 接近战场半步 指令下达的瞬间 各国的隐藏底牌 纷纷亮了出来 几乎以清朝出动的方式 铺天盖地地绘成了一大片 浩浩荡荡地 向着那四肢吞星又冲去 而那四肢吞星又 似乎也感受到了 远处传来若有若无的胁迫感 速度陡然攀升 以更快的速度发起冲刺 但导弹的飞行速度 远远看去 好似支出了一张上帝的围巾 眨眼间 速尸发导弹已经追了上来 没有给予吞星又任何躲闪的机会 直接撞向他们的身躯 及时引爆 一道笔之牛鸡两国战机爆炸 还要绚烂数倍的蘑菇团 从空中滚滚升起 剧烈的浓烟 伴随着强劲的热浪散移开来 还不等动静平歇 又有数颗导弹紧随其后 动 动 动 空中雷起巨鼓 震龙发窥的声响 一道强过一道 波及开的能量余波 都几乎凝成了实质 好似连漪碎浪一般 向着周围疯狂地澎湃着 然而 即便是在这样猛烈的攻势下 那四肢吞星又仍是更快 便飞出了爆炸区域 继续向饕铁赶去 见此一幕 所有人无不深感愕然 喉中哽咽良久 终是忍不住发出一声咋舌惊叹 什么 不少人已经暗自攥紧了拳头 这四肢吞星又要是拦不住 地球就不用守护了 因为 饭桶就该死 报告 吞星又距离饕铁 已不足二百里 报告 吞星又距离饕铁 已不足一百五十里 听着急促的汇报声 吞星又的速度之快 根本容不得做出任何的思考 万般头绪涌到嘴边 还是变成了无力的依据 打 一定要拦住他们 毛熊的战断行在剑出动了 庄友号称全球仅次于六大军事堡垒的先进武器 被称为空中移动型小堡垒 结果在清净了火力之后 被吞星又净身生生撞爆 阿三的美丽巨蜥飞艇自高空落下 严格来说 这艘飞艇的技术并不是阿三研发 而是由当初的荷尔马新人传授的 由于当时的科技不足 一直没有研制成功 如今科技达标 使得这艘沉寂两年半的飞艇终于问世 也正是因为这艘飞艇的存在 使得受创严重的阿三再次垂直起飞 一跃来到了世界强国的前列 飞艇的边缘两端 击射出无数条粒子脉冲光线 好似一道道闪电一般撕破天际 射向吞星又 全程专心赶路的吞星又 似乎是对这些脉冲光线觉察到了危险 竟然头一次调转身形 意图躲避这些光线的冲击 看着吞星又们主动退避 不少人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 成了 成功了 这样下去 一定可以拦截住他们 哦 这吞星又貌似有点姿色 比我们的三嫂还要有味道 可还不等高兴太久 四只吞星又不知在何时达成了共识 其中一只调转方向 主动朝阿三飞艇冲去 另外三只仍是继续向前飞行 想走 阿三的信心高度膨胀 操控着飞艇便要追赶 同时还加大了脉冲光线的散射力度 使得整片天空都是形如珠网的光线纹路 一道残影闪过 那些布满天空的脉冲光线突然消失了 猝不及防中 阿三飞艇轰然炸碎 狂暴的火势与弥漫的浓烟下 吞星又的身影缓缓出现 在各国死记一般的注视下 吞星又挑衅式的扫了一眼镜头 随即再度远去 各国已然沉默了 先后出动了四个国家的招牌战机 外加无数炮弹的远程支持 竟然连拦截他们都做不到 无力的挫败感涌上心头 当初华国为了对抗吞星又 覆灭了两支机甲小队 自己这些无知的家伙 居然还在看热闹式的平头论足 轻蔑言谈 如此看来 这简直就是一种羞辱 伤亡暂且不提 最起码 华国成功拦住了吞星又 而自己这些自诩强大的国家 招牌进出 甚至都没能阻止对方停下脚步 两相比较 高下立判 失神中 沉重的汇报声传来 报告 吞星又已抵达战场 成功与饕铁会合 普通 不少人心生绝望 无力的贪坐在地 没了 一切都没了 在一定程度上说 人类死于自己的无知与自大 第一百九十章 自爆 原以为科技大井喷后 地球文明已经发展到 足够抗衡这些心外生物的程度 事实也正是如此 那些曾经需要依靠举国之力 才能对付的大家伙 如今很轻易就能消灭 只不过 地球人的眼界 还是太狭隘了 以为自己之前 遇到的那些心外生物 就已经是他们实力的全部了 结果 这仅仅只能算是那些 真正的域外生物的口粮 人总是一种容易自大 却不容易被满足的生物 不论受过多少教训 永远也不会长记性 见不得别人好 更是通病 见证了事发一切的众人 总算后知后觉起来 都说华国机甲的实力 在蓝星 排在中游偏低的位置 这件事不需要证明 完全就是地球公认的 然而 在有了参照物的对比后 众人这才诧异的发现 机甲不仅没有被时代的洪流所抛弃 反而从史智中 都站在科技的最前沿 原本以为自己走出了 被机甲科技笼罩的阴影 结果是 走进了一片更大的阴影里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不过是受有心人的恶意诋毁 外加这两年机甲的进展 确实没什么大的建树 这才导致众国家 对华国机甲造成了错误评估 就好像有个人之前考一百分 其他人只能考个六七十 后来学习大进步 人人都能考八九十 然后突然有人开口说 你看这个人 一点进步都没有 于是人晕一晕 都以为这家伙不行了 殊不知人家虽然进步不大 却还是一百分 想到这里 众人的脑海中 不由得同时浮现起一道身影 心中波浪起伏 好似一万匹野马在奔腾 要知道 华国机甲 是科技井喷时代以前的产物啊 这都跨时代了 居然还能呈现碾压式的领先 那个华国小鬼 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尽管神秘机甲的底细还没查明 但所有人已经认定了 这是出自华国之手 皆是在心中默默祈祷着 一定要赢啊 然而当那四头吞心又赶到战场 站在饕贴的身后时 众人还是不由的心头微尘 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 一股发自内心的悲哀 油然而生 放眼整个世界 各个国家都在吹嘘 自家的科技有多先进 代表武器有多牛逼 可等到灾难真正降临 竟然没有一个人 能站在那台神秘机甲的旁边 华国军事总部 高层集电 景东 那台神秘机甲到底什么情况 除了我们之外 难道还有第二个国家 在研制人形机甲吗 听着如此急切地询问 报景东脸色凝重 缓缓摇了摇头 但如果仔细观察他的微表情的话 不难发现在这抹凝重里 似乎流露着些许难以掩拜的激动 不知道 报景东深吸了一口气 压低了声音说道 但我能猜到是谁 猜 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电话对面义正词言道 说完 电话那头突然沉没了片刻 许久之后 似乎同样意识到了什么 悠悠说道 你是说 报景东笑了笑 不再言语 能把人形机甲 做到这种程度的 除了那个已经离开地球的他 还能有谁 了解 见报景东不回话 电话那头已经猜到了大概 略做沉音后 便扣上了电话 反观战场这边 天灾饕餐 已经跟四头吞心 又展开了阵势 分别从五个方向 将神秘机甲围堵在其中 如此一幕 看得空中堡垒上的人们 扎心不已 刚刚才树立起的底气 更是早就荡然无存 世人忧心忡忡的同时 远在海岸另一侧的鹰匠领土内 池德多却是端着精致的高脚杯 正悠哉悠哉地喝着红酒 扫一眼已经被团团包围的神秘机甲 池德多脸上笑意甚浓 抿了一口红酒 发出惬意的泽声 随即轻声说道 废物机甲 赶紧从世界上消失吧 说话间 四头吞心又已经开始行动 分别从不同的方向 朝着神秘机甲冲去 在此之前 经历过惨败的众人 对吞心又的恐怖实力 早已是心知肚明 一头吞心又就能轻易干肺 地球九成九的先进武器 四头吞心又 恐怕已经能够蔑视了 似乎是遇见了 神秘机甲四分五裂的场面 不少人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不忍亲眼见证那一幕的发声 卧槽 有人突然抱起了粗口 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忍不住惊呼起来 快看 就在那四头吞心又逼近的瞬间 神秘机甲周身 突然泛起了耀眼的红光 那是金属被烧红到极致后 才会散发出的颜色 明亮而炽热 能够在空中堡垒上服役 绝对都是万中挑一的存在 最起码也是冰王中的冰王 在看到这抹红光后 瞬间便明白了 这台神秘机甲将要做的事情 自爆 他这是要牺牲自己 来跟这四头吞心又同归于尽 动 抱紧动的拳头重重落在桌面上 表情争鸣无比 目自欲裂 王正这是要干什么 一回来就完现身 想到这里 抱紧动再也忍受不住 咆哮着嘶吼出声 你敢 然而 抱紧动的无能怒吼 并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 神秘机甲已经开始迅速膨胀 红光也从机甲内部射了出来 远远看去 就好像一只被烧得通红的大刺猬 尖刺布满全身 下一瞬 所有的直播画面变成了白色 音频更是全部变成了刺耳的尖鸣 强盛到了极致的爆炸 使得神秘机甲变成了一坨 散发着无穷能量的光团 用肉眼看去时 仿佛天空多出了一轮骄阳 强烈的光芒 按着狂躁迅猛的气流 澎湃四散 把头顶的云层都给炸碎了 光芒还在延伸 直至把四头吞心 又全部包裹其中 毫不知情的地球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强劲气流 吹刮得七扭八歪 险些就被带上了天 感受着突然变得滚烫的空气 所有人惊骇四股 却看到头顶的天空 明亮到出奇 是 世界末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等到所有的直播画面 恢复正常后 天空早已经没有了 神秘机甲的身影 更没有了那四头吞心又的踪迹 极尽的轰鸣过后 换来了极度的死寂 第191章 飞动 咕咚 寂静无声的堡垒中 就连吞咽口水的声音 都变得异常明显 所有人的脸上 已经不是惊恐了 而是茫然 眼前的天空 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 干净 放眼望去 整个视野开过到令人发指 竟然连一丝一毫的义舞都看不到 云雾 飞鸟 蒸汽 这些全部都消失了 我 我刚才是不是眼花了 有人支支吾吾的开口 殊不知在各国的监测所里 早已是掀起了滔天骇浪 所有人都在发疯般的忙碌着 为的就是修复神秘机甲自爆瞬间的画面 因为 在那短暂的瞬间 尽管所有的监控设备 都因粒子乱流影响而瘫痪 可依然有眼力极好的人 昆星幼不是被炸死的 更没有被炸成灰 是机甲爆炸后 能量被压缩到了极致 产生了与恒星自毁时相同量级的坍缩力 从而形成了短暂的 黑洞 换句话说 整片天空之所以变得如此干净 是因为附近的一切 全都被黑洞吞噬了 吃得多的酒杯从手里掉落 重重摔在昂贵的羊毛地毯上 酒水溅了一地 表情从惬意 瞬间变得争鸣可怖 这群亚陆的狗 明明只有我才是这个世界的王 一次又一次来挑战王的权威 你们再找死 不过很快 辞得多的表情又重新舒展 倾扣了几下桌面上的铜铃 身穿燕尾服的华发管家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名打扮燕丽的女仆 管家先是往羊毛毯上扫了一眼 旋即递给女仆一个眼神 女仆心领神会 俯身收拾好羊毛毯上的酒渍后 保持着弯腰的姿势快步离开 直到女仆关上房门 华发管家取过一支新的高脚杯 华国接过酒杯轻轻摇晃着 看着新红的酒水在杯中摇曳 嘴角浮现出莫名笑意 自暴行机甲 向来以人道主义自居的华国 居然会用自暴机甲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来葬送手下士兵的性命 又当又立 真是可笑 说完 持得多举起酒杯 浅浅抿了一口 管家点了点头 迅速执笔开始记录 华国之士兵性命于不顾 公然采用自杀式打法 迫害士兵宝贵性命 毫无人权 人神共愤 天地可诛 写完后 递到了持得多的面前 持得多放下酒杯仔细看了看 不禁皱起眉头 埋怨道 怎么能这么写呢 语气也太重了 管家问道 改改 话说的这么重 当然改改 持得多一把抢过纸笔 在最开头补上了一句 撕开尾扇的面孔 世界上最虚伪的卑劣国度 现在就发 通知所有的报刊 专栏 平台 给我无条件向公众推送这篇文章 说吧 持得多起身 端着红酒杯来到了落地窗前 看着窗外一览无余的风景 笑声在难自持 华国呀 华国 违反人道的大黑锅扣在头上 这次看你们还怎么翻身 哎呀 地球更高处的云层中 在一个难以探查的角落 王正缩在飞船里 疑惑地拍着脑袋 明明自暴量级 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为什么波及范围还是这么大 如果有人能看到这一幕 一定要惊掉下巴 然后昏死过去 因为那台刚刚全程与天灾大战 最后跟四头吞心又同归于尽的神秘机甲 其实只是王正以王骑失败品为母版 研发的可控性自爆骑凯 并且全程都是无人操纵的状态 认真思索了片刻后 王正书弟起身 从虚拟空间中召唤出了一套王骑骑凯 雷撤 通过刚才的战斗数据回馈 这头被称为天灾的饕铁 其真实战力应该能够与和尔玛文明的帅骑骑化等号 不过其实力还远远比不上三口 哈迪这种帅级巅峰 大概只有出入帅级的水平 出动雷撤的话 估计也就是一招 从和尔玛星系到银河星系的迁徙途中 王正已经完成了对雷撤和羽书的系统改造 如今的雷撤和羽书完全不需要人为介语 仅凭借自有系统 能够获取比人为驾驶 还要全面详细的战斗信息 从而自行推算 分解出最有效的制敌手段 既然是改造后的首战 自然是要挑选一个比较强劲的对手 放眼整个平级的银河系 这头天灾饕餐 勉强算是个不错的沙包 至于那些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们 在反应过来后 纷纷朝着天空看去 头顶的太阳 貌似比以前更圆 更亮了 一时间 举世哗然 而那些知晓内幕的人 皆是在看着空荡荡的画面发呆 表情不尽相同 有惋惜 有悲痛 有诧异 有惊恐 这台神秘机甲的能量 实在太过庞大了 并且释放起来极为密集 并没有出现大两级的散意 不然的话 就凭刚刚那股爆炸威力 足够把整个地球给炸成无人区 打都不打就自爆了 有人摇头叹气 才换了四肢吞心诱 厉害的角色是天灾啊 这么大的威力 真搞不懂为什么不换天灾 这样的话 竟然还有人出言复合 早说自爆 直接把饕餐换了不就行了 前面白白打了那么长时间 这机甲到底是不是华国的 是的话 赶紧再派几个人 拿命把巨警毁了完事 同意 几个人的命换地球的安危 太赚了 文言顿时有不少人寻声看去 呵斥出声 为什么自爆你没点鼻数吗 但凡我们能提供 哪怕一丁点的助力 何至于让他孤军奋战 你如果行 大可以上前一站 躲在人堆里说风凉话 你是个人 那些叹气之人对此嗤之以鼻 开口反驳道 说的就好像不是他们的地球似的 能力越大 责任肯定就越大 有这个能力当然要上 你不出手 我不出手 地球毁灭了 大家都没活路 就是就是 如果地球没了 他自己一个人 就算再牛逼 又有什么用 第192章 未来 说话间 天空突然多出了一片阴影 望着阴影的源头看去 发现滔铁不知何时 来到了空中堡垒的上方 正以居高临下的姿势 俯视着堡垒上的所有人 看着悬在头顶的天灾滔铁 那些还在闲聊的人 当时就变了脸色 果断开火 只可惜 寻常的炮火对滔铁来说 与隔靴搔痒无异 完全感受不到丁点痛苦 甚至连感觉都不会有 随即伸出那条断了手指的胳膊 轻轻朝前一甩 由金刚跟水泥混住而成的堡垒 瞬间列出一条光滑笔直的缝隙 整座军事堡垒 被从中一分为二 左右两半 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歪倒过去 堡垒上的装备和人员 就好似下饺子似的 噼里啪啦地往地面坠落 五 五号堡垒被毁了 直至五号堡垒 列成两半开始坠地 这才有人后知后觉 惊恐地呼喊出声 五号堡垒 跟四号堡垒的驻扎人数一致 大概都在三万人上下 五号堡垒被毁 上面的三万人 全部反应不及 朝着地面落去 高度很高 延缓了他们的死亡速度 却也加剧了他们的恐惧 听着那些断断续续的尖叫声 其余仅存的四座军事堡垒上的人 无不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不是不救 实在是无能为力 三万人 哪怕是四座堡垒上 所有的飞机集体出动 也就不过来 更何况 救人花费的时间 肯定要远远超过 他们落地的时间 这三万人的命运 似乎跟四号堡垒上的人一样 就在一分为二的五号堡垒 即将落地 炸成一团蘑菇云的时候 一道身影 从高空的云海浮冲而下 燃烧着熊熊烈火的阴障 顶在身前 使得这道身影 好似变成了一颗 裹满烈火的陨石 正从天外砸向地面 就在撞向大地的前一刻 身影突然紧急制动 硬生生停在了 距离地面三十米的位置 即便如此 强大的气流冲击 仍是将身下的大地 冲撞出一个深邃的坑洞 连同地皮都被掀开 远远地飞了出去 没有丝毫停留 身影顺势而上 直奔迎面坠落的空中堡垒 又有一台 凡是目睹之人无不骇然 纷纷惊恶开口 歉意享受 美酒的池德夺 更是惊得双手一抖 只喝了一口的名贵名酒 又一次喂给了脚下的羊毛毯 即便如此 池德夺已经顾不上收拾 瞪大了眼睛看向画面中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 垂直攀升的身影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爆炸威力 好似中子星坍缩 能短暂形成 轻微黑洞的自爆型装置 这种耗石耗材耗力的东西 难道不应该是孤品吗 这玩意儿 量产了 五号堡垒上 那些刚才在叹气的家伙 差点就要 接受自己的死亡了 再看到 竟然又出现了一台 超级无敌机甲人 直接高兴到 把嘴都给笑歪了 小命得保 然而就在神秘机甲 与堡垒即将相遇时 神秘机甲速度不减 竟是看都不曾去看一眼 禁止与堡垒交错而过 原本还以为得救的众人 笑意顿时凝固在脸上 转作浓浓的恶然 搞这么大的阵仗 何着不是为了救人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 那些刚刚还在埋怨 一号机甲随便自爆的人们 现在纷纷开始 要求起二号机甲来 救人啊 我们可是 镇守聚舰出口的士兵 有大用处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不懂吗 明明有这么强的机动性 为什么不救人 自私 太自私了 面对身后众人的道德指责 二号机甲置若罔文 完全不管不顾 继续朝着高空垂直攀升 见状 五号堡垒上的人急了 死到临头 也顾不得脸面 直接开始破口大骂 畜生 畜生不如的东西 人都不救 你还是个人 赶紧让饕铁杀他 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咒骂声 五号堡垒轰然落地 撞向地面的刹那 巨大的火花 从碰撞处建设出来 火势眨眼便高涨而起 将那半座军事堡垒 吞没其中 骂声也在此刻戛燃 所有人无一幸免 悉数被火势掩埋 还有些被甩出堡垒的 在天空接连盘旋 挣扎着砸向地面 摔成了一滩烂泥 看着无动于衷的二号机甲 再看一眼 化作巨大火球的五号堡垒 不少人心中 涌现出阵阵不解与怒气 这些人尽管很多话说的难听 可有句话 却是实打实的真话 他们确实都是 对抗心外生物的主力 是从地球各国部队 精挑细选出来的兵王 少一个人都是 对地球弱大的损失 可这台新出现的二号机甲 明明有救人的能力 却没有出手 这无疑让人感到十分的恼火 面对无数人的口诛笔伐 二号机甲依然没什么反应 反倒是远处云海深处的王正 有些不耐烦地抠了抠耳朵 吵吧吵吧 里面又没人 都不知道你们在指责谁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自己说出来 不觉得可笑吗 王正舒展了一下 有些酸胀的腰背 一边看着实施画面 一边喃喃低语道 能力越大 推卸的责任也就越大 很快 二号机甲来到了饕铁的面前 两者悬空对立 四目相视 随着机甲与饕铁开始对峙 堡垒上的指责声也逐渐消散 毕竟当务之急 还是解决掉这头恐怖的天灾 事态发展到如今的地步 对伤亡率已经变得麻木了 对于活着的人而言 这不过只是个数字罢了 没人替他们悲痛 毕竟谁也不知道 下一个死的人会不会是自己 如果饕铁能被消灭 自己能活下来 这才是最值得庆幸的事情 本以为在短暂的对峙过后 会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大战 不曾想 饕铁似乎是嗅到了威胁 竟然主动撤步退让 随即展开双翅 做事就要远顿 可还不等其飞出太远 天空之上有一道略显玩味的声音响起 去哪儿 这句话很轻 却极其清晰 流利的华夏语言 让不少人愣了愣 却也让不少人神色激动起来 收录到这条讯息的华国监测所内 报警东发疯似的大跳起来 嘴里不住的重复着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第193章 王正 见到这种情形 所有人难掩心底的澎湃之情 掀起了阵阵骚乱 自从上一次反攻剧剑遭遇团灭开始 地球就一直处于被动挨打 且无力反击的局面 尤其是在天灾饕铁出事后 苦心多年铸造的 自认无懈可击的空中堡垒 直接变成了纸糊的 完全就是一败涂地 这种有心杀敌 而无力回天的丧气 无不像一只蟒蛇 正在从腿部缓缓吞噬着自己的身体 而自己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做不出任何的反应 尽管还在积极绞杀着心外生物 但所有人的心里 都几乎已经认定了一个事实 人类将亡 早晚而已 在悬殊的实力差距面前 结局已经注定 一切所作所为 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 如今看到饕铁主动退却 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狠狠扎在了每个人的心头 地球 真的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只是听着头顶传来的滑下雨 堡垒上的人们不由地皱起了眉 这道声音 听上去总觉得有些熟悉 仔细回想一番 又实在记不起来 到底在什么地方听过 最离谱的是 这里的许多人 甚至连国门都没出去过 居然也会有种非常熟悉的错觉 很快 有人如梦初醒 总算记起了这个声音的主人 脸上陡然浮现出惊异的神色 指着头顶的云层 高声喊道 是 是那个王正 王正 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嘴里跟着念叨了一遍 发现越念叨 越觉得耳熟 我草 有人从回忆中惊醒 忍不住爆出粗口 王正 可见 王正在他们心里 留下了足够多的阴影 以至于每个人 在回想起来以后 都会忍不住 跟着尖叫一声 这个名字 如果是放在两年半以前 可谓是举世闻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两年半的时间 足够让人淡忘很多事情 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 时间会抹平一切的痕迹 但有个人不会 因为这个世界 处处都有它的影子 这也是很多人 明明没听过滑下雨 却也觉得这个声音熟悉的原因 毕竟当初 但凡是个有电视的地方 都多多少少出现过 王正的采访与发言 连番的科技轰炸 直接强行把地球的文明水平 给抬高了好几层 即便如今的地球文明 早已经今非昔比 可在很多地方 依然存在着王正的痕迹 粒子光刀 空间截获 通天塔 这些不仅没有被时代抛弃 反而还被应用到了 地球文明最核心的科技术中 倒是当初最受世人追捧的机甲 如今已经无人问津了 是那个华国的王正 有人面带震惊 依旧有些难以相信 他不是离开地球了吗 怎么还能活着回来 也不怪众人诧异 虽说地球高速发展了两年半 但科技水平依然有效 别说是漫游星际了 就连月球都没能彻底征服 如今在地球外建造联合太空战 就已经是各国科技的极限了 所以在他们的认知中 星际远航就等于死翘翘 即便是死不了 应该也回不来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王正 说华下雨的就是王正 那华国岂不是有十几亿个王正 从宇宙周游 并且还能安全回来 这件事对于地球人来说 还是太过于惊世骇俗 与其说这道声音的主人是王正 众人还是更愿意相信 这几台机甲是华国秘密研发的 不过说来也奇怪 虽然人群中的意义不少 可自从王正这个名字 从人群中想起的那一刻起 那本该让人感到绝望与恐惧的天灾饕天 竟然没觉得有之前那么恐怖了 就好像提到嗓子眼的心 又稳稳当当的落回了肚子里 尽管对这个名字极为的抗拒 但又不得不承认 每到地球的存亡时刻 总是他站出来 化危机于无恙 这时 一道身影从云海中出现 正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下坠 看见这道身影 所有人都感到一阵莫名心安 心里只剩下两个字 稳了 饕天此时的位置 要比这道身影矮伤很多 这也使得其不得不仰起头 才能看向那道身影 两者目光交汇的瞬间 饕天又一次开始向后撤步 二号机甲应声而动 紧跟着便迎了上去 几乎只是眨眨眼的下戏 三道身影同时行动 齐齐冲向对方 众人只觉得 眼前突然一阵模糊 三道身影便凭空消失不见 正诧异着 头顶无形响起了一阵 强过一阵的雷鸣 只是这满天无云 何处引来的雷声 很快 众人明白过来 饕天跟那两台机甲的速度 实在太快 甚至已经超出了 肉眼能够捕捉的极限 听着耳边不见断的轰鸣 实力大家早就有了预测 即便表现出再强的实力 也不觉得惊奇 可这两台机甲的战力 准时让人精掉大牙了 哄 一道尤为响亮的轰鸣 响彻天地 紧接着便有一条 宛如流星般的长线 划过天际 斜插着坠向地面 沿途更是擦燃了气流 升腾起了熊熊烈火 不过刹那 身影坠地 大地轰然震战 泥土被高高掀起千百丈 旋即速速掉落 不若是下了一场泥石暴雨 众人满心蹊跡 疯狂递在空中寻找着 高空之上 那两台机甲缓缓悬停 看着那两台机甲 众人先是一愣 旋即爆发出惊呼声 饕铁被击败了 哈哈 天灾不过如此 有人欢呼 有人悲气 被动应战了这么久 对待生死都麻木了 如此大快人心的胜利 真的太久 没有见过了 尽管饕铁的生命体征依然存在 但这一击 无疑是给对方造成了不小的重创 然而就在这时 有负责堡垒系统运行的工作人员 亮亮呛呛地冲了出来 脸上肉眼可见的惊恐与慌张 距禁深处 出现剧烈能量波动 各国检测所几乎在同一时间传来消息 什么 又有波动 第197章 核弹瓶黑潮 我的上帝 感受着头顶逆卷狂躁的能量 所有士兵完全顾不上射杀星外生物 全都究竟找到了遮挡物 把整个身子都埋了进去 以此来抵御静猛的乱流 奈何爆炸产生的余波实在是太强了 不仅仅是呼啸而过的气流这么简单 还裹挟着炽热到近乎数百度的高温 如果被这股气流砸脸 动辄就是皮穿肉烂的下场 撤退 甲板上的温度已经滚烫到待不住人了 所有人果断摒弃了兽巢 全部撤到了堡垒内部 要知道 这才引爆了一枚B41导弹 后续还有三枚正在陆续朝这边飞射 若是全部爆炸的话 那惊天动地的骇人场面 简直连想都不敢想 第二枚B41在撞进黑巢之后 仅仅是撞击产生的力道 就砸碎了数十只来不及躲闪的心外生物 旋即便看到 气流变成了肉眼可见的波纹状 如同连翼一般朝着周围散翼开来 若是仔细看去 甚至还能看到这些波纹竟然有了色彩 在光芒的照射下 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光景 这是因为大量的热涌进了空气中 极大增强了流通气的热射密度 使得气折射率发生了严重的转变 下一刻导弹爆炸 难以言喻的恐怖能量膨胀飞散 极昼一般的白光瞬间吞没了大半的黑潮 紧接着便是咆哮的静流 直接把黑潮给冲散了 刹那间支离破碎 分崩离析 即便是所有人已经躲进了堡垒内部 却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外面呼啸静猛的刚风 正在不住地吹刮着横扫一切 其中甚至还夹杂着连绵叠续的惨叫声 全都是那些心外生物在冰死前发出的挣扎之音 超出爆炸范围以外的那些心外生物 同样是感受到了此地的严重危险 皆是不由地止住身形 转身看来 在看到那极精绚烂的火光后 猙獰的脸上无不流露出浓重的惊恐 旋即加快了逃顿的速度 拼了命地向远处跑去 然而就在他们转身后的不久 第三枚跟第四枚必死妖骑射而至 迅猛的导弹轰击在身 撞碎了数十只心外生物的同时 大量的爆裂火焰熊熊燃起 与当当的场景不同 这次的火焰之中 能够明显看到一些心外生物的断肢残骸 更有大片大片的墨绿色血液向着四处建设 不等建出多远 随即又被炽热的高温蒸发殆尽 很明显 这些心外生物的身体强度 要远远超过其他位置的黑潮生物 但在众生平等的核弹头面前 身体强度全都成了虚妄 反而是身体强度稍弱一些的 死得更没有痛苦 一下就被轰成了肥灰 这些强大一些的 先是被冲击波震碎了一层皮 痛不欲生之际 又被这上千度的高温灼烧 最后在极端的痛苦中避亡 一连四发必似咬合弹头 直接把原本能遮住天空的黑潮 给稀疏清了得干净 成群成后的心外生物 瞬间四散溃亡 放眼望去 能够从爆炸余波中逃出来的寥寥无几 近乎于灵 如此恐怖的威能 放眼地球竟然才排在第二位 这样看来 饕贴算什么狗屁天灾 这踏马才叫天灾 待到最顶上的爆炸度过 天空已然变得清凉 唯有一些烧到焦黑的尘土 洋洋洒洒地落向大地 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处于爆炸正中心的巨舰 在经历过连续四次的核弹引爆后 待到一切归于平静 竟然毫发无损 不愧是能够进行超远航星际飞缩的巨型战舰 其科技水平不知超出了地球多少倍 不过并没有人的注意力落在巨舰上 而是悉数看向了空中所剩无几的心外生物 尽管从爆炸中侥幸存活 大多也是伤痕累累 只留下了一口气 碰 看着已然伤亡了九成的心外生物 夸尔擦忍不住拍桌叫好 但胜利的背后 代价同样是极大的 就拿巨舰出口附近这些地方来说 因为是核弹引爆的地方 这也使得此地留下了极其严重的辐射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将变成百里禁区 愚者必死无疑 要想等这些辐射自然消退 怕是要等个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众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短暂的欢呼过后 又一同陷入了沉默 远处 几只身负重伤的心外生物 艰难着蠕动着 求生欲望极为强烈 但对待它们 人类不会有丝毫的同情之心 操控着堡垒外部的重火力炮 缓缓对准了那些 已经没有反抗能力的心外生物 白光闪过 有巨响炸起 那些个侥幸存活下来的心外生物 被一一炸成了焦炭 直到最后一只心外生物被杀死在甲板上 这场前所未有的寿潮事件 最终以人类文明的惨胜告终 先后损失了两座军事堡垒 伤亡了近十万人 最为重要的是把巨舰出口 方圆六十里的范围变成了生命禁区 这个地方 已经不再适合地球盟军驻扎了 四座军事堡垒沉寂了许久 夸尔叉更是看着眼前寂寥的天空 久久无言 虽然这场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但代价却是人类无法承受的 宫会不会分布一定 但锅一定是要有人背的 此战最大的罪人 自然就是自己 将军 指挥室内气氛十分低沉 所有人都尽力尖默 满脸悲怆地 看着那位被朝众人的三星上将 夸尔叉没有转身 只朝身后抬手示意 两久后 这才轻声说了一句 走吧 该离开了 这里散意的核辐射浓度实在是太重了 即便所有人都躲在空中堡垒的内部 却依然会受到些许侵害 想要避免就只能撤离 就在四座堡垒 着手安排人员循序撤离时 指挥室的巨大终端屏幕上 突然有红点斑点闪烁起来 按照红点闪烁的剧烈程度来看 其能量少说也在万吨量级以上 几乎与常规核弹头持平 放眼整个地球 在运行途中就能产生比肩核武器能量的物体 完全是不存在的 也不可能存在 但跳出地球来看 却是存在 于是乎 有人诧异万分 忍不住开口叫喊道 是滔铁 滔铁没死 第198章 滔铁死了 随着惊呼声出现 所有人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涌现出 错愕与惶恐 明明已经用难以挽回的惨烈代价 换来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结果却是万万没想到 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天灾 竟然还活着 机甲呢 那两台机甲呢 先前核弹爆炸的动静实在过于巨大 所有人都自顾不暇 哪里还顾得上别的 况且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有目共睹 滔铁都被打到地底下去了 狼狈模样人静皆知 完全不像有胜算的样子 本以为大局已定 众人也就下意识地将注意力全部放到了黑潮上 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忽略了机甲的存在 直到能源监测的警报声响起 人们才终于响起了那两台机甲 该不会被滔铁打爆了吧 有人看着屏幕上距离堡垒越来越近的红点 忍不住大声说道 早就该猜到机甲不靠谱 动静整得那么大 结果居然没打过 听到这话 有人顿觉嗤之以鼻 开口讥讽道 我没记错的话 当时饕贴被砸进大地 就数你叫得最欢吧 现在才去当马后炮 太晚了吧 那人不以为意 继续说道 哼 本来就是被时代抛弃的产物 根本不值得赋予厚望 说完便镜子从怀里掏出手机 向众人展示 已经在国际上掀起了巨大波澜的舆论新闻 只见狭小的手机屏幕上 四个星红且亮眼的大字 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中 华国 伪善 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意思 嘈杂的议论声中 那人冷笑开口 华国拿士兵的性命 去驾驶自爆机甲 以此来跟心外生物换命 这就是自称人民至上的华国 最真实的嘴脸 此话一出 场内的气氛顿时一片哗然 这才想起 当初那台与四头吞心服 同归于尽的机甲 卧槽 好像是这样 简直就不拿士兵当人 怪不得前期那么猛 原来是不计较损耗 全凭最后自爆一换衣 看这样子 连一换衣都做到 都给我闭嘴 夸耳擦不胜其烦 当即开口呵斥众人 危险员都飞到脸上来了 这群家伙 居然还有闲心 去谴责他国的人性 要是真的有能跟天灾一换衣的超级武器 别说是牺牲一个人了 哪怕是牺牲十个人 估计都会有很多国家进行量产 呵斥声中 在巨大的透明木墙外 急促的风势 斜着一大团厚重的浓云涌了过来 龙云遮盖住了窗墓 惹得所有人纷纷抬眼看去 来 来了 有人颤颤巍巍的开口 言语中满是惊慌 从电子屏幕上看 那闪烁的红点 分明已经与空中堡垒重合了 夸耳擦紧紧皱着眉头 同样看向木墙外的云海 低声喝道 准备迎低 化落 只听砰的一声 有不知名的硬物 撞击在木墙上 发出了沉重的声响 云海稍微消散了些许 一道身影缓缓现身 星红的身躯 猙獰的面容 这副恐怖模样 曾经让这些人触目惊心 胆胆俱碎 天灾 饕天 以一己之力 击毁了两座空中堡垒的可怕生物 开火 快开火 有人已经被吓破了胆 果断开口催促 同时更下意识地举起了手里的武器 对准了头顶的那道身影 还不等扣动扳机 有人先一步将其踹翻在地 你踏马疯了 这是木墙 把木墙打碎 你是想让我们这些人 全都被吸出去摔死吗 碰 又是一阵硬物撞击木墙后发出的声响 好似一记重锤 砸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头 他 他要进来了 面对这种无法用人力抗衡的生物 任何的挣扎都只是屠楼 饶视这些身经百战的兵王 也不由得胆寒失色 碰 第三道死神的桑中敲响 众人只觉得 整座堡垒都在摇晃 使得自己一阵头晕目眩 站都要站不住了 看着那道还在不断撞击木墙的身影 众人心中的恐惧也在无限放大 恨不能再申请四枚B41核弹头 给这家伙洗洗澡 只是对于这种强大的单体生物而言 核弹的威胁其实并不大 毕竟只要他愿意 就一定可以在核弹引爆之前做好规避 操 跟他拼了 有人终是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折磨 在极端的压抑与恐惧中 肾上线素飙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旋即摆出一副决绝姿态 范尔冲向出口 一人行动 其余人纷纷顿悟响应 与其等着对方冲进来大肆图路 倒不如自己主动迎出去 即便是死 也要撕他一块肉下来 冲 畜生东西 看你跌不干你一炮大的 众人叫嚣着 一起涌向了出口处 就在所有的枪口炮口 对准了那道身影 准备以自杀式的袭击来大战一场时 一道温序的声音从滔铁的背后响起 开门啊 敲半天了 熟悉的华夏语言 如同初春的第一场雨 浇在了所有人的心田 更浇灭了所有人燃在心头的那团悲愤赴死的火 疑惑中 脚步渐渐停下 不由得再次扭头向木墙看去 此时的云雾已经消散得差不多了 外界的视野也重新变得清晰 滔铁还是那只滔铁 面容也是一如既往的猙獰可步 但在滔铁的身后 却是悬停着一台仅仅只有正常人大小的机甲 与其说是机甲 倒不如说是 堪堪能够套在人身上的盔甲 小巧到令人出奇 与之前见过的任何机甲都大相径庭 截然不同 因为滔铁的身躯过于震撼人心 而两者的体型又过于悬殊 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只落在了滔铁身上 从而导致站在身后的渺小机甲 成了小透明 完全没有惹起人们的注意 可当眼下所有人缓过神来 心绪平病之后 这才错愕的发现 这头被称之为天灾的恐怖生物 脑袋搭拉着 紧贴在木墙上 似乎已经没有气息了 之所以能悬在高空 完全就是因为背后有那台机甲 在托举着他的身体 这 所有人在短暂的茫然后 心脏一开始无可遏制的狂跳起来 看着眼前堪称惊世骇俗的震撼场面 忍不住惊呼出声 死了 饕天死了 第199章 王正来了 见这群人没什么反应 只顾着望着自己发呆 王正顿时叹了口气 转头向华国的航空局飞去 直到王正离开 众人这才从震惊中 堪堪回神 饕天 是死了吧 不 不是说这些机甲 只能靠自爆换命吗 怎么就把饕天给拿下了 要知道 那条华国伪善的新闻 可是出自鹰匠 而这里的绝大多数人 都是鹰匠的死忠 自然对这类新闻深信不疑 即便有漏洞 不需要鹰匠开口 他们就会自动帮忙找步 没看到两台机甲 只剩下一台了吗 肯定是一换一了 没错没错 一台自爆 一台妖宫 华国人可真是没心没肺 听到这话 不少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这话听起来 似乎有那么一丝怪怪的感觉 都踏马跟天灾一换一了 难道不应该妖宫吗 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死的差不多 还把附近 弄成生命禁区的家伙 去妖宫请赏吧 许久之后 有人悠悠开口 这东西 我们能研发吗 不能真是华国产的吧 那也太掉了 四枚核弹头 这群洋鬼子 真是疯了 看着已经便是狼藉的天空 四处都弥漫着死气 仅是用肉眼看过去 就能清晰地看到 驴与心律毒气 在翻腾涌动 这副模样 似乎再过个百十年 都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环境了 报警东紧锁着眉头 言语中虽是不愤 却也带着无奈 黑潮的侵略性 大家都看在眼里 似乎除了引爆核弹外 已经找不出第二个 能有效对付他们的方法了 况且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 根本就没有时间 来思考其他对策 再磨蹭下去 恐怕仅剩的四座军事堡垒 也要毁于一旦了 报 报将军 身后突然有人颤抖着声音喊道 有一股很强烈的能量波动 正在朝华国方向赶来 飞行速度很快 足足有八马赫 急速的声音 传进众人的耳朵里 顿时就引来了一片哗然声 什么 八马赫 地球上哪有这么快的东西 八倍音速 音将的联合集群 最高也不过六马赫吧 凭着众人的议论 报警东心里咯噔一下 不由得开始联想最坏的结局 地球上不存在行动速度 这么快的物体 可这并不代表地球之外没有 就比如 剧剑里的那些家伙们 从目前所探明的心外生物来看 速度能达到八马赫的 似乎同样趋之可数 不对 应该是只有一个 滔天 想到这里 报警东的心顿时就沉了下去 果然 就凭地球现如今的科技水平 还远远不是这些真正的心外生物的对手 呼吸略作急促 沉声道 准备迎敌 这时 指挥台的工作人员突然开口喊道 捕捉到了能量员的现实画面 文言 报警东迅速跑到镜前 连声说道 快把画面调出来 只见工作人员的双手 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 几个呼吸 便将动态画面转播到了 占据了整面墙的头屏上 画面中 可能是距离过于遥远的缘故 一道身影被无限缩小 小到几乎跟米粒相仿 即便如此 仍是能够感受到那道身影的庞大 此时正浩浩荡荡地朝着这边飞来 是滔铁 作为地球上唯一一个 还在研究机甲的国度 尽管华国的科技水平 跟军事实力还能排进前列 却被以鹰将为首的几大强国联合抵制 几乎处在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困境中 就像镇守在巨舰出口的六大军事堡垒 名义上是地球盟军的极大城之座 可实际上并没有华国的参与 所以滔铁身死的消息虽然在第一时间内转开 华国却并没有得到类似的讯息 当看到滔铁的身躯公然闯进华国境内后 所有人都慌了 全然没有注意到 其实是一台小巧的机甲在拖着滔铁前行 像总部制电 就说天灾及生物入侵华国 准备启动一级戒备 报警东深知这头天灾生物的可怕 一旦成功进入华国领空 局势也就不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了 像之前仅仅是一头吞心服就惹的全国上下焦头烂额 最后更是白白损失了两只机甲小队 如今天灾及生物清零 可能造成的损失与后果 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只是 报警东脑海中再次浮现起那道用自爆 换了四头吞心服的神秘机甲 心中总觉得有些忐忑与造诣 那台神秘机甲的主人 难道真的不是王正吗 不是的话 也不知道这个臭小子 现在去了哪里快活了 略微恍惚了一瞬 画面中原本只有米粒大小的身影 如今已然清晰可见 滔铁周身的淋雨在阳光的照耀下 散发着异议寒光 压迫感十足 准备开火 眼瞅着滔铁即将进入华国领空 报警东将手高高伸向半空 随时准备摔手下达集火的指令 然而就在靠近华国边境后 滔铁的身影却是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 随即便有一道声音 强行并进了华国所有用于监测监听的设备中 呼叫指挥总部 呼叫航天总局 我是王正 滔铁县已被我击毙 请撤掉火力锁定 放我入境 重复 我是王正 滔铁县已被我击毙 请撤掉火力锁定 放我入境 轰隆 随着王正的话音落下 但凡是听到这条讯息的人 无不陷入了实话状态 片刻过后 刷刷刷 无数桌椅板凳向后拖拉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皆是如梦初醒般 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玄机面面相去 满是惊恶 他说 他是谁 王正 还真是王正 有人通过画面捕捉 精准地发现了 滔铁的身下 有一道极为渺小的身影 也正是这道身影 托举着滔铁赶了一路 报警东的嘴巴 已经咧到了后脑勺 自己的猜测果然没错 还真是这个臭小子 冲着其余人大手一挥 高声喊道 撤去一切监测少侠 确保一露绿灯 我要他现在 就出现在我面前 第二百章 英雄回家 池德多大人 那几台神秘机甲的主人 真的是王正 据华国方面传回来的消息 王正已经跟华国 成功取得联系 马上就要入境了 当然 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 避避避 池德多又一次 将手里的卫星电话 扔了出去 身下的动作 也跟着一停 怒不可遏道 废物 全都是废物 看着身下美艳育人的女仆 池德多头一次 没了兴趣 拔出软掉的长枪 有些不甘心的 冲女仆摆了白手 出去 女仆不敢耽搁 抱起地上的衣服 赤裸着跑了出去 直到女仆离开后 池德多又一次怒骂出声 马则法克 眼瞅着就要怒龙咆哮了 硬是被这一通电话 给吓折服了 王正王正 总是这个王正 全世界都在说 天灾如何如何恐怖 一出手 就灭了两座空中堡垒 杀死了接近五万人 事实也正是如此 天灾完全就不是 地球现有文明所能抗衡的 可结果呢 那个本以为 死在了宇宙里的王正回来了 自己一炮都还没打完 对方已经把天灾 掏剔给干死了 而且还背着掏剔的尸体 屁颠颠地回国情赏了 打炮 这还打个屁 好不容易拿回世界霸主的宝座 绝不能再一次丢掉 池德多迅速穿上裤子 走出房间 召开圆桌会议 要快 王正归来的消息 就好像感染了 烈性病毒似的 疯狂地传播开来 范围已经不局限于航天局了 瞬间就蔓延到了华国各地 指挥总部 各大军区 中央阵地 乃至省府 市区 垂小镇 但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只感觉天灵盖被天雷狠狠劈了一下 大脑顿时空白一片 直接猛逼 王正 是那个研发出超越者的王正吗 不是说星际巡航去了吗 真的假的 才过了两年半而已 银河系都出不去吧 练习两年半 归来斩天灾 这就是天才跟蠢猪的差距吗 天才 这如果是天才 蠢猪形容我们都算好评了 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人能做到的 不会是谣言吧 消息是国家公布的 怎么可能是假的 卧槽 快看天上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黑影 救命 我也看到了 华国的网络已经炸翻了天 不亚于在华国境内 引爆了100颗B41核弹头 直接引发了毁天灭地般的巨大轰动 相关热搜全部都是王正与机甲 热度之高 不仅仅打破了曾经的历史记录 就连最先进的服务器都被挤到强行瘫痪 陷入了难以缓解的崩溃状态 在华国 没有人会不知道王正这个名字 两年半以前曾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世界百年既定格局 开辟了新时代的同时 更推动华国 重新回到了世界霸主的位子 他在时 就连鹰匠也不得不俯首 所以不要说是航天局的人了 只要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 无不从房子里跑到了外面 瞪起两只牛眼 眼巴巴地向远处看去 当有道庞大的身影 出现在视野中时 尽管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却还是感到一阵强劲的视觉冲击 一道渺小的身影 托举着山岳一般庞大的滔铁尸体 没有刻意的隐藏行踪 就这样明目张胆地 飞进了华国的领空 穿过了广袤的无人区 穿过了稀疏的小城镇 穿过了繁盛的大都市 一路浩浩荡荡 几乎让所有人都见证了 这惊世骇俗的一幕 直至来到航天局的上空 而航天局的全体工作人员 早已经来到了广场上 望眼欲穿地等待着 在看到高空之上的那道身影后 不由地百感交集 有人感慨 有人眼面 有人欢呼 有人悲气 那个男人 他回来了 饕铁的身体投射下来的阴影 把半个航天局大楼都给笼罩了 旋即便见那道身影 将头顶的饕铁往前轻轻一抛 那巨大的身躯 顿时犹如大山一般急速落下 伴着呼啸且急速的风势 重重砸响有水泥扑就的广场 巨响传出 连同大地都在轻微的震战 无数的碎石飞散四箭 夹带起大片的灰尘 扬入空中 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禁风 报警东伸出手 痛苦地捂住了眼睛 这新广场才刚建成没多长时间 领导都还没来视察 直接就被砸了得稀巴烂 漫天尘土中 一道身影缓缓走出 直至来到报警东的身前 冰冷的齐恺自动退去 露出了那张仍然略带稚嫩 却已极为成熟的面孔 见到报警东后 王正的嘴角总算浮现起了一抹由衷的笑意 王正 前来报道 当见到王正的本尊后 众人反而是没了刚刚的激动神色 全部都愣愣地站在原地 看着那位距离自己并不算远的年轻人发呆 很快 人群中想起了窃窃私语 王正 真是王正 这还能有假 怎么看上去比视频里还要年轻啊 操 人家今年满打满算 也就二十二 他不年轻 你年轻啊 这就是星际巡航两年半归来的什么 报警东略作狮神 愣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 玄警猛地向前迈出一步 伸手朝王正的驳梗一拐 另一只手握成拳头 使劲在王正的脑袋上钻啊钻 臭小子还知道回来 王正疼得嗷嗷大叫 疯狂地挥舞双手 疼疼疼 有人 有人 经王正提醒 报警东这才想起 身后还站着一大群航天局的同事跟下属 连忙放开王正 重新装出一副不怒自威的严肃模样 转头看去时 发现一众人都在忍俊不惊地发笑 嗨嗨 为了缓解尴尬 报警东将两手背到身后 故作严肃地说道 笑什么都严肃点 那个 我来讲两句啊 话音未落 众人也不惯着自家这个故作严苛的领导 集体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后 果断撞开了报警东 齐齐冲向王正 一群人簇拥而来 七手八脚地拖起王正 糟糕跑向天空 落下 再抛起 抛起 再落下 英雄回家 第201章 滔铁尸体 一身都是宝 一众人放声大笑着 由衷未从宇宙游历归来的王正 感到开心与自豪 反倒是航天局的一把手 我们亲爱的报警东同志 惨遭众人一致嫌弃 被排斥到了最边缘 连发言的机会都没有 心外游历两年半 归来斩杀 天灾滔天 两件事中 无论是哪一件 都绝对称得上市 能够载入史册的重大功绩 单凭这 怎么为王正庆祝都不为过 庆祝还没结束 远处突然传来了汽车鸣笛的声音 紧接着 便有一辆红旗H7 驶进了航天局的广场大院 还不等汽车停稳 一到身影 便先一步拉开车门跳了出来 元老 是元老来了 元崇珍的脸上 洋溢着充足的笑 使得本就苍老的面颊 挤满了褶子 当初听到王正 即将入境的消息后 元崇珍连衣服都顾不上换 直接坐上砖车 在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众人默契地 让出了一条道路 攻元崇珍 快步冲向王正 元老 两人迎面站立 还不等王正开口寒暄 元崇珍一个大抱 就把王正抱了起来 伸手重重拍打着王正的肩膀 好不欣慰到 欢迎回家 由于事发突然 王正的欢迎仪式 搞得非常仓促 不过稍晚一些的庆功会 绝对不能含糊 就连上级都亲自致电报警东 要求庆功会的规格 要尽可能的隆重 至于多么隆重 上级只交代了两个字 国宴 不过对于庆功会 王正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 从简就好 从无更好 这几天的航天局格外热闹 一部分人是在专门拜访王正以外 还有一部分 全都簇拥在了广场上 被滔铁尸体砸出来的大坑 还没来得及修缮 主要是化波的资金还没到位 上面一直抠抠搜搜 报警东还打算 趁着给王正办庆功宴的机会 狠狠敲上一笔 而那另外一部分人 此时正挤在这个大坑里 拿着各式各样的仪器装备 认真研究着滔铁的身体构造 一大群来自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 对着滔铁尸体研究了好一通 忍不住惊声咋舌 好恐怖的生物 皮肤组织竟然如此坚韧 连金刚石都无法划破 快看这家伙的指甲 密度之大 简直闻所未闻 怪不得能一巴掌拍毁一座军事堡垒 钢铁合金在它面前 跟纸糊的没什么两样 好材料啊 全身都是好材料 不论是延展 质量 密度 还是体积 都远远超出 我们现在所能研发的最巅峰的优质材料 要不跟航天局的商量商量 让我们拆卸下来带走 带走 你在开什么玩笑 这又不是航天局的专属物 分配权肯定还在王正的手里 那 去跟王正聊聊 最后这句话 说的实在是心里没底 自己这些人 虽说在华国乃至世界 都算得上是顶尖 相关领域 更是流民级的权威人物 拥有着很大分量的话语权 可在王正的面前 到底还是拖大了 要论研究心外生物 全地球人绑在一块 也不及一个王正 也就是说 只有王正 才能把这上好的材料 最大化利用 自己这些人拿来做研究 完全就是抱舔天物 况且 还有最最关键的一点 这具尸体的坚韧程度 远超想象 即便是已经死亡多时 其皮肉依然坚硬到令人发指 连皮都破不开 更别说拆解带走 想到这里 一众人不免暗暗叹了口气 气馁的同时 更略有不甘地 打消了对这具尸体的觊规 干什么呢 王正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大坑边缘 此时正蹲着身子 饶有兴趣地俯瞰着这些人 闻言 一众人顿时老脸一红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王正自然是知晓这些人的想法 笑着说道 诸位前辈 都是华国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对华国科研所做的贡献 更是不可磨灭 这具饕贴尸体 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研究的好东西 之所以带回来 就是想着能做科研之用 既然前辈们有一钻研 那就交由各位前辈 随意支配了 说完 王正起身 到了具尸陪后 便扭头离开了 只留下坑里的一众人 面面相去 一时缓不过神 如此珍贵的天灾及生物尸体 就这么一句话 拱手送人了 很快 众人便反应过来 能够轻松击杀天灾 说明在宇宙中 遇到同级别的 生物过不在少数 对于自己这些人来说 这是难得一见的珍贵材料 对于王正来说 或许就像苹果园里 看苹果一样 平平无奇 兴奋之余 又觉得心中一阵吃味 自己这些人 自是学识渊博 堪称是某个领域的领军人 可与王正一比 慢说是领军人 跟在后边跑都跟不上 王正这个名字 对于地球的科研人员来说 不亚于一座大山 压得所有人透不过气 翻不过身 这身体韧性非常不错 我们高分子研究所 要了 老巫头 我说 你在这想屁吃呢 牙都掉没了 胃口还这么大 凭什么这身体你 全都要 我们能源控改愿胃口小 只要它的牙齿跟指甲 可以吧 可以 可以个毛 能源锁的 不好好研究新能源 跑来凑什么热闹 去去去去 上一边去 面对着来之不易的宝贝材料 一众专家也不端着了 果断撕开沉默寡言 不苟言笑的面孔 跟其他人争得面红耳赤 重新走进航天局的大楼 便见报警东 愁眉苦脸的凑了上来 臭小子 一回来就给劳资增加工作负担 知道从昨天开始 劳资帮你推了多少会面申请吗 嘴上虽然是这么说的 但其实是报警东主动担起的这个职责 毕竟想要通过高层来约见王正的 没有一个会是简单人物 如果让王正来亲口拒绝 虽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但却很容易给被拒之人 留下不好的印象 这对王正以后的路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丝影响 所以这个坏人 只能是报警东来当 更何况 王正才刚回来 虽然大家都清楚 他肯定在宇宙中 学到了很多超级文明的先进理论 但人终归是人 总是需要休息的 第202章 狄特 王正躺在沙发上 惬意地伸着懒腰 旁边的大厅 也是扎堆着一大群航天局的工作人员 里三层外三层地围成了一个大圈 不时发出诧异的惊呼 旗舰 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是不敢相信 世界上居然会有悬浮失重版这种东西 这种材料 根本不符合物理常规 照理来说 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这有什么 快看这个等据 发散粒子球 简直就是神的造物 什么 等据发散 这也太离谱了 这不就是构筑合磁反应炉的完美适配材料 一大家子人 围着王正从河尔玛带回来的各类仪器 嘖嘖称奇 不得不承认 在科技水平高度发达的河尔玛面前 地球文明还只是个不会走路的强宝婴孩 随便拿出点什么 都能让地球人震惊好久 当然 这些东西 也仅仅只是王正拿出来的一小部分 而且自己拿出的这几样东西 在河尔玛星系里 还都是些常规到不能再常规的基础性物件 可即便是这样 这群家伙 依旧是杂杂乎乎 差一个没完 要是一口气 把真正属于荷尔玛文明精华的好东西拿出来 怕是有些人的小心脏都要顶不住了 就像迪瑞诺森德勇动机 整个地球 但凡是上过学的人 都一定听自己的物理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有人说他造出了勇动机 扇他嘴巴子 狠狠地扇他嘴巴子 虽说迪诺勇动机 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勇动 但对于地球人而言 与勇动无异 近乎永恒的能源供给 且是近乎无限制的能源输出 这完完全全就是 只存在于科幻片里的东西 人的承受能力哪怕再强 一口气接受太多的新鲜事物 也容易嘎过去 所以就必须让他们 慢慢地接受荷尔玛的文明科技 主打一个循序渐进 不过向众人展示 从荷尔玛带回来的科技产品 并不是自己的首要目的 眼下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等着自己去做 自己连回苍江见一见便宜老爹 都没来得及 就是在筹备这件事 航天局顶层的会议室里 袁崇珍跟报警东并排坐在一起 对面则是坐着王正自己 虽说只有三个人 气氛倒是火热 袁崇珍跟报警东俩人的表情 满是惊奇 争吵得极为热烈 月球基地 这玩意儿能靠谱吗 报警东身为华国航天局的一把手 对于世界目前的航天水平 自然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 所以在听到王正提出的 搭建月球基地的计划后 当即摇头表示质疑 你离开的这两年 地球的发展虽说非常迅速 也有不少国家 在太空成功建立了空间站 可这项技术终究是不成熟的 目前就连大规模牵引人类 进入空间站都做不到 更不用说把人送上月球了 身旁的袁崇珍 身表认同地点着头 看着王正说道 景东说得不错 倒不是质疑 你的能力 实在是月球基地这件事 太过于惊世骇俗 任谁也不敢去想 一步上天 步子迈得太大 容易扯着淡啊 文言 报景东瞪大了眼睛 扭头看向袁崇珍 诧异地说道 我说老袁 什么时候这么粗俗了 你不是像来讲 文明高素质的知识分子自居吗 袁崇珍瞥了报景东一眼 你管得着吗 报景东眉头轻挑 继续说道 你好歹也是院士级别的原老人物 满口乌言晦语 成何体统 袁崇珍翘翘起二郎腿 屈你马得了 你 停 眼瞅着就要干起来的两人 王正连忙起身制止 此事确实有待商榷 之所以叫二位过来 就是想听一听你们的看法 报景东突然伸手指向窗外 开口说道 这么大的事 光靠我们三个 怕是不太可能 倒是外面各领域的大能都在 怎么不见 你把他们一同喊过来 集思广义一番 袁崇珍也在此时反应过来 连忙说道 对呀王正 航天局这几天 可是聚集了华国将近一半的高端领域学者 有这些人做助力 未尝不能试一试 听到两人的疑惑 王正咧嘴轻笑 旋即从沙发上起身 缓缓走到了窗边 俯身看去 可以很轻易地看到一众学者 此时正簇拥在深坑中 要么在研究滔贴的尸体 要么在研究王正带回来的荷尔玛装备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喜色 再看不出其他 那你们凭什么认为 这些人都是华国的学者 话出 袁崇珍跟报景东脸色微微一正 皆是愣在了原地 王正 你这话 什么意思 报景东听出了王正的言外之意 当即起身快步来到窗前 学着王正的样子 向着窗外看去 王正表情含笑 白手道 没什么 全当我胡言乱语就好 袁崇珍同样站起身来 表情说不出的凝重 犹豫了许久 还是缓缓开口道 这句话 可不是玩笑话 王正回望了袁崇珍一眼 表情亦在此刻变得严肃 科技再高 仪器再精密 也终究玩不过人心 推动人类进步的 从来都不是智慧 勇气 这些自认难得可贵的品质 而是 贪婪 暴景东依然是有些难以置信 开始尝试着反驳王正 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些人可都是 华国最重视的科研学者 待遇方面放眼 全世界都绝对是最顶级的 至于经费什么的 更是尽可能的掉拨 甚至就连航天局的基础设施 都没完成 都要先保证他们的研究工作 见暴景东如此顽固 王正有些于心不忍 却还是默默转向了窗外 目光由于许久 突然锁定在一处 旋即伸出手指 指向了人群中的艺人 他是叫马胜杰吧 文德此言 身后两人心头灯石一锦 不约而同地陷入了肩膜之中 58岁 马瓜理工学校理论力学 电子学双博士学位 现任华国轻微电子研究所的 二级科学家 是华国乃至世界微分电子领域的 超级学者之一 话落 袁崇真第一个跳起脚来 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惊慌意味 就连语气也变得颤抖起来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老马怎么可能是他国间谍 第203章 腐朽的封碑 狭小的会议室里 顿时充满了压抑的氛围 看着满脸愕然的袁崇真 跟暴景东 王正忍不住再次叹了口气 知道你们不相信 我当然也不会相信 一个名利双收 在相关领域享受最高荣誉 更被国家高度重视的超级学者 实在是没有被策反的道理 说着 王正的话语停滞 看着广场上 还在与其他人争论 饕贴尸体的分配归属的马胜杰 语气骤然冷下 可这就是事实啊 此话一出 袁崇真好似被抽干了 所有的力气一般 突然踉跛着 向后退了几步 随即栽躺在了身后的沙发上 大口喘着粗气的同时 额头有痘大的汗水滑落 报警东握紧了拳头 低声问道 证据在哪 王正没说话 镜子从怀中掏出一块模样 好像扭扣电池的东西 随手扔到了桌子上 触碰到桌面的瞬间 一道立体投影 顺势弹了出来 浮现在了三人眼前 内容是一条很短的音频 播放之后 一段两人的对话响起 神秘机甲的主人是王正 他回来了 而且第一时间去了航天局 找报警东 还有没有其他发现 一个别角的华夏发音说道 暂时还没有 不过他应该会带回来 很多外星文明的科技 到时候 我也跟着混进航天局 看看能不能搞到点什么 辛苦了 还是别角的华夏宇 为您服务 荣幸知智 对话结束 立体投影消散 碰 报警东怒不可遏 额头抱起青筋 狠狠一拳砸在了桌子上 这位在枪林弹雨中 都能谈笑风声的硬汉 连死都能一笑置之 却被聊聊几句话 说到破了房 就连身体都在轻微地颤抖着 根本不需要证实 其中的一道声音 必然是马胜杰无疑 只是没想到 平日里连门都不怎么出 几乎谢绝一切社交性活动的马胜杰 竟然会是他国的间谍 而且还是在华国如此重要的岗位上 回想起以往马胜杰 那副严谨严肃严苛的模样 实在没办法跟音频里 那个谄媚到卑微的声音 联系到一起 荣幸知智 出卖自己的母国 何来荣幸一说 看着广场上 还在不断研究着 饕贴尸体的马胜杰 报警东只觉得一阵反胃 那双脏手 也配碰华国的胜利品 我带人去把他拿下 面对这种通敌叛国的家伙 报警东才不会顾及 什么狗屁情面 恨不得对方 现在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可还不等报警东动身 王正却突然出声喊住了他 怎么了 报警东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穿字 浑身透着一股冰冷的肃杀之气 仿佛在一瞬间 他就从航天局的一把手 变回了那个曾经在西北军区纵横百合 指挥了无数场惨烈厮杀的少将军 不要打草惊蛇嘛 王正淡淡说道 听闻这话 报警东的眼瞳骤然缩成了脉盲 这句话的含义 简直不要太明显 也就是说 这些人里除了马圣洁之外 还有其他人也是他国的细作 报警东只觉得有惊雷从云层降下 笔直地劈进了自己的脑袋里 耳朵里充斥着尖锐的名音 大脑更是一片空白 眼前的这些人 可都是国家呕心力血 花费莫大的精力与财力 培养出来的国之动量 是集合了不知道多少代人的心血 才把他们一点一点 推上了如今的位置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要荣誉给荣誉 要地位给地位 总之 他们想要的一切 都会尽可能的满足 魏德就是希望这些人 能够在各自的领域中焕发光彩 为人类的科技发展史书写上 浓装重彩的一笔 事实上 他们确实做到了 可惜只是徒作嫁衣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报警东甚至开始有些怀疑 会不会是华国做错了 哎 哟 谁 报警东咬紧牙关 几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才缓缓从齿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这样的打击 不论是谁都承受不住 看着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指的报警东 王正有些于心不忍 但出现了这种事 绝对不是含糊其词 就能遮掩过去的 只能从严 也唯有从严 略作犹豫 还是轻声开口道 在我回来的第一天夜里 一共有14条卫星讯息 从这里发了出去 经过追踪 发现没有一条讯息的落脚点 是在华国本土 哦 报警东本就苍白的脸色再次惨白了几分 伸手捂住胸口 看上去极为痛苦 脸上的五官更是紧紧皱在一起 身体好似大虾一般弯了下去 一口淤血从嘴里喷了出来 旋即才颤巍巍地扶住桌子 重新站起 14条讯息的背后代表着14个人 14个站在华国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 披着同胞的伪善人皮 与自己这些人朝夕相处 其真实身份 却是一条条嗜血贪婪的狼 难以想象 这些国家的策反工作竟然做得这么成功 能够让这些敌特隐藏如此之甚 还真是人心变幻莫测 手段防不胜防 连这些被国家高度重视 着重培养的人都能被策反 更不用说其他人了 连嘴角的血迹都顾不上擦 报警东的双眼已然冲血变得赤红 就好像一头受了伤的猛兽 随时准备撕碎一切 名字 我要他们的名字 猎人拿起了枪 对准了混在羊群里的狼 王正有些迟疑地看着报警东 不禁开始担心起他此时的状态 我要 名字 报警东重新挺直了身子 一步一步地走到窗前 目如鹰氏 死死锁定了广场上的每一个人 王正伸手一指 语气轻微且沉重 吴兰子 兰屁岩 陈伯 一个个名字从王正的口中响起 代表着一座座丰碑的腐朽与堕落 那些人还在广场上笑着 却不知 他们自认为光芒万丈的伟案影响 此时早已摔入泥潭 露出了原本的恶臭的烂肉身躯 本该名利双收 历史留名的一些人 到头来 却只换了个五十万 值与不值 也唯有他们自己掂量了 第204章 月球基地计划 看着报警东争鸣可怖的模样 王正意识不忍地闭上了眼睛 这广场上一共才多少人 藏匿在其中的敌特 竟然就有足足十四个 而且每一位都是华国的砥柱 最后 报警东的喘息 稍稍平复了下来 眼底划过一抹决绝 不论他是谁 曾经做过什么 出现这种原则性的错误 即便是挚友 也绝不容姑息 更何况连国度不忠 又怎么可能与人相交真心 再等等吧 这时 王正突然做出一副 欲言又止的模样 尽管一样转瞬即逝 却还是被报警东敏锐地捕捉到 无妨 你只管开口 连续经历过两次重大打击后 报警东的心 已经变得跟菜市口鲨鱼的刀一样了 哪怕是王正 指着楼底下的那一大群人 说这些家伙全都是敌特 也不会觉得诧异 都弄死 还更省事 事情也正如报警东所料 刚才王正指认的这十七个人 不过是昨天夜里 对外传播讯息的人 其他人里 难保不会出现 比较能沉得住气的家伙 若是贸然将这些家伙给清理掉 只怕是会像王正说的那样 打草惊蛇 使得他们彻底折服起来 袁崇晨缓了好一阵子 才从沙发上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看着王正平静如常的神情 好奇问道 这么说 这太简单了 王正突然从怀里 逃出一打纸质文件 摔在桌面上 封面六个烫金字体 顿时吸引了袁崇晨跟报警东的眼球 月球基地计划 报警东抄起桌上的纸质文件 连续翻了几页 忍不住惊奇道 你还真推算出 月球基地的构筑图纸了 袁崇晨一把抢过报警东手里的文件 骂骂咧咧道 你读过几天书啊 能不能行你看得出来 看得懂眼算公事吗 报警东怒了 生怕一不小心 打死这半入黄土的老家伙 这才强忍着挥拳的冲动 没有上手 只见袁崇晨将文件抢到手后 快速地翻越了几下 脸色逐渐由错愕转做惊骇 随即便身陷其中 再也无法自拔 这寥寥几页的纸上 公事潦草简陋 完全没有让人看下去的心思 可一旦沉下心来 仔细看上一看 就会发现 这些看似简单的推演公事 竟然周密到点水不漏 不论正推还是反推 全部都是可行的 开始不自觉地颤抖 如获至宝般 将文件捧在怀中 缓缓夺不到桌前坐下 从胸前的口袋里 掏出一副老花镜袋上 身子下服 开始认认真真地研究起来 见到袁崇晨的这副神情 王正镜子走上前 伸手倾扣了几下桌面 袁老 别看了 袁崇晨俯身严读 对王正的话质弱网闻 这可能就是科研学者的通病了 一旦见到足够 令自己感兴趣的新理论新科技 总是会封闭五官 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去 不 这不是通病 是特性 见袁崇晨没什么反应 王正只好伸手 将那一达文件 从袁崇晨的手里拽了过来 唉 看得正入迷的袁崇晨 哪里肯干 身子瞬间就弹了起来 瞬时就要去抢 假的 这是假的 王正连忙说道 什么 袁崇晨不免大吃一惊 难以置信道 假的 这不可能 推演公式 甚至理论步骤 全部都是齐全的 而且 经过我的初步推算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给我点时间 我可以证明 王正将手里的文件 拍在桌子上 袁崇晨的眼神 也紧跟着移了过去 不用证明 这些都是我写的 确实都是假的 假的 这 这真的都是假的 袁崇晨现在满脑子 仍然都是那些 玄妙新奇的理论公式 根本不肯相信 那些都是假的 直到王正笃定的点了点头 这才让他的心情 平复了下来 就是因为是假的 才要更加真实 王正继续用手指 瞧着桌上的文件 嘴角含笑 看来这份文件 已经足够真实了 连元老都看不出端倪 下面的那群货 肯定更没什么眼力了 听到这话 一旁的报警东 双眼竖得明亮起来 兴冲冲地凑到镜前 小声问道 有计划 王正瞥了报警东一眼 没有说话 别看这家伙 长得满脸正派 气质刚毅 无怒自威 实则一肚子坏水 心眼比这群老教授 加起来都多 但凡是能坑人的计划 绝对屁颠屁颠的挤破头 都要参与 王正朝着窗外看了看 将桌上的纸质文件 递向报警东 报警东心领神会 快步冲出了房门 我就喊他们上来 没多大功夫 下面那群 还在为滔铁尸体的归属 争执不下的专家们 悉数来到了会议室内 各自落座后 却是兴致缺缺 如坐针毡 想来 思绪仍然被广场上的 滔铁尸体吸引着 王正假意咳嗽几声 示意众人安静 随即开口说道 诸位前辈 饕铁尸体既然已经交给你们 分配权自然也在你们 所以 还请各位不要急于这一时 毕竟眼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要公布 听到这话 在场之人皆是安静了下来 目光齐齐一向王正 不少人的眼神开始游移 心思各异 报警东作为一名资深影帝 言起戏来 自然是比真的还真 先是郑重起身 煞有其事地说道 王正同志从心外游历回来 收获甚是风盈 诸位也都看在了眼里 就在刚刚 王正同志购会元老开了个小会 确认了一项重要计划 现想请再做诸位审核 说完 报警东当着众人的面 小心翼翼地将衣领打开一条缝 旋即用双手从怀里掏出了一份纸质文件 轻手轻脚地搁在了桌子上 做完这些 报警东支起身子 以极其严肃的语气开口说道 请诸位传阅 嗯 死 离得近一些的几人 再看到封面上的字后 如此举动惹得离得稍远一点的几人 再也坐不住了 纷纷起身向前巴望 在看清这几个字后 有人难掩激动 直接大呼出声 月球基地计划 第205章 泄露 煞时间 灰室内炸开了锅 这 这可行吗 快 快翻开来看看 众人七手八脚地翻开文件 在看到里面潦草歪斜的公事后 兴趣顿时一试了大半 可看着看着 又隐隐感觉不太对劲 这 这这这 有人汗水层层 手上翻页的动作越来越快 一大家子人围在一块 对着这份文件研究了半天 硬是没发现半点问题 以至于到了最后 终是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答案 可行 马圣洁紧紧紧抓着文件的一脚 只觉得脑袋有些晕乎乎 心中更是忍不住的狂喜 这可是月球基地啊 地球的人力资源膨胀严重 如若先一步进驻月球 就等于拿捏了未来的领土主导权 不得不说 这个王正去宇宙里转了一圈 还真是带了不少好东西回来 不过很可惜 马上就要徒作他人嫁衣了 自己若是把这份文件搞到手 呈递到阴将高层的手里 那还不是要什么有什么 哪怕是入住圆桌 成为阴将历史上的第一位亚裔领袖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马圣洁还是决定观察一下其余人的反应 以便能进一步确认 这份文件的可行性 先是装作不经意的扫了王正登 抱紧东一眼 发现这俩人表情十分的严肃 视线全程都在文件上面 不肯一开分毫 看这模样 似乎是非常宝贝这份文件的 马圣洁暗暗点头 心中的猜疑已经散去了一大半 自己觉得没问题 这俩人也觉得没问题 这份文件就只需再进行最后的确认 袁崇真 毕竟袁崇真作为华国首屈一指的 泰斗级人物 其对理论学识的严谋 肯定远超自己这些人 他若是觉得没问题 那必然是大概率没问题的 作为深谙科研一到几十年的学者 袁崇真的作人宗旨向来是以严谨著称 向王正报警东 这类没脸没疲没心没肺的家伙 撒个谎 自然是简简单单都不需要过脑子 张嘴就能来 可自己不行 违背心理去撒一个大谎 演不出来 还容易露现 但偏偏在此之前 王正提前将了袁崇真一军 让他看了月球基地计划图纸 不看不要紧 看完就被打击到了 即便已经知道是假的了 依旧是神情恍惚 时常失神 这副患得患失的表情 传进其他人的眼里 可就是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思 马圣杰只看了袁崇真一眼 心中已是大定 稳了 连袁崇真这老东西 看了之后都大受震撼 久久回不过神 说明这里面涉及的理论公式 肯定都是实打实的硬货 这份月球基地计划 绝必是好东西 其余人还在对文件里的公式激烈地讨论着 已经有人开启了身上的微型拍摄装备 开始偷偷录取文件上的数据信息了 动作看上去十分正常 可在知晓内情的王震跟报警东的眼里 却是路动百出 见狄特们都偷拍得差不多了 报警东拍了拍手 示意众人安静 待到会场平静下来后 这才开口问道 诸位 可有意义 一众人相视极眼 又是一阵低声的商讨 随后才气气摇了摇头 说道 没问题 数据公式层层跌替 堪称无懈可击 有理有据 让人信服 没有任何问题 很好 报警东将桌上的文件重新归整好 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在座的各位 都是华国的科研砥柱 既然你们说没有问题 那么这份计划数据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如此 我宣布月球基地计划 即日起正式启动 说吧 场内响起喧哗声 还有一件事 报警东打断众人的议论 用极为严重的语气补充道 这项计划 欢呼华国的未来发展 更会直接影响着 地球未来的趋势走向 一旦泄漏 势必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所以 这项计划是需要严格保密的 绝不能有丝毫的泄漏 不过大家都是 华国的权威学者 推动了华国的车轮滚滚向前 如此呕心沥血 自然是 没有向外泄漏的可能的 听完报警东的嘱托 尤其是最后那句话后 一众人面不改色 连连点头 啊对对对 这话说的没毛病 誓死为华国效力 国家对我们赋予厚望 我们自然要肩负重任 尿 尿 尿啊 哈哈 吃得多看着手里的电子文件 乐道喜不自胜 前一刻 还在为如何毁掉王政 而绞尽脑汁 下一刻 直接就因这封秘密邮件 而笑弯了腰 内容赫然是 月球基地计划的全部 华国那边的会议 都还没结束 吃得多这边 就已经得到了所有消息 速度之快 比踏马参会的知道的都早 吃得多高兴的在房间里踱步 抬头看向站在角落里的管家 喜声道 这店总统 本次的圆桌会议取消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还有 丢安排一辆 去往太空总署的车 专车马不停蹄地 来到太空总署 吃得多飞奔一般 冲进了研究所的位置 旋即将装有电子文件的平板 扔到了桌子上 吃得多大人 王同刷的一下 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连忙朝吃得多攻身行李 不用了 吃得多指了指桌子上的平板 说道 给我推算一下 里面文件的现实可行性 我要详细数据 要快 好 王同拿起桌上的平板 迅速开始了研究 在看到文件的第一页上 月球基地计划六个大字后 更是狠狠吃了一惊 这 这是 费什么话 持得多有些不悦道 让你做 没让你问 明白 明白 王同不敢再放屁 连忙沉浸到了研究之中 细细看去 这个研究所里 大约有二十来个人 然而这二十多个人 竟无一例外 全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亚禄人 看着这群亚禄人 正在为自己忙碌着 持得多的嘴角 开始忍不住的上扬 华国人 还真是廉价又好用 第206章 杨伟 不得不说 鹰匠之所以强大 除了善于用丰厚的报酬 广纳英才外 对资历和出身的要求 极低 这使得许多真正有能力的人 可以得到足够的重视 可以快速崛起 只要有能力 条件随便开 主打一个能力至上 就拿王同来说 两年半的时间过去 王同从科研小白摇身 已变成了鹰匠尖端科研所的副主任 反观像杨伟这种 在华国靠着资历磨上副主任的家伙 原想着能来到鹰匠继续作威作福 结果却是差强人意 与王同相比 除了岁数大一些 能力方面相差的不止是一星半点 以至于来到鹰匠后被急剧边缘化 如今更是沦为了王同手底下 最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由此看来 鹰匠能坐上世界霸主的宝座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等到池德多交代完任务离开后 角落里向来不受重视的杨伟 两眼发出光芒 他来到鹰匠也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见过的最大的大人物 就是外交事务管理局的主任 曲逆马帝 而王同呢 什么圆桌高官 什么军区大将 都曾经专门接见过他 现在更是成了跟曲逆马帝同级别的存在了 想想自己当初 那也是堂堂副主任 在高精领域 颇有权威与建树的 可来了音将这么久 居然只能帮着刷刷盘子洗洗碗 要知道 杨伟可是最看重资历的 当初在济海科研所当主任的那几年 凡时来报道的年轻人 不论有没有能力 都要先熬上几年 把资历熬出来再说 什么留学生大海归 通通没有用 然而如今却是被自己最看不上的年轻人 给踩在了脚下 身份与心理上的巨大落差 让杨伟极为不愤 但他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 而是把这一切的缘由 都归咎到了那篇 论超微型方舟 能量反应堆的研究与应用的科研报告上 如果不是因为王正 自己也不会落到今天的境地 现在的处境 绝不是杨伟想要的 自己要资历有资历 要能力有资历 尤其迫切的需要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 今天 机会来了 池德多就是这个机会 只要自己能跟池德多搭上话 一定可以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到时候 家官进爵名利双收 绝对不是梦想 想到这里 杨伟赶紧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着装 强忍着恶心 来到正在忙碌的王童面前 熟练地露出一个谄媚的笑脸 童啊 刚才那位是不是池德多阁下 闻言 王童皱起眉头看向杨伟 语气十分不悦道 我的名字也是你教的 你设什么东西 杨伟听后一阵 玄机再次露出恭敬的笑 连忙致歉 是是是 王主任 怪我嘴歉 您不要介意 介意 王童冷笑一声 重新将注意力移到了面前的公式上 你也陪我介意 人为言轻的家伙 还指望着 能跟池德多阁下说句话 来证明自己 告诉你吧 没也没有 你这种要能力没能力 要年龄没年龄的家伙 注定要在这里刷一辈子烧杯根两桶 你 被王童戳破小心思的杨伟 瞬间暴怒 却又转瞬平复下来 嘴角猛烈的抽动几下 最后还是勾勒出了一抹勉强的笑意 王主任 您看您这话说的 我之前在华国 好歹也是科研所的副主任 让我在这里天天刷烧杯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王童看都不看杨伟一眼 不合适 我觉得可太合适了 说着 王童看向研究室的角落 指了指 一位满头滑发的勾楼老人 开口道 知道他是谁吗 华国能源局新能源研究所的主任正部岗 今年69了 不还是在这里刷烧杯 麻烦你搞清楚 这里是鹰匠 不是华国 既然对在华国的成就 这么念念不忘 那就滚回去 况且 你区区一个小地方的副主任 能在这里刷烧杯 都是你的荣幸 居然还想往上爬 王童的表情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朝着杨伟立声骂道 能干就干 不能干给我滚 听到王童毫不留情的辱骂 杨伟暗暗握紧了拳头 只不过并没有发火 而是陪着孝冲王童公了公身子 是 王主任您教训的是 我去干活了 插曲过后 除了杨伟跟正部岗 整个研究室的人都开始了忙碌 经过足足两天两夜的分析后 池德德送来的整套理论数据 总算拆解完成 池德德听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便赶了过来 推演结果 只有一个简单的词汇 feasible 可行 哈哈哈哈 池德德拿着拆解 完成的纸质文件 兴奋地翻阅起来 这个计划一旦开始实施 那将成为人类历史上 最浓装重抹的一笔 意味着人类正式走出地球 进驻太空 池德德德大笑着 将手里的文件放回桌面 抱着王童的脑袋 便狠狠地亲了一口 王童主任 你真是我鹰匠的大功臣 鹰匠有了你 真是莫大的荣幸啊 王童谦卑一笑 说道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池德德德简单恩了一声 对着身后太空总署的负责人说道 给在座的每一位科研人员 薪酬上调三成 这句话并没有刻意压低 反而还提高了几个音调 使得研究室里的所有人 都清晰地听到了这个声音 旋即便爆发出阵阵欢呼 更加坚定了 为音将效力的决心 看着发疯一般的众人 池德德德脸上的笑意散去 拿起桌上的纸质文件 头也不回地离去 转身的刹那 一抹充满阴益的厌恶涌现 华国猴子 就在池德德德即将离开时 角落里的杨伟终于还是没有忍住 小跑者来到了近前 出声叫住了池德德 池德德德阁下 文言 研究室里正在欢呼的众人 不由得一愣 随即以极为差异的目光 看向杨伟 池德德德是谁 音将圆桌十二人之一 象征音将最巅峰权力的存在 你是个什么东西 又是哪来的勇气与自信 去跟人家搭话的 听到有人叫喊 池德德德止住脚步 缓缓转身 又是一副温序的笑 什么事 第207章 真正的计划 第一次面对鹰匠真正意义上的高层 杨伟自然是十分紧张 支支吾吾地开口道 持得多阁下 我之前在华国是济海市科研所的副主任 具有非常扎实的高精分子领域的理论知识与技术 但是很遗憾 在来到鹰匠之后 我的能力并没有受到重用 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展现一番 听到杨伟的话后 研究室内顿时陷入沉默 所有人皆是诧异地看向杨伟 对杨伟突然的毛遂自荐感到意外 尤其是王瞳 眼底的很易清晰可见 自己是这个研究室的负责人 杨伟这个烂笔说没得到重用 这不就等于在打自己的小报告吗 不只是王瞳 跟在持得多身后的太空总署负责人的表情 同样如此 气氛一下就变得压抑起来 持得多深深看了杨伟一眼 许久才说了一句 这样啊 在杨伟的期待中 持得多重新转身 自故离去 迟 杨伟还想着挽留 却被太空总署负责人用眼神瞪了回去 现状 王瞳不由地松了口气 嘴里更是不屑笑骂 白痴 走出研究室后 持得多抬头看了一眼 还算赤烈的阳光 对着身后的太空总署负责人说道 刚才那个家伙是谁 太空总署负责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即回复道 杨伟 华国人 一个凭借资历混上 好了 话还没有说完 便被持得多无情打断 让他消失 太空总署负责人点点头 没有丝毫的意外 明白 区区华国的猴子 给你吃的就吃 居然还有胆子 跑到我的面前 伸手要吃的 持得多语气变得冷冽 找死 我说王正啊 你在宇宙里待了两年半 心思确实毒了 简直桑尽天良 报警东瘫坐在沙发上 翘着二郎腿 悠哉悠哉地骂着王正 王正抬头瞥了报警东一眼 随即便低下头 继续研究自己手里的精密零件 这个月球基地计划 看似无懈可击 有理有据 实则是静中花水中月 一处击碎 唯一的特点就是烧钱 特别的烧钱 纵使是作为地球大富豪的鹰匠 恐怕也支撑不起来 整个计划的运作 可偏偏他们还只能咬着牙 往里砸钱 为啥 因为计划可行 在鹰匠的眼里 这已经不是计划了 这简直就是称霸太阳系的第一步 先一步抢先月球 就等于抢先了月球的一切资源 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下 烧的那点钱根本就是毛毛雨 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 报警东非常兴奋 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看到 当他们将计划进行完成 发现都是无用恭候的表情 到那时 就不仅仅是白杂钱这么简单了 把文件送回鹰匠的狄特 以及推演文件的科研人员 都要受到牵连 可谓是一石三鸟 到时候 鹰匠即便是想迁怒华国 也找不出任何的理由 毕竟这玩意儿 可是你们偷了去的 报警东还在高兴着 王正突然将手里的精力零件扔了过去 对了 这个给你 报警东接过零件 仔细把玩了一番 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是什么东西 王正从沙发上起身 说道 航天货机的运轴 文言 报警东不禁吓了一跳 看向手里巴掌大的零件 不由的变了脸色 不是吧 这么小 在报警东的记忆里 仅仅是小型客机的运轴 都有两个人叠在一起那么大 这么小的运轴 能起到什么作用 或者说 这能有用吗 不对 报警东突然反应过来 你搞航天货机干什么 空间截货装置 早在两年前就问世了 一切远距离运输难题 已然成为了历史 航天货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摆设 莫名其妙搞起航天货机 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见王正迟迟没有回应 报警东晃了晃手中的运轴 继续开口追问 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 当然有用 王正露出一副笑眯眯的表情 我这航天货机 跟常规货机不太一样 不一样 报警东满脸好奇 怎么个不一样 王正指了指头顶 担定说到 自带空间截获功能 而且能上太空 刷 报警东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猛地冲到王正面前 双手牢牢按在王正的肩膀上 嘴角开始疯狂上扬 臭小子 你说真的 王正反手把报警东阁挡开 这能有假 报警东露出一脸坏笑 伸出手指朝着王正点啊点 这么说 月球基地计划 你心里早就有底了 无非是一套假的 一套真的 王正从报警东的手里夺回运州 行 你这家伙还不算傻 月球基地计划 自然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早就有所预谋 甚至在去往荷尔玛星系之前 王正就已经开始筹备了 如今 因为发展瓶颈 而被强行中止的太空电梯 就是月球基地计划的第一步 虽说依照目前的科技文明来看 空间战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但想要实现人类大基数入住太空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更不用说 在月球搭建永久型生活基地了 其实在王正离开的这两年间 就有不止一人考虑过 想要借助空间截获技术 来实现月球基地的搭建计划 但最后无不是以失败告终 主要原因还是受技术水平的限制 空间截获的传送讯号 定位到月球很容易 难点在于建筑材料的选择 以及后续的搭建 独立的生态循环系统也是关键 如果只是容纳几人的小型基地 肯定没有问题 可月球基地计划的目的在于 抢占月球资源 规模自然是需要尽可能的大 最少也得能容纳几万人 这样的话 需要考虑的因素就会多出很多 能源 补给 环境等等这些都需要考虑在内 就拿基地的搭建来说 即便采用最常规的整体集成组装法 把提前搭好的建筑模块送上月球 建筑模块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太小了 保障不了几万人的正常生活起居 太大的话 结构精密度无法得到保障 保不起一个意外 几万人的性命就会交代出去 如此大的风险 是万万不能承受的 所以 经过一番推算过后 包括鹰匠在内的所有国家 只好放弃了月球基地计划 第二百零八丈 华国老人 听到这个消息后 简直要把报锦东给乐疯了 如获至宝般捧着手里的货机运轴 不住的手舞足蹈 王正有些看不下去了 捂着脸说道 好歹是鼎鼎大名的报局长 能不能有点正行 文言 报锦东扭头瞥了王正一眼 不屑说道 咋了 在你面前 我板着有用吗 需要板着吗 你小子连外星球都去过了 还会介意我这个小局长 王正无奈的摆摆手 报局长开心就好 报锦东收敛起笑意 重回回到沙发前落座 认真说道 不过这件事影响太大 单凭航天局无法做主 我需要找上级汇报一下 王正做了个搓手指的手势 明白 我都明白 你明白个锤子 被王正戳破小心思的报锦东 脸色微红 假意咳嗽了几声 旋即便转移话题 这件事 要不要先跟袁老头说一声 先前那个假计划 对他的打击不小 我担心那老家伙 一个不注意嘎过去 放心吧 你嘎我都不会嘎 这时 袁重真推门走了进来 毫不留情地开口反击 昨天夜里 王正就把航天货机的设计图纸发给我了 老夫研究了一页 也算是颇有成果 报锦东有些诧异 看看王正 又看看袁重真 齐声说道 合着你们两个 昨天就串谋好了 刚听到报锦东偷说自己坏话 袁重真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 直接呛声开口 告诉你有什么用 除了蹦打几下 来一句做不了 主要向上级报告 还会干什么 王正听后 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袁老 神了 吵 报锦东见说不过袁重真 当即甩了甩胳膊 逃也似的出了房间 我去找上面谈一谈 华国帝都 红墙内 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里 一位穿着简朴的爵术老人 正扶在桌前 认真研读着不知什么文件 这时 身穿黑色正装的秘书 从庭院外走了进来 在老人背后微微俯身 轻声说道 首长 航天局的报锦东局长来了 锦东来了 老人摘去眼镜 将手里的文件放回桌上 前几天王正从宇宙游离归来 并且成功斩杀天灾的消息 闹得可谓是沸沸扬扬 本该是要亲自去一趟 航天局聊表慰问的 但考虑到王正刚回来的这几天 必然会很忙碌 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过 王正那边已经在着手准备大动作了 让他进来吧 刚好我也想听一听 我们的那位少年英雄 又有了什么新的计划 明白 秘书快不出了庭院 没过一会儿就带着报锦东回来了 报锦东的脸上 洋溢着肉眼可见的喜色 还没等走到老人近前 便大声打起了招呼 首长 老人笑眯眯的起身相迎 旋即又邀请报锦东落座 待到两人重新坐定后 这才开口发问道 我还没去找你 反倒是你先来找我了 看来你这航天局 是想捣点大动作出来 说吧 老人端起秘书刚刚针满的热茶 自顾小啄了一口 随即将另一杯 缓缓推到报锦东面前 说吧 这次又想要多少 报锦东闻眼脸色一变 用双手接过热茶的同时 连忙开口说道 首长 这您可就冤枉我了 看着报锦东略显慌张的模样 老人脸上的笑意更浓 原来是我冤枉你了 看来这次真不是来要钱的 报锦东脸色又是一变 伸出两根手指 朝老人撵了撵 支支吾吾的说道 也没太冤枉 确实有那么点小小的需求 老人听后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随即看向报锦东 开口说道 先说事情 然后我再考虑 报锦东端起热茶喝了一口 说道 之前我们被迫废弃的 月球基地计划 可以重新启动了 所设计的技术瓶颈 跟问题短板 都已经得到解决 现在就能落实 老人清澈的眸中 陡然爆发出一抹光彩 饶有兴趣的问道 是王正解决的 报锦东挠了挠头 回道 这是自然 毕竟月球基地计划 并非是华国做不到 而是全世界都没人能做到 大规模迁徙人类入住月球 依照目前的科技水平来看 完全就是不现实的 然而王正归来才短短三天 这个困扰住 全世界的世纪性难题 便迎刃而解了 王正 老人乐呵呵地拍着大腿 忍不住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 华国有他 还真是我华国之幸啊 看看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安排我跟他见上一面 为华国付出了这么多 真是辛苦他了 听到这话 报锦东只觉得浑身冷汗直流 迅速从座位上弹了起来 贵为一方超级大国的领导人 每天都要处理不胜美举的繁琐事务 主导着国家发展的未来 更左右着国家之命运 现在居然去问别人有没有时间 这要是传出去 还不得引发大地震 首长 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们这些人 还巴不得能见您一面 这怎么能说是看他的时间 报锦东站在一旁 连忙说着 老人却是不以为意的摆摆手 说道 不一样 现在正值华国发展的关键期 这两年来 我们已经落后于人 有亡正是我们的幸运 要用好 要用活 绝不能是让我们用来摆架子的工具 说着 老人不要发笑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我去了 不仅帮不了 你们什么 甚至还会耽搁你们的进度 所以不看你们的时间看什么 至于资金方面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提前跟财政打过招呼 近期但凡是航天局 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话博就好 好 报警东重重点头 老人简单应了一声 自顾端起茶杯抿着 见报警东还站在原底没有离开 不觉有些诧异 好奇问道 还有事 报警东略作沉默 旋即压低了声音说道 倒是有件缺德事 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 老人眉头轻挑 怎么 又搞出什么岔子了 想让我给你兜着 这哪能啊 报警东摆了摆手 用一股极其严肃的口吻说道 王正回来之后 我们在科研队伍里 挑出了很多针 闻言 老人物字放下茶杯 凝神看向报警东 直指问题的重点 很多针 对 报警东点头应声 粗略估计 至少十七根 老人的手突然猛地颤了颤 语气也在此刻变得凝重 这么多吗 第209章 超级航天货机 听到这个消息后 老人仿佛在一瞬间 苍老了几岁 深邃清澈的眼神中 流露出些许茫然 沉默了许久 这才悠悠开口 还是 我们做得不够好啊 听着老人的哀叹 报警东不由地握紧了拳头 自己又何尝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总以为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多 做得不够好 这才让他们这些人心灰意冷 转而投向了他人的怀抱 可仔细想想 这跟怎么做无关 而是何人有关 有的人生性凉薄 从来不会因为羁绊 而停止奔向更高处 有的人舍些心肠 既仇不计恩 只要逮住机会 势必会转头咬上所有人一口 更有人贪得无厌 不论给他多少都不会满足 也不会感激 旁人扔快骨头招招手 立马就义无反顾地跟人家走了 对于这些人而言 其实待遇什么的 已经不重要了 他们就是对生他养他的地方 天生恶意 就是喜欢这种反复横跳 带来的快感 气氛压抑了好久 老人这才轻声问道 你们打算怎么做 报警东不敢隐瞒 赶紧将先前的计划全盘拖出 我们你赚了两份月球基地计划 一份真一份假 但从数据上看 两份计划都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具备可行性 因为摸不准 扎进肉里的真还有多少 所以我们事先将假计划 公布给了所有人 至于真计划 则是交给了袁崇珍 由他来负责相关工作安排 老人的眉头突然舒缓开来 反问道 这就是你说的缺德事 是 是啊 报警东微微一愣 有些不解老人这句话的含义 怎料老人摆了摆手 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怎么能叫缺德呢 明明就是我们留有瑕疵的计划图纸被偷 导致相关数据不胜外险 跟我们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报警东听得瞪大了眼睛 站在一旁愣了很久 也没反应过来 老人看着傻乎乎的报警东 又是一句灵魂发问 我说错了 没有 报警东如梦初醒 我们完全就不知情啊 在接过王正送来的月球基地计划书后 袁崇珍已经在着手 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了 因为有王正的助力 工作中途遇到的许多问题 都被轻易化解 进行起来异常的顺利 并且各项花销跟预算相比 竟然低了足足四成 甚至都不需要找财政拨款 航天局算不上后市的家底 就能把窟窿填上 袁老 通电梯已经重新启动完成 各项数据运行正常平稳 机甲小队也已派驻完成 全部到位 听到这个汇报结果后 袁崇珍如是重负地松了口气 连续赶攻了一周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总算是把先前一期的太空电梯基站 给重新启用了回来 并且还成功跟两座华国的空间站并轨 建立了连续性的太空轨道 如无意外的话 只要经过第一波实验 就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太空运输 至于空间截获装置 因为地点是在太空 坐标难以固定 一时也难以完全投入运用 虽说略有遗憾 但更多的还是欣慰 毕竟在这短短一周的时间里 自己这些人已经做出了 远超过去两年半的成果 以往在空间站内无法进行的实验 如今也可以借助太空轨道 以及通天梯来完成 一切的准备工作就绪 接下来就要正式启用月球基地计划了 首先要做的 便是打造航天货机 一架自带空间截获 能够实现太空巡游的超级货机 只要有一架成功问世 后续只管量产就好 但仅仅依靠王正设计的图纸来打造的话 很难 发动机跟运轴是两个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能源跟运转难以解决 就在袁崇珍准备致电王正寻求帮助时 王正反口说的一句话 直接把袁崇珍给整懵了 航天货机遇到了一些问题 没事 我已经造出来了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又一次击垮了袁崇珍的傲气与傲骨 果真在王正面前 地球人就没有几个有脑子的 自己这一大家子人忙里忙外 花了一周时间 才刚刚启用了之前废弃的通天梯 人家用一周的时间 把存在技术瓶颈的航天货机给造出来了 说句不好听的 一周时间 交给自己这些人的话 恐怕连有些零件都凑不起 不过对于王正的话 袁崇珍多少还是有些质疑的 毕竟 这又不是话小人说 更不是吃吃饭唱唱歌 航天货机呀 足足有几栋楼那么大的堡垒集货机 哪能说造就造出来 说到底 王正还是个人 又不是上帝 总不能伸伸手 就能凭空变出来吧 怀着这份心思 袁崇珍找上了王正 看着面前好似山丘一般的超大号仓库 袁崇珍的新开始 不受控制的加速 只感觉自己 好像回到了上学那会儿 浑身都是兴奋与期待 这是好久都不曾体验过的 热血沸腾的感觉 袁老 王正走在最前面 为袁崇珍领路 因为仓库过于巨大的缘故 两人不得不使用悬浮板 来代替双脚赶路 沿途灯光明亮 却也难以照清全部的视野 看一眼脚下轻巧快捷的悬浮板 再看一眼周遭科技感十足 悬然不似地球文明的种种设备 直接给了袁崇珍一种不在地球的错觉 当年的李中堂访问鹰匠 其感受也不过如此吧 悬浮板的速度很快 并且极为稳当 没多会儿便来到了一处 遮有黑色幕布的地方 还不等袁崇珍张口 王正已是走到镜前 伸手扯下了幕布 幕布落地的瞬间 一架体型庞大到 难以尽收眼底的战机呈现 袁崇珍身子猛地一颤 呼吸更是不由地停滞了一瞬 这架战机突然出现在面前时 其所带来的冲击感 丝毫不亚于泰山崩于前 袁崇珍颤抖着双手 拿出了航天货机的设计图纸 一脸比对了几次 发现两者完全不是一个模样 万般诧异地看向王正 这 这不对吧 王正若无其事地挠挠头 之前设计图纸没想太多 但是在制作的时候 有了点新想法 也就顺手添上了 不过没关系 整体变化不大 听到最后一句 袁崇珍的身子又是一斗 变化不大 都踏马从猴子变成金刚了 你告诉我变化不大 不大你奶奶个腿 第210章 庞然大悟 这 袁崇珍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有些缓不过劲 这又不是炫大米饭 一时兴起能多炫好几晚 这玩意儿可是得杂人杂钱杂精力 容不得出现半分马虎的国家级重要工程 毕竟设计图纸是经过多方 共同审核通过的 代表着最高程度的可行性 实施起来自然是要按照图纸 一步一步地来 容不得半点马虎 哪怕临时更改图纸 都得一大群人仔细商榷 再三确认 才能进一步考虑要不要修改 这倒好 自己一个人刷刷刷就给改了 关键是还可么成了 王正似乎是看出了袁崇珍的异样 在一旁小声问道 袁老有什么问题吗 袁崇珍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有什么问题 你说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 你给了我一张农家小院的设计图纸 结果反手造了一栋摩天大楼 袁崇珍现在特别想揪着王正的衣领子 问上一问 请问设计图在这全流程里 充当了个什么角色 造出来的东西 跟设计图上的完全不搭边啊 千言万语涌到嘴边 最后还是变成了一声叹息 到底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自己这些人照着图纸去做 都被难倒了一大片 人家偏偏却闲听信部 还能随作随改 看着手里已然成了废纸的设计图 袁崇珍无奈叹气 自己这些不中用的老家伙们 还真是成了吃干饭的了 还是好好想想 等会交差的时候该怎么解释吧 想到这里 袁崇珍掏出手机 我打个电话 拨通后 手机里传来一个很是忙碌的声音 袁老 怎么了 袁崇珍沉默了一下 轻声说道 航天货机工程先停了吧 文言 那人明显被震惊到了 连忙说道 袁老 好端端的 为什么停啊 运轴方面 马上就能实现突破了 再有半个月 不 再有一周的时间 保证能把运轴做出来 随着惊呼声传开 手机那头已经可以清晰地听到 争吵与杂乱的声音 显然 袁崇珍突然终止航天货机工程 已经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不是停 袁崇珍解释道 王正这边已经把航天货机造好了 不需要我们再花功夫研究 有时间 你们全都过来验工吧 手机那头的声音突然没了 就好像被挂断了电话 一点动静也传不出来 看一眼还在独秒的画面 随即低声问了一句 喂 能听到吗 咕咚 吞咽口水的声音传来 过了许久 有颤音悠悠响起 袁 袁老 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貌似才过去一周吧 怎么可能把航天货机造好 眼瞅着手机那头即将失控 袁崇珍连忙含糊解释道 这是因为在原有的设计图纸基础上 做了些许改动 明白了吗 地址发给你们了 尽快过来 听到这话后 众人才不由地纷纷松了口气 看来是搞了个减板 想先试试效果 这就不奇怪了 这就不奇怪了 听着手机那头的一润声 袁崇珍默默挂断了电话 等你们都到了 再好好解释吧 等到一众科研人员赶来之后 被袁崇珍亲自领到了航天货机面前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众人先是一愣 旋即开始东瞅瞅西瞅瞅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拘谨的同时 表情又带着些许疑惑 航天货机呢 说好的来看航天货机 领着我们看大雕宝干什么 袁老 航天货机呢 众人找了一圈 硬是没发现有飞机的影子 只得向身前的袁崇珍发出疑问 袁崇珍朝着面前的大雕宝拢奴嘴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 这不在这儿呢 话出 众人又一次看向了面前的大雕宝 再一次愣在了原地 这东西从远处看过去 四四方方的 好像个刚出炉的大面包 又好像光秃秃的山头子 怎么看也跟航天货机沾不上边 就算是 咋上天啊 袁老 别闹了 都这种时候了 您就别跟我们开玩笑了 这明显是个炮楼啊 怎么可能是航天货机 众人忍不住开始连声议论 言语中满是质疑 也怪不得众人不信 眼前这玩意儿 长得跟特么山头子似的 连个翅膀都看不着 任谁也想不到 这是个能在天上飞的东西 如果不是自己亲眼所见 自己也不能信啊 可偏偏事实就在眼前 容不得半分作假 我像是在对你们开玩笑 此话一出 众人沉默了 有人拿出手里的设计图纸 树在空中 跟实物仔细对比了一番 旋即便看向袁崇真 指了指图纸 又指了指面前的大碉堡 由于担心再质一下去 会惹袁崇真不悦 只得小声嘀咕道 这也不像吧 其实这话 已经说得很委婉了 因为这玩玩 全全就是两个玩意 就在袁崇真不知 该如何解释的时候 大碉堡头顶的扩音器里 传来了王正的声音 诸位久等了 请登机 话落 还不等众人有所反应 大碉堡的一侧 突然列出了一条门形缝隙 紧接着 一条巨大的云梯 从缝隙中探了出来 直直落在了众人的脚下 看着面前的巨大云梯 众人只觉得脑袋里 轰的一声响 猛啊 所有人的心 开始不受控制的狂跳 登上云梯的时候 双腿都在止不住的发颤 每个人心里的想法 都出奇的一致 这长得跟山头子一样的东西 真的是航天货机 不 不会吧 众人脸上 带着肉眼可见的惊恐与茫然 忍不住将目光 气气落在了袁崇真的身上 袁崇真洋装镇定 心里已经开始呼喊 别看我 我也是第一次坐 走过漫长的云梯后 众人正式走进了 大碉堡的内部 看过去的第一眼 所有人不由的脚步一顿 全部愣在了原地 这何止是登上了飞机 根本就是 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充斥着剑都不曾见过的新奇设备 放眼望去 偌大的空间 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可一切看上去 又是那么的井然有序 第211章 狄特来袭 所有人都站在机舱口 无论如何 也不敢再往前迈进一步 到此 众人才不得不接受 这个充满爆炸性的事实 这大玩意儿 真的是航天货街 还是走在最前面的王正 后知后觉 回头发问 走啊诸位 不是燕工吗 都想什么呢 有人从震惊中缓过神 脸上露出苦笑 燕工就不必了吧 听到这话 其余人皆是点头赞同 开玩笑 能独自一人 造出这种级别的大家伙 还需要其他人来燕工吗 况且 就凭自己这些老家伙 拿什么叫燕 这甲庞然大物 一想到这里 众人就恨不能朝自己脸上 狠狠来上几巴掌 这可是王正啊 连星际巡航都玩过得超级狠人 结果自己这些人 居然在质疑 他造的航天货街 这跟杞人忧天 有什么区别 见众人的神色有些恍惚 王正皱起眉头 继续开口 那就是非一圈 试试效果 文言 众人顿时回神 纷纷出声反驳 别 千万别 大可不变 王正回来的消息 到现在都还霸占着国际新闻的置顶 每天不知道有多少卫星 有意无意的 对着华国境的瞄来瞄去 在这种敏感时期 要是把这么个大家伙 送上了天 还不立马传遍全球 虽说这玩意的问世 非常值得庆祝 不过当下 还是尽可能的低调为妙 一群人失魂落魄的 走出了航天货机 离开了仓库 直到感受到外界的阳光 这才稍稍从震惊 恢复了些许神志 刚才所经历的一切 就好像在梦里一样 元老 有人朝元崇真 晃了晃手里的设计图纸 您不是说做了些许改动吗 那玩意儿 真的是拿这张图纸造出来的 元崇真也不好做出解释 只得瞪了那人一眼 含糊说道 王正嘛 做成这样能有什么细切 你就说 航天货机造没造出来吧 造势造出来了 可 一众人面面相去 仍是没能从巨大的冲击中走出来 那还费什么话 干活干活 什么事都靠王正亲力亲为 还要我们做什么 元崇真一句话 便让众人醒悟 不再纠结于 那架过于离谱的航天货机 齐齐朝着项目基地赶去 华国航天局 报警东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看着摆在桌子上的布置规划图 陷入沉思 虽说月球基地计划 是在秘密进行 可实际上 早就被那些敌特给带回了各自的国家 无非是全都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 所以 进度上也没必要太遮遮掩掩 尽管明目张胆地搞下去就好 可问题在于 如果抛去这些敌特以及伊特的话 实际上能够挑起大梁的人并不多 要么是一些有能力 却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要么就是一些年龄过于年迈 思维都有些混沌的老前辈们 于是乎 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要想项目能进行下去 要么就是继续调用这些敌特 伊特要么就是启用年轻人 这些敌特的能力自然是毋庸置疑 如果让他们来负责项目建设 难保不会发现 假计划跟真计划的区别 而贸然启用年轻人的话 除了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外 难保会被一些有心人察觉出端倪 到时候 引起敌特们的警戒是小 不慎暴露了 真计划可就功亏一篑了 正思索着 办公室外响起了敲门声 进来 报警东收好规划图 随手在书架上 抽了本笔记扔在了桌子上 马圣洁应声走了进来 报警东若无其事地扣上笔记 抬头看向马圣洁 问道 马教授 这是出什么事了 马圣洁表情颇有些咸云野鹤的出尘味道 略作汉手后 轻声说道 报局长是这样 之前的月球基地计划的构图 经大家研究之后已经通过了 理论上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我想问 什么时候正式启动这项计划 能不能让我加入进来 哦 报警东眼前一亮 连忙起身 马教授也想参与这项计划 这是当然 马圣洁腰身挺的笔直 事关华国乃至全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 我个人的力量虽小 却也心甘情愿地尽一份绵薄之力 好 好 好 报警东忍不住拍了拍马圣洁的肩膀 赞叹道 真不愧是一心为攻的马大教授啊 这份热忱 简直叫人侧目 这样 报警东稍作思量后 又继续说道 这项计划前不久已经提交给上级审批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等到正式开工 我一定代表航天局 聘请马教授为该项目的建设顾问 听到这个满意的答复后 马圣洁的眼底 闪过一抹微不可闻的喜意 还是那句话 愿尽绵薄之力 报警东转过身去 笑脸瞬间消失 剩下的 无不是对通敌叛国之人的厌恶与憎恨 目光远眺窗外 瞥眼窗户上的虚影 背对着马圣洁问道 马教授还有别的事 只见马圣洁眼神微动 假意咳了几句 装出了几分疑惑神色 倒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过去几天 一直在研究那份计划书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难免有些担心 担心 报警东引地附体 急忙转过身来 询问道 马教授该不会是发现问题了吧 快讲快讲 这件事关乎华国的未来 绝不能容许有半点岔子 马圣洁连连摆手说道 也不是问题 当然更不是岔子 这份月球基地计划书 可是由王正亲手编撰的 事后更是经过了专家团队的层层审核 更重要的是 那些暗地里得到这份计划书的国家 同样调用了国内最顶尖的科研团队 来对其进行钻研剖析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都认定这份计划书可行 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意义 也就是说 这份计划书 其实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大强国的一致认可 并且早就开始着手论证实施了 速度比华国还要快上许多 所以 就算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总不能去质疑全世界吧 第212章 影帝 暴景东继续扮演着亲切局长的角色 满脸关怀地询问道 不是问题 也不是岔子 那是在担心什么 马圣洁沉吟了一会儿 然后才缓缓说道 既然是王正提出的计划 那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是就我们目前的技术而言 真的能够实现在月球搭建规模如此庞大 系统如此涌杂的基地计划吗 暴景东眼神微眯 开始了进一步的试探 你的意思是 见暴景东已经被引入话题 马圣洁不动声色地说道 资金方面 根据我的保守估算 哪怕是初步的框架构成 起码也要小35万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后续的搭建费用 全部费用计算下来 恐怕一百也止不住 35万亿美元 相当于应降2038年 一整年的财政总收入 这还是科技紧喷之后 经济效益实现大飞跃的结果 拿这些钱 再建设一个中等国家 都足够了 暴景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这样啊 看着马圣洁说出美元二字时 那副颇为不自在的模样 不难猜出 这家伙是在为鹰匠卖力 除此之外 既然马圣洁这样问了 说明鹰匠已经开始实行 那份假计划了 但系自然是要做足的 现在还远远不是看笑话的时候 暴景东自顾皱起了眉头 露出一副认真思考的表情 名声说道 这个问题当然有过考虑 不过巨大的投入背后 换回来的利润 也是极为可观的 两相权衡下 还是实行该计划的意义更大一些 毕竟这对于人类而言意味着什么 想必你比我要更清楚 见暴景东在这含糊其词 一直不说重点 马圣洁盈盈有些急了 暴局长 话是这样说不假 可如果真的把这么大的一笔投资 全都砸进这项计划里 其他方面该怎么办 据我所知 华国一年的财政收入 也不过才23万亿吧 成功了还好 万一失败了 暴景东的嘴角突然抽动了一下 以往听到这些话时 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只以为是对项目的关心 如今再听的话 当真是觉得漏洞百出 试问谁在称呼自己国家的时候 会直呼名字 难道不应该用咱们国家 或者我国来代替吗 这股极为明显的疏离感 传进暴景东的耳中时 感觉是那样的刺耳 强忍着心中的造诣与怒火 暴景东继续冲马圣洁保持微笑 没关系 从长远来看 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至于你说的万一失败了 我想可以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 毕竟 我们有王政 局长 马圣洁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暴景东开口打断 对了马教授 月球基地计划的项目概算 我们貌似还没公布吧 你是怎么得出 35这个详细数据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质问 马圣洁心头顿时咯噔一下 看着暴景东瞬间就冰冷下来的表情 马圣洁在心里暗道不妙 都怪自己太过心急 鹰匠那边才刚刚开始施工 自己就想着表现立功 把华国连概算都还没制定好的事情 都给忘掉了 马圣洁的脑筋开始飞速旋转 眨眼的功夫就想好了说辞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这几天一直在研究那份计划书 方方面面自然都得考虑进去 所以就简单预估了一个大体成本 精准度的话 肯定是跟实际数据有差距的 原来是这样 暴景东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 脸上的冰冷也淡了几分 看不出马教授还有这方面的天分呢 见暴景东并没有深究 马圣洁暗自松了口气的同时 决定反证一下自己对华国的决心 暴局长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圣洁露出满脸不悦 我这几天为了华国呕心沥血 饭都没吃几口 就为了证明这份计划的可行性 您现在是在干什么 怀疑我吗 怀疑我大可以说出来 我就是敌特 哎 抓我吧 马圣洁越说越激动 甚至主动走上前 冲暴景东伸出了双手 看着马圣洁的新兴作态 暴景东眼底有森寒划过 废话 老子当然知道 你是敌特 这要是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你是被冤枉了呢 暴景东连忙迎到镜前 脸上涌现浓浓歉意 双手扶住马圣洁的手腕 连声说道 马教授 您这是做什么 我这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谁不知道 您为了这个国家 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早就成了华国科研界的一座封碑了 这也怪我 毕竟这个项目牵扯太大 确实是有些过于敏感了 马教授 您消消气 景东在这给你赔罪 月球基地计划 可不能没有您啊 哼 马圣洁毫不客气地 甩开暴景东的手 自顾自地说道 人老了 不中用了 也确实到了 被荡成垃圾随便丢弃的年纪了 不过 马圣洁话锋一转 直接把自己放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一个将死之人 总想为祖国做一下最后的贡献 等到这项计划完成 随你怎么污蔑我 我绝不多说半个不字 暴景东只觉得羞愧难当 不由地弯下了腰 马教授高洁伟案 是我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低垂的脑袋下 是一张冰冷彻骨的脸 罢了 马圣洁发出一声长叹 有意拖中了脚步 一步一顿地离开了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后 马圣洁赶紧左右扫了一眼 确认无人注意后 这才敢如是重负般松了口气 一边走着 一边暗暗嘀咕道 这个该死的暴景东 怪不得年纪轻轻 就能坐上航天局局长的位子 心思倒是格外地小心缜密 险些就露线了 反观办公室这边 直到头顶响起了关门声 暴景东才缓缓置起了身子 夺不到窗边 看着已经走远的马圣洁 那道略显沟楼的背影 当真是越看越觉得丑陋 脸上无不是轻蔑与吃讽 这特么才叫影帝啊 第213章 钱是大问题 什么 池德夺站在临时组建起来的 中央控制室里 听着下属的汇报 忍不住怒喝出声 不是已经把工程量 减去五分之一了吗 怎么还需要33万亿的概算 是你们不会算账 还是我不会算账 虽说成功搞到了 华国的月球基地计划书 可实时起来时又会发现 问题当真是一个接着一个 根本解决不完 目前最大的难题 就是投入 根据最开始的评估预算 足足要花费35万亿美元 需要鹰匠一整年不吃不喝 才能攒得出来 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仅仅只是第一期的初步预算 如此庞大的资金耗费 是值得夺万万不能承受的 鹰匠几亿人要吃要喝 军政商民四届要流通要发展 这都得用白花花的钞票 狠狠地往里砸 这么大一笔资金链倾斜过去 势必会打乱其他计划的工程进度 造成的影响不仅显而易见 更无法避免 甚至还会直接导致 其他诸多计划的搁置暂停 毕竟鹰匠能赚钱 又不能印钱 但月球基地的诱惑实在是太大 又实在是不愿意放下 更何况 据相关信息透露 月球基地计划书 其实早就在国际上外泄了 只不过是得到计划书的国家 嘴都跟把了门一样言时 一点动静都不肯往外露 这也使得许多国家暗中叫上了劲 谁也不肯落后于谁 都想先其他人一步登上月球 占领月球 这样看来的话 倒像是鹰匠在被推着走了 尽管不喜欢这种被动的感觉 可偏偏不走还不行 对于其他国家 持得夺是不担心的 毕竟能用钱来解决的问题 在鹰匠的眼里 其实并不是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 这份钱拿出来后 留下的空缺该怎么去弥补 窟窿堵不上 只会越堵越大 直至崩溃泄洪 即便是自己掏出这么多钱后 少说也得伤筋动骨个几十年 所以 尤其需要再三斟酌 可华国却不一样 不是因为华国有钱 而是因为 华国有王政 一个当年 能在拖拉机场里 用造拖拉机的零部件 打造出打败了全世界的 超级机甲的妖孽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 是他做不到的 更没有什么奇迹 是他实现不了的 越是这样 持得夺就越是心急 世界霸主的宝座 这才刚抢回来不久 总不能立马拱手让人吧 真的没办法再压降了吗 持得夺看着手里的汇报文件 简单翻了几下 发现上面全都是一笔接一笔的大额投入 看得持得夺心都要碎了 科研人员刚刚被持得夺训斥了一通 现在还在后怕 只得硬着头皮 小声解释道 持得夺阁下 这真不是我们压不下去 实在是这份计划书写得过于扎实 各个环节紧紧相扣 根本找不出能压降的点啊 先前压缩的三万亿 还是把一部分项目 画不到第二期才捡出来的 听到这些话后 持得夺难免有些不可置信 海绵里的水用手是挤不进的 只要是费用 就一定有压缩的空间 环节再怎么紧凑 理论再怎么扎实 又怎么可能连一丢丢的压降余地都没有 持得夺将手里的文件卷成卷 一下一下地抽打着身后的桌子 我想问一问 这个王正是什么 全场沉没 所有人都低着头 连大气也不敢喘 很显然 他跟我们一样 都是人 平平无奇的人 是人就会有缺点 是人就会有不足 持得夺环视了控制室一圈 文件抽打桌面的声音也越来越响 与其夸王正一声完美 倒不如让我说你们一句无能 我给你们的资薪待遇是华国的十倍 房子奢子女人全都给了你们 你们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这时 被委以重任的王瞳在角落里站了出来 看到王瞳 持得夺还是比较满意的 有能力 有头脑 如果不是因为披了一身黄皮 自己肯定把它扶植成自己的亲信 最起码也能到夸而擦的级别 不过 有了这身黄皮之后 就注定一辈子 只能充当为别人舔脚的角色了 持得夺看出了王瞳似乎有话想说 便开口说道 想说什么 说 王瞳点点头 开口说道 持得夺阁下 既然费用难以压降 不如我们换个思路去考虑呢 也正如国际上的部分传闻 得到月球基地计划书的国家不止我们 甚至有很多国家都已经得到了 如果连我们都支撑不起如此巨大的费用支出 这对其他国家而已 就更是妄想 持得夺听后 不由的眼前一亮 你是说 合作 王瞳进一步说道 就像之前的空中堡垒 以及国际空间站一样 完全可以用合作的方式 让他们来出钱 反正出工有力的 一直是我们 建成之后 送他们一些名额就好 实际的掌控权 还是在我们手里 不错不错 持得夺连连说道 这个办法不错 问题确实迎刃而挤了 现在就给我发布公告 就说想寻求合作伙伴 有意者洽谈 说完 持得夺事实地补充了一句 华国除外 在短暂的兴奋之后 持得夺又冷静了下来 看着面前的王瞳 心底瞬间涌出了莫名的厌烦 明明只是一群黄皮猴子 为什么要这么聪明 聪明也就罢了 偏偏还生着一股独有的韧劲 杀不灭 杀不绝 相对之下 阴将的这些人 简直跟只知道动脑 不知道赚金的蠢蛋一样了 就连王瞳都能想到 这种以义代劳的绝好对策 那个传说中的王政 又得聪明成什么样子 杨杨华国 谁又能保证 只会出现一个王政 想到这里 持得夺心中的喜意 彻底被不安吞没 华国 必须消失 掏出手机 简单编辑了一条讯息 随手发送了出去 舆论轰炸华国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很快 回信传来 已经准备妥当 只需您点头即可 持得夺略作陈吟 再次编辑了一条讯息 发了过去 现在就搞 要快 第214章 鹰匠的制裁 发完消息后 持得夺重新将目光 放回众人身上 谁还有好主意 大家畅所欲言 不用有所顾忌 一众人左看右看 就是不见有人发言 持得夺脸上的笑意 逐渐收敛 逐渐由柔和变作冷冽 也不知道是不是 自己平时为的他们太饱 惰性都升到了骨子里 偌大的中央控制是 足足50多号人 除了王瞳这个黄皮子猴 竟然没有一个人 能拿出点像样的主意 以后的鹰匠 总不能找一些黄皮猴子 来充当智囊团吧 就在持得夺 准备发飙的时候 还没来得及 塞进怀里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举到眼前一看 Jack Ma的备注尤其显眼 持得夺迅速抬头 向四周扫了一圈 然后快步来到了 一个没人的角落 略走调整后 以一股颇为粗糙的 滑下语说道 喂 先生 计划有头绪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 极为昂分 几乎是喊出来的 闻得此言 持得多顿时 也变得兴奋起来 连声说道 哦 快讲 是这样的先生 马圣洁也不担心暴露 通话中完全没有遮掩 直接一口气 将经过全盘拖出 关于资金的耗费问题 我今天专门去找了一趟报警东 根据报警东的说法 他们的预算 应该跟我们差不多 受技术方面的限制 消耗只会比我们更高 至于如何解决 他们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听着马圣洁的回答 持得多的喜色 从脸上散去 问了人家一个 无关痛痒的问题而已 这也能叫有头绪 还不等持得多开口 马圣洁的声音再次传来 不过 听着报警东的意思 王正是全程参与其中的 所以 很多方面 一定会比预算要节俭 我已经通过报警东 成功介入了 华国的月球基地计划 到时我会仔细留意 王正的一举一动 观察他在重要节点 与环节上的行为 然后再如实反馈回来 这样就可以完美解决 我们的耗资问题了 持得多的眉头舒缓开来 正准备松口气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赶紧又问了一句 华国的计划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比较缓慢 现在刚刚完成验算 正在统计费用概算 马圣洁如实回复 持得多点头应声 这么说 我们需要停工一段时间 不用 马圣洁说道 有王正参与的话 华国的项目进度 一定会很快 我们完全可以提前做好筹备 省得到时候 跟不上华国的进度 而交头烂额 好 持得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毕竟资金耗费方面 确实没办法进行自我压缩了 只能跟着华国的路数 按部就班地来 看来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鹰匠都需要依靠 这个隐藏在华国最深处的 超级间谍的帮助了 辛苦了 持得多尽可能地 让语气表现出诚恳 等计划完成 马先生就回来吧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好 只管回来享受生活 听到这些 马圣洁仿佛就像打了鸡血一般 瞬间变得兴奋 为鹰匠服务 实在是我的荣幸 持得多撇了撇嘴角 也不给马圣洁 继续表忠心的机会 随手就挂断了电话 把手机塞回怀里后 持得多心中的石头 总算是落了地 脸上浮现出久违的笑意 驱使猴子来制裁猴子 真是一举两得呀 怎么回事 报警东本就为了 月球基地计划 忙得焦头烂额 今天偏偏又听到了一些 对华国形象 极为不利的负面新闻 撕开华国伪善面孔 拿士兵的性命冲到二系 向心外生物发动自杀式袭击 华国士兵世界第一冤 被华国高层随意驱使送命 这就是所谓的公平公正 华国人用筷子污染环境 华国人吃鸡爪子吃内脏 醋鼻野人 华国人放鞭炮 破坏空气质量 坚决抵制 华国 报警东将手里的平板扔到桌子上 开始做起了严保健操 这特么都是什么跟什么 不用想也知道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趁着这个时候 把过去积攒的所有的 关于华国的负面信息全都给顶了出来 热度之高 甚至都把王正归来的头条给挤了下去 报警东本来不打算理会这些毫无养分的负面新闻 毕竟绝大多数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无稽之谈 完全不具备说服力 然而置顶的那几条 却是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骚动 尤其是第一条 以极其正义的口吻 严厉抨击了华国对待士兵刻薄毒辣 尽管华国人自己知道 这纯属无稽之谈 可其他人不知道啊 况且当初神秘机甲拉着吞心又同归于尽的场面 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一时间 华国的声誉在国际上急转直下 招来骂声一片 华国方面当即决定召开警纪公关 却发现自己好像被捏住了麦门 竟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毕竟那几台神秘机甲 确确实实是王正的私人物品 也确确实实有一台撞向了吞心又 跟起同归于尽了 至于其他的 压根就不知情了 为啥 王正没提过啊 刚一回来就整了个月球基地计划这么大的动静 直接让所有人都跟着忙了起来 忙着忙着 反倒是把机甲的事情给忘记了 如今被人给逮到机会 在这上面使劲做文章 实在是找不出解释的理由 不得不说 这次确实让人给抓住了命门 解释是必须要解释的 可解释也是需要技巧的 一个不注意 就极有可能越描越黑 还当报警东还在考虑该怎么对外解释的时候 王正主动打来了电话 遇到麻烦了 报警东抿着嘴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恩了一声 旋即便听王正继续说道 不用考虑怎么解释 你帮我对外公布一件事 什么事 报警东不禁皱起了眉头 都到这种明感时期了 而且这些事情的背后 还有大把大把的人在推波助澜 无论说些什么 恐怕都不会有人太过在意 下周一 我要召开产品发布会 第215章 发布会 发布会 报警东有些错愕地问道 什么发布会 你现在还有时间去管产品发布会 月球基地计划如此庞大的工程量 王少了说 也得花费个几年 甚至十几年 一天到晚 恐怕只能跟数据过日子了 居然还有闲暇 发布新产品 这倒不是埋怨 而是震惊 虽说从一开始 自己就没看懂过这个满脑子 装着天马行空的少年 可自从这小子在宇宙外回来以后 简直就变成两个维度的人了 跟这家伙比 自己这些地球人 完全就是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 除了抓耳挠腮 有限的智商 根本派不上丁扁用场 面对报警东的震惊 王正则是颇为平静 此时正悠闲地游览着网络上 关于华国的负面新闻 其激烈程度 完全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不得不说 能将舆论激化这种地步 推动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确实是花费了一分功夫的 这些事对我们而言 确实无关痛痒 可舆论发展到这种地步 已经不是说 忽视就可以忽视的了 即便我们不做任何解释 一旦任油漆发酵下去 对我们的影响也极为不利 解释自然是没必要的 倒不如趁这个机会 重新把我们的机甲给立出去 报警东听后微微一愣 眼底流露出一色 你的意思是 再召开一场 关于机甲的产品发布会 说完 报警东嘴角上扬 心脏忍不住地开始狂跳 当初也是因为一场新品发布会 一个造拖拉机的民营企业 一跃成为了全世界 最炙手可热的集团 曾经威震世界的超越者 便是在那个时候问世的 如今又要召开发布会 难不成是要 梦回三年前 不 机甲在咱们这儿 已经搞得很成熟了 后续怎么走 就按照你们既定的路线 走下去就好 我不会介入的 王正如实说道 这句话 却是让报警东微微一愣 嘴角刚刚扬起的笑意 也陡然凝固 不卖机甲 那能卖什么 总不能卖计划书吧 想到这儿 报警东忍不住开口发问 不搞机甲发布会 那搞什么 王正没有任何犹豫 当即开口回应 拖拉机啊 拖 拖拉机 报警东一阵咋舌 差点没把扣在耳边的手机 给扔出去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说的是拖拉机 对啊 王正回答得极其认真 听不出半点开玩笑的意思 死 报警东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区区拖拉机 他就是再怎么先进 性能再好 动能再强 那也是拖拉机啊 在如今这个战机满天飞 科技设备遍地洒的时代 拖拉机早都不知道 是哪家博物馆里存放的老古董了 就在报警东疑惑之际 王正开口说道 我这拖拉机不太一样 报警东没回话 拖拉机还能怎么不一样 长翅膀会飞 还是说能下海 碍于王正的面子 报警东没好意思明说 只是在心里疯狂地提意见 然而就在这时 王正的一句话 彻底让报警东惊呆了 自适应拖拉机 自 报警东哑然 再也说不出话来 什么叫自适应 自适应 就是能够自主适应 一切可能存在的环境 但这个自适应的范围 其实是很笼统的 从目前来看 倒也出现过不少的 自称是自适应的物品 无非就是用了 现在高温耐腐蚀的超导材料 使得这些物品的抗性比较强 所谓的自适应 不过是个噱头罢了 不过对于王正口中的自适应 报警东肯定是愿意 花功夫去了解的 出于好奇 报警东随口问了一句 具体怎么个自适应 王正略作陈吟 玄机开口说道 能够适应地形就不提了 自适应的功能在于 可以自适应海水 自适应重力 自适应压力 自适应一切 别闹 报警东差点就笑出了声 结果电话那头的王正 却是格外的认真 没闹 我已经做过测试了 海陆空三七 都可以借助自适应拖拉机来解决 报警东输得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王正 这个玩笑 可一点都不好笑 拖拉机要是实现海陆空三路运行 这还不把全世界都掀个底朝天 见报警东不相信 王正随手发过来了一个地址 你来 鹰匠的某处待客大厅 池德德端坐在一处沙发上 表情似乎流露着些许交集 眼神时不时就会飘向墙上的挂钟 颇有些如坐针毡的感觉 这时 有人敲响了房门 池德德德阁下 如鸡鸡国跟牛牛国的科研学者交流团 已经到了 快 快把他们的领队请进来 池德德德刷的一下 从沙发上弹起 连忙出声催促 过了没一会儿 秘书便将两国的交流团领队领了过来 刚一见面 和歌颜交流的旗号来英将商讨月球基地计划的。 对池德多而言,就是来送钱的。 池德多阁下,贵国的科技水平是全球无庸置疑的南波万。 关于那项计划,我想问问如今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牛牛国领队不愧是搞科研的做事一贯严谨, 并没有上来就问需要送多少钱。 而是问了一嘴计划的建设进度。 池德多似乎早就有所预料,神情自若的胡周道:" 我们将初建计划整体分为了三期, 其中第一期的筹备工作已经完成, 预计花费大概在35万亿左右。 第216章,产品发布会来了。 为了让自己的话更加具有说服力, 池德多还贴心地为两人送上了相关的数据报表。 交流团的二人对此并没有过多疑惑。 毕竟这张计划的施工难度非常高, 如果不是英将,还真没有谁能有这么大的魄力, 说干就干。 况且,英将的预估花费跟自己预估的差不多, 甚至还要更少。 等到确认完成后,大老黑开门见山地说道:" 池德多阁下,不知道这项计划我们两国需要投入多少。 池德多笑咪咪地伸出五根手指。 五万亿。 闻言,牛牛跟卢鸡鸡的领队扭头相视一眼。 虽说是个天文数字,却也在预料之中。 牛牛国跟卢鸡鸡鸡国的综合国力相仿, 各项能力也都大致持平。 摩擦是有,但还是以配合协作居多。 两国共同承担五万亿。 有难度,不过还在承受范围内。 一国两万五,没问题。 大老黑稍微思索了一阵,点头印了下来。 不不不。 池德多摆了摆手,说道:" 我想二位应该是误会了。 这五万亿并不是由你们双方共同承担。 而是美国都需要出五万亿。 什么? 大老黑直接从沙发上谈了起来。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 都能够跟鹰匠和华国这两个怪物相比的。 单拿去年的财政收入来看, 鹰匠三十八万亿, 华国二十三万亿。 但实际上第三名与华国的差距 比华国与鹰匠的差距还要大。 排在世界第三位的德国八点八万亿。 第四位的毛子国六点六万亿。 虽说财政收入无法准确评定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 毕竟就像一些人口大国。 即便人均收入不高, 可整合到一起后也会成为一笔极其宏观的数字。 况且这还都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是可以拿在手里,花得出去的。 对于牛牛国跟卢基基国而言, 尽管人均处在世界前列。 但受人口限制,总的财政收入其实并不算太高。 一口气拿出五万亿, 等于把几乎两年的全部收入拱手送给了鹰匠。 两年不发展,换取五分之一的月球资源。 看上去回报不菲。 可这项计划终究是第一次实施, 谁也拿不准到底能不能成。 一旦失败,两年的努力可就打水漂了。 池德多老神在在的坐在沙发上, 对大老黑的反应并没有感到意外。 在此之前,池德多已经做了充足的工作。 五万亿可以说是牛牛国跟卢基基国所能承受的极限。 不过这笔买卖能不能谈下来, 池德多自己也拿不准。 所以只能尽可能的装淡定。 最起码不能让这两个家伙看出破绽。 否则的话,轻则被压架,重则买卖谈崩。 五万亿不算多。 刚刚我也说过的, 仅仅是初期的概算就要三十五万亿。 这还是把一切的影响因素排除在外得到的数据。 池德多淡淡开口。 人我出,地我出,设备我出,计数我出, 就连资金也是我占大头。 两位还想不开吗? 大老黑不懂这些, 只觉得咋这么多钱心疼。 沉默了片刻, 这才缓缓说道。 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一旁的咕噜保持尖默, 似乎默认了大老黑的回答。 文言, 池德多眼里划过一抹冷色。 旋起起身, 故作惋惜道。 既然二位觉得价格不公, 那么我也不再勉强。 提前预助二位, 尽早建设属于自己的月球基地。 说吧, 池德多做事就要送客。 咕噜跟大老黑见状, 脸色顿时大变。 不辞劳苦地赶来鹰将, 就是为了参与月球基地计划。 付出的代价大一些, 也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答应, 就是想着能趁机杀一杀价格。 只是没想到, 池德多这家伙竟然拒绝得这么果断, 根本不给一点回旋的余地。 由此可见, 这项计划真的很烧钱。 别别别。 咕噜顺势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连忙按住池德多, 陪着笑意说道。 池德多阁下, 您这是做什么? 我们只是说跪, 又没说不同意。 见两人都被自己忽悠住。 池德多眼底的凝色彻底散去, 转而变成了一抹笑意浮现在脸上。 那么, 提前预助各位合作愉快。 说吧, 池德多主动伸手到二人面前。 咕噜跟大老黑再次相识, 也不敢犹豫, 连忙与池德多伸手向握。 握手之后, 池德多先是叮嘱秘书照顾好两国的交流团, 然后便找借口离开了。 此时, 咕噜跟大老黑的眼里满是兴奋。 虽说花费有点大, 不过与获取月球五分之一的资源相比, 简直不要太丰厚。 唯一有些遗憾的就是, 项目全程不能参与。 不然的话, 自己也能趁机多委派一些专业人员来, 把鹰匠的技术全部都复制回去。 两人暗自窃喜的同时, 殊不知池德多早已经乐开了花。 五万亿, 五万亿啊。 池德多伸着五根手指, 不停地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 一加五万, 两加十万。 到时候, 只需要再多找几个合作伙伴, 盖算就能凑齐了。 至于日后的资源分配, 完全不用担心。 毕竟说到底, 还是拳头硬地说了算。 解决掉资金的问题后, 池德多只觉得浑身轻松, 十分舒爽。 然而就在这时, 衣兜里的手机铃声响起。 掏出一看, 屏幕显示联系人士华一顿。 看到这个名字, 池德多笑一连起, 表情也不由的凝固。 华一顿作为鹰匠总统, 几乎很少主动联系自己。 但凡联系就说明, 有非常紧急的大事要发生。 接通后, 池德多压低了语气问道:" 有事?" 华一顿那略显局促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了过来。 就在刚刚, 华国公开宣布要召开发布会。 发布会? 池德多顿时松了口气, 是打算解释一下机甲舆论的问题吗? 由他们去开, 到时候我们再多添击把火, 让他彻底倒下。 听着池德多的话, 话一顿陷入了沉默。 许久才缓缓开口说道:" 是, 产品发布会。 什么? 池德多大为意外, 连忙问道:" 产品发布会? 什么产品发布会?" 第217章, 拖拉机。 华国官方以王正的名义, 发起了一场产品发布会。 此消息一出, 瞬间就引爆了各国的网络。 需要借助舆论造势吗?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王正的名字摆在这里, 那就是今次招牌。 就连鹰匠花费大力气, 才好不容易霸榜的负面新闻, 也被一同挤了下去。 那些抨击华国不仁的声音, 顿时就小了不少。 到处都在热烈讨论着, 这场发布会的内容。 距离王正上一次开启产品发布会, 已经是三年前了。 尽管时间过去了很久, 可场景却依旧历历在目。 第一次发布会时, 拿出了超越者。 第二次发布会时, 掏出了空间截获装置。 可以说, 这两次发布会, 直接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大大加快了地球文明的发展历程。 如今即将召开第三次产品发布会, 没有人会不激动。 毕竟谁也不知道, 王正这次又会拿出什么不得了的好东西。 就在举世议论的时候, 华国爆出了此次发布会的关键词——拖拉机。 看到这三个字后, 全世界都瞬间安静了下来。 旋即便如同洪水泻闸一般, 彻底引发了巨大骚动。 要知道, 王正当初召开第一场产品发布会的时候, 打的也是新品拖拉机的旗号。 结果呢? 上太空下深海的超级机甲人, 制裁他。 都给我制裁他啊! 随着华国发布会消息的愈演愈烈, 识得多的怒吼显得愈发无力。 尽管还在做着大量的舆论引导工作, 依旧无法抗衡华国产品发布会的逆天热度。 池德多着实没有料到, 华国竟然会来这么一手。 根本没在舆论上费心思, 只一招祸水东营, 直接把全球的注意力给引走了。 可谋划了这么久, 就这样被华国逃过, 实在是让人不甘心。 挂断华一顿的电话后, 池德多转而拨通了Jack Ma的电话。 池德多阁下, 您找我。 马盛杰显然没有料到, 池德多会主动找上自己, 言语中满是激动与兴奋。 华国产品发布会的事情, 你知道些什么? 池德多语气颇为严肃。 这…… 马盛杰脸上顿时泛起难色。 说到底自己只是个科研人员, 怎么可能什么消息都能打听到? 像发布会这类的事情, 更不可能提前通知自己。 见马盛杰迟迟没有出声, 池德多的心思更沉了几分。 虽说本来就没指望马盛杰能知道什么, 但眼下一点消息都摸不着, 后续的舆论工作着实有些难以开展了。 想到这里, 池德多对马盛杰随意画了几张大饼, 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事已至此, 舆论已经无法重创华国了。 如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看看华国的这场发布会到底能闹出多大的动静。 如果只是为了摆脱舆论而召开的发布会, 想必产品的质量一定高不到哪里去。 到时候甚至都不需要引导, 华国自己就能把自己推向舆论的深渊, 成为众矢之地。 不过华国手里还捏着王正这张王牌, 实在叫人摸不透看不清。 当得到十万亿投资的喜悦, 顿时就被烦躁所淹没。 时间很快便来到了发布会的当天。 由华国官方亲自出面布置的超级露天会场, 足够同时容纳十万人, 规模甚至比鸟巢还要大。 并且, 发布会入场券除了友情赠送的一部分以外, 售卖的票价已经达到了十万。 尽管如此, 发布会的入场券仍是被一抢空。 怪就怪王正的前两场发布会实在太过深入人心。 一经发布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来自世界各地的名门世家更是蜂拥而至, 只为能一睹王正的产品发布会。 头顶更是无数台无人机航拍, 几乎布满了整片天空。 数不清的电视台提出高价, 只为了能获得其中一台航拍画面的转播权。 等到所有人坐定之后, 目光全部对焦到了会场中心的高台上。 在万众瞩目中, 王正从人群中缓缓走上台。 无数聚光灯落在身上, 照得其耀眼夺目,熠熠生辉。 世界上的所有角落, 但凡是有电有信号的地方, 全部都在转播着这场产品发布会。 当王正出现在画面中时, 不少人已经开始激动地呼喊出声。 王正!王正来了! 真不敢相信, 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我儿子年纪大, 竟然做了这么多惊世骇俗的事情。 诛灭大头新人, 遨游太空, 归来斩杀天灾滔天。 试问全世界有谁能做到? 打架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家伙的头脑, 头脑简直就不是人类的构造。 在举世的议论声中, 王正走到了中央平台的中心位置, 面向镜头露出一个自信阳光的笑脸。 诸位, 好久不见, 观众们妈了。 上帝啊, 他居然在跟我打招呼了。 哦, 我的心碎了, 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么迷人? 立了, 楼上的,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相对于网络上的胡周八扯, 能够进入会场的人非富即贵, 素质则是要高出许多。 从开始到现在,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事态。 最近呢, 网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华国的负面新闻, 节奏带得飞快, 无非是什么机甲自爆, 不拿士兵的性命当回事。 王正并没有第一时间介绍产品, 而是主动挑起了即将就要被世界遗忘的舆论。 可能我一个人的解释, 会显得有些苍白。 但我在这儿, 还是要做一个证明。 华国非常珍惜每一位舍弃小家投身大家的战士, 有了他们, 才有了华国如今的安定凡胜。 华国或许会放弃很多, 但是绝不包括这些士兵。 至于机甲自爆, 待会儿我自会向大家解释。 王正一边说着, 身后突然有升降台开始向上凸起。 紧接着, 一个遮盖着幕布的庞然大雾, 随着升降台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哦, 来了, 来了, 卧槽, 好大哥。 不论是现场还是网络, 人们的议论声顿时沸腾起来。 光看着高度的话, 目测少说也有个五六米。 谁问谁家的拖拉机能有五六米高。 所有人的心里皆是浮现出了同一个想法。 王正, 又要准备搞大动作了。 第218章, 真是拖拉机。 王正并没有急着扯下幕布, 而是轻轻将手搭在了上面。 如此一幕, 看得无数人心仰难耐。 就好像一个脱衣女郎在自己面前跳艳舞。 舞跳得很好, 身段更是曼妙。 就在众人以为能一饱眼福的时候, 这脱衣女郎扭来扭去就是不脱。 急的人好像心都被爪子挠过似的, 仰刀不行。 扯呀! 快扯不自! 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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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拖! 现场的众人还算克制, 各地的直播间里早已经先翻了天。 不少平台因为涌入的流量太过庞大, 直接陷入了瘫痪状态。 毫不夸张地说, 凡是抢到一台无人航拍转播权的平台, 绝对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 王正也没有再过多废话, 只简单地说了几句后, 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 猛地扯下了幕布。 数不清的刺眼灯光开始移动, 全部投向了王正身后的位置。 一座足足有四米高的庞然大雾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在那现实的一瞬间,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甚至于直播间里的人已经忘记了发送弹幕, 全都在望眼欲穿的看向幕布下的东西。 在被光芒的照射下, 漆黑的外壳散发着耀眼的光泽。 只第一眼看过去时便看到那仿佛山丘般高耸霸气的外形 以及球节刚猛的流线曲度。 尤其是王正还站在旁边, 庞大的体型将王正衬托得无比渺小。 远远看去, 这就是一座钢铁山丘。 然而片刻过后, 现场与直播间内并没有出现轰动与阵鸣。 所有人的表情皆是变得古怪, 开始了激烈的议论。 就连各地的直播间也开始了弹幕刷屏。 我尼玛? 这啥呀? 瞎呀? 这你都看不出来。 尼玛? 还真特么是拖拉机。 造势这么久, 就给我们看拖拉机。 哈哈哈哈, 现场的一群杀臂, 花十万门票看拖拉机。 我刷了三毛的礼物。 日内瓦, 退钱, 直播间炸了。 如果对于其他人来说, 产品发布会上真的出现拖拉机也就罢了。 可你是王正啊? 当年打着拖拉机的旗号, 拿出了超级机甲人的王正。 你怎么能真的拿出拖拉机来呢? 所有人都是失望大于希望, 纷纷开始用语言来抨击这场产品发布会。 若要说最开心的人, 还得是迟得多。 在直播中目睹了发布会全权过程的迟得多, 此时已然止不住的放声大笑起来。 至此, 他已经笃定其实华国并没有什么新产品可以拿出手。 无非是为了摆脱身处于润漩涡的现状, 从而做出的无奈之举。 只可惜, 这次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原本还只是受一部分人的言语谴责。 这下好了, 要承受全世界人民的怒火了。 眼瞅着铺天盖地的骂声传来, 王正也不心急, 不仅不慢地介绍起面前的拖拉机。 自适应拖拉机, 高度4米1, 长度8米, 大部分机身采用了航空级碳纤维以及还氧树枝等复合材料。 外壳采用陶瓷涂层, 至于重量仅仅只有1000公斤, 还不如一辆小汽车重。 发动机方面, 还是照搬超越者的动能装置。 不过为了更好的适应, 我做出了一定改动, 以便更加契合拖拉机的机身与行动。 许多不明所以的人还在嗷嗷骂着。 然而王正的话, 却让一部分人冷静了下来, 表情也逐渐变得疑惑。 自适应拖拉机? 要知道, 自适应并不是一个新词, 但相关领域却是鲜少有涉及。 毕竟早在许多年前, 什么自适应巡航、 自适应调整就已经层出不穷了。 所谓的自适应, 就是能够根据遭遇的不同状况, 自动调整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许多汽车上便携带着自适应系统, 可以分析路况解放驾驶者的双手。 该技术运用的最娴熟的国家, 就是鹰匠。 集合式无人机群便是只需要设定一个目标点, 就能根据实时路况来解析最优限路。 可自适应是重点吗? 当然不是。 重点是你一个拖拉机, 用什么碳纤维? 用什么滑氧数值啊? 这不应该都是用在航天器上的材料吗? 减轻拖拉机的机身重量, 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还有陶瓷涂层, 耐火耐高温, 有这个必要吗? 渐渐的, 有人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前段时间, 自己埋在华国的间谍送回来过一份 具有重大意义的超级计划书。 《月球基地计划》。 将两者联系到一起后, 这些人只觉得脑海中温的一声, 瞬间就炸开了。 同样反应过来的, 还有池得多。 这么说来, 对于月球基地昂贵的搭建费用, 华国也有了应对之策。 并且极有可能就是眼前这台与众不同的拖拉机。 同样混迹在现场的报警东, 虽说早就听王正提起过这台拖拉机, 可具体的模样性能, 着实是不曾见过的。 王正口中的那句做出了一定改动, 让报警东又忍不住多看了那台拖拉机两眼。 毕竟当初制造航天货机的时候, 这家伙也是这么说的, 骂声还在继续。 只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和势力, 已经开始暗中调查起这台拖拉机的相关信息了。 具体情况已经介绍完了, 下面请允许我亲自为大家操作展示。 王正直接无视了嘈杂吵闹的环境, 动作轻快地爬上了拖拉机的驾驶室。 拖拉机还需要操作展示? 真是多此一举, 总不能表演离地吧? 离地好啊, 听说现在华国重地还是人工呢? 真是落后, 跟这垃圾玩意儿真是绝配。 就在直播间里还在议论纷纷的时候, 王正已经端坐上了驾驶室。 忽然间, 王正的背后突然弹出了一个钙状的外壳, 镜子将王正反扣在其中。 直接将露天的驾驶室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 见状, 所有人不由地愣了愣。 就在众人疑惑茫然之际, 拖拉机被王正启动。 引擎开始咆哮, 动能瞬间充斥到了机身各处, 仿佛只是一念间。 有折服的巨龙醒来了, 有人的眼皮开始突突直跳, 飞快地敲动键盘。 咻, 兄弟们, 好像不太对劲啊。 第219章, 拖拉机也能飞上天。 这动静似乎不太像拖拉机。 当亲眼见证拖拉机启动后, 有不少人停下了口诛笔伐, 纷纷开始倒戈。 毕竟这玩意儿的动静实在是太大, 倒不是说噪音, 而是这浑身洋溢的肉眼可见的澎湃动能。 怎么看, 都不像是一辆拖拉机该有的动静。 不过还是有不少的键盘侠在强装镇定, 自以为是的说道, 动静大就不是拖拉机了。 动静大说明, 他燃料燃烧不充分, 全部都被浪费了。 你们懂不懂? 没错, 拖拉机就是拖拉机, 还能上天入地不成。 听到这番话后, 众人的心思又一次发生了动摇。 是啊, 拖拉机就是拖拉机, 除了离地拉东西, 还能干什么? 还能有啥用? 就在舆论风口准备转向, 再次去抨击华国的时候, 拖拉机动了。 在引擎的轰鸣声中, 拖拉机缓缓开动, 在偌大的中央平台上移动起来。 中央平台的面积很大, 少说也能抵三五个无数场。 然而, 这辆拖拉机的速度实在是过于离谱了。 不过是眨眼间, 拖拉机起步便是高速, 刷的一下从中央平台消失。 下一瞬, 拖拉机出现在了平台的边缘位置。 许多在现场的人 在如此近距离的观测下, 这才真切地感受到了 这辆拖拉机的与众不同。 这迎面来的威压与魄力, 根本就不是拖拉机所能拥有的。 就好像是一座山从头顶砸过来一般。 夸张的造型与巨大的轰鸣, 直接压的人快要透不过气了。 然而就在这时, 有人尖叫着喊出声来。 快跑! 快跑啊! 所有人都还在震惊于拖拉机的速度。 被这声尖叫喊回神后, 这才发现了端倪。 原来是拖拉机冲到了平台边缘后, 并没有降低速度。 反而是开足了马力, 继续朝着平台下面的观众席撞了过去。 如此一幕彻底引发了骚乱。 不少观众更是吓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不顾一切地转身要逃。 开玩笑! 这么个庞然大物, 即便是轻型材料用的再多, 那也有一吨重。 被一吨重的钢铁怪物砸中, 还不当场变成一滩烂泥。 更何况, 还是这么快的速度。 啊! 现场尖叫声遍地, 尤其是座位靠前的一些观众, 眼瞅着拖拉机冲了过来。 大惊失色的同时, 想跑却已是来不及了。 作为此次发布会负责人的报警东, 拖拉机失控了。 救命啊! 现场已经乱成了一团。 独独在直播间看热闹的池德多, 笑得已是合不容嘴了。 如此重大的发布会事故, 看华国要怎么才能收场。 更何况, 能在这场发布会拿到门票的人, 绝对都是非富极贵的大人物。 更何况, 作为还这么靠前, 少说也得是某个领域的佼佼者。 就这么硬生生地撞过去, 还不得死一大片。 光是追责问罪, 也足够华国喝上一壶了。 哈哈! 池德多看着彻底沸腾的现场画面, 忍不住大笑出声。 华国呀华国, 真是天网你眼。 这场事故过后, 看你如何保得住王正, 又拿什么跟我大鹰将抗衡。 然而就在拖拉机冲出平台, 冲向观众席后。 预想中, 血肉横飞的惨烈场面并没有发生。 只见那辆拖拉机底部的轮胎 不知何时变成了履带, 竟然沿着观众们的头顶, 轻飘飘地滑了过去。 所有狼狈逃命的观众只觉得头顶飘过一丝凉意, 惊恐地抬头看去时却看到了一大片的黑影。 从另一侧疯狂跑来的报警东, 表情突然一呆, 脚下的动作也不禁挺住。 脸上陡然浮现出错愕, 两眼无比震惊地看向眼前的一幕。 全场的轰乱声止住了, 就连那些只顾着逃命的观众也停下了脚步。 全球的直播间里一片死寂, 许久也不见有弹幕飘出, 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拖拉机的引擎声。 不知过了多久, 有人怅然若失, 下意识地出声泥喃。 我吵! 两个字好像开关一样, 将气氛彻底点燃。 我可能是撸多了, 把眼都给撸下了。 我吵! 这真不是我在做梦! 我泥马! 我没看错吧? 拖拉机在天上飞? 是他们拖拉机在天上飞啊! 在全世界的注视下, 王正驾驶的拖拉机在离开中央平台后, 并没有栽进观众席, 而是继续笔直地朝着前方驶去。 即便身下没有任何的支撑物, 依旧是如履屏蔽, 极尺如飞。 不对! 就是在飞! 报警东手里的电话, 一个没抓稳掉在了地上。 两只眼睛瞪得溜溜圆, 看着在半空飞来飞去的拖拉机, 只觉得有些头晕目眩。 因为需要紧急公关, 这场发布会开得非常突然, 也就没进行过演排。 所以, 对这台拖拉机的性能, 报警东自然是一无所知的。 但报警东对王正是极为熟悉的。 早就料到, 这拖拉机绝对不会只是拖拉机这么简单。 可也万万没想到, 居然这么离谱。 稍作改动, 好一个稍作改动。 这踏码是超越着拖拉机版吧。 面对如此离谱的拖拉机, 当然不止报警东会有这种反应。 整个世界都炸了。 不愧是王正, 发布会还是那个味儿。 就在举世沸腾之际, 王正的声音从拖拉机内部传来。 自适应拖拉机可以自动适应陆地、 海洋、天空等不同环境。 空中最高可实现80米悬浮, 海洋最高可实现下潜3000米。 此话一出, 全球又是一片雷动。 尤其是现场的众人, 亲眼见证的场面远远要比在直播间里见到的, 要震撼得多。 看着在自己头顶不住盘旋的拖拉机, 眼球子都要瞪掉了。 以往的什么自适应巡航, 通通若报了。 这踏码才叫自适应啊。 那些知晓月球基地计划的人, 更是激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因为现在完全可以笃定, 自适应拖拉机就是华国为了推出月球基地计划, 而事先显露出的一颗旗。 有了这样的拖拉机, 概算占比最大的基建问题根本就不叫实了。 拉不动拉不了的, 就把这玩意儿给送上去。 第220章, 买买买。 哈哈哈, 世界各地开始响起了丧心病狂的笑声。 不少人已经在暗地里嘲笑起了华国。 华国呀, 华国, 真可谓是百秘一书啊。 你想先推出自适应拖拉机, 然后再拿出月球基地计划来捆绑销售。 殊不知, 月球基地计划早就已经泄露。 自己这些人在计划施行方面, 甚至比你这个原创者的进度还要快。 这步棋, 算是又只能徒作他人嫁衣了。 众人还在朝着空中的拖拉机指指点点的时候。 已经有人掏出了手机, 默默拨通了号码。 打通之后, 趁着无人注意, 小声嘱咐道, 准备好资金,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把自适应拖拉机给我拍到手。 轰动来得快去的也快。 大部分人很快便从飞天拖拉机带来的震撼中清醒过来。 顿时, 又觉得索然无畏起来。 拖拉机飞天入海。 有啥用啊? 它就是再怎么会飞, 再怎么会潜, 不还是拖拉机吗? 论飞行, 还能比得过飞机。 论潜海, 还能比得过潜水艇。 整了这么个四步向出来, 各项性能是有, 可是不拔尖啊。 就算是搞到手, 谁会开着这玩意儿出门啊? 不得不说, 这简直就是鸡类中的鸡类。 短暂的震惊过后, 直播间里传来一片噓声。 不还是拖拉机吗? 离地两米高, 也叫飞啊。 做这玩意儿, 还不如直接坐飞机呢。 就是就是, 居然还号称能下潜深海三千米。 这不开玩笑呢, 潜艇不比这东西好用。 搞个拖拉机, 好好离地就行了。 整个花里胡哨的, 一点用都没有。 没用没用, 看来这个王政真是潜力计穷了。 这次的发布会, 跟前两次的比差得太远了。 不同于满事不懈的围观群众, 有知晓内情的极少一部分人, 已经开始窜多别人询问价格。 没错, 这东西确实积累, 可架不住特定性强啊。 尤其是月球基地计划, 简直就是为月球基地的搭建工作, 量身定制的。 这时, 拖拉机重新开回了中央平台。 头顶的棚子撤回, 王政从里面跳了出来, 带着笑意说道, 自适应拖拉机, 材质性能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接下来, 我们将宣布公售价格。 说着, 王政缓缓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百万? 这倒还能接手。 一百万买辆拖拉机? 你有钱烧的吧? 一百万都能买辆直升飞机了, 开起来不比这东西殆尽。 不会是一千万吧? 如果是一千万, 我可就直接开喷了。 开什么国际玩笑? 一千万? 一千万我在凑点去买虎式坦克了? 一炮轰死这漫天要价的狗日的。 在举世瞩目中, 王政不紧不慢地开口。 一瞬间,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旋即又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日内瓦, 你是真敢张嘴啊? 妈的, 都别拦着我。 我敢死这个砸碎。 一个亿, 我没听错吧? 这家伙说的是华国币吗? 不会是津巴布韦吧? 一个亿买辆拖拉机, 傻逼才会买。 同意, 这要是有人买, 我特么直不剁掉。 如果定价一百万的话, 或许还在许多人的考虑范围之内。 毕竟是辆能飞天下海的拖拉机, 多少也是有点新奇。 即便没什么用, 可能当做收藏。 定价一千万, 那就是王政这家伙不地道了。 说到底也只是辆拖拉机而已, 会飞又如何, 会潜水又如何。 等价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把飞机跟观光潜水艇都拿下了。 一千五买你的拖拉机, 吃屁去吧。 然而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个狗笔居然要价一个亿。 这就不是不地道了。 这特么是该死。 想钱想疯了。 眼瞅着世界各国的直播间, 已经被不同语言的日内瓦给刷了屏。 世人的愤怒也逐渐暴涨到了极点。 就在众人准备对华国进行口诛笔伐的时候, 现场突然有人举起了手。 平静沉稳的声音传进了所有的直播间。 舞台! 清晰的声音从直播间里响起, 让密集的弹幕流又一次出现了卡顿。 随即, 一大片的, 飘了出来。 这尼玛, 这尼玛是华国人请来的托吧。 上来张口就要舞台。 买这玩意儿回家干嘛用啊? 五个亿啊。 五个亿? 这家伙谁啊? 怎么动动嘴就花出去了五个亿? 这是托。 一定是托。 不是托我直接直播剁掉。 就在众人深感震惊的时候, 又有第二个人举起手, 以不怎么熟练的华下语说道。 八台! 这! 各国直播间里已然乱成了一锅粥, 所有弹幕都在疯狂地刷着问号, 更不乏有不解之声。 真的假的? 这些玩意儿不光有人买, 居然还一口气买这么多。 八台! 这就是八个亿啊! 我的天, 这怎么跟在大街上买白菜似的? 剁掉的那个, 你欠了两根了。 弹幕还在不断地翻滚着, 现场的人已经不再克制, 纷纷举手。 两台! 六台! 一台! 眼看现场的叫价越来越激烈, 甚至已经有人一口气足足要了二十台。 换算成票子, 那可是二十个亿的巨款啊。 钱啊! 全都是白花花的钱。 直播间的氛围, 已然有些炸裂了。 所有人皆是心怀不解, 疯狂地敲着键盘, 闻着为什么。 现在的有钱人, 都已经有钱到这种地步了吗? 钱多到花不出去, 根本花不完。 二十个亿, 别说是飞机潜水艇了, 就是战斗机, 常规动力潜艇, 也都能轻易拿下。 不明真相的人, 依旧是不明所以。 殊不知叫拍的人们, 早已经是饿得合不拢嘴了。 毕竟从最开始的概算来看, 一期的月球基地总造价, 大概要三十五万亿。 还是美元。 换算成华国币的话, 就是二百四十多万亿。 用天文数字来形容, 也丝毫不为过。 其中, 用于基地搭建的费用占比最大, 起码也占了一百万亿。 而且, 这笔费用无法压减, 需要花多少, 就是花多少。 只会多, 不会少。 不知道多少国家, 正对着这么庞大的预算犯难。 偏偏凑巧的是, 孩儿饿得来了娘。 华国突然寄出了一手自适应拖拉机, 完美解决了困扰各国的基地搭建问题。 一个亿换一百万亿。 傻子, 也拎得轻哪边划算。 第221章, 都是套。 所以这还需要考虑吗? 买得越多省得越多, 见得也就越快。 拿下拿下, 统统给我拿下。 更有甚者拍下了两台拖拉机后, 发现自己的暗中竞争者竟然拍了三台。 于是咬咬牙, 再次举手又拍了两台。 竞争者见状自然不肯落后, 同样举手将其抄了过去。 一来二去, 叫拍的人越来越多, 叫拍的数量也越来越大。 看着逐渐激烈的现场, 直播间反倒是安静了。 面对这种情况, 着实是没有料到。 要知道, 当初的超越者的定价也不过才三千万。 超越者之所以抢手, 是因为性能在当时远超一切。 甚至可以轻松剿灭一个装甲团。 三千万花的物超所值。 可这一台拖拉机卖一个亿, 实在让人看不出划算在哪里。 可偏偏这些家伙都特么跟疯了似的, 居然嗷嗷抢, 嗷嗷叫价。 就跟花的不是钱似的。 渐渐的, 有人开始怀疑起了自己。 难不成这玩意儿得从现场看, 才能看出不一样来。 有可能, 要不这些有钱人怎么跟疯了一样, 张嘴就要十几二十台。 钱啊, 这可都是钱啊。 话说, 你们没发现叫拍的总量都已经超过一千了吗? 华国真的产了这么多的拖拉机吗? 一语点醒梦中人, 看到最后这条弹幕后, 所有的观众纷纷醒悟。 是啊, 当初的超越者虽然定价三千万, 但一共只对外公售了十台。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华国早就对超越者进行了量产。 只要想卖, 卖他的千八百台完全不是问题。 而这台破烂玩意儿定了一个亿的逆天高价, 居然还量产了这么多台。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他们自信能把库存全都卖出去。 直播间里已经开始堵定。 这看上去只是个平平无奇的拖拉机, 除了能飞天下海之外, 一定还有其他与众不同的超级特点。 王正看着台下不断举手的人们, 视线从他们的脸上一一扫过。 脸上含笑的同时, 眼底划过一抹寒意。 对于这台拖拉机来说, 直播间里的反应才是正常反应。 这些人之所以会抢, 就是因为提前知晓了月球基地计划, 所以才会不计一切的来抢购。 因为他们知道, 这拖拉机就是在月球搭建基地的不二选择。 不过很可惜, 你们搞到手的月球基地计划是假的。 自适应拖拉机自然也就毫无用处了。 至于为什么要造这么多没用的拖拉机? 废话! 当然是为了赚钱了。 这些家伙在我们家里插针偷机密, 现在讨点回点利息怎么了? 这些人在笑。 王正同样在笑, 为了不让你们放弃月球基地计划。 为了让你们烧钱, 为了赚你们的钱, 我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看着, 还在不断举手的众人。 销售总量已经来到的可怕的2113台。 不过王正并没有丝毫的担心, 反而只觉得兴奋与快乐。 一台一个亿, 那么这就是2113亿。 净赚2000亿。 拍吧拍吧。 随便拍。 只要是买拖拉机, 要多少都管够。 华国红墙内。 老人兴致勃勃地, 为真面前的拖拉机打转。 不时还伸手敲了敲外壳, 发出坑坑坑的声响。 不错。 不错。 老人很是满意地点头, 颇为好奇地看向一旁的袁重真。 听说这东西会上天, 还会下海。 是不是真的? 袁重真点了点头, 回道, 是的, 产品发布会还没结束, 现在应该也能看到王正做的讲解。 发布会就没必要看了。 老人摆了摆手说道, 反正是为了卷钱才造出来的, 看与不看都是一样。 到时候, 他国领导人追起则来, 我就只管着说不知道就好了, 以免现在有所了解, 将来露出破绽。 见老人这么说, 袁重真也就没在开口, 肩默地站在一旁。 对了, 老人继续敲打着拖拉机, 突然想起记起了什么, 开口问道, 这东西有没有人拍? 销售额到多少了? 袁重真愣了愣, 略做思考后, 这才如实回道。 有人拍, 现在已经拍出去近三千台了, 销售额大概在三千亿左右, 抛去成本的话, 实际盈利大约能有两千八百亿。 刷的一声, 老人从座椅上弹了起来, 清澈的眸子里散发着射人的光, 紧盯着袁重真, 一声道, 多少? 三千亿? 老人显然是没料到, 这假玩意儿, 居然能这么卖座。 短短几分钟的功夫, 居然已经卖出去, 足足三千台了。 要知道, 这可不是什么大白菜, 这特么是定价一一台的拖拉机。 老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然后又重新坐回了座椅上。 这个王正, 说什么也得见一见了。 当第三千台拖拉机被叫拍出去后, 王正果断选择了停售, 自然是以寿庆为借口。 不然的话, 只要王正愿意, 分分钟就能在流水线上量产出十几台一模一样的拖拉机。 之所以宣告寿庆一来是饥饿营销, 为下一波攻售做铺垫, 顺便还能再涨涨价。 二来则是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警觉。 毕竟这妖牛掰哄哄的东西, 即便是量产, 造起来也肯定得花费一番功夫。 这距离月球基地计划的提出才多长时间, 连带算都没算好, 居然已经开始抄前谋划搭建事宜了。 说出去谁信啊? 不过好在一切有王正, 任何有王正的地方, 任何的不合理都能变成合理。 所以三千台就是目前的上限, 目的就是不让他们有所怀疑。 在王正宣布授庆以后, 不少人的脸上有意犹未尽流露, 似乎是对刚刚的抢购还有些不满足。 戏意做完, 钱也赚到。 这些家伙的用处也就到头了。 诸位, 本次发布会到此正式结束。 王正站在中央平台, 随着灯光的落下, 身影也在此刻凭空消失。 如此突兀的退场方式, 着实让不少人吃了一惊。 不过现场上并没有人表现出丝毫的不满。 相反, 他们比王正更想走走。 因为拖拉机已经到手, 必须得提前准备基地搭建的相关事宜了。